楚云穿越到全民天赋觉醒的世界 全家人都觉醒了SSS天赋 神仙开局 这怎么说 然而 觉醒当天 老天跟楚云开了个玩笑 楚云并没有觉醒出任何天赋 楚云猛了 全家都是SSS天赋 就为个普通人 还好激活了最强体术系统 天赋不够 体术来凑 当楚云化身苍蓝猛兽的那一刻 所有人 震惊了 第一章 楚书很高兴 但楚书很不喜欢 穿越了 楚书很高兴 但穿越之后是个普通人 楚书很不喜欢 回忆着昨天晚上的结果 楚云忍不住叹了口气 脸上也挂上了淡淡的忧伤 这特娘的是什么事啊 穿越到这个世界18年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个废物 这谁能受得了 再想想家里那一窝妖孽 楚云心里忽然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特蒙该不会是领养的吧 但不对啊 家里还有一个妖孽妹妹 怎么就到自己的时候领养了 楚云不明白 真的很伤脑筋 18年前 楚云来到了这个全民都可以觉醒天赋的世界 只要觉醒天赋就有机会成为人上人 没有觉醒天赋就只能当一个普通人 直白点就是炮灰 跟别的穿越者开局落魄不同 楚云开局就是王炸 全家都是SSS天赋拥有者 老爹更是城主级别人物 所以 楚云从小就被誉为天之骄子 更有人说 楚云有大地之姿 当然 说得更多的 还是城主基因真好 全家都是SSS天赋 现在的云城 能有如今的地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全凭着楚云他老爹和老妈 再加上俩人生的一窝SSS天赋仔 直到 楚云多了一个妹妹 还是出生就自带天赋那种 然后 楚云的光环就被夺走了 但这不重要 18岁的时候 楚云也可以觉醒天赋的 到时候再夺回来就行了 他可是穿越者 王炸开局那种 想想也知道 觉醒的时候多牛逼 直到 昨天晚上 楚云刚过18岁生日 全家第一时间给他做了觉醒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觉醒结果显示 楚云似乎并没有觉醒天赋 鬼知道 当时楚云老爹看着老妈的表情 要不是打不过 楚云老爹当时就得问一句 你是不是对不起我了 我的仔 全是SSS天赋 怎么这个就不行了 楚云 你在想什么呢 明天就是觉醒一事了 我好期待啊 你期待吗 一个田诺声音在身边响起 是隔壁桌的同学 楚云的好同桌 林雪 小姑娘很可爱 身材也不错 此时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楚云 楚云听到声音也回头看了看林雪 只不过脸上的表情多少有点看白痴的感觉 林雪 我记得 你昨天应该已经测试过了吧 而且 我的测试结果 你应该也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 你在期待什么 说来也巧 林雪跟楚云是同一天生日 而且 楚云知道 这小妮子家境也不错 所以 生日当天 她家里应该也给她测试过的 听到楚云这话 林雪小脸一红 连忙解释道 楚云 我是不想让你难过 虽然 你没有觉醒天赋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小姑娘信誓旦旦地说 像急了对自己的小情人负责的样子 看着小姑娘认真的表情 楚云不禁鼻尖一酸 这妮子 真好 但 我全家这么多SSS天赋 我用得着你保护 当然 这话楚云是没说出来的 说出来 多少有点打击人了 而且 送上门的软饭不吃 那跟禽兽有什么区别 小雪 你真好 楚云忽然深情道 哪 哪有 林雪翘脸微红 眼神躲闪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就在这时 一个小老头走上了讲台 然后 开启唾沫横飞模式 同学们 都打起精神听我说 现在这个社会 天赋才是王道 觉醒了天赋 才能保护家人 才能赢得荣誉 很明显 这是班主任 为了明天的觉醒一事 做动员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之后 说到全班同学都兴奋了 小老头话锋一转 直勾勾看着楚云道 你们瞧瞧楚云同学 楚云 我是废物的事情 这么快就瞒不住了吗 不应该啊 小老头亢奋道 众所周知 楚云同学家里 全都是SSS天赋觉醒者 我们云城能有今天 可以说是楚家一手打造的 要知道 全球的SSS天赋 才有多少 帝都才出了多少 别人可就私下 叫我们云城小帝都呢 所以 为了给云城争光 为了给城主争光 明天的觉醒一事上 大家一定要努力 你们有没有信心 觉醒天赋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云城争光 班主任话音刚落 全班同学 脸上都露出了 兴奋的表情 所有人振臂高呼道 有 就连灵雪这小妮子 脸上都洋溢着兴奋 唯独楚云楚外 因为他已经知道 自己是没有天赋的普通人了 他已经看破了一切 毁灭吧 动员大会结束 小老头来到楚云面前 眼神炙热 楚云 明天我们全校可都等着 看你觉醒了 你一定要给我们 搬争口气啊 楚云 有一说一 要不是有规定 所有人都得参加 他明天其实是想 请假不来的 毕竟当着全校的人丢脸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随着班主任离开 今天的课程 也就告一段落了 因为明天就是 觉醒一事的关系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 学生可以自由安排 不过 为了明天觉醒 能有一个好成绩 不少人都选择了 用这个时间去训练 万一因为这一点的锻炼 明天就飞黄腾达了呢 梦想还是要有的 尽管他 实现不了 天赋这玩意儿 可不是训练就有的 愚蠢的人类啊 楚云撇了撇嘴 背上小书包 准备回家躺平 反正都提前知道 结果了 对于他来说 目前需要做的 就是接受现实 然后躺平 吃软饭 楚云 你接下来要干嘛啊 要一起去训练吗 楚云前脚刚走 灵雪就凑上来 甜甜问道 这小妮子 简直就是楚云的根屁虫 走哪儿跟哪儿那种 楚云随口道 还能干吗 当然是回家训练啊 不好好训练自己 我怎么熟练的吃软饭呢 灵雪听到这话 小脸又是一红 吃软饭 难道她 她是答应我了吗 那 我现在算不算她老婆 应该算了吧 不算的话 她怎么吃软饭呢 望着楚云潇洒的背影 小妮子咬了咬嘴唇 眼神坚定道 楚云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我可是SSS天赋 我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委屈 第二章 全家SSS天赋 就我一个普通人 SSS天赋 是这个世界最高等级的天赋 天赋等级越高 修炼速度也就越快 成长空间自然也就越高 但同样 不是谁都能觉醒SSS天赋的 这么多年以来 觉醒SSS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 只是云城楚家比较变态 造成了一种SSS天赋很多的假象 而又因为某种特殊情况 楚家的两个SSS天赋家主 一直待在云城 别的城市十个里边 也不一定有一个SSS天赋城主呢 但今年来看 林家也要出笼了 总之 今年的云城 注定不一般 最少是会有两个奇迹出现的 另一边 楚云前脚刚回到家 就被老爹拉到了客厅 看着客厅里的阵容 楚云当即就带住了 好家伙 全家就出了我一个废物 用不着这么大阵仗吧 大姐 二姐 三哥 四哥 五姐 小七 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楚云一脸猛 没错 楚家七个娃 各个顶呱呱 除了楚云这个老六 还不是知道 你没有觉醒天赋 他们都不放心 楚云的老妈 柳蓉蓉说道 小弟 你真的没有觉醒天赋吗 一众哥哥姐姐关心道 就连小七也凑上来问道 六哥 你不会真的是个菜鸟吧 楚云 过分了呀 翻了个白眼 如啊 楚云很自然地 上手捏了捏老七的小脸 嗯 软软的 跟上次捏的时候一样 小妮子嘟着嘴在表示反抗 但脸上的表情 却是写着开心 楚云随意道 应该是真的吧 除非老爹弄的那玩意儿 是个假货 这个可能 楚云其实想过 只是后来 又被他推翻了 拜托 他爹可是城主 谁敢用假货忽悠他 怕不是不想活了 放你娘的屁 那可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 楚云的老爹 楚风脾气暴躁骂道 只是话音刚落 一道冰冷的目光 就朝他看了过来 你说什么 放谁的屁 是老婆想刀人的眼神没错了 楚风缩了缩脖子 直接选择闭嘴 半赏后 经过一家子的再次确认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昨天的测试结果 没有任何问题 楚云应该就是没有觉醒天赋了 是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 一时间 一大家子看着楚云的眼神 都有些心疼 楚风道 儿子 你放心 只要老爹还活着一天 就不会有人欺负你 柳蓉蓉 没错 我楚家的人 谁敢欺负 大姐 谁敢动小弟 死 二姐 我会亲自动手 三哥 我的剑 可不是闹着玩的 四哥 小弟可是咱家的宝贝 谁想动他 先过我这一关 五姐 没事 我可以给小弟准备很多符路 谁不开眼 直接一把符路扔过去就完事了 如果不够 那就再来一把 七妹 阿雅 看我召唤的小兔戟 一定可以保护六哥的 楚云 好吧 有这么一大家子人 其实躺平好像真的没什么不好的 楚云摸了摸鼻子 咧嘴笑道 我没事 普通人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 这不还有机会呢 明天就是觉醒仪式了 说不定真是老颠动的觉醒时有问题呢 听着楚云这话 一大家子全都沉默不语 虽然他们知道 楚云是在安慰他们 但 不能觉醒天赋 楚云才是最难受的那个吧 特别是明天的觉醒仪式 到时候 恐怕所有人都知道 楚云是个普通人了 如果换作一个普通家庭 当个普通人其实也很正常 但出生在他们这种家庭 当个普通人 反而成了一个另类 不知道要承受多少冷眼和嘲笑 想到这儿 全家人似乎心有灵犀 一瞬间 所有人的毛子都冷了下来 不管是谁 只要敢伤害楚云 那就消失吧 看着一家子的表情 楚云无奈耸了耸肩 算了 反正跟他们说自己不难受 他们也不信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万一明天觉醒当时金手指道账呢 别的主角不都是这样的剧本吗 所以 楚云内心其实稳如老狗 根本不慌 就算真的觉醒不了天赋 凭着自己身后的背景 自己的小日子也差不到哪去 再说了 还有林选那小妮子呢 自己打打杀杀 有什么好的 躺在家里吃软饭 它不香吗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到了第二天早上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 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 这一刻 整个云城的人都兴奋了 因为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觉醒大典 也是决定一个高中生未来的日子 觉醒出来高等级的天赋 就有机会成为人中龙凤 觉醒不出来天赋 那就只能当个普通人 安安稳稳过下去后半生 当然 如果异寿攻城 这批人就没办法安安稳稳了 只能当个炮灰 成为异寿的口粮 云城中心广场 此刻 所有的高三学生 都在自己班主任的带领下 聚集在广场中央 楚云自然也在其中 广场上熙熙攘攘 所有学生都在焦头接耳议论 马上就要觉醒了 我好紧张啊 是啊 不知道我能觉醒什么天赋 老天保佑 希望我能觉醒一个地级的战斗天赋吧 别说地级 给我一个S级也行啊 只要不是普通人就行 你们说 楚风城主的儿子楚云 会觉醒什么天赋啊 他的哥哥姐姐 可都是SSS级天赋 就远妹妹都提前觉醒 也是SSS天赋 一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觉得 楚云肯定也是SSS天赋没跑了 不经意间 楚云再一次成了议论的焦点 没办法 楚家的光环实在是太耀眼了 而且 今天的觉醒一试 云城城主楚风也会到场 不过负责一试的 则是几个高中的校长一起负责 可别小瞧这几个校长 最低也是S天赋 其中一高的校长 更是SS天赋 这种阵容 除了云城 可是别的城市拿不出来的 就在所有学生到齐之后 各个高中的校长也陆续到场 再之后就是楚风 而当众人看到楚风 以及楚风身后的人之后 全场瞬间发出了一阵惊呼 我去 这不是城主的儿子和女儿吗 我的天 他们怎么都来了 这可都是SSS天赋的拥有者呀 天呐 就算帝都的觉醒一试 到场的SSS天赋者 也不超过两个吧 我们云城小帝都的称号 真不是白来的 以下八个SSS天赋 到场观看我们的觉醒一试 这待遇谁能有 有他们见证我的觉醒 我特么吹一辈子 行了 别激动了 他们又不是来看你的 想想一会儿 我们云城又要多一个SSS天赋的天才 哪能不激动啊 第三章 觉醒一试 最强体术系统 八个SSS天赋者的到来 让觉醒一试还没开始 就掀起了高潮 没办法 也不怪这群人激动 有的人一辈子 或许都见不到一个SSS天赋的觉醒者 而他们这群人 一下子却能见到八个 这事儿在这个时代 说出去还真是能吹一辈子 当然 楚云就没那么激动了 因为这阵容 他经常见 安静 都安静 大家不要吵闹 保持现场安静 觉醒一试 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 努力安抚着学生的情绪 很快 广场上安静了下来 楚云的老爹 也就是云城的城主楚风 扫射了广场一眼 然后淡淡开口道 觉醒一试 现在开始吧 随着话音落下 几名校长齐齐上前 各自拿出了一枚觉醒石 这觉醒石 可不同于楚云前几天用的货色 所以 这也是楚云 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原因 不过 他现在倒是不期待天赋了 而是期待 能不能因为觉醒石激活系统 毕竟 别的主角都是这个时候激活的 听到觉醒开始 现场所有的学生又激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按照学号顺序 第一批开始觉醒的人 也已经开始上前触摸觉醒石了 很快 觉醒石上发出一阵光芒 看光芒的亮度 只能算是一般 从这能看出来 这第一批并没有出现什么好描子 不过也不错了 一个A级天赋 其余几个有C级 有E级 哈哈 我觉醒了B级天赋 技能加强 牛啊牛啊 虽然是辅助 但也很牛逼了 我觉醒了D级天赋 是攻击天赋 我是受人化天赋 太好了 觉醒了天赋的学生 都异常兴奋 而还没觉醒的学生 也都投过去了羡慕的目光 特别是觉醒A级天赋的那个学生 他的班主任已经裂开了嘴 还是那句话 S SS SSS天赋是很罕见的 一年度能出来一个 就可以算是奇迹 所以出来A级天赋 已经是很不错的资质了 上得好大学 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双天赋 全世界总共也才一手之数 很幸运 云城就有一个 是楚云的老妈 而且是一个攻击天赋 一个辅助天赋 更离谱的是 两个天赋全是SSS级 但楚云的外公外婆 就很一般了 一个是A级天赋 一个是S级天赋 所以天赋这东西 跟遗传问题 似乎也不大 比如 楚家七个瓦 老六就不行 觉醒一事 还在有序进行 看似第一波资质都一般 但后边的觉醒之后 大家才发现 第一波觉醒的天赋等级 竟然是天花板了 后边连续好几波最好的天赋 才是C级 而且更多的都是觉醒失败 看到这个结果 几个校长和城主 眉头都不禁皱了皱 今年的好苗子 有点少啊 楚风叹气道 柳蓉蓉也促眉道 看能不能出一个S天赋吧 如果一个都没有 那确实不太行 不知道小弟 到底还能不能觉醒天赋 楚云的哥哥姐姐们 脸上也不满了担心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金光 在广场上 引发了不小的动静 快看 是S天赋出现了 天哪 是谁那么幸运 竟然觉醒了S天赋啊 就是不知道是攻击还是辅助 要是攻击天赋 那可就原地起飞了 就在所有人都好奇的时候 二高的校长 咧着嘴宣布道 孙文艳S级剑系攻击天赋 哗 这结果一出 现场哗然一片 剑系的攻击天赋 可以说是很强大的 楚家老三 就是剑系攻击天赋 只不过 他是SSS级 S级天赋的出现 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不过就在大家期待着 楚云觉醒的时候 林雪这小妮子 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 因为她的天赋 竟然是SSS级别的 怪不得这小妮子 那天直说觉醒话 却没告诉我天赋 原来是SSS级的天赋啊 还是兵系的 跟她的气质 可真是一点不像 不过 这软饭 可真香 底下的楚云 忍不住嘀咕道 而台上 各位校长 还有楚风等人 已经激动得不行了 本以为今年 没什么好瞄子 却没想到 先后出了S级 和SSS级 今年的云城 又要出龙了 但很快 就有大聪明反应过来 顿时忍不住 倒吸一口冷气 死 还没到楚云 就出了SSS级天赋 那岂不是代表着 我们今年有两个 SSS天赋的学生 死 是啊 卧槽 我们云城真是太牛了 帝都估计都没这水平 可不是呢 据说帝都去年一个 SSS天赋 都没有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知道 楚云是什么天赋了 万众期待下 终于轮到了楚云觉醒 因为临雪之后 就是楚云 嘻嘻 楚云 有没有被我吓到 我可是SSS天赋 应该可以进你家门吧 小妮子从觉醒台上下来 脸上洋溢着开心 以前她还担心过 因为天赋不行 进不去楚家的大门 现在她也是SSS天赋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楚云哭笑不得 要是你爹知道 你这么想 你就完蛋了 说完 楚云就大大方方 走到了觉醒时面前 虽然她早就知道 自己没有天赋了 但此刻的她根本不慌 甚至还信心满满 这一下子 倒是给台上的 一大家子整猛了 小云什么情况 我怎么觉得 她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 不知道 小弟不会发现了 自己的天赋吧 不能吧 难道老爹之前的 觉醒时真的有问题 我倒是也希望有问题 在所有人期待的表情下 楚云缓缓伸出手 放在了觉醒时之上 入手是一片冰凉 然后 楚云就感觉自己的意识 进入了一个虚无的空间 但空间之内 似乎什么都没有 让她很迷茫 而紧接着 一道冷不丁的声音 陡然响起 让楚云整个人精神一震 叮 系统满足激活条件 最强体术系统绑定中 最强体术系统绑定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新手大礼包 恭喜 听着这一连串的声音 楚云内心狂喜 特喵的 等了十八年零两天 系统终于来了呀 你知道 这十八年零两天 我是怎么过的吗 第四章 有没有可能 我没有觉醒天赋 恭喜宿主 获得体术开发训练大权 恭喜宿主 获得体质改造卡 星号一 恭喜宿主 获得八门盾甲入门级 恭喜宿主 获得海军六师入门级 打开新手大礼包 楚云不禁眼前一亮 八门盾甲 和海军六师 可以说是把体术 演绎到了极致的技巧 就算没有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也可以修炼 只要把自身修炼到极致 就算没有觉醒天赋 也差不到哪儿去 虽然自己的背景无敌 可以随便躺平 但命运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会让人安心啊 眼下这个结果 楚云倒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 楚云觉得 一旦八门盾甲和海军六师锻炼到极致 应该不亚于S级的天赋才对 与此同时 正主持楚云觉醒的校长愣在了原地 因为楚云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 他似乎并没有觉醒天赋 现场的所有考生也都屏住了呼吸 似乎在期待着异象的发生 甚至 还有考生有了更加大胆的猜想 捂着嘴在窃窃私语 你们说 SSS天赋上边会不会有更厉害的天赋 有可能 难道是楚云天赋太强了 所以觉醒时没办法觉醒他的天赋 可是课本上也没说 还有隐藏天赋啊 而且 按道理说 越厉害的天赋 不应该反应越大吗 那有没有可能是楚云 没有觉醒天赋 死 一语惊醒梦中人 考生们的窃窃私语 在道抽冷气中 戛然而止 而这个时候 楚云也刚好睁开眼睛 把手从觉醒时上收回来 楚云就准备转身离开 校长忽然喊住他道 楚云同学 你觉醒了什么天赋 为什么觉醒时没有反应 说完 校长还回头看向了楚风 似乎是在问 这是什么情况 楚风也是一脸猛逼的 看向楚云 他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楚云无奈摊手 校长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没有觉醒天赋 校长猛了那么一下子 回忆着刚才觉醒时的迹象 楚云似乎就是没有觉醒天赋 但出于对楚家的了解 大家都觉得楚云会觉醒SSS天赋 所以 他就没往这方面想 可现在被楚云这么一说 他才反应过来 好像是有这种可能的 于是 校长结结巴巴 带着不确定的语气道 楚云同学 觉醒 失败 这话一出 现场直接炸了 卧槽 真的假的 楚云竟然觉醒失败了 不会吧 楚云竟然不是SSS天赋 甚至都没有天赋 他到底是不是城主亲生的 楚家的后代 怎么可能没有天赋 哪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觉得楚云很有可能就是抱养的 你觉得楚云跟城主长得像吗 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像 城主五大三粗的 楚云有点太帅了 卧槽 你真猛 这话你都敢说 小心明天就消失了 曹曹曹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什么都没听见 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 楚云心情大好的 回到了队伍之中 虽然没有觉醒天赋 但并不影响 他便强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 他是个普通人 但不是废物 楚云一回来 同班同学立马围了上来 不停地问东问西 但楚云却是闭上眼睛 开始研究系统奖励的体术训练大拳 顺便使用了体制改造卡 一瞬间 楚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暖洋洋的 紧接着 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气 楚云觉得 现在的自己一拳下去能打十个 但他也知道 现在只是单纯的身体力量 想要赶上这群觉醒天赋的人 自己必须要把这种力量锻炼到极致 产生质变才可以 于是 楚云开始翻开体术训练大拳仔细观看 至于同班同学的问题 楚云并没有回答他们 楚家的天之骄子 最应该觉醒SSS天赋的他 竟然是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 想想都知道明天头条是什么好吧 灵雪见同班同学不停地询问楚云 顿时沉着脸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你们都走开 都不准打扰他 一时间 众人只觉得现场的温度都降低了很多 一片片雪花从灵雪的身边落下 给他染上了一丝冰冷的气息 就连楚云都忍不住微微睁眼看了过去 这小妮子 开了天赋 变化还挺大 不过 这也让楚云更加认识到 普通人跟觉醒了天赋之后的人 确实不一样 看来 自己回去之后 给家把劲了呀 灵雪 别闹 现在还是觉醒一室呢 听到楚云的声音 灵雪才不情愿地 收回了自己的兵系天赋 然后乖巧地站在楚云身边 跟个小媳妇似的 这让不少同学都朝着楚云 投来了极度的目光 明明是个没觉醒天赋的废物 却能得到SSS天赋女神的青睐 不就是因为 楚家一门八个SSS强者吗 很牛逼吗 嗯 好像确实挺牛逼的 想到这儿 这群学生 也只能善善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楚父楚母 看到这一幕 脸上也是不禁露出一母笑 虽然儿子没觉醒天赋 但好像拐了一个 潜力巨大的儿媳妇啊 七 这女人绝对有问题 她肯定想勾引我个 楚家老七楚蒙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转眼时间 觉醒一事 也全部结束了 各班级班主任 带着学生回学校 安排了一下大考的事情 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学生自由修炼了 刚觉醒了天赋 并不代表就考上了大学 还需要等一周后的大考成绩出来 考上心仪的大学之后 才是他们变强之路真正的开始 至于楚云 本来她班主任还想交代什么 但想想人家老爹的地位 想上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所以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虽然楚云没觉醒SSS天赋 但林雪觉醒了SSS天赋 所以她这个班主任的奖金还是稳稳到手的 总的来说 这波不亏 第五章 系统比自己还老六啊 觉醒一事结束的第二天 云成就出名了 一是因为云成又出了一个SSS级的天才 二是因为云成楚家的少爷 觉醒失败了 所以 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议论云成 而作为这件事情的两个当事人 却对外边的议论 置若罔闻 林雪忙着完成家族安排的训练 同时还要应付各个大学的招生 毕竟 SSS天赋的学生 可是所有大学争抢的香波波 不用等大考成绩出来 就有人抢破头 邀请入学了 楚云则是在家研究下一步的训练 昨天一晚上 楚云终于看完了 系统奖励的体术训练大全 不得不说 训练方法很残酷 根本不是人可以坚持下来的 但想要把体术修炼到极致 不吃苦 也确实不可能 所以 体术这条路 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看来不受点罪 是很难成功啊 想到这儿 楚云也不再犹豫 找人腾了一间训练房出来 又安置了不少训练器材 楚云就一头栽进去 开始训练了 这个时候 有钱有地位的好处 就彰显出来了 所有的训练器材 清一色 都是最先进的 绝对能让楚云进行 最有效果的锻炼 训练第一天 楚云几乎全身虚脱 跟条死狗一样 训练第二天 楚云勉强有力气站起来 训练第三天 楚云几乎可以跟没事人一样 训练之后 还能酣畅淋漓地做一些家训 楚云猜测 应该是体制改造卡的好处 而且 入门级别的八门盾甲 和海军六士 已经被楚云掌握得很熟练了 现在的他 已经不亚于一个 刚觉醒天赋的觉醒者 第三门 升门 开 楚云嘀吼一声 刹那间 浑身像是被一股气包裹 紧接着 楚云抬腿一踢 拦脚 下一秒 碰 训练房中的墙壁 忽然多了一刀裂缝 看起来 就像是被刀锋割开的一样 但只有楚云自己知道 这是他刚才那一脚的威力 利用脚部肌肉 急速收缩伸展 制造动能 然后急速出腿 超越音速后 使腿部前发生空气压缩 卷起真空 发出锐利的斩机波 这就是把足迹 修炼到极致的效果 只不过 现在还没到满极 等到了满极 这一GU下去 这面墙壁 应该会直接被切开 呼 要是有什么 加快训练的捷径 就好了 楚云心头 刚有这个想法 脑海中就出现了 系统的提示声 宿主使用对应技能 斩杀易兽 可提高技能熟练度 楚云心里有句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 特么的自己 都完命训练三天了 你告诉我 击杀易兽 可以提高熟练度 那我这三天 在训练地儿啊 系统 老实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楚云美好气道 叮 坚实的身体基础 是造就体术之神的 不二之路 系统这话 倒是也没错 体术的根基 就是身体 没有坚持的身体素质 一切都是免谈 但被系统耍了一道 楚云 还是有点郁闷 这系统比自己还老六啊 似乎是听到了 楚云的郁闷 系统的声音 继续响起 叮 宿主八门盾甲 和海军 六十熟练度满之后 将开启新的技能 具体可查看 属性面板 嗯 还有新的技能 楚云眼睛一亮 连忙调出属性面板 宿主 楚云 力量 八十 敏捷 七十五 精神 六十七 耐力 九十 道具 五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熟练度百分之三十 海军六十 熟练度百分之三十 这是楚云当前的属性面板 而在技能栏后边 还有许多灰色的技能 未被点亮 比如太极拳 八卦掌 剑术 武装色霸气之类的 大部分都是围绕体术的技能 但如果把这些技能 全部都掌握的话 楚云觉得自己 吊打SSS天赋觉醒者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一早 楚云一大早起来 就准备出门 今天楚云改变计划 打算去城外的森林刷刷 熟练度 如果能在大考之前 再激活一个技能 那他就更有把握了 但这个时候 楚云的父母 却赶回来了 楚父毕竟是云城的城主 所以这几天 都在盲工物上的事 倒是忽略了楚云这个儿子 一回来 夫妻俩对着楚云 就是一通安慰 昨天晚上 他们才得知楚云 从觉醒之后 就把自己关在训练室了 不用想 肯定是因为没觉醒天赋 儿子伤心了 所以才躲在训练室发现 见自己爹妈 多少有些夸张的安慰 楚云哭笑不得到 爸 妈 我没事 你们其实不用担心我的 儿子 你要是心里 实在难受就说出来 你不能这么虐待自己啊 当妈的 往往是最心疼孩子的 特别是二老 去训练室看过 墙上那道刀痕 也被他们注意到了 不过 他们没多想 只以为 是楚云发泄 不小心砍上去的 对了 大姐他们都回去了吗 楚云见这事 说不过去 只好转移话题 楚夫道 边关那边的异兽 又有了新的动静 所以你大姐 他们都回去了 你小妹还没走 不过这两天 她在跟着学校的人 招生凑热闹 说是什么要给你 物色有潜力的女朋友 楚云 这小妮子 又开始作妖了 说到这儿 楚夫继续道 儿子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大考你不用参加 照样可以上大学 等大学毕业之后 你就回来 跟着我就行 以后云城的城主 就是你了 看楚夫越说越远 楚云连忙摆手道 打住打住 这事儿 还有点远 不着急不着急 至于大学的事儿 你们不用担心 我自己能考上就上 考不上 我就不上 行了 我还有事儿 先出门了 前脚刚走出门一步 楚云又退了回来 对了 老爹 老妈 大姐他们走的时候 就没给我留点 什么傍身的东西 楚夫苗董 直接拿出来了 一把福祉和丹药 这是你四哥和五姐 走之前留给你的 你自己看着用吧 楚云打开一看 脸上大喜 不得不感慨 炼药天赋和俘虏天赋 真是厉害啊 有了这些东西 今天出门安全性 就有保障了 第六章 嗯 不错 是条好狗 少爷 前面就是异兽森林了 您确定 不用我们跟着吗 来到异兽森林外围 楚家的护卫 不放心道 楚云摆了摆手 没事 放心吧 我就是在外围随便看看 不进去 那 好吧 护卫们有些纠结 但还是同意了 身为楚家的老六大宝贝 还是个废物 护卫们不放心 也是正常 不过 以楚家在云城的地位 护卫们 确实也不用担心 楚云有什么危险 摆脱了根屁虫 楚云就独自一人 进入了异兽森林之中 他这次来 一是想试试 自己的实力 二就是想 刷刷技能熟练度 宿主 楚云 力量 八十 敏捷 七十五 精神 六十七 耐力 九十 道具 五 技能 八门遁甲 开门 修门 生门 熟练度百分之三十 海军六世 熟练度百分之三十 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面板 楚云有些期待 不知道 自己现在这个属性 能击败什么等级的凶兽 深入森林 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楚云整个人 也开始警惕了起来 他能感觉到 森林内部 比起外围 有着一种压抑的氛围 就好像有凶兽 随时刺激而动 发起攻击一样 事实证明 楚云的感觉 是对的 下一秒 楚云就感觉自己 被一双眼睛盯上了 再接着 一道黑影 就从背后 朝着他暴射而去 铁块 楚云几乎是下意识反应 直接施展 六世之中的防御技能 当 一道响亮的撞击声响起 就像是敲锣打鼓一样 估计那黑影 都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 坚硬如铁块 脑瓜子嗡嗡的吧 楚云咧嘴笑着回头 然后也看到了 那黑影的模样 原来是一条红色的小蛇 这玩意儿楚云 在书上见过 就是普通的初级凶兽 而且 是那种 又猜又爱主动攻击那种 用专业术语来说 就是嗜血 只不过 现在因为撞上了 施展铁块的楚云 小蛇此刻 正摊在地上一动不动 果然又猜又爱攻击 这就晕过去了 扑呲 趁他病 要他命 楚云直接结果了那小蛇 与此同时 楚云发现自己的技能 熟练度提升了 0.01% 同时 自己的属性蓝 也多了等级一蓝 等级 零级一阶 零级一阶连 我的防御都破不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 应该是高于零级一阶的 不过 这熟练度长得是真慢 看来都抓紧时间了呀 其实 楚云不知道的是 这种小蛇虽然又才又爱攻击 但对于刚觉醒天赋的灵级 一阶的觉醒者来说 还是有些难缠的 只能说 现在他自己的实力 可能比他想的要厉害一点点 而且 这小蛇有一种特性 一般都是抱团出现 所以 没走多远 楚云就看到了地面上 密密麻麻的红色小蛇 然而 楚云却没有半点恐惧 眼眸之中反而净显兴奋 这可都是满满的熟练度 于是 下一秒 末等小蛇攻击 楚云就直接冲了上去 蓝角 纸枪 铁块 剃 月步 第一门 开门 开 表连滑 眨眼时间 上百只红蛇都被楚云消灭了 地面上一片狼藉 而六十技能和八门盾甲技能的熟练度 也随之涨了2%左右 虽然很慢 但比起在家不停的训练 已经快很多了 而且 楚云猜测 自己杀掉等级高一些的异兽 应该能提升的更多一点 以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还能往里边再走一点 大致清楚了自己的实力范围 楚云也就敢更大胆地 继续深入异兽森林 第三门 升门 开 李莲花 哄 又是一场战斗结束 一具三头狼的尸体 直接倒在了楚云面前 与此同时 脑海中再次传来了系统的提示声 第一 恭喜宿主击败灵级四阶三头狼 等级信息更新至灵级四阶 八门盾甲熟练度提升至40% 解锁伤门 六式熟练度提升至40% 增加各方面 属性十点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四阶 力量 93 敏捷 88 精神 80 耐力 99 道具 爆炸服 加速服 力量服 气血丹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熟练度40% 海军六式 熟练度40% 看着自己最新的属性面板 楚云也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这一路杀过来 不但增加了熟练度 而且还提高了不少四维属性 更是开启了八门之中的第四门 第四门一开 也就算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八门盾甲状态了 但同样的 从第四门开起 对身体也就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 这八门盾甲虽然帅 但也有点玩命啊 但如果配合着修复身体的丹药 身体负重应该可以承受得住的 除此之外 楚云还发现 自己的耐力属性已经接近过百 嗯 真男人 耐力一定要足 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 过百之后会有什么效果 按照一般的计量单位 数值一旦过百 应该就会发生质变的吧 大考之前 争取把四维属性突破一百 就在楚云正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忽然感觉有人正朝着这个方向过来 那人速度很快 眨眼就来到了楚云面前 嗯 楚云 对方似乎认识楚云 有些诧异 但楚云却对对方没什么印象 你认识我 呵呵 云成楚家八个SSS天赋 就你是个普通人 云成还能有不认识你的人 对方淡笑着说道 楚云脸色一黑 干 原来是经典嘲讽反派来了 然而 就在楚云以为对方会狠狠嘲讽自己的时候 对方却丢下几句话 直接离开了 我知道你是凭借着家里的条件来这里的 但是 我告诉你 里边的范围不是你能进去的 光靠外里是不安全的 趁早回去当你的少爷吧 别把命丢在这儿了 行了 我还要去刷罐 没空跟你多说 大考第二 一定是我的 听到最后这句话 楚云终于想起来 这B是谁了 这不是前几天 二高觉醒S间隙天赋那小子吗 海里边太危险 不让我进去 这一寿森林 是你家开的 这么多B事 我偏要进去 不过 这货还挺懂事 知道第一是我的 他甘愿当第二 嗯 不错 是条好狗 第七章 偶遇灵雪小妮子 击杀兵营灵雀 随着继续深入森林 楚云发现 异兽相对没那么密集了 而且 但凡是能遇到的异兽 也比前边那些难缠多了 甚至有些异兽 还会相互打配合 但异兽的脑子 比起楚云的脑子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而随着楚云 击杀一头灵器五阶的 剑齿虎之后 系统解锁了一个 新的提示功能 那就是在 楚云遇到异兽之后 系统会提示 对方的等级和能力 而且还会提示 对楚云的危险程度 这倒是个不错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 楚云更不用担心危险了 遇到打得过的就打 遇到打不过的 撒腿就跑 就这样 楚云又在异兽森林 待了两天 而此时的他 全身属性又有了大变化 熟练度也得到了 不少的提升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六阶 力量 102 敏捷 97 精神 95 耐力 110 道具 爆炸符 加速符 力量符 气血丹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熟练度45% 海军六视 熟练度45% 这两天下来 楚云击杀异兽 获得了不少属性奖励 不但耐力突破了100 就连力量也突破了100 耐力突破100 楚云发现 自己开八门盾甲的时候 身体损伤程度减轻了许多 而力量突破100 让楚云的六视伤害 大大增加 现在他一招拦脚下去 形成的锋刃 斩断一棵大树 没什么问题 至于等级 因为他斩杀了一只 灵级六阶的凶兽 所以就更新到了灵级六阶 而楚云心里 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估计 自己现在的体数实力 差不多就对应天赋者的 灵级六阶了 总的来说 提升很大 正常情况 一周的时间 其余觉醒者 应该普遍在 三杠四阶比较多 就算是S级天赋 估计也最多五阶 后天就是大考了 今天还有一天时间 再待一上午 下午就回家 有了计划 楚云又一次钻进了 森林之中寻找靶子 暴躁了几只异兽之后 楚云忽然感觉到了异常 这片区域 有点过于安静啊 折腾了这么久 我才找到这几只异兽 虽然说越深入森林 异兽就会越少 毕竟等级越高的异兽 领地意识 就越强 但楚云还是觉得 这里有些少得太奇怪了 不出意外 这里应该是 被人清理过了一遍 有了这个想法 楚云在旁边找了找踪迹 果不其然 很快被他找到了 战斗的痕迹 根据周边的环境来看 还不是一个人 应该是一伙人 而且有元素系 有剑系 似乎还有幻兽系 估计是谁家少爷出来 历练了吧 楚云推断道 觉醒之后 想要快速修炼 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战 所以 每年觉醒一时结束 就会有不少人组队 来异兽森林 击杀异兽 中间楚云 遇到了几波 不过那些 应该都是刚觉醒的 学生临时配合 楚云并没有做过多的接触 就在楚云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感受到了一丝 熟悉的寒冷 犹豫了片刻 楚云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林叔 这兵营林却太狡猾了 似乎完全找不到踪迹了 一行人组成的团队里 站在最中间的女子说道 听到女子这话 被称为林叔的男人 一脸警惕 毕竟是灵极十阶的异兽 而且马上就要突破王级了 确实不好对付 在男人说完之后 有一个约莫高中生的男孩 带着爱慕开口 林雪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抓到那只 冰营林雀的 如果楚云在这儿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刚才说话的女孩 就是林雪 而后边那个男孩 就是二高觉醒S天赋的孙文艳 也是之前提示 不让楚云继续深入那个人 大家细心一点继续找 那冰营林雀 被我们打伤了 一定跑不远 林叔开口之后 一众人又开始仔细寻找 而在他们离开之后 楚云慢悠悠走了出来 真是巧了 在这儿也能遇到林雪这小泥子 不过 刚才他们说的冰营林雀是什么 还要突破王级了 回忆着课本上的 学习的理论知识 楚云大概知道 这群人的目的了 当异兽突破王级之后 身体内将会形成一颗金石 不同属性的金石 对于觉醒者 会有着很大的提升作用 林雪要找那冰营林雀 估计就是想趁着冰营林雀 突破王级之后 拿到其中的冰系金石了 不过 孙文艳那货 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 就在楚云站 在原地思考的时候 陡然 一股强烈的危机 赶从心中涌起 铁块 几乎是下意识的 楚云就施展了铁块 下一秒 楚云就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列火车撞上了一样 直接倒飞出去 好几米远 碰 直到撞断了好几棵大树 才算是彻底停了下来 卧槽 搞偷袭 不讲武德呀 楚云揉了揉疼痛的胸口 心中一阵后怕 要不是自己耐力 破百提供的额外防御加成 刚才那一下 怕不是直接要了老命了 而就在这时 刚才离开的一群人 也迅速返回了回来 这附近的异兽 已经被他们清理干净了 不用想 这边的动静 肯定是兵营灵雀引起的 当灵雪一众人返回到现场 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兵营灵雀 以及从地上爬起来的楚云 楚云 你怎么在这里 你没受伤吧 灵雪惊喜一声 连忙跑了上来关心道 楚云抬手打了个招呼 若无其事道 没事没事 我就是瞎溜的 然后被这伙偷袭了 哼 竟然敢偷袭你 我现在就宰了他 灵雪有些生气道 随后直接开启天赋 就朝着兵营灵雀杀了过去 而灵家那些护卫健壮 也都赶紧上去帮忙 这个时候 孙文艳却是面色不善 来到楚云身边 我说了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别以为你用家里给的东西 就能为所欲为 别忘了 你只是个 没有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我要去帮雪儿 对付兵营灵雀了 你好自为之 楚云不明所以 满头雾水 这哥们上次见面 还把豪狗演绎得淋漓尽致 怎么这会儿对自己敌意那么大 不过 想想也对 既然是狗 哪有不咬人的吗 嗯 问题不大 有他们出手 这兵营灵雀 应该撑不了多久 所以 楚云就老实呆 在旁边看戏了 第八章 男人 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长处 没浪费太长时间 这群人 就把兵营灵雀解决了 并不是王级 兵营灵雀太弱 主要是本来他就受了伤 再加上刚突破王级 整体的实力 其实也就在灵级八阶左右 楚云观察了他们的战斗 如果自己开四门直接上 一个人 也可以解决这兵营灵雀 同时 楚云还观察了 一下灵雪和孙文艳的实力 灵雪现在是灵级六阶 对于SSS天赋 和灵家的家境来说 这实力增长速度 算是不错了 等吸收了这精识 估计能直接跳到八阶 孙文艳是灵级五阶 这倒是 让楚云有些意外 自己只修炼体术 也差不多有了六阶之上的实力 难道自己这体术 比S级天赋还厉害 就在楚云分析两人的时候 灵雪上前 取出金石 然后 小跑来到楚云面前 楚云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 兵营灵雀 这颗金石 送给你 楚云 灵家护卫 孙文艳 一众灵家护卫吐血 我说大小姐 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这颗金石 你倒好 刚取出来 就送小青龙了 虽然咱家跟楚家的关系还不错 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孙文艳更是难受 她放弃自己修炼的时间 主动加入灵雪的队伍帮忙 现在倒好 金石到手一句谢谢 没有不说 她甚至感觉 自从楚云出现 她就被忽略了 她就搞不懂了 就算楚家再厉害 这个世界 没有实力 那也没用啊 楚家再厉害 能保护楚云一辈子吗 楚云自己没实力 如果有一天异兽攻城 那不还是炮灰一个 我没觉醒天赋 这东西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而且 你们出来 应该就是为了这金石 所以 还是自己留着吧 见楚云没有接受 灵家的一众护卫 都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怕 楚云直接拿走了 那他们回去 就没法交差了 那好吧 灵雪有些不情愿地收起金石 这个时候 孙文艳 为了找存在感 忽然走过来大笑道 是啊 灵雪 楚云没有觉醒天赋 没办法吸收 灵气也没办法修炼 这金石对他来说 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对了 楚云 明天的大考 你还要参加吗 孙文艳 这属于明知顾问 每年觉醒一事结束 虽然明确规定 普通人也可以参加大考 但天赋都没觉醒 参加大考 不是去丢人呢 所以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出现过普通人 参加大考的案例 听到孙文艳这话 楚云倒是没什么反应 灵雪这小妮子 可气坏了 直接冷着脸 对孙文艳道 孙文艳 今时我已经拿到手了 你可以走了 灵雪 你 孙文艳气得脸色涨红 自己帮忙 击杀兵营灵雀 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 还要赶自己走 哼 明天我们用成绩说话 孙文艳冷哼一声 也就转身离开了 再继续待下去 他也只有丢人的份 楚云见状耸了耸肩 玩得差不多了 我也先回去了 说完楚云转身就要走 灵雪连忙追了上去 楚云 我们一起走呗 这里这么多异兽 还能有个照应 你这实力 还用照应 我看是异兽 互相照应还差不多 嘿嘿 那我保护你不行吗 我堂堂七尺男 用得着你保护吗 对了 你没有天赋 你是怎么走得这么深的 男人 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长处 这是秘密 不能告诉你 长处 灵雪歪着头嘀咕一声 更加的好奇了 但灵雪身后 紧跟着的护卫 已经憋得脸色通红了 这楚家的老六 还真是个老六啊 大小间那么单纯 早晚会被带坏的 出了异兽森林 直接坐上灵雪家的车 回到市里 然后和灵雪单方面 依依不舍地分别之后 楚云就直接回家了 刚回家 楚云就被父母的爱包围了 不停地问东问西 问楚云 这两天干嘛去了 楚云只好老实交代 说自己去异兽森林了 就算自己不说 那群跟班也会说的 当楚父楚母 得知自己儿子 去了异兽森林 顿时就无比担心了起来 儿子 你别想不开啊 那里可都是 穷凶极恶的异兽 太危险了 你没有觉醒天赋 以后不能再去了 知道了吗 你放心 我们已经托人 帮你找好了大学 等过几天 你就可以跟着去上学 如果学校有人敢欺负你 我跟你爹 就去帮你出气 而且你小妹 也在那所大学 到时候 她会保护你的 听着父母给自己的安排 楚云不禁有些无奈 果然 虽然躺平很爽 但没有实力的 躺平跟有实力的躺平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 楚云打算说实话了 爸 妈 其实我不是普通人 听到楚云这话 楚父楚母都是一愣 楚云解释道 我是没有觉醒天赋 但是这并不代表 我就是个废物 我可以修炼体术啊 照样可以击杀一兽 虽然历史上 还没有普通人修炼的案例 但这并不代表 就完全行不通啊 只不过 修炼速度 可能会慢点而已 这话 是楚云故意 安抚楚父楚母的 其实她的修炼速度 一点都不慢 甚至可以追得上 S天赋的觉醒者 但她怕说出来 自己爹妈太震惊 楚云本以为 自己说完这话 楚父楚母 依然会反对 可没想到 楚父 却一脸认真道 其实 历史上并不是 没有普通人修炼的案例 哈 这次轮到楚云震惊了 全民觉醒天赋时代 竟然真有普通人修炼的案例 为什么她从来都不知道 老爹 真的假的 你们不会为了给我信心 故意这么说的吧 楚云有些不信道 楚风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 不过 你确定 你要修炼体术 你要知道 就算你付出再多的努力 再多的汗水修炼体术 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S级力量 细觉醒者取得的成果高 楚云点头 这个我知道 不然没有觉醒天赋的人 也就不会是普通人了 觉醒天赋 哪怕是 最次的S级天赋 也远远超出 普通人数倍 但楚云是个挂笔 自然不用担心这一点 那你现在有什么水平 刚开始 楚风好奇地 看着自己儿子 嘿嘿 要不试试 楚云挑了挑眉 走 去练功房 半小时后 楚风和楚云 从练功房出来 楚云鼻青脸肿 楚风满脸激动 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以后 谁要是再说我儿子 是废物 我第一个废了他 天才 我儿子 才是真正的天才 楚母看着这父子俩的情况 一头雾水 但别的先不说 把儿子奏成这样 楚风 你给我滚过来 十几分钟后 看着和自己同样 鼻青脸肿的老爹 楚云黑黑笑道 老爹 得进而步 滚 第九章 大考开始 要不躺平包大腿 第二天一早 在家里吃过早饭 楚云就跟父母告别离开了 今天就是大考的日子 所以 他要回学校 跟班级的学生 一起去考场 虽然这次大考 楚府会亲自主持 他完全可以 跟自己家人一起过去 但没什么必要 他楚云 可不是那种张扬的人 楚云离开家后 楚母就一脸好奇地 看着楚父 楚风 你跟儿子昨天下午 到底怎么回事 小云不是没有觉醒天赋吗 你确定 要让他去参加大考 楚风神秘一笑 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跟你说正事呢 别闹 楚母瞪了楚父一眼 楚父没好气道 我是让你看我的肚子 你想什么呢 楚母闻言 瞪了楚父一眼 那你不说清楚 随后也是把视线 转移到了楚父的肚子上 接着 楚母瞬间瞪大了双眼 一脸震惊 楚父黑黑笑道 看到了吧 这是你儿子干的 要不然 你以为我昨天 会把他做成那样 这小子 隐藏得可真甚 我们都被他骗了 虽然他没觉醒天赋 但他在我心里的天赋 不亚于SSS级 我就说嘛 我楚风的仔 怎么可能是废物 行了 我们也该收拾收拾出发了 大考很快就开始了 全民觉醒天赋时代 力量和资源 才是王道 所以 大考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只有在大考考出好的成绩 才能进入更高等的学府 然后才能进行最全面的训练 想用最高权限的资源 准确来说 大学才是这群学生的开始 而经过大学的锤炼 这群人才可以进入军队 成为抵制异兽的中流砥柱 为这个世界的安稳做出贡献 班级里 很多同学都在兴奋地议论着 哇 你们这么快都四阶了呀 B级天赋 果然牛逼 我前几天 小命差点搭进去 才提升到二阶 别提了 我也才三阶 话说 你们找好队伍了吗 是自己考开始组队考 我肯定是要组队了 我可是辅助 自己考 简直就是送死 今天来的都是 觉醒了天赋的同学 那些没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很明显 全部都放弃了大考 就在这时 楚云的出现 让班级的议论 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楚云看了过去 然后 再次议论起来 我去 我没看错吧 楚云竟然来了 真的假的 他不是没觉醒天赋吗 是啊 大考可是不允许 建外力的 他总不能用符纸 兵器之类的强行考试吧 这可不好说 他爹是城主 说不定有特权呢 这事儿城主的地位 可不好用 就算有特许 也是私底下进行 算了算了 反正他估计 第一关都过不去 对于这群人的议论 楚云不以为意 觉醒天赋之前 很多人都以为 他是SSS级 再加上 楚家的地位 对他第三下四 很正常 但觉醒之后 就是强者为尊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这点B数 楚云还是有的 所以 他也不是那种 在哪里 都需要别人奉承的 无脑夫二代 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自己今天来是考试的 并不是 跟这群人斗嘴的 而随着灵雪的道场 所有人的议论对象 立马就转变了 灵雪可是这次大考的大腿 只要能抱上这条大腿 大雪还是可以随便挑的 灵雪女神 我们组队吧 我是A级天赋 技能强化 能让你变厉害 女神 我是恢复类辅助 有我在 你绝对无敌 女神看我 我可以给你附加状态 我们组队原地起飞 面对班级同学的组队邀请 灵雪置若罔闻 进来教室的第一眼 他就看到了楚云 所以 忽略所有人的组队邀请 灵雪直接来到了楚云面前 楚云 我们一起组队大考吧 看到这一幕 班级的同学全都明白了 怪不得楚云今天还敢来考试 原来是打算抱着灵雪的大腿呀 不过 这完全属于作弊好吗 等成绩出来 那些大学看到楚云的信息之后 是肯定不会认可这个成绩的 这群人很嫉妒 但他们没有办法 楚云抬头看了一眼灵雪 有些吃惊 看来上次的金石对他提升不小 现在的他 已经是灵级八阶的实力了 这个实力 夺得省状元 估计是没什么问题的 毕竟 今年好像九云成出了SSS天赋 其余几个事 最好的也是S天赋 要不 躺平拿个第一 据说第一好像还给奖品呢 两个人组队 奖品会不会给双份 老实说 一开始 楚云是打算自己考试的 以他现在的实力 其实也能拿个不错的成绩 特别是昨天晚上 楚风又给楚云来了场家训 直接导致 现在楚云的四维和技能熟练度 又有了暴涨 事实证明 不一定只有杀怪才能变强 挨打有时候也可以变强 行 那就组队 楚云直接点头答应 林雪文言 眼睛眯成了月牙 太好了 这样我们 就能上同一所大学了 其实林雪来之前 试图联系楚云 跟他组队 但一直没联系上 没想到 楚云竟然先一步来教室了 他还担心 楚云真的会放弃 今天的大考呢 虽然作为一个 没有觉醒的普通人 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 但在林雪心里 楚云从来都不是普通人 很快 班主任来到了班级 当班主任看到 楚云也来签到的时候 整个人也是有些惊讶的 但看到楚云身边的林雪 他就释然了 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只是 楚云不担心给他老爹抹黑吗 毕竟 前几天消息 都满天飞了 楚云是个没觉醒天赋的废物 结果现在又抱着 SSS天赋的大腿考试 就算成绩出来 恐怕大学那边也不认 但这就不是他这个 小小班主任操心的了 签到完毕 班主任给了学生们 一人一个传送室 使用手里的传送室 你们就可以直接去考点了 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加油吧 骚年慢 第十章 百烂小队缺人 CPDD 当所有的学生使用传送室之后 身体立马出现了一种拉扯感 然后就被传送到了一个诺大的空间 这空间 可比云城的中心广场大多了 容纳了上万名考生 空间还显得绰绰有余 空间的中心 有一栋直冲云霄的建筑 考生们知道这就是每年的考题 看似像一栋建筑 实则是一个秘境组合 能在秘境之中走多远 也就代表着考生的成绩是多少 据说 秘境一共分两个部分 总共一百层 前十层是考验一些理论知识 后九十层则是考验实战 实战对象都是这个世界已知的异兽投影 实力会从零级一阶缓慢增长 层数越高 难度也就越大 就在所有考生都在打量考场的时候 云城城主以及各高中的校长也来了 现在距离考试还有半个小时 这个半个小时你们可以思考 是组队考还是一个人考 同时也要考虑自己要参加什么难度的考核 难道越高 积分也就越高 成绩当然也就越好 这关乎到你们的未来 所有人都要慎重选择 城主话音落下 现场所有考生都激动了起来 早已经准备好组队的考生 都在互相寻找对方的身影 而那些没有提前准备的 也开始临时抱佛脚 兄弟们 我B级赶知天赋 有没有组队的呀 老哥老弟看一看了呀 我C级防御天赋 可以帮你们当肉盾 了解一下 换兽系黑熊天赋 求个队友 白烂小队缺人 CPDD 看着这群临时组队的考生 楚云无奈摇了摇头 果然 就算自己是普通人 也不见得就是垫底的 灵雪嘻嘻一笑 毫不在意 没事 楚云 我们两个组队 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的 就在这时 二高的孙文艳 又找过来了 楚云 你竟然还真敢来参加大考 看你这样子 你是要拖累灵雪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多一个人组队考试 积分是需要评分的 当然 前提是中间退出 如果能全部通过100层 那积分就不需要评分 只是 这么多年 从来没人能突破100层 也就没人做到过 我说 你是二高的吧 你有完没完 我凭本事拖累别人 你管得着那么多吗 你有本事 你也去找个漂亮妹子组队啊 楚云几句话 直接呛的孙文艳 不知道该说什么 脸色随之涨红 这边的动静 很快被周围的考生注意到了 当这些考生注意到 楚云也来参加大考之后 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我去 我没看错吧 那不是楚云吗 是啊 梅觉醒天赋的废物 梅觉醒天赋还赶来大考 她在想什么 没看人旁边那个吗 SSS天赋的灵雪女神 觉醒那天你忘了 她这不是拖累女神吗 也不知道灵雪怎么会答应的 别忘了 楚云她爹是城主 估计给了灵家什么好处吧 就算灵雪成绩被影响 SSS天赋 你觉得考试成绩重要吗 果然有权可以为所欲为啊 行了吧 就算走了后门又如何 那不还是个废物 等面对异兽的时候 她就知道普通人和觉醒者的恐怖了 老哥牛啊 你什么天赋 要不咱组个队 F召唤天赋 受宠 滋水亡八 告辞 莫名其妙成了全场的焦点 楚云也是有些无奈 果然 自带光环的男人 是主角没错了 看来小时候的光环 又要开始慢慢回来了 与此同时 台上的校长们 也有点不淡定了 城主 您让楚云也来参加考试了 二高的校长表情古怪问道 其余几个校长也是一点好奇 当初 他们也都对楚云充满了希望 都以为楚云会觉醒SSS天赋 可谁知道 别说SSS天赋 楚云直接来了的觉醒失败 可是给了所有人 一个大大的惊喜 楚风看向一众校长 笑呵呵道 我知道你们是想说 一个废物来干什么 几个校长文言一阵尴尬 他们确实有这个意思来着 楚风道 不过 这个问题暂时保密 等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校长们齐齐翻白眼 不用看 我们已经知道了 楚云站在灵雪旁边 摆明了是要一起组队 虽然说 城主一直都互犊子 可这种做法 多少还是有些让人不耻啊 而且 就算有了考试成绩 当大学那边 拿到楚云的档案之后 发现没有天赋 人家会同意楚云入学吗 云封看着这几个老东西的表情 也知道想的是什么 不就是觉得自己儿子吃软饭 躺平来的吗 你们就给我等着吧 待会儿 你们将会见证 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眨眼半个小时过去 随着一高校长发话 大考也算是真正的拉开了序幕 所有同学都要注意 今年的考试跟往年一样 文化题难度统一 实战题分三个难度 普通 困难 噩梦 难度越高 积分也就越高 但考试获得更高的积分虽然重要 你们的安全却更加重要 发生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弃考试 都明白了吗 随着一高校长声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齐齐喊道 明白 一高校长点了点头 好 那我宣布 今年的云城大考 正式开始 说完 一高校长拿出一块金石 直接打入了考场中间的那建筑 下一秒 建筑大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个漩涡式的黑洞 然后 一股巨大的犀利传来 笼罩了所有考生 现在只要考生心念一动 就可以进入建筑 开始大考 楚云和林雪护士一眼 点了点头 两人直接进入了考场 其余考生见状 也都陆续跟了进去 文化课考试很简单 只要答对了眼前的题目就行了 一共十关题目 只要有一个人答对就行 所以 对于四个人组队考试的队伍来说 这就是送分题 哪怕一人一个答案 也能中一个 当然 遇到填空题就没招了 楚云文化课成绩其实不错 但在林雪面前 还是林雪更胜一筹 所以 刚进考场 楚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躺平 林雪 辛苦你了 希希 放心吧 你就坐那里看着我就行 第十一章 噩梦及难度 他怎么敢的 对于学霸来说 前十层的文化课考试 就是送分题 内容几乎都是关于 益寿信息 以及天赋之类的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林雪和楚云 已经是结束了前十层的考试 而别的考生 也就才进行到第七层的样子 至于楚云在前十层的表现 完全就是一个躺平的混子 所以 几个校长再度看向了 城主楚风 虽然没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说 城主 你确定让你儿子抱大腿这事 用得着保密 这就是你刚才神神秘秘 让我们看下去的原因 现在好了吧 全城的人都知道 你儿子是摸鱼来了 嗨嗨 楚风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真的这么混 前十层的文化题几乎没什么难度 这臭小子竟然一进去就坐下躺平了 现在弄的所有校长都怀疑自己是让儿子抱大腿 混个成绩了 就在楚风准备解释的时候 考场里 林雪和楚云 已经是开始选择实战事题的难度了 楚云 我们选困难应该就可以了吧 林雪说着就要做出选择 但楚云却是抬手拦着他道 敢不敢试试噩梦极的 啊 林雪文言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 他本来确实想挑战噩梦难度来着 毕竟难度越高 积分就越高 成绩也就越好 但因为带上了楚云的关系 他才想保险一点 选择困难难度 这样 起码能保证多闯几层 俩人的平均积分也更多一些 如果运气好能闯到一百层 那俩人基本上可以保送一流大学了 只是 现在楚云主动要求选择噩梦极 林雪小脸上不免有些纠结 他怕自己噩梦极闯不过去几层 反而拖累了楚云 楚云一眼就看透了林雪心中所想 嘴角勾起 递过去一抹安心的笑容 放心吧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然后 楚云直接伸手做出了选择 爹 考生林雪 楚云 选择噩梦极 幻境难度 实战考试现在开始 请考生做好准备 林雪 他其实有点不太相信 他自己 不过 已经来不及后悔了 与此同时 外边观战的众人 看到俩人选了噩梦极 眼珠子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楚云他疯了吧 他是自己不想考 还要拖累林雪吗 噩梦极 云成上一次开启噩梦极考试 还是处下高考的时候吧 疯了 一定是疯了 城主 您确定不管管吗 几个校长齐齐转头 看向了楚风 然而 楚风也被自己儿子这一手惊呆了 他知道 楚云在体数上有些造诣 甚至天赋不亚于 觉醒者SS级别的天赋 这是他那天跟楚云实战之后 得到的结果 可就算是两个SSS级天赋的人 也不一定能闯过去 噩梦级别的实战考试 现在楚云这一手 还真是给他这个当爹的吓到了 但 好歹楚风也是云城之主 很快 他就调整好了自己的表情 然后看了这几个校长一眼 淡定到 瞧你们紧张的样子 我刚才不说了吗 你们往后看就知道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听完楚云说这话 几个校长全都暗自撇了撇嘴 别以为我们刚才没看到 你也被吓到了 恐怕你也没想到 您儿子会这么捣乱吧 唉 好好一个SSS天赋 就被这么拖下水了 本来他们还想看看 凌雪能不能破了往年的考试记录呢 不过 既然城主让我们往后看 那我们就期待期待会 有什么吧 等几个校长回头一看 好吗 楚云已经又躺平了 而第一层的凶兽 已经被凌雪解决了 其实楚云本来没打算躺平的 因为击杀凶兽 他不但可以获得熟练度 还能随即获得属性提升 只不过 还默等他出手 他就发现 凌雪已经解决了第一层的一手 而且 他同样得到了属性提升 既然不动手 也能刷熟练度 楚云当然是把躺平贯彻到底啊 而且 他一个普通人 抱上大腿 躺平很过分吗 宿主 楚云 等级 零级七阶 力量 120 敏捷 108 精神 110 耐力 132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熟练度49.7% 海军六世 熟练度49.8% 扫了眼最新的属性面板 道具没有是因为考试不能携带 所以提前放家里了 敏捷和精神属性突破100 是上次被老爹揍的 突破之后 楚云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速度有了质的变化 而精神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如果面对可以影响心神的觉醒者或者凶兽 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应该会大打折扣 不过 相较于属性的突破 楚云最期待的还是八门盾甲的熟练度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 应该马上就可以开五门了 开了第五门 身体会再一次发生质变 到时候它的速度应该足以带动空气先动地面 而在这叠加之下 本身的速度属性突破100 会让第五门开启之后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至于具体实力能有多少 就要看看这噩梦级的幻境给不给力了 就在楚云思绪飘荡的时候 灵雪已经开始独自面对第二层的凶兽了 这一层的凶兽不是兽 而是植物 独刺藤蔓 这种藤蔓攻击性不强 但防御和毒素是它的优势 只可惜 这一切 在兵系SSS天赋下 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一发冰球竖过去 藤蔓就被冻上了 紧接着再来一发 独刺藤蔓就变成了碎块 这噩梦级幻境 是不是也太容易了 楚云小声嘀咕道 但灵雪却是有些担心 对于她目前的实力来说 这前几层确实是挺容易的 但后边可是还有几十层在等着他们 这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 灵雪估计自己这状态 能闯过去三分之一 可能就不错了 不管了 能走多远走多远 反正我跟楚云积分一样 就可以上同一所大学 想到这儿 灵雪也就不担心那么多了 第十二章 楚云该不会是什么隐藏天赋吧 心中没了杂念 灵雪果断开启了横推模式 看得楚云都有些惊讶了 SSS级天赋果然不是呆呆 楚云砸了砸嘴 然后再次看向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楚云 等级 零级七阶 力量 124 敏捷 111 精神 115 耐力 140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熟练度49.9% 海军六视 熟练度49.9% 四维属性又增加了不少 熟练度也就差最后一点点了 重点是自己啥也没干 直接躺平 这可比去异兽森林刷怪提升快多了 一眨眼 灵雪和楚云已经闯到实战的第二十层了 这一层 怪物的实力有了明显的变化 已经二十层了 这之后 凶兽投影可是质变 灵雪估计要支撑不住了 哎 要是困难级 估计他们还能多走一些 虽然噩梦级积分比较高 但现在两个人平均一下 还是不如选择困难级 如果没有楚云 或许林雪能走得更远一点 可惜了 观战台上 几个校长都在惋惜 他们替林雪心疼 好好一小妮子 怎么就带了个废物呢 就算他是城主的儿子 也不能浪费自己的前途啊 而且 林雪为了不让楚云 受到一点伤害 每一场战斗 基本都要多浪费 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保护楚云 不被凶兽盯上 这就导致 林雪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大打折扣 而且消耗巨大 终于 两人来到了二十二层 竟然是王级的凶兽 这才二十多层 林雪心底一沉 本以为带着楚云 他能闯到五十层左右 现在看来 说不定三十层都是一道坎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从林雪身后传来 林雪 我来吧 你休息会儿 林雪听到声音 愣了一下 下意识歪头 满脸疑惑 哈 他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 楚云 可是没有觉醒天赋的人 这里的凶兽 可不是只有蛮力 就可以解决的 楚云 这凶兽 林雪正要解释 却见眼前的楚云 突然消失了 这是 怎么回事 林雪瞳孔猛的一缩 他一个灵级八阶的 SSS天赋觉醒者 竟然没看清楚 云的动作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雪却听到 考场的提示声 22层顺利通过 林雪彻底猛了 怎么就通过了 下意识回过头 看向凶兽所在的位置 林雪就看到了 浑身冒着绿光的楚云 笔直地站在 那群凶兽中间 一瞬间 林雪眼睛瞪得老大 楚云是觉醒者 与此同时 观战区的人 也全都傻眼了 整个观战区 安静的一批 落真可闻 你们 看清刚才 发生什么了吗 一高校长声音颤抖 表明了 他此时内心的 极度不平静 没 没看清 速度太快了 其余结果校长 有些羞愧到 然后 他们想起了 刚才楚风说的话 于是 所有人看向了楚风 城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楚云到底觉醒了 什么天赋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继续往下看吗 难道SSS天赋之上 真的还有隐藏天赋 所以 那天觉醒时没测出来 这其实是他们几个校长的推测 对于楚云没觉醒这事 他们总觉得不对劲 所以 后来有过这种猜想 现在看来 他们的猜想 是对的 听到几个校长的声音 楚风也终于回过神来 嘿嘿 嗯 对 这就是 为什么我刚才 为什么让你们继续 看下去的理由 楚风故作淡定 其实内心 早已经翻江倒海 几个校长 见状 齐齐翻了个白眼 刚才楚风明明 都被震惊得 何不容嘴了 很显然 他也是刚知道 楚云的能力 但对于楚云 觉醒这事 楚风倒是可以肯定 只是这个实力 好像比那天 跟自己对战的时候 又变强了 小云 确实没觉醒任何天赋 也没有隐藏天赋 楚风回到 什么 没有任何天赋 那他这是怎么回事 浑身绿光 不应该是木系的 什么天赋吗 几个校长 更加震惊了 他们觉得自己的三观 有些被颠覆了 而这个时候 楚云已经再一次 秒杀了23层的凶兽 关战邪 开了渡门 实力果然提升了许多 特别是速度 但对身体的负担 也大了不少 还好耐力属性的提升 几乎抵消了 对身体的影响 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变化 楚云内心 也是按捺不住的机动 就在刚才 21层通过的时候 楚云两个技能的熟练度 全部来到了50% 八门盾甲 顺利开了第五门 而六式的变化 则是威力 又提升了不少 除此之外 系统还奖励了一个好东西 暴击卡 使用之后 在楚云击杀凶兽的时候 有机会 获得双倍 或者三倍 来至十倍的熟练度 或者属性提升 但前提是 必须楚云 亲自击杀凶兽 这可是提升实力的力气 这也是为什么 从22层开始 楚云不躺平了 直接自己出手 当然 他也看出来了 灵雪消耗有点大 回过神 灵雪一脸惊喜地走了上来 楚云 你觉醒的是什么天赋 楚云回到 我没觉醒天赋 灵雪 你骗谁呢 没觉醒天赋 浑身冒绿光 而且还这么厉害 如果我说 这是体数 你信吗 花音落下 楚云再次消失在原地 体数 灵雪再次震惊地长大了小嘴 默等灵雪回神 楚云一个人 又很轻松地解决了这一层的凶兽 两人眨眼 来到了25层 楚云越战越勇 几乎用不到灵雪出手 而现场的情况 也从一开始楚云躺平 变成了灵雪躺平 虽然没搞懂是怎么一回事 但灵雪很享受这种 被保护的感觉 嗯 他并不知道 楚云是怕他抢经验 所以才不让他出手的 这可是刷熟练度 和属性的好机会 楚云可不想错过 如果有可能 这次大考结束 楚云的目标是 四围属性突破200 八门盾甲最好可以开到第七门 第十三章 我的天 楚云竟然还会飞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属性加2 叮 触发暴击 宿主力量加20 叮 宿主击杀王级二阶凶兽 八门盾甲熟练度正0.5% 叮 触发暴击 宿主八门盾甲熟练度 正5% 听着脑海中不断传来的提示声 楚云可以说是越战越勇 此时的他 四围属性已经平均突破了150 技能熟练度更是来到了55% 距离开第六门 也就差5%的熟练度 这种强大的加成 让楚云的战斗力直线飙升 按照楚云的推测 一开始 就算他五门全开 再加上六十 再加上了灵血配合 两人可能最多闯到50层就不错了 毕竟这可是噩梦级别的挑战 但现在吗 楚云的觉得未必不能通关 因为他现在的成长速度 一点不亚于难度的提高速度 蓝角 秀 碰 一道锋刃从楚云的脚下暴射出去 紧接着 一头巨大的钢铁犀牛 硬声道飞出去 直到撞在墙上 并且狠狠地镶嵌了进去 才算停了下来 而钢铁犀牛的皮肤上 露出了一道触目心惊的割痕 看起来就像是 被人拿着大砍刀砍了一下似的 看到这一幕 观战席的几个校长 以及楚风再次被惊呆了 城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 楚风其实觉醒了很多个天赋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天赋太多 所以觉醒时才没有反应 我就说 楚云有大地之姿 此子恐怖如斯啊 城主 城主 校长们齐齐看向楚风 楚风慢慢拍反应过来 啊 啊 你们说什么 怎么了 楚风合了合嘴巴 平复了一下内心的震撼 牛逼 实在是太牛逼了 他楚风吓得在 果然个个都是天才 城主 截止到目前为止 楚云已经使用了不下三种天赋了 我们再考虑有没有可能 楚云其实是一个奇迹 所以 觉醒时测不出来 要不我们报给上边吧 楚风摆了摆手道 不用 我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们 楚云就是没有觉醒天赋 不可能 二高校长第一个不信 楚云抬脚使用的锋刃 比孙文艳的剑气伤害都高了 怎么可能没有觉醒天赋 其余几个校长 虽然没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 也是摆明了不相信 楚风得意到 就知道你们不信 可是你们 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种可能 体术 体术 几个校长文言 都是一论 体术这玩意儿 曾经倒是流行过 因为天地刚开始发生异变的时候 普通人是没办法觉醒的 但为了生存 开始有一部分人奋起反抗 慢慢地 开始有特殊的人类出现 那些人力能刚顶 快如疾风 身体素质远远高于普通人 可以说 那群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功臣 如果没有他们 这个世界早就被凶手占领了 不过 后来有一天 这个世界再次一变 开始有人能觉醒天赋 这些人哪怕觉醒最刺激的天赋 也要比之前那些人更强大 于是 慢慢地 就没有人再考虑修炼体术了 所有人都把精力 放在了天赋的修炼之上 久而久之 也就没有人知道体术的事了 现在听楚风突然提起 几个校长还有些感慨 只是 说楚云这是体术 他们还是有些不太信 体术怎么可能比 觉醒天赋还厉害啊 没看到林雪一个SSS天赋的天才 站在旁边都看妈了吗 是的 没错 林雪已经妈了 本来她还想着带着楚云起飞 然后一起上同一个大学 可现在看来 好像是她被楚云带飞了 第三十九层挑战顺利通过 四十层挑战即将开始 林雪 实战第四十层 也是整体考试的第五十层 这算是一个过渡点 也算是考试的第一个大boss 此时 选择困难难度的考生 也差不多前后来到了第五十层 斩钢闪 孙文艳大喝一声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孙文艳眼前宛如石块一样的巨兽 瞬间坍塌 化作一个个小石头 终于过半了 孙文艳喘着粗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一层的战斗 消耗了她不少的力气 不知道林雪闯到了第几层 她带着楚云那个废物 凶兽难度会增加 所以应该不会太快 说不定 我还有机会夺得第一名 恐怕外边的校长们 都已经被我的实力惊呆了吧 看来我不能继续休息了 要赶紧开始后边的挑战 想到这儿 孙文艳自信一笑 也顾不上休息了 直接爬起来 再次开始挑战后边的关卡 她要在所有校长和城主面前 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强大 与此同时 楚云和林雪 也进入了第一个boss关卡 这关的boss 跟孙文艳遇到的差不多 同样是很多碎石组成的巨人 只是 这巨人比起孙文艳遇到的那个 更加的棘手 这不仅仅是石块组成 在石块的表面 还覆盖着一层紫金 不用想 这玩意儿的防御 也要比普通的石块高出许多 然而 这还不算完 就在楚云准备攻击的时候 那石块忽然捶了一下地面 紧接着 两只黑色大鸟 被她召唤了出来 这一层竟然是三个boss 楚云小小惊讶了一下 楚云 我和你一起战斗吧 这时 林雪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上来道 刚才光顾着被楚云震惊 她都忘了自己是 可以帮忙的了 这两只鸟 对于楚云来说 应该是个麻烦 自己使用兵器的法术 或许还好对付一点 然而 楚云却是摇了摇头拒绝了 这么好的经验宝宝 她可不舍得让给林雪 而且 楚云有预感 这三只boss的奖励 绝对要比前面的小罗罗更刺剑 可是这两只鸟在空中 你不好 林雪话还没说完 眼睛忽然瞪得老大 因为她发现 楚云竟然一步一步走上了空中 我的天 她还会飞 同一时间 观战喜也惊呆了 第十四章 空间系 火元素系 她到底拥有多少天赋 楚云当然不会飞 她不过是使用了六世之中的月步而已 月步 短时间内多次踩踏空气 以获得推进力来进行浮空和移动 其实有点类似武功踢云纵 而且 由于楚云熟练度达到50% 六世也都发生了质变 所以 楚云没踩一脚 所爆发的推进力要远远大于之前 如此一来 楚云就可以减少踩踏空气的频率 这也就是为什么 观战喜的人会觉得 楚云是一步一步走上空中的 看起来更像是飞起来了一样 死 空间系天赋 楚云到底拥有多少天赋 校长们又震惊了 他们愈发觉得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肯定是因为 楚云觉醒的天赋有一一点多 所以 觉醒时才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小子 那天到底隐藏了多少 楚云的父亲也是一脸猛逼地看着 从一开始 楚云的表现就超出他的预料了 现在更是越来越离谱 他都有点看不透自己这个儿子了 再说楚云 对于近战来说 最怕的 就是这种远程的飞鸟 因为够不着 就根本没办法输出 但现在 楚云可以近距离接触飞鸟 那也就代表 飞鸟的优势 全部都没有了 看着从地面走到他们面前的楚云 两只飞鸟都有些猛逼 这特么是人是鸟 它怎么也会飞 然而 楚云可没多给他们心理活动的时间 纸枪 蓝脚 左手一个指枪 右腿一个蓝脚 两只飞鸟瞬间被楚云解决 摊在地上 头上有小飞鸟不停地旋转 而接下来就剩地面上那个大块头了 刷 刷 刷 楚云又使用乐部提高了一些身位 之后五门秒开 一招李莲花下来 哄 那紫禁巨人几乎是一瞬间就直接变成了碎款 三夕之间 彻底结束了战斗 所谓的难度关卡 就这么被秒杀了 卧槽 观战席 几个校长忍不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甚至都没注意自己因为激动爆了粗口 震惊 他们实在是太震惊了 堂堂一个boss和两个精英怪 而且还是最难处理的那种 竟然就这么被楚云秒杀了 承主 你确定这是体术能造成的伤害 震惊之后 几个校长齐齐看向了楚风 此时的楚风也是一脸激动 他也有点不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体术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儿子觉醒了很多个天赋 这小子一直在扮猪吃虎 对于外界的猜测 楚云是完全不知道的 就在他解决完三个小boss之后 脑海中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爹 恭喜宿主获得力量 耐力属性加30 爹 恭喜宿主获得敏捷属性加10 爹 恭喜宿主获得熟练度提升 楚云心里一喜 打开最新的属性念板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七阶 力量 180 敏捷 165 精神 160 耐力 199 道具 5 技能 八门遁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熟练度58% 海军六事 熟练度58% 因为是考试的关系 面对的凶兽都是虚影 所以 等级信息倒是没有更新 但四维属性已经是大幅度提升了一波 力量和耐力属性直逼200 当时突破100的时候 楚云就得到了特殊加成 现在属性马上达到200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楚云心中不仅有些期待 不过 更让他期待的是八门遁甲的熟练度 现在考试过半 已经快要开第六门了 或许通关之前 真的有机会开七门 七门开了 八门遁甲 基本就算是大成了 至于第八门 不到必死的情况 楚云是不会用的 死门一开 那就真的死的 小日子还没过够 楚云可没隔屁的想法 现在的他 只想赶紧通关 疯狂提升熟练度 于是 楚云直接开始扫荡 接下来的关卡了 或许是因为属性的提升 再加上 后边又变成了小关卡 楚云觉得 接下来的关卡 明显比50层简单多了 但同样 奖励也没50层丰富 不过 积少成多 当楚云到了第八十层的时候 第 八门遁甲熟练度达到60% 恭喜宿主解锁八门遁甲 第六门 锦门 第六门 终于开了 第 第八十层考核通过 第八十一层考核即将开始 听着考场内的提示声音 林雪小嘴张成了O型 这就八十层了 还有二十层就通关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到底谁才是SSS天赋 林雪人有点傻了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 用什么词语 来形容自己对楚云的震惊了 不过 楚云越强 他越替楚云开心 倒是真的 八十一层 楚云再次遇到了几只怪鸟 比起五十层遇到的那两只 这几只明显实力强了很多 不过 见识过楚云会飞 观战席的校长们 已经不担心 因为距离问题 给楚云带来的麻烦了 然而 就在校长们 以为楚云会再次飞上去 秒杀怪鸟的时候 楚云却直接开启了颈门 然后使用了吵孔券 顿时 只见楚云的出拳速度 快到模糊 随着一阵阵破风声响起 楚云拳头与空气接触的地方 开始出现了一个个的小火球 小火球朝着天上的怪鸟 暴湿而去 几乎是眨眼时间 火球染红了整片天空 宛如孔雀尾 一样耀眼 看到这一幕 观战席的校长们 再一次不淡定了 什么情况 火系的法术 他竟然也会 难道他还拥有 火元素系天赋 楚风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特么我竟然 被这小子耍了 一开始 楚风是相信 楚云修炼体术的 可现在 一幕接着一幕的出现 楚风已经不相信 楚云真的没有天赋了 离谱 离了大谱 这小鼻崽子 竟然连轻爹都忽悠 半晌后 一众人冷静下来 不禁陷入深思 如果 楚云真的像他们猜的一样 拥有很多个天赋 那这恐怕 不仅仅是天才了吧 这简直就是妖念 人类觉醒史上的一个妖念 第十五章 疯狂突破 校长们猛逼 楚云还是精神械 就在整个观战席 都震惊楚云天赋的时候 楚云已经又轻松闯过了两层 此时 楚云和灵雪 已经来到了第八十四层 而楚云的属性面板 也再次发生了变化 叮 恭喜宿主力量属性突破二板 激活属性加成 忽视对方20%防御 叮 恭喜宿主耐力属性突破二板 激活属性加成 可免疫八门盾甲对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 仅限于前六门 忽视防御 变相等于增加破坏力 而最重要的 还是耐力属性的新加成 直接抵消了颈门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才是楚云最看重的奖励 有一说一 虽然楚云也有变强的想法 但家里那么多SSS天赋撑腰 他其实还没到完命的地步 如果能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变强 那是最好不过的 虽然八门盾甲很强 但楚云更期待熟练度拉满之后 解锁一个普通的攻击技能 最好是别给身体带来负担那种 八十四层的凶兽 是五只火焰蜥蜴 普通蜥蜴的外表 背部却燃烧着火焰 这种蜥蜴会发出火属性攻击的火球 嘻嘻 楚云 这个交给我吧 火属性 我最好对付了 这个时候 灵雪终于按耐不住走了上来 没等楚云说话 直接就发起了攻击 一瞬间 楚云只觉得周边的温度都低了许多 而那蜥蜴背部的火焰 似乎也暗淡了不少 虽然楚云想刷属性和熟练度 但这种情况下 也不是不能跟灵雪配合 行 那你就负责牵制他们 击杀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毕竟女孩子家家的 还是不要那么暴力的好 楚云一副为了灵雪的表情 实则是点击击杀凶兽得到的提升 灵雪文言小脸一红 心思活络了起来 原来楚云喜欢温柔的女孩 那看来 以后我不能经常使用天赋了 或许是楚云的话起了作用 灵雪只是简单地朝着火焰蜥蜴 丢了几发小冰球就收手了 最终 还是由楚云击杀掉了五只怪物 定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加二 定 恭喜宿主 又是一波奖励到手 楚云咧嘴一笑 灵雪 我们继续 你就想办法 减速他们就行 嗯嗯 好 之后的战斗 灵雪一个SSS主C天赋的觉醒者 硬生生成了楚云的贴身辅助 每一层 她就只负责释放寒气 减速对方的动作 然后楚云上去收割 一时间 两人的默契配合 让闯关速度 再次提高了不少 眨眼 两个人已经闯到了99层 而此时 楚云的属性 再次有了新的突破 一个是敏捷突破了200 属性加成 是可以让楚云 实现短暂的瞬移 只是有一定的距离限制 目前是限制在一米范围之内 而精神的加成 让楚云得到了一个新的技能 可以使用精神攻击 眩运对方两秒 前提是 自己的精神属性 大于对方的精神属性 99层的BOSS 是两只幽灵骷髅 白骨的周围 飘荡着几缕鬼火 看起来多少有些诡异 灵雪下意识 往楚云身边靠了靠 这骷髅好丑 长得是不好看 而且不好对付 这骷髅能像幽灵一样 虚幻化 不好攻击 楚云回忆着 课本上的记录说道 战斗开始之后 灵雪率先发起攻击 几发冰球下去 完全没有命中对方 而当灵雪发动 更大范围技能的时候 对方却化成透明的幽灵 消失在了原地 这东西 好像有点麻烦 这么下去 我们会被耗死在这一层 灵雪微微醋眉 看向了楚云 她确实感觉到了棘手 观战席 几个校长 已经接受了楚云妖孽的事实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等着找楚云好好问一问 不过现在还在考试期间 所以也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这一关 别看只有两个凶兽 可不是那么好过的呀 这幽灵骷髅 虽然伤害和防御都比较低 但胜在诡异 确实不好对付 除非有强控类型的天赋配合 可能会好过一些 灵雪肯定是没戏了 虽然楚云身怀那么多天赋 但总不能还能精神控 几个校长正在分析局势的同时 话还没说完 他们就震惊地发现 逃场中的两只幽灵骷髅不动了 眼神迷离 像是失了魂一样 尽管 骷髅是没有眼球的 但校长们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下一秒 楚云只是轻轻地戳了两个骷髅一下 那两个骷髅就摊在地上 化成了碎骨 看到这一幕 整个观战席再一次惊呆了 什么情况 刚才那骷髅怎么不动了 看样子 好像是被控制住了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人根本没有控制技能 怎么可能控制住幽灵骷髅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楚云 当有人说出这个可能 一众校长和楚风都猛逼了 校长们看向楚风 楚风看向播放考场实况的镜头 玩 难道真的这妖牛逼道 觉醒了十几种天赋 一瞬间 楚风陷入了自我怀疑 而在这个时候 楚云和林雪 已经踏入了考试的最后一层 也就是第一百层 而且是噩梦级的第一百层 我们竟然要通关了 林雪小脸之上布满了震惊 有点不敢相信 她一开始的计划 只是带着楚云多刷点分数 然后让两个人 可以上同一所大学 可后来莫名其妙的 就成了楚云带着她一路向上 不知不觉间 两人更是来到了噩梦级别的最后一关 楚云 真是太好了 要是通关 我们两个说不定是第一名了 回过神之后 小逆子脸上 隐隐有些兴奋 只是 楚云的脸上 却布满了郑重 其实 99层的通关 看起来很简单 实则很难 这也就是运气好 刚好拥有了控制技能 如果没有刚才那种控制 楚云估计 自己和林雪 也就只能 停在99层了 虽然幽灵骷髅的攻击不高 但她最大的能力 就是消耗 她可以攻击到敌人 敌人却攻击不到她 这不单是力气的消耗 还是心态的消耗 直到消耗完对手的所有力气和耐心 然后给予一击必杀 如果认识到99层的难度 那么 不难想象 这作为噩梦级考试的最后一层 难度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通过呀 第16章 所有考生三观崩塌 楚风 这真的是我儿子 很快 第100层的凶兽出现了 准确来说应该是凶兽军团 不同于前面几层的考题 这100层似乎是真的怕有人通过 直接开始不要脸群殴了 天呐 凶兽巢 还都是王级起步的 林雪小嘴右双弱拙张成了O型 从考试到现在 她已经记不清震惊到张嘴多少次了 总之 嘴巴有些酸 马上成了楚云的形状 楚云 楚云也是面色正重 这群凶兽巢是有点不要脸了 而且 凶兽巢的后方 还有几个硬茬子 不过 这才是噩梦及该有的难度 倒是也正常 楚云 这一层 我们真的能过去吗 林雪回过神来 有些不淡定了 楚云冷静道 放心 没问题的 不过 你待会儿还是给我打配合 我们先解决小的 还继续打配合 林雪有些疑惑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让她全力帮忙吗 不过就算全力 林雪也没把握 能通过这一层的考验 楚云没有过多解释 也没法解释 大概扫了一眼 这群异兽巢 最少有五百起步的数量 讲道理 楚云和林雪 是完全打不过的 但数量多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那就是楚云的成长 每击杀一只凶兽 就能获得熟练度提升 以及随机获得属性提升 楚云估摸着 就算脸再黑 如果能快速把小的解决掉 自己的四维属性 最起码能突破三百 甚至更高 技能熟练度 倒开七门 是没什么问题的 与此同时 观众席的校长们 和楚风 又一次震惊妈了 不过这一次 不是被楚云震惊的 而是被考题震惊的 疯了吧 今年第一百层玩这么大 这凶兽潮一点 都不亚于之前 小城市被袭击的时候 一个军团 都不一定能抵挡的凶兽潮 两个人怎么可能抵挡的了 就算实力削减了不少 这也是亡极起步啊 这不开玩笑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俩怎么还不退出来 看着考试实况中的场景 校长们和楚风都愣住了 此时的楚云和灵雪 不但没有退出的样子 似乎还准备开始主动攻击了 他们是怎么敢的啊 而下一秒 楚云和灵雪 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自己是怎么敢的 只见灵雪上来 就是一个减速控制 瞬间 前排的凶兽潮 速度慢了不少 而楚云也不敢耽误时间 直接秒开到井门 使用了朝孔雀 一片类似孔雀尾的火焰 瞬间在空中绽放 然后快速地朝着 地面的凶兽潮落去 同时配合蓝角造成的锋刃 轰 轰 轰 瞬间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几十只凶兽 当场就被消灭了 而本来 有些历劫的楚云 顿时感觉体内一股暖流涌出 消耗的体力 立马恢复了不少 很明显 这是击杀 凶兽奖励的属性到账了 挂壁 果然无敌 恢复的速度 可以抵挡消耗的速度 楚云心中狂喜 其实刚才一上来就放大招 纯粹就是 他想测试一下消耗的速度 和恢复的速度 如果能抵消 就有机会通关一百层 如果抵消不了 那就告辞 直接退出考试走人 而现在 事实证明 在凶兽足够多的情况下 就算没有辅助西天赋的队友 他照样可以持续输出 确定了这个结果 楚云就再一次开启了收割模式 看着冲入兽潮之中 越战越勇的楚云 林雪和校长们又一次看呆了 现在的楚云 简直就像是一头人形凶兽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属性加2 触发被5倍暴击 精神属性加16 恭喜宿主 八门盾甲熟练度提升 脑海中接二连三的 响起系统的提示 几个呼吸的时间 楚云的属性又暴涨了一大截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7截 力量 269 敏捷 230 精神 235 耐力 288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颈门 熟练度65% 海军60% 熟练度63% 扫了一眼属性面板 楚云几乎忍不住呐喊出声 这属性 长得实在是太猛了 熟练度长势也很猛 照这个情况下去 考试结束 自己说不定连八门都开了 属性更是可以朝着400冲刺 直逼400的四维属性 是什么等级的觉醒者才有的属性 这点楚云并不清楚 但他知道 自己现在没有觉醒天赋的实力 已经足可以吊打 同级SSS天赋的觉醒者了 再牛逼的天赋 也挡不住自己一拳 哄 又是朴实无华的一拳轰出 一头王级凶兽当场被秒杀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楚云怎么还越战越猛了 刚才他那一拳 怕不是有王级八阶以上的实力了吧 就算他觉醒了很多个天赋 才七天时间 直接拥有了王级的属性 这怎么可能啊 几个校长震惊之后 再一次转头看向了楚风 此时的楚风面部 也在不停地抽搐 显然 他也完全低估了自己儿子的实力 这 真的是我儿子吗 校长们满头黑线 现在是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除了观众席 考场外围也响起了阵阵惊呼声 这些都是已经放弃大考的考生 准确来说 是闯不过去了 已经提前交卷了 其中就包括 S级剑系天赋的孙文艳 出来的一瞬间 他还有些骄傲 毕竟 他可是足足闯到了困难级的第99层 尽管失败了 但拿个第一不过分吧 可当他出来的一刹那 正好看到了楚云的考试实况 实况镜头之中 正好就是楚云不咸不淡 一拳打爆王级凶兽的那一幕 一瞬间 孙文艳梦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人形凶兽是谁 这批一定是作弊了吧 有着同样疑问的 还有其余考生 看到一个没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都这样牛逼 说实话 他们的信心受到了致命打击 臭 楚云这批开挂了吧 怎么可能这么猛 刚才那一拳 一点感情都没得 太狠了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敢选择噩梦集的 什么 他们竟然是选择的噩梦集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 孙文艳连忙抬头看去 然后 咔嚓 心态裂开的声音响起 只有天才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我尼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第十七章 第七门 金门 开 楚云化身苍蓝猛兽 外边一群人目瞪口呆的同时 第一百层的 最终BOSS坐不住了 眼看着小弟一个个的被消灭 他也感觉到了 眼前这个人类的强悍 所以 下一刻 BOSS不讲武德 直接开启了偷袭模式 趁着楚云不注意 拎着手里的大刀 就要嘎楚云腰子 楚云小心 凌雪见状连忙提醒 楚云回头 浑身瞬间一震 狗东西不讲武德 竟然想嘎我腰子 瞬移 速度极快的楚云 眨眼从原地消失 等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瞬移到了BOSS的侧边 同时还一脚踹到了BOSS腰子上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 BOSS 好像没什么反应 楚云震惊 对方腰子 好像有点N啊 外界的考生们 看到这一幕 则是又一次不淡定了 卧槽 楚云竟然会空间系天赋 不是说楚云没觉醒天赋吗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刚才那个明明是瞬移啊 我超熟悉的 孙文艳更是一脸怀疑人生 满脸都写着离了大谱 她觉得一定是她眼睛花了 楚云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考场内 林雪 你先挡住这个大家伙 我去解决小的 见一时半会儿 解决不掉BOSS 楚云直接摇人了 不过话音还没落下 林雪就一发冰锥爆射了过来 臭BOSS 想嘎我男人腰子 做梦吧你 然后 楚云就发现 林雪像是开了爆走一样 无数个天赋技能 朝着那BOSS招呼 一时之间 BOSS竟然稍微有些招架不住 SSS天赋 果然恐怖如斯啊 楚云感慨了一句 手上动作也没闲着 直接利用这个空档 不停地解决其余的凶兽 终于 随着脑海中一道声音传来 楚云整个人都 抑制不住地兴奋了 叮 恭喜宿主八门盾甲熟练度 提升至70% 解锁第七门 金门 金门 作为死门前的最后一门 可以说是八门盾甲 在存活状态下的最强程度了 而与此同时 楚云的力量和耐力属性 已经突破了300大关 力量突破300 再次获得属性加成 不过这次的加成 只是简单的属性叠加 至于耐力加成 只是稍微抵挡第七门的副作用 由此可以看来 第七门金门一旦打开 对身体 还是造成很大的负担的 就是不知道 后边耐力继续突破之后 能不能完全抵消金门造成的负担 甚至抵消死门的带来的死亡后果 如果可以抵消死门 那才是最大的提伤 楚云愣神的片刻 灵雪那边忽然被boss反压制了 噩梦集 一百层 王集boss 果然还是有排面 不过 灵雪能拖住这么长时间 已经够了 灵雪 我来吧 楚云平淡的声音响起 让正准备再次攻击的灵雪 停顿了一下 楚云 我可以的 你对付其余的凶兽就行 小姑娘表情认真说道 楚云自信道 放心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灵雪半信半疑 但还是选择相信楚云 不知道为什么 比起刚才 她觉得 楚云好像又变强了 当灵雪推到一边 楚云挡在了所有凶兽面前 突然的变化 不但让考场外的考生 摸不着头脑 就连观战席的校长们 和考场内的凶兽 也满头问号 没有人能看懂 楚云这是什么操作 唯独孙文艳 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祸该不会想一个人 对付这么多凶兽吧 她把自己当黄级的 觉醒者了吗 天赋对应等级 是从F到SSS 而修为等级 则是从灵级到黄级 再到黄级等等 在孙文艳看来 想要一个人 解决这么多 黄级的凶兽投影 最起码 也得是黄级的觉醒者 可现在的楚云 怎么看 都不像是黄级的觉醒者 不对 楚云压根连觉醒者都不是 她根本没法修炼 孙文艳虎去一阵 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个批 不会是进了一个城主 提前设置好的假考场吧 她现在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表演 给大家看的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镀门 锦门 金门 开 考场之中 楚云再度气门全开 顿时 一股蓝色的蒸汽 覆盖了楚云整个身体 这就是金门的能力 把肉体开发到极致的树门 导致身体开始散发 由汗液蒸发 产生的蓝色蒸汽 苍蓝猛兽 归位 只是在观众们眼中 他们更觉 楚云是被一层蓝色的火焰覆盖了 林雪小嘴 再一次张成O型 一双大大的眼睛 紧紧盯着楚云 真的好帅啊 虽然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合适 但林雪确实是有点饭花痴了 就连场外的不少考生 也都议论了起来 卧槽 楚云这波有点帅啊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火系天赋吗 有蓝色的火焰 蓝色不应该是水系的天赋居多吗 我说 你们是不是忘了 楚云没有觉醒天赋啊 可这不用天赋 根本解释不清楚 解释那么多干嘛 帅就完了 有一说一 现在的楚云有点帅我心砍了 你特么矜持点行不行 你可是个爷们 爷们怎么了 没听说过迎难而上 而且 楚云还是城主的儿子 以后我的地位不会差的吧 哇靠 你们可真是狼人啊 对于外界的猜测 楚云现在是没空注意的 此时的他 感受着浑身用不尽的力气 只想痛快地发泄出来 抬头看着眼前 还生下的几百只凶兽 楚云咧嘴一笑 嘿嘿 游戏要结束了 下一秒 楚云的身影再次消失不见 等大家找到楚云的时候 楚云已经站在了凶兽的正上方 紧接着 楚云不停地挥舞双拳 考场内的空气 开始有着朝楚云汇聚的趋势 慢慢地 楚云不停挥舞的双手上 出现了一个老虎头的形状 而且 那形状似乎还越来越大 就在考生们好奇 这老虎能变到多大的时候 楚云骤然嘀吓一声 咒虎 下一秒 楚云调整双拳的方向 直接自上而下 朝着地面轰杀而去 就在楚云双拳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 哄 以楚云为中心 考场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空气屏障 空气屏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所过之处 所有凶兽全部都被掀翻 甚至有些直接被绞杀成了碎块 不光是凶兽 就连地面也被层层掀起 整个考场 瞬间变得狼藉一片 甚至 当屏障扩散到考场边缘的时候 考场还开启了自动保护模式 这也就代表着 楚云这一拳 直接让考场都破防了 第十八章 大考结束 使师级提升 堪称人形暴龙 静 死一般的寂静 落真可闻 整个考场都被楚云这一拳惊呆了 所有人瞪着眼睛 张着嘴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么的 考场都被你整破防了 你还能再离谱一点吗 事实证明 楚云可以更离谱一点 因为 当考场恢复平静之后 大家才发现 楚云刚才那一拳 直接秒杀了所有的凶兽 就连第一百层的几个boss 也一并秒了 卧槽 这TM 简直就是离谱他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不信 这真的是高中生能做到的吗 而且还是一个没有觉醒天赋的高中生 剧本 绝对是剧本 我要求查看完整录像 考生们瞬间炸锅了 不少人都觉得这太假了 根本不像是真的 可下一秒 他们就发现 这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就在楚云通关之后 考场开始结算分数了 避避避避 楚云和灵雪的分数一路飙升 直接到一百万的时候 才算是停了下来 看到这个结果 观战席的几个校长 以及楚风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卧槽 破纪录了 多少年了 有十年了吗 十年得多了吧 我们云城又出新龙了 只能说 牛逼 校长们已经完全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一百万的考试分数 这可是楚云那几个哥哥姐姐都没有过的记录 要知道 他们可也全都是青一色SSS天赋啊 与此同时 考场内 楚云和灵雪也看到了自己的最终分数 取得这个成绩 俩人也都是很意外的 哇 一百万分 楚云 你太厉害了 竟然破纪录了 我好激动 灵雪激动的眼眶都有点红了 一百万分代表着什么 所有人都很清楚 这代表着一个奇迹的诞生 而这个奇迹是楚云创造的 灵雪是打心底替楚云开心 楚云双拳紧握也是有些激动 只不过 他激动的是自己的属性和熟练度又提升了 四维属性突破了400 获得了新的加成 而熟练度则是来到了80% 解锁了死门 没等楚云自己感受自己的变化 考场内忽然出现了两个光团 不用想 这两个光团就是奖励了 而且是噩梦级别的奖励 楚云和灵雪相视一笑 齐齐抬手触摸那光团 下一秒 两个人就被光团包裹了起来 噩梦级别的奖励 可是对身体的改造 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这一次 他们两个可是要更加逆天了 观战席 几个校长和楚风更加的激动了 噩梦级的考试奖励 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奖励 但也是最难得的奖励 因为它是对一个人身体和天赋的改造 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哪怕是个废物 经过噩梦级的改造之后 也能变成天才 而对于灵雪这种 本来就是天才的 改造之后 只会更加强大 十几年前 那个人就是通关了噩梦级别的考试 经过改造加强 一个人灭了无数凶兽 保护了一方平安 哪怕是现在 他依然奋战在前方 保护着这个世界 不被凶兽入侵 同样 从这件事也能说明 凶兽是多么的强大 想要彻底消灭凶兽 恢复稳定 还需要很多个同样的天才 考场内 楚云和灵雪正静静接受着洗礼 不知道什么时候 灵雪周围开始出现一层层冰霜 反观楚云 身体周边似乎并没有一点变化 观战席的校长们 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楚云周围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根据记载描述 身体接受洗礼的时候 周围应该会浮现 对应的天赋现象 才对啊 是啊 难道楚云 还没开始接受洗礼 你们别忘了 记载上是指针对有天赋的 如果没有天赋呢 楚风一句话 直接把几个校长 拉回了现实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 楚云没有天赋的事实 其实楚风也不太相信 但从现在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 似乎又一次印证着 楚云可能真的没有天赋 再说考场内的楚云 此时的楚云整个人都是震惊的 因为就在刚才 他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了 也知道洗礼的好处了 但让他震惊的并不是这些变化 而是 他的八门盾甲和六十熟练度 竟然拉满了 要知道 这可是系统奖励给他的技能 可现在 竟然被这个世界的洗礼加强了 这是不是代表着 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而且 除此之外 楚云还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七阶 力量 580 敏捷 510 精神 530 耐力 570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镀门 颈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十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0% 剑术精通 熟练度0%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两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这一波 对于楚云来说 可谓是史诗级别的提升 四位面板突破500 力量和耐力 更是接近600% 可以说 现在楚云的面板 简直就像是一头人形暴龙 八门盾甲和六十熟练度满之后 解锁了剑术精通 而平平无奇的一拳 则是洗礼之后出现的 只是这个名字 让楚云有些怀疑 这一拳的能力 除此之外 属性面板 还多了附加属性 这一栏 武装色霸气 和剑纹色霸气 是力量 精神 耐力 突破500之后 得到的加成 顺移则是比着之前 增加了一些距离 是敏捷属性的加成 至于这个震动之力 才是让楚云最震惊的 这好像是洗礼之后 对应平平无奇的一拳出现的 根据介绍 楚云想起了某果实的能力 两者之间 似乎有一定的关联 总之 这波提升 楚云的实力 可以说是 有了质的突破 这下子 距离安全躺平的目标 越来越近了 第十九章 你肯定是担心自己太优秀 别人嫉妒你对不对 楚云洗礼结束没多久 灵雪也醒了过来 从小妮子脸上激动的神情来看 这次洗礼 应该是收获不小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收获新的技能之类的 楚云没有多问 这毕竟算是秘密 不过 楚云知道 后边小妮子会主动说的 这就是成功男人 对自己的自信 随后 两人直接离开了考场 考点入口位置 当灵雪和楚云 被传送出来 立马就被一大帮子人围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 就是几位校长和楚风 紧接着是同班的一些同学 还有别的学校的考生 楚云 你到底什么情况 老实说 你是不是觉醒了很多个天赋 所以 觉醒时测试不出来 几个校长都是一脸好奇 恨不得立马把楚云解破了研究研究 反倒是忽略了 对灵雪 这小天才的询问 SSS天赋 他忽然就不吃香了 就连楚风脸上也有着期待 看向楚云问道 儿子 你是不是一直在扮猪吃虎 你肯定是担心自己太优秀 别人嫉妒你对不对 楚云知道一出来 就会面对这个问题 只是他没想到 校长们和自己老爹脑补能力 竟然这么强 还能想到 这种离谱的可能 如果他们可以觉醒脑补天赋 自己怕不是直接就原地起飞了吧 校长 老爹 我真的没觉醒天赋 我说了 我修炼的是体术 楚云一脸无奈地回道 但校长们和楚风 明显不相信楚云说的 他们已经准备找觉醒时 重新给楚云测试了 他们不信 楚云也懒得多说 眼看围过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楚云找了个机会 乔摩溜走了 至于灵雪 他被留在原地问话了 因为只有把众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灵雪身上 楚云才有机会溜走 大考结束 接下来就是选择学校了 以这次的成绩 不出意外的话 学校楚云 应该是可以随便挑的 其实对于楚云来说 去哪个学校都一样 学校那一套教学 是针对天赋觉醒者的 自己没觉醒天赋 成长方法自然也不一样 所以 现在的他已经从学校 学不到东西了 待在学校听一天课 可能还不如出去杀几个凶兽 来得提升多 想到这儿 楚云又出门了一趟 异兽森林外围 楚云很轻松秒杀了一群低级异兽 但让楚云淡疼的事情出现了 因为自己属性过高 现在击杀低级凶兽 已经无法获得属性了 至于熟练度 也只能获得极少数 击杀了上百只异兽之后 楚云扫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熟练度 只是增加了百分之零点几 等于原地踏步 随着实力增加 还得找更高阶的凶兽才行 不然可能还不如 我在家里自己训练来得快 嘀咕了几声 楚云就转身回家了 虽然森林内部 有更高阶的凶兽 但进入内部之前 还要面对无数小喽啰 楚云懒得做这个无用功 还不如回家研究研究剑术 这样自己还能多一些攻击手段 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天赋划分 其实体术就等于力量系 或者防御系天赋 剑术就等于剑系天赋 只是 有天赋跟没天赋 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 哪怕普通人照样可以武剑 也没人选择训练 因为普通人修炼一辈子 可能还不如FG天赋 一辈子不修炼来的效果好 说出来很打击人 但这就是觉醒者 跟普通人的差距 而楚云 则是普通人中的另类 前脚刚回到家 楚云就被老爹拉去了练功房 老爹 你想干嘛 楚云一脸猛逼 因为练功房里几个校长也在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陌生面孔 这么大阵仗 不会真的想解剖自己研究吧 楚云心中一慌 下意识就想喊老妈救命 楚风先一步打断楚云施法 连忙解释道 你喊什么 我又不是要揍你 我只是让你再测试一下天赋 楚云松了口气 没好气道 那你不早说 我还以为你要绑架你亲儿子 楚风 众人 按照几个陌生面孔的指引 楚云再一次 把手放在了觉醒时之上 但跟之前测试的一样 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我都说了 我真的没有天赋 你们就别挠补了 楚风一众人一脸猛逼 实在是搞不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 他们也只好放弃 接受了这个事实 等几个校长和陌生面孔走后 楚云拉着自己老爹道 老爹 你之前不是说最早的时候 是有人修炼体术的吗 那有没有体术相关的功法之类的啊 楚风回忆了一下 摇了摇头 这都很早之前的事了 随着那一部分人消失在寿潮中 很多传承 其实也就断了 楚云叹了口气 有些小失望 不过不重要 自己身上的技能 其实够用了 楚云又问 老爹 那每个等级对应的力量属性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标准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并没有什么标准 楚风依然是摇了摇头 一问三不知 楚云不禁有些嫌弃 老爹 你也不行啊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小兔崽子 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 你就不能问点正常问题 楚风气得脸色一黑 楚云 正常问题 我还用得着问你 楚风 嘿 我看你就是欠揍了 以为考了第一就飘了是吧 是不是几天没揍你 你不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 哄 碰 阿 妈 几分钟之后 楚风和楚云 鼻青脸肿地 从练功房出来 虽然被揍了一顿 但楚云此刻很开心 因为她发现 自己老妈的辅助天赋 可以作用在自己身上 经过加持之后 自己的四维属性 竟然翻了一倍还多 平均一千多的四维属性 楚云竟然可以揍得动楚风了 所以 楚风也变得鼻青脸肿了 除此之外 她还发现 跟自己老爹交手 技能熟练度增加的速度 竟然很可观 嘿嘿 嘿嘿 楚云从出来 就不停地傻笑 接下来这几天 她觉得自己有活干了 楚风则是一脸自闭 但心中却是十分震惊 刚才楚风那一拳 她感觉空气都要被捶烂了 这真的是体术能做到的 自己这儿子 到底是个什么妖孽 重点是 也没见这货 怎么训练 老爹 这几天就委屈你了 我觉得我又快要变强了 楚云一本正经地说道 楚风眼睛一瞪 当即怒道 你这小兔崽子 我看你是皮 只可惜话还没说完 一到冰冷的目光 就朝着她注视了过来 这都是为了儿子的训练 怎么 你不乐意 楚风 只有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第二十章 你特么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大考结束到报考学校 差不多需要七天的时间 而今天才是大考结束的第二天 楚云正在练工房和楚风训练 林家的人忽然带着林雪来了 不但人来了 还带了不少东西 看起来就像是下聘礼似的 哟 林叔叔 你们家这是打算打算 娶我哪个姐姐了 林雪的父亲 林天成笑道 你这小子 我们家就小雪一个宝贝女儿 上哪儿娶你姐姐去 你父亲呢 我今天来 可是专门来感谢你们一家的 特别是你 楚云愣了一下 不明所以 感谢我 当然 这一次多亏了你 才能让小雪更上一层楼 要不是你们年纪还小 我都想让你们现在 就结婚了 楚云 林雪 喵 没过多久 楚风换了身衣服出来了 老楚 你这是什么情况 被人给揍了 林天成看到楚风鼻青脸肿的 当时就震惊了 楚风有些尴尬的摆了摆手 没事 就是摔了一跤 他总不能说自己是被儿子打的吧 真的假的 摔了一跤能摔成这样 林天成明显不信 自己这老伙计什么水平 他可太清楚了 不是我说 老楚 在云城 还有人敢揍你 这不能行啊 找 咱哥俩去给你找场子去 我就不信整个云城 还有人敢动咱俩 话音落下 林天成见楚风不为所动 更加的好奇了 不过 当他看到 慢悠悠从后边走过来的柳蓉蓉 瞬间就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 是嫂子对吧 那没事了 楚风 特么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半晌后 经过两边大人的一番交谈 楚云也知道 为什么林天成这么隆重了 感情上次洗礼之后 林雪又多了一种SSS天赋 火元素天赋 后天双SSS天赋 这种事情似乎还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冰火两种对比的天赋 想想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场面 楚云不禁有些心疼凶兽们了 冰火的滋味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种享受 不过 林家显然是保密了 并没有对外说出来这消息 虽然凶兽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人心 在云城 或许没人敢动林雪 可出去之后就不一定了 楚云 谢谢你 林雪走到楚云面前 很羞涩地说道 楚云摆了摆手 不用不用 这都是你自己厉害 你看我 洗礼之后还是没有天赋 但是 你肯定比我两个天赋都厉害 我觉得 你永远是最厉害的 林雪表情极其认真的说道 这下子 倒是给楚云整得不好意思了 林家带了这么多好东西 楚家自然也不能小气了 所以 中午的时候 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吃饭的时候 也商量了一下学校的事情 楚风和林天成一致认为 让俩人去帝都大学比较好 毕竟那是目前为止 公认资源最丰富 实力最强的学校 楚云对此倒是无所谓 不管去哪里 都要靠他自己想办法成长 林雪的话 就更简单了 只要跟着楚云 去哪都行 吃过饭 林天成就带着林雪离开了 林雪依依不舍地 跟楚云到了个别 说等报考的时候再见 因为这几天 他要在家 熟悉他的新天赋 接下来的几天 楚云每天都在自己老妈的 辅助天赋加持下 暴揍老爹 而随着每次的交手 楚风也震惊地发现 楚云的进步有点神速 哄 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只听到咔嚓一声传来 紧接着 空气中好像出现了 一小片蜘蛛网形状的裂纹 楚风硬接下了这一拳 整个人竟然倒飞了出去 儿子 你这什么情况 一拳把空气打碎了 柳蓉蓉看了一眼 被震飞的楚风 眼里有着震惊 楚云也是有些意外 这种现象 证明自己平平无奇的一拳 应该是入门了 扫了一眼属性面板 熟练度果然有了提升 但不大 才百分之一 果然还是得想办法击杀凶兽啊 相比较之前的熟练度涨幅 楚云忽然感受到了 自己变强的烦恼 我变强了 但成长速度也变慢了 时间一转 距离报考也就差一天了 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 楚家的小女儿 楚蒙蹦蹦跳跳回来了 这几天 她一直跟着学校的老师 考察各个学校的人才 所以 基本没怎么回家吃饭 爸 妈 六个我回来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赶紧过来吃饭 楚风说着 又去拿了一副碗筷 楚蒙刚坐下 就凑到楚云面前恭喜道 六个 听说你考了第一名 真不戳啊 楚云懒散道 还行 运气好 七 我都看了你的大考实况了 你隐藏的可真神 楚蒙撇了撇嘴 显然是不幸这是运气 楚云最后那一幕 一拳秒杀所有凶兽 简直就是碾压 对于自己这老六哥哥瞒着自己 楚蒙多少有点不开心 见楚云光顾着吃饭也不说话 楚蒙又问道 你想好报考拿所大学了吗 我无所谓 估计是帝都吧 老爹说那边资源好 楚云随意道 这事儿他还真是无所谓 毕竟修炼体术 他只需要有系统就行了 听到楚云这话 楚蒙笑眯眯道 嘿嘿 哥 要不你来我们学校吧 你来我们学校 今年的联赛 我们绝对能拿第一 楚云闻言愣了一下 脑海不自觉陷入回忆 他记得自己这妹妹当初 好像是去了一个很小的大学 听说他们学校 一共也没几个学生 当时楚云一直觉得 自己这妹妹是被骗了 现在看来 是真的被骗了 这都开始发展下线了 你那是什么眼神 我没被骗 楚蒙嘟着嘴 气呼呼道 楚云撇嘴 我也没说你被骗啊 你急什么 你 哼 不理你了 气哼了一声 楚蒙也就埋头吃饭了 这时 柳蓉蓉确实道 小云 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 去你妹妹的大学 虽然他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 但他们学校可都是怪物 楚云抬眼 有些震惊 哦 是吗 那小妹怎么进去的 楚老六 你去死 第21章 不着急 先看局势 看能不能打起来 一日一早 终于到了报考的日子 楚云跟往常一样 来到班级之中 然后瞬间就成了整个班级的焦点 而就在一众人 叽叽喳喳议论的时候 林雪也来了 再之后 是小老头班主任 班主任看了楚云和林雪一眼 直接把两人带走了 很明显 成绩好的同学 是要单独报考的 班级上其余同学虽然羡慕 但也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很快 楚云和林雪 被带到了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里 是各大学校的招生老师 而且 还有别的中学成绩不错的 孙文艳也在其中 毕竟人家好歹也是考到了 99层的S级天赋 这个牌面还是有的 除了他 还有二高几个成绩不错学生 不过都是A级天赋 只是成绩还不错 然后 楚云看到了楚蒙 西西 哥 你来了 楚蒙笑咪咪 冲楚云打了个招呼 楚云一脸猛逼 你怎么在这儿 这还用问 我当然是来招生的啊 楚蒙说着 看向了自己旁边的一个漂亮大姐姐 与此同时 屋里不少人也都在看着那大姐姐 不戳不戳 真不戳 楚云也看了两眼 不禁暗暗咋舌 这姐姐的皮肤是真大 怪不得楚蒙那学校 明明很小 也能招到人了 感情玩的是美人计 不过 这招在自己这儿可不奏效 又过了一会儿 各个学校成绩不错的人都到齐了 按流程 接下来就是各个大学的攀比时刻了 谁的条件好待遇好 就能优先选择择偶 呸 择生拳 但楚蒙身后的大姐姐 似乎不讲武德 直接开口道 我们怪物学院只要怪物 所以 楚云和灵雪我们要了 其余人你们看着挑吧 大姐姐声音冰冷 语气之中透露着不容置疑 屋子里各大学校招生办的人 文言都愣了一下 各位成绩优异的考生 也愣了一下 他们这是 被嫌弃了吗 很快 就有招生办的人开始反驳了 凭什么你们说 要他们就要 他们自己还没说话呢 就是 谁不知道 你们怪物学院是骗人的 全学校也没十个学生吧 先不说 你们多少学生 光资金都是一个问题吧 而且我听说 怪物学院马上就要被合并 你们怎么还敢来招生的 往年骗了天才就不说了 今年你们一个 都别想骗走 屋子里瞬间乱成一团 从局势上看 对大姐姐似乎有些不友好 而且 楚云也看出来了 这所谓的怪物学院口碑 好像不咋的 也不知道自己小妹 当初到底怎么想的 弄不好 还真是被洗脑了 楚云 咱们去哪个大学啊 这个什么怪物 学院我怎么都没听说过 林雪践行是不对 也小声凑到楚云身边问道 楚云一脸淡定 不着急 先看看局势 看他们能不能打起来 林雪 半晌后 众人口干舌燥都安静了下来 这样 我们还是用资源说话 民元不说暗话 直接把压箱底的资源摆出来 剩下的交给考生自己选择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那我先说吧 接下来 流程恢复了正常 各个招生班的人 开始抛出不错的条件了 不得不说 大学的条件比起高中 实在是好了太多 毕竟注重点也不一样 听着招生班老师说的条件 考生们一个个眼睛 都放出了光芒 然而 楚云却是完全无动于衷 因为对于他来说 好像没有一个有用的资源 也只有能自由进出 某些异次元空间 稍微有些诱惑 招生班所有人说完之后 大姐姐又开口了 他们说的这些 我们学校一个都提供不了 但我们能提供的是 每天都有实战猎杀训练 和超负荷训练 还有和天才的对联 只有实战 才能最有效的成长 说完 大姐姐看向了楚云和灵雪 似乎这话只是对两人说的 完全没把其余招生班的人 放在眼里 七 实战训练有什么 我们学校不但会组织实战 还有各种模拟训练室呢 招生班的人 对此都有些不屑 但楚云却是有些异动 因为他 确实很需要实战 而且 需要等级跟自身差不多 或者比自身还高的实战 可就这样 就想把他忽悠走 显然不是楚云的风格 我决定了 我要去 哼 楚云话音未落 整个会议室 瞬间被一层寒冷覆盖 不同于灵雪冰元素的冷 这好像是一种阴冷的感觉 仿佛来自幽冥地府一样 下意识的 楚云抬头看向了那大姐姐 不出意外的话 这股压迫感 应该就来自他了 其余招生班的人 面色难看 落九幽 你疯了吗 你想动武不成 落九幽 也就是那大姐姐的名字 我说了 他们俩我们怪物学院 要了 谁拒绝都不行 落九幽与其霸道 不容拒绝 你 你这是危险 其余招生班的人心有不服 但迫于这股气势的威压 却是不敢多说什么 说到底 还是实力为王 他们打不过落九幽 落九幽懒得搭理这群人 再次转头看向楚云和灵雪 来我们怪物学院 你们不会后悔的 楚蒙也笑咪咪道 嘻嘻 六哥 我劝你还是听九幽姐姐的吧 不然你可能要挨揍 至于灵雪姐姐吗 你去哪 她肯定会跟着的 问题不大 楚云无奈翻了个白眼 她现在严重怀疑自己小妹 是被抢过去那个学校的 不过 话都说到这一步了 她倒是还真想去看看 这个什么怪物学院 好吧 那就去你们学校吧 楚云无所谓道 落九幽文言愣了一下 似乎有些意外 不过片刻后就反应过来 立马收起了气势 会议室的人 这才好受了一点 那就跟我走吧 剩下的事 跟我们没关系了 落九幽说道 招生半 剩余考生 孙文艳 我这S天赋都没排面的 出了学校 楚云好奇道 萌萌 你之前不是说 你们学校今年联赛能拿第一 我看这妞实力也不错 以前怎么没拿第一 难道别的学校 还有比你们学校更厉害的人 虽然楚云比楚蒙年龄大 却没楚蒙上大学早 所以 对大学互相之间的信息 也不怎么了解 楚蒙笑嘻嘻道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人数不够 所以没参加过 现在有了你们两个 今年可以参加了 楚云 林雪 怎么忽然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第二十二章 怪物学院 四个新生 豪华阵容 三天后 楚云和林雪 带着大包小包 跟着楚蒙离开了家中 令人值得深思的是 对于楚云和林雪的选择 楚家和林家 竟然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 这就多少有点离谱 楚家不反对就不说了 毕竟楚家添交那么多 不差楚云一个走歪路 再说了 楚蒙就在那个学校 也歪不到哪去 而且 楚云还比较特殊 真上了大学 可能还是要靠自己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修炼体术 就连楚风 也只是了解一些模糊的消息 具体的就一概不知了 可林家不反对 就有点诡异 林家 可就林雪这个宝贝 现在更是双SSS天赋 他们是怎么舍得这种宝贝 选择一个大忽悠学校的 楚云搞不懂 索性也就不想了 一路舟车劳顿 楚云一行人 距离云城越来越远 距离深山老林 却越来越近 眼看局势不对 楚云问道 萌萌 你们学校到底在哪 你不会告诉我在什么深山老林吧 按照目前的路线走下去 楚云猜测 最终将会到达另一片异兽森林 而且还是无人管制的一片野生区 据说经常发生兽潮 老实说 现在这个世界 想找一片无人管制的野兽区 其实还挺难的 只能说 这个学校的校长 真贪娘是个人才 楚云笑咪咪道 当然不是 我们学校环境可好了呢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楚云 林雪 这已经是萌萌第三次这么说了 前两次 楚云还勉强有些相信 但这一次 楚云心里是彻底没底了 他很怀疑 这个什么怪物学院 会不会偏僻到 连信号都没有 要不然 之前楚门为什么一走 就不联系家里呢 想到这儿 楚云默默拿出手机 给家里人发了条短信 爸 妈 我应该能够得很好 误念 楚云收起手机 看向林雪 林雪 你也提前给家里说一声吧 我怕晚了就没机会了 林雪 虽然有着疑问 但林雪还是照做了 与此同时 楚云的父母和林雪的父母 都看到了这条短信 然后两边都陷入了沉思 不过 想想报考当天家里来的那老人 两边还是都放下了担心 又折腾了大半天之后 楚云一行人 终于到达了怪物学院大门 只不过 看着学校那几乎快烂掉的招牌 以及破烂的围墙 楚云很怀疑 他们是不是回到了原始时代 楚云 你确定 这就是你们学校 楚云面部不停地抽搐 嗯啊 不错吧 看看周围环境多好呀 一山傍水的 空气可清新了呢 楚云深吸一口气 仿佛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老实说 如果楚云不是自己亲妹 楚云非得摁着他打一顿 似乎想到什么 楚云连忙掏出手机 果然 一点信号都没有 这一刻 楚云突然有点后悔 他感觉自己 还不如去帝都大学 起码那里的条件会好一些 走吧 虽然这里条件不太好 但导师都很厉害 等你们发现自己的成长速度 就不会在乎那么多了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洛九幽 终于出生了 只不过 刚说完这话 他就快步走进了学校 因为但凡再慢一点 楚云就能很清晰看到 他脸上的尴尬 来都来了 先去报到吧 楚蒙也笑呵呵说道 楚云无奈叹了口气 走吧 就算再回去 也得折腾不少时间 先看看再说 林雪倒是一直没说话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随着走进校门 楚云对着所谓的学院 又有了新的认识 准确来说 这不应该叫学院 应该叫贫民窟才对 校园里只有零星几栋小房子 估计是学生宿舍 而旁边有四栋新房子 看样子是新盖的 这就很干 不出意外 今年可能只有四个新生 不过 楚云倒是有些好奇 不知道另外两个没逼会是谁 本来能有大好前途 却被骗到这个学校 不知道他们爹妈知道了 会不会累崩 说来也巧 就在楚云和林雪准备去报到的时候 校外再次走进来了三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标形壮汉 但看年纪应该跟落九幽差不多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而另外两个就有点搞笑了 一个左眼圈轻了 一个右眼圈轻了 嘴角和脸庞也是轻一块肿一块 更离谱的是 这俩人现在正跟小鸡仔似的 被那标形大汗拎着 看起来多少有些可怜 就在这时 楚门忽然跳起来打招呼道 红浩学长 你也回来了 标形大汉咧嘴一笑 路上出了点小状况 耽搁了一天 不然我昨天就可以回来了 这俩就是校长让你带的新生吗 楚门好奇问道 红浩瞥了俩人一眼 恶狠粉道 没错 就是这俩小子 他们半路竟然想着逃跑 可惜被我抓了回来 还揍了一顿 让他们来我们学校是他们的福气 他们竟然不懂得好好珍惜 真是搞不懂现在的新生 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 楚云 林雪 谢谢 有被冒犯到 不过 看着这俩人 楚云忽然有些庆幸 如果当天自己没同意的话 下场有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吧 怪不对 那天楚门说 不然自己会挨揍 特喵的 果然是怪物学院 但这俩老哥也是勇士 都被打成这样了 竟然还想着跑 楚云心里匪复的同时 被红浩拎着的俩小鸡仔 哭着开口了 大哥 我们是真没想逃啊 对 我们就是想去洗个澡 吃个小烧口 误会 都是误会 是啊大哥 现在你能不能先放开我们 都到学校了 我们总不能再跑了吧 红浩狠狠瞪了两人一眼 在这儿 你们想跑也跑不出去 一个不小心死在半路上 都有可能 行了 赶紧去报道去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怪物学院的新生了 说着 红浩又看向了楚云和林雪 还好你们两个听话 要不然 九幽出手 可比我很多了 楚云 林雪 四个新生都到齐了 有楚蒙领着四人去报道办理入学 流程很简单 也很草率 在纸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 记录下天赋 就算是入学成功了 楚云 无天赋 林雪 SSS火系天赋 SSS 兵系天赋 江皮 玉兽天赋 契约灵变一姿水王八 陈大力 特殊空间系天赋 四个人 好像只有灵雪看起来正常点 但总的来说 从这一刻 怪物学院的规模暴增 瞬间增加了四个新生 阵容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其实怪物学院 往年一年能招到一个新生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算是祖坟冒了青烟 走了狗屎运 当楚云四人得知这个秘星 不由得再一次蒙上了逃跑的想法 哥 逃跑步 一起组个队 江皮自来熟 直接找到了楚云 相比逃跑 楚云倒是更好奇 这俩人的关系 我说 你们俩亲兄弟 为什么一个姓姜 一个姓陈 第23章 倒霉的阿皮和大力 怪物学院的毕业条件 江皮 说来话长 咱就长话短说好了 陈大力 这事儿其实没啥 我们俩确实是亲兄弟 就是后来老爹跟老妈干起来了 然后就分开了 江皮 所以我俩一个跟着老爹 一个跟着老妈 陈大力 后来其中一个就改了姓 但我俩确实是亲兄弟 江皮 所以 哥 逃跑步 看着江皮 跟陈大力说相声式的介绍 楚云嘴角忍不住抽出了好几下 这俩货 怎么看着有点不靠谱呢 怪不得明知打不过红号 还要逃走 这不摆明了 送上去挨揍呢 但凡脑子正常点 也干不出来这事儿吧 逃跑就算了 我觉得这学校挺不错的 楚云随口说道 谁知刚说完 江皮和陈大力 就一副看白痴的表情 看着楚云 然后两兄弟压低声音交流道 哥 这娃是不是脑子有坑 哎 真是可惜了 好好一帅笔 竟然脑子有问题 是啊 也就咱俩是大帝之姿 容貌与天赋并存了 算了算了 他不跑就不跑吧 咱俩自己跑 哥 那咱要是被那个红号再抓回来怎么办 没事 大不了就是一顿打 怕什么 行了 那咱收拾东西 跑路 一番商议之后 江皮和陈大力再次选择跑路 他们可不想待在 这鸟都不拉屎的大学 虽然学校里有几个不错的妹子 但大帝之姿的他们 岂能被美色诱惑 再说了 别的大学生缘那么多 随便挑出来几个漂亮妹子 还不是简简单单 这俩人 真特么是有什么大病吧 楚云看着江皮和陈大力 果断跑路的背影 眼皮直跳 先不说他们俩实力怎么样 就这边的野生森林 楚云压根都没把握走出去 更别说走出去之后 找到回家的路了 所以 为了帮助这哥俩 楚云直接去找了落九幽打小报告 哦 没事 让他们跑吧 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得知江皮和陈大力逃走 落九幽完全无动于衷 这倒是让楚云有些好奇 为什么 落九幽缓缓回头看了楚云一眼 淡淡道 这片森林近来容易 出去难 至于具体的原因 以后 你们就知道了 楚云闻言 心中一震 奶奶个腿的 自己这还真是 被人贩子拐卖了 近来容易出去难 这学校 真的是正经大学吗 举报不成 楚云也只好重新回到了宿舍 本来还想看这俩货 被揍得热闹 现在看来 没什么机会了 至于学校的安排 落九幽说是校长和老师 明天才回来 等回来之后 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所以 楚云也没着急开始训练 至于找同学促进关系 楚云更没有这个想法 就算有也没用 从进了校门之后 楚云压根就没见过别的同学 目前见过的 也是他们四个新生 再就是楚门 落九幽 红浩 转眼到了晚上 一下午的时间 楚云啥事没干 直接美滋滋补了个觉 要不是 灵雪刚才过来敲门 楚云觉得自己能直接 睡到明天早上 楚云 不好了 姜皮和陈大力逃跑回来了 红浩学长又开始揍他们了 听到灵雪说的 楚云一个机灵就起床了 走 看戏剧 灵雪 当楚云和灵雪出了宿舍 来到操场 正好看到姜皮和陈大力 本来就鼻青脸肿的脸上 又多了不少新的拳头印 俩人挣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哭诉 学长 误会 真的是误会啊 我们真的是去训练了 作为怪物学院的新生 我们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啊 是啊 虽然学校安排是明天才开始 可是我们今天的训练还没完成啊 怪物学院这么好 学长更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 我们怎么可能会逃走呢 学长 我们真的真的 是去训练去了 面对两人的哭诉 红浩无动于衷 不过倒是没继续揍他俩了 实话告诉你们吧 来了这学校之后 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因为想在怪物学院毕业 就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走出这片森林 所以 现在知道 你们的逃跑 是多么智障的行为了吧 我们在这儿待了两年还没把握呢 就凭你们这毛都没长齐的心声 别做梦了 红浩一脸业余地说道 姜皮和陈大力听完这话 直接瞪大了眼睛 就连楚云和凌雪 也是一脸震惊 好家伙 特么的果然是人贩子基地啊 真就是进来就出不去了呗 就在这时 楚蒙蹦蹦跳跳回来了 旁边还跟着他召唤出来的小兔子 西西 六哥 别担心 只是说不能毕业 并不是说就不能出去了 平常该出去 还是可以出去的 而且 今年估计会经常出去 毕竟 我们学校终于有十个学生了 已经满足了各大联赛的基础人数 嘿嘿 我已经开始期待今年的各种比赛了 看着楚蒙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楚云无奈翻了个白眼 自己这妹妹果然是完全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 不重要了 按照目前的局面来看 自己已经属于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只能等着看所谓的校长和老师回来之后 怎么调教 回到宿舍之中 楚云又去找了姜皮 陈大力 林雪则是跟着楚蒙 落九幽讨论着女孩子们的话题 阿皮 大力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不是逃跑了 怎么又回来了 楚云很好奇 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让这哥俩又主动回来了 姜皮一脸后怕道 别提了 我们刚出去学校大门就迷路了 然后没多久就遇到了凶兽 你知道吗 特么的还是王极八戒的凶兽 要不是我俩跑得快 当场就给他当下韭菜了 陈大力 还好我们是主角 有大气韵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姜皮 阿对对对 楚云 这俩货 真特没有大病 第二十四章 贱娘们 有点不好惹 随便扯了扯皮 三人就各自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了 一日一早 楚蒙背着小手 蹦蹦跳跳过来 喊楚云起床 口中还哼着小曲 心情似乎很不错 啦啦啦啦啦啦啦 老哥 起床啦起床啦 太阳要晒屁股了 话音落下 碰碰碰碰碰碰 啪啪啪啪 Doing Doing Dong 一阵疯狂的敲门声 响起 楚云没醒 隔壁的姜皮和陈大力 倒是醒了 还有林雪 也一脸猛逼的从屋里出来 什么情况 地震了吗 楚蒙见三人出来 眼睛迷成月牙道 你们也醒了呀 醒了当好 赶紧去操场集合 校长他们回来了 有事情要宣布 三人文言精神一阵 立马来了精神 连忙回屋洗漱换衣服 哼哼 都上大学了还睡懒觉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楚蒙看着完全没动静的楚云 眼睛眯了起来 下一秒 直接召唤出来了自己的小兔鸡 然后 轰的一声巨响 巨大花兔子 闪亮登场 一辟蹲 直接坐烂了楚云的宿舍 听到这边的动静 刚回屋的林雪和江皮陈大力 瞬间开门 各自路头看了过来 当看到是楚云的宿舍出了事 林雪顿时惊呼出声 楚云 随后也顾不上别的 连忙跑过来 从废墟之中找楚云 卧槽 这小萝莉牛啊 一兔子直接作死了楚云 陈大力一脸震惊 阿皮 你那姿水王八有 这妖牛逼吗 江皮双拳紧握 浑身一震 表情极其认真道 我那姿水王八没这么厉害 借娘们 好像比红号还不好惹 说吧 陈大力和江皮互视一眼 很有默契地点了点头 然后 两人行于流水关门 老老实实回屋换衣服 这个时候 他们很清楚 谁站出来帮忙说话 谁就要挨走 这就是老生给新生的压迫感 他们俩可太懂了 真是可怜楚云了 竟然被自己妹妹压 死了 唉 没有主角的命 真是太可怜了 不像他们 生来天选之人 王极八戒的凶兽眼皮子底下 都能顺利逃生 半赏后 楚云灰头土脸地 从废墟里爬出来 一脸的迷茫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上来就是一个猛逼三连 林雪见楚云没事 直接朝着楚云扑了过去 太好了 楚云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楚云脸色一黑 他也想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 楚蒙哼哼道 快点去操场集合 让你们来上大学 不是让你们来谈恋爱的 说完 楚蒙就气呼呼走了 林雪回过神来 小脸也是一阵通红 连忙离开了楚云的怀抱 而楚云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么的 他竟然差点被自己妹妹的契约灵 一屁蹲做死了 楚云的房子坏了 只能先去林雪的房间 洗漱收拾一下 还好行李箱里的衣服没事 不然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没了 当楚云 林雪 江皮 陈大力四人来到操场 学校其余人已经早早站好队了 相较于之前 这次四人又看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 最前面的那个老头和两个中年人 应该是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了 而洪浩左边站着的三个人 应该是学校的另外三个学生 一个邋遢怪 看不出来年纪有多大 手里揣着个酒葫芦 估计是个酒懵子 另外一个是个小胖子 脸上肥嘟嘟的 看起来多少有点细感 而最后一个 看起来则是文质彬彬的 戴个眼镜 估计很有文化的样子 我怎么觉得这学校没几个正常人啊 江皮小声嘀咕道 陈大力点了点头 恐怕咱俩是维尔比较正常的了 主角光环 果然不一样 江皮叹了口气 一副寂寞如雪的表情 罢了罢了 就从我们开始 让这学校发阳光大吧 听着两人的嘀咕的声音 楚云站在一旁嘴一脚狂抽 果然 这俩货的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不过 有句话说得挺对的 这学校确实是没几个正常的 目前来看 也就自己跟灵雪比较正常了 至于自己小妹楚门 呵呵 一个正常人 能召唤自己的契约灵 压她房子 喊亲哥起床 就在众人互相打量的时候 站在众人最前方的老头 笑眯眯开口了 不错不错 确实是几个不错的好苗子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怪物学院的校长 我叫王德发 楚云 姜皮 陈大力 这名字 有点东西啊 首先 你们能来怪物学院 说明你们是怪物 比天才更妖孽的怪物 不要怀疑怪物学院的实力 等你们毕业那天 你们一定会庆幸来到这个学校 至于学院的制度 待会儿会发给你们一本手册 你们下去自己看就行了 接下来 我要说的是正事 今年学院是第一次满十个人 所以 今年的各种联赛 我们也终于满足了参赛条件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拿到所有联赛的冠军 我知道 你们肯定会好奇 为什么前几年 为什么不随便招几个 心生凑数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不管什么时候 怪物学院出来的 都只能是怪物 好了 接下来你们先自我认识一下 咱们学校是不分年纪的 这几个比你们爱学校早 所以就是你们的学长学姐 你们是新来的 你们先介绍吧 校长王德发 嘟嘟啦啦说了一大堆 然后就到了新生的自我介绍环节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姜皮 只见他先是很礼貌的 冲着学长和老师笑了笑 然后向着乖巧的小学生 摇头晃脑 一字一句道 大家好 我叫姜皮 我是来自一个小山村的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就天降异象 子气东来三万里 有大师说 我是紫薇地心转世 看着姜皮一本正经 却满嘴跑火车的样子 现场所有学员 全都绷不住了 这么大 这货到底是怎么被校长看上的 校长到底看上他哪了 脑子不正常吗 楚云也是一阵汗颜 这俩屁 是真的有点离谱 不过 接下来的日子 怕是不会无聊了 这样似乎也挺不错的 怪物学院吗 第25章 结结结 那岂不是说 这联赛 我们躺着都能赢 几分钟后 校长王德发 听着姜皮滔滔不绝的介绍 面部有些抽搐 要不是确定 姜皮的天赋是变异型 他绝对不会让这种东西来 自己学校的 行了行了 给我打住 你只需要介绍自己的天赋就行了 校长一脸蛋疼的 打断了姜皮的自我介绍 姜皮意犹未尽的点了点头 然后道 姜皮 欲受天赋 说完 直接退了回去 校长 众人 真特么听话 算了 还是我来介绍吧 校长人妈了 这些新生 有点不好带 让你们介绍 是为了让你们更加了解对方 因为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一个团队 是互相最信任的人 解释了两句 校长便一次介绍到 姜皮 玉兽天赋 契约灵变异姿水王八 属于先天变异型天赋 契约灵实力 会变异得非常恐怖 陈大力 特殊空间系天赋 这个不太好解释 后边我慢慢跟你们说 灵血 双SSS天赋 而且是冰火双系 这意味着 以后有机会 可以开发出第三种天赋 楚云 你们之中最特殊的存在 没有任何天赋 当介绍到楚云的时候 所有学员都不禁抬头看了过来 老学员们 互相都比较了解 所以 每个人有什么能力 他们都很清楚 怪物学院之所以称之为怪物学院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楚云没有任何天赋 能被入选 看来这个人不简单 落九幽文言有些惊讶 他看过楚云的大考实况 看完之后 他的想法跟之前那几个校长一样 同样是认为 楚云是觉醒了很多个天赋 因为 他自己就是三个天赋的觉醒者 所以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 而他当时觉醒的时候 觉醒时也是 没有任何反应 但后来遇到怪物学院校长 也就是王德发的时候 他就被带了过来 然后觉醒了三个天赋 但现在校长都说 楚云没有天赋 那大概率是真的了 可没有天赋 是怎么能做到大考那种战斗的 落九幽眼波流转 不禁多看了楚云几眼 哇靠 老哥牛批啊 你竟然没有天赋 江皮和陈大力猛然一惊 一副见鬼的表情 看着楚云 你们俩用不着这么惊讶吧 半入学手续的时候 不是都写了吗 楚云贪手 嘿嘿 那什么 当时不是想着逃跑 没注意看 江皮和陈大力尴尬一笑 楚云 众人 说完新生 校长又介绍了一下老学员 六个老学员 楚蒙就不用说了 提前觉醒 不是怪物 还能是什么 不过让楚云有些惊讶的是 楚蒙首次契约 竟然有两个契约灵 这个秘密 恐怕家里都没几个知道的吧 而落九幽 就更让人惊讶了 三个天赋的觉醒者 不过 天赋评级倒不是清一色SSS级别 红号也不差 同样是变异幻兽系觉醒者 至于另外三个老学员 邋遢怪叫司徒镇 是剑系天赋 听起来很普通 但好像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小胖子叫马朝阳 复制天赋 听起来很强 实则跟自身实力挂钩 至于最后一个 看起来很有文化的眼睛 瘦高个 觉醒的是 浩然正气天赋 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处于能从那人身上 感觉到一副暴力的气息 总之 很特殊就对了 至此 十个学员对互相 都有了一个了解 然后 校长继续道 给你们十天时间磨合 十天之后 我会带你们参加一场新生联赛 这联赛奖励虽然一般 但却是我们怪物学院的 第一场比赛 所以 十天之后的冠军 你们必须给我拿回来 好了 现在还有什么疑问赶紧问 问完了开始训练 话音落下 姜皮和陈大力站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看着这俩货 校长就想打人的冲动 你们有什么问题 校长嘴角一抽 问道 姜皮眉头紧皱 正经问道 校长 你说是新生联赛 那不就只能 我们四个参加吗 听到这个问题 楚云也不禁抬头看了过去 王德发黑黑一笑 解释道 谁说的 我们怪物学院之前 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比赛 所以 那些学校也都不知道 我们学校的学生 那这么一来 我说你们是新生 那你们就全都是新生 有什么问题吗 姜皮和陈大力 听到这个解释 同时浑身一震 然后 一副同道中人的表情 见笑道 结结结 那岂不是说 这联赛 我们躺着都能赢 嘿嘿嘿 你说呢 三人互视一眼 忽然就猥琐着笑了起来 嘿嘿嘿 众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楚云再度汗言 这学校 真的是正常学校吗 不过下一秒 校长就瞄板起脸道 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了没了没了 姜皮和陈大力 连连挥手 楚云 你跟我来一趟 其余人 开始训练 校长冲着众人交代了一声 直接带走了楚云 楚云愣了一下 跟着校长来到了一间办公室 小子 你现在大概什么级别了 或者说 你的思维属性 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吗 听到这个问题 楚云猛的一愣 校长 您懂体数 王德发撇了撇嘴 不然你以为我 让你来干什么 说完 眼神有些火热的 盯着楚云道 你让我看到了 当年那位的影子 不过 你也真厉害 别的人没觉醒天赋 就直接放弃了 你却还能想到体数这条路 就冲这一点 你就是个怪物 楚云沉默 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系统 他才不会修炼什么体数 而是直接躺平 不过 现在能多一点 对体数的了解 楚云自然也不会 放过这个机会 看来 这次来怪物学院 多多少少还是来对了 虽然学校很奇怪 但自己 或许真的能得到 更大的提升啊 当然 实力提升起来 肯定没有系统 挂臂来得快 但能更多地了解 体数体系的话 楚云觉得自己 能找到更快 提升实力的方法 这也算是 把系统最大化利用了 第26章 负重训练 耐力突破600 跟校长聊了很多 楚云毛色顿开 对于体数的修炼 又多了不少的胆悟 而在临出办公室前 楚云也把自己的 思维属性告诉了校长 宿主 楚云 等级 灵级七阶 力量 583 敏捷 515 精神 531 耐力 577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镀门 颈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士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1% 剑术精通 熟练度0%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五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两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相较于大考结束 属性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只有平平无奇的一拳熟练度有所增加 而楚云告知校长的面板 还是偏低的 因为楚云只是说自己在500左右 其实力量和耐力已经接近600了 然而 楚云不知道的是 这个消息 直接把校长震惊的半个小时没回过神来 我滴个乖乖 这人真的没有觉醒四位基础系天赋吗 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呀 校长不禁有些怀疑人生 出了办公室 楚云重新回到了操场 操场上已经开始训练了 江皮和陈大力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躺在操场上睡着了 这怪物大学这么放纵的吗 竟然可以自己随时休闲 楚云有些犯嘀咕 不过 有这俩货的衬托 楚云觉得自己简直像急了三好学生 想到这儿 楚云静止朝着江皮和陈大力走去 就在距离俩人 还有一两米的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楚云 你不过来训练 想干什么 声音是站在操场中间的老师传来的 这老师楚云有印象 校长介绍过 这个胖的叫熊大 还有一个瘦的叫熊二 也是哥俩 当时楚云就觉得 这俩人可能还有一个老友 叫芷强 不知道后边有没有机会见一见 老师 我想休息 楚云理直气壮地回到 以至于躺在地上的江皮和陈大力 都忍不住睁开眼瞄了过来 楚哥牛逼啊 不训练都敢休息 熊大听到这回答 明显也愣了一下 你训练还没做 你凭什么休息 他们俩不也没做吗 楚云指着江皮和陈大力道 江皮嘴角一抽 哥 我们是累瘫了 才过来的休息的 楚云 干 草帅了 偷懒失败 楚云只好加入了训练大军 其实 训练对楚云的实力提升影响不大 还是击杀凶兽来的更直接一下 不过 今天的训练很简单 只需要围着操场跑二十圈就行 所以 楚云也就没当回事 可当楚云踩上操场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几乎是一瞬间 他就觉得自己 像是背负了几百公斤重的东西 整个人都被压垮了不少 别说跑起来 就连走 现在都是寸步难行 操 这什么情况 怪不得他们都跑得这么慢 原来还有负重 就在楚云一头雾水的时候 林雪刚好走了过来 艰难开口解释道 楚云 这老师是领域系天赋的觉醒者 他能根据我们自身的承受能力 释放不同的重力倍数 所以我们算是负重训练 老师说 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 你要加油呀 说话间 林雪已经超过了楚云一段距离 楚云感觉有点不对劲 虽然大家都是负重 可自己是专练体术的 身体素质怎么也比他们强一些 但现在这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 是什么情况 回头看了那教师一眼 那教师也正笑咪咪盯着楚云 干 刚来就被穿小鞋 不过 就在下一秒 楚云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负重 坚持一分钟 获得耐力属性加一 叮 触发暴击 耐力属性加二 嗯 这也能增加属性 楚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之前类似的训练 他其实也做过 但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没想到 这刚来一个负重训练 就得到了一些提升 有这好事 楚云顿时变得兴奋了 老师 能不能再重一点 我这感觉太轻松了 熊大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再次加重了领域能力 对楚云的加持 叮 恭喜宿主 超额负重坚持一分钟 获得耐力属性加一 叮 恭喜宿主 超额负重坚持两分钟 获得耐力属性加一 半个小时后 楚云艰难地走完一圈 但一圈下来 直接收割了二十多点耐力属性 此时他的耐力属性 已经来到了六百点 没有任何意外 六百点再次获得了新的加成 叮 恭喜宿主 耐力属性突破六百 获得属性加成 八门顿甲开金门之后 身体负担适当减轻 奖励跟楚云预计的差不多 现在他开了金门之后 身体负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按照这个趋势 说不定等耐力属性突破一千 自己能获得抵消死门的奖励 能开死门 那才是真正的八门顿甲 想到这儿 楚云不禁兴奋了起来 老师 再给我加重一点 熊大 其余学员 眨眼一个上午过去 二十圈的负重 跑终于结束 所有学员都累得摊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连楚云也累个半死 只有江皮和陈大力还在继续 因为中间累摊的缘故 俩人进度慢了一些 看着大家都休息了 江皮跟陈大力一脸的忧怨 但还得埋头继续跑 哦 虽然很累 但是收获是真不错呀 一个上午下来 楚云收割了接近五十点的耐力属性 至于后边 虽然依然在增加负重 但没什么奖励了 楚云 估计是因为自己的耐力属性太高了 必须寻找新的方法了 训练结束的可以回去休息 下午会安排你们进行新的训练 到时候可别掉链子 说着 熊大看了江皮和陈大力一眼 这俩人虽然天赋不错 但身体素质还是有些太差了 就在这时 几个学长忽然朝着楚云围了过来 第27章 这一拳 得有二十年的功力了吧 被学长学姐们这么盯着 楚云心里一时间有些发毛 这时 楚蒙率先开口道 哥 你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楚云一脸茫然 楚蒙道 刚才的训练 怎么感觉 你越练越强 熊老师的重力领域 是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体素质 自动增加负重的 你怎么可能还能加重 红浩一脸不解 他可以说是众人里边 身体素质最强的 但今天训练的表现 他觉得楚云 似乎比自己更强 我也看出来了 楚哥你真猛 江皮和陈大力拍马批道 楚云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这俩货 楚云 要不我们切磋一下吧 我不用换手系的力量 红浩眼中 忽然涌起了战役 楚云本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自从大考之后 他似乎还没跟同级别上下的对手战斗过 一时间难免 也有些手痒 至于之前 在家里跟楚风训练 那有着 自己老妈的加持 不算是自己的实力 只能算是坑爹 行 试试就试试 楚云咧嘴一笑 果断点头答应 见俩人说打就打 其余学员 瞬间变成了吃瓜群众 一脸的兴奋 楚蒙不知道 从哪里弄了的小喇叭 嘟嘟嘟吹着 红浩学长加油 一定要把 我哥打得稀巴烂 楚云满脸无语 听听 这是亲妹妹 能说出来的话吗 姜皮和陈大力 不知道 从哪里摸到了 两根彩绳 也在旁边挥舞着双手 楚哥加油 要给我们心声 争口气啊 这俩人被红浩揍过 所以打心底 是希望楚云胖 揍红浩一顿 只不过 这概率有点低而已 但输人不输阵 加油肯定是要 给楚云加油的 楚云加油呀 林雪自然也是 站在楚云这边的 至于其余几个学员 也都饶有趣味的 在旁边看着 他们也想看看 楚云的特殊之处 没有天赋 能进怪物学院 肯定不简单 很快 红浩和楚云 来到操场中间 红浩本身就是 变异幻兽系天赋 所以 就算不使用天赋 本身的属性 也差不到哪去 嘿嘿 楚云 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我不使用天赋的情况下 力量数值 应该在三百左右 你要是撑不住 就别硬撑 要是打坏了你 影响下午的训练 可就不好了 红浩虽然看起来 是个标形大汉 但作为学长 他其实还是很和善的 楚云听到这个数值 微微愣了一下 这还是 他第一次从别人口中 得知数值的概念 之前 几乎都是凭自己判断的 不过 想想今天 跟校长聊的内容 估计这个数值 是校长 根据某些手段测算的 至于三百的力量数值 楚云笑了笑 那可有点不够看啊 学长 如果你不使用天赋 只有三百力量数值的话 那我建议你 还是使用天赋吧 听到楚云这话 所有人都是疑论 你确定 红浩更是一脸惊疑 他这个等级 三百力量数值 其实不算低了 使用了幻兽系天赋之后 更是能无限接近九百 可以说是翻倍的增加 而这 已经是不少人这辈子 达不到的高度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来到怪物学院 楚云道 别忘了 我没有天赋 修的就是体数 所以身体素质 要强一些 我心里有数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红浩舔了舔嘴唇 眼中战意盎然 下一秒 他直接使用了 自己的幻兽种天赋 红浩的天赋 是幻兽系变异三头狼 使用天赋之后 红浩忽然多出来了 两个狼头 而双臂和双腿 也变得和狼的造型 差不多 加上他 本来就壮硕的身材 看起来多少有些吓人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 姜皮下的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陈大力 也是一脸震惊 但嘴角却不争气地流出口水 我滴个乖乖 这俩投考了 吃不知道好不好吃 姜皮 众人震惊的同时 红浩已经一拳 朝着楚云挥了过去 空气中传来的音爆声 让所有人集中注意力 看了过去 面对红浩这一拳 楚云不慌不忙 同样是一拳挥了出去 碰 两拳相撞 像是火车头 撞上了火车头 一道空气波 以两人为中心 朝着四周肆虐过去 姜皮和陈大力 一个不注意 直接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两人一脸猛逼地 从地上爬起来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新生和老生的对决 本来他们还以为 楚云是所有新生最弱的 毕竟他没有天赋 顶多就是体数强一点 可现在 俩人发现 最弱的好像是他们自己 楚云这一拳 最起码得有20年的功力吧 可他明明才18啊 哈哈 看来真是我小看你了 那我可就使全力了 红浩放声大笑 再度朝着楚云攻击而去 这一拳 让楚云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一次 楚云也不敢懈怠了 金门直接秒开 然后平平无奇地一拳轰出 咔嚓 眼前的空气 响起一道碎裂的声音 而同一时间 红浩的一拳也轰了上来 又是两拳对碰 登登登登登 红浩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碎裂的空气 什么情况 你一拳把空气烘碎了 江皮和陈大力也是惊呼出声 我去 什么鬼 你管这叫没天赋 陈大力作为空间系天赋的觉醒者 他可太熟悉刚才的一瞬间了 那明明就是把空间都给捶碎了 除了两人外 其余几个学长也都瞪大了眼睛 这小子 什么情况 司徒镇难得一脸震惊地打量这一幕 胖子 这一拳你能复制吗 小胖子马朝阳一脸猛逼 摇了摇头 啊 我根本没看懂怎么回事 虽然马朝阳的复制天赋很逆天 但可以复制的 是他可以看懂的天赋招式 楚云这一拳 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灵气波动 更别说复制了 果然是个怪物 另一个学长乔芳说道 也就是戴眼镜的瘦高个 与此同时 学校的校长和两个老师也被震惊到了 从对战一开始 他们就在一旁观察 楚云这两拳下来 直接颠覆了他们的三观 特别是当两个老师听校长说 楚云的思维属性 大概在五百左右的时候 两人更是直接惊呆了 怪不得这小子上午的训练 越来越轻松 原来这么抗脏 第28章 发现新大陆 学习凌波微波 这是要我练武呢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云之所以那么轻松 是因为楚云变态的成长速度 只要击杀凶兽或者训练或者对战 就能得到提升 比如现在 在跟红号对战结束之后 楚云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第一 恭喜宿主 获得平平无奇熟练度提升 虽然提升很小 但聊胜于无 积少成多 早晚不还是稳稳起飞 我说老王 这小子就算能靠体术成长 但是以后真的能有大作为吗 熊大看向王德发 一脸的怀疑 倒不是他们不相信楚云的实力 实在是 这个世界 天赋才是王道 曾经的体术 也只是在曾经比较厉害 自从凶兽再度变异之后 单纯靠体术 已经没办法奈何凶兽了 别看现在很强 等后边遇到厉害一点的凶兽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凶兽一口一个火球过来 你就算体术再牛逼 接近不了 人家也没用啊 而且 防御型天赋的凶兽 更是皮糙肉厚 想要单纯靠体术 造成伤害 不是不行 只是不太现实 王德发眯着眼 四在感慨 虽然我也搞不懂 这小子怎么回事 但是多少年了 没有觉醒天赋的人 都老老实实当了个普通人 只有他起码想着走别的路 不管怎么样 这孩子不服输的精神 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不管以后能走多远 眼下我要让他看到变强的希望 这一刻 楚云在校长心中 俨然是一副 不服输逆天型的 好骚年的形象 只可惜 校长不知道 楚云是个挂笔 而他修体术 也不是因为不服输 只是想更安全地躺平罢了 几分钟后 切磋结束 一众人又把楚云围了起来 虽然红浩没使用权力 但他同样感觉出来 楚云也并没有使用权力 以新生的实力 对战老学员 一点不落下风 不由得让其余老学员 对楚云有些刮目相看 卧槽 楚哥牛逼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哥 江皮和陈大力 已经爬了回来 上来就是一顿 韧青彩虹屁 楚云瞥了两人一眼 打住 我可不想有两个 有大病的弟弟 江皮 陈大力 他们是脑子有病吗 他们只是能屈能伸好吗 哈哈 楚云 你小子可真行 不过 你确定你没觉醒天赋吗 红浩这时也走了过来 虽然校长说了 楚云是没有天赋 可刚才的种种变现 根本没办法用没天赋解释啊 听到这个话题 其余几个学长也都看了过来 楚云无奈道 红浩学长 我是真的没天赋 大家都是同学了 我没必要骗你们 我确定 他确实没有觉醒天赋 小胖子马朝阳说道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起码 我确定 刚才你们的切磋中 他没有使用任何天赋 马朝阳开口 大家基本就确定了 楚云真的没有天赋 因为马朝阳天赋的特殊性 如果对方有天赋 他不会感觉不出来的 虽然搞不懂 不过不重要 毕竟大家都是怪物 有点特殊性也很正常 中午一起吃了个饭 休息了一会儿 学校就开始下午的训练了 下午的训练 倾向于敏捷性 或者说身法 通过这次训练 倒是让楚云想到了一些别的路子 之前自己 只是仗着敏捷属性的本能 躲避攻击 后来属性突破 有了剑纹色霸气属性 也可以适当躲避攻击 但如果自己合理利用这种敏捷性 再配合躲避类的神法 岂不是更上一层楼 系统中好像也有类似的神法 但技能熟练度满之前 好像没办法用了 打开属性面板 看了一眼技能熟练度 上次系统奖励的 剑术精通熟练度 还是零 如果想要激活下一个技能 楚云就要先把 剑术精通熟练度拉满 至于平平无奇的一拳 因为是大考结束的 洗礼奖励的 所以 并不算在激活技能的 前置条件之内 下午训练结束之后 楚云去找到了校长 你是说 你想要身法类的修炼方式 或者攻法 王德发听到楚云说的 明显愣了一下 天赋觉醒时代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赋 都会开发不同的技能 而每次突破大等级 更是会领悟专属的 本命技能 当然 也有人参考别人的技能 领悟新的技能 至于攻法 倒还真的很少 因为天赋的专属性 领悟的技能 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沉吟了片刻 校长忽然想起什么 你等我一下 说完 校长就钻进屋子里 找起来了什么 半个多小时后 就在楚云准备放弃 打算自己回去研究的时候 校长一脸兴奋地 拿着一本书出来了 找到了找到了 你看看这个 你能不能修炼 这东西 是之前我的老师留下来的 我也之前也让他们练习过 只是没什么用 凌波微步 楚云看到书本上的名字 整个人直接就愣住了 那么这不是武侠里边的身法武功吗 难道自己没觉醒天赋 要走练武的路子了 不过 仔细一想 自己都练体术了 可不就是练武了吗 而就在这时 脑海中忽然传来的系统的声音 第一 发现功法 凌波微步 是否学习 学习 楚云没有犹豫 立马选择了学习 一瞬间 楚云脑海中 多了许多 凌波微步的练习方法 而技能栏上 也多了一个 凌波微步的技能 楚云心中狂喜 他好像发现了 系统的新用法 校长 这种功法还有吗 楚云一脸激动 王德发皱眉 没了 但如果对你有用 以后 我可以多留意一下 好 谢谢校长 这东西对我用处可太大了 说完 楚云就迫不及待 去试验凌波微步了 系统的反应说明自己 可以主动学习很多功法 这么一来 自己就不需要 等着熟练度满了 才可以激活技能了 虽然技能多了 会导致分心 但他们自己是挂臂啊 只要击杀凶兽 就可以得到熟练度奖励 根本不用刻意去练习什么 出了校长办公室 楚云静止来到了操场 然后脑海中浮现64挂像 按照凌波微步的技巧 楚云顺着64挂像走了一遍 第一 恭喜宿主凌波微步 熟练度提升 楚云眼睛一亮 有戏 第二十九章 要不 你来我屋睡 经过一晚上的练习 楚云的凌波微步熟练度 已经到达了百分之十 虽然不算很高 但在树丛中自由穿梭 达到片叶不沾身的效果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 正准备回去休息 楚云却想到自己的房子 早上被楚蒙的契约灵压塌了 于是 楚云就去找了楚蒙 二话不说 直接把穿着可爱睡衣 双眼惺忪的楚蒙 从被窝里拉出来 送到灵雪屋子里 然后楚云躺在楚蒙屋里 每每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 楚云 我要杀了你 楚蒙气势汹汹 抱着枕头去找楚云算账 但推开门之后 屋子里却没一个人影 因为楚云老早就起床了 此时的他 正在跟着司徒镇训练剑术 你没觉醒天赋 对剑的领悟力会低很多 不过要是坚持的话 小船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司徒镇依然是一副邋遢的模样 一边抱着自己的酒葫芦喝酒 一边冲楚云解释道 但楚云却毫不在意 只是一脸兴奋的不停练习 学长 我知道 我就是多个保命的手段就行 司徒镇见楚云这心态 笑了笑便不再说话 说实话 他倒是蛮看好楚云这种心态的 而且 在他看来 楚云确实不需要剑术 那天切磋的时候 楚云那一拳 他预估了一下 自己不拿出八成十例 是接不下的 体术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确实是怪物中的怪物了 至于大早上 为什么来找自己学剑 司徒镇没具体问 只是从学长的身份教了 一早上的剑术 练习过去 楚云额头 已经布满了汗水 但收获很大 技能蓝的剑术精通熟练度 已经提升了5%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起码以后击杀凶兽 无法提升熟练度的时候 自己可以通过这种训练方式 提升实力 当楚云和司徒镇 回到学校操场 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天而降 卧槽 什么东西 楚云下意识使用 顺移躲开 至于司徒镇 被压了个正正 只是 下一秒 巨大的阴影 就发出了一道委屈的声音 原来是司徒镇 已经拿剑防御了 而那阴影 正好坐在了剑峰上 看着都疼 萌萌 大清早 你这是想干什么呢 司徒镇无语道 果不其然 巨大阴影 是楚蒙的契约灵 也就是 那只 可以巨大化的兔子 学长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是找楚老六的 楚蒙迎牙咬的咯吱咯咯作响 完全是一副 要叨了楚云的眼神 昨天晚上 竟然趁我不注意 把我扔出去了 真是个坏哥哥 小时候还能一起睡呢 你没地方睡 就不会睡我旁边 蒙蒙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楚云见楚蒙的表情 也是嘴角抽搐 这妹妹 越来越不听话了 昨天让兔子做自己 今天还做 想把我压成饼干怎么的 楚蒙 收起来 你的契约灵 今天的训练要开始了 就在这时 熊大和熊二两位老师走过来了 楚蒙哼哼一声 只好先收起来自己的契约灵 同时不忘朝着楚云递过去一个威胁的眼神 楚云 你没事吧 一众人集合之后 林雪小声关心道 楚云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林雪点了点头 似乎是想起昨晚的事情 小脸有些红扑扑地看了楚云一眼 结结巴巴道 楚云 晚上 晚上你要是没地方睡 其实可以睡我屋里的 楚云猛地转头 就看到林雪小脸 已经红到了脖梗 但他楚云是那种人吗 很显然 是 姜皮和陈大力 仿佛读懂了楚云的心声 楚云 哥 你真牛 刚来就抛到手一个 姜皮一脸羡慕 陈大力却满不在乎 先说好 这个是你的 那洛九幽学姐 我可就要出手了 到时候别说 我没给过你机会 楚云 这俩货 果然是有什么大病 不过 去林雪屋里睡 会不会发展得太快了一点 他楚云可是个负责人的男人 这要是真去了 往后就没办法追妹子了呀 而且 这洛九幽 确实也不错哈 一时间 楚云竟然陷入了纠结了 不过 很快他就不纠结了 因为训练已经开始了 虽然不了解 别的学校是怎么训练的 但怪物学院的绝对是最有效的 因为怪物学院的训练 不亚于真实的对战 几天的训练下来 楚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四维属性 又有了不少提升 随着耐力破了600之后 力量也破了600 力量600星的属性加成 是对平平无奇一拳的加成 现在的楚云 平平无奇的一拳挥出去 可以引发更大的空气震动了 除此之外 精神和敏捷属性 也都来到了567左右 距离600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提升这么快 主要还是中间去了一趟异兽森林 而楚云的等级 也有了新的刷新 现在已经是王级二阶了 但楚云觉得自己的实力 还在这之上 因为击杀王级二阶凶兽的时候 他甚至连八门都没有开 仅凭着600多力量属性的体制 一拳干爆了一头凶兽 当时就把学院 其余人吓傻了 他们甚至都在考虑 自己要不要专修体术了 今天是联赛前的最后一天 所以你们可以休息一天 明天的联赛不是重点 不出意外 你们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 重点是联赛之后的训练营 那才是你们展露实力的地方 总之 今年所有联赛的资源 我们怪物学院要全包了 行了 接下来你们就自由安排吧 说完这些话 校长就离开了 留下楚云一众人大眼瞪小眼 自从来了这学校 几乎天天都在训练 这突然一闲着 还真不知道该干嘛了 要不 我们把楚云的房子盖起来吧 林雪提议道 这几天 楚云终究是没去林雪屋里睡 这让林雪有些失落 特别是其中一晚上 楚云还在楚门屋里待了一晚 这就更让林雪充满了危机感 所以 盖房 刻不容缓 听到林雪的建议 其余学员都转过头看了一眼 不过全都点头同意了 于是 十个学员啥事没干 盖了一天的房子 但盖房子的过程中 楚云似乎发现了觉醒者的新用法 第三十章 我给大家当狗 还不行吗 阿皮 快让你的滋水王八 喷点水和活泥 大力 快用你的空间 再装点木头过来 楚云小嘴巴巴疯狂指挥 江皮和陈大力 则是干了一波活 又接一波活 没多大话 俩人就累得跟狗一样 摊在了地上 哥 要不这房子 咱还是别盖了吧 你直接住我们乌德了 是啊 说好了一起盖房子 凭什么就让我俩忙啊 楚云笑眯眯盯着俩人道 那要不这样 咱互相切磋一下 醉菜的两个人干活怎么样 江皮和陈大力瞬间沉默 他们可不是傻子 切磋之后 他们不但要挨一顿打 还得干活 这么一对比 还不如直接干活呢 别 哥 我们直接干活 你就别骂我们菜了 江皮和陈大力白眼一番 一个只会王八喷水 一个去装木材 其余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忍不住吃笑出声 就连平常低调的落九幽 都没忍住 还别说 这妞笑起来挺好看的 九幽学姐 你笑起来这么好看 就应该多笑点 整天冷着脸不知道的 还以为别人欠你钱呢 楚云嘴欠说了一句 落九幽立马收起笑容 再度冷着脸道 不用你管 楚云撇了撇嘴 倒是也没继续说话了 到了晚上 江皮和陈大力 累个半死 而楚云 也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新房子 临睡觉前 楚云警告楚蒙 不准再搞这种事情了 楚蒙笑咪咪答应 但条件是 楚云一周得 给他讲一次故事 哄他睡觉 这对于楚云 不是什么难事 卖女孩的小火柴 天上掉下来的王八蛋 月亮骗猴子跳紧 那都是信手拈来 四日一早 学院所有人 整装待发 在校长的带领下去 参加新生联赛 坐在大巴车上 打开车窗 楚云深深吸了一口气 陈大力也摆出了 一个同样的姿势 楚哥 我怎么有一种 重新做人的感觉 楚云翻了个白眼 神特么重新做人 不过他好像 也有这种感觉 只是刚才没有找到 合适的形容词 上车没多久 学员们就睡着了 楚云自然也不例外 大巴车走了 不知道多久 好了 宰只们 都醒醒 到地方了 听到校长的声音 众人才陆陆续续睁开眼 死 我胳膊呢 楚云一睁眼 就感觉胳膊失去了知觉 心中顿时一阵后怕 该不会是谁 趁着自己睡着 把自己腰子嘎了吧 低头一看 楚云松了口气 原来是左右个 靠着一个小可爱 把胳膊压妈了 左边是林雪 右边是楚萌 俩人靠着自己的胳膊 睡得不亦乐乎 楚萌更离谱 口水都流衣服上了 前边则是江皮和陈大力 一脸羡慕地看着 我们什么时候 才有这个待遇啊 梦里啥都有 楚云没好气 看了两人一眼 随后也是把林雪和楚萌 喊醒了 下了车 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自然保护区 这种保护区原本应该是凶兽横行的森林 但后来凶兽被消灭之后 就被军队的人保护了起来 成了保护区 往往这种地方 都是有着一些秘境入口的 咦 这边好像有秘境存在 陈大力神色一动 有些惊讶地说道 其余人文声全都看了过来 校长王德发笑咪咪道 特殊空间系 果然对秘境比较敏感 换句话说 就是工具人呗 楚云一语道破 他似乎明白 陈大力为什么能进怪物学院了 陈大力脸色一黑 楚哥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工具人不工具人的 我给大家当狗还不行吗 众人 就离谱 姜皮 这货哪来的 不认识 走吧 我们先进去吧 王德发给工作人员 递过去身份卡 登记之后 一众人便进入了这片保护区 进入保护区 路上遇到了不少别的学校的学生 大力 你有没有发现 别人好像都在看我们 陈大力甩了甩头发 眼神忧郁道 当然发现了 果然是我们的魅力 无处安放了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 是在看九幽学姐 和司徒学长他们 姜皮皱了皱眉 陈大力转头一看 好像还真是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他们这个组合 确实有点引人瞩目 司徒镇 还是那一副邋遢模样 红浩虎背熊腰的 跟黑色会打手似的 胖子和瘦子 更是强烈反差 也就楚云 灵雪 楚蒙 落九幽 正常一点 但离谱的就是这儿了 两边一组合 就显得不正常了 这是哪个学校的新生啊 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谁知道呢 看着长得还挺着急的 不过 旁边的三个妹子不错呀 一个比一个好看 可惜这学校男的 没一个能打的 多好的妹子 都被猪拱了 谁说的 我看中间那个就不错呀 挺帅的 走吧走吧 我们跟过去 听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们的议论 传到了楚云一众人耳朵里 司徒镇他们 明显是习惯了 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楚云就是他们口中 中间挺帅那个 所以他也不在乎 唯独姜皮和陈大力 一脸不愤 你说他们说了那么多 怎么就没提到我们俩了 管他呢 反正咱是来比赛的 等拿到了冠军 他们就认识我们了 有道理 看来我不能再隐藏我的实力了 大猎 你脑子没病吧 你不是要当狗吗 滚 没多久 一行人穿过保护区森林 最终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大会场 此时会场上黑压压一片 已经来了不少学生 就在这些新生们四处打量的时候 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 欢迎大家来到魔鬼自然保护区 你们是来自各所大学的优秀新生 这里将是你们进入魔鬼训练营的第一步 新生联赛是为了更好地筛选每一届的天才 只有天才才可以进入魔鬼训练营 当然 只要能进入魔鬼训练营 并取得成绩 就可以拥有进入异次元空间的机会 进入异次元空间意味着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异次元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幻境 幻境之中有危险也有机遇 不过 总的来说 危险是大于机遇的 如果能进去一趟 对于觉醒者来说 绝对是物超所值 只不过 现在大多数幻境的入口 都掌握在军队和大学手里 一般的觉醒者很难有机会接触到 至于一些野外的幻境 一般人没有点能力也找不到 但陈大力是个意外 第31章 新生联赛开始 反派死于话多 现在我宣布 新生联赛正式开始 根据对战结果 前500名可以获得魔鬼训练营资格 现在 请根据自己身上的标签 寻找对应比武场 随着威严的声音落下 一束束金色的激光 从天而降 旋即大家就发现 手腕处多了一个徽章 徽章上显示了自己所属的编号和积分 我是A区 002号 你们呢 楚云看了一眼自己的分区 我是B区123号 我是C区14号 我D区30号 一圈下来 怪物学院十个人被分到了十个区 运气不错 这样我们就不用自相残杀了 姜皮脸上一洗 主要对上他们自己这群人 他和陈大力是最弱的 弄不好还真过不去选拔 不是运气不错 是我们压根没这么多学生 楚云早已看破了一切 不出意外的话 比武场一共是十个分区 但别的学校来的人都很多 恐怕只有他们是来了十个人 嘿嘿 问题不大 我先去拿资格了 前五百名 也就是说 必须在自己的分区达到前五十名就好了 这还不是简简单单 说吧 姜皮和陈大力就去了自己的分区 剩下楚云几人随便交流了几句 也去了各自的分区 楚云 加油呀 临走前 林雪冲着楚云挥了挥小拳头 楚云温柔一笑 忽然深情 你也是 七 比个赛也能秀恩爱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楚云转头看了过去 我说萌萌啊 这可是你未来的嫂子 怎么说话呢 楚云小嘴一撇 我才不想要什么嫂子呢 说完 楚云气呼呼背过身 走去了自己的分区 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不要嫂子 那你还想要滴妹不成 做梦吧你 楚云嘀咕了两声 也转身去了自己分区 楚云是A区002号 所以第一场比赛 就是他和001比 抽签是完全随机的形式 编号并不代表实力 不过 尽管如此 比赛结束之后 楚云也忍不住吐槽 这新生联赛 水分也太大了 真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来 刚才他只是用了一拳 就打飞了对手 赢得也太轻松了 很快 第一轮对决结束 胜者继续第二轮 这种比赛 一直要持续到 绝出前50名 就算是结束了 楚云看了看自己下一场对手 是46号 这学生他刚才有印象 挺厉害的 好像是帝都那边的新生 但自己跟他打 还是没有任何悬念 002号对决 46号 请选手速速入场 比武场声音响起 楚云起身 不紧不慢 走上了比武台 与此同时 46号也走了上来 你就是楚云吗 对方突然开口 楚云文言愣了一下 你认识我 哼 云城的废物 却拿了大考第一 最后还没有选择帝都大学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对方有些嘲讽地说道 嗯 经典反派角色上线了 楚云神色一正 不禁暗道 对方的味儿实在是太重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不出意外 帝都应该是有自己的一段佳话了 所以 你想表达什么 楚云懒得跟对方废话 当然是打败你 让你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 为了帝都大学而战 看着对方慷慨激昂的样子 楚云实在是不耐烦了 金门 开 一瞬间 楚云直接化身苍蓝猛兽 接着 平平无奇地一拳轰出 楚云的拳头位置 被一层半透明的屏障包裹 像是一个拳套 下一秒 踏踏 空气中传来了碎裂的声音 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出现在46号眼前 哄 没有任何准备的他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楚云拍了拍手 风轻云淡道 下次不知道事情真相之前 先别这么着急装批 还有 比赛就比赛 别那么多批话 反派死于话多 没看过小说吗 说完 楚云就离开了比武场 坐在边缘静待下一场比赛 然而 整个A区比武场的新生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瞬间都炸了 卧槽 刚才那是什么 我没看错吧 空气都被那个人干碎了 他到底是谁啊 什么楚云 没听说过啊 难道是魔度大学那边的人 应该不是 刚才他变成蓝色的时候 像极了猛兽出龙 不会是北梁那边的战士吧 这可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中度的 看来A区的第一 非他莫属了 话说 你们看出来 他是什么天赋了吗 难道是空间系 在新生们的议论下 楚云的神秘感 立马拉满 但楚云也懒得解释那么多 只是静静等着自己的比赛 后边又参加了几场比赛 楚云都是轻松拿下 没有任何意外 楚云的积分 已经来到了第一名 对决差不多持续了 两个多小时的样子 A区的前50名 终于筛选出来了 结束比赛的楚云 准备去看看别的区的比赛 刚从A区出来 楚云就遇到了洛九优 九优学姐 你们也结束了呀 你是第一名吧 楚云笑呵呵打招呼道 洛九优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我们去看看司徒学长的比赛吧 刚好C区比较近 说着 两人直接进了C区的比武场 只是刚进来的一瞬间 两人就感觉到了一股灵力的剑意 而且 整个比武场都充斥着压抑 不少新生都吓得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我去 这C区这么猛的吗 楚云惊叹一声 抬头一看 比武台上的两人 正是司徒镇以及他的对手 竟然是他 洛九优惊讶出声 楚云好奇到 九优学姐认识司徒学长的对手 洛九优点了点头 是司徒的地点 地点 楚云脸色一僵 实在是看不出来 这俩人有什么关系 司徒镇一副邋遢的样子 对方却是光鲜亮丽 怎么看 怎么像是富家子弟 别告诉我司徒镇是领养的 然后被排挤出了家族 这么狗血的桥段都有的吗 说来话长 还是等司徒自己说吧 学员们很少互相打听对方的私事 听洛九优这么说 楚云也只好按捺下了吃瓜的冲动 再次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比武台上的比赛上 第32章 你过来啊 你过来打我啊 说是亲兄弟 但比武台上的两人 可没亲兄弟该有的样子 比起姜皮和陈大力的关系 司徒镇和眼前这人可就差远了 没有多余的废话 两人抄着家伙就打了起来 对方跟司徒镇一样 也是间隙天赋 虽然天赋觉醒充满了随机性 但有些家族 却能很好地遗传父母的天赋 不出意外的话 这司徒家 应该是间隙的传承天赋了 只是 作为怪物学院实力最强的学长 司徒镇一时间竟然有点 被对方压着打 我去司徒学长这老弟够猛的 怎么感觉比司徒学长还厉害 楚云一脸惊叹 虽然他没跟司徒镇打过 但落九幽都承认司徒镇的实力 那肯定不简单 落九幽叹了口气 想要说些什么 但又没说 楚云好奇道 学姐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落九幽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说来话长 有机会再说吧 楚云 得 吃瓜被再次强制打断 还好楚云没有那种 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 不然啊 就这一波 他都要被落九幽积的抓心挠废 言语之间 场上已经奋出了胜负 司徒测赢了 司徒镇输了 司徒镇 你还是那么不堪一击 真是个废物 对方嘲讽了一句 便转身下台了 司徒镇盯着对方的背影 双拳紧握 手臂有些颤抖 虽然还是那副邋遢模样 但依然能看出来 此时的他心里不太平静 不过 司徒镇虽然败了 依然取得了这一场第二名的成绩 所以 获得训练营资格 是没什么问题的 走吧 去看看别的 楚云和落九幽 没有打扰司徒镇 而是转身去了别的比武场 这个时间点 别的比武场 也都差不多出来成绩了 胖子 瘦子 红浩 林雪 楚蒙 姜皮都拿了不错的名次 除了陈大力那边 还没出来结果 什么情况 大力那边怎么那么满 走 看看去 一众人结伴 很快来到了陈大力所在的比武场 刚进来 就听到了这个区 所在的新生们 一阵哀声叹气 哇靠 这人什么鬼啊 能不能好好打 就是 光会躲算什么男人 他这就是耍赖 赤裸裸的耍赖 这哪个学校的啊 也太无耻了 真不要脸 真特么是的老六 别的区比赛都结束了 就剩我们了 到底能不能行啊 不行趁早滚蛋好吧 看着新生们一副被破防的样子 楚云一众人也都好奇地抬头朝着比武台看了过去 只见陈大力一脸悠闲 正勾着手 冲着对手挑衅道 你过来啊 倒是过来打我啊 对方气的脸色涨红 已经是破了大方 我踏马一拳干死你 对方直接一拳朝着陈大力轰了过去 然而 就在拳头砸到陈大力脸上的一瞬间 陈大力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卧槽 这什么情况 楚云顿时一惊 落九幽仪众人也美眸瞪大 有些惊讶 嘿嘿嘿 你们不会忘了吧 大力可是空间戏啊 这时 江皮笑嘻嘻解释了起来 大力的空间戏比较特殊 不但可以存放物品 还可以存放活人 所以它消失就是自己进了自己的空间里 众人听完又是一惊 可以存放活人的空间戏 那确实足够特殊的 江皮一脸神秘 继续道 其实大力的空间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秘密 不过暂时保密 晚点再跟你们说 说完 扫视了一圈众人的反应 嗯 竟然没有一个人好奇 你们到底会不会吃瓜啊 江皮 来 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 楚云忽然冲着江皮招手道 江皮下意识 把耳朵凑了过来 然后 楚云把司徒镇的事情 告诉了江皮 然后呢 哥 后边呢 江皮眼睛瞬间瞪大 满脸写着好奇 显然是内心的八卦之火 燃烧了起来 但楚云 却是抱着手 一脸淡定 先看比赛吧 看看大力能第几名 卧槽 别啊 哥 瓜还没说完啊 江皮着急的不行 什么瓜不瓜的 吃瓜 有我们同学的成绩重要吗 我特忙 江皮无言以对 只能在一旁即的抓心脑费 看着江皮的反应 落九有几人 都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一波啊 叫做报应 几人说话间 陈大力忽然从另一个空间出现 然后再次开启了仇恨模式 你过来啊 你过来打我啊 我他妈杀了你 哄 哄 哄 对方明显是彻底被逼急了 找不到陈大力 开始对着舞台疯狂撒气了 这时 裁判不得不出来 制止了这场比赛 同时宣布 陈大力获得了比赛胜利 只是 看着挥手致意感谢的陈大力 裁判的眼神多少有些优怨 楚歌 阿皮 学姐 学长 陈大力发现了人群中的楚云等人 直接跳起来疯狂打招呼 但鉴于陈大力刚才的表现 楚云等人低着头凑在一起 有说有笑 完全没有去看陈大力一眼 乖乖 这要是让这群新生知道这丢人玩意儿 是自己一伙的 还不得被这群人吊起来群殴 由于多了陈大力 这朵奇葩的存在 整个比赛筛选的进度整整被推后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 连主办方都看不过去了 直接让陈大力提前锁定训练营资格 没了陈大力 比赛进度就快得多了 差不多半小时后 最后一个去的资格也锁定了 至此 第一波训练营资格全部锁定 休息区 陈大力正手舞足蹈地跟众人描述自己的勇武 怎么样 提前锁定资格 你们都没有这待遇吧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主角光环懂不懂 唉 想我陈大力风流倜傥 一身勇武 终于扬名利万了 众人 这小子 脑子指定是有点大病 就在这时 怪物学院校长王德发朝着众人走了过来 他先是看了司徒镇一眼 然后又看了陈大力一眼 最后对着所有人道 第一关你们算是过去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考核 考核通过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加入了训练营 而在训练营结业的时候 前二十名就可以拥有进入秘境的机会 下一个考核对于你们来说依然没什么难度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十个人 一个人都不能拉下的进去秘境 第三十三章 果然老鹰批还得看校长的 王德发说完这些 目光随之落在了陈大力的身上 很明显 最后那句话就是对陈大力说的 虽然接下来是团体战 他并不是很担心自己学员的实力 但陈大力是个例外 王德发怕陈大力闹什么幺蛾子 陈大力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神情顿时一震 然后拍着胸脯道 校长你放心 我一定带领他们杀入前二十名 拿下秘境名额 校长 其余学员 这下子 给所有人都整不会了 校长 是这个意思吗 校长 是怕你闹幺蛾子 与此同时 一架国外 飞往帝都的飞机上 零零散散 坐着十几号人 十几号人肤色 各有不同 显然不是同一个国家的 而在他们的正前方 一个油腻的肥瘦胖子 正唾沫横飞说着什么 所有人 都给我听好了 加入了战神班 就注定你们的成就部分 你们都是 今年刚觉醒的好苗子 更是接受了一个月的魔鬼训练 现在带你们回国 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你们可以理解为师去虐财 但这次是有奖励的 只要你们实力够强 你们就可以拥有话语权 就能进入 秘境获得机缘 所以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听清楚了吗 肥胖中年人话音落下 十几号少年 全都是一副 慵懒模样 似乎完全没听到 刚才话一样 但中年男人 不但不生气 反而嘴角露出了笑容 天才 就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有着盛气凌人的资本 国内每年一次的新生训练营 他都会带着战神班的新生 在最后一个环节 强势登场 然后 从本来准备好的 二十个名额之中 夺走十个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而今年 天才 似乎比往年更多一点 他这次要夺走的 不只是十个 而是十二个 对于这种现象 其实各大高校 打心眼里 是看不惯的 但却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说什么 人家战神班敢这么做 就是因为 人家有实力 这种情况连帝都大学 都没说什么 其余学校 哪有敢反抗的呢 再加上那些 被夺走名额的学生 受到打击回来之后 大多数都会激发出来 更大的潜力 变得更强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这也算是好的结果了 再说训练营这边 王德发交代完没多久 第二轮的考核 就开始了 过关的五百个人 被放养在森林里 击杀一兽 可以获得积分 也可以抢夺别的学员积分 说白了 就是大乱斗 只要积分超过五百 就算是过关 而这个时间 是三天 很明显 这就是生怕学生们 打不起来 故意多留点时间 结结结 不知道 这次有多少小羊们 要被我们虐得怀疑人生了呀 森林某处 楚云一行人 被随机传送到了这个位置 陈大力站在众人前方 学着反派的经典笑声 一脸都猥琐 楚云一行人 齐齐翻了个白眼 直接忽视了这活 击杀凶兽 是楚云最喜欢的环节 因为这意味着 又可以大量提升 属性和熟练度了 只是一众人走了许久 见到的凶兽实力 都很一般 所以击杀之后 几乎没什么提升 这倒是让楚云有些郁闷 久而久之 楚云干脆放弃了提升的想法 现在击杀凶兽的提升 还不如跟红浩打一场提升大呢 其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凶兽的实力 已经很强了 只是楚云一行人太变态了 反而觉得 这考核没有什么难度 比如陈大力 他到现在积分就还是零 不过他却是一点都不慌 宿主 楚云 等级 王级二阶 力量 633 敏捷 580 精神 576 耐力 621 道具 5 技能 八门遁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镀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5% 灵波微步 熟练度10% 剑术精通 熟练度6%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两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扫了一眼最新属性面板 楚云更加放弃了继续击杀凶兽的想法 而且 他也发现了一件事 这片森林的凶兽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看来这场考核的目的 就是想让考生们提前接触 楚云分析道 那我们还等什么 直接找人干去呗 江皮一脸兴奋 刚才击杀凶兽的过程中 他的变异 小王八大显神威 所以他也跟着突破了一击 现在的江皮 也是王级一阶的强者了 不出意外 他应该又可以契约新的契约灵了 至于学院七余人 等级最高的是司徒镇 应该是王级七阶 马上八阶的实力 但他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应该是不亚于八阶的 由此可以看出 他那个弟弟 实力似乎更强 而洛九幽 胖子 瘦子 都在王级六阶左右 楚门和洪浩 在王级五阶左右 至于楚云比较特殊 剩下就是陈大力了 整个学院 就剩他一个人是零级九阶了 阿皮 你不厚道啊 说好了一起 变强变大 你却提前我一步 陈大力一脸忧怨 江皮黑黑笑道 你这什么急啊 等着训练营结束 你肯定就可以突破了 对了 那你新的契约灵 是什么 陈大力转移话题问道 楚云一行人文言 也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但江皮 却是神秘一笑 暂时保密 总之很牛逼就是了 说是这么说 但大家还是从江皮脸上 看出了一丝蛋疼的气息 估计江皮第二个契约灵 跟变一王八不相上下 算了 都是一个学校的 还是给他留点尊严吧 于是 楚云一众人也就不再盘问了 既然确定这次的考核 是少不掉 跟别的学生碰撞 所以 楚云一众人 也就不再去寻找凶兽了 直接坐在原地 等着被凶兽发现 或者被别的学生发现 然后 直接抢夺积分 就完事了 只是 做了半天之后 让楚云他们郁闷的事情出现了 因为第一轮的比赛 不少人都见过这几个人 所以 那些学生 看到楚云几个之后 直接掉头就跑了 这一下子 彻底让楚云他们的守株带兔 计划泡汤了 楚哥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啊 要不咱倒点鹰的吧 楚云一愣 有多鹰 姜皮黑黑一笑 然后看向了陈大力 陈大力瞄懂 哦我就说 考核开始前校长 看我的眼神 不一样吧 原来校长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对我寄予厚望呢 果然老鹰匹还得看校长大 陈大力一脸感慨的表情 似乎很多不明白的点都想通了 王德发 What the fuck 你这小逼仔子 在胡说什么 第34章 既然玩鹰的 就鹰到底 楚老六上线 有了计划 接下来 就是陈大力的表现时刻了 因为其余对手 是发现了楚云一行人 所以才逃跑的 那么 只要把大家藏起来 等对方来了再出来 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觉醒者 是可以感受到 周围其余觉醒者的气息的 特别是一些侦察类的觉醒天赋 对周围的环境更是敏感 所以 普通的藏匿 不太靠谱 但陈大力的空间 可以完美地杜绝这个问题 于是乎 森林某处 随着楚云一众人 躲避近一个空间 周围忽然陷入了一片寂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头两米高的蓝色猎犬 忽然钻了出来 猎犬身上满是伤痕 估计是刚经过战斗 而紧接着还没等猎犬继续逃窜 就被后方紧随而至的刀光 劈成了两半 死壮凄惨 这猎犬竟然还想逃跑 队长的刀法 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七八个学生陆续走了出来 对着围首那人一阵吹嘘 队长可是王级一阶的实力 击杀这凶兽 还不是简简单单 但是我听说 这次训练营王级之上的人特别多 甚至还有七阶八阶的 我都怀疑 他们是不是新生 管他们干什么 就算再多也没有二十个 我们的目标是 进入前二十就行 可是只进入前二十没用啊 你们忘了每年的潜规则了 不进入前十 几乎都得回家 说到这儿 七八个人的脸色都是微变 因为他们想到了 每年都会在最后一环登场的战神班 那些学生 每年最弱的实力 都在王级五阶之上 可因为天赋卓越的原因 能发挥出来的战力 却是直逼七阶 毫不夸张说 里边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越界战斗 算了 我们还是别想这么多了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秘境 只要能在训练营待半个月 让自己变强就可以了 为首那人似乎心态较好 被他这么一说 其余人也都重新拾起了信心 可下一秒 所有人面色都是一僵 你们 你们是 在他们面前 出现的赫然是楚云一行人 姐姐姐 小肥羊们 我看你们这次还怎么跑 识相的 就把积分乖乖交出来 不然的话 陈大力一脸见笑 看起来像个变态一样 大力 你正常点 姜皮看不下去了 提醒了一句 楚云几人也翻了好几个白眼 这货指定是脑子有点毛病 他的内心不会是一个猥琐大汉吧 再说 被围起来的七八个学生 对于楚云一众人 他们自然也都认识 因为在比武场的时候遇到过 特别是司徒镇 他们的队长 就是跟司徒镇一个比武场的 把积分给他们吧 我们打不过他们呢 队长苦笑一声 脸上的表情多少有些无奈 其余学员脸上带着愤怒 但实力才是话语权 他们没有实力 自然也没有别的选择 轻松收割了一波积分 楚云一行人 再次躲进了陈大力的空间之中 既然要玩阴的 那就要阴到底 虽然司徒镇 落九幽 他们一开始并不敢冒 但随着后边 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收割积分 也让他们意识到 有时候太强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太强 所以没人敢接近 然后积分不够被淘汰 想想这种局面发生 他们就觉得尴尬 还好自己队伍里 有不要脸的三人组 至于为什么是三人组 其余人都忍不住侧目 看了看楚云 这货平常那么正常 原来内心是个老六啊 我就说他是楚老六吧 你们还不信 楚蒙笑嘻嘻说道 对于众人奇怪的眼神 楚云直接忽略不计 他也没办法 他也是为了积分啊 于是 楚云看了一眼远处正 原地休息的新生小队 大力 藏好点 钓鱼开始了 话落 楚云一行人再次躲进了空间之内 不得不说 陈大力的特殊空间系 真的无敌 只要躲避进去 就算是再厉害的大佬 来了也发现不了 除非是同样特殊空间系的大佬 才可以 二十分钟后 一个新的小队 发现了正在这里休息的新生 扫了一眼对方的实力 除了队长耐看 其余都是咸鱼 但就算再耐看 也不如他们 这个队伍实力强劲 他们这边可是有三个王级 其中一个 更是王级三阶的强者 就算是在这五百个新生排名里 也算是靠前的存在了 呦 队长 看来又有一拨人要白给了呀 说吧 你们是主动把积分交出来 还是我们自己抢 其中一个新生 面带细血的 看着休息的 那拨新生队伍说道 然而 这群新生听完这话 不但没有慌乱 反而表情古怪到 主动交出来吧 直接抢 还得挨揍 呵呵 你们倒是识时误 那人呵呵一笑 就准备拿出徽章接收积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道嘴边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在他们的身后 楚云几人翘无声息地出现了 站在最前边的是 缺德三人组 楚云站在最中间的C位 姜皮和陈大力站在两边 其余人则是站在三人身后 此时的楚云学着刚才那人的样子 眼神细血地看着他们 呦 队长 看来又有一拨人要白给了呀 说吧 你们是主动把积分交出来 还是我们自己抢 一时间 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见对方没反应 楚云也懒得磨叽 大手一挥 兄弟们 干活 好嘞 姜皮和陈大力应了一声 然后俩人跟小马仔似的冲了上去 但对方好歹也是有三个王级 肯定不会轻易把积分交出来 哼 一瞬间 王级二阶和三阶的气势爆发开来 现场变得剑拔弩张 吓得姜皮和陈大力都顿了一下 对方见状立马笑道 哼哼 没想到吧 我们可是有三个王级 哦 是吗 楚云眼睛一眯 脸色变得郑重无比 这细微的表情被对方收在眼底 他们还以为楚云是怕了 于是 立马反客为主道 识相地就把积分交出来 不然的话 嘿嘿嘿 说着 一众人的眼神 不自觉飘向了后边的洛九幽 林雪和楚蒙三个妹子身上 然而 下一秒 随着司徒镇 洛九幽 楚蒙 林雪 胖子 瘦子 红浩 一起释放气势 这群人傻眼了 第35章 莫得感情 强 第一 不准把消息走漏出去 第二 不准以任何方式联合别的队伍针对我们 第三 不要想着举报 不然受苦的只会是你们自己 第四 你们现在可以去重新收集积分了 楚云对着自己面前的七八个新生一字一句叮嘱道 然后又转头看向新俘虏的几个新生 还有你们几个也给我听好了 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假装休息 然后吸引别的人来抢夺你们的积分 记住 不准用任何手段提醒对方 不然你们就完了 听清楚了吗 几人连连点头 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 开玩笑 对方那么多厉害的大佬 他们凭什么敢反抗的 队伍里三个王级很厉害吗 对方是十个人 九个都是王级啊 虽然另外一个零级九阶 但他们之所以能藏得翘无声息 似乎就跟他离不开关系 安抚好两边的人之后 老的鱼儿被楚云抛弃 新的鱼儿留下来继续钓鱼 一切都被楚云安排得紧紧有条 司徒镇 洛九幽几人 看着楚云逐渐熟练的业务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小子 真的是云城城主的儿子吗 洛九幽嘴角抽搐 楚蒙嘻嘻一笑 确定 而且是老六 司徒镇说道 其实我倒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你们可别忽略了他的实力 说起楚云的实力 几人都是面色正重 虽然到了学院之后 楚云只跟红浩交过手 但经过前几天的训练 不知道为什么 司徒镇总觉得 楚云已经可以吊打红浩了 红浩更是感受明显 都说他是人形凶兽 四维属性逆天 但他总觉得 楚云的身体里 酝酿着比他还狂暴的力量 虽然楚云没有天赋 理论上修炼的成长速度 会比较慢 但从目前楚云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 他的成长速度 似乎不亚于SSS天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休息室内 各所大学的校长 正三五成群地交流着 大家快来看看 今年训练营的实力排名出来了 真的 消息可靠吗 必须可靠啊 一众人文言 全都围了上来 唯独王德发 躺在一旁呼呼大睡 扫视了一眼名单排行 这群校长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开玩笑的吧 今年实力这么强 这排行前十的是什么玩意儿 确定不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吗 王集三接才排到前二十 闹呢 往年王集三接怎么也能进前五前十啊 这排名第一的司徒策 竟然是王集七接 这好像是魔都司徒家 那个剑系天赋的天才吧 看下边 这还有个叫司徒镇的 难道是两兄弟 魔都大学的校长呢 去问问 别闹 那种大人物估计都在贵宾室呢 也不怪这群人这么惊讶 实在是今年楚云他们的加入 影响太大了 往年的训练营 王集五接就是稳稳的第一了 而王集更是能排进去前十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灵级的学生 要知道 这些人从觉醒天赋 到大考结束 大部分都停留在灵级五接左右 而进了大学之后 因为主教战斗意识 所以 之前积累的潜力会陆续激发 大部分都能突破到灵级八九接 天才们则是早早突破王集 更上一层楼 但就算再激发 王集五接已经算是很逆天的存在了 可今年呢 上来就是两个七接的 后边连续几个六接和五接的 再往后 还有不少四接的 以至于三接的 都排到二十名靠外了 今年的天才 到底是有多少啊 完了 看来 今年我们的学生 是没什么希望留下来了 我们也难了 我们最好的 也才是王集一接 今年训练营的门槛 也太高了吧 嘿嘿 我说 你们现在沮丧 是不是太早了 虽然我们滚蛋可能要提前了 但你们可别忘了最后一环还有战神班的加入啊 死 这么一分析的话 今年压力可能会给到战神班啊 你这么一说我可有点期待了 往年这群人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 我们算什么啊 帝都大学都没说话好吧 一众校长正说着 忽然 其中一人惊讶到 这个楚云是什么情况 其余人闻言 起起转头看了过去 等级不详 天赋不详 可是排名为什么这么高 这时 另一个校长站出来道 这楚云我知道 云城城主的儿子 不过他并没有觉醒天赋 没有觉醒天赋 众人又是一惊 没有觉醒天赋还来训练赢 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但紧接着 便更加的疑惑了 没有觉醒天赋 不就是废人一个吗 但是他排名 为什么能进前三十 我听说第一场的筛选 他是他们比武场的第一 真的假的 一个废人拿了第一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我听说啊 他好像不甘心 然后自己修炼了体数 体数 别闹了 体数在天赋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好吧 一时间 所有校长不禁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之中 但同时也对楚云 升起了大大的好奇 作为诸多校长议论的对象 此时的楚云 遇上硬茬子了 司徒学长 这就是你那个弟弟吧 要不 放他一马 司徒策 算是这次新生里边最强的了 而这次钓鱼 钓到的就是他们的队伍 虽然说两边玩命干的话 楚云胜算非常大 但毕竟是亲兄弟 这事儿 楚云打算让司徒策说了算 而且 就司徒策的实力 如果他想跑 楚云他们 还真不一定能留得住 哼 司徒策 你还真是堕落呀 看来当初家族把你赶出去 是对的 司徒策脸上满满的都是嘲讽之意 面对自己亲兄弟的嘲讽 司徒策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看了楚云一眼 然后冷漠道 抢 得嘞 兄弟们 干活 楚云大手一挥 第一个冲了上去 第36章 洛九幽的第三天赋 抓到司徒策 继续钓鱼 司徒策不愧是新生第一 王级七阶的实力不是盖的 楚云跟司徒策联手 竟然差点给他跑了 最后还是洛九幽出手 才把司徒策留了下来 而这一次 大家也知道 洛九幽隐藏的第三天赋是什么了 S级 魅惑天赋 属于精神攻击 可以使人短暂地进入眩晕状态 后期要是觉醒强大的技能 甚至可以使用催眠乃至幻术 这种天赋放在普通人身上 已经可以造就一个天才了 但这却仅仅是洛九幽最弱的天赋 至于他另外两个天赋 一个是幽冥王拳 一个是幻兽系 九幽雀 可以说 洛九幽一个人 几乎坚固输出控制于一身了 而九幽雀自带的九幽冥火 配合幽冥王拳 简直就是王炸输出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他能以王级的实力 当着诸多招生导师的面 带走楚云和灵雪 司徒镇 你根本不配当司徒家的人 被抓成俘虏的司徒侧 一脸鄙视地看着司徒镇 但司徒镇却理都不理一下 虽然比武场战败的时候 确实影响了他的心态 但跟着楚云一天钓鱼下来 司徒镇觉得自己的心态 已经完成了转变 甚至隐隐觉得自己 有突破的趋势 闭嘴吧 小逼崽子 我大哥让你说话了吗 姜皮和陈大力 很好地扮演了狗腿子的角色 经过楚云之前的讲述 他们也都知道 司徒镇跟这个司徒侧有点情况 现在为了怕影响司徒镇的心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司徒侧闭嘴 司徒镇见两人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笑 不过 这样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楚云 接下来还继续钓鱼吗 这司徒侧实力太强 估计不好钓 见司徒镇主动询问楚云 落九幽几人瞬间惊呆了 司徒没事吧 不会是受刺激了吧 胖子 瘦子 红浩仨人 一个比一个 眼睛瞪得大 这跟他们印象中 那个邋遢怪酒鬼司徒镇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啊 就连楚蒙也惊讶地张着小嘴 司徒学长 不会脑子坏掉了吧 这好像都是你那个哥哥带的 落九幽无奈福尔 楚云也没想到 司徒镇会问出来这话 但不管司徒镇问不问 楚云确实是有这个打算 虽然司徒侧实力强 但就是因为他强 所以总会有一些老二老三 想过来挑战挑战 不出意外 接下来再来的 就是大鱼了 所以 我们再干个两三票 基本上就可以休息了 直接躺平到时间结束 楚云微微一笑 向众人说出了 自己心中的计划 众人听完 都是忍不住一阵无语 神特么再干个两三票 这土匪一样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这货真的是个正常人吗 为什么经历了一场考核 感觉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还是说 这只是楚云原形毕露 不过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大家手里的积分 经过一天的钓鱼 楚云一行人手里的积分 早已经超过五百几个线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手里积分多一点 总归没错 见众人没有反对 楚云直接走到司徒侧面前 开始了之前那套 井井有条的安排 第一 众人 司徒侧嘴角抽搐 这一刻 他忽然反应过来 为什么别的队伍 见了他们就要跑了 原来是怕自己 也来一场囚禁 Polly 与此同时 另一群队伍 此时正在森林中 漫无目的瞎逛 队长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为什么好多队伍 见了我们都像是见鬼了一样 我们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吧 孙文艳很是不解地问 自己队伍的队长 很明显 这支队伍就是帝都的队伍 作为S级剑系天赋的天才 孙文艳没有任何意外地选择了帝都大学 可能是怕我们抢夺他们的积分 一道沉稳的声音传来 正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也是帝都大学今年招收的SSS枪法天赋的天才 林凡 SSS天赋虽然很少见 但全国范围来看 就会相对多了许多 全世界范围的话 那就更多了 所以 帝都新生之中出现SSS天赋并不意外 林凡扫视队伍一眼 问道 你们都多少积分了 我差不多600了 孙文艳说道 我530 我550 我480 我500 其余人也都陆续开口 林凡沉饮片刻 分析道 森林的凶兽明显少了许多 接下来想要掠夺积分 恐怕只能从别的队伍手中掠夺了 这也是那些队伍 见了我们就逃的原因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去找魔读大学的队伍吧 听说今年魔读大学 压了我们一头 正好我们去见识见识 看看那王级七阶的司徒策 到底有多厉害 话音落下 林凡的眼中 迸发出了无尽的战意 其余人健壮 也都没有意义 作为帝都的学生 他们有自己的优越感 今年被魔读压了一头 本来就不好看 所以 趁着训练营 必须要找回来场子 证明 帝都才是最强的大学 围着森林 转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林凡一行人 终于发现了司徒策 一行人的行踪 但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林凡很犹豫 要不要出手 队长 那司徒策好像受伤了 要不我们现在趁其不备 直接动手 孙文艳建议道 林凡思索了片刻 叹气道 趁人之危 会有损我们帝都的形象 还是等天亮再动手吧 那好吧 队长都发话了 孙文艳自然也就不再说什么 虽然他现在的实力也不错 但在SSS天赋面前 就显得不够看了 然而 就在林凡一行人 准备原地休息的时候 虚空之中 却传来了碎裂的声音 小心 有人偷袭 林凡神色一阵 直接拿起了背后的长枪防御 哄 一枪一拳 在空中对碰 瞬间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 而待孙文艳看清对面之后 顿时忍不住惊呼出声 楚云 竟然是你 第37章 江皮的第二个契约灵 小 小火鸡 能在这里遇见楚云 孙文艳很意外 当他看到林雪 就更震惊了 林雪 你也在 林雪面无表情 随后直接释放了自己的 兵系天赋的领域能力 这是楚云提前交代的 这一次 由他们四个新生解决对手 为了以防万一 肯定要全力出手 随着林雪出手的一瞬间 周围的温度 仿佛骤降了几十度 众人只感觉自己的血液 都要冻结在一起了 身体的灵活度 更是大大降低 靠我的 王八喷水 上吧 姿水王八 姜皮找准机会 在这时忽然大喝一声 紧接着冲了出来 哗 一道机米直径的水柱 从姜皮的小王八嘴里 喷事出 眨眼时间 林凡一众人 就成了落汤鸡 更有几个新生 抵挡不住这种冲击 直接被冲飞了好远 身体传来的疼痛 让这些人 直接失去了战斗力 而在这之后 姜皮更是召唤出来了 自己的第二个契约灵 眨眼间 一个退了毛的小伙鸡 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得楚云一众人 都是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这难道就是姜皮的 第二个契约灵 这特梦 不就是小鸡仔身上着火了吗 再看看小伙鸡 那一个巴掌左右的身形 楚云他们终于知道 当时问姜皮的时候 他为什么表情古怪了 谁特梦摊上 这种变异的契约灵 谁不但疼啊 第一个契约灵 是变异小王八 第二个 竟然是小伙鸡 压根没一个正经的契约灵好吧 然而 姜皮并没有在意 楚云几人的表情 而是认真操控小伙鸡 配合小王八攻击 小伙鸡 快使用爆射火焰 姜皮语气激动 他要试验试验他的新大招 水火两重天 B 姜皮话音落下 只见那小伙鸡小嘴一张 一道牙签粗细的火焰 从口中喷射出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这么粗的火焰 还没打火机来得猛呢 当火焰接触到水的时候 更是直接熄灭了 卧槽 阿皮你可以啊 这就是你第二个契约灵吗 也是变异的 陈大力不知道什么时候 摸到了姜皮身后 姜皮文言嘴角一抽 只感觉一阵蛋疼袭来 特喵的 草率了 早知道就先自己躲起来 试试小伙鸡的威力了 嗨嗨 这是小伙鸡的初始形态 后边会慢慢变强的 姜皮故作淡定道 楚云笑道 可以啊 阿皮 你这去工地绝对一把手 能浇水还能点焰 绝了 姜皮 其余众人 这个时候 林凡 孙文艳一众人 终于也反应过来了 看着眼前的小王八和小火鸡 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就挺喜感的 不过 林凡能判断出来 这四个人之中 最厉害的应该是楚云 然后是那个兵戏天赋的女孩 最后是姜皮和陈大力 队长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 靠体术取得大考第一的楚云 但是我总觉得她的实力有问题 孙文艳站在林凡身旁小声说道 林凡惊讶地看了楚云一眼 难难道 体术吗 刚才楚云那一拳给她的印象非常深刻 可从空气碎裂的现象来看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体术才对 至于对方到底是什么天赋 林凡还真是有点判断不出来 不可能她一定是天赋觉醒者 体术不可能练到这种程度的 林丹笃定道 孙文艳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 但最终没选择开口 因为她当时对楚云的了解也不多 大考结束之后更是没见过面 后来再见面就是报考当天 楚云和林雪跟着洛九忧离开 说起洛九忧 孙文艳顿时脸色一紧 连忙向着四周扫视过去 但想想对方是招生老师 应该不会参加这次的训练营才对 看样子 这次楚云那学校代表人物 应该就是眼前这四个人了 对方四个人 自己这边十个人 林雪目前的等级 应该是王级三阶或者四阶的样子 想到这儿 孙文艳不禁有些得意 这SSS天赋 也没比自己等级提升快多少吗 而楚云直接被孙文艳忽略了 在她看来 楚云就是抱着林雪大腿的废物 至于大考的事儿 虽然她解释不清楚 但她绝对不信 然而 她不知道的是 林雪之所以等级稍微落后一点 是因为把时间花在了 新觉醒的火系天赋上 接下来 只要给她合适的修炼机会 短时间内 她的实力 就会飙升 眨眼间 两方第一个照面结束 互相心理 也就有了一个大概 从表面来看 帝都这边的实力更强一些 你们应该是帝都大学的吧 我们今天来找你们 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借你们的积分 用用 实相的呢 就赶紧把积分交出来 别让我们自己动手抢 楚云收起拳头之后 直接对着孙文艳说道 她就是凭借孙文艳判断出来 对方是帝都的学生的 孙文艳吃笑一声 楚云 我们是帝都的没错 但你 也太自信了吧 就算你能抱着林雪这大腿 但我们队长 也是SSS天赋 可不一定亚于林雪 谁抢谁的积分 还不一定呢 楚云眼睛一眯 语气充满威胁道 那你们的意思是 不愿意主动上交积分咯 有本事 就自己来抢 孙文艳说道 同时 整个人也做出了攻击姿态 虽然他们之前是同学 但现在训练营的名额 可是很珍贵的 他可不会就这么轻易交出去 自己抢是吗 那好吧 楚云无奈叹了口气 给过这群人机会 可惜他们不中用啊 下一秒 楚云直接一挥手 司徒镇 骆九幽 胖子 瘦子 红浩 还有楚蒙都出来了 二话不说 每个人都施展自己的天赋 冲了上去 有了司徒镇等人的加入 这场战斗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林凡和孙文艳 还没来得及施展天赋 就已经被司徒镇 和骆九幽秒杀了 至于别的几个新生 红浩一个人 就把他们搞定了 片刻后 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 孙文艳瞳孔一缩 是你 你不是老师吗 为什么你也在这里 骆九幽淡淡看了他一眼 谁说过我是老师了 你不是老师 你是新生 这不可能 孙文艳尖叫出声 满脸的不可置信 现在的他 多少有点怀疑人生了 当初他可是在现场 知道骆九幽有多厉害 如果骆九幽 都是这一届新生的话 那训练营的前二十个 幻境名额 那还有他们这些人的资格 第三十八章 大哥 你们特么 到底是哪个学校的 几分钟后 交接仪式顺利完成 魔都那边的人 被放走了 帝都这边的人 被留下当鱼儿了 而这个时候 林凡他们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好多新生 见了他们 就直接跑了 这特么囚禁 谁顶得住 不过 能把魔都都虐成这样 这群人的实力 确实有点强的离谱啊 想到这儿 林凡眼中 不由得再次涌出 无尽战役 他很想跟楚云他们 酣畅淋漓地对战一次 只可惜 楚云他们都没兴趣 距离帝都这群人机密处 楚云一众人 正坐在原地搞着小烧烤 烤的是一头凶兽 点火的是姜皮 的小火鸡仔 此时的姜皮 正一脸郁闷地靠着树干 他搞不懂 自己的天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皮 还伤心呢 别着急 你的小鸡仔会长大的 陈大力跑过来 拍着肩膀安慰道 不提这茶还好 一提姜皮 就更加郁闷了 我他妈怎么能契约 这种契约灵呢 这也太弱了吧 楚云说道 姜皮 你的是变异契约灵 变异分为两种 一种是变异的非常强大 一种是变异的非常弱小 听到楚蒙的声音 所有人都抬头看了过来 毕竟这群人中 楚蒙也是玉兽天赋 他的话 还算是比较权威 姜皮微微抬头 也看了过来 可是我怎么感觉 我两者都不属于呢 楚蒙一笑 解释道 当然了 你属于更特殊的一种 要不然 校长也不会让你来怪物学院了 别忘了 但凡来这里的 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被楚蒙这么一说 姜皮忽然有了些信心 没那么难受了 但楚云却是泼冷水道 可是这也改变不了 小火机只能点火的事实啊 姜皮 谢谢 我真的会拴 好不容易找到信心 又特么阴谋了 楚老六 你闭嘴 楚蒙没好气 白了楚云一眼 楚云耸了耸肩 老是闭嘴 楚蒙继续道 姜皮 你的那只王八一开始也很弱的吧 姜皮回想了一下 有些蛋疼道 嗯 刚开始 很弱很弱 其实不只是很弱 姜皮一开始 差点就把小王八炖了 那特么跟市场上的小王八 根本没什么区别 但后来姜皮却发现 小王八成长速度非常快 现在随便喷射一道水柱 更是不亚于火车撞树林 楚蒙打了个响指 这就是对了 你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 你的契约灵会逐渐成长 虽然你的新契约灵 现在很弱 但很快就会成长起来 到时候配合你的第一个契约灵 战斗力绝对不会差 姜皮听完 瞬间来了精神 但紧接着 陈大力却阴梦了 可是 为什么我也能来怪物学院呢 不会就因为我的空间能装人吧 难道校长是让我来搞后勤呢 众人大眼瞪小眼 看了陈大力一眼 一时间确实也看不出来 陈大力特殊在哪里 目前能看到的特殊就是 他的空间天赋 跟别人不一样 仅此而已 要不 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楚云提议道 其余众人 文言纷纷点头 一人拿了一块凶兽肉 熬一口下去 满嘴流油 真特么香 唯独陈大力 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 大力 别阴谋啊 你以后会长大的 姜皮大口吃着肉 搂着陈大力的肩膀安慰道 陈大力 这特么不是刚才我安慰你小鸡仔的话吗 这么快报应就来了 郁闷归郁闷 姜皮和陈大力 心态倒是真的好 没阴谋多大话 陈大力也就跟着来干肉吃了 吃饱之后 众人纷纷打了个宝格 楚云抹了抹嘴 看向众人道 你们现在都有多少积分了 众人文言低头看了一眼徽章 各自把积分报了一下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1500分以上 应该是可以稳稳过关了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那么频繁地出手了 遇到实力强的队伍干一票 实力弱的就不管了 最后一天 我们直接躺平休息就行 听着楚云的安排 众人只觉得非常合理 所以倒是也没人有什么意义 一觉醒来 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一夜倒是没发生什么凶兽突袭的情况 因为这森林里的凶兽似乎本来就不多 但有一件事倒是让大家挺意外的 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众人就看到 陈大力背着手站在远处 一副逼气十足的模样 过去询问了一番才知道 原来陈大力是突破了 也就是说 现在十个人里边所有人都是王级的实力了 而突破之后 陈大力自然又多了新的技能 可当大家询问的时候 陈大力却是神秘一笑 说后边就知道了 听到这个回答 大家情不自禁都看向了姜皮 回忆着姜皮召唤小鸡在现场 好家伙 大家似乎有些期待 陈大力展示新技能了 学院里有这俩活宝 倒还真是挺好的 就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周围忽然有动静了 楚云眼睛一眯 提示众人道 兄弟们 准备一下 来活了 然而 几分钟后 当这群人出现在视野之内的时候 楚云他们 有点犹豫了 这群人 好像是他们之前抢过的 这短短半天的时间 他们怕不是还没弄到积分吧 楚哥 怎么办 还抢不抢 陈大力迫不及待地问道 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想展示自己的新技能 楚云拖着下巴 思索了片刻 道 强 我们把积分堆到两千以上再说 得嘞 那这次我先上 说完 陈大力就第一个冲了出去 对方一群人 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陈大力 也都是猛了一下 下一秒 二话不说 转身就想跑 操 我根本就知道 看到有人原地休息 就没好事 哄 楚云等人及时出现 跑是不可能跑的了 除非 把积分交出来 最后 在一群人忧怨的目光中 楚云他们的积分 顺利来到了两千以上 大哥 你们特么 到底是哪个学校的 你们这完全是破坏规则呀 我们都被你们抢两次了 对方的队长欲哭无泪 这特么是造了什么孽啊 第三十九章 女人呐 就是口是心非 陈大力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 战斗就闪电般结束了 这让陈大力 不禁有些抱怨 盯着楚云几人的眼神 就跟个孕妇似的 见陈大力这情况 楚云表示 接下来可以让他找人练手 于是 后边很快又遇到了一个队伍 陈大力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可当他冲出去才发现 楚云他们竟然躲起来不出来了 问 当一个人面对一群人 而这一群人 还是之前被自己欺负过的人之后 当时该怎么办 没有任何意外 陈大力还没来得及展示 就被对方一顿暴揍 而就在对方要瓜分陈大力积分的时候 楚云他们才漫悠悠出来 直接来了一波反向瓜分 哇靠 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陈大力气得不行 大声质问楚云几人 楚云掏了掏耳朵 你自己说 你要上的 谁知道对方直接就把你干了 我特忙 陈大力只觉得胸口堵了一口闷气 故意的 这群人绝对是故意的 自己不就是卖了个关子 没告诉他们 心技能是啥吗 他们至于这么憋着自己吗 我还就不信 接下来一天半我没时间装个逼了 陈大力信心十足 觉得自己一定有合适的装逼时刻 于是他就等啊等啊 很耐心地等着机会 直到剩下的时间全部过去 然后考核啪的一下结束了 与此同时 休息室内 所有学校的校长都围在一起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结果了 王德发看了一眼时间 也朝着人群走了过去 很快 一个身形魁梧的老头走了出来 他就是这次魔鬼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图刚 同时也是军队的一个战将 更是帝都高层的一个重要人物 诸位 训练营的名额已经出来了 现在由我宣布相关排名 诸多校长一听都伸长了脖子 生怕错过自己学生的名单 首先宣布的是前十名 图刚抬头看了一眼王德发 表情有些古怪 第一名怪物学院 楚云 积分2300 第二名怪物学院 司徒镇 积分2210 第三名怪物学院 落九幽 积分2200 第四名怪物学院 灵雪 积分2200 第十名怪物学院 陈大力 积分2000 一连十个人 清一色都是怪物学院的人 听到这个结果 王德发很是满意地笑了笑 这群小兔崽子 干得还不错 不算给自己丢人 但其余校长听完 可就炸了锅了 什么情况 怪物学院是哪的学校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这特么直接包揽了前十名 乍得一听 我还以为是战神班的人来了呢 怪物学院的校长 到底是谁啊 前十名竟然没有帝都 也没有魔都 更没有北梁和中都 开什么玩笑 那么问题来了 帝都的人都没进去前十 我们的学生还有机会吗 操 我特么突然有些担心了 我们今天可是有个好苗子的 建筑为校长炸了锅 涂刚抬起手 示意大家安静 很快 现场逐渐安静了下来 涂刚这才继续宣布到 第十一名 魔都大学 司徒策 积分 说到这儿 涂刚明显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到 积分 七百 滑 这个结果一出 所有校长都瞪大了眼睛 嘴巴张德 可以塞下 一个大白馒头 什么情况 魔都的司徒策 竟然才七百积分 开玩笑的吧 这确定不是有什么内幕 或者战神班的人提前来了 没错 肯定是战神班的人来了 此刻 所有的校长都是这个想法 因为他们之前看过实力排名 司徒策 可是排名第一的新生 现在积分竟然才七百 勉强达到标准线 这不闹呢 可继续往后边听下去之后 这群校长 才是真正的傻了眼 帝都大学 林凡 积分 六百 北梁学院 百里若云 积分 五百七十 中都 凉了 心彻底凉了 拔凉拔凉的 而当图刚宣布完最后一个名额之后 现场更是爆发出了一阵热议 什么情况 五百个学生 只有二百个过关了 闹呢吧 往年少说 也得三百五靠上啊 不对劲 这绝对有问题 我要求看考核实况 我要看这个怪物学院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战神班这是破坏规则啊 听着下方的吵闹声 图刚冷喝一声 严肃道 你们是在质疑我们魔鬼训练营的模式吗 一众校长们闻言 瞬间闭起了嘴巴 眼前这人 可不是什么善叉 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校长 还不敢顶撞这顿大佛 可这次考核的结果 他们还是无法接受 刚才入选的学生校长 可以跟着我们 出发去训练营了 至于落选的那些人 带着学生回去再练练吧 说完 图刚就转身离开了 而刚才听到名单的校长 陆续都跟了上去 王德发首当其冲 第一个走了出去 魔鬼训练营真正的地方 是在森林的最中心位置 所以 通过考核的那些新生 乘坐着官方提供的飞机 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训练营广场 这就是魔鬼训练营吗 感觉更像是一个军营啊 楚云一行人 饶有趣味地打亮着眼前的环境 训练营四周 被不知道有多厚的钢铁墙壁围了起来 而墙壁之上 还有着干涸的血迹 就是不知道 这血迹是人类的 还是凶兽的 就在楚云一众人到达没多久 其余通过的新生 也都陆续被送了过来 只是 后边每一个来到训练营的新生 都会恶狠狠地 用眼神刮楚云挤人一眼 仿佛是在楚云他们那里 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这群人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不就是抢了点积分 真是小心眼 楚云小声吐槽道 就是 男子汉大丈夫 被抢点积分怎么了 姜皮和陈大力 也是一脸不屑 看着三人这不要脸的样子 落九幽看不下去了 开口道 那如果他们的积分 是被某些人钓鱼抢到的呢 哎 治九幽学姐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就说 你手里那么多积分 香不香吧 落九幽无言以对 两千多的积分 是有点香 而且还没费多大力气 就是拉了不少仇恨 不过 这活是楚云他们三个干的 跟自己没关系就是了 这么一想 落九幽的心情 也是好多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 走吧 我们先随便逛逛 楚云健壮之摇头 女人呐 就是口是心非 姜皮和陈大力 也摇头接话 三人的配合 显得默契无比 第四十章 训练营允许群殴 怪物学院慌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通过考核的二百个新生 全都来到了训练营之中 只不过 现场的气氛 多少有些诡异 其余一百九十个新生 全都眼神 幽怨地盯着楚云一行人 就好像楚云他们 抢了这群人的积分似的 楚哥 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太对啊 姜皮凑到楚云身边 弱弱说道 陈大力也是一本正经分析道 你们说 这群人该不会 想把我们打死吧 你们在慌什么 楚云嫌弃地看了两人一眼 真是两个没用的东西 训练营规则 写得可是很清楚的 之前他们之所以抢夺积分 是因为规则上有那么一条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训练了 应该不会再搞什么积分抢夺了吧 至于最后的二十个名额 怎么也得光明正大切磋才对 虽然 楚云其实也不怎么确定 但总的来说 问题不大 如果对方赶群殴 到时候 他们就躲进大力的空间里不出来 哎 打不着 气不气 就在楚云考虑着后手的时候 忽然感觉 背后杀人的目光没那么多了 抬头一看 原来是有人来了 一个魁梧的小老头 带着几个人走到了广场中央 是导师团来了 为首那个就是图战将 有人轻声说道 紧接着 广场上的学生都一轮了起来 这股气势 单是看着 我就觉得喘不过气了 不愧是导师团 实力恐怖如斯 这最起码是黄极或者圣极的强者了吧 据说图战将是黄极九阶 还差一步就迈入圣极了 这个时候 连司图策 林凡这些人都投去了崇敬的目光 诸位 首先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考核 加入了这一届的训练营 图刚中气十足的声音传出 广场上瞬间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你们将在这里 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训练 不要小瞧这半个月的成长 半个月足以让你们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而半个月后 你们所有人会进行一次新的排名 前二十名将会获得进入秘境的机会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先公布你们的积分排名 图刚这话一落 现场一百九十个人 再次用着充满杀气的目光 看向了楚云 都怪这个屁 要不然 我们的积分不至于这么少 现在好了 当着图战将的面丢人 肯定要给图战将留下不好的印象了 司图策眼神阴霾地盯着楚云 恨不得一剑戳穿这祸 林凡也是紧握着手中的长枪 如果不是担心 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他只想上来给楚云屁股上扎几枪 至于其余人 更别说了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想上来弄楚云他们几个 图刚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不由的 多看了楚云一眼 然而 楚云却是丝毫不惧 甚至还冲着图刚微笑点头 这小子 有点意思 图刚摇了摇头 便让工作人员开始公布积分 于是 之前在休息室上演的场面 在这里又一次上演了一遍 只不过 这些学生并没有校长们那么震惊 因为他们是受害者 对于楚云他们的积分怎么来的 他们比谁都清楚 不过 通过宣布结果 他们记住了一件事 原来这十个人 是怪物学院的 可紧接着 所有学生又满头问号 怪物学院是什么鬼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宣布完积分排名之后 工作人员又宣布了一些 零零散散的规则 总的来说 就是积分牵涉到他们接下来半个月的 衣食住行 以及修炼 虽然这里的资源很多 但都是 需要消耗积分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没有凶兽 积分怎么来 工作人员接下来的话 解答了大家心中的疑惑 在这里 获得积分 有两种形式 第一 就是挑战别人 可以获得积分 第二 就是破了一些修炼项目的记录 可以获得积分 当然 还有第三种形式 只是导师团不太希望看到 这种场面发生 第三种形式 就是 如果积分实在不够 是可以抱团 从别人身上抢积分的 这话一出 现场190个人 瞬间眼神 炙热地看向了 楚云他们十个 卧槽 这导师团在瞎搞什么 这特末不是变着法 让他们群殴我们吗 姜皮双眼一瞪 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陈大力也是一脸猛逼 随时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至于司徒镇 洛九幽 楚蒙等人 脸上的表情 也不是很好看 楚云 我们这次是不是闯祸了呀 林雪可爱地吐着舌头 似乎并不怎么害怕 甚至还有点兴奋 楚云知道 林雪这小妮子 是又有突破了 所以想实战试试 但面对这么多人 楚云可没把握能不受伤 就在他准备找校长 王德发求救的时候 工作人员话锋一转 又加了一条要求 当然 这第三种形式 是迫不得已才能用的 所以 只限于训练营的最后五天 最后五天 积分不够用 才可以利用抱团抢夺的方式 获取积分 另外还要说明 一点的就是 积分不影响 秘境筛选的排名 你们可以放心 听到这句话 司徒策 林凡等人都是 松了口气 如果用积分排名 决定谁有进入环境的资格 那漏洞可就有点大了 楚云一行人 也同步松了口气 还好 不用那么早被群殴了 至于十天之后 到时候谁群殴 谁还真不好说呢 工作人员继续说道 好了 关于积分的使用规则 一会儿会发到你们的手上 现在 你们可以在训练营自由活动了 当新生们拿到训练营手册之后 就开始阅读上边的内容 上边主要记录了一些 训练营的积分消耗标准 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规则 哟 排名前三 还有专门别墅呢 那岂不是说 我们十个人 有三栋别墅可以住 楚云眉头一挑 一本正经安排道 这样 为了保护咱们女生的安全 我就勉为其难地 跟林雪 九幽学姐 还有楚蒙住一起 剩下两栋别墅 你们六个三人一组 刚刚好 听着楚云这个安排 除了林雪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落九幽和楚蒙 都是朝着楚云递过来了一个白眼 做梦吧你 我们三个女生一个别墅 剩下两个 你们七个人平分 还有 接下来十天 一定要好好训练 不然十天之后 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 第41章 这地方狗都不做 孙文艳挑战楚云 因为训练营 要求十天之后 才可以群殴 可以说是变相地 保护了楚云几人 不然 全场190号人 光是用人海战术 楚云也少不了一顿揍 所以 拿到训练营手册之后 大多数学生都是带着好奇 在训练营内探索了起来 毕竟这次来的目的 还是为了训练营名额 以及幻境名额 群殴楚云 他们只是临时起一把了 而且 换个角度想想 先提高一些自己的实力 十天之后 群殴的不也能更爽一点吗 抱着这个想法 不少学生瞬间就充满了干劲 跟打了鸡血似的直奔训练室 没有人能想到 楚云一众人的行为 竟然变相激励了其余新生 至于楚云他们几个当事人 解散之后 就先找到了别墅所在 我去 这别墅可以啊 竟然这么大 太棒了 今天晚上可以洗澡 睡个安稳觉了 三个女生眼前一亮 三天没洗澡 对于他们来说 属实是个折磨 嗨嗨 那什么 几位姐姐有需要搓背的吗 我祖传干搓背按摩的 姜皮挑了挑没说道 迎来的自然是三女温柔的问候 你给我滚 有说有孝间 一众人进别墅溜达了一圈 楚云设想的分房计划并没有实现 最终的结果是 他和姜皮 陈大力 以及司徒镇一栋别墅 林雪 楚蒙 洛九幽 三个女生一栋别墅 红浩 胖子 瘦子 三人一栋别墅 放好东西之后 姜皮提议道 反正闲着也没事 我们随便逛逛吧 走呗 刚好看看普通的住房是什么样的 说着 一众人来到了别墅旁边的普通宿舍区 下一秒 楚云几人就僵住了 看着眼前一片破旧的茅草屋 他们很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给人住的地方 我去 这训练营条件也太惨了吧 救住这破地方 陈大力一脸震惊 还好我们拿了第一 楚云回过神之后 悄悄推开一间房子的大门 枝呀 木门似乎过于破旧 发出了枝呀枝呀的叫声 而且还颤颤巍巍的 楚云很担心 这木门会不会直接倒下去 到时候住这间房的心声碰瓷 他可不想负责 打开门之后 放眼望去 屋内的景象一览无余 整个屋子的大小 也就三四平米的样子 屋内放着一张单人床 一张草席 屋顶挂着一个老式的节能灯泡 除此之外 什么家具百件都没有了 多多少少有点离谱 再想想自己住的豪华别墅 楚云忽然十分庆幸 自己当初决定 多抢点积分 是多么明智的一件事啊 落九幽几人也是同款庆幸 还好当时听了楚云的 这种地方 真是狗斗不住啊 背手摇头叹息了一句 楚云转过身就准备离开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想想 还是自己的小别也比较香 但下一秒 楚云就待住了 只见他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孙文艳 你怎么来了 楚云一脸惊讶 此时的孙文艳正黑着脸 眼中的怒火 几乎要喷射出来 按照手册的指示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 自己住的宿舍 结果呢 刚过来就听到 楚云那句狗斗不住 这么的 侮辱人也不带这样的啊 再说了 楚云手里那些积分 到底怎么来的 他孙文艳可太清楚了 如果不是那几个 变态给楚云撑腰 楚云根本就不可能 有这么多积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孰可忍审神不能忍 于是 孙文艳扔掉背包 直接指着楚云大喊道 楚云 你欺人太甚 我要挑战你 虽然工作人员说了 抱团群殴 需要等十天 但单人挑战 是立马就可以进行的 楚云也没想到 对方反应会这么大 但面对孙文艳的挑战 楚云还是接下了 送上门的积分 不要白不要 接下来几天 楚云打算 来个闭关修炼 这种情况没有积分 可是不够用的 就算别人不找他 他还打算去找别人呢 训练营学员间 发起挑战 直接在广场就可以进行 没多久 楚云跟着孙文艳 来到了广场 一路上 也跟来了不少 吃瓜看戏的新生 什么情况 不是说十天之后 才可以群殴他们吗 这不是群殴 听说是帝都的孙文艳 要挑战怪物学院的楚云 孙文艳 我记得 好像是那个S级剑系天赋是吧 卧槽 这小子聪明啊 虽然不能群殴怪物学院 可以先挑着软柿子捏啊 我记得 他们里边有几个等级比较低的 估计好欺负 哥奶奶哥奶奶 我也找一个捏捏 听着周围吃瓜群众的议论 姜皮和陈大力 忽然扯了扯衣领 悄悄躲在了司徒镇等人身后 同时心里不停地祈祷 希望这群 人千万不要选择 他们俩 司徒镇等人看到这俩人的反应 都是一阵好笑 怎么 这就怕了呀 洪浩大笑着调侃两人道 姜皮没好气 瞥了洪浩一眼 你懂什么 我们这叫做低调懂不懂 别忘了 我们来训练营是干嘛的 我们可不是 来陪这群菜鸡打架的 就是 我们是来修炼的 我们的目标是 幻境名额 陈大力一本正经附和道 落久有几人文言撇了撇嘴 都懒得跟这俩人一般见识 来到广场之后 楚云和孙文艳走到了最中间 其余人则是很自觉地围成一圈 给俩人留出来了一部分位置 广场的动静 吸引了不少人 就连图刚 以及其余几个导师都来了 各大学校的校长 也在休息室观看实况 只不过王德发 现在在休息室的境遇 有点不太好过 刚才刚到广场上之后 见到自家学生们的反应 这群校长当即就明白 怎么回事了 要说楚云他们 跟其余学生没什么情况 他们自然是不信的 所以 不少校长都在逼问王德发 交代他们学生 干了什么缺的事 王德发一脸猛逼 其实他也很好奇 他也搞不懂 为什么另外一百九十个学生 都这么敌视他怪物学院的人 本来还以为是嫉妒 可看到他们的表情之后 那明明是幽怨 就跟个小怨妇似的 这几个小兔崽子 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这可是一百九十个 幼小又纯净的心灵 第四十二章 说好的挑战 你搁这儿遛狗呢 楚云 虽然你没有天赋 我理论上不应该动用武器 但我的天赋就是间隙 所以 我不可能不动用武器 不过 念在你我都是云城的人 我不会下手那么重的 孙文艳说完这些话 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公事了 楚云文言 无奈翻了个白眼 可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不过 楚云倒是没做什么额外准备 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孙文艳犹豫了一下 但很快就拿起剑 朝着楚云刺了过去 好歹是S级剑系天赋 还是王级 孙文艳实力 其实不算差 包裹着剑气的一剑 让不少围观的新生 都微微变色 这一剑 好强 S级天赋 果然恐怖如斯 这一剑 不会直接把楚云杀了吧 孙文艳压根没打算留守 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废话 受多大委屈 心里没数吗 我们都一样 兄弟 别说了 我不想回忆 被囚禁钓鱼的日子 新生们议论间 孙文艳一剑 已经刺到了楚云脸上 只见楚云 依然是站在原地不动 楚云 你 孙文艳大吃一惊 连忙收手 可已经来不及了 她的一剑 还是直接穿过了楚云的头颅 下意识的 围观的新生 都闭上了眼睛 完了 巴比扣了 这人头要没了 可下一秒 孙文艳 就发现自己眼前的楚云 变成了一阵虚影 我说 你不会真以为 我是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了吧 身后一道声音传来 孙文艳心中大惊 什么情况 楚云什么时候去了我的后边 来不及多想 孙文艳回身又是一道剑气 但又被楚云轻松躲了过去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躲 孙文艳大喝一声 直接贴近楚云 展开了迅速的攻势 但楚云就像是一条滑了的泥丘一样 不停地左摇右摆 眼看着人就在自己面前 孙文艳却是一剑都刺不中 这让他心里不禁一阵恼怒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就不信我一下都打不到你 孙文艳出剑已经开始没了章法 越来越乱 反而楚云躲避得游刃有余 同时心中不禁感叹 凌波微步果然牛逼 远处观战席的图战将几人 看到这一幕都是眼睛一亮 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 他真的没有觉醒天赋吗 楚云的特殊性 他们自然是早就盯上了 但第一反应 他们也都是觉得 楚云不可能没有觉醒天赋 或许只是天赋特殊没测出来 与此同时 休息室内 诸多校长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这小子竟然真的恋会了 王德发眼睛瞪大 别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可是太清楚了 这就是前几天 他给楚云那个身法 但这身法他研究过好多次 一直都无法入门 似乎体数的身法 跟天赋属于两条不同的路一样 久而久之 王德发慢慢也就放弃了 可他们没想到 这才几天的时间 楚云竟然这么熟练就掌握了 这小子 有点变态啊 再说对战现场 十几分钟过去 孙文艳已经杀红了眼 可他依然连楚云的衣角都没碰到 而楚云则是一边挑衅 一边使用凌波微步躲避 定 凌波微步熟练度提升 定 凌波微步熟练度提升 其实 一开始 一开始楚云没打算一直遛孙文艳的 可架不住系统给的太多了 就这一会儿 熟练度又提升了3% 孙文艳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要是不行就认输 我都有点困了 楚云不经意间的嘲讽 直接让孙文艳破了大房 新生们更是直翻白眼 吓人珠希 简直就是吓人珠希 特么的说好的挑战 你哥这儿遛狗呢 然而 下一刻 孙文艳忽然冷静了下来 收敛了一下气势 楚云 这是你逼我的 这一剑下去 我可不敢保证你的生死 话落 只见孙文艳缓缓缓把剑举过头顶 仿佛在酝酿什么大招一样 而楚云看到这一幕也停了下来 又全逐渐紧握 以示尊重 忽然 孙文艳眼睛猛睁 一剑朝着楚云劈了过去 而楚云同样是一拳朝着孙文艳轰了过去 下一秒 轰 一剑跟一拳的对撞 意料之中的势均力敌并没有出现 楚云这一拳下去 孙文艳直接倒飞了十几米 纯属单方面碾压 扑 一口鲜血喷出 孙文艳话都没说 直接就晕了过去 卧槽 这他妈什么情况 闹呢吧 一拳 把一个S级剑系天赋干飞了 这楚云到底什么情况 说好的捏软柿子呢 捏个蛋啊 这楚云绝对是什么隐藏天赋 你没看到吗 刚才那一拳 空气都被楚云捶烂了 围观的新生一个个瞪大了双眼 仿佛见鬼了一般 在他们眼里 S级天赋已经属于高不可攀了 可现在竟然被楚云一拳就解决了 离谱的是 解决之前 楚云还遛了他十几分钟 这纯纯的就是虐杀 一时间 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刚才跟来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楚云是个软柿子 现在来看 这压根就是块铁板啊 还有谁要挑战我的吗 楚云没有关注晕过去的孙文艳 而是环视一周 冲着其余新生问了一句 新生们下意识后退几步 没一个人敢吱声 开玩笑 S级见系天赋 都被你一拳打飞了 我们现在上去 不是给你送菜呢 还是等十天之后 群殴再说吧 楚云 见现场没人说话 忽然嘴角一脸 随便指了一个学生道 既然没人挑战我 那我就要挑战你们了 楚云这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都梦了 啥玩意儿 挑战我们 特么你一个强者 挑战我们一个弱者 你哥这儿刷积分呢 其实这群学生想的没错 楚云确实是这个打算 甚至 楚云自己刷的同时 还不忘提醒落九幽他们 十天之后 我们少不掉被群殴 还不如趁着现在先报复报复 反正这十天 我们也要消耗不少积分 你们还愣着干嘛 几人听完楚云一说 还真是这个道理 于是 所有人都随便挑了个对手 我要挑战你 来吧 新生吗 导师团 休息室 王德发 我特么 第四十三章 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 新的规则 不准虐待新生 哄 咔嚓 平平无奇的一拳挥出 空气再次被楚云 砸出了蜘蛛网般的裂缝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大家总觉得 这裂纹比之前变大了不少 与此同时 一名新生倒飞出去 楚云再次到手 二百五十积分 没办法 由于怪物学院的迫害 好多新生 都是卡着五百积分的边边 才进训练营的 不过 积少成多 楚云现在总积分 已经有快接近五千了 而且 平平无奇的一拳熟练度 也提升了一点 四维属性也有提升 但不大 可能还没自己锻炼来得多 另一边 洛久悠等人 也收获颇风 就连姜皮和陈大力 也抢了不少积分 当然 陈大力是最少的 但这或比楚云还减 楚云是明镇六狗 他是直接躲起来藏猫猫 等对手崩溃了 再出来偷袭 搞个致命一击 上一个被陈大力偷袭的学生 妖子 到现在还是抽搐的 慢慢的 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 洛久悠 他们已经喜欢上这种感觉了 积分就是用来抢的 不然毫无意义 就在楚云一众人 准备开始下一场挑战的时候 训练营的工作人员 沉着脸出来制止了他们 从现在开始 训练营手册 新增加一条要求 高等级的学生 不能挑战低等级的学生 很明显 训练营看不下去 楚云他们的做法了 来训练营 是为了让你们变强暴校国家的 不是让你们欺负弱小的 广场上的学生 听到这规则 激动得差点没哭出来 马德 终于不用再被他们抢积分了 这一刻 新生们第一次感觉 实力弱小 竟然是这么的安全 多了这条规则 落九幽 他们只好收手 但楚云 却继续挑了一名学生 开始挑战 你没听懂吗 高等级的 不能挑战低等级的 工作人员嘴角一抽 有些蛋疼 自从训练营成立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高等级挑战低等级的情况 真是他娘的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楚云一脸无辜道 我知道啊 可是我没有天赋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等级 我只能挑战一下事实再说 工作人员 被挑战的新生 导师团 乍一听 楚云这话没毛病 但仔细一想 刚才王级二阶的孙文艳 都被楚云秒了 他的实力 自然是在王级二阶以上 再看看 被他挑战那个新生 明显是零级九阶的样子 这是挑战吗 楚云就是缠人家身上的积分 不过 最终 楚云的行为 还是被图刚出面制止了 他怕他再不下来 整个训练营就乱套了 作为补偿 图刚给了楚云一个特权 可以让楚云挑选一个训练室 无条件使用 比如重力训练室 药物浸泡室 剑术训练室 拳法训练室 刀法训练室等等 楚云眼睛一亮 这可真是个划算的买卖 于是 楚云直接选择了剑术训练室 你确定你要选择剑术训练室 图刚神色一动 有些意外 从刚才楚云对战的情况来看 他觉得 楚云的能力应该跟拳法类似 所以他本以为 楚云会选择拳法训练室才对 可没想到竟然选的是剑术 确定 我要选剑术 楚云一脸认真的点头 他之所以这么选择 也是有考量的 他现在的技能 基本都已经入门了 只有剑术精通的熟练度 还卡在那里 如果能在剑术修炼室 把剑术精通提高到10% 按照系统的尿性 自己应该是 可以再得到一个 剑术相关的技能的 这样的话 自己就又多了一张底牌 距离安全躺平 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 楚哥 你可真牛啊 现在我们的积分差不多3000多 怎么都够花了 一共10天 就算天天待在训练室 不出来也够了 没毛病 走走走 我们赶紧去训练室看看去 楚云一行人结伴 来到了训练室 因为每个人的天赋不同 所以到了训练室之后 大家就各自分开了 楚云没有任何意外的直奔 剑术训练室 进去训练室之前 楚云扫了眼最新的面板 宿主 楚云 等级 王级二阶 力量 638 敏捷 585 精神 580 耐力 630 道具 5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士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10% 凌波微步 熟练度13% 剑术精通 熟练度6%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顺移 可在两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 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还差4% 希望这10天给点力 深吸一口气 楚云直接大步踏进了剑术训练室 不过很快 楚云就出来了 干 忘记我没有剑了 无奈 楚云只好先去用积分 随便兑换了一柄剑 然后重新回到剑术训练室开始训练 叮 恭喜宿主剑术精通熟练度提升 这一练 就是五天过去了 除了每天晚上出来吃顿饭 楚云几乎整天都憋在训练室 这让同样是剑系天赋的司徒阵都有些意外 他很怀疑楚云是不是有什么心魔了 但经过观察 大家发现楚云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一切都很正常 可楚云正常 这似乎就是最大的不正常 楚云不会有事吧 林雪小妮子脸上有些担心 楚蒙也是小脸郑重 楚老六在家从来没这么勤快过 他不会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吧 有没有可能 他是真的担心五天后其余学生的报复 落九又猜测到 姜皮和陈大力对视一眼 都是点了点头 我觉得有可能 不过你们放心 这五天我们的成长可不是闹着玩的 五天之后 想要群殴我们 怕是没那么简单 众人看着突然信心倍增的姜皮和陈大力 都是忍不住摇了摇头 一个牙签火线小火机 一个迟迟不敢展示新技能 靠他们俩 还不如直接投降呢 第四十四章 群殴开始 早起不能饿肚子 这是规矩 又是三天过去 剑术训练室内 楚云在一声声提示中迷失了自我 不停地按照训练室的基础剑法 或挥 或刺 叮 剑法精通熟练度提升 叮 剑法精通熟练度提升 叮 叮 恭喜宿主剑法精通熟练度提升至10% 终于 一道令人精神一阵的声音出现 楚云只感觉自己 整个人在一瞬间升华了 过于兴奋的他 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紧接着 脑海中陆续传来悦耳的提示声 恭喜宿主剑术精通到达入门几遍 首次入门剑术 获得额外奖励 王全剑一柄 叮 叮 恭喜宿主领悟新技能 无响的一剑 当对手看到这一剑 会被斩断一切 抛去一切想念 叮 恭喜宿主领悟被动技能 王全剑一 手持王全剑会自主激发王全剑一 对凶兽增加50%伤害 叮 恭喜宿主 四维属性提升 卧槽 楚云双眼一瞪 没想到这次的奖励 竟然会这么豪华 不但奖励了主动技能 还奖励了被动技能 甚至还奖励了专属武器 最最离谱的是 四维属性竟然又有增幅了 扫了一眼自己最新的面板 宿主 处云 等级 王级二阶 力量 688 敏捷 610 精神 602 耐力 670 道具 王全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生门 伤门 镀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10%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0% 凌波微步 熟练度13% 剑术精通 熟练度10%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五感的敏锐程度 顺移 可在三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王全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敏捷和精神都突破了600 但这次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技能 或者被动 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强了顺移和精神抵抗的加成 顺移的距离增加到了三米范围之内 不过 楚云有感觉 等精神再强一点 自己说不定可以反控制别人的思维 施展类似催眠一类的精神攻击 至于力量和耐力属性 更是直逼700 而这 仅仅是楚云什么都不用的情况下 一旦楚云使用八门遁甲 四维属性将会成倍的上升 而要是开了第八门 死门 四维属性更是能翻十倍 十倍是什么概念 接近七千的力量属性 这一圈下去 岂不是要给蓝星输中分了 不过 在没有得到死门相关抵消奖励的情况下 楚云是不会开死门的 他还惦记着躺平享受生活 自己死多少有点过分了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楚云也终于出了训练室 回了别墅一趟 此时的落酒忧众人 整聚在一起讨论楚云 结果下一秒楚云就回来了 咦 楚哥回来了 江皮大喊一声 立马跑了上去 其余人闻言也都纷纷看了过来 楚云 你没事吧 灵雪眼中满是关心 见众人一副担心的样子 楚云一脸不解 你们怎么了 我不就是去训练试呆了几天吗 你的剑术突破了 司徒阵忽然神色一动 紧紧盯着楚云 剑系天赋的他 对剑翼的感受十分明显 虽然现在楚云 整个人的气势都收了起来 但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剑翼 还是被司徒阵捕捉到了 当然了 也不看看我是谁 楚云得意一笑 同时心中也是有着惊讶 没想到 司徒阵对剑翼的感受 竟然这么明显 你还能是谁 楚老六呗 不过真是难得 都知道变强了 你是多怕别人群 欧揍你啊 楚萌的声音传来 顿时让现场 变成了一片欢声笑语 而一番聊天之后 楚云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去 真的假的啊 你们所有人都突破了 灵雪更是连跳三级 姜皮和大力 都是王级四级的人了 你们闹呢 楚云猛了 到底谁才是主角 自己累死累活 在训练时待了这么久才 把剑术精通练到百分之十 这群人倒好 轻轻松松就突破了 这就是天赋觉醒者 和普通人的区别吗 这简直没天理啊 楚云忍不住哀嚎道 然而 回应他的却只有九双白眼 司徒镇他们突破 是本来就在突破边缘了 这几天 大大小小的战斗 再加上训练 才迈过去了那一步 至于灵雪和姜皮 以及陈大力 灵雪前边 只是花费精力研究火系天赋了 现在认真修炼 自然是后机薄发 姜皮本身是变异天赋 玉兽和本身实力 是相辅相成的 他的小火机 不再是牙签小火机 完成了跳跃 自然猛的突破 陈大力 就更特殊了 直到现在 大家还不知道 他突破王级之后 获得的技能是什么 不过 大家都很怀疑 陈大力是不是嗑药了 转眼又是两天过去 这两天 楚云别的事没干 简单刷了一下 无想的一件熟练度 然后就是去灵力吃泡泡枣 虽然他没觉醒天赋 不能修炼灵气 但灵力吃对身体 也有着一定的好处 楚云思维属性 又长了不少 如今力量 和耐力属性距离突破 七百也是几头凶兽的事了 今天一大早 怪物学院这边的三栋别墅门 就被人敲响了 其中一个学生 眼神期待地 看着楚云几人道 快点收拾东西去广场 我们要挑战你们 这就来了 楚云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了 这群狗东西 还真是不讲武德 十天都过去了 还惦记着群殴的事 不过 这事不算违反训练营的规则 所以 楚云他们也没办法拒绝 简单洗漱一番 一众人就朝着广场集合 只不过 临去前 楚云还拉着姜皮 陈大力 以及司徒镇 买了早餐 群不群殴的事 先放一边 早起不能饿肚子 这是规矩 当楚云四人 带着豆浆油条 来到广场的时候 全广场的目光 都瞬间转移了过来 姜皮下的一个机灵 紧紧握住了手里的豆浆 想抢我的早餐 门都没有 第四十五章 群殴可以反被揍 但楚云 他们一定要打 司徒 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落酒有几人无奈服额 看着司徒镇 也一手豆浆 一手油条 一时间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他们刚来怪物学院的时候 司徒镇可以说是最怪癖的一个 整天一副邋遢的样子 揣着个酒壶 拿着一把剑 也不怎么说话 后来熟络了起来 有人主动问他 才偶尔会聊几句 但自从楚云这一届四个人来了之后 一切都变了 现在别说说话 司徒马上都要加入这老六三人组了 眼看老六三人组 变老六F4 落酒有几人 眼底有着一丝自责 他们在想 如果刚来训练营的时候 不把他们四个分在一起 司徒镇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们吃吗 我不喝豆浆 我喝酒就行 司徒镇无视众人的表情 嘴里叼着油条 一手把豆浆递了出去 落酒有几人满头黑线 红浩哈哈一笑 接过来豆浆 你们不喝我喝 与此同时 楚云也开始分发手里的豆浆和油条 来灵雪 萌萌 酒油学姐 这是给你们带的 此时的楚云像极了早餐店的小老板 从空气中拿出一份又一份的早餐 不用想 肯定是在大力的空间放着的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商机 以后就算世界和平了 陈大力也能去摆地摊 还不用担心被城管抓 你们有完没完 今天是我们要抢夺你们的积分 你们竟然还有心思吃早餐 这时 有学生看不下去了 冲着楚云他们大喊了一声 楚云双拳紧握 立马转身回嘴道 马上积分都要被你们抢了 我们提前花点积分怎么了 吃个早餐怎么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欺负人 这里可是训练营 你当是你们自己家呢 语气之中 三分称怒 三分委屈 还有四分 我见油帘 一时间说得周围的新生纷纷低头反思 这事儿好像是他们做的不对 但仔细一想 你们特么都把积分花了 我们还抢的地儿啊 回过神 新生们再度用着刀人的目光 朝着楚云看了过去 你们看我干嘛 都准备好 等我们吃饱了 就可以开始了 说吧 楚云就这么坐在地上 大块朵一起来 别看早餐 只有豆浆油条 但愣是给他吃出来了 山珍海味的感觉 姜皮和陈大力更是配合 摇头晃脑吃着 还不忘嘖嘖称赞 不戳不戳 这豆浆油条 可真不戳 香 太香了 软糯香甜 入口即化 对对对 肥而不腻 少儿不柴 真是好洽 新生们 洛九幽等人 导师团 这仨人 好像是有那个什么大病 一根油条 上哪来的肥而不腻 少儿不柴 你们以为是搁这儿 吃红烧肉呢 终于 楚云一众人吃饱喝足 擦了擦嘴 然后 看向其余学生道 都有谁想要挑战我们 提前爆出来名字 待会儿要是误伤了 那可就不好了 没错 我们可是出手 没轻重的角色 姜皮活动了一下手腕 眼神逐渐凌厉 还别说 乍一看 还真挺吓人的 结结结 陈大力更是笑出了声 彰显着自己的自信 司徒朕没说话 但直接拔出了剑 一股凌厉的剑意 朝着四面八方抱射而去 不少新生瞬间打起了退堂鼓 有这么一个人在 他们想成功群殴对方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出意外了 王极八阶 短短时间竟然突破了 远处的司徒策 感受到这股剑意 脸色微变 哼 不过是手下败将罢了 就算是八阶 我照样能打败你 今天的群殴 司徒策是不打算参加的 因为他们这种人 不屑于跟别人同流合污 他们只会用自己的实力 打败敌人 帝都大学的林凡 也是一样 他想和楚云战一场 但不是群殴 这么一来 除去领头几个人 剩下想群殴报仇的 就只剩下一些小喽啰了 鉴于楚云这边 都是王极之上的实力 导师团有人下来表示 群殴可以 但是王极以下的 还是算了吧 省得群殴不成 自己还搭进去了 导师都亲自开口了 不少灵机的心声 瞬间被劝退 没了报仇的心思 眨眼间 要群殴楚云他们的人 少了一半 看着剩下来的那一半人 楚云表情认真到 还有人要退出吗 如果没有 那可就直接开始了 广场上其余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虽然脸上有着犹豫 却没有人选择退出 囚禁之仇 他们今天一定要报 群殴可以反被揍 但楚云 他们一定要打一顿 楚云还不知道 这群人的目的 其实是自己 还在不停地挑衅这群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目标 好像是楚云 洛九幽似乎发现了什么 巧声说道 江皮和陈大力 耳朵比较尖 听到这话 立马退到了洛九幽旁边 九幽学姐 你是说 他们其实只想群殴楚歌 洛九幽点了点头 毕竟当初钓鱼的方法 是楚云提出来的 好像也有道理 对人不对事 这群同学能处啊 江皮和陈大力拖着下巴 一副思索的表情说道 其实他俩就是怕了 虽然他们这边 有着司徒镇这号人物 但群殴的时候 挨揍的往往都是实力最弱的 所以 不出意外的话 待会儿被揍最狠的 肯定是他俩 现在既然有机会能不参与 那谁还想挨揍啊 想到这儿 江皮和陈大力提议道 那既然这事儿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要不先去一边看着 我看行 洛九又点头 直接朝着旁边走了过去 身后的学生看了一眼 直接给洛九又让了一条路 红浩 胖子 瘦子 健壮也跟了过去 江皮和陈大力跑得更快 一溜烟就没影了 楚 林雪本想提醒楚云一句 但楚蒙先下手为强 直接拉着林雪的小手就离开了 林雪姐姐 你放心 要是我哥扛不住 我们再出手不耽误 楚蒙笑嘻嘻说道 林雪一想也是这样 只好暂时答应了下来 偶然回头见 众人都离开了 司徒镇也默默收起了自己的剑转身 不带走一片云彩 眨眼间 整个诺大的广场中间 就剩楚云一个人了 大家快上 就剩他自己了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所有新生顿时眼冒绿光地 朝着楚云冲了上去 而此时 楚云才发现自己身边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了 卧槽 你们一群被刺老六 你们不讲武德 第四十六章 王权建议 图战将的震惊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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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天上跟下饺子似的 一个又一个的人影砸了下来 或许是出于对楚云的尊重 又或许只是想单纯地叠罗汉 压死楚云 这群新生 竟然心有灵犀的 没有使用天赋 选择了最暴躁的赤身肉搏 可见 他们对楚云 是有着多大的恨意 兄弟们 我们直接人海战术压死他 报我们的囚禁之仇 有新生红着眼喊道 语气之中 有着大愁将报的期待 在这名学生的鼓舞之下 一个又一个的新生原地起跳 然后盖了上去 盖呀 眨眼时间 广场上就堆成了一个小山 远距离看着 就跟个小坟头似的 扑 什么情况 喝口豆浆的时间 坟头都堆起来了 姜皮神色一阵 一口豆浆直接喷了出来 陈大力双眼也是一瞪 惊叹道 乖乖 这得多大愁多大愿啊 褚云不行了 我们去帮忙吧 林雪脸上有些焦急 这群人里边 就他最担心褚云 褚蒙摇了摇头 笑呵呵道 放心吧 我老哥没事的 这点压迫感 对他起不到作用 就在褚蒙话音刚落 哄 广场上的小坟头 忽然剧烈晃动了起来 紧接着 压在褚云身上 迭罗汉那群人 全都飞了出去 然后 大家就看到 褚云正浑身冒着蓝光 站在广场的中央 我说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 怎么好意思的啊 褚云淡淡的声音传来 广场上其余新生 瞬间愣住了 很显然 刚才的褚罗汉 对他并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在那群人扑上来的一瞬间 褚云就使用了铁块 整个身体立马变得宛如钢铁一般 倒是最先扑到褚云身上的 那几个学生 现在一个个都疼得呲牙咧嘴 他们刚才觉得自己 好像铺在了铁块上一样 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硬度 这小子 真是有点东西 但他到底是什么天赋呢 距离广场不远处的观战席 图刚以及几个导师 还有几个学校的校长 都在这里观战 看着广场上冒着蓝光的褚云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思索的表情 按照他们的阅历 绝对不会看不出来 一个觉醒者的天赋 可褚云的天赋 他们至今都没研究明白 王德发开口说道 这孩子确实没有天赋 但他的天赋比任何天赋都可怕 你确定 有导师转头看了过来 可他身上的元素反应 看起来不像是没有天赋的样子 王德发点了点头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体术时代 曾经有人开启过身体的枷锁 说起体术 在场的几个导师 瞬间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 体术时代 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但一些特殊的大战以及案例 他们还是能接触到的 他依稀记得 体术和天赋交替的时代 确实是有一些体术强者 能吊打觉醒者 但随着那一部分人落幕之后 体术也就成为过去世了 毕竟 凶兽在进化 凶兽的天赋也在进化 只有天赋 才可以对抗天赋 图刚笑道 仔细看看吧 这孩子 或许是未来的希望 几个导师 文言瞬间一经 都是有些不可置信地看了过去 图战将 竟然对楚云评价这么高的吗 再说广场之上 第一波新生 被楚云轰飞之后 其余新生也都放弃了肉搏的想法 一个个都开始施展自己的天赋技能了 煞时间 整个广场变得五颜六色 不知道的 还以为再放烟火 没有任何的废话 酝酿好了攻势之后 广场上再次爆发了乱战 但这群新生的攻击 根本无法对楚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因为 凌波微步的存在 楚云很轻松 就躲避了这些攻击 找准机会 偷袭 平平无奇地一拳轰出 碰 咔嚓 空气碎裂 五六名新生瞬间被轰飞 失去战斗能力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终于有新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楚云的战斗力也太强了 怕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不可能连他自己都搞不定 就是 大家一起上 别再留守了 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声 一时间 不少新生都开始别打招了 突破王级 不同的天赋 都会领悟不同的新专属技能 比起头部的天骄 这群人实力是差了不少 但如果真打起来 上百个王级技能攻击到一个人身上 就算是皇级实力的人来了 也得避其锋芒 楚云估计自己目前顶多也就是王级七八阶的样子 但如果开启死门 应该可以短暂爆发出皇级的实力 不过 他还不想死这么早 所以 现在的他 自然是抵挡不住这些人的联合大招 或许平平无奇的 一拳熟练度达到百分之百 倒是有机会 不过 他也不止四维属性再进步 下一刻 楚云解除八门盾甲状态 转手掏出了王全剑 蒸蒸 只见王全剑出现的一瞬间 仿佛有着一股金色剑波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而同一时间 楚云身上迸发出了无尽的剑意 被动技能 王全剑意 哼 灵力的剑意 瞬间席卷整个广场 所有人不由得脸色大变 他们从楚云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王的气势 仿佛此刻的他 就是这一片天地的主人一般 他竟然懂剑 司徒侧浑身一震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 自始至终 他眼里的对手 只有司徒镇一个人 可现在 他竟然从楚云身上 感受到了危险 楚云的剑术 进步竟然这么快 司徒镇也是微微抬头 眼底有些惊讶 姜皮和陈大力 震惊的豆浆都挤了出来 卧槽 楚歌这要牛逼的 这么的 你们俩给我坐下 豆浆挤我身上了 红浩脸色一黑 直接拉着姜皮 和陈大力坐了下来 嗨嗨 学长萧萧切 刚才我们是受惊了 不是故意的 现在就给你擦擦 滚 你俩往那摸呢 姜皮 陈大力 怪不得摸起来不对劲 他们也不记得 红浩学长 有携带双截棍的习惯啊 嗯 双截棍 姜皮陈大力 护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震惊 直到红浩一脸淡定的 从兜里拿出一根 火腿肠吃了起来 俩人才算是松了口气 但下一秒 俩人眼睛又是瞪得滚圆 好家伙 还是不对啊 这根是火腿肠 那另外 第47章 楚歌这波装的可真是 广场上 楚云站在半空 持劲而立 那股闭腻四方的气势 让憋大招的心声都看呆了 就在这时 图刚忽然出现在了广场之上 好了 我宣布 你们的挑战到此结束 听到声音 楚云猛地松了口气 图战将终于出来了 再不出来 他就扛不住准备溜了 毕竟 这可是几百号人的王级大招 就算他是个挂臂 目前也根本挡不住 至于刚才掏出来王拳剑 纯属就是装样子的 无想的一件楚云测试过 可以造成群体伤害 但对方是一百多号人 楚云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时候 他自己也少不了 面对一百个技能 这种以命搏命的打法 不是楚云想要的 楚云想要的 只是他占便宜 别人吃亏 仅此而已 很过分吗 图战将 为什么结束 我们还没输呢 有学生不服气这个结果 大声质问道 听到声音 其余学生都向这货 比了个大拇指 哥们 质问图战将 可真是个勇士 图刚转头看向那学生 笑了笑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吗 那学生点头 走了过来 图刚问道 觉醒天赋 考上大学 参加训练营 是为了什么 变强 抵御凶兽 保护生活的家园 那学生不卑不亢回到 多少有了一丝 主角光环的气质 就连旁边的学生 也是忍不住点了个赞 图刚又问 那你在这看到凶兽了吗 没 没有 那学生语气弱了不少 图刚继续道 我知道之前楚云的做法 让你们心里都有怨气 或许你们不屑于像他一样 或许你们觉得 他不讲武德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凶兽会跟你们讲道理吗 凶兽不会 当你遇见凶兽群的时候 凶兽的实力比你们高 凶兽会先让你去提高实力 再来报仇吗 也不会 当然 我们是人 跟凶兽不一样 可你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如果不是楚云 对你们做了之前的事情 今天的你们 实力提高的 有这么快吗 听完图战将说的这些话 现场不少学生 都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确实 从被楚云囚禁过 用来钓鱼抢别人积分之后 他们就只想着报仇 而刚到训练营 被楚云抢夺积分之后 他们就更想便强暴揍楚云 这就导致这几天 他们的修炼效率极其的高 他们自己本身 或许感受不到 但图刚和几个导师 却都看在眼里 这一届 是这么多年来 学员进入训练营 提升最大的一届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刚才如果不是我阻止 或许你们可以伤到楚云 但同样的 你们自己也绝对会受伤 现在距离训练营结束 还有四天的时间 你们是不是忘了 每年训练营结束 你们会面对什么 就凭你们受伤的身体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怎么训练 不训练 你们怎么面对那群人 听到图刚最后这一句话 不少学生 都是瞳孔一缩 回忆起了 往年学长 被支配的恐惧 就连司徒策 林凡等人 也都紧紧握着拳头 楚云发现了 其余学生的不对劲 不过他却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接下来 你们还想要挑战楚云 我不会拒绝 但是规则要改一改了 只能一对一 不能再出现 这种一起乱战的局面 你们哪怕是车轮战 我都不管 但一切都要遵守规则 说完 图战将就转身离开了 广场上留下的学生 看了楚云一眼 都放弃了挑战 刚才楚云一个人 对战他们那么多人 都不落下风 现在去挑战楚云 简直就是送菜的 不过 这些学生下去之后 司徒策 林凡 百里若云这些人 却站出来了 他们都是之前 不屑于加入群殴的 现在有了正当的挑战机会 他们想试试 楚云到底是什么实力 特别是楚云 刚才持剑的一瞬间 爆发的气势 让这些人 不得不开始正视 因为实力 而关注楚云了 怎么 你们几个想挑战我 楚云也发现了 走过来的几人 司徒策没说话 只是默默掏出了一柄剑 林凡 则是掏出了长枪 至于百里若云 明明是个女孩子 却掏出了一柄大锤 嘿嘿 让开 女士优先 我先来 百里若云舔了舔嘴唇 扛着大锤 眼中战意盎然 司徒策和林凡 看了百里若云一眼 都不是很想让开 这时 楚云突然道 既然你们三个 都想挑战我 那就一起来好了 打一百多个人 我没把握 但三个人 问题不大 这话一出 对面三人 瞳孔都是一缩 而周围的心声 则是热闹了起来 疯了吧 他想一个人 挑战三个 王级七阶的人 靠 这会是飘了吧 早知道刚才干他了 他不会觉得 待会他要挨揍的时候 图战将还会出来吧 就是 图战将都说了 可以车轮战 但是不能一起上 学生们议论的时候 图战将也刚回到观战席 但听到楚云这话 他当即就忍不住嘴角一抽 特么的小逼仔子 我刚帮你取消了群殴规则 你这是自己 给找不自在呢 就在这时 楚云忽然露出一副 恍然的表情 然后道 哦对了 我忘了 刚才图战将 好像说不能一起上了 唉 那没办法了 看来我是没办法同时虐你们三个了 这样吧 你们三个先打一场 胜者拥有跟我打的机会 不过你们最好快一点 我还要赶紧去训练 训练营留给我的时间可不多了 说完 楚云还做出一副惋惜的样子 仿佛这个规则 真的导致他没办法同时虐三个人 他很遗憾一样 我特忙 闹了半天 这货哥这装披呢 呸 真是不要脸 新生们反应过来 顿时叫骂了起来 姜皮和陈大力则是一脸敬佩 楚哥这波装的 可真特么丝滑啊 啊 我们学校这一届 怎么会招了个这样的人啊 洛九幽无奈符额 他很担心 这么发展下去 以后怪物学院 是不是会变得人人喊打 哈哈哈哈 楚老六又开始了 楚蒙则是无嘴笑得不停 他早就习惯楚云的性格了 倒是觉得没什么 甚至很开心 毕竟家里有实力 在云城的时候 也没人敢动楚云 也不想想 一家子都是SSS天赋 想动楚云 这特么不是捅了天才窝了吗 至于现在 虽然离开了云城 但他身边似乎还是一群SSS天赋 他自己更是不亚于SSS天赋 六哥的运气 还真是挺好呢 哥哥 第48章 有机会 但是得加钱 最终 后续的挑战并没有展开 因为图战将再次出现 把这些人带走了 这让现场的学员们 不由得有些遗憾 唉 可惜了 要不然就可以看楚云挨揍了呀 是啊 司徒策 林凡 百里若云 随便一个都吊打他 这次是他运气好 呵呵 话说 你们觉得图战将带走他们 是为了什么 还用想 肯定是因为战神般的事 训练营一个休息室内 图战将正不停地扫视着眼前的十几号学生 知道我为什么喊你们来吗 楚云一行人 全都摇了摇头 江皮神色一动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下一秒 他表情认真坦白道 图战将 考核钓鱼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都是楚哥的主意 对没错 我可以作证 陈大力站出来 一本正经配合 两人以为是因为他们虐待了其余学员 所以被叫过来了 楚云没好气 撇了两人一眼 这俩人可真是妥妥的老六 图刚怎么也不会因为这事 把他们叫来好吗 图刚嘴角一扯 直接忽略了两人 然后说道 你们学校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魔鬼训练营 所以 有些事情你们不太懂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几分钟后 图刚把战神般的事情说完 楚云一众人毫无反应 至于司徒策他们三个 心里早就知道这事 甚至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所以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你们 是吓傻了 图战将问道 开玩笑 我们怎么可能吓傻 战神班 就这 信心这么足 那你们有把握 打过战神班那群人吗 当然没有 图刚 他发现了 怪物学院里 有两个学生不正常 楚云 你们呢 图刚直接忽略了姜皮和陈大力 楚云想了想 忽然抬头道 有机会 但 得加钱 图刚嘴角又是一扯 得 是他草帅了 这学院有三个人都不正常 这战神班到底什么情况 真的有图战将说的那么厉害吗 食堂内 楚云一行人正吃着饭 顺便聊着战神班的事 厉不厉害不知道 但这事 好像确实有 前几天我从别的学生那里听到了一些 落九幽说道 楚蒙也开口道 我也听到了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对我们进入秘境没什么影响 姐姐们 对我们有影响啊 我们不会秘境都进不去吧 姜皮和陈大力哭丧着脸 在座的各位 似乎只有他们俩是个小垃圾 如果战神班 真的像图战将说的那么厉害 他们俩进秘境的机会 可能有点悬了 慌什么 这不是还有我在呢 楚云一拍桌子说道 姜皮陈大力文言 立马带着周妹的表情凑了上来 一个暗奸 一个捏腿 楚哥 这力度行不行 楚哥 这手法不错吧 楚哥 我们俩的命运 可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啊 是啊 楚哥 我们可救你这个哥哥 你得照顾着点我们啊 众人 这俩货 果然不正常 楚云瞥了两人一眼 挥手道 放心 有我在 这群人根本不是对手 那如果对方有王级八街的人呢 楚云微微一笑 显得信心十足 那就跑 姜皮 陈大力 战神班的事儿 对普通学员影响确实不小 但对楚云他们这些人 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接下来的几天 楚云他们 还是照常训练 该干嘛干嘛 有了图刚发话 中间没人过来挑战打扰他们 倒是也省事了 四天的时间 一晃就过 今天是训练营的最后一天 按照规则 今天训练营 需要选出来前二十名学员 拥有进入秘境的资格 训练营的训练 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 半个月的时间 我想你们 也都有不少的收获吧 图刚的话音落下 广场上不少学员 都是神色激动 正如图刚所说 这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每个人都提升很大 有的人更是连跳三级 就连成绩最差的学员 现在都是王级一阶了 现在的他们 很想跟楚云碰一碰 看看谁才是最爱的 二百个学员 选出来二十名 其实还真需要不少时间 不过训练营这边有十个比武场 可以同时进行 这样的话 一场就只有二十个人 只需要绝出前两名就可以了 两两对战的话 结果倒是很快就能出来 第一场 楚云对战孙文艳 冤家陆窄 楚云第一场就碰上了孙文艳 经过这几天的刻苦训练 孙文艳已经又提高了一个小等级了 虽然小等级没办法获得新技能 但依然能让原有的招式 发挥出更高的实力 哼 楚云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四天前的我了 这一次 我一定可以打败你 孙文艳站在比武台上 冲着楚云冷冷说道 楚云不知道他来的自信 也懒得搭理他 S级天赋 确实不错 但跟天才比 还是差了很远 碰 楚云这次 连平平无奇的一拳都没用 直接武装色覆盖拳头 普通的一拳砸过去 普通 孙文艳直接倒飞了出去 对战从开始到结束 前后不到十秒 出去孙文艳逼逼赖赖的时间 全程不到三秒 卧槽 这个楚云到底是什么情况 别他妈还告诉我他没天赋 刚才他的拳头都变黑了 可是也没听说过 什么天赋是把身体变黑的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楚云真的很厉害 比怪物学院其余几个人都厉害 这么一说的话 之前的虐待 似乎也没那么生气了 我靠 你他妈抖M吧 你放屁 被强者虐待 是对我们的历练懂不懂 是啊 我们就是因为楚云才变强的 不是吗 哎呦我操 还别说 这么一想 还真是 莫名其妙的 楚云的口碑急速逆转 从一个靠队友躺平的混子 成了帮助学员进步的影视高人 碰 又是一拳转转出 楚云再胜一场 无敌就是这么寂寞 现在对付这群人 楚云只需要用最基础的力量就行了 足足700的力量属性点 可不只是拿来看的 第49章 幻境名额确定 战神般的人来了 宿主 楚云 等级 王级4阶 力量 720 敏捷 660 精神 656 耐力 703 道具 王拳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颈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士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13% 无响的一剑 熟练度6% 凌波微步 熟练度15% 剑术精通 熟练度13%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三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王拳建议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最后这四天 别人再进步 楚云同样没有落下 四维属性和技能熟练度 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力量属性和耐力属性 更是突破了700 力量属性突破700 获得的加成 依然是震动之力的范围 这提升其实不算小 不过相较于耐力属性 突破700的加成 就显得不够看了 耐力属性突破700 楚云获得的加成 是可以开启10秒的死门 也就是说 现在的楚云 可以开启八门之中的死门 不会直接造成死亡 只不过时间有限 只能开启10秒的时间 但10秒 已经足够扭转战局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限制 开启死门之后 会有一个三天的冷却期 这中间 是不能二次开启死门的 不然 还是会死 至于等级 是刚才击败孙文艳之后刷新的 孙文艳 是王级四阶 楚云打败他 自然就刷新到了当前最高 不过 楚云估计 自己现在皇级之下 应该都可以碰一碰 眨眼第二轮比赛结束 场上还剩下五个人 五个人 就需要抽签 轮空一个 谁抽到轮空 就不需要比赛了 直接晋级 工作人员 拿着五个纸团过来 冲着五人说道 楚云瞄了一眼 摆了摆手道 不用那么麻烦了 让他们四个一起上马 早点结束 还能省点力气 你确定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 不确定地看向楚云 虽然刚才那两场比赛 他看出来了 楚云都是碾压 但对手每多一个人 对方的战斗力 可不止翻了两倍 如果是四个人 恐怕就更难对付 确定 如果我输了 我就放弃 赢了 还能早点结束 你们四个有意见吗 工作人员 看向其余四人 其余四个学员 互视一眼 都是有着欣喜 其实真让他们一个个上 他们也没什么信心 能赢楚云 所以他们都是奔着 第二的名额去的 但如果一起上 能先把楚云打败 那他们夺得第二的几率 就大了许多 甚至还能抢一抢第一 我们没意见 四人齐齐点头 于是 一对一变成了大乱战 不过 半分钟后 这四个人 就一脸猛逼的 继续争抢第二的名额了 猛 太猛了 回忆着刚才楚云那一拳 他们心里只有着害怕 同样是训练营的学员 怎么差距 就那么大呢 与此同时 别的比舞台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毕竟二十个人 对战两轮 剩下五个人 总要抽一个轮空出来 但如果有人愿意 一达多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可以提前锁定第一的名额 差不多一个上午的时间结束 其中九个比舞场的名额 都出来了 剩下最后一个 是陈大力所在的比舞场 我去 这货又开始躲了 这属于犯规 他也太够了 这不是耽误事呢 别的比舞场 都是有人主动一对多 我们这边就离谱 陈大力联合起来 群殴一个 这小子多少有点不讲武德 当楚云一行人 来到比舞场 刚好遇到了跟之前第一轮一样的情况 这货 还是跟上次一样 楚云几人一头黑线 但陈大力必须获胜 因为进了环境 还得依靠陈大力的空间天赋 放心吧 大力不会翻车的 他还有绝招没用呢 见众人有些担心 江皮大手一挥 安慰众人道 嗯 是他突破王级 觉醒的专属技能 众人好奇看了过来 江皮神秘一笑 嘿嘿 等等你们就知道了 看着江皮这欠样子 众人恨不得给他一拳 但还没来得及给 只听工作人员 带着有些忧怨的声音传来 本场比试 陈大力获胜 这时 陈大力的对手不服气道 凭什么是他获胜 要不是 他一直躲着 我早就赢了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 你们的对战 已经超过半小时了 图战将说了 超时的对战 按照天赋等级判断胜负 你还有疑问吗 原来是图战将说的 那没事了 那学员不甘心地攥着拳头 走下了比舞台 陈大力则是眼睛一亮 早知道有这个规则 他还反击个屁啊 直接打开空间 自己躲进去等半小时 不就可以了吗 凭借他的SSS 特殊空间系天赋 这才是真正的躺赢 似乎是知道 陈大力抱着这个想法 工作人员继续宣布道 这一场陈大力 提前锁定一个名额 还剩下一个名额 由剩下的两个学员 对决产生 没有意见的话 你们就直接开始吧 另外两个学员文言 只能默默走上比舞台 他们有个盾的想法 只要不让他们 遇到这个陈大力 一切都好说 很快 另外两个学员的对决结束 最后的一个名额 也终于锁定 至此 进入秘境的20个名单 全部出来 所有人再一次到广场集合 但所有学员都知道 这名额还不是最终的名额 因为战神般的人 还要来抢名额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图战将这边20个名额 还没宣布 忽然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 训练营的广场 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什么情况 地震了吗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大怪物 不会是兽巢吧 我看你是巢吧 一个大怪物 怎么可能是兽巢 你懂个屁 万一是有空间天赋的怪物呢 行了 都别说了 是战神般的人来了 什么 战神般的人 第五十章 竟然有人比我们还装 这能忍 突如其来的变古 让不少学员的脸色 都变得凝重起来 楚云一行人 也下意识朝着远处打量 虽然不确定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隔着几百米 他都闻到了一股 有人想装披的味道 楚哥 这不怎么说 姜皮眼睛一眯 来到了楚云旁边 陈大力 紧随其后 来到了另一边说道 竟然有人比我们还装批 这TM能忍 楚云看了两人一眼 同样眯着眼道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叔叔可以忍 爸爸不能忍 反正我是忍不了 他们这是明摆着 想抢了你们的主角光华 姜皮和陈大力文言 虎屈齐齐一阵 看着战神般那边的眼神 逐渐犀利了起来 竟然有刁民 想抢我们的主角光华 做梦吧 他们 于是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姜皮和陈大力 忽然挺直了腰板 熊啾啾气昂昂 颇有气势地 朝着对面走了出去 不少学员看到这一幕 都是一脸疑问 这俩二货想干嘛 对面可是战神般的人啊 片刻后 远处的烟雾逐渐散去 大家也终于看到了 烟雾后的景象 只见十几个肤色 不一的年轻人 在一个胖子的带领下 正缓缓朝着广场走来 而在这群人的左边和右边 分别有着两条 像龙一样的生物 跟随着 一时间 训练营的学生们 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我去 这就是战神般的实力吗 那两条是传说中的龙吗 看起来好霸气啊 应该不是纯正的龙 看起来好像是亚龙 亚龙也很牛逼了好吧 看来对面有欲兽天赋的人了 话说这群人到底什么实力 为什么每一个都探测不出来 战神般怕是不会有 王级五阶以下的牛马吧 你这么一说 确实也有道理 一轮声中 战神般的人来到了广场 而姜皮和陈大力 却秒转身回到了人群 两人一本正经道 楚哥 点子有点硬 我们觉得还是算了 今天先让他们当主角 开玩笑 他们连对方的气息 都感知不到 不用想也知道 对方是比自己厉害的人物 这要是上去找场子 估计会被揍得亲爹 都不认识好吧 楚云 林雪 洛九幽 其余学员 这俩人是真的有那个什么大病 涂战将 好久不见啊 领头那小胖子 转头看向涂刚 嘴角一脸 露出了他的大黄牙 涂刚面无表情回道 好久不见 朱战将 朱勇哈哈笑道 我听说 今年的幻境又要开启了 这不 收了几个不错的学生 想带着他们过来历练一下 涂战将 我想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涂刚嘴角一抽 心中暗骂一声 战神班每年关键时候 过来采脸 马上都快成传统了 这人却还装作一副和睦的样子 真特么不要脸 哼 我介意朱战将就同意 带着他们回去了吗 这么多年了 每年都习惯了 多余的废话 还是别说了 直接开始吧 涂刚脾气属于偏暴躁一点的 没心思跟朱勇浪费口舌 朱勇笑了笑道 那感情好 错过了幻境开启的时间 确实对谁都不好呢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今年人才特别多 我想要十二个名额 不过分吧 涂刚文言瞳孔一缩 脸上不禁有些震惊 往年 战神班虽然能招收不少人才 但顶多也就是八至十个的样子 今年竟然招了十二个 看来国外 今年的觉醒质量不错呀 涂刚不由得多打量了 几眼朱勇身后的十二个学员 他们看起来表面 一个个懒散的样子 但每个人体内 都酝酿着十分暴躁的能量 特别是 其中一个皮肤有黑的学员 涂刚可以肯定 他的天赋 一定是偏向 力量翻倍的类型 如果我不同意呢 涂刚说道 朱勇脸色猛的一冷 舔了舔嘴唇道 那就凭学员 实力说话 涂刚脸上一苦 真凭实力 自己这边 肯定不是战神班的对手 那就十二个吧 跟往年一样 你们战神班自己挑吧 涂刚摆了摆手 就准备让比赛开始了 那就先谢谢 涂战将了 朱勇笑道 话落 朱勇转身 看向身后的学员道 你们几个 去挑一下自己的对手 赢了对方 幻境的名额 就是你们的了 听到朱勇的话 十二名学员 脸上总算是 打起了点精神 挑选猎物什么的 他们简直是最喜欢了 与此同时 训练营 获得幻境名额的一行人 也都抬头看了过来 我们 好像是被当成猎物了 楚云摸了摸鼻子 不由得感觉有些好笑 虽然当天听 涂刚说了战神班的意义 以及目的 但今天亲自 见到战神班的人 楚云是打心里反感 特没一个国内的组织 招了一群歪果人 算怎么回事 这不是拿着自己家的资源 培养白眼狼呢 真有意思 但面对他们 谁是猎物 谁是猎人 还不好说呢 洛久悠好看地笑了一下 语气却是有些冰冷 战神班的众多目光 被洛久悠的笑容吸引 琪琪望了过来 而就在大家觉得 他们会抢夺 洛久悠名额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 却抬手指着陈大力道 小子 就是你了 把你的名额交给我吧 让我来跟你身边 那个美女做队友 你 配不上 陈大力 What The Fuck 这小B仔子 是看我好欺负个 楚云众人 也没想到对方的目标 竟然是陈大力 这几个人里边 可以说是 就属陈大力战斗力最低了 洪浩健壮 想站出来 顶替陈大力 但几就在这时 陈大力却咧嘴一笑 自信道 小B仔子 你确定 你要抢我的名额 你说谁是小B仔子 废话 除了你 还能有谁 总不能说 你老大吧 对方眼神一冷 脸上明显出现了 些许怒意 他们可是 战神般的精英 走到哪儿 都是最瞩目的存在 现在竟然敢有人 用这种语气 跟他们说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种人已经可以死了 直接那人残忍一笑 说道 半分钟后 你会为你的这句话 付出代价的 呵呵 别搁这儿 给你大力哥装批 我他妈装批的时候 你还在玩尼巴呢 说着 陈大力直接几步 走了上来 算是接受了挑战 而其余学员 见陈大力这霸气的模样 直接忽略了这几天 陈大力拉的仇恨 一个个忍不住 给陈大力点了个赞 好兄弟 就冲你这不怕死的模样 万一你死了 我们亲自给你收尸 这一刻 训练营的学员们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第五十一章 雷雕 我还雕雷龙猛呢 比试台上 陈大力和刚才那战神班的学员 对视着 战神班这学员叫做张猛 是这么多人里边 唯一的一个华夏人 说起来也是可笑 战神班那么多歪国人 第一个站出来挑事的 竟然是自己人 既然如此 陈大力也不打算给对方留面子了 刚才你说半分钟之后 让我付出代价 陈大力背着手 淡淡说道 张猛阴冷一笑 没错 你马上就会后悔了 说着 他就开始释放自己的天赋技能 一瞬间 张猛浑身被一层银色的光辉覆盖 再接着 他的身体开始不断地膨胀扩大 手臂上更是覆盖了两个大翅膀 而他的脑袋反而是逐渐缩小 最终形成了一个雕的样子 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 陈大力双眼一瞪 吓得后退了两步 张猛得意道 这是我的天赋 幻兽系雷雕 雷雕 陈大力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骂骂咧咧道 我去你大爷的雷雕 我还雕雷楼猛呢 扑哧 台下的学员听到陈大力的嘲讽 顿时绷不住笑出声 连楚云都是一脸震惊地观察着 变身雷雕的张猛 有一说一 现在的张猛 有点失托领三大王的样子了 笑什么笑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张猛脸色一冷 直接朝着陈大力攻击了过去 年轻人 你这心态可不行啊 陈大力站在原地背负双手 一脸装逼地摇了摇头 张猛嘴角缓缓勾起 等你试试我这一爪子的威力 就知道后悔了 随后身形逐渐在陈大力眼中放大 一直都能看到张猛脸上的痘印痘坑 真特么恶心 一看就是洗脸没用洗面奶 而就在张猛即将抓到陈大力的时候 陈大力却突然后退一步消失不见了 嗯 空间系的天赋 还是隐身天赋 张猛心中一紧 脑海中瞬间分析起来 别看他言语间净显傲慢 但战斗意识还是很强的 要不然也不会进去战神般了 这小子 竟然是空间系的觉醒者 还能躲进去 台下的朱勇看到这一幕也是有些惊讶 空间系天赋本身并不稀奇 但大部分都是空间行走类似的能力 像陈大力这种能够开辟空间储存东西 甚至真人躲进去的 还真是仅此一个 没想到 今年国内错过了一个好苗子 朱勇笑着摇了摇头 身为战将的他 自然是意识到了这天赋的用处 朱勇不禁开始盘算 等陈大力输了之后 怎么把陈大力拉到战神般了 再说比武台上 随着陈大力的消失 现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张猛根本无法感知陈大力在什么位置 直到半分钟后 陈大力的一张鬼脸猛地出现在张猛面前 略略略你个小垃圾啊 你个菜笔 我靠 什么鬼东西啊 张猛被眼前的鬼脸吓得一个猎切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战神般的天才就这 你这也不行啊 现在都四十秒过去了 说好的让我付出代价呢 小老弟你还能不能行啊 陈大力一脸欠揍的模样 对着张猛就是一阵嘲讽 张猛满脸愤怒 恶狠狠道 小子你这是在找死 陈大力撇了撇嘴 比了一个国际首饰 刁雷娄猛 搞瞎眼 有本事先碰到我再说 说完 陈大力再次躲进了自己的空间 比舞台上再次剩下了张猛一个人 啊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有本事你特么跟我光明正大打一架 张猛气得原地挥舞双臂 但完全是打了个寂寞 下一秒 碰 张猛话音刚落 只感觉腰子上被人踹了一脚 一时间疼得张猛半跪 在地上呲牙咧嘴 你特么的搞偷鞋 还是不是男人 张猛怒道 然而 回应张猛的 只有寂静 是不是男人重要吗 他陈大力会天吗 根本不会的好吧 不会真有人以为他陈大力 是光明磊落的人吧 就在陈大力 逐渐搞崩张猛心态的时候 朱勇却忽然冷声提示道 张猛 冷静下来 他是空间系天赋 静下心你可以感受到波动的 听到朱勇的话 张猛终于收敛了一下心神 站在比舞台中央 认真感知周围的变化 朱战将 你这过分了吧 图刚不悦道 声音也是冷了几分 不好意思 职业习惯 一不小心没忍住 朱勇呵呵一笑 完全不觉得有什么 特殊时刻 朱战将还是克制一下 图刚淡淡说了一句 就把视线转移到比舞台上了 主要这事他也不太好追究 比舞台下的学员们看到朱勇这样子 一时间对战神班也是没了好感 曾经的战神班是国内最强的天才集合地 可近几年却变了味道 天才是不少 但歪国人居多 而且 这些人还跟国内的大学 抢夺各种幻境资源 甚至霸占着不给 就像眼前这训练营的幻境名额 明明是华夏每年 给新生准备的机缘 这几年却每次都要被战神班 抢走一半名额 也就是因为这样 有些国内的天才 就算觉醒了很厉害的天赋 也不会选择加入战神班 比如楚家楚云的几个哥哥姐姐 他们就是典型的例子 清一色SSS天赋 却没有一个加入战神班的 刷 就在陈大力又想偷袭张猛妖子的时候 缺陷一步被张猛发现了 我靠 这么猛 陈大力脸上一惊 连忙闪躲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感知到 他出现的位置 不过 想想也不意外 毕竟天赋跟天地之间的灵气 是相呼应的 陈大力不管是想出来还是想进去 都需要使用灵气 开启天赋 所以就会产生灵气浮动 如果静下心来感知 是可以感知到浮动的范围的 这次你没办法了吧 我看你还往哪躲 张猛冷哼一声 抬起手就要对陈大力疯狂输出 不过 就在这时 陈大力却忽然抬手制止道 等一等 张猛下意识停下了自己的攻击 疑惑道 怎么了 陈大力昂着头道 你敢不敢跟我玩一把大的 一拳定胜负 你们战神班不都是天才吗 那咱就只来一拳 一拳之后 谁还在比赛台上 谁就是胜利者 张猛没有多想 他正想光明正大的打败陈大力呢 于是便直接点头答应了 但就在他准备一拳轰过去的时候 陈大力再一次叫停 等等 你还想干嘛 张猛脸上露出了不耐烦 陈大力说道 我渴了 先喝杯水压压惊 话音落下 陈大力随手一掏 从身旁的空间中 掏出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蹲蹲蹲朝着嘴里灌去 然而 楚云一行人却不经意间看到 那瓶谁上好像写的是什么 大力水 第五十二章 这一拳太忙 头发都给干掉了 一瓶水下肚 陈大力打了个宝格 格 马德 这谁也太顶了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没有人知道 这其实就是陈大力突破王级之后获得的技能 当然 水不是技能 而是技能产生了水 每个天赋觉醒者 在突破大等级的时候 都可以获得一个专属技能 天赋越强 获得的技能也就越强 这也是为什么SSS天赋觉醒即是巅峰 至于双天赋更是强的离谱 而像洛九幽这种三天赋 尽管不全是SSS级 但每次突破大等级 都是三个专属技能 成长起来有多可怕 不言而喻 陈大力突破王级 由于天赋特殊性 他的新天赋技能 就是每天可以生成几毫升的大力水 这几天下来 他一共攒了三瓶 而刚才一瓶已经下毒了 此时的陈大力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拳下去绝对能打死一头牛 但能不能打过张猛 就不好说了 卧槽 大力没事吧 怎么脸都红了 他当才喝的啥玩意儿 不会是那啥吧 姜皮双眼一瞪 不可置信地看着比武台上 脸色逐渐涨红的陈大力 不得不说 此时的陈大力脸色涨红的 让人有些误会 就连张猛看着他的眼神 都开始有些古怪了 这小子不对劲 你不是知道他的新技能吗 是这玩意儿吗 楚云问道 姜皮想了想 回答道 他告诉我说是一种 能让他变厉害的东西 但没告诉我说是这玩意儿 难道说 姜皮眼睛猛然瞪大 难道大力说的变厉害 其实指的就是那个 现场男学员 怪不得怎么问 这小子都不愿意说技能是什么 女学员 楚蒙好奇道 那个是哪个 姜皮你在说什么 灵雪和落九幽也看了过来 作为纯洁的女孩子 他们完全没听懂姜皮的话 嗨 那什么 那个就是能让大力变厉害的东西 但是对象是不是搞错了 这玩意儿 不应该是个妹子在一块的时候用的吗 姜皮嘀咕道 楚云脸色一黑 小孩子没事少打听 好好看比赛 七 我小孩子 你猜多打 你毛布也没长齐 楚蒙撇了撇嘴 众人听到这话 瞬间朝楚云看了过来 楚云嘴角一扯 反手就去如爱楚蒙的小脸 撒开 你撒开 楚蒙心口不一 嘴上拒绝 表情却很开心 众人 果然 跟着楚老溜出来的 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好像就这个灵雪 还算是正常点 谁知道 大家刚有这个想法 灵雪就红着脸冲楚云道 楚云 你真的没长期吗 楚云抬头 明显从灵雪的眼中 捕捉到了一丝期待 楚云双眼一瞪 满头问号 这妮子在期待什么 破 遍刻 楚云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特喵的话题 怎么就朝着莫名其妙的方向倾斜了 都闭嘴 看比赛 楚云怒吼一声 终于是把大家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比武台上 此时 陈大力的了 脸色已经是一片通红了 由于体内逐渐暴躁的能量 她一把撕烂了自己的领口 我靠 所有学员惊呼出声 眼中一彩连连 不少女学员 更是不停地打量 陈大力的身材 更有害羞的 还用双手捂着脸 但却被露出来的指缝 无情出卖了 画面似乎正在逐渐 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就连台下的朱勇和图刚 都表情古怪地看着台上 两人随时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以防某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发生 不管你喝了什么 这一拳 我绝对打抱你 张猛平复了一下心情 眼神开始变得凶狠 右拳紧握 已然是逐渐开始蓄力 但从她语气之中的颤抖来看 此时的她 似乎内心并不平静 作为幻兽系的天赋觉醒者 本身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所以 张猛有自信 这一拳 轻松就能轰飞陈大力 下一刻 张猛脚下一踏 一个猛冲 直逼陈大力面门 而陈大力不闪不闭 同样是一拳轰了出去 碰 肉体和肉体的碰撞 巨大的响声 瞬间传遍整个比武台 所有学员忍不住眼睛瞪大 下一秒 大家就看到一个人影 倒飞了出去 不好意思啊 图战将 这就是战神般的实力 哪怕是不用天赋 也比训练营的前二十名厉害 朱永啸的眼睛 几乎眯成了一条线 从张猛刚才那一拳出去 她就知道了陈大力的结局 然而 片刻后 朱永却始终没听到图刚的夸奖 不由的 朱永缓缓睁开眼睛 然后就看到了张大嘴巴 满脸震惊的图刚 不就是一拳打飞一个空间系的弱鸡吗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朱永一脸不解 这图战将 好歹也是跟他一个实力的对手 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吧 下意识的 朱永重新看向了比武台 而下一秒 没有任何意外 开口即国粹 卧槽 什么情况 朱永一下子梦了 比武台上站着的 怎么是陈大力 张猛去哪了 回头一看 张猛竟然倒飞了十几米 现在整个人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不知道的 还以为刚做完什么运动 快上天了 而与此同时 陈大力终于平复下了体内躁动的能量 轻呼一口气 呼释放出去舒服多了 这大力水真特么太顶了 现在的我 恐怕一拳能硬扛六阶的人吧 就是不知道七阶的扛不扛得住 说着 陈大力一甩头 顺便朝着刘海吹了口气 准备摆一个帅气的pose 优雅 永不过时 但下一秒 陈大力脸色猛的一僵 整个人站在原地 像是在等待什么 我特么头甩过来了 我头发怎么没跟过来 等啊等啊 陈大力还是没等到 头发触碰头皮的感觉 甚至 他还觉得 头皮有一丝丝清凉 直到 台下不知道哪个学员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老哥这造型挺别致啊 这一拳给头发 都干没了 只能说牛逼 不吃 哈哈哈哈 这学员的话 仿佛产生了连锁反应 台下所有学员 都别憋不住笑了起来 就连图刚这种 受过专业训练的 也没忍住 没办法 陈大力现在这造型 是真挺别致的 而且配上刚才那一拳的威力 看起来 还真像是一拳给头发干没了 果然 大力出奇迹啊 第53章 你变突了 也变强了 楚云霸气宣言 陈大力失魂落魄地 从比武台上走下来 这场比赛 看似他赢了 保住了自己的名额 但其实他也输了 因为丢掉了往日的帅气 大力 其实你这样子 也挺帅的 重要的是 保住了面子和名额不是吗 你把战神班的人都作非了呢 江皮走了过来 把手搭在陈大力肩膀 安慰了一声 楚云几人 也是一本正经道 对 看起来干净又利落 还丁丁发光呢 这就是变突了 也变强了 挺划算的 说完这两句话 一众人全都憋得脸色通红 陈大力抬头 忧愿地看了一眼众人的嘴脸 行了 你们要是实在憋不住 就别装了 我扛得住 陈大力摆了摆手 努力做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扑痴 哈哈哈哈 几人实在是忍不住了 一个个捧着肚子都笑疯了 大腿都拍红了那种 卧槽主哥 你拍我大腿干嘛 我说怎么那么疼 江皮咧了咧嘴 换了个地方 继续笑了起来 哗哈哈 大力你这造型 太好笑了 操 我果然还是小看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这特么扛不住了呀 陈大力嘴角一扯 连忙找了快步裹在头上 然后躲了起来 与此同时 朱勇那边 也检查过了张猛的伤势 陈大力那一拳虽然很强 但好在张猛也不弱 倒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就是晕过去了而已 但这已经让战神般的脸面 大大受损了 朱勇把张猛放在一边 然后沉着脸走到了其余学员面前 下一个 韩金上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群人 你们可是战神般的学生 怎么能被这群人打败 想想败了之后 回去之后将面临的结果 放心吧 教练 我会让这群人后悔的 那名叫做韩金的学生 文言咧嘴一笑 眉宇之间充满了自信 下一刻 他目光扫视全场 先是打量了姜皮和楚云一眼 然后扫过了红号 胖子 瘦子 最终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 司徒策和司徒镇身上 同样是间隙天赋的他 从这两人身上 感受到了一样的气息 嘿嘿 就是你了 我要抢你的名额 韩金缓缓抬手 最终把视线 停留在了司徒策身上 呵呵 挑战我 司徒策眉头微皱 他心里有种被冒犯的感觉 在场这么多垃圾 却偏偏选了 他这个最厉害的 这是小看他了吗 司徒策没有再说话 默默走上了比舞台 其余学员见到这一幕 心里也都松了口气 司徒策的实力 是有目共睹的 也是大家 公认最有机会 挑战战神班的存在 这一场 不出意外 应该是司徒策赢 想想训练营 即将连续打脸战神班 学员们心中 都忍不住有点期待 这特么绝对可以吹一辈子了 可半分钟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剑 韩金只出了一剑 司徒策就败了 可对方明明跟司徒策一样 也只是王级七阶而已 刚才那人什么情况 看清了吗 楚云表情郑重 看向了司徒策 司徒策摇了摇头 没看清 只能说战神班有点实力 楚云点头 虽然不喜欢这战神班的人员组成 但对方的实力 确实不弱 刚才张猛也就是被陈大力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已 此时的司徒策呆呆地 坐在比武台下 整个后背早已经被汗水打湿 刚才如果不是他反应快 可能就死在比武台上了 从韩金的剑意里 他感觉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那到底是什么 哈哈 图战将 你们这些学员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 不过这几个倒是都是好苗子 可惜同样是SSS级天赋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啊 朱勇一脸得意的表情 站在图刚身边 疯狂秀着优越 图刚想要反抗 却没有一点资本 没办法 战神班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了 在司徒测输了之后 训练营这边又连续输了五场了 其中 楚云这边还上场了一个红号 也就是说 现在六场对战结束 二十个名额 已经被抢走五个了 其中一个没被抢走 还是因为对方翻车了 全是运气 这么一分析 训练营学员们的心 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而就在这时 第七场比赛也开始了 战神班这次出来的 还是一个卷毛西方人 名字叫哈利 而跟着他一起出来的 就是一开始 大家看到的 那两头地龙中的其中一个 很显然 这哈利是玉兽天赋的觉醒者 而这地龙 就是他的契约灵 喂 救你了 我要抢夺的 是你手里的名额 哈利指着楚云 操着一口不怎么流利的国语说道 楚云见状愣了一下 你要抢我的 没错 哈利点了点头 楚云摇头 我拒绝 哈利 其余众人 哎呦卧槽 这玩意儿 还能拒绝的吗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朝着楚云看了过来 但楚云却是完全不在意 就那么淡定地站在原地不动 这一下子 给所有人都整不会了 片刻 哈利反应过来 怒道 你不能拒绝 我的挑战 除非你把名额直接给我 楚云抬了抬眼皮 一脸不屑 凭什么 凭 哈利神色一顿 有些语色 是啊 凭什么 来这里抢夺名额 是朱勇告诉他们的 但为什么赢了就要给 他们还真不知道 于是 哈利转头看向了朱勇 朱勇则是脸色不悦地看着楚云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魔鬼训练营建设以来的规矩 你不知道吗 我只知道 我的名额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 凭什么你们一句话 我就得让出去 楚云依然不惧 朱勇脸色一冷 看向图刚说道 图战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给我们战神班面子吗 朱勇 你少拿战神班压我 本来就是你们做得过分 图刚反驳了一句 过分 这个世界 是实力说了算 有实力 自然就有话语权 就在这时 再次传来了楚云的声音 所以 按照你说的 只要我打败了你们的人 我就有话语权是吧 这样就对了吗 不然游戏不公平 玩起来就没意思了 你们的人打败我们 就能得到名额 我们的人赢了却是没一点奖励 不如这样 接下来 只要我打败你们的人 你们就把刚才拿回去的名额 给我吐出来 当然 我要是输了 我的名额 你们随便拿去 如果你们那边的名额用完了 那我们这边的人赢了 你就拿出来对应价值的受精 哦对了 还有一点 一人一场没意思 我的建议是车轮战 当然 你们也可以认输 说一声 爸爸我错了 然后有多远 滚多远 第54章 放心吧 楚歌布装毫无准备的币 车轮战 听完楚云说的话 现场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安静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向楚云 这货到底跟谁一伙的 特么车轮战不是给对方送菜呢 就拿刚才的韩金来说 他一个人 怕不是都能挑训练赢20个了吧 楚云开口说道 怎么样 到底敢不敢比 不敢就带着你的人滚蛋 朱勇被这句话气笑 脸色一黑沉声道 小家伙 有勇气是好事 但脑瘫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照你说的办 从现在开始 车轮战 一方输了 就拿出对应的赌注 话吧 朱勇看向哈利说道 哈利 就用你的地龙 掀翻这里的所有人吧 哈利点点头 信心十足道 好的 教练 这时 图刚反应过来 想要说些什么 楚云却先一步走上了比武台 已经接受了挑战 心中叹了口气 图战将算是默认了这个方式 其实他心里也憋屈得很 每一年的名额 都要被战神班抢走十个 问题正如楚云说的那样 但战神班的人要是输了 却一点损失都没有 小子 遇上我和我的地龙 是你的不幸 哈利看着楚云 一脸傲然地说道 我的地龙力量和耐力属性 可是平均高达600 一击下去 你就完了 哦 对了 因为地龙力量太大 我可能不太好控制力度 如果待会把你打伤了 你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认输 600的力量和耐力属性 确实不低了 不但同阶无敌 而且还可以越阶战斗 而这 还仅仅是他的一条地龙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还有第二只契约灵 这种实力 确实足以让哈利 很丝滑地装出来这个B 只可惜 他遇上了楚云 600属性很高吗 他什么都不用 就有700以上的面板好吧 小垃圾搁这儿 装你满呢 心里这么想 但楚云表面 却是一脸惊讶到 什么 你的地龙竟然这么强 哼哼 怕了吧 现在认输 还来得紧 楚云的反应 让哈利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但楚云却是表情认真道 哼 我是不会认输的 是你认输还差不多 本来应该是很然的对话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楚云嘴里说出来 大家总有点憋不住想笑 就连朱勇都微微皱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我靠 楚哥这波装的 有点大了吧 陈大力不知道 从哪又摸了过来 一脸震惊地看着台上 江皮摆了摆手 放心吧 楚哥 不装无准备的B 不像你 把自己搞得跟发情了一样 最后头还凸了 滚 陈大力白了江皮一眼 心里默默哭泣 我丝滑柔顺的头发 青春小鸟他还在 头发却一去不回来了 既然你不认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哈里大喝一声 直接操控地龙开始攻击 所谓地龙 其实就是亚龙的一种 也可以说是尾龙 看起来更像西一些 只是有了一丝龙的血脉 才让自身变得强大无比 西方的觉醒者 契约这种契约灵 倒是一点不意外 面对哈里地龙的攻击 楚云不闪不闭 就像没看到一样 在地龙即将到达 楚云面前的时候 楚云以脚带腿 以腿带腰 以腰带肘 身体微微转动 猛然挥出一拳 哄 碰 刺耳的炸裂声响起 又是肉体对肉体的碰撞 所有人都忍不住 瞪大眼睛望了过来 这可比陈大力和张猛的碰撞 厉害多了 毕竟 对方是600力量属性 和600耐力属性的地龙 然而 下一秒 让所有人震惊的画面发生了 楚云一拳下去之后 对方的地龙 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直接从比武台倒飞了出去 最终狠狠砸在地面 瞬间砸出来了一个 又大又圆的深坑 扑通 地龙的半个身子都埋了进去 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小坟头 死 现场倒吸冷气的声音 不觉入耳 所有人都是一副见鬼的表情 看着楚云 假的吧 一点天赋没用 直接一拳给地龙轰飞了 楚云的身体素质 到底得多牛逼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为什么没用天赋 就能有这么大理解 哈利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 看着楚云 但楚云可没兴趣 跟他解释那么多 下一秒 楚云在舞台上消失不见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然是来到了哈利面前 又一个空间戏 朱勇眼睛一眯 表情也是随之正中起来 这一期的训练营学员水平 好像远超他的预期 往年国内几乎没什么强大的天赋觉醒者 所以 今年他干脆全拉拢的国外天才 我认 哈利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想要认输 却没有说出口 下一刻 楚云的拳头在他眼中不断放大 碰 又是一拳 哈利整个人也倒飞了出去 不骗不正 刚好摔在刚才那地龙的旁边 一瞬间 全场再次变得鸦雀无声 直到半分钟后 开袭咯开袭咯 不知道是哪个缺的玩意儿 喊了一声 现场的学员终于反应过来 顿时哗然一片 卧槽 楚歌牛逼啊 6666 一拳干飞地龙 这特么也太牛了 这就是没有觉醒天赋的含金量吗 我也想修炼体数了 给我看燃起来了 我发誓 回去之后 我要双修 牛逼 战神般 不过如此 哈利说了 不知死活那种 而且 连第二只契约灵都没召唤出来 好了 把刚才抢走的名额 换回来一个吧 楚云拍了拍手 冲着台下的朱勇说道 朱勇意外道 没想到这一届学员 竟然有两个空间系 而且还有一个身体素质这么强大的 让我猜一下 你该不会是偏向力量空间系的觉醒者吧 是个不错的好苗子 但单纯的力量 可不是什么好天赋 说着 朱勇看向了战神般 一个皮肤有黑的人 小三 却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是力量的巅峰 那位名叫小三的学员点了点头 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上了比武台 二话不说 小三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一瞬间 他整个人的皮肤开始有黑变红 身体内好像充满了一种狂暴的力量 嗯 狂化一类的天赋吗 第55章 小巴嘎不讲武德 直接搞偷袭 真是个小垃圾 自从出现天赋觉醒以后 全世界记录在侧的天赋不计其数 所以 遇到什么天赋都不意外 可以说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觉醒不出来的 比如怪物学院 压根没有一个常见的觉醒者 射人什么情况 看起来有点吓人 这应该是狂化一类的天赋 可以翻倍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我去 这特么不是开挂吗 这么强大的天赋 国内很少见 废话 这种天赋 可是要战力不要命的 很适合小阿三那边 观战的学员们 都脸色郑重地议论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 这叫小三的学员具体什么天赋 但从大类上可以分析出来 属于狂化的一种 这种天赋 应该对身体 有着一定的损伤 这小东西 有点东西啊 怪物学院几人 也是一脸正重 显然 这小三狂化之后 带来的压迫感 要比前面那地龙更大一些 就连楚门和落九幽 都皱着眉头 他的气息上升了很多 楚云麻烦了 一拳 定胜负 这叫做小三的学员 似乎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楚云闻言不屑一笑 变个色 搁吱 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谁还不会变色了 现在的楚云开启金门 已经完全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了 所以 下一刻 楚云直接开启了金门 浑身开始冒出蓝色的蒸汽 就像是变了个色一样 而他自身的属性 更是瞬间翻倍增加 这一拳 既定胜负 也决生死 楚云咧嘴一笑 很是中二的说了一句 接着 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咔嚓 比武台中间的空气 瞬间崩塌 密密麻麻的裂缝 看得所有人都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很快 裂缝蔓延到战神班那学员面前 小三瞳孔猛的一缩 同样感受到了危机 下一秒 他调动全身力量 一拳轰出 然而 他这一拳出去 只感觉自己轰在了一列 超速行驶的火车头上 噗 只是一个照面 小三就感觉喉咙一甜 浑身的关节都要碎了 右手更是当场失去了知觉 紧接着 整个人就从比武台到飞了出去 最后稳稳落在哈利和他的地龙身上 生死难料 而刚迷迷糊糊醒来的哈利 还没完全清醒 直接又被飞过来的小三砸晕了 打波扣 静 死一般的寂静 整个现场落真可闻 所有人眼神呆滞的 看着比武台上的楚云 一拳 先翻了地龙 又是一拳 打飞了狂化状态下的小阿三 楚云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不是说 他只是个没有觉醒天赋的普通人吗 还有 战神班现在质量这么差的吗 这也太弱了吧 一时间 不少学员看着战神班的眼神 都有些怀疑了 脸上的表情 似乎是在说 这是哪里的阿猫阿狗 敢来这儿瞎蹦的 Fuck 西巴 巴嘎 战神班其余学员 感觉受到了侮辱 一个个脸色阴沉的 能滴出水来 图战将 你们训练营 今年还真是给了我不小的惊喜啊 此时的朱勇 也收起了之前 那副傲然的样子 开始好好打量褚云了 战神班三个人都输了 这是他从来都没设想过的结果 而且 今年的战神班 还是最强的一件 说实话 他有些看不透褚云的天赋 因为 从褚云刚才的攻击上 他没有感受到 任何的灵气波动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能确定 褚云的优势 绝对是在力量上 所以 以力量显著的地龙 以及小三 才会吃了个闷亏 既然对方的优势是力量 那么 教练 我想去教训一下 这个狂妄的家伙 这时 一个嘴唇上 留着一座板刷壶的学员走了出来 从这个造型上就能看出来 应该是小巴格那边的人 朱勇满意地点了点头 算是默许 这学生 是他从小巴格发现的 名叫森田一郎 觉醒的是精神系方面的天赋 可以让人进入幻境之中 楚云既然力量这么强 那他的精神肯定很弱 这就叫做对症下药 战神班不能再继续输下去了 本以为车轮战是训练营给战神班送菜 现在倒是像战神班给楚云送菜 森田一郎走上比武台 朝着楚云鞠了一躬 然后微微抬头 趁楚云不注意 直接使用了精神系攻击 楚云猛地一愣 仿佛被控制了一样 操 小巴格不讲武德 直接搞偷袭 真是个小垃圾 姜皮双拳亲握 怒骂了一声 对方好像是精神系的天赋 跟我的幻蝶有些相似 楚蒙惊讶到 其余学员脸上的表情也都不好看 战神班竟然搞偷袭 真特么的丢人 沉浸在我的幻术之中 然后缓缓丧失意志吧 见楚云一动不动 森田一郎嘴角缓缓勾起 而就在大家都为楚云担心的时候 楚云忽然一脸猛逼地望着那小巴格道 你哥这儿看啥呢 打不打 不打就把名额 交出来滚一边玩泥巴去 森田一郎 纳尼 我的精神攻击竟然没有用 幻术竟然也没有生效 森田一郎很不理解 但也没时间理解了 因为楚云说话的时候 已经EGO踹过去了 对付这种只会精神攻击的选手 用平平无奇的一拳 简直就是侮辱 碰 一脚过去 森田一郎直接到飞处去 地龙和哈里累成的坟头 再次收获一名新成员 至此 所有战神班和训练营的学生都惊呆了 就连怪物学院的众人也梦了 我去 楚歌什么情况 这都没受到影响 难道楚歌早就算到了他会偷袭 提前防备了一手 不可能 精神系攻击是可以直接攻击神经系统的 不是随便就能防备的 除非 除非楚云的精神力比对方更强 当众人得到这个结果 眼睛再一次不自觉瞪大 力量无敌就不说了 精神系还这样牛逼 最重要的是 楚云只是一个没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特么的现在普通人的标准都这么高了吗 终究是觉醒者配不上了呗 我说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 要不你们一起上得了 一个个上太浪费时间了 你们不累 我都累了 楚云的话 宛如一道惊雷直落而下 再次惊骂了现场所有人 第五十六章 第八门 死门 开 宛如魔神降临 战神班的学员 全都怒目而视着楚云 嘴里疯狂输出着自己国家的国粹 楚云这几句挑衅 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战神班 这时 之前上过场的韩金又走了出来 让我来试试你到底有什么实力吧 楚云一脸无奈 你们确定不一起上 呵呵 我一见 足以斩念 韩金信心十足 楚云不再多说 他之所以想让对面一起上 是因为他想试试八门的死门 虽然现在 他只能使用十秒钟 但解决眼前这群人 三秒足矣 甚至 还可能三秒都用不了 既然是对付韩金 楚云也决定 试试王拳剑的威力 争 一声剑鸣响起 楚云手里出现了一把剑 同时 一阵王者般的剑翼 席卷四面八方 训练营的学员 知道楚云会用剑 所以倒没什么 但战神班的学员 以及朱永可就惊呆了 这股剑翼 就好像他是这天地间的主人 一样 韩金有些心惊 但同样有些兴奋 没想到 你竟然还会用剑 你没想到的多了 楚云撇了撇嘴 话罢 楚云一点不墨迹 直接使用了无想的一剑 有了前车之剑 韩金也不敢保留 同样使用了之前 攻击司徒侧那一剑 煞时间 两股灵力的剑翼 在比武台上碰撞起来 之前在观战席 楚云还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 他知道韩金的剑强在哪里了 比起普通的剑异 韩金的剑异之上 有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不过 这应该不是天赋的影响 而是韩金自己训练的 有点类似那种 杀神领域的感觉 就像灵雪的冰冻领域 可以影响的 敌人的行动能力 据楚云所知 司徒阵 其实也有这种能力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之前对付司徒侧 并没有使用 如果用了 或许赢的 就是司徒阵了 哼 两股剑异在空中碰撞 一道道钢峰 以两人为中心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 暴势而去 徒刚健壮 连忙出手 接下这些钢峰 这才没导致 其余学员受到伤害 你们都往后退一点 小心误伤 徒刚表情严肃 大声提醒众人道 学员们听到这话 也都陆陆续续 往后撤了不少 卧槽 楚哥也太猛了吧 他什么时候 背着我们 变得这么强 姜皮双眼一瞪 满脸都写着不可置信 林雪 落九幽等人 也是满脸惊愕 楚云的强大 似乎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真的是王级之间的对战吗 实力稍微低一点的学员 已经被两种建议 吓得瑟瑟发抖了 而此时 比武台上的对战 也有了结果 是我说了 扑 韩金话音刚落 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我说了 你们得一起上 楚云面色平静地 看着战神般 宛如他才是真正的战神降临 不过姜皮和陈大力 更觉得楚云更想逼亡降临 这一次 装得真的太丝滑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点评 可以说是 不但有层次感 观赏性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实力也很强 直接秒杀 总的来说 神态 语气 动作 实力 全都拿捏到尾 楚歌牛变 两人瞬间化身小迷递 在台下嗷嗷直叫 战神般的自信 彻底崩溃 所有学员都有些怀疑人生 他们真的是最强的吗 说好的来虐菜 怎么就变成了宋菜 大家一起上 我不信他真的这么厉害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煞时 战神般所有人都 施展了自己的天赋 冲了上去 就连晕过去的哈利 都醒了过来 直接召唤了自己的 第二个契约灵 冲了上去 卧槽 这群人 也太不要脸了吧 真的是战神般 能干出来的事吗 姜皮跳起大骂一声 当即就准备上去帮忙 不过 陈大力却拦住了他 阿皮 别冲动 你上去只能是送人头 姜皮仔细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立马老是退了回来 众人 你屌推半步耸的样子 是真干脆啊 相较于学员们 图刚反应则是更快 楚云今天的表现 可以说是大大出乎了 他的意料之外 虽然之前他幻想过 让楚云他们 错错战神般的锐气 但当第二场比赛 司徒测输了之后 图刚就彻底放弃了 但从楚云站出来 一切都变了 所以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 他都要保证楚云无恙 然而 这个时候 图刚忽然发现 自己被朱勇锁定了 朱勇 你什么意思 图刚微微皱眉 朱勇但笑道 图战将 别着急 孩子们的事情 我们大人插手不合适 朱战将 你过分了 图刚大怒道 这朱勇摆明了 是想让战神般毁了楚云啊 但被朱勇盯着 图刚一时间也不好动手 不然 一时半会儿他脱不了身 也没办法帮楚云 但就在这时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楚云身上爆发出来 第八门 死门 开 楚云低沉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 整个人从苍蓝猛兽 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 一缕缕红色的蒸汽覆盖了原有的蓝色 真正的八门顿甲之阵 彻底打开 以燃烧血液的代价 瞬间获得十倍的力量 此刻的楚云 浑身的蓝光 已经变成了红光 与此同时 楚云自身的气势不断攀升 四维属性 更是做了火箭式的起飞 从七百开始 瞬间疯涨 八百 九百 一千 两千 三千 五千 直到七千 才算是慢慢停了下来 一瞬间 楚云直接翻了十倍的力量 就连涂刚和朱勇都看不透此时的楚云 但下意识的 两人都从楚云的眼神中感受到了威胁 直觉告诉他们 如果眼前这个红色的年轻人想完命 他们或许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刷 下一秒 楚云的身影从原地消失 不同于之前使用的瞬移 此时的它 是完全是靠着身体的速度移动 只是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造成了瞬移的假象 空气在这一瞬间 开始变得扭曲 这是楚云快速移动导致的结果 忽然 楚云的身影 出现在所有人的上方 然后 一个快速的俯冲 哄 整个比武台 瞬间化作碎末 一股红色的屏障 自楚云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 地面在这一刻都被掀起 感受着这股气息的恐怖之处 涂刚和朱勇 都是嘴角一扯 会死人的 快救人 下一秒 两人消失在原地不见 连忙施展自己的天赋 保护周围的学生 但他们还是小瞧了楚云的力量 糟了 挡不住 几分钟后 整个比武场变得一片狼藉 不少学员被余波冲散 一个个都昏了过去 剩余 还有意识的学员 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 满脸都是怀疑人生的表情 这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刻 无数个小问号 在他们头上浮现 所有人 都彻底抹了 第57章 战神般被团灭 这波窥大了 可 可 怪物学院众人艰难地 从废墟之中爬出来 刚才要不是楚蒙 拿出来了保命的东西 他们可能要八笔扣了 虽然不至于小命玩完 但躺个十天半个月 还是躲不掉的 我靠 楚哥到底干了什么 姜皮陈大力嘴角一扯 回忆着刚才的冲击 满眼后怕 蒙蒙 楚云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是什么情况啊 落九幽美眸瞪大 一脸震惊道 红浩胖子几人惊骇道 感觉跟尼玛核武器爆炸一样 面对众人的询问 楚蒙嘴角抽搐 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 楚老六到底干了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老六想让大家团面 刚才要不是他拿出来 自己老姐给的保命符 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了 一会儿再找这压的算账 还要把 这事告诉父母 让老爹用皮带狠狠地抽他 灵雪姐姐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楚蒙气呼呼望着灵雪问道 灵雪表情呆滞的摇了摇头 楚云那蓝色形态他见过 但红色形态 他也是第一次见 半赏后 被冲击破冲散的学生 陆续爬了起来 但每个人都是神色痛苦 哀嚎不停 就连司徒策 百里若云 临翻几个学校的第一都没逃过受伤的命运 楚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三人眼睛瞪得老大 呆愣地看着眼前的一个巨坑 陷入深思 而此时 不少学员也都注意到了 比武场中间的巨坑 我靠 这TM陨石壮蓝星了吧 这真是楚云刚才那一击造成的破坏吗 那么的 简直就是人心猛兽啊 话说 楚云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 大家才想起来找始作勇者楚云的身影 正说着 只见涂刚表情呆滞地把楚云从深坑底下扛了出来 此时的楚云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但整个人却晕了过去 而且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 这明显是过度消耗生命力的表现 涂战将 这件事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朱勇脸色阴沉地说道 他这次一共带过来十二个人 现在十二个人都跟死狗一样 战神班的脸面彻底被践踏碎了 涂刚带着冷一回头 冷哼一声 朱战将 我看你是弄反了吧 你战神班十二个学员 殴打我们一个 这事不算完 还有 别忘了你们跟楚云的赌注 王级八戒的寿惊尽快送过来 不然我可要上门要账了 到时候 丢人的 可是你们战神班 说完 涂刚直接抱着楚云离开了 他得第一时间检查一下楚云的伤势 这么好的苗子 可不能因为这一次就废了 其余学员 还能动得照顾一下不能动的 赶紧抬到医护室检查 这时 其余导师和校长也都帮忙招呼了起来 朱勇盯着涂刚离开的背影 眼神逐渐变得阴冷 哼 我就不信 一个楚云能比得过一个战神班 今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你们一个都别想参加 冷哼一声 朱勇也灰溜溜带着自己十二名学员离开了 这一次 真是装批不成反被操 而且 还特么赔了不少王级八戒受精 不过 这对于他倒不算什么损失 猎杀王级八戒凶兽 他还是有途径的 但要对应属性的 就有些麻烦了 随着导师们的有序组织 受伤的学员也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训练营的事情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幻境名额还是原封不动的那二十个 不过 由于楚云太猛 其余人一时半会儿 伤势都好不了 所以现在能进入幻境的 就剩下十二个了 怪物学院九个人 外加司徒策 百里若云 林凡 至于怪物学院 为什么缺了一个 是因为楚云还没醒 都两天了 楚哥 不会成植物人了吧 姜皮望着躺在床上 跟死狗一样的楚云 忍不住说道 陈大力反手给了姜皮一巴掌 没好气道 你瞎说什么呢 顶多昏迷不醒 那不还是植物人 姜皮一愣 有区别吗 陈大力拖着下巴想了想 点头道 好像是没区别 我靠 那你还打我 呃 不好意思 顺手了 我顶你个废 让老子还回来 两人正打闹的时候 校长王德发 带着其余学员走了进来 楚云还没醒吗 姜皮尘大力 齐齐摇头 还没动静 看来是赶不上了 唉 王德发叹了口气 如果今天还醒不过来 那明天的幻境 就你们几个进去吧 校长 幻境不能再拖几天吗 林雪问道 王德发摇了摇头 魔鬼训练营这幻境入口 是每一年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开启一周的时间 现在已经两天了 如果你们还不进去 那留给你们的时间就会更少 那样的话 其实跟白白浪费 没什么区别了 众人文言不禁都是一阵惋惜 但就在这时 嗨嗨 死 一直躺在床上的楚云 终于有了动静 醒过来的第一感觉 楚云只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 浑身的关节都有些不听使唤 楚云 你醒了 林雪眼睛一亮 立马冲了过去 其余人见状 也都忘了过去 真醒了 楚哥 你牛逼啊 我靠 楚哥 我还以为你隔屁了呢 你可是我们亲哥 你死了 我们可怎么办啊 楚云嘴角一抽 刚他妈醒 怎么就有人哭丧 滚一边去 老子还没死呢 楚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王德发走上来问道 楚云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回道 校长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明天的幻境 你还能进去吗 楚云点头道 没事 战神班那群小垃圾都不是问题 一个区区幻境算什么 楚云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这个 全屋子的人瞬间都忘了过来 目光中带着忧怨 怎么了吗 楚云一脸无辜的表情 楚蒙咬牙切齿道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你差点就给所有学员 来了一个团面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我们几个都差点被你害死 第58章 属性大提升 星际能阅读 进入幻境 云城 楚家 楚风看着手机里 楚蒙发来的视频 久久不语 老楚 这还是咱儿子吗 楚云的母亲 柳蓉蓉也是一脸呆愣 楚风不确定道 应该 是吧 什么叫应该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柳蓉蓉眉头一皱 有些生气 楚风一脸苦相 媳妇 孩子是你生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什么意思 想挨打了 呦 柳蓉蓉语气渐冷 楚风嘴角一抽 老实说道 这肯定是咱儿子 你忘了他大考的时候 也用过这一招了 我后来找人打听了 这应该就是以前 没有觉醒天赋时候的 一种法门 看样子 是打破了人体的枷锁 获得成倍的力量 就是不知道 这小子是怎么学会的 柳蓉蓉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我就想知道 这对身体有没有损伤 媳妇 都闹出来这么大动静了 你觉得呢 柳蓉蓉沉默不语 我不管 反正 我只要儿子没事 没有天赋 就不修炼就好了 好好地练什么体数 这不是玩命吗 柳蓉蓉眼眶一红 心中不禁为楚云担忧 楚风叹了口气 媳妇 你放心 小云她心里有数的 我们还是好好看着我们这边吧 最近 可不太平 与此同时 在各个边关镇守凶兽的 楚家兄弟姐妹 也都收到了同一个视频 虽然是楚蒙发过来的 但看完视频之后 他们都反应过来 这应该是后来 从记忆中提取的 可当他们看完视频的内容 所有人都惊呆了 乖乖 这还是我们那个 没有天赋的小弟吗 这也太猛了吧 训练营别墅内 面对众人审视的目光 楚云只好打了得哈哈 转移话题 其实那天 她是意识到危险的 但后来想了想 有图刚和朱永在 应该不会出事才对 只是 她还是低估了八门的威力 鬼知道 一下释放出去之后 破坏性竟然那么大 而且对自己的损伤也不小 要不然 她也不会昏迷两天了 看样子 耐力的提升虽然抵消了死门的死亡结局 对身体的负担还是依然很大的 以后再用的时候 可是要悠着点了 但如果再给楚云一次机会 她还是会选择一样的做法 因为 浑身充满力气 再释放出去的感觉 真是太特么爽了 扫了一眼最新的属性面板 楚云心中不禁更爽了 宿主 楚云 等级 王级八阶 力量 780 敏捷 720 精神 717 耐力 750 道具 王拳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井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22% 无响的一剑熟练度15% 灵波微步熟练度25% 阅读熟练度0% 剑术精通熟练度19%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提高五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可在三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出拳时可引起天空、大地、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王拳剑翼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一波ACE 不管是属性还是技能熟练度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而等级信息也变成了王级八阶 但实际上 楚云当时的四维属性已经超越了王级 达到了黄级 不然也不会让图刚和朱勇都感觉到星际了 除此之外 技能栏还多了一个技能 阅读 这是精神突破700之后奖励的新技能 看到这个技能 楚云心中不禁狂喜 这可是活影里足以排名前三的幻术 比起战神班那小巴嘎的幻术 简直就不在一个层次 行了 既然没事 明天大概率就是你们13个进入幻境了 每年的幻境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给你们具体的参考价值 你们只需要注意一点 越靠近深处 就越危险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们都要完好无损地回来 对了 这是战神班送来的兽精 楚云 这是你迎来的 你看着安排吧 话罢 王德发直接把兽精给了楚云 楚云大致扫了一眼 各种属性的兽精都有 不过这些东西对他没用 因为他没办法吸收兽精里面的能量 这兵属性和火属性的 林选 你拿去用吧 这空间属性的 大历 给你了 这谁属性 阿皮 接着 这四个力量系的 红浩学长 司徒学长 胖哥 兽哥 你们看着份 至于这幽名系 肯定是给九幽学姐了 眨眼时间 楚云就把这些兽精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一众人收到兽精 都是有些激动地 望着楚云到了巨蟹 王极八戒的兽精 如果让他们自己去猎杀 其实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楚云摆了摆手 无所谓到 都是自己人 小事情小事情 反正我也用不上 这时 楚云忽然撅着嘴出来 哥 我的呢 你 没适合你的 你不需要 你偏心 楚云撅着嘴说 哼 我要跟老爹老妈告状 多大了 你还告状 害不害臊 楚云嘴角一扯 明显有些怂了 我不管 我就是要告状 我就说你欺负我 行了行了 等到了幻境里 我帮你找适合的还不行 希希 这还差不多 一夜无话 楚云又休息了一天 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甚至还抽空 刷了刷阅读的熟练度 不得不说 幻术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而其余人 则是第一时间吸收了受精 实力再度精进了不少 四日一早 十三个人整装待发 在图刚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幻境的入口 多余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不多 你们抓紧时间 记住 一旦遇到危险 只需要动一下念头 就可以直接出来了 不管发生什么 你们的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的 记住了吗 知道了 众人齐齐点头回道 好了 你们出发吧 图刚话音落下 直接打开了幻境入口 而楚云一行人 也带着好奇 进入了幻境 下一瞬 眼前的画面陡然变化 入眼 皆是白茫茫的一片 一阵冷风忽然袭来 所有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我靠 没人说 这里边是冬天啊 十三人望着自己身上的短袖和半裤 一个个都陷入了呆滞 第五十九章 火鸡难道还能变凤凰 你们带棉符了吗 楚云望着身后几人问道 众人齐齐摇头 大夏天的 谁会想着带棉符啊 楚云冲着手掌哈了口气 打了个哆嗦道 阿皮快把你打火鸡 喊出来取取暖 靠 我再说一次 我那不是打火鸡 那是小凤凰 姜皮也动得直打哆嗦 下一刻 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小鸡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比起上次见面的时候 这小鸡似乎长大了不少 哟 你这劲儿变大了呀 楚云一脸惊讶 姜皮嘴角一扯 老子一直都很大 行了行了 快让他喷口火取取暖 几分钟后 小火鸡浑身火焰生腾 看起来像是一只浴火凤凰一样 周围的冰雪 都在这火焰之下 融化了不少 楚云一众人 甚至都出汗了 过了过了 有点热了 火小点 只见姜皮操控之下 小火鸡身上的火焰 小了不少 阿皮 你可以啊 这小火鸡 现在这么厉害 众人记得 第一次见小火鸡的时候 小火鸡 好像只能喷出来 牙签粗细的火焰 没想到短短几天过去 都能浑身喷射火焰了 难道火鸡 还真的能变凤凰 姜皮得意道 哼哼 我早说了 我的是变异契约灵 跟别的妖艳见货不一样 你说谁是妖艳见货 楚蒙眼睛一眯 脸上传来了危险的气息 他也是玉兽天赋的觉醒者 也是有契约灵的 卧槽 忘了这茬了 姜皮一个猎浅 连忙解释道 楚蒙姐 我当然没说您啊 我对您的崇拜 如滔滔江水 行了行了 别整这有的没的 我们还是赶紧往前走吧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众人文言神色异景 都是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雪花飘扬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根本分不清方向 楚哥 我们往哪儿走 姜皮问道 众人不自觉看向了楚云 自从那天 楚云展示变态的实力之后 大家基本默认 楚云是这个队伍的话语人了 毕竟 他们可没把握 把战神般的人 打成死狗一样 楚云拖着下巴 思索了片刻 回头看向了司徒策 林凡 百里若云三人 你们三个 从现在开始自己行动吧 毕竟 我们不熟 我也信不过你们 三人文言顿了顿 脸上有些惊愕 但很快 就苦笑着点了点头 嗯 知道了 正如楚云所说 楚云他们都是怪物学院的人 一起结伴很正常 但他们三个 都是其余不同学校的 楚云没义务带着他们一起 换句话说 后边发现好东西之后 分赃不好分 那我们三个是一起 还是分开 三人中唯一一个女生 百里若云 看向两人说道 林凡想了想道 要不一起吧 一个人行动 估计也不安全 司徒策 你呢 百里若云 望着司徒策问道 司徒策 看了楚云一眼 又看了司徒镇一眼 淡淡道 我自己一起 说完 三拨人就分道扬镳了 分别去往了不同的方向 我去 冰心果 冰金草 还有雪莲 好多宝贝啊 走了没几分钟 楚云一行人 就看到了不少珍惜的草药和灵果 随便一株 拿出去都能卖个好价钱 这就是幻境的好处 资源比起野兽森林 要丰富很多很多 陈大力正欲打开空间收走 楚云确实道 别摘了 我们得赶紧往里走 本来幻境是存在七天的时间 我们已经浪费三天了 外围没什么好东西 往里走才有好东西 众人一想也是 只好放弃这些小东西 奔着里边的大机缘而去 陈大力于心不忍 走之前还是顺手摘了几颗 就这样 一众人走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遇到了第一个凶手 区区王级五阶的冰狼 看我的火焰喷射 姜皮一声令下 小火机嘴巴一张 身上的火焰瞬间收回 然后一道手臂粗细的火焰 从口中爆射而出 直接喷在了那冰狼兽身上 冰狼的心脏瞬间被冻穿 嗷呜 一声怪叫 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众人上前 挖出兽精 递给了灵雪 一众人里边 冰属性兽精 对灵雪的提升是最高的 楚云 这兽精 不能都给我吧 灵雪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 转头看向了楚云 楚云摆了摆手道 你就收着吧 物尽其用 用它们身上也是浪费 正如楚云说的 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吸收兽精 但跟自己属性最匹配的兽精 提升才是最大的 至于其余的兽精 一般人都会选择去黑市 置换成适合自己的 然后再吸收 那好吧 我就先收下了 忽然 落九幽抬头看向了远方 脸色正重到 有狼群来了 嘿嘿 让我们来吧 打不过战神班 这群小野兽还是没问题的 红浩 胖子 兽子三人从后方走了上来 然后开启天赋 直接冲进去 狼群开始乱杀 司徒震见状 也默默掏出剑冲了上去 阿皮 我们也上 陈大力喝了一口大力水 一脸的跃跃欲试 你他妈这就开始嗑药了 嘿嘿 不重要 看我嘎嘎乱杀 几分钟后 狼群死了一片 直到死 这群冰狼也没整明白 到底谁是狼 谁是羊 五阶的兽精 对众人提升不大 但聊胜于无 所以 这些兽精 全都进了灵雪手里 往里又走了半个小时 路上的凶兽 也越来越多了 从一开始的五阶 也慢慢变成了七八阶 这个时候 姜皮和陈大力的攻击 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大家休息一下 先搞点吃吧的 我们前进的距离 应该差不多了 一众人找了个零食营地 点上火 开始盘点收获 一路走来 大家收获了不少兽精 还有一些灵国草药 这些可都是 普通的凶兽森林得不到的 趁着休息的时间 大家各自 吸收了一部分兽精 实力更上一层楼 楚云不需要吸收兽精修炼 所以担起了 巡逻家厨师的任务 看着火堆上烤的凶兽肉 楚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几只兵蝶 却悄无声息地 朝着一众人缓缓靠近 第六十章 阅毒出显微 众人震惊 你没天赋 为什么会换术 吃饭咯吃饭咯 闻着烤熊兽肉传来的香味 楚云感觉胃口大开 撕了一块肉 就朝着嘴里送 其余人这时 也都陆续醒了过来 但下一刻 楚蒙忽然眼神一宁 大声说道 都别吃了 快闭上眼睛 别去看周围的冰蝶 他不出声还好 他这一说 所有人都下意识 抬头看向了周围几只好看的冰蝶 这一波 楚蒙多少有些内奸成分了 下一秒 所有人的眼神 逐渐变得呆滞 紧接着 脸上就开始露出奇奇怪怪的笑容 姜皮和陈大力 更是黑黑黑怪笑了起来 我靠 什么情况 楚云一惊 吓得直接扔掉了手里的肉 楚蒙闭着眼道 这些冰蝶属于幻蝶 会幻术攻击 只要一看 他们就会陷入幻术之中 说话的同时 楚蒙直接召唤了自己的另一个契约灵 一个粉色透明翅膀的蝴蝶 出现在楚蒙身边 只见那蝴蝶不停扇着翅膀 一道道粉色的光韵 不停地朝着四周扩散 顿时有几只冰蝶眼神呆滞 显然是也进入了幻术之中 但这几只冰蝶等级似乎不低 粉色幻蝶能影响的只是一部分 而其余的冰蝶 依然影响着怪物学院众人 怎么样 才能解除幻术 楚云收起嬉笑 脸色逐渐认真 他可不想自己这些人刚进来 幻境就结束了 楚蒙说到 同样用幻术控制对方是最保险的 实在不行就强杀 但那样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 需要时间恢复 恐怕我们接下来的路程 就有些麻烦了 幻术吗 楚云闻言一愣 这不是摆明送上来的靶子吗 刚好试试阅读的威力 下一刻 楚云直接对周围的冰蝶 使用了阅读 因为楚云超高精神力的关系 这些冰蝶的幻术 对楚云并没有起到作用 但反过来 楚云的幻术 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轻松拿捏了 阅读的施展非常简单 只要让对方看着自己的眼睛就行 所以 仅仅是一瞬间 楚云对面的冰蝶 就陷入了呆滞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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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冰蝶的精神 陷入阅读世界 身体忘记了拍打翅膀 直挺挺掉在了地上 其余的冰蝶看到这一幕 一时间都有些猛逼 所以 下意识的 所有冰蝶都朝着楚云看了过去 哟 还都挺主动 那就都给我进去吧 楚云嘴角一笑 再度发动阅读 这一下子 所有的冰蝶都进入了阅读世界 轻松被楚云控制 没了冰蝶的幻术控制 灵雪 落九幽等人都从冰蝶的幻术之中 脱离了出来 我靠 怎么回事 我刚才怎么回到现实世界去了 胖子深吸一口气 显然是被吓得不轻 其余人也都是面色凝重 额头不满了冷汗 咦 你们醒了 楚蒙有些惊讶地睁开双眼 刚才他的幻蝶 虽然控制了一些冰蝶 但并没有控制全部 这些冰蝶 紧接着 楚蒙就发现了这些冰蝶的异常 他们好像都被幻术控制起来了 再看看没诗人一样的楚云 楚蒙顿时大惊 哥 你还会幻术 低调低调 这些冰蝶的属性 跟你的幻蝶比较相似 兽精你都拿去吧 此时的楚云 已经手起刀落 挖了好几个兽精了 不过 大家现在的注意力 可不在在兽精上 而是全集中在楚云身上 没有觉醒天赋 修炼体术 我们可以理解 可你没有觉醒天赋 怎么可能会使用幻术啊 望着众人审视的目光 楚云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这事儿 他还真不好解释 只能硬着头皮忽悠道 你们不懂 体术修的不仅仅是体术 其实是身体的各个器官 众人一言不发 都是静静地盯着楚云 真的 我不骗你们 其实我是在一个小山洞 捡到了一本秘籍 秘籍上说 眼见楚云越变越离谱 众人索性也都不问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挖出所有兵别的兽精 众人又吃了点东西 又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 众人这才重新出发 这次出发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警惕 刚才要不是有楚云在 他们的幻境之旅 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 所有人都打起了 十二分的精神 楚云更是三只契约灵 全都召唤出来了 而这时 大家也才知道 原来楚云觉醒的时候 是自带两个契约灵的 而他突破王级的契约灵 更是一头龙 同样是尾龙 但比起战神般那两条地龙 血脉不知道纯正了多少倍 就在众人又前进了半个小时之后 忽然听到了咕鸡 咕鸡的声音 嗯 你们刚吃过 就又饿了 楚云回头扫视众人 不是我们 我们饿了也不可能是咕鸡啊 楚云皱眉 那是什么声音 江皮忽然指着前方 楚歌 好像是那玩意儿的声音 顺着江皮指的方向 众人终于看到了 咕鸡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遇到了史莱姆群 还是曹史莱姆 和冰史莱姆的混合群 这么多史莱姆群 看样子 附近有宝贝啊 一般有凶兽群的位置 都是有草药或者灵果的位置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有高级的凶兽 这里的高级 指的是超出了王级的范围 进入了皇级 皇级的凶兽出具灵质 已经开始回招收手下了 不过 招收一群史莱姆当手下 怕不是这高级凶兽的智商 也高不到那去 所以 楚云他们第一时间 就排除了这个可能 既然不是高级凶兽 那肯定是有什么灵果一类的了 众所周知 史莱姆是最贪吃的 什么都吃 所以他们看上的灵果 什么种类可能都会存在 众人的眼中 不禁有了些期待 这种开芒盒的感觉 最刺激了 等等 就在众人准备前去 查看的时候 胖子忽然拦住了众人 怎么了 众人齐齐转头看着胖子 这里边情况越来越危险了 还是先让我去侦查一下吧 你还会侦查 胖子咧嘴一笑 别忘了我的天赋 是可以复制天赋 突破王级的得到的专属技能 是留存一种天赋 之前偶然留存了 杆之类的天赋 一直没来得及换呢 杆之类天赋 众人眉头一挑 都是有些好奇 正常人怎么会留存 杆之类天赋呢 下一秒 当大家看到 胖子使用天赋的方式 现场几个女生 都是带着要杀人的目光 朝着胖子望了过去 合着你的侦查天赋 是透视眼一类的 那在学校生活 留存侦查天赋的目的 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草 原来还有这么好的天赋吗 楚云一脸心痛的表情 忍不住破口大骂 众人 第六十一章 遭遇黄疾凶兽 竟然是呆蒙史莱姆 胖子 你在学校都看到过什么 洛九有几个女生 冷冷的声音传来 胖子只觉得 后背一股凉意 从脚底板直冲脑门 啊这 死 前面凶兽不少啊 这史莱姆周围 竟然有好几朵冰雾花呢 这可是好东西 胖子很丝滑地转移话题 你最好赶紧把这个天赋换掉 不然回去之后 有你瘦的 洛九有淡淡说道 楚蒙也笑嘻嘻威胁道 胖胖学长 你也不想回去之后 天天挨揍吧 灵雪 吸收了这么多瘦精 我的实力竟然快追上学长了 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喊 胖子嘴角一扯 心里慌得一批 天地良心 在学校的时候 他是真的啥都没看到过 就偶尔试了一次 女生还都不在宿舍 再后来 他就没胆子再试了 卧槽 忽然胖子怪叫了一声 楚云几人望过去问道 怎么了 胖子收回天赋 一脸震惊回头 有 有黄极凶兽 我靠 真的假的 众人闻言都是一惊 特么的 还真有弱智黄极凶兽 招了一群史莱姆当手下 看清是什么凶兽了吗 有几只 胖子咽了口唾沫 眼神之中 还有着震惊 就一只凶兽是 史莱姆 码玩意儿 众人再次一惊 有没有搞错 黄极的史莱姆 史莱姆这玩意儿 是可以生到黄极的吗 你确定是黄极的史莱姆 胖子点头 确定 那玩意儿 估计能有十层楼那么高 就在前面那个坑里 半赏后 楚云拖着下巴分析道 也对 别的黄极凶兽 根本不可能招史莱姆当手下 也就黄极史莱姆这种 智商不够的凶兽 才会招同族群的 众人 史莱姆礼貌 尼玛 众所周知 史莱姆是所有凶兽里最温和的 也是杀伤力最低的 换句话说 史莱姆就是凶兽界杀包级别的存在 连刚觉醒的觉醒者 都不屑于欺负史莱姆 不过 这也导致史莱姆的种群发展异常迅速 毕竟 没人猎杀 他们可以很安全地无痛繁衍 楚歌 怎么说 姜皮和陈大力凑了过来 虽然史莱姆属于凶兽食物链最底层 但黄极的史莱姆 还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黄极以上凶兽死亡之后 除了会掉落兽精 还有机会掉落身体部件 觉醒者吸收对应部件之后 有机会提高对应的属性 比如速度型凶兽的腿骨 可以让觉醒者提高速度 力量型凶兽的爪骨 可以提高力量 精神系凶兽的头骨 可以提高精神 至于史莱姆 大概率就是提升抗击打能力了 当然 前提是掉落的骨头 是对应的位置 比如胸骨 万一史莱姆掉落一块头骨 呵 那大概率提升的 就是智慧了 至于史莱姆的智慧 不提也罢 话说 史莱姆有骨头吗 楚云很怀疑 但书上确实是这么写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最低级的黄极凶兽 当然是直接干了 片刻 楚云直接拿定了主意 萌萌 让你的幻蝶 先去处理一下外围那些史莱姆 我们几个直接去找那黄极的史莱姆 史莱姆最弱的是精神 换术是对付他们最有效的方式 一想到要猎杀黄极凶兽 众人也都有些兴奋 很快 一行人来到外围那些史莱姆附近 这些史莱姆从灵极到王极都有 这也就是生存在幻境里边了 如果是在外边的凶兽森林 是见不到王极以上的史莱姆的 因为王极的凶兽 可以产生兽精 到了王极 史莱姆是最好猎杀的 所以 不少人为了提高实力 都会去猎杀王极史莱姆 王极五阶以下的史莱姆 就不要管了 七阶八阶的 可以取一下兽精 我们时间短 速度一定要快 楚云游刃有余地安排着 就在这时 众人也进入了史莱姆的视线 煞时间 无数史莱姆呆萌都望了过来 古吉 古吉 他们似乎是在问楚云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来这儿 哇 这些史莱姆 怎么感觉莫名的有些可爱啊 楚蒙看着史莱姆的眼神 瞬间变了 甚至有小心心意出来 就连落九幽和灵雪 也明显愣了一下 别看了 快动手 楚云满头黑线 让你来迷惑史莱姆 怎么一上来 就先被史莱姆迷惑了 哦 楚蒙这才想起来 一行人的目的 连忙操控幻蝶 开始释放幻术 一瞬间 周围的史莱姆 全都变得迷茫了起来 咕 击 咕 咕 看着瞬间就中招的史莱姆 楚云一脸无语 这玩意儿 脑子果然不好使 走吧 我们直接往里走 轻松闯过外围 看守领地的史莱姆 楚云一行人 很快就接近了 那只黄吉的史莱姆 刚才胖子说的时候 大家还没什么感觉 现在亲眼看到之后 才体会到了那种冲击感 大 实在是太特么大了 比石层楼的压迫感大多了 靠 这玩意儿 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楚云嘴角一扯 实在是有些难以相信 我滴个龟龟 这也太大了 姜皮陈大力等人 也是一脸震惊 古迹 就在这时 黄吉史莱姆 发现了楚云众人 一脸呆萌地看了过来 相较于外围那些史莱姆 这黄吉史莱姆 脑子明显好使了一些 他起码意识到 自己的领地 被陌生人闯入了 估计 只见那史莱姆眼睛一闭 一脸怒气 估计估计叫得不停 楚云一脸梦 他怎么了 怎么一副便秘的表情 估计是吃多了 拉不出来吧 姜皮一本正经分析道 陈大力道 要不给他一瓶泄药注注信 就在三人打量史莱姆的时候 身后几人忽然大声道 你们别看了 他是在呼叫他的同伙 三人双眼一瞪 猛地往周围看去 只见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史莱姆 看起来就跟蚂蚁搬家似的 只不过 现在是史莱姆搬家 而此时的他们 已经彻底被史莱姆大军包围了 我靠 我们是进了史莱姆窝了吗 话说 这黄疾史莱姆 智商这么好用的吗 第六十二章 谁说史莱姆没有智商的 放眼望去 周围最少有上千只史莱姆 密密麻麻的 众人只觉得 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胖子 什么情况 刚才怎么不说 有这么多史莱姆 胖子嘴角一扯 一脸无辜 刚才背后杀气那么重 我哪敢专心侦查啊 落九幽 楚蒙 灵雪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姜皮问道 说着 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小王八 这么多史莱姆 虽然对众人造成的伤害 可能不大 但如果一股脑围过来 对他们的心灵伤害 倒是挺大的 毕竟 谁能忍得住 被一群便便包围着 挤过来挤过去呢 楚云拖着下巴分析道 史莱姆攻击性不高 防御极强 最弱的是智商 所以 大猎 你之前说的 不是有很多草药和灵果吗 楚云转头看向陈大猎 有啊 都在这儿呢 陈大猎直接打开了专属空间 露出了一路上采摘的灵果 楚云咧嘴一笑 说道 把这些东西 全都扔向四周 咱们来一手调虎离山 死 鸟啊 众人眼睛一亮 这真是个好主意 以史莱姆的智商 肯定会中计的 于是 陈大猎直接抓了一把灵果 举起手摇晃了几下 宝贝们 看这是什么 一瞬间 周围的史莱姆 全都瞪着大眼看了过来 古吉 一二三 走你 陈大猎挥动胳膊 甩了好几个大风车 直接一个抛物线出去 灵果从史莱姆头顶划过 掉落在了史莱姆的后方 很远的地方 而这些史莱姆呆萌的大眼睛 也紧紧跟随着灵果 逐渐从前边转移到后边 然而 预料之中 史莱姆去抢夺灵果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所有的史莱姆 口水直流 直勾勾盯着陈大猎 身后的空间 陈大猎 楚云看到这情况 顿时反应了过来 不由得在心里再一次感叹 史莱姆的智商 谁特么说史莱姆蠢的 这史莱姆 分明很聪明好吧 知道刚才扔出去的灵果是小部分 大部分都在陈大猎的空间之中 看来 想要引开这群史莱姆 需要用点非常手段了 楚云看向江皮 江皮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 然后 俩人直接上手 把陈大猎抬了起来 我靠 你们想干嘛 陈大猎双眼一瞪 瞬间慌了 大猎 黄疾的史莱姆受惊 你不会不想要吧 江皮充满诱惑的语气说道 楚云也笑眯眯道 大猎 我们可是一个团体 总有人要付出点什么的 靠 那凭什么是我付出啊 你俩快放我下来 凭 你被史莱姆盯上来啊 要怪就怪史莱姆吧 话罢 楚云和江皮一起用力 直接跟扔猪仔似的 把陈大猎扔了出去 果不其然 这一次 所有的史莱姆都兴奋了 齐齐朝着陈大猎的落点 拥挤了过去 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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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疾史莱姆 看到这一幕 顿时大怒了起来 但 史莱姆本性如此 所以 他根本管不住 其余史莱姆手下 阿皮 再给他加把劲 楚云预估了一下 陈大猎的落点位置 有些不满地摇了摇头 好嘞 小王八 给我喷它 扑 便宜小王八 在江皮的操控下 顿时一道水柱喷出 刚好冲向了 即将落地的陈大猎 而在这冲击的力度之下 陈大猎直接改变了轨迹 朝着更远的落点落去 阿皮 你大爷 我跟你没完 你给我等着 陈大猎的位置渐行渐远 大家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江皮一愣 眉头微皱 我怎么好像听到大猎说话了 楚云拍了拍江皮的肩膀 说道 你有个好兄弟 我学过淳语 大猎说的是为了团队 他的牺牲是值得的 让我们赶紧拿下黄级史莱姆 江皮文言陡然起敬 大猎 你放心 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看着俩人一唱一和的老六模样 身后几人都是忍不住替陈大猎莫爱 遇到俩这么狗的人 真是太惨了 不过 一个陈大猎就迎走了上千史莱姆 这笔买卖 好像挺划算的 这么一想 大家瞬间就不难受了 团队吗 总要有人当炮灰的 哥 我来吧 史莱姆最弱的就是精神 我的换点应该没问题的 楚蒙笑眯眯走出来 一脸跃跃欲势倒 其余人虽然也想动手 但他们王吉的实力 顶多重创史莱姆 想杀掉几乎不可能 没必要浪费时间 行 那你先试试 古鸡 皇吉史莱姆 见一个小姑娘朝他走来 顿时心生警惕 但下一秒 他的目光就被一只好看的蝴蝶吸引了 粉色的透明蝴蝶 扇动着翅膀 朝着史莱姆靠近 史莱姆的眼神之中 则是出现了些许疑惑的神情 古鸡 就这样 一史莱姆 一蝶 陷入了僵持之中 幻蝶不停地闪动着翅膀 发散出粉色的光辉 史莱姆瞪着呆萌的大眼睛 不停地打亮眼前的小蝴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楚云一行人 只觉得抬头看的脖子 都有点酸了 萌萌 你干嘛呢 怎么不用幻术啊 楚蒙表情古怪道 我幻蝶的幻术 好像对他没用 为什么 众人表情一愣 有些不解 楚蒙解释道 大概是因为他太单纯了 噗 史莱姆果然是个神奇的物种 楚云摆了摆手道 算了 你回来吧 让我来 说着 楚云直接朝着史莱姆走了过去 阅读不同于别的幻术 阅读世界的场景和经历 是可以由楚云操控的 所以 哪怕没有七情六欲的人 进入阅读世界 照样会被折磨至死 来到史莱姆跟前 楚云昂头看着史莱姆 而史莱姆见可爱的幻蝶消失 顿时也把视线看向了楚云 就在一人一史莱姆对视的一瞬间 阅读直接发动 下一刻 黄吉史莱姆只感觉一阵恍惚 然后就进入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古吉 史莱姆好奇地打量着阅读世界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已经中了幻术 但从外表来看 众人已经发现史莱姆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时而好奇 时而慌乱 时而痛苦 楚云这到底是什么幻术 怎么感觉比萌萌的幻蝶还厉害 第六十三章 陈大力 古吉 救亡已去 新王登基 古吉 忽然 黄吉史莱姆开始痛苦大叫 但没过几分钟 就没了动静 古吉 古吉 古吉古吉 远处围着陈大力轻易的史莱姆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忽然 所有的史莱姆都放弃陈大力 朝着黄吉史莱姆的方向 蹦蹦跳跳赶去 咦 别停呀 怎么停了 陈大力眉头一皱 不免睁眼看了一圈身边的史莱姆 老子正爽呢 怎么没动静了 刚才掉下来的时候 他都想好买哪了 结果砸下来才发现 史莱姆果冻般的身体比蹦床还舒服 特别是当史莱姆冰冰凉凉 还软软的身体包裹自己之后 嗯 那种感觉 让陈大力都忍不住哼出声来 所以 陈大力直接打开空间 把所有灵果都拿了出来 史莱姆当即就认为 陈大力是好人 不停地蹭着陈大力 表示自己的亲密 而陈大力 也在这种包裹磨蹭亲密中 逐渐迷失自我 甚至可以说是 欲先欲死 搞定了 史莱姆果然是最弱的黄吉凶兽 此时的楚云睁开双眼 嘴角缓缓扬起 700多的精神属性 果然可以轻松吊打史莱姆 当然 要是换个别的黄吉凶兽 就没这么简单结束了 这也是精神系天赋 以及控制系天赋厉害的地方 哪怕遇到实力强劲的对手 只要能控制住对方一刹那 就有可能改变结果 随着黄吉史莱姆精神死亡 肉体自然也等于死亡 忽然 史莱姆头部一闪 一块头骨形状的部件 掉落了下来 运气不错 真让他们得到了块瘦骨 但看着这块充满智慧气息的头骨 楚云一行人不禁陷入了深思 别看了 还是先把兽精挖出来吧 黄吉的兽精能提供更多的能量 这对于觉醒者可是大不平 毕竟 从黄吉以上开始 兽精就没那么好得到了 一众人把兽精挖出来之后 其余的史莱姆也终于赶了回来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大 已经挂了 立马脸色一变 气呼呼咕唧咕唧叫着 看起来跟便秘一样 江皮 我靠 这群弱智这么快就回来了 就在这时 陈大力也骑着一只史莱姆过来了 因为史莱姆走路是蹦蹦跳跳的关系 陈大力整个人坐在上边 dandandand的晃着 就连说话都自带颤音 e damn 是e damn的 但通过陈大力的唇语 大家还是能依稀分辨出来 他说的好像是 你们先走 这里有我顶着 江皮眼眶一红 大力真是我的好兄弟 楚云表情郑重 走势不可能了 我们还是赶紧跑吧 被这么多史莱姆围上也挺麻烦 身后其余人 你俩是真的狗狗的了 狗来了都得说一声老六 但下一秒 九人毫不犹豫 转身回头 撒鸭子就直接跑了 陈大力 史莱姆群 我靠 还好老子跟史莱姆混熟了 这群人也太不够意思了 陈大力反应过来 顿时忍不住骂道 都这个时候了 他哪还能看不出来 楚云他们的打算啊 这是要卖了 自己他们去享受荣华富贵 估计 估计 其中一个史莱姆头领 忽然转身 朝着陈大力亲密起来 紧接着 其余史莱姆 也都一样地围了过来 看着周围 越来越多的史莱姆过来 陈大力忽然意识到 你们是想让我当你们的王 估计 史莱姆群似乎听懂了 陈大力的话 一个个开心地叫着 陈大力思索了片刻 忽然抬头 然后不知道从哪 拿出了一根树枝 举起来大喊一声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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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莱姆群纷纷响应 果然 史莱姆的智商 有待考量 另一边 楚云几人身体素质 都异于常人 眨眼就已经跑出去了 大几百米 等等 楚云忽然停手拦住众人 然后看向胖子道 胖子 看谈大力那边怎么样了 有没有追过来 胖子闻言 先是深吸口气 调整了一下呼吸 然后再次发动了感知天赋 很快 胖子就看到了 跟史莱姆打成一群的陈大力 收回天赋 胖子表情古怪道 大力他 大力怎么了 是不是不行了 江皮忽然冲过来 一脸紧张 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大家除了紧张 还看出来了一丝兴奋的感觉 阿皮 你不会是早就等着大力隔屁 这样就没人 跟你分家产了吧 楚云试探性问道 江皮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一板 眉头一皱 不悦道 楚哥 你什么意思 我江皮是为了那几十个一出卖兄弟的人吗 几十个亿 一众人都抓住了江皮话中的关键词 然后不约而同地点头 会 江皮 片刻 楚云忽然说道 不行 我们得去救大力 楚哥 你不会是想趁机敲诈大力吧 江皮一脸古怪 楚云一本正经道 你在想什么 我爹好歹是云城城主 我会在乎那一点钱 这次其余人没说话 楚蒙倒是笃定道 会 非常会 去去去 上一边去 大人说话 小屁还别插嘴 最终 一众人还是回去找陈大力了 刚才他们就是想确认 史莱姆群会不会追上来而已 现在确定了 这群智障玩意儿 不会追杀过来 那也就没了危险 甚至 从刚才胖子的结果中 大家都发现了一个重点 陈大力似乎跟史莱姆群 已经混熟了 我说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我觉得大力跟史莱姆群挺配的 楚云一行人远远望着跟史莱姆玩的不亦乐乎的陈大力 忽然有些后悔回来了 刚才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力不会史莱姆化了吧 该说不说的 大力跟这群史莱姆待在一起 还真是毫无违和感 呵呵 不过是傻子和傻子的游戏罢了 那我们怎么办 还就大力吗 楚云拖着下巴思考了片刻 说道 救 必须救 史莱姆的优点是吃 他们知道 哪里有好吃的 跟着史莱姆 我们可以更方便地找到灵果 众人文言都是眼睛一亮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起码比他们无头苍蝇乱撞来的效率高一些 第六十四章 大力逐渐史莱姆化 膨胀的史莱姆群 孤接 孤唧孤接 楚云一行人排好队 怪叫着出现在陈大力面前 这是他们观察之后的结果 只要孤唧孤唧叫几句 史莱姆就会认为是自己人 果不其然 其余史莱姆呆萌地看了众人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甚至还有几只史莱姆 主动孤唧叫着 冲几人打招呼 陈大力见状嘴角一扯 只觉得智商受到了侮辱 孤接 陈大力很是生气地叫了一句 一众人齐齐沉默 大力是真的史莱姆化了 果然 这头骨跟大力是最配的 大力 对 这是刚才的战利品 多亏你刚才引开这群史莱姆 我们才能有机会拿到手 楚云把黄疾史莱姆的头骨和兽精递了过去 陈大力微微一愣 给我的 当然 别忘了 我们可是好兄弟 楚云一本正经说道 陈大力心中一暖 只觉得有些感动 你们 真是对我太好了 刚才我还以为 你们要卖了我呢 楚云一脸淡定忽悠道 瞧你说的 刚才我们只是怕史莱姆群感知到 我们身上有头骨出现暴乱 你可是距离史莱姆最近的 出现暴乱最危险的就是你 你也不想想 我们能看着你 处于危险之中吗 看着楚云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其余人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呀能不能别说得这么离谱 我们都不信 大力能信吗 家人们 内幕了呀 陈大力顿时感动的眼眶红了起来 其余人见他这样 都是齐齐叹了口气 彻底完了 大力的智商 是彻底跟史莱姆一样一样的了 果然 这充满智慧的史莱姆头骨 也只有陈大力可以驾驭了 大力 你先把头骨和兽精吸收了吧 楚云说道 嗯嗯 好 话罢 陈大力就开始吸收头骨和兽精 黄极的兽精 对陈大力提升还是很大的 在陈大力吸收的时候 楚云一行人 则是站在远处默默观察 你们说 大力还有救吗 我觉得他这个智商是完完的了 哎 都别说了 这头骨和兽精给大力 也算是对他的补偿了 众人表情古怪 你确定是补偿 不是侮辱 我真怕吸收头骨之后 大力变成弱智了 你们觉得 现在他距离弱智还远吗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陈大力嘴角流着口水 嘿嘿嘿傻笑着 那模样 简直像急了史莱姆本时 完了 巴比扣了 大力彻底没救了 众人齐齐扶额 眉眼再继续看下去了 半个小时后 一股波动 从陈大力身上传来 咦 突破了 众人微微一惊 司徒镇说道 黄极受精蕴含的能量是 黄极的好几倍 对等级越低的觉醒者效果越好 也只有大力能完美吸收了 就是不知道头骨对他的提升有多大 众所周知 灵极和黄极的提升都算是很容易的 如果能一直不停地吸收受精 那更是轻而易举 这也是为什么家里资源多的 前期提升简直猛如虎 比如灵雪 当时觉醒之后 没几天就连升几件 当然 这种情况一直到黄极八阶 就会慢慢降低下来 比如现在的司徒镇 在吸收受精 有作用 但效果不大 除非是黄极的受精 还稍微好一些 等到了黄极九阶 以及黄极之后 受精的提升 就更显得微乎其微了 有用 但得靠量应堆 所以 黄极史莱姆蕴含的能量 还是很重的 不过 楚云完全不需要有这个担心 他不需要修炼灵气 只需要不停地训练 或者击杀凶兽 再或者击败对手 就可以获得属性和熟练度提升 只要四维属性在不停地提升 他的实力也就在不断提升 估计 成功突破之后的陈大力 睁开眼 就先大叫了一声 仿佛 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本能 一瞬间 一股特殊的威压 朝着周边的史莱姆群扩散而去 史莱姆群感受到这股威压 瞬间放下手中的事情 蹦蹦跳跳 来到陈大力周围 咕唧 咕唧 史莱姆群不停地叫着 仿佛是在响应着什么 楚云几人看到这一幕 脸上都有些呆愣 这些弱智玩意儿 不会真的把陈大力 当史莱姆王了吧 这踏马还真是 小刀拉屁股啊 楚云眼角抽搐 忍不住吐槽一句 其余人瞬间带着疑惑望了过来 什么 楚云 开了眼啊 众人 大力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众人围上去关心道 陈大力开心道 我感觉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 而且觉得精神也提高了不少 还别说 精神高了 感觉人都聪明了不少嘛 众人 不想再聪明这个话题多纠结 楚云转移话题道 大力 你现在是不是能控制史莱姆群 陈大力点了点头 当然了 现在我就是他们的王 众人眼睛一亮 大力竟然还真能控制 那你给史莱姆群下达命令 让他们带我们去找灵果和草药 或者找高级的凶兽 陈大力一脸得意地摆了摆手 小意思 洒洒水 某问题了 说吧 陈大力就冲着几个领头的史莱姆 下达了命令 或许是吸收了头骨的原因 现在的大力 竟然能直接跟史莱姆沟通 并不需要像之前那样 咕鸡咕鸡 表达的意思全靠猜了 咕鸡 咕鸡咕鸡 几个史莱姆文言 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们都以为 陈大力是要带着他们进货去了 果然 这个新的王比之前那个靠谱多了 多为我们着想的王呀 咕鸡 一众人在史莱姆群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出发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众人就收获颇丰 光灵果和草药都收了 不知道多少 寿金更是没少啊 周边的凶兽窝基本 全被楚云他们一锅端了 我靠 这史莱姆鼻子可以啊 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好东西 史莱姆战斗力弱 不惹事 所以 哪怕知道周边有灵果 也不会主动抢夺 但现在有了楚云一行人 就不一样了 史莱姆群可以说是走奶杀呢 嘎嘎轻松乱杀 而这 也让史莱姆群变得有些膨胀 咕鸡 咕鸡 咕鸡咕鸡 领头几个史莱姆大眼滚动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大猎 陈大力自信一笑 说道 他们说新的王太厉害了 要带我们去找点品质更好的灵果 你确定 众人都有些怀疑 放心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抱着对史莱姆智慧头骨的怀疑 这一次 楚云一行人都增加了些许警惕 楚哥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好像越来越冷了 你们感觉到了吗 第65章 准备猎杀真正的黄极凶兽 众人脸色警惕地看着四周 温度一下子降低这么多 肯定是有什么情况 一行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四周的景象已经不是飘雪 而是逐渐变成薄冰了 阿皮 让你打火机的火再旺一点 楚云打了个哆嗦说道 姜皮点头 操控小火机多喷了一些火焰 他也感觉有点冷了 小火机悠远地看了自家主人一眼 有些心累 自从进来幻境 他就成点火工具人了 前边好像有一个山洞 我们要进去吗 众人往前走了几百米的样子 发现了一个山洞 楚云想了想 看向了陈大力 陈大力则是看向了史莱姆群 估计 史莱姆群肯定地点了点头 片刻 陈大力点头道 进去 史莱姆群说里边有好东西 众人不再犹豫 直接沿着山洞走了进去 忽然 众人停住了脚步 眼中有着惊讶 竟然是极寒果 极寒果对兵属性觉醒者 可是有着莫大的好处 这趟幻境之旅 简直就是替陵雪量身打造的 估计 估计估计 冰史莱姆群 看到极寒果也都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别看人家智商不好用 但寻宝是真的有一手 楚云拿出工具 准备上前摘取极寒果 但就在这个时候 吼 一道沉闷的声音 从山洞内部传来 接着是一阵冰冷刺骨的寒风吹了出来 大家小心一些 一众人神经瞬间绷紧 从刚才进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这里安静得有点诡异 咦 天怎么忽然黑了 要下雨了吗 陈大力眉头一挑 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 下一刻 他直接惊叫出声 我靠 大家快跑 山洞好像在缓缓闭合 众人回头望了一眼 果然看到来时的洞口 正在缓缓缩小 这下子 楚云也顾不上采摘极寒果了 一个瞬移 就后退了好几米 比谁跑得都快 众人嘴角一扯 也顾不上那么多 纷纷朝着洞口狂奔去 终于 在洞口河上的最后一瞬间 所有人都成功逃脱了出来 只有几只史莱姆 似乎永远留在了山洞里 未孤寂莫哀 但这也不能怪楚云他们 怪就怪这群史莱姆太膨胀了 都特么赶来黄极凶兽的地盘了 他们是真当所有的黄极凶兽 都跟之前那史莱姆王一样弱智呢 随着众人跑出来山洞 大家也终于看清 是怎么回事了 只见原本的山风 似乎开始缓缓晃动 像是一颗凶兽的头颅一样 而山风的上方 缓缓出现了两个眼睛 以此类推的话 刚才他们进去的山洞位置 好像是这头颅的嘴巴 我靠 真的假的 这玩意儿是凶兽 姜皮回过神 不禁大为震撼 楚云也是一脸猛逼 真特么见鬼了 还有凶兽在嘴里重极寒果的 这摆明了钓鱼执法呀 好 一声巨猴猛地传来 楚云一行人 都是忍不住有些颤抖 因为他们 从眼前这凶兽身上 感受到了黄极的气势 虽然同样是黄极 但跟刚开始那史莱姆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几乎没有犹豫 楚云立马朝众人吼道 快跑 真正的黄极和黄极差距 根本不是一星半点 除非楚云现在开八门 可能还有一战之力 但开了八门 基本就宣告 环境之旅提前结束了 得不偿失 庆幸的是 这凶兽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楚云一行人 而是砸吧砸吧 嘴回味了一下 然后就继续睡觉了 显然 几只史莱姆 并不能填饱他的肚子 于是 山洞很快再次出现 极寒果的味道 也随之重新飘散出来 诱惑着一群又一群的凶兽 但周围却安静地可怕 证明不少凶兽 都上过大逼当 不敢再来了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 这凶兽 就是在钓鱼执法 当楚云一行人意识到这个情况 也就不继续逃窜了 楚云 我们怎么办 真正的黄极凶兽 还是太厉害了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抗衡不了 楚云拖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说道 天色也不早了 先休息 明天一早 开始猎杀七阶八阶的凶兽 提高实力 等幻境结束前的最后一天 再去宰这黄极凶兽 听到楚云这话 一众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们没想到 楚云真的对这黄极凶兽有想法 但想想秒杀战神般那天 楚云爆发的气势 大家也就不多想了 既然楚云说了 那就有一定的把握 而且 就算失败了 大家最后一天离开 也不算损失太大 第二天一早 按照昨天说好的计划 楚云一行人 宛如土匪一般 在史莱姆的带领下 开启了疯狂收割模式 有了前车之鉴 史莱姆也不敢再去 黄极凶兽的地盘了 至于黄极以下的凶兽 基本都被楚云一行人 轻松解决 一天下来 众人收获了无数兽精和灵果 今天差不多了 大家好好吸收兽精 提高实力 明天我们就去宰那黄极凶兽 嘿嘿 这么多兽精 吸收完我怎么也能 七接甚至八接了 想想明天要去宰黄极凶兽 就忍不住有点兴奋啊 估计 陈大力举手大叫一声 表示负荷 众人一脸无语地看着陈大力 这祸是彻底史莱姆化没救了 但也可能是史莱姆的智慧头骨 被陈大力彻底吸收了 今天白天的时候 陈大力已经可以很敏锐地发现 哪里有灵果了 以他能感知幻境入口的特殊能力 再加上 如今对天才地宝的敏感 可以说 陈大力越来越像一条合格的好狗 引路人了 其余人都在认真修炼的时候 楚云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极一阶 力量 830 敏捷 800 精神 790 耐力 820 道具 王权剑 技能 八门遁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33%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25% 天地一剑 熟练度5% 灵波微步 熟练度30% 阅读 熟练度10% 剑术精通 熟练度25%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5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王权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经过一天的猎杀 楚云的熟练度和属性 再次有了飞的提升 力量 敏捷 耐力 都已经突破了800 同时 剑术熟练度 突破20% 再度获得了技能天地一剑 至于力量 敏捷 耐力的突破 奖励的 依然是对应属性的加成 其中 最重要的还是耐力 因为八门造成的负担 又减少了 现在楚云再使用八门 应该不至于直接昏死过去 而这 也是他计划 宰杀黄级凶手的底气 如果明天开了死门 都对凶兽造不成伤害 那楚云也就准备直接撤了 东西再好 还是小命最重要 第66章 黄级以下我无敌 黄级以上一换一 除了精神属性 其余都过了八百 暂时提升不大 但如果能把精神属性再提升一下 顺便提升一下天地一剑的熟练度 或许明天就更有把握了 心中盘算了一番 楚云一个人 悄悄离开了营地 别人提升 只需要吸收兽精就可以 但他需要不停地训练 或者击杀凶兽 古迹 一个史莱姆头领 眨巴着大眼 看着楚云离开 心中有着疑惑 不过 他们的王没有跟去 史莱姆群自然也不会轻举妄动 万一再遇到黄级凶兽 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离开营地一段距离之后 楚云很快就遭遇了几个 黄级五届的凶兽 哄 咔嚓 平平无奇地一拳轰出 几个凶兽瞬间被轰得 连渣渣都不胜了 这就是四维属性八百的压迫感 尽管比这真正的黄级实力 还有一段距离 但黄级以下的凶兽 楚云应该是无敌的 至于黄级以上 别的不说 一换也没什么大问题 可惜了 黄级五届的凶兽 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脑海中没有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楚云不免叹了口气 现在的他想要提升 最起码也得击杀黄级八届左右的凶兽 又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楚云遭遇了几只黄级七届的凶兽 这一次 楚云没有使用平平无奇的一拳 而是直接掏出了王拳剑 反正也要刷天帝一剑的熟练度 索性直接拿着王拳剑乱杀了 王拳剑对凶兽 能造成额外的伤害 配合天帝一剑本命技能 更是效果翻倍 所以 这也是处于明天的底牌之一 片刻 一柄巨大的金黄色巨剑 从天而降 地面都被劈开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至于那几只七阶凶兽 完全不堪一击 当场就被劈成了两半 不愧是王拳剑 配合天帝一剑 再加上对凶兽的额外伤害 是真猛啊 感慨了几句之后 楚云再次出发 开始寻找更高阶的凶兽 到了后半夜 楚云终于找到了 几只八阶的凶兽 轻松解决之后 脑海中终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神属性提升 叮 触发暴击 精神属性加二十 楚云神色一动 连忙打开属性面板 只见精神属性 已经突破了八百 赫然达到了八百一十的数值 楚云心中顿时狂喜 这一下又要有奖励了 因为 只要她的属性突破整数 系统就会奖励技能 每个技能对于楚云来说 可都是大提升 果不其然 仅仅是片刻 楚云就再次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精神属性达到八百 获得奖励 阅读提升为无限阅读 无限阅读 楚云一脸呆愣 这奖励 怎么说呢 强肯定是强了点 但对明天的帮助似乎不大 虽然都是幻术 但无限阅读不同于阅读 简单来说的话 可以理解为 无限阅读 就是全体AOE的幻术 最离谱的是 这数可以施加在月亮上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 都深中幻术之中 当然 楚云肯定是不会这么干的 除非有一天 全世界都被凶兽占领了 所以 单论对战实用性的话 还是原来的阅读 更实用一些 有了新的提升 楚云也就没再继续猎杀凶兽了 衣食太晚 不确定周围的危险程度 二 就是短时间内 楚云很难有大的提升了 尽管幻境 简直就是为刷笃做准备的 但眼下 还是皇级凶兽的性价比 更高一些 当楚云回到营地之后 发现其余人都还在修炼 毕竟今天白天 猎杀了那么多兽精 够这群人吸收一晚上的 这也就是幻境的好处了 外边的凶兽森林 可搞不到这么多兽精 当然 这也跟楚云一行人的实力有关系 像司徒策 百里若云 林凡三人 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现在的他们可以说是过得连史莱姆都不如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一道道特殊的气息 从众人身上散发出来 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睁开双眼 脸上有着惊喜 突破了 估计 陈大力双手一举 忽然大叫 终于又突破了 太爽了 众人嘴角一扯 脸上都是 有些无语 大力是彻底完完的了 楚云扫尸众人 说道大家先吃点东西 然后准备出发 临走之前 我们干一票大的 众人文言都是精神一阵 经过一晚上的修炼 现在众人最低的也是王级七阶了 普遍都在王级八阶左右 等级最高的司徒阵 更是隐隐有突破九阶的趋势 这也就是兽精对他的作用削弱了许多 要不然 他早就突破九阶了 至于楚云 这是个变态 现在大家都不跟他比了 整个怪物学院 就楚云是个真正的怪物 就在填饱肚子 准备整装待发的时候 陈大力忽然说道 楚哥 别着急 我们先去一个好地方 嗯 什么地方 众人带着怀疑看了过来 陈大力说道 跟我来就知道了 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的 你确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 走进凶兽嘴里 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 陈大力一脸自信道 话罢 他就开始在前边带路 众人见状 不禁都看向了楚云 现在楚云就是整个队伍的主心骨 就连司徒阵都听他的 楚云拖着下巴思索片刻 开口道 走 去看看 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 半个小时后 众人来到一处鸟不拉屎的地方 大力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众人望着陈大力的眼神 都有些不善 陈大力抱着胳膊 自信点头道 对 没错 别看这外表没什么 但其实 这里是一处空间入口 什么 空间入口 楚云一行人都震惊了 这岂不是说 幻境之内 还有另一个幻境 陈大力继续说道 没错 而且 我感觉到了 这里边没有危险 只有好东西 陈大力的眼神逐渐贪婪 仿佛发现了别人的小金库一样 众人听到他这话 也是眼睛一亮 莫非 这是上次那凶兽的小金库 大力 有办法打开吗 当然 不然我带你们来这干嘛 嘿嘿嘿 接下来看我表演就行了 第67章 抄了皇级凶兽老巢 直接干 还是走程序 随着一阵波动传来 不多时 众人眼前的空间 就破开了一道裂缝 顺着裂缝望进去 是一个类似储物的空间 就跟陈大力的天赋空间差不多 但当大家看清空间里的东西 所有人的眼睛 不自觉瞪大 我靠 竟然有这么多灵果 三颗极寒果 还有冰金草 这不会 真是那凶兽的老巢吧 牛蛙大力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众人一脸震惊的 转头望着陈大力 脸上的表情 像是在看一个移动雷达一样 陈大力没注意众人的表情 只是得意到 当然是智慧头骨的作用 难道你们没感觉 我最近变聪明了 骨鸡 陈大力一脸呆萌地望向众人 众人健壮 嘴角齐齐一抽 都是干笑着点了点头 聪明 打眼一看就知道 你从小就聪明 心里却都是感慨 大力是 真是在孤鸡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呀 但想想以后 大力就是众人的 灵国草药小雷达 大家忽然觉得 损失大力这点智商 似乎也没什么 都别愣着了 快把这些东西 都打包带走 楚云开口说道 几分钟后 约莫几立方空间的药草灵国 被清扫一空 所有东西 全部都转移到了 陈大力的空间之中 这一波 众人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而与此同时 某凶兽 还在进行着 新一天的钓鱼日常 只可惜 周边的凶兽 越来越聪明了 并没有上钩的 还好家里收缴了不少灵国 不然还真是要饿死了呢 黄极凶兽 心里美滋滋想着 很快就呼呼大睡起来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的老巢 已经被人抄底了 还是一躲不留那种 走吧 解决了那黄极凶兽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一行人整装待发 满心欢喜地朝着 昨天的黄极凶兽 所在的位置而去 有了这些灵国的收获 黄极凶兽能不能击杀 已经不重要了 就算现在大家立马离开幻境 也都赚得盆满钵满 不但每个人都提升了等级 更是收获了无数珍稀材料 恐怕网界的训练营学员 做梦都想不到 幻境还能有这种打开方式 往年 获得幻境名额的学员出去之后 每个人能提升一阶 就是很不错的了 哪怕往年 有战神般的学员加入 但他们 也从来没有打过 黄极凶兽的主意 反观楚云一行人 不但每个人平均提升了两级不说 更是收获了无数灵国草药 甚至还击杀了黄极史莱姆 获得了一块头骨 现在更是要对另一只黄极凶兽下手 胆子可谓是不一般的大了 很快 众人重新回到了昨天那个洞口 妈的 这凶兽 果然是在钓鱼 远远望着山峰下熟悉的洞口 众人只觉得 智商遭到了碾压 他们昨天 竟然差点 把自己送到了凶兽的位置 楚歌 接下来怎么说 直接干 还是走程序 陈大力掏出来他的专属大力药水 眼中有着跃跃欲试 这几天 被史莱姆群奉为王 他显然是有点飘了 江皮兴奋说道 要不我先给那洞里冲一发 话罢 只见江皮的小王八和小火鸡 嘴巴微微鼓起 已经是准备给对方嘴里 来一发水火两重天了 楚云回头看看了看其余人的表情 果然 突破之后 一个个都膨胀了 都觉得自己 可以跟黄极凶兽掰掰手腕 不过 面对真正的黄极凶兽 楚云其实也没什么好的策略 毕竟不是所有凶兽 都像黄极史莱姆那样 实力到底硬不硬 只有碰一碰才知道 反正打不过还能跑 思索片刻 楚云果断说道 那就直接干 话罢 楚云直接掏出了王拳剑 小王八 小凤凰 给我喷 江皮一声大喝 顿时 两只契约灵 一个喷水 一个喷火 一道水柱和火焰齐齐 朝着那洞口暴射而去 阿皮 你这什么情况 水柱和火焰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了 楚云神色一正 有些震惊到 江皮黑黑一笑 大家都在进步 我总不能落下呀 这才是我契约灵 真正的实力 变异契纪约灵 果然进步神速 众人心中 同样有着惊讶 紧接着 楚蒙同样让自己的小兔子 和巨龙 加入了攻击之中 小兔子 直接巨大化 从天而降 只见那巨兽的头颅 瞬间被一坨阴影覆盖 哄 众人都能看到 本来高高的山峰 一下子就变得扁平了 这一屁股 谁他妈顶得住啊 众人眼角不着痕迹地 抽动了一下 而就在这时 之前一直准备好的巨龙 从天而降 直接就是一个俯冲撞击 轰隆 撞击之下 整座山峰都有颤抖了起来 这个时候 那黄极凶兽 也终于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被打扰了美梦 他很不高兴 吼 一声怒吼传出 黄极强者的威压 紧随而至 众人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心中不禁惊呼 黄极强者 竟恐怖如斯 接下来 才是战斗真正的开始 虽然他们都想 跟黄极凶兽掰掰手腕 但黄极凶兽散发出来的气势 一下子就让他们清醒了过来 真正的黄极凶兽 感觉还是有点猛啊 看着眼前的山峰 逐渐变成一头巨兽的模样 站起来 众人心里都是咯噔一声 情不自禁咽了咽口水 这压迫感 可比三十米的智障 史莱姆大多了 不过 这个时候 众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 这黄极凶兽的模样 就是成金的石头人 披了一层冰金皮肤 暂时就叫它冰金石头人吧 好 冰金石头人 目光发现了楚云一行人 顿时愤怒地咆哮着 几个渺小的人类 竟然妄想偷袭黄极的他 他们怕不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 下一刻 冰金石头人 双拳举过头顶 直接朝着楚云一行人砸了过来 我靠 快闪 不用楚云开口 所有人一刹那 全部开启天赋 齐齐躲开了冰金石头人的拳头 片刻 史莱姆王头那么大的拳头 砸在地面 哄的一声 整个幻境 都忽然变得颤抖了起来 什么情况 地震了吗 刚解决了一只 王极六阶凶兽的灵凡 和百里若云一脸猛逼 齐齐抬头看向了远方 另一边 正疗伤的司徒策 也是不明所以 眉头紧锁 片刻后 他分析道 看来是快到了离开的时间 幻境都变得不稳定了 我得抓紧时间提升自己了 虽然是我自己一个人 但提升最高的 一定是我 不就是王极八阶吗 司徒镇 你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 第六十八章 暴走的冰金石头人 让你分散精神 没人让你激怒他 冰金石头人剑一击不中 顿时气得无能狂怒起来 好 片刻 又是一拳下来 这次的目标是 刚才攻击他的几只契约灵 刚才水火两重天 激发的蒸汽 吃吃烫的他 现在嘴里还疼 兔子那一屁股 更是做得他脑瓜子嗡嗡的 而那巨龙更是离谱 妖子差点没给他撞断 快闪开 姜皮和楚萌 同时操控契约灵 躲开攻击 但小王八速度 实在是慢了点 龟壳差点没被干碎 卧槽 契约灵受伤 主人也会受到一点影响 姜皮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阿皮 你没事吧 陈大力脸色郑重地走了过来 姜皮摇了摇头 没事 小问题 同时收起了小王八 只留下小火机 做侧面攻击 他们还是小桥皇级凶兽的实力了 眼看冰金石头人 又要发起攻击 司徒镇几人 也都终于动手了 一股灵力的剑意 从司徒镇的身体中爆发出来 同时还带着死亡的冰冷 令人褪鼻三射 司徒镇面无表情地喝了口酒 气势似乎又强了几分 我靠 司徒学长也会这一招 姜皮尘大力浑身一震 都从这股剑意 感受到了危险 这好像是领域的能力 训练营的时候 他们从战神般的寒金身上感受到过 洛九幽也施展了自己的两个天赋 一个九幽王拳 一个九幽雀真身 一道道九幽明火 附着在冰金石头人身上 比寒冰更刺骨的幽冷 使他的行动稍微停顿了一下 至于魅惑天赋 洛九幽并没有使用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是根本起不了作用的 灵雪 红浩 胖子 瘦子 也都没闲着 一个个都冲了上去 灵雪的冰系天赋 对着冰金石头人没用 他索性只用了火系天赋 顿时 一轮堪比太阳的火球 从空中落下 准确无误地轰在了冰金石头人身上 红浩 胖子 瘦子 同一时间来到跟前 开始赤身肉搏 子不语 怪力乱身 瘦子大喝一声 浑身被浩然正气包裹 瞬间逼气十足 但下一秒 他就嘴角一勾 一拳挥舞上去 妈的 老子不说话 用怪力 就能把你打得神志不清 话罢 瘦子一拳轰进去了冰金石头人的身体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嘴角一抽 别看瘦子很瘦 但他这个浩然正气 是真的离谱 红浩看了都直呼内行 但他便一三头狼也不弱 如今实力提升 全力之下一拳下去 也有一千多力量属性的撞击 同样在冰金石头人身上 留下了一个拳坑 这么弱的吗 那也加我一个 大力眼睛一亮 跟着冲了上去 一瓶大力水下肚 大力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哄 一拳轰出 只在石头人身上 留下了一个浅浅的拳印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力一脸忧怨地 看着红浩三人 为什么你们都能留下拳坑 我连个拳印都没 虽然大力一拳下去 伤害不大 但一时间 还真限制住了冰金石头人的行动 干得漂亮 完美的配合 让众人不禁信心大增 楚云却是站在后方 皱眉看着这一切 他总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 可一时半会儿 又说不上来 算了 先输出一顿再说 想不通 索性就不想了 反正随时能跑 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拎着王拳剑 楚云一个瞬移外加六十的跃步 直接来到了空中 片刻 一柄散发着耀眼金黄光芒的巨剑 自半空落下 我靠 这是什么 众人都是一脸震惊地抬头看去 巨剑缓缓落下 直接披在了冰金石头人的头颅上 顿时 一道深深的疤痕出现 冰金石头人忍不住哀嚎一声 吼 天地一剑是最针对凶兽的 哪怕是黄吉的凶兽 都感觉到了那剑上的克制 冰金石头人 眼神凶狠地看着半空中的楚云 他第一时间就分辨出来 谁才是这群人里最难缠的 就在这时 楚蒙忽然开口道 他的精神浮动厉害 想办法影响他的精神 有机会用幻术控制他 陈大力眼睛一亮 顿时有了主意 影响精神不就是搞心态吗 于是 只见陈大力后退一段距离 抬头冲着冰金石头人说道 大块头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老家被我们抄了 话罢 陈大力还刻意拿出来 几颗吉寒果 挥舞了几下 好 看到吉寒果的一瞬间 冰金石头人像是疯了一般 浑身气势瞬间大增 距离他最近的红号 胖子 瘦子三人 第一时间就被这股气势轰飞 感受着冰金石头人此刻的气势 众人都是忧怨地 朝着陈大力看了过去 让你分散精神 不是让你激怒他好吗 你压脑子是真的被史莱姆影响了吧 陈大力默默收起吉寒果 试图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众人无奈翻了个白眼 只好硬着头皮 迎接暴怒的冰金石头人 此刻 只见冰金石头人双眼充满血色 俨然是在暴走的边缘 开玩笑 他天天钓鱼 才攒了那么多灵果 现在一下子被人全端走了 哥谁谁心态不崩 轰轰轰 暴走的冰金石头人 不停地击打着地面 无数碎石朝着四周崩散 周围的区域 瞬间被夷为平地 然而 下一秒 楚云目光一鸣 忽然大声道 大家快跑 他是在封锁空间 怪不得楚云总觉得哪里不对 原来是忽略了这凶兽的智商和能力 能开辟空间储存灵果 就证明 这凶兽 永远有空间的能力 而用暴走的假象吸引注意力 是为了封锁周围的空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黄吉的凶兽 都是会招纳其余凶兽 组成种群的 连史莱姆这种弱智黄吉凶兽 都知道招小弟 冰金石头人 不可能没人的 但这冰金石头人 却一直都是独处 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招收的凶兽 都在他肚子里 毕竟 昨天他们就差点 被这冰金石头人吃了 而最最重要的一点 一旦冰金石头人 封锁了空间 那处于一行人 可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在凶兽的空间之中 幻境的规则 是完全失效的 现在 就算他们动了念头 也不可能随时离开幻境了 除非 他们能打破这空间 或者杀死冰金石头人 让空间牢笼自动消散 妈的 阴沟里翻船了 这次真的没有退路 可言了 第69章 冰金石头人 吐出来一个兽巢 无限阅读 控制凶兽群 轰隆 一个宛如牢笼形状的 正方形屏障 陡然出现 然后以非常暴力的方式 插入了地底 虽然不知道 插进去有多深 但从地面的震动程度来看 众人想要钻地逃走 估计是不太现实的 空间牢笼的出现 瞬间拦住了 楚云一行人的退路 众人目光一宁 脸上都有了一丝 淡疼的神色 竟然被封起来了 这下完了 谁都没想到 这凶兽会突然来这么一手 陈大力一脸懊恼 草率了 我们怎么就忘了 这凶兽还有空间能力呢 抄凶兽老巢 就是从空间里抄的 他们竟然忽略了 凶兽很可能掌握了空间天赋 这可以说是很致命的失误 众人文言满脸无语地忘了过去 要不是你那么挑衅着凶兽 我们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一步好吧 退时不可能退了 准备好拼命吧 楚云淡淡说着 已经是拖着下巴开始思索 如果开启死门 能逃出去的概率是多少 耐力提升到800之后 楚云开启死门 已经不会直接晕过去了 但至于有没有别的后遗症 他现在也不确定 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凶兽是黄疾没错 但到底是几阶 众人根本感知不到 如果这凶兽还有后手 或者抱走之后 实力再度提升 那到时候就真没有退路了 所以 没有必胜的把握 楚云暂时不想开死门 其余人 齐齐站在楚云身后 全部做出了防御姿态 你们这是在干嘛 片刻 楚云一脸疑惑地 回头望了过去 众人一口同声道 你不是要开大了吗 就那个变态的小红人变身 上次 你差点把我们都杀了 这次我们肯定要提前准备好 楚云嘴角一抽 神他妈小红人变身 老子那叫叶凯形态 至于上次 差点误伤有君 楚云是真的控制不住 就在这时 冰金石头人 再次暴怒地大吼起来 只见他嘴巴微微张开 忽然从口中吐出来了许多凶兽 其中有冰兔 冰狼 冰鸟 冰符 冰蚁 冰蛇 各个气息都在王级五阶以上 领头的几个 更是王级八阶和九阶 我靠 这凶兽到底吃了多少小店 众人一脸呆滞 脸色更加难看了起来 只是眨眼时间 众人眼前就多出了上千只凶兽 就连楚云都开始怀疑 这冰金石头人 肚子到底有多大了 十个人对阵上千凶兽 其中还有一只不知道皇级几阶的 局面似乎不太乐观 楚歌 顶得住吗 众人齐齐看向楚云 能不能活着出去 全看楚云的小红人形态了 楚云没有理会众人 只是在不停思索 如果自己跑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陈大力忽然说道 楚歌 你不是想自己跑吧 我探测过了 周围的空间全被封锁了 没有一丝漏洞 楚云瞬间打消了自己跑的想法 一本正经道 我是那种人吗 区区一个皇级凶兽 和他的小喽啰而已 是 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自己 众人齐齐点头 在心里鄙视了楚云一波 刚才那一瞬间 大家明显感觉到 楚云想自己开小红人状态跑路 楚云嘴角一扯 懒得在这个话题上多说 哦 利 子子 死死 好 没等众人继续商讨退路 这群凶兽 就开始朝着楚云一行人攻击了过来 煞时间 整个空间牢笼变成了一片华丽的冰雪世界 无数冰球 冰柱 冰剑 冰环 在这片空间肆虐 卧槽 这么多技能 吃身上不死 也得脱层皮 众人双眼一瞪 都是开始纷纷躲避 但再好的躲避方法 也抵不住对方铺天盖地的群秒 情况对楚云一行人越来越不妙了 哄 楚云找到机会 天地一剑再次斩出 瞬间消灭了几百只小喽啰 也算是稍微减缓了一下众人的压力 但这 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冰金石头人 还在不停地召唤小喽啰 楚云很怀疑 这祸肚子里 是不是吞了一个兽巢那么多的凶兽 单独面对黄极以下的凶兽 楚云可以做到轻松秒杀 其余人就算秒杀不掉 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一下子面对这么多 众人瞬间就感觉到了压力 楚哥 我们怎么办 凶兽越来越多 有点顶不住了呀 姜皮和陈大力实力是最弱的 已经开始招架不住了 司徒镇 落九幽 灵雪几人 虽然还能招架 但精神也已经彻底紧绷起来了 主要是凶兽群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一点都不亚于小型的兽巢 单独面对王级八阶九阶的凶兽 他们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但被一群八阶围攻 他们也有点顶不住 现在开死门 肯定能秒杀这些小喽啰 但这黄极石头人十秒钟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解决 楚云衡量了一番 还是放弃了 现在就开死门的想法 十秒钟的时间 他还没把握解决掉 这冰晶石头人 但想不开死门 还要解决掉这群小喽啰 似乎只有事事无限阅读了 片刻 金门状态下的楚云 一招咒虎轰出去 顿时又炸飞了无数小喽啰凶兽 你们都闭上眼睛收回心神 这些小喽啰 我来解决 楚歌 这么多小喽啰 你怎么解决啊 姜皮好奇地望了过来 让你们闭上就闭上 快点 说吧 楚云不再理会众人 而是找到了一个高处的冰球 这是刚才的冰兔 发射出来的冰球 此时正高高地 挂在高空的树枝上 宛如一轮圆月一样 无限阅读最强的设定 就是可以把幻术施展在戒指上 对月亮施展 影响的是全世界的人 楚云肯定不会干 但如果对这颗冰球 施展无限阅读 那影响的 就只会是注意到这冰球的人 也就是说 能影响周边 所有看到这颗冰球的人 于是 下一秒 楚云精神高度集中 眼球忽然变红 紧紧盯着那颗冰球 片刻后 高处那个冰球 也逐渐变成了血红色 突然的惊变 让所有凶兽情不自禁 抬头望去 下一刻 所有的凶兽 眼神都逐渐呆滞 再接着 脸上开始露出满足的笑容 无限阅读会让中逐者 无限沉迷于心中美好的场景之中 直到 生命力缓缓消散 一下子对这么多目标 施展无限阅读 楚云瞬间感觉自己 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身子一软 直接就摊在了地上 我靠 原来群体AOE 需要这么大的精神消耗 还好没直接对月亮使用 不但全世界的人还没中招 我就先挂了 楚云有些后怕的说道 但看着彻底陷入 无限阅读控制的小喽啰 他也总算是松了口气 现在可以专心对付这冰金石头人了 第七十章 能用拳头解决 谁还用幻术啊 再度开启死门 冰金石头人也暂时受到了 无限阅读的影响 但楚云猜测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黄极和王极的差距 可不是一点半点 除非楚云能在死门的状态下 使用无限阅读 或者阅读 那样 将近八千属性点的精神 足以控死冰金石头人 可问题是 楚云目前开启八门的时候 只能使用八门对应的技能 不然 八门状态下 单独使用平平无奇的一拳 就能轰碎整个空间 能用拳头解决 谁还想使用幻术 暴力才是最优雅的美学 看来还需要一种 能叠加使用的技能啊 或许 等属性数值再大一点 可以解开这个枷锁 楚云叹了口气 同时把目光 放在了冰金石头人身上 八门盾甲 只是一种突破身体枷锁的能力 也可以说是 体术开发的极致 只有维持在八门盾甲下 才能享有八门盾甲的加成 使用极致的体术 此时的冰金石头人 明显已经开始挣扎了 估计再有一两分钟 就会从幻术中脱离出来 我靠 楚歌 你干了什么 陈大力一众人睁开眼 只见所有的凶兽都停留在原地 脸上一副享受的表情 但在他们的身上 却是有着一缕缕白光飘散 而白光飘散之后 不少凶兽的身体 开始逐渐变白 看起来有些恐怖 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大家都能感觉出来 当凶兽完全变白那一刻 恐怕他们的受生 也就到此结束了 所以 不出意外的话 流失的白光 应该是他们的生命力 哥 你这到底是什么幻术 怎么还能流失生命力啊 楚蒙瞪大双眼看着楚云 这种幻术 已经超出他对幻术的理解了 天赋觉醒精神系的人 可以使用幻术 但幻术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魅惑对方心神 偏控志向 另一种是折磨对方精神 偏攻击向 可这种能直接通过幻术 流失目标生命力的幻术 他们压根都没听过 先想办法对付这大家伙吧 我的幻术对他持续时间不长 楚云没有理会众人 而是思考着接下来的对策 众人闻声抬头看去 只见冰金石头人 已经有了快苏醒的迹象 虽然幻术对他持续时间不长 但这段时间 他还是流失了不少生命力 身上的气势 一下子就降了许多 片刻 冰金石头人清醒过来 看着周围已经全军覆没的凶兽群 他顿时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好 堂堂皇级凶兽 拥有一群兽巢数量的小老弟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可眨眼时间 他的小老弟 竟然全都不行了 这谁能受得了 冰金石头人 怒视楚云一行人 接着快速挥拳 比起之前 速度不知道暴增了多少倍 小心 楚云眼睛一瞪 连忙提醒众人躲开 拥有剑纹色霸气加成的他 比起别人 更早感知到了 冰金石头人的动作 但其余人反应 还是慢了半拍 被这一拳的余震 震飞了一段距离 我靠 什么情况 这大家伙的速度 怎么突然变快了 看他的眼睛和皮肤 应该是用了提升实力的技能 皇级以上的凶兽 几乎都自带暴走属性 但少数皇级的凶兽 可以领悟暴走技能 对战时主动使用暴走 更加的出其不意 眼前这冰金石头人 显然就是突然使用了暴走 之前流失的气势 重新攀升上来 众人再度从这冰金石头人身上 感受到了威胁 大家一起上 多消磨一下这凶兽的实力 楚云对着众人说道 煞时间 无数个技能 朝着冰金石头人身上丢去 冰金石头人哀嚎一声 显然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显而易见 使用暴走之后 代价是降低了自身的防御 嗯 防御比之前低了 楚云也发现了这一点 对于众人眼下的局面来说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加大力度 瞄准一个点打 说吧 楚云直接开启王拳剑翼 朝着王拳剑 再度使用了天帝一剑 哄 包含着天帝之气的 巨大无比的金黄色巨剑 从空中缓缓落下 直接砍在了冰金石头人的脑瓜子上 哦 好 天帝一剑 对着凶兽有着本命上的克制 冰金石头人遭受这一击之后 身上的冰金都脱落了不少 有戏 兄弟们冲压 姜皮见到这一幕 直接操控他的小火机喷火 死了 瞬间 一阵烤肉的香味飘出 所有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但很快 大家都意识到 现在不是咽口水的时候 而且 这特么是石头人 肯定不好吃 轰隆 与此同时 楚蒙的巨龙也从天上化身成一团火球 朝着冰金石头人的头部撞击而去 我却 这龙还会变身呢 一开始 大家看到楚蒙的巨龙明明是黑色的 现在 鳞片却是变成了岩浆一样的红色 竟然是双形态 楚云一脸惊恶地看着空中化身火球的巨龙 不得不说 怪物学院果然没一个简单的 自己这个小妹确实是妖孽 第一次觉醒不但契约了两只契约灵 其中一只还是稀有的幻术系 这突破王级契约的契约灵虽然只有一只 但竟然是双形态 至于突破黄级之后会契约一只还是两只 暂时是个未知数 但肯定不会差就是了 嘿嘿 不要震惊 我说过 我们学校的人可都不是一般人 楚蒙黑黑一笑 继续说道 大家看他的颈部位置 冰金脱落之后 有一块红色的地方会明显抽动一下 然后他身上会再度出现冰金 那红色的地方应该就是 他提供能量的位置 也就是他的弱点 顺着楚蒙纸的方向 众人果然发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地方 虽然肤色跟冰金石头人整个皮肤一样 但仔细看 还是能看到区别 楚云想了想说道 接下来我分为两波 一波消耗他身上的冰金 一波直接攻击那块红色的地方 只要把这凶兽实力消耗差不多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车轮战 这才是群殴的正确打开方式 众人文言齐齐点头 放心交给我们吧 猎杀黄极凶兽 想想都兴奋啊 说完 所有人再度朝着凶兽冲了上去 一波又一波的技能 铺天盖地袭来 十几分钟后 好 冰金石头人再次疯狂怒吼起来 浑身的冰金竟然主动开始脱落 而他的气势也在瞬间攀升 楚云见状眼睛一亮 本能暴走了 他快不行了 大家快闪开 话落 楚云咬了咬牙 直接开启八门形态 死门 开 下一瞬 八门直接全开 楚云周边的碎石被疯狂的气势击飞 无数刚锋席卷整个空间牢笼 而他 也再次变成了夜凯形态 浑身冒着红光 宛如魔神将士 第七十一章 这一拳 我感觉我能被打成屎 我靠 快闪开 楚哥变身小红人了 众人发现楚云的状态之后 正酝酿着的技能也不管了 一个个转过身撒鸭子就跑 咳 咳 江皮的小火机喷火喷了半截 差点没被自己呛着 片刻 众人齐齐来到了空间牢笼的一个角落 缩在一起 瑟瑟发抖 每个人脸上都透露着一丝慌乱 上次 他们已经被误上一次了 这次 他们可不想再被误上一次 更重要的是 这次楚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明显比之前更强了 江皮嘴角一扯 哭丧着脸道 我他妈怎么觉得这次我们还得遭罪啊 我们不会跟着石头人一起被团灭吧 狗日的石头人 能不能先放我们出去啊 陈大力也一脸苦笑 至于司徒镇 林雪 落九幽几人 听到两人这话之后 都是默默后退了几步 躲在了最最角落的位置 眨眼 陈大力和江皮 成了暴露在最外边的一个 更离谱的是 身后的红浩和胖子 死死架着两人 那模样 俨然是把两人当作了挡箭牌 死到有不死平到 真特么被他们玩明白了 这一拳 八千的力量 你顶得住吗 开启死门之后的楚云嘴角一裂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此刻 冰金石头人 眼睛瞬间瞪大 出于凶兽的直觉 他从楚云身上感受到了威胁 如果是全胜状态 他一点都不担心 但现在 对方明显是不讲武德 先解决了自己小弟 又对自己来了十几分钟 黄轰乱炸的车轮战 现在的他 已经本能的触发暴走状态了 这可是只有感受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情况 哄 冰金石头人愣神的瞬间 一道空气炮宛如火车一般撞来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在冰金石头人胸前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正式开启八门之后 对应的高级体数 西象 本质是燃烧血液 并在体表产生红色蒸汽 通过击打空气 产生强力的空气炮 这也就是楚云的耐力属性比较高 要不然 这一拳下去 他自己的手臂都要骨折 我靠 楚哥特么嗑药了吧 这次的小红人 怎么这么厉害 姜皮众人双眼一瞪 一个个都见鬼似的 看着这一幕 上一次 楚云只是开死门 进行了普通的肉体攻击 威力远不是西象可以比较的 这一拳 我特么感觉 我能被打成屎 陈大力毫不犹豫说道 众人 没想到 自知之明这一点 陈大力还是挺能拿捏的 看来吸收了史莱姆头骨 他的脑子也没有完全坏掉 就在这时 楚云再度发起了第二道空气泡 哄 哄 哄 一连五发西象打出 冰晶石头人身上 多了五个大坑 同时脚下不稳 身影一晃 暴露出了颈部的弱点 楚云见状目光一凝 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 吃吃吃 楚云身上的红色蒸汽 再度大增 逐渐形成了一个龙头的形状 这一脚 就是最后一击 楚云眼神坚定地说道 死门只能开启十秒 留给他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如果这一击没用 那等死的 就是他们一群人了 话罢 楚云整个人在空中 快速奔跑起来 超高的速度 导致空间都有些扭曲 陈大力看到这一幕 情不自禁吞了吞口水 随之长大嘴巴 这到底是多强的力量 我感觉到 那一片空间 都要扭曲变形了 太 太恐怖了 其余人也都瞪大了双眼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楚云这一脚也踹到了冰金石头人弱点的位置 哄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楚云身上的血液蒸气都消散了不少 至于江皮尘大力挤人 更是被强大的冲击波齐齐挤在空间牢笼上压得快要变形了 我靠 又误伤又均 上次有楚蒙的扶植保护 大家才能幸免 这一次 楚蒙可就没扶植了 众人全都拿出了保命的手段抵抗这股冲击波 但很快 空间牢笼支离破碎 一众人全都被这冲击波冲飞不知道多远 冲击波所过之处 树木 冰金寸寸断裂 仿佛被切割了一样 以楚云和冰金石头人为中心 更是出现了一个不知道有多大的深坑 幻境某处 林凡 百里若云 司徒侧三人都感知到了一变 下一刻 三人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动了退出去的念头 片刻 三人已经消失在幻境之中 出现在训练营幻境入口的位置 嗯 竟然提前半天出来了 图刚神色一动 瞬间消失在办公室 再说楚云这边 最后一踢结束之后 楚云也第一时间从死门状态退了出来 瞬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袭来 楚云只觉得脑袋一胀 开始变得昏昏沉沉 靠 不是说 不会晕倒了吗 楚云暗骂一声 下一刻 他就逐渐失去了意识 但在失去意识之前 他隐约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定 发现黄极三阶凶兽心脏 是否吸收 吸收 这是楚云失去意识前 最后一个想法 定 恭喜宿主 获得四维属性提升 加三百 定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属性提升 定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熟练度提升 定 恭喜宿主 获得新技能 两天后 等楚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训练营别墅里了 死 楚云睁开眼 有些头蒙 不过确认是在熟悉的环境 心里松了口气 努力回忆着昏迷之前的情况 楚云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狗系统 说好不会晕倒 又特么晕倒了 这次不知道昏迷了几天 就在这时 图刚和王德发走了过来 楚云 你醒了 嗯 楚云点了点头 问道 其余人呢 图刚和王德发文言 表情古怪地看着楚云道 你们在幻境里到底 发生了什么 楚云眉头一皱 有些不减 没什么呀 就正常历练啊 你确定 图刚和王德发声音 猛然提高了几分 正常历练 每个人能平均提高两阶 你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最低的 都往几七阶了 这特么大二大三的优秀学长 都比不过你们了好吗 最最最离谱的是 一群人进去的时候 还好好的 出来的时候 全都跟死狗一样 当然 最令人震惊的 还是陈大力手里 握着的那颗黄极兽精 第七十二章 大风兽 大提升 你确定 这是大一的心声 黄极兽精 只可能是黄极凶兽死亡 才会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 楚云他们 击杀了一只黄极凶兽 击杀一只黄极凶兽 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楚云他们一行人 全都是黄极的实力好吧 就算图刚他们知道 楚云能短暂爆发出黄极的实力 但从上次的情况来看 那种实力持续的时间 并不会太长 要不然 上次楚云也不会昏倒那么长时间了 而短时间内 想要击杀黄极凶兽 就算是高一阶的凶兽 来了 都做不到 更别说楚云那种暂时的形态 通过兽精的气息 图刚可以断定 对方的实力 大概在黄极三阶左右 想要彻底击杀黄极三阶的凶兽 最起码也要黄极五阶 甚至六阶以上 毕竟 彻底击杀和打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除非楚云短暂爆发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黄极五阶 但这根本不可能 楚云上次那种形态 图刚大致推算过 能有黄极三阶的气息就不错了 何况还是短暂的 所以 得知这事之后 图刚和王德发才如此震惊 那你们的黄极兽精是怎么来的 两人开口问道 楚云回道 当然是杀了黄极凶兽啊 两人不由地双眼一瞪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了吗 听听这口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就杀了只鸡呢 看着图刚和王德发的表情 楚云忽然想起了 昏迷前听到的系统声音 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 楚云顿时震惊了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极三阶 力量 1167 敏捷 1102 精神 1133 耐力 1180 道具 王拳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50%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37% 天地一剑 熟练度20% 灵波微步 熟练度40% 无线阅读 阅读 熟练度30% 剑术精通 熟练度33% 飞雷神 熟练度0%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五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王拳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 一米 我靠 这不无敌了吗 楚云双眼猛地一瞪 没想到这次收获这么大 看来最后那道声音不是幻听 自己好像真的吸收了 黄极凶兽的心脏 因为击杀了黄极三阶的凶兽 所以等级更新到了黄极三阶 但楚云知道 这等级有些虚高了 自己的面板属性 对应的等级 大概在黄极一阶左右 也就是说 自己现在稳定发挥出来的实力 大概在黄极一阶 但开启死门之后 单从力量属性划分 实力大概在黄极四阶左右 不过 那是之前 现在开启八门之后 四维属性直逼过万 楚云觉得 哪怕是面对图刚 自己都能白白手腕 当然 这也就是想想 毕竟他只是那十秒的真男人 不过 现在已经是十五秒了 因为耐力突破 又有了新的加成 除此之外 楚云发现 又多了一新技能 和一个新附加属性 飞雷神是敏捷突破一千之后 由瞬移升级来的 剑神领域 则是剑术精通熟练度 百分之三十得到的奖励 只可惜 这个一米的范围 实在是太短了 略显鸡肋 再就是耐力和力量的突破 分别加成的 是对八门的负担抵消和持续时间 以及震动之力的范围 现在的楚云 平平无奇地一拳下去 轻松震动一个小湖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八门再开启 应该是真的不会昏迷了 其实上次之所以昏迷 主要是因为开启八门之前 楚云使用了无限阅读 把自己的精神全都榨干了 这才在死门结束之后 变得无比虚弱 总之 这一波可以说是大丰收 楚云很满意 而且 楚云还得到了一个结果 击杀黄疾以上的凶兽 吸取心脏或者兽骨 自己是可以得到 额外的属性加成的 至于当初 史莱姆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楚云觉得 大概率是因为 系统看不上史莱姆 估计 史莱姆君表示 受到了侮辱 对了 大家都怎么样了 楚云抬头问道 涂刚说道 你们所有人都受了伤 是大力把你们弄出来的 不过刚出来 他也昏倒了 到现在为止 只有你是第一个醒过来的 至于训练迎其余人 几天前就已经全部离开了 说完 涂刚又表情古怪道 不过 我检查了他们的伤势 好像 楚云 好像什么 涂刚 好像跟那天你开启那种状态之后 对别的学生造成的伤一样 楚云 何震你就是想说 我无伤有军呗 但那种情况下 根本就控制不了积极的好吧 时间一晃 又是两天过去 司徒镇 林雪 落九幽等人 也终于陆续醒了过来 现在就剩陈大力一个人还没醒了 大力不会为了救我们 自己隔屁了吧 姜皮一脸惆怅地 坐在大力身前 有些担忧道 但语气之中的欣喜 却是压根藏都藏不住 众人齐齐鄙逼逝了一眼姜皮 这货真是为了家产亲兄弟都不要啊 但就在这时 估计 陈大力忽然一声怪叫 直挺挺坐了起来 我靠 诈尸了 姜皮一个后摇 直接从凳子上滚了下来 图刚和王德发一脸猛逼地看着陈大力 沉默不语 这孩子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过 这股气息 好像又突破了 众人 果然 陈大力身上的气息 明显是王吉巴结了 图刚瞪大双眼 有些迷茫地看着王德发道 这真的都是你们大一的心声 王德发砸巴了几下嘴巴 有些不确定道 应该 是的吧 图刚 什么叫应该 你自己教的学生 你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王德发脸上淡定 内心实则满是惆怅 他已经开始考虑 接下来怎么进行正常教学了 这大一的学生 有了大肆的实力 教学内容 不能再按照之前的计划走了呀 第73章 是你们飘了 还是我怪物学院没排面了 怪物学院的宗旨 是招收各种怪物 但今年的怪物 似乎有点多了 更离谱的是 这些怪物聚在一起 似乎发生了 某种化学反应 一个个在怪物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但有一点 不可否认 幻境对于觉醒者的提升 真的很大 特别是团队里 还有个bug 能带着升级 就更显得离谱 往年 怪物学院因为名额不够 根本没办法参加 各大学校间组织的活动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 进入幻境的机会 再就是 但凡境内有什么幻境 秘境 一空间之类出现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一空间幻境之类的 后边统称秘境 主要怕幻境跟幻术叫法搞混 影响大家观感 第一时间 就会被官方控制起来 然后会把这部分资源 第一时间提供给军队 等军队探索结束之后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会再把使用权 交给各大名校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都想考上帝都 魔都 中都的大学 因为他们掌握着 很多一空间秘境的使用权 只要成为了那里的学生 每个学期 都会有最少一次的秘境历练 这对觉醒者的提升 可是巨大的 所以 像怪物学院这种学校 是根本摸不到 什么秘境名额的 除非参加一些官方举办的比赛之类的 夺得名额之后 才会有机会 这次的训练营 就是其中一种 每年都会在大义心声间举办一次 但尽管如此 在没有秘境名额的情况下 王德发对自己收的几个学生 还是特别满意的 因为他们都不弱于各大高校的同届第一人 而经过这次秘境的历练 众人更是突飞猛进 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王德发甚至有点怀疑 之前错过训练营名额 自己是不是有点耽误了他们的前途 半个小时后 当图刚和王德发 听完一众人在秘境内的历练 顿时又忍不住惊呼出声 什么 你们还杀了一头皇级史莱姆 而且还掉落了一块头骨 是啊 头骨就是大力吸收的 图刚和王德发表情一顿 现在他们大概知道 为什么陈大力看起来有些不大聪明的亚子了 但问题不大 换来的提升还是很划算的 特别是大力多了感知天才地宝的能力 这简直就是偷鸡摸狗 杀人放火必备技能好吗 训练营这边的事情结束 一众人也就离开训练营 回到了怪物学院之中 校长 我记得学校的毕业要求 是走出去这片森林市吧 楚云依稀记得 刚来怪物学院的时候 好像听谁说过一嘴 王德发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没错 你们现在确实有了走出去的能力 但是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众人好奇问道 眼中都有些跃跃欲试 王德发看着众人的表情 脸色不由得一黑 你们压的 到底是多着急毕业 是你们飘了 还是我怪物学院没排面 秘境里升了两级 就看不上这狗窝了 但他还是耐心解释道 因为我给你们准备的毕业试炼 是一次寿潮 但现在寿潮还没开始 你们的成长 就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不过 寿潮也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虽然你们都提升了 距离毕业 还是有一小段距离的 楚云摊手问道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总不能还像以前那样训练吧 王德发沉默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来的路上 他也一直在想 接下来的训练 这一次的秘境之旅 导致他们所有人 最低都来到了王级八阶的实力 随着陈大力突破八阶 就剩姜皮 还是七阶了 但回来之后 大家一致决定 让姜皮吸收那块 冰金石头人的 皇级寿金 所以 姜皮现在也是 王级八阶的实力 甚至他的小王八和小火鸡 又完成了一次进化 战斗力可以说是 再次大幅度提升 但接下来想要再提升 单纯的靠寿金 已经作用不大了 就像司徒镇 进去的时候是八阶 但现在还是八阶 虽然无限接近九阶 但最少也需要皇级寿金 才会起到一些作用 否则的话 还是要靠无数的实战训练 和自身的修炼 很多大学 大三和大四的课程 就是专门训练实战的 按照目前的进度 最适合处于他们的提升方式 确实也就是实战 接下来 你们每天的训练 就是跟学校的导师对练 直到能打败他们为止 王德发思索了片刻 对着众人说道 既然他们的实力都提升了 那就按照最适合的成长方式 教导就行了 之前的课程 都是以训练为主 八阶之后 自然是以对战为主 至于之前准备好的训练计划 现在已经是可以扔了 校长 别闹 我们击杀皇级三阶的凶兽小命 都快搭进去了 你让我们跟皇级四阶的 两位老师对战 这不是 让我们去挨打吗 姜皮一眼 就看透了本质 直接开口说道 王德发微微一笑 说道 有吗 我看你们实力提升这么快 都快飘起来了 我这是帮你们夯实基础 另外 我说的对战 不是你们一起上 是一个一个对战 哦对 我可以允许你们 用车轮战的方式 今天 你们就先对战熊大吧 过几天 我会再邀请几个好友 来给你们切磋 训练你们的实战能力 众人文言嘴角都是一扯 本来他们还不确定 王德发的目的 现在是真的确定了 校长就是极度他们成长太快 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对战皇级四阶的强者 什么概念 十个人 前后不过半分钟 全部败下阵来 甚至 楚云还开了金门 这就是实力碾压 虽然他很想开死门打回去 但那就没有了训练效果 而且真开了死门 顶多也就是打个平手 甚至依然被揍 等时间一到 挨揍的肯定还是楚云 就这样 单方面的挨打训练 持续了一周 短短一周 根本没有人知道 这一周怪物学院的学生 是怎么熬过来的 每个人都被揍得 有点怀疑人生 眼中再也没了刚回来时候的那种意气风发 我靠 今天不会 还是对战吧 再打下去 我都要怀疑人生了 就不能搞点旗鼓相当的对手打吗 刚在操场集合 陈大力就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司徒阵 都有些怀疑人生 我的剑 可能已经不行了 众人 就在这时 怪物学院门外 忽然传来了叫嚣的声音 怪物学院的人都给我滚出来 让我看看 是谁打了我们战神班的人 众人 闻眼眼睛都是一亮 齐齐朝着大门的方向看去 此时的他们 宛如恶狼 看到了戴宰的羔羊 被虐了这么多天 这不就是挨揍的杀暴来了吗 第74章 你都把人家压扁了 怎么好意思说 我们出手中呢 打了小的 来了老的 这简直就是无脑反派的标配剧情 只是 楚云没想到 战神班的人格局竟然这么小 事后竟然还带人来报复来了 不过 眼下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楚云一众人被暴打了这么久 今天终于可以找别人发泄发泄了 楚哥 怎么说 姜皮神色一动 盈盈有些兴奋 本来他的契约灵进化 是值得兴奋的事情 但几天的暴打下来 姜皮只感受到了恐惧 楚云想都不想 回到 趁校长他们还没过来 当然是直接干 走 出去看看 那万一他们的教练也在呢 那人好像是黄极的强者 那也不怕 校长不会看着我们被欺负的 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可以 别人欺负自己人 那可不行 说得也对 走 赶他们去 很快 一行人来到大门口 就看到了几个人影 嗯 你们是谁 也是战神般的 见到大门口站着的几个陌生面孔 众人脸上都愣了一下 这跟上次见到的战神般 似乎不是一批人 而且 朱勇似乎也没来 楚云瞬间就明白 是怎么个事了 估计是小碧王们 按耐不住心中的优越 自作主张 要来找场子了 嗯 看到楚云众人 战神般几个人 也是神色一正 眼睛忽然瞪大 不是说怪物学院 这群人 等级都不高吗 怎么出来的 都是王级八街的 而且 身为同等级 我们竟然从他们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压迫感 这怎么可能 你们就是在训练营 把韩金他们打受伤的那几个人 两拨人对视了片刻 战神般领头那人 皱着没开口问道 楚云点头道 嗯 没错 是我们打的 你们是他们的学长 呵呵 那人冷笑一声 语气之中有着傲然 说道 学长可比我们厉害多了 我们只是 比那群废物强一点罢了 楚云不以为一道 哦 是吗 原来是同一届的逼王啊 比废物强一点 那不还是废物吗 这种人真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自信 怪物学院几人 不停地打量着战神般的人 就像是在挑哪个沙包打起来 手感好一点似的 战神般几人 被对方的眼神 看得浑身不自在 下意识都后退了几步 那人继续开口道 今天我们过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各位切磋一下 训练赢你们打败的那些 只是战神般的废物罢了 我们才是战神般新生实力代表 切磋 行 我们答应了 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楚云一众人想都没想 直接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送上门的沙包 不要白不要 你们不害怕我们 你们可以直接认输的 战神般的人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 按理说 对方不应该先问为什么吗 然后再找借口 拒绝切磋 或者直接认输 昨天他们踢馆别的大学的时候 就是这个流程 可今天 怎么总有一种 被人当成猎物的感觉呢 而且 这群人眼睛里的光 又是几个意思 虽然同为战神般一届的新生 但他们的实力 确实要比朱永带过去 那几个墙上一些 所以 朱永带着其余几个 去训练营踢馆的时候 另外几个新生 则是去别的大学踢馆 而且 踢的是大二的学生 毕竟 战神般嘛 每一年的下马位不能少 他们要让所有的新生都记住 战神般的学员 才是真正的天才 也就是 在这个踢馆过程中 他们偶然从别的学校 听说了训练营的事 所以 这才顺着消息 找到了怪物学院 只是 现在面对的情况 跟他们打听到的情况 有些不同 按照他们打听的情况 怪物学院 应该都是一群 王级五六阶的人而已 最弱的 好像是王级二阶 可现在青一色王级八阶 甚至还有一个 马上突破九阶 以他们的阵容组合 也都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但下一秒 他们就感受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压力 只见楚云二话不说 已然是轰出了一拳 顿时 众人眼前的空间 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裂痕 小心 战神般领头那人 目光一凝 连忙使用天赋抵抗 咔嚓 一道雷光 覆盖在那人全身 竟然是雷系天赋的觉醒者 嗯 雷系天赋 花里胡哨 楚云轻笑一声 加大力度又是一拳 高达1167点的力量 瞬间倾泻而出 那人顿时色变 眼睛猛地一瞪 好强的力量 黄疾的威力 哄 这一拳 战神般的几人 瞬间倒飞出去 领头那人 更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从刚才那一拳上 他感受到了一丝黄疾 才能爆发出来的力量 我靠 楚哥 你不讲武德 给我们留点 其余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急眼了 好不容易有沙包送上门 不能光给你一个人过瘾啊 于是 在战神般几个学员 头皮发麻的眼神中 怪物学院其余人 疯狂释放着技能 朝着他们身上攻击而去 眨眼时间 战神般所谓的新生实力代表 就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哦哦 完了 你们好像出手有点重了 楚蒙笑嘻嘻的声音落下 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天而降 轰鸿一声 战神般几个人 直接被压成了二维码 怪物学院众人 齐齐望着楚蒙 满头黑线 你都把人家压扁了 怎么好意思说 我们出手中呢 就在这时 王德发几人从远处走来 你们在这干什么 发生什么了吗 没 没 早上空气好 我们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说完 众人一溜烟 就跑进了学院里 被虐了这么久 体会一下虐人的感觉 是真爽啊 陈大力兴奋道 阿皮 刚才我那一拳帅不帅 我感觉都快把他尸打出来了 顾接 我的小凤凰也不错 刚才只是发挥了 十分之一的实力而已 江皮嘚瑟道 战神般几个人的反应 终于是让他找到了 一丝等级提升之后 该有的自信 众人说说笑笑 很快回到了操场 但回到操场的一瞬间 这群人的脸色 就瞬间搭来了下来 因为 接下来 又要轮到他们被虐了 这是谁家的孩子 没事 怎么还挖坑睡里边了 校门口 王德发看着地面的人形坑洞 陷入了深思 熊大熊二嘴角一扯 老王 这特么好像是被褚蒙的兔子 一屁股坐进去的 王德发 那他们到底是谁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 什么战神般之类的 嗯 战神般 那算了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走吧 今天给他们安排点新的训练 熊大 熊二 算了 没看见就没看见 说话间 三人踩着战神般的身体 庞若无人地走进了学校大门 今儿空气还真不错 确实不戳 第七十五章 我靠 你们脸都不要了是吧 今天就不给你们安排对战训练了 王德发这话一出 怪物学院众人瞬间松了口气 这几天 他们是真的要被打出来阴影了 但不得不说 进步也是有的 一开始 熊大一拳下去 他们直接就被打飞了 而现在 他们虽然同样被打飞 但已经不会飞那么远了 这 就是进步 王德发继续说道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只有不停的战斗 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 而我们学校讲究的 也是英才试教 所以 过两天 我会带你们 去跟其余各大高校的天交 进行切磋 跟天交切磋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不由地想起了门口的战神班几人 话说 刚才校长他们过来的时候 难道没看到吗 这几个货 应该还在地面下没抠出来的吧 算了 这都不重要 楚云忽然问道 校长 别人会答应跟我们切磋吗 是啊 那群大一的 应该没人能打得过我们了吧 姜皮和陈大力 也是跟着附和道 这话虽然有点膨胀 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初训练营的时候 帝都 魔都 中都几大名校的天交 也不过是王级七阶 而怪物学院的众人 现在最弱的 都王级八阶 就这还不考虑 每个人觉醒的特殊性 考虑进去的话 每个人越一阶战斗 还是轻轻松松的 这个 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安排 今天你们就自由对战吧 十个人分为两组 自由切磋 话吧 校长就背着手离开了 留下楚云一众人 大眼瞪小眼 大力 来 咱俩切磋 姜皮眼珠一转 第一个挑选了自己的对手 他可不想找一个 自己打不过的人 大力 阿皮有两个契约灵 跟他切磋挨揍的 肯定是你 不如咱俩切磋怎么样 胖子笑眯眯凑了过来 瘦子走过来说道 你可拉倒吧 大力现在攻击手段 就只有拳头硬碰硬 我觉得我最适合 跟大力切磋 真男人 就应该硬碰硬 行了行了 说到只靠身体的力量 难道不是 我跟大力 才是最合适的对手吗 楚云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凑了过来 煞时间 所有人都把目标 放在了大力身上 估计 陈大力气地大叫一声 我靠 你们脸都不要了是吧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群狗东西 都是看着自己攻击手段少 现在都想逮着 自己虐势吧 与此同时 怪物学院大门外的战神班几人 终于把自己抠了出来 还别说 北窥这片区域是森林 地面都是土地 这要是钢筋水泥地板 刚才他们可能 就不是欠进去这么简单了 起步也得是马赛克系列 弄不好就直接吃席了 几个学员 已经没了之前的傲气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怪物学院的大门道 这群人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比学长都要厉害了 领头的人摇头道 不可能 学长最少都是黄极的人 更有一些大二 都已经加入了军队历练 哪能是这群人可比的 虽然刚才从褚云拳头上 感受到了一丝黄极的力量 但他觉得 褚云并没有黄极的实力 应该是使用了 某种特殊秘法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要是让教练知道了 肯定要惩罚我们了 有学员担心道 你傻呀 你不说我不说 谁知道我们来过 那万一这群人说了呢 一众人瞬间无言 片刻 领头那人道 算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时间一晃 两天过去 这两天 怪物学院一直都是互相之间进行训练 但由于是自己人 下手都不够狠 所以效果其实有些欠缺 大力 你还好吧 褚云看了看 已经快变成猪头的陈大力 不由得有些同情 大力真的太惨了 这几天 谁都想跟他切磋切磋 嗯 我没事 我没事 陈大力含糊不轻说道 褚云 其余众人 王德发扫视了众人一眼 也看到了陈大力的惨状 你们几个下手还真是够狠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有什么血海深仇 王德发 还是低估了这群人对切磋的渴望 但不得不说 陈大力这几天 反而是进步最多的 今天王德发就打算 带着自己的学生 去别的大小切磋了 一是为了课程安排 二嘛 是为了一些比赛的名额 所有人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车 第一个目标 是帝都 怪物学院距离帝都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 光是车程 就得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后 一众人在帝都大学附近下车 这还是这群人第一次来帝都 瞬间 就被帝都的高楼大厦吸引了 我靠 这就是帝都嘛 比我想象的还豪华啊 妈的 本来我是可以来这里 上学的好吗 我 好白的楼房啊 是啊 又长又直 众人就跟没见过 世面的土包子似的 毕竟 比起怪物学院的隐居环境 这才是当代年轻人 向往的社会 倒是司徒镇 骆九幽两人 显得完全无所谓 仿佛更喜欢森林的安静一样 对此 楚云倒是也不意外 司徒镇不出意外 应该是魔都哪个大家族的人 骆九幽 应该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走吧 我们直接去帝都大学 王德发说道 就在众人准备进去帝都大学大门的时候 忽然几辆豪华商务车 朝着这边行驶了过来 几辆车正好停在帝都大学门口 不久 一个颇有姿色的女生在一众保镖的簇拥下下了车 这群保镖 等级最弱的都是王级七街 足以见得这女生的地位似乎不一般 我靠 这谁啊 这么大排场 看起来像是国外的妞吧 泡菜国的 怪不得我觉得跟整了似的 算了 不管他们 我们走我们的 楚云一众人议论了几句 就再次朝着学校大门走去 但就在他们即将进入大门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一句冰冷的声音 是谁允许你们走在本公主前边呢 众人文言齐齐一愣 这人到底谁啊 第76章 这群人不会是骗子吧 校长肯定是被骗了 众人回过头看去 说话的 就是刚才楚云他们看到的那个女生 此刻 那女生一副傲然的姿态俯视着众人 就好像是在看脚下的蝼蚁一般 姜皮指了指脚下道 这路是你家修的吗 你谁啊 管得还挺宽啊 陈大力也是昂着头说道 其余人见状都没说话 他们也有点看不惯这女生的语气 哼 你们竟然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你们帝都大学邀请过来的转校生 泡菜国的小公主 韩珍珍 哦 众人一脸的恍然大悟 看着众人的反应 韩珍珍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她可是帝都大学亲自邀请来的 她的哥哥更是被战神般招收走了 可以说 以她的地位 在帝都就应该无人不知才对 但下一秒 姜皮就一脸疑惑道 韩珍珍是谁 不知道 陈大力配合着摇了摇头 没听说哪部资源是韩珍珍主演的 楚云说道 算了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跟弱智待一起时间长了 会影响智商 估计 陈大力举起双手表示赞同 见楚云一行人不吭不声就走了 韩珍珍顿时大怒 对着旁边的保镖说道 给我把他们抓回来 竟然不认识我韩珍珍 他们肯定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是 小姐 几个保镖领命 全都朝着楚云一众人追了过去 一旁有不少帝都大学的学生 见到这一幕 都朝着楚云他们投去了怜悯的眼神 哎 今天的病房恐怕又要多几个病号了 砰砰砰 几道拳头撞击的声音传来 韩珍珍的保镖 一个个全都倒飞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周边围观的学生和韩珍珍都惊呆了 这些保镖可都是王级五阶六阶的人啊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揍飞了 甚至对方连天赋都没使用 然而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江皮的小王八直接朝着校门口喷出了一道极粗的水柱 看起来宛如水龙一般 刹那间 校门口就好像是泄洪口开了闸式的 哗啦 水流一出 校门口的车辆以及韩珍珍全都被冲飞了 就连不少围观的学生也没能躲过这一劫 被连带着冲飞了一段距离 好了 这下干净多了 不用谢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清洁工 江皮满意地拍了拍手 一众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帝都大学 只留下韩珍珍跟个落汤鸡似的骂骂咧咧 你们给我等着 这事没完 说完 他又看向自己身旁几个保镖 废物 都是废物 最后 韩珍珍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哥 你最近还在帝都吗 我被人打了 你过来一趟 另一旁的韩金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 是谁打了你 不认识 反正不是我们学校的 我拦着他们不让劲 他们就打了我 哥 你可一定要替我出气啊 你先别急 我跟教练请个假 看能不能过去 挂断电话 韩金摇了摇头 便去跟朱勇请假了 前几天训练营那一战 导致他们所有人都受伤了 所以 被暂时安排在帝都的酒店养伤 帝都大学是真不戳啊 这可比我们学校好多了 废话 我们那学校 就是简易版的贫民窟 唉 本来我也是 可以来这里上学的 别提了 谁又不是呢 楚云 江皮 陈大力三人走在前面 坎坎坎坎的时候 忽然感觉背后传来了一股杀气 三人回头一看 只见王德发正一脸忧怨地看着几人 你们真觉得 咱学校条件差 三人一口同声反问道 难道不差吗 王德发沉默 好吧 怪物学院的条件 自然是不能跟帝都大学比的 但他们的师资力量 没等王德发开口 只见帝都大学不少班级的学生 都在导致的带领下 开始了日常训练 只是简单望过去一眼 少说也有几十名老师 实力都在黄疾不等 很明显 狮子力量怪物学院也不行 别学校的导师 可以做不到 我们对学生的那种狠辣 最终 王德发终于找到了自己学校的优点 正所谓人不狠站不稳 对学生不狠 学生的进步也不会太快 一切都是为了学生 为了未来啊 这么想着 王德发只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升华了 楚云几人看着王德发的表情 只觉得浑身直打冷战 你们是什么人 就在众人漫无目的瞎逛的时候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拦住了众人 王德发说道 我们是怪物学院的 想跟你们学校的学生切磋一下 我已经跟你们校长打过招呼了 行 那你等我确认一下 那中年人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众人一眼 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校长的号码 几分钟后 中年人表情古怪道 抱歉 我们校长没收到什么学校的切磋邀约 怎么可能 你把电话给我 我亲自说 王德发一脸不信道 说着便很自然地从那中年人手里接过电话 喂 老张啊 我是老王你不记得了吗 你忘了 前几天我跟你说 要安排咱两边的学校切磋一下 什么 你不记得了 那可能是我忘说了 那这样吧 我们现在直接安排学生切磋一下吧 反正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的不是 嗯 直接去训练馆是吧 好的好的 挂断电话 把手机还给那中年人 王德发问道 你们训练馆在哪 前边第二个路口左转 然后再右转就到了 中间人有些呆愣地说道 他总感觉的事情好像哪里不对 但一时半会儿又说不上来 好的 谢谢 话罢 王德发就带着楚云一行人 朝着训练馆的方向走了过去 办上后 中年教师回过神 忍不住嘀咕道 我怎么觉得这群人那么像骗子 校长该不会是被骗了吧 他是不是没下载反扎APP 不行 我得跟着去看看 第77章 楚云 刚说无敌了 就把我当软柿子 一行人按照指示的路线 很快就来到了帝都大学的训练馆 大学生 活跟高中生 活可完全是两回事 高中多侧重在理论知识 毕竟高三的时候 才会觉醒天赋 大学则是以实战为主 每天都要进行针对性天赋训练 此刻的训练馆 早已经是人满为患 不少新生已经开始了队练 获胜就能得到更好的资源 失败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 你们说 校长是不是不太靠谱 王德发打量帝都大学训练馆的时候 楚云一行人 则是在后边小声嗶嗶 江皮说道 校长这就是诈胡 他根本没跟帝都大学校长打招呼 净说废话 你们当校长是什么人啊 怎么可能认识名牌大学的校长 我估计 校长都没他们的联系方式 陈大力一本正经分析道 你们仨在这说啥呢 楚蒙忽然凑了过来说道 我觉得校长有可能是什么影视高人 不然帝都大学的校长 怎么可能听了几句话 就让我们过来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校长刚才全都是编的 楚云一句话 直接让所有人表情瞬间凝固 卧槽 校长竟然玩这么野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就不是来切磋 而是来砸场子 不过 这么刺激的事情 请加大力度 比起战神班 他们的批绝对可以装得更加丝滑 你们几个凑一起嘀咕什么呢 王德发转头一看 只见楚云一群人都搓着手 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楚云说道 校长 我们赶紧去切磋吧 我的拳头已经饥可难耐了 王德发嘴角一扯 饥可难耐你 也得忍着 今天的切磋 没你的份 啊 为什么啊 楚云一脸疑惑 王德发 你太强了 最后再上 敌方不动用大三大四学生 我方不动用你 楚云这才点了点头 那也行 哎 没想到我才大一 就体会到了无敌的寂寞 下话线 其余人闻言 齐齐冲楚云比了个终止 说话间 王德发带着楚云一行人 进了训练馆 此时 比武台上正有两名 心生对练 其中一个手持棍棒 应该是棍系天赋 实力在王级二节左右 另一个浑身被一层岩石覆盖 应该是岩系天赋 实力在王级一节左右 不过 两人都是很普通的A系天赋 玩棍的要输了 楚云只是扫了一眼 就判断出了 孰强孰弱 江皮凑过来道 不能吧 玩棍那个 好像等级更高一点吧 但是岩系那个实战能力更强 一看就没少实战 司徒镇说道 果不其然 几分钟后 棍系天赋那人 直接被岩系天赋那人 一个撞击 撞出了比武台 王爷 好样的 真给我们二队争光 漂亮 竟然逆转了 岩系天赋也太强了吧 竟然可以越阶战斗 不少学生举手欢呼 这些还都是新生 根本没看出来里边的门道 越阶战斗 根本不是因为天赋强 而是因为实战能力更强 班级导师颇显意外地看了王爷一眼 赞许道 不错 大家都要向王爷同学学习 就在这时 他也发现了楚云一行人 你们是哪个班的 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新生吧 王德发走上前 笑着说道 我们是怪物学院的 来这里 是因为跟你们校长沟通好了 要跟你们的学生切磋训练一下 对了 你们应该是大一的吧 能让你们大二大三的尖子生 来这边集合一下吗 班级导师皱眉道 怪物学院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学校 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麻烦你通知一下吧 对方不约道 看他们的年纪 也都是大一的吧 找大二大三的学生干什么 还尖子生 你知道帝都大学的尖子生 意味着什么吗 王德发正要解释 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想挑战我的学长 先打过我再说 顺着声音来源望去 不少学生都下意识后退一步 脸上对这人 有着发自内心的恐惧 楚云一行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刚才门口那小公主 哟 衣服换得还挺快啊 那套衣服晾干了吗 姜皮走出来 笑着调侃道 韩真真一脸怒意 看着姜皮道 你给我闭嘴 等我哥来了 有你们好受的 说完 他又看向楚云 你跟他们是一起的吧 楚云愣了一下 指了指身后说道 只要是不瞎 应该都能看出来吧 扑吃 这话一出 现场顿时不少学员都笑出声来 但随着韩真真扫视过去 那些学生立马又闭上了嘴巴 唯独姜皮 陈大力等人 依然捧腹大笑个不停 你 哼 你们是想挑战 我们学长对吧 韩真真话风一转 主动转移话题道 我们学长可没空搭理你们 想挑战他们 就先过我们这关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算一下我们的恩怨 你让他用七月灵喷水冲了我 我要你好看 学校有规定 不能在校园里闹事 你敢在台上跟我打一场吗 话音落下 韩真真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来帝都大学当交换生的时候 他家里给过他一个石头 可以探测别人的天赋 刚才他探测了一圈 他发现 这些人竟然都是SSS级天赋 只有楚云什么天赋都没有 所以 他才想着 自己先教训教训楚云 至于其余几个SSS级的 等他哥哥韩金来了再说 战神班的SSS级天赋 可比这群人要强多了 SSS级天赋 可是也分三六九等的呀 一想到这儿 韩真真就不禁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然而 当怪物学院众人 听到这句话之后 一个个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 这姑娘 怕不是被刚才那水冲的脑子坏掉了吧 这么多人在这儿 挑战谁不好 偏偏要挑战最变态的一个 楚云也没想到 对方的目标竟然是自己 不过 他大概也能想到为什么 探测天赋的机器 并不是什么珍惜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些能力 也可以探测别人的天赋 估计他身上 是有类似的东西或者能力 所以把自己当做了普通人 你确定要挑战我 楚云摸了摸鼻子 有些好笑 上一秒 他还说 刚体会到无敌的寂寞 下一秒 就有人把他当软柿子捏了 这能行吗 第七十八章 一拳轰飞小公主 林凡来了 林凡又走了 韩珍珍和楚云来到了比武台上 韩珍珍见对方没有认输 脸上有些意外 你没有觉醒天赋 确定要跟我打 他本来还想着 让楚云主动认输 好好羞辱他一番呢 这也算是报了门口 被对方喷水冲飞的仇 楚云漫不经心回道 跟你打 根本不需要用天赋 韩珍珍脸色顿时一沉 语气冰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万一你要是被打出问题 可别怪我 那要是我把你打出问题呢 楚云咧嘴一笑 看起来阳光无比 韩珍珍气笑道 就凭你一个普通人 做梦还差不多 说着 韩珍珍直接使用了自己的天赋 跟韩金的剑系天赋不同 他是刀法天赋 不过是S级的 不然这兄妹俩 可能都要被战神般带走了 但韩珍珍修炼比较懈怠 目前也只是王级四阶 虽然等级不高 但加上转校生的身份 也够在学校横着走了 我这一刀下去 你可能会死 韩珍珍举起刀 直接朝着楚云劈了下去 感受到这一刀的威力 楚云不经意摇了摇头 果然 见多了SSS级天赋 再看S级的天赋 就像是垃圾一样 从这一刀上 楚云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威胁 甚至他都懒得动 只是使用了六式的铁块 碰 韩珍珍一刀 砍在楚云肩上 就像是砍在了一块 坚硬无比的巨石之上 刀柄上传来的反正力量 震得他虎口发麻 怎么可能这么硬 韩珍珍一脸震惊 反观楚云 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刚才那一刀 甚至都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一时间 其余围观的帝都大学学生 也都震惊了 卧槽 这个人什么情况 什么天赋都没用 硬扛这一刀 开玩笑的吧 韩珍珍的刀法天赋 再怎么说 也是S级的 不至于这么弱吧 话说 刚才韩珍珍不是说 这男的好像没有天赋吗 开什么国际玩笑 没有天赋 怎么考大学 我估计他的天赋 是增强防御之类的 不然怎么可能 把这个壁装的这么丝滑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他们想挑战 大二大三的学长 还是有些拖大了 让我看 直接让咱们大一 新生第一那个林凡过来 就行了 刚喘着气 追过来的中年教师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瞬间长大了嘴巴 我靠 这人神妖鹿子 硬抗韩珍珍一刀 一点事都没有 你还要继续吗 如果不想继续 就到我了 楚云活动了一下手腕 一步一步 朝着韩珍珍走去 韩珍珍目光一宁 手中的长刀 忽然亮起了黑光 嗯 使用天赋技能了吗 楚云笑了笑 再次停在原地不动 任由韩珍珍这一刀砍过来 刚好他也试试自己的防御 能抵挡多强的攻击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楚云在韩珍珍挥刀落下来的时候 还是使用了武装色霸器 保护了一下落点的位置 碰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大家甚至都看到了一丝火花建设了出来 这一次 楚云依然没事 但韩珍珍却是被震得握不住刀柄 长刀直接从手中脱离飞出去老远 我靠 真的假的 火花都出来了 这绝对是防御系天赋 不然不可能挡住这一刀 韩珍珍好歹也是王级四阶 怎么可能连对面的防都破不了 除非对面是防御系天赋 而且还是王级七阶以上 台下的学生们再次被这一幕震惊 纷纷猜测楚云的天赋和实力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云确实是没有任何天赋 但实力吗 吊打个韩珍珍还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刻 楚云没有再给韩珍珍机会 直接一拳挥出 瞄准韩珍珍小腹的位置 碰 一千多力量属性的普通一拳轰出 韩珍珍就跟个沙包似的 直接倒飞了几十米 然后落在地面生死未知 煞时间 整个现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所有学生和老师都惊呆了 唯独怪物学院的众人见怪不怪 王德发笑着走到刚才那教师旁边 这下能去叫你们大二和大三的尖子生 过来集合了吧 大四的学生倒不是王德发不让叫 而是因为大四的学生 一般都提前去军队实习了 很少有人在学校 哪怕是大三的 最顶尖的尖子生也提前出去历练了 留下的都是一般的尖子生 这教师咽了咽口水 直接就离开了训练馆 与此同时 林凡正一脸郁闷地往训练馆走 训练营的事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虽然最终不影响他进去秘境 但心灵上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特别是处于那天的最后一击 到现在他都忘不掉 凡哥 不好了 训练馆好像有人闹事 一个说没觉醒天赋的普通人 把韩真真给打昏过去了 不过 大家都觉得他是觉醒了防御天赋的高手 来装批来了 一个学生跑到林凡跟前说道 林凡愣了一下 问道 什么情况 战神班的人不是刚走 又有人来踢馆了 林凡从训练营回来之后 就得知了战神班不仅去训练营踢馆了 还来各大高校踢馆了 训练营踢馆的比较惨 都被处于那个妖孽给废了 但来各大高校踢馆的 却十分成功 不少大二的学长 都被战神班大一的学生打败了 彻底让战神班狠狠出了一波风头 走 先去训练馆看看 真当我们帝都大学是尼捏的不成 林凡思索片刻 就跟着那学生去了训练馆 想想刚入学的时候 他林凡也是光鲜亮丽 被称作天才 这不过是参加了个训练营的时间 竟然打击的他 连修炼的动力都没了 这可还行 至于刚才那学生说的 普通人这几个字眼 林凡根本没有在意 要是每个普通人 都跟楚云那么变态 那还觉醒天赋干个地儿啊 直接所有人都修炼体术不好了吗 与此同时 学校大门口 韩金也来到了帝都大学 找人问了几句之后 韩金便朝着训练馆的方向走了过去 不少学生见状也都纷纷跟上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几分钟后 林凡率先来到了训练馆 不少新生见到林凡 顿时兴奋高呼 林凡来了 快给凡哥让路 哗啦啦 煞时间 所有学生齐齐后退 给林凡让出来了 一直通比武台的路 然而 当林凡抬头 看清比武台上站的人之后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我靠 楚云 竟然是你 下一秒 林凡果断转身 抬腿就走 现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啊这 第79章 帝都大学怀疑人生了 谁家一流大学 天天被虐啊 凡哥 你别走啊 就是台上那个人一伙的说 要挑战我们学长 韩珍珍也是被他给打飞的 这咱能忍 有学生眼疾手快 直接拦住了林凡 林凡脸色一黑 嘴角抽搐到 你们知道这货干过什么吗 不就一拳打飞了韩珍珍吗 众人迷茫摇头 韩珍珍是王级四阶 被对方打飞 只能说明对方等级很高 但就算再高 也不可能是黄级的觉醒者吧 而林凡大家都知道 从训练营回来就突破了八阶 可以说是稳稳坐牢了新生第一人的位置 这种实力 收拾对方还不是轻轻松松 至于那韩珍珍 林凡要是真想打 自然也是能打飞的 所以学生们倒是没什么惊讶的 但林凡下一句话 却直接让所有的学生都愣在了原地 他在训练营一个人秒了整个战神班 甚至攻击的余波 还伤了不少训练营的学员 让我跟他打 跟宋菜有什么区别 死 听完林凡这话 现场所有师生眼睛瞬间瞪得滚圆 一个人 秒杀整个战神班 开 开玩笑的吧 那这人得有多强的实力啊 战神班前几天刚来他们学校踢馆 对于战神班的实力 他们可太清楚了 很多大二学长 都不一定能打得过战神班的新生 林凡却说 这人能秒杀战神班的新生 说实话 不少新生心底还是有着怀疑 不太相信楚云有这个能力 不过 据说韩珍珍有个哥哥 似乎是也在战神班 不知道这俩人熟强熟弱呀 正当大家心里浮现这个想法 韩金也终于找到了训练馆 走进训练馆第一眼 韩金就看到了 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韩珍珍 珍珍 你没事吧 韩金猛地冲了过去 然后大怒道 是谁干的 不知道我妹是帝都大学的转校生吗 你们赶出这么重的手 不怕引起两国争端吗 哟 这不是手下败将吗 原来你就是他哥呀 楚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韩金回头望了过去 当看清是楚云之后 瞳孔猛地一说 是你 楚云大方承认道 没错 是我 不过这可不能怪我 是你妹妹说要挑战我 而且 还是打出问题 不用负责那种 韩金沉默不语 这事儿 确实是他妹妹能干出来的事 要是换做别人 他一定会收拾对方 一顿替妹妹出气 但面对楚云 韩金有些恐惧了 训练营的那一幕 还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楚云根本不知道 他那天到底给多少学生 留下了阴影 而且 虽然楚云没有显露天赋 韩金却敏锐地从楚云身上 感知到了危险 这个人 似乎比之前更强了 应该是因为 秘境的历练 又得到了提升 你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 片刻 韩金抱起韩甄甄 丢下一句狠话 就直接离开了 其余师生看着这一幕 三观又被颠覆了 什么玩意儿 战神般的人都不敢跟他碰 难道林凡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一个人 秒杀了战神般的心声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林凡一脸苦相 默默叹了口气 这个男人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呢 没有天赋 却强得离谱 难道放弃天赋 主修体术 真的会比较容易变强 这一刻 林凡的内心 忽然有了些许动摇 一颗种子 已经悄然在林凡心中埋下了 就在这时 帝都大学的校长终于来了 老啊 你可真会给我找事 说好了切磋 你们怎么跟那个韩甄甄还碰上了 听着校长熟络的口气 怪物学院众人惊讶回头 难道校长跟帝都大学的校长 还真是认识的 王德发一脸无语 我说了 但是你们的人不配合啊 而且这小姑娘还主动挑事 不是我说 你们帝都大学 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帝都大学校长苦笑一声 摆了摆手道 有些事 你不懂 都是上面的安排 我也没办法 行了 别说没用的了 既然你来了 把你们学校的尖子声都喊出来吧 也算是 帮你们训练训练了 帝都大学校长听完这话 气得吹胡子瞪眼道 瞧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我们学校新生 没能拿出手的一样 王德发撇了撇嘴 你觉得呢 帝都大学校长 看了一眼楚云一行人 脸上顿时变得尴尬 好像 还真没有 真是奇了怪了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 骗到了这些好苗子 我们帝都大学的条件 不比你们那学校好得多吗 怎么就找不到这些好苗子 王德发黑黑一笑 这就是人格魅力了 你根本不懂 姜皮和陈大力文言互视一眼 嘴角情不自禁扯了扯 想想当初 他们入学的场面 跟人格魅力 有个地儿关系啊 没过多久 在班级主任的组织下 大二大三的一些尖子生 被带到了训练馆 当这些学生得知 让他们来 是跟人切磋 心里的火气 刷一下就上来了 前不久 他们刚被战神班虐了一次 这才几天就 有人来挑战了 真当帝都大学没人呢 就是你们要挑战 我们学校的尖子生 这些人最低都是 王级八阶巅峰的修为 大部分都是王级九阶 还有两个是皇级一阶的 这种阵容 放在全国 都属于很豪华的了 每个大阶段的最后两阶 提升起来都尤为缓慢 一般情况 大四的学生普遍在王级八阶 天赋好一点的学生 则是在皇级一阶左右 而更妖孽的学生 大学毕业 就能达到皇级五阶的实力 每个人天赋不同 付出的努力不同 机缘不同 自然结果也相差很大 而帝都学生质量 普遍要比标准线好一些 大二大三尖子生 就能达到王级九阶 大四更是轻松突破皇级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挑战我们帝都大学了 当你们也是战神班了呀 帝都大学的学生不停放着狠话 因为他们心里有怨气 怪物学院这边则是完全不鸟 随便他们怎么说 很快 两边的切磋正式开始 而这个时候 连续被皇级强者虐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怪物学院这边 实战能力都太强了 虽然两边实力相差无几 甚至帝都大学那边还要略胜一筹 可每一场比赛都是压倒性优势 全是怪物学院这边获胜 看到这一结果 帝都大学一众师生 再一次变得怀疑人生 这几天下来 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 帝都大学是一流大学了 特么谁家一流大学的学生 天天被人虐啊 第八十章 全国狩猎大赛名额 王德发的计划 老张 你们学校之间的生也不行啊 眼前这个结果 跟王德发预料的差不多 别看前几天 楚云他们一直被暴打 但跟黄极的人对战 每一招都是致命打击 对实战能力的提升 可比那些花里胡哨的训练强多了 而这 也正是怪物学院的优势 别的学校 可没那么多黄极的教师 天天跟学生对战 当然 就算有 他们也不敢用 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 都有越阶战斗的潜力的 也不是所有的老师 都舍得对学生下死手 帝都大学校长张玄林文言 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道 放你娘的屁 我们学校的尖子生 早就去军队历练了 好了好了 不行就是不行 我们改天再来 王德发一脸嘚瑟 说吧 就要带着楚云一行人离开 张玄林抬手拦着道 行了吧 别装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 跟我来吧 嘿嘿 王德发搓了搓手 朝着楚云一行人 递了一个眼神 便跟着张玄林 离开了训练馆 楚云一众人满头雾水 不知道这俩老头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一行人走后 训练馆顿时爆发了一阵一轮 我靠 什么情况 那些人明明实力不如学长 怎么还能赢啊 那个光头也太离谱了 一拳就把学长干飞了 他是一拳超人吗 你们没发现 那个女生的天赋 也很恐怖吗 冰火双谢 这是哪儿的天才啊 不光是那个女的 我感觉另外一个 很高冷的那个 也是双天赋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妖孽啊 帝都大学的学生 一度怀疑人生 本以为自己学校的妖孽 就够多了 没想到 SSS天赋 在那群人眼里 根本不够看啊 至于大二大三 这些尖子生 就更怀疑人生了 被自己学校的天才虐 被战神班虐 就不说了 这又被外校的怪物虐了 我们还活不活啊 合着我们就是 妥妥的垫脚石呗 老王 你到底 是从哪儿找来的 这群好苗子 校长办公室 张玄林一脸郁闷地 看着王德发 王德发笑道 这个你别管 他们的潜力 肯定比普通的SSS天赋 要高就是了 张玄林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他确实承认 从刚才的对战就能看出来 眼前这群人 不但天赋卓越 实战能力 更是一个比一个强 唯独楚云比较特殊 让张玄林有些看不透 他一时间 竟然摸不准对方什么情况 刚才最后一场 楚云也比了一场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 纯靠肉体的一拳 直接打飞了 大三的防御天赋觉醒者 虽然其中有对手轻视的原因 但也不难证明 楚云的实力真的很强 哼 这小子你就别看了 他确实没有任何天赋 王德发看出了张玄林的心思 不由地说道 别说是张玄林 哪怕是他 都看不懂楚云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 楚云绝对不亚于 任何一个SSS天赋觉醒者就是了 都说天赋觉醒之后 体数没落了 但真正解开人体枷锁之后 孰强孰弱 还真不好说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得知这消息之后 他就第一时间让洛九幽 去带楚云和灵雪了 不过这也多亏楚蒙这小妮子 不然还真遇不到这俩妖念 张玄林收回目光 行了 说正是 你是为了全国狩猎大赛的名额来的吧 也是 也不仅仅是 王德发收起嬉笑的表情 也认真了起来 全国狩猎大赛 楚云几人互视一眼 脸上都有着疑惑 这东西在训练营的时候 好像听朱勇提过一嘴 但当时大家都没有太在意 王德发说道 我们学校很小 全校也就十个学生 全国狩猎大赛 我们肯定是没资格参加了 张玄林无奈道 所以 你们想借着我们的名义参加 也不一定非得是你们学校 王德发卖了的关子 但张玄林却是瞄懂 顿时骂道 滚吧 无耻这一块 你还真是跟当年一样 你是想看谁给的条件多 你借谁的名义吧 不过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全国狩猎的大赛 是国际性质的比赛 所有国家的大学生都会参加 听好了 是所有大学生 也就是说 一般学校派出的 都是大四的学生 他们几个 你确定能行 王德发摆了摆手道 这个你不用管 我自有我的安排 你就说考不考虑吧 事关重大 我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张玄林忽然沉默了一下 现在距离全国狩猎大赛 还有半年的时间 王级八阶到九阶 想突破到黄级 最少也需要半年 甚至一年 眼下这群人都是八阶左右 就算半年 他们能突破黄级 但全国狩猎大赛 聚集了各个国家的人才 普遍的学生实力 都在黄级五阶左右 有一年 更是出了一个 黄级七阶的妖孽 以碾压的姿态 夺得了当年的冠军 就凭眼前这几个人 想参加全国狩猎大赛 还远远不够啊 而且 张玄灵身为帝都大学的校长 可不觉得自己学校的学生很弱 他们学校大四的天才 已经在军队历练很久了 不出意外 应该有人 已经冲击黄级五阶才对 这个时候 想让他把自己学校的名额 让出去一部分 他可有点不太愿意 行 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这不是 还有半年时间呢 有的是时间考虑 说完 王德发就带着楚云 一众人离开了 张玄灵盯着一众人离开的背影 眉头紧皱 他到底是哪来的底气 王德发呀 王德发 就凭这十个人 你确定能跟战神般比吗 唉 摇了摇头 张玄灵也就不再多想了 这事 他确实得好好衡量一下才行 离开帝都大学 王德发一行人没闲着 直接带着楚云一众人 转头去了魔都大学 车上 王德发表情 郑重对众人说道 看来是我小瞧了 这些学校的实力 接下来去魔都大学 你们都给我敞开了打 都听到了吗 众人文言 精神都是一阵 虽然不知道 到底怎么个情况 但踢管打人 他们喜欢啊 第八十一章 卧龙凤厨 是真的被阿皮和大力 带入明白了 路上坐车的时间 王德发把全国 狩猎大赛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下 至此 众人才算是明白 此行的目的 搞了半天 我们是要借机下蛋啊 姜皮一脸的恍然大悟 估借 陈大力大叫一声 露出一副 我懂了的表情反驳道 什么借机下蛋 我们这叫做借副生子 众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卧龙凤厨 真是被他俩带入明白了 王德发黑着脸道 我们这就是合作共赢 全国狩猎大赛 每四年举行一次 国内每年的名额 基本都被战神班拿走了 尽管战神班 夺得过几次冠军 但战神班里边的人 你们也看到了 跟国外取得冠军 没什么区别 虽然冠军是国内的 但最后的好处 都用来培养国外的觉醒者了 其余流向国内的资源 比起头部资源 也算不上什么了 也就一个冠军的名头 比较有用 听完王德发这话 楚云忽然开口问道 校长 你跟战神班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还有 你为什么认识 帝都大学的校长啊 其余人文言 也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以前 大家从来没打听过 校长的八卦 但从今天校长 和帝都大学校长 聊天的语气来看 俩人应该是旧相识才对 王德发叹了口气 脸上似有些回忆道 这些事都是很早以前的了 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说 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实力 争取到合作的机会 见王德发布说 大家也就没有再问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来到怪物学院 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说不定 校长还真是什么 隐藏的老怪物呢 对了 校长 我哥哥姐姐 他们那一届冠军是谁的 楚蒙好奇问道 王德发想了一下 你说的 应该是楚琴他们那一届吧 楚云文言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当初他都没了解过 现在也挺好奇的 王德发回忆了一下说道 说道你们楚家 还真是怪物世家 楚琴 楚琳两个人碾压了同期 夺得了冠军 我记得当时他们还是大三 四年后的一期是楚男 楚昊和楚夏碾压了同期 不过他们是大四的时候 全国狩猎大赛是四年一期 基本上每个人大学四年 都会有参赛的机会 除非实力不达标 听完王德发说的 姜皮 陈大力几人 双眼都是一瞪 然后看怪物似的 看着楚云和楚蒙 感慨道 原来还真的有怪物世家啊 人家是祖传天赋 你们家倒好 直接祖传怪物 楚蒙翻了个白眼说道 我们家也是祖传天赋好吧 只不过天赋种类不同 但级别都是SSS级 当然了 楚老六是个意外 我都怀疑他 是不是抱养的 王德发也奇怪道 确实 我也考虑过这种可能 其余人更是齐刷刷 转头看向了楚云 楚云默默闭上双眼 表示并不想跟他们说话 不光是他们 就连他自己都怀疑过 他不是亲生的 不过 这显然不太可能 说话的时间 众人已经在 魔都大学门口下了车 进入魔都大学之前 王德发看了一眼司徒镇 问道 你要回家一趟吗 司徒镇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楚云几人看在心里 并没有说话 司徒镇跟他家里 应该是有不少故事的 唉 那走吧 王德发叹了口气 并没有多说 然后 直接带着众人 走进了魔都大学 这一次 倒是没那么多波折 一个电话过去 对方直接就安排得 明明白白的 不就是切磋吗 好的大学 从来不怕切磋 觉醒者 增强实力的道路上 更是少不了战斗 没过几分钟 魔都大学的校长 亲自来了 哎呦 我说王老哥 你还舍得来找我啊 在训练营的时候 我就该想到 是你才对 要不然 怎么可能还有 人叫出来这么优秀的学生啊 相较于张玄灵 这魔都大学的校长 苍雪峰姿态 就放低了许多 看起来挺善谈的样子 王德发看着对方 一副笑面虎的样子 撇了撇嘴道 行了 老苍 我不是来跟你客套的 走吧 一起去训练馆看看 磨一磨学生的实战能力 苍雪峰 嘿嘿一笑 没问题 说吧 一行人来到了 魔都大学的训练馆 比起帝都大学的布置 魔都大学的训练馆 要显得更空旷一些 一看就比帝都大学 多花了不少钱 与此同时 魔都大学的不少尖子生 也都准备好了 大一首当其冲的 就是司徒策 今年的训练营 如果没有战神班 和怪物学院 司徒策绝对是最耀眼的一个 只可惜 有了楚云的存在 司徒策就像是一个背景板一样 看到楚云的一瞬间 司徒策双拳 顿时紧握 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竟然是他们 大一尖子生 只有司徒策一人 其余则是大二大三的尖子生 他们都不认识 怪物学院的人 跟帝都大学那边一样 大四的尖子生 早早就去军队历练了 至于实力 也跟帝都大学差不多 普遍在王级 八阶九阶左右 校长 你这是从哪儿 给我们找的对手啊 好歹也找个 九阶巅峰的人来吧 其中一个尖子生 失笑着说道 作为学校的尖子生 每个人都有着傲骨 都觉得自己 可以越界战斗 现在既然找同阶的来切磋 实在是有些无趣 听到学生这话 苍雪峰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道 不要因为实力 小看他们 否则会吃大亏的 那学生撇了撇嘴 便不再说话 但从脸上的表情来看 应该是 完全没听进去 我靠 这人谁啊 这么能装 要不我先去干他试试 姜皮嘀咕着说道 陈大力道 要我说 直接让楚歌上去一条 全部拉倒 小红人一开 谁都不爱 反正校长 不是说了 要打得猛一点 我觉得也是 楚歌 你怎么说 说吧 两人齐齐望向楚云 其余人文言 也都看了过去 别的不说 楚云小红人状态 是真的顶 这种人 就应该一次 把他的膨胀 彻底打霉才行 见众人全都看着自己 楚云嘴角一扯 摊手道 校长说了 答面 众人齐齐无语 好好一个正常人 你哥这儿 拽什么小巴打鱼呢 不过 用小红人 对付这些人 确实也是 有些浪费了 万一再 把人家场地拆了 对方要求赔偿 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第82章 楚云 我说 如果在战场 你已经死了 没毛病吧 最终 第一个上去对战的 是司徒镇 而对方应战的 则是司徒策 这两兄弟 在训练营 对上过一次 那次是司徒策赢了 司徒镇输了 但楚云他们都知道 司徒镇那次 是明显留守了 而这一次 司徒镇并没有留守 一上场 就全力以赴 两分钟 胜负出来 司徒策 直接被司徒镇秒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 王级九阶 还有 你还没到皇级 怎么可能 就会天赋领域了 司徒策一脸 不可置信地 看着司徒镇 上次他王级七阶 还可以很轻松地 打败对方 如今 他王级八阶 反而打不过 对方了 这根本不可能 司徒镇面无表情地 看了司徒策一眼 与其平淡道 剑谷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 司徒家的仇 我会去报道 听到这话 司徒策神色骤变 浑身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但司徒镇并没有再去看司徒策 而是默默回到了 自己的位置 哼 不过是 仗着等级优势罢了 接下来可是我们的等级优势 这时 魔读大学 其中一名大二的新生 站了出来 等级优势 有个屁用 实力才是王道 这次怪物学院这边上去对战的是姜皮 既然校长说了 要干脆利落 所以 一开始姜皮都没藏住 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两个契约灵 嗯 竟然预兽系的天赋 只可惜你才王级 只有两个契约灵 对方表情稍微有了些许认真 预兽系的觉醒者 真正的蜕变是黄级之后 因为每个大等级 都可以契约新的契约灵 黄级之后的觉醒者 都是拥有三个契约灵的强者 而且 一出生 契约灵等级 就跟自身等级一样 拥有三个黄级的契约灵 吊打同级的觉醒者 基本是轻轻松松 但黄级以下 就不一样了 黄级的觉醒者 能发挥出来的契约灵实力 还是相对弱一点 所以 同等级觉醒者 面对拥有两只契约灵的觉醒者 一般都是五五开 但有一点 对方忽略了 那就是 姜皮的契约灵 可不是一般的 妖艳货色可以比的 小王八 喷它 小凤凰 高空用火弓 随着姜皮一声大吼 台上的小王八指 皆吐出一道 巨大无比的水龙 而小火鸡 却浑身冒着火 扑上着膀子 直接飞了起来 我靠 阿皮的小火鸡 什么时候会飞了 陈大力双眼一瞪 显然是被震惊到了 楚云一众人 也是一脸猛逼 仿佛见鬼了一样 真是没想到 姜皮的小火鸡 还真的惊化了 火鸡真特么变凤凰了 胡吃 就在众人 震惊小火鸡会飞的时候 空中一道 同样粗壮的火龙 从小火鸡嘴里 喷射出来 一水一火 对面那大二学生 直接原地就潮了 卧槽 这TM什么情况 刚才那是凤凰 你什么眼神 那明明是一只鸡好吗 可是鸡会飞吗 对啊 我还听到他喊的是凤凰了 这群人到底什么来路啊 怎么感觉 每个人都好强啊 魔都大学的学生 都忍不住小声议论起来 司徒侧听着周边的议论 心中大为震撼 楚云他们的实力 他是最清楚的 当初再训练营 他们明显 没有这么强的实力才对 这短短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因为秘境 司徒侧眉头紧皱 百思不得其解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楚云一行人 在秘境之中的提升 是逆天的 与此同时 魔都校长的脸色 也逐渐凝重了起来 别的学生看不透 他可是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学生的契约灵 都是变一种 老王 你这苗子 不错啊 王德发淡定地摇了摇头 这才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 两边的对战继续 虽然对方大二大三的尖子生 等级稍微高了一些 但还没有高到 无法一战的地步 所以 怪物学院这边很奇怪 就取得了胜利 期间 当这些人知道 洛九幽是三天赋 灵雪是双天赋 楚蒙更是王级 就有三个契约灵的时候 所有人都震惊麻了 就连莫读大学校长 沧雪峰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而这时 所有魔读学生的希望 都放在了最后一个学生身上 学长 就靠你了 其余人一脸苦笑 他们都没想到 除了战神班 竟然还有别人 能压他们一头 而这个别人 还不是帝都大学的学生 这让他们内心的优越感 一下子就崩塌了 那人睁开眼眸 眼底似乎有着 一丝电弧闪过 目前学校内的最高等级 王级久接巅峰 距离黄级 就差一步之遥 雷系觉醒者 柳峰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他才没有去军队历练 本来这次切磋 他是不打算来的 但听说前几天学校 被战神班虐了 所以 才跟着过来看看 没想到 还真遇到了一群不错的对手 你来吧 我只对你感兴趣 其余人等级太低了 柳峰走上比舞台 一脸高傲地指着司徒镇道 等打败了你 我再打败他们 司徒镇却是摇了摇头 看向楚云道 他才是我们这里边 实力最强的 嗯 他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 柳峰有些意外地朝着 楚云看了过去 从一开始 他就注意过楚云 因为怪物学院 所有人似乎都在 以楚云为中心交流 但发现 对方是个普通人之后 也就没再关注了 可现在 他不得不重新打量楚云 看着对方的表情 楚云就知道 他在想什么 看来 自己没有天赋这一点 还真是有点另类啊 不过没关系 被人忽略 才更安全的不是 下一刻 飞雷神发动 楚云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他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那人的身后 我说 如果在战场 你已经死了 没毛病吧 楚云轻飘飘的声音传来 台上那人 只感觉浑身的汗毛 都倒立了出来 一股良意 从脚底顺着后背 直冲天灵盖 他根本没发现 楚云是怎么瞬间 来到他身边的 但有一点 楚云说得很对 如果这是在战场上 他确实已经死了 第83章 校长对怪物学院 众人的要求 一个月提升到九阶 跟魔都大学的切磋 很快就告一段落 至于刚才的飞雷神 楚云并没有解释 根本没有人知道 楚云是什么时候 做的标记 留给他们一些悬念 挺好的 比起在帝都大学的时候 一行人出手 都果断了不少 所以 效果自然也是极好的 切磋结束 魔都大学的学生和老师 全都怀疑人生了 苍雪峰也是表情郑重地 望着众人道 谈谈 王德发面带微笑 还是你懂我 半小时后 王德发心满意足地 带着怪物学院众人 离开了魔都大学 不过 对于魔都大学开出的条件 他却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现在有优势的是他们 谁开的条件好 就借谁的名义参赛 他根本不怕没人答应 这群学校还是很在乎冠军这个名头的 只是 他要为自己这群怪物 争取到最好的资源 今天休息一晚 明天继续征战 王德发对着众人说完 就带着大家吃饭休息了 接下来的几天 怪物学院众人 全都奔波在踢馆各所大学的路上 慢慢的 不少大学都知道了 还有怪物学院这个学校 最后的时候 怪物学院已经被列为战神班一个等级了 所有大学的学生 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又加重了一块 而与此同时 各大学校的校长都陷入了沉思 能当上校长 自然都不是傻子 他们也知道怪物学院的目的 怪物学院这群人实力是挺强的 或许连战神班大一的学生都不是对手 但问题是 战神班也是会分大一到大四的 每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参加的都是大四的学生 尽管有些名校大四的学生等级 和战神班大四的一样 但质量差距可太大了 就凭这几个小家伙 半年时间 能比得过那群大四的战神班学员 可再想想自己学校 那些所谓的第一 确实不如这群人潜力高 校长 今天我们去哪里踢馆啊 一大早 姜皮嘴里吃着豆浆油条 含糊不轻问道 这连续几天的踢馆下来 众人的实力 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提升 虽然 是在虐人的路上 但还是有不少收获的 王德发喝了一口豆浆 缓缓说道 今天不踢馆了 拥有全国狩猎大赛资格的学校 我们都已经走一遍了 接下来 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下定决心 所以 听到王德发这话 众人齐齐扭头望了过来 走吧 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 吃过饭 一众人就上了车 约莫三个多小时后 大巴车在一处野外停下 一众人下车打量了一下四周 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校长 不是吧 我们又要去深山老林了吗 陈大力表情一苦 顿时有些心塞 这几天在大城市生活惯了 又长又直的高楼大厦 目不暇接 他们是真的不想 钻进去深山老林训练啊 王德发赏了陈大力一个暴力 没好气到 这都是为了你们能够变强 接下来的半年 我要你们最少都要达到 黄极三接以上 众人文言 双眼都是一瞪 黄极三接 校长 你开玩笑的吧 他们前阵子 之所以提升快 一是 王极前几个阶段 确实比较好修炼 二是借着训练营和秘境的资源 直接把等级冲上去了 这才导致处云他们几个刚入学的 等级瞬间就追上了落九幽他们 但到了八接九接的时候 提升就会很慢 尽管黄极前几接提升快 那也是相较于黄极八接九接的 而相对于王极 还是慢了许多的 正常人修炼 大学四年能到黄极就不错了 天才一点的 大四也就黄极二接三接的样子 所以 想在半年之内就把等级提升到黄极三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别人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对于你们 那可不一定 难道觉得 你们的潜力比战神般弱吗 听着王德发充满蛊惑意味的语气 众人的表情果然有了些变化 人嘛 谁还不喜欢听好话了 拉倒吧 就算我们潜力强 不玩命半年也够强 楚云的一句话 直接把所有人拉回了现实 其实楚云算过 如果给他秘境让他天天刷 他可以不停地击杀对应等级的凶兽 那半年时间 他是很轻松 就可以把四维属性 堆到黄极三接之上的 但其余人可不是挂笔 想要度过黄极到黄极这个阶段 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 甚至 不仅仅是努力 还需要很大的机缘才行 王德发看着楚云 倒是也不反驳 楚云说的没错 就算你们潜力强 提升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 接下来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众人浑身一震 奇奇望了过来 那就是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众人 我靠 竟然真的要玩命了 没给怪物学院众人缓冲的机会 王德发指着前面的山脉道 再往前 就是一片巨大的凶兽山脉 我要你们一个月之内 全部提升到王极九阶 听到这话 怪物学院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一个月 提升一级 对众人来说 其实并不容易 但司徒镇和楚云文言 则是松了口气 司徒镇本身就差一步 就迈进去九阶了 楚云则是早已经达到了 黄极的面板 可以说 已经满足要求了 然而 下一秒 王德发却单独看向 司徒镇和楚云说道 你们两个 最好给我九阶以上 朝着黄极冲 司徒镇心里一苦 他接下来也得完命了 只有楚云面无表情 他依然不慌 好了 现在 所有人出发 这段时间 我会在外围等你们 并不会出手救你们 所以 你们自己万事小心 虽然让你们完命练 但是也别上去白给 这山脉里 可是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听校长把这些话说完 众人也就搭拉着脸 朝着山脉出发了 虽然变强是他们想要的 但是他们不想 这么完命地变强啊 其实 突然发现 在学校挨揍 还挺舒服的 我觉得也是 唉 走吧 一个月 真是要命啊 第84章 可恶 又被楚歌装到了 刚进入山脉之中 众人就感觉 灵气浓郁了许多 不过 楚云倒是没什么感觉 他没有觉醒天赋 根本感觉不出来灵气 山脉外围 跟普通的森林外围差不多 只有一些低阶的凶兽 这些凶兽虽然没智商 但也都不傻 能感觉到楚云一行人实力不弱 所以 倒是没有不开眼的凶兽 袭击他们 而楚云他们 也对这些凶兽没兴趣 一直不停地朝着内部赶路 差不多前进了半天 天色见黑 落九幽对几人道 差不多了 要不就在这里修炼吧 这附近基本上 已经有王级七阶 八阶的凶兽出没了 再往前 晚上可能会比较危险 虽然大家普遍是八阶的实力 九阶凶兽 也有一战之力 黄级凶兽 也能看情况掰扯扯扯 但夜晚遇到凶兽群 还是会比较麻烦 众人点头 直接盘膝而坐 开始吸收灵气修炼 望着立马就进入 修炼状态的众人 楚云无奈怂了怂肩 随后 直接找了的地方 一屁股坐下了 别人修炼是靠灵气 而他修炼 则是靠不停地战斗 击败对应等级凶兽 可以获得属性点 以及熟练度 击败对应等级对手 也可以获得属性点 以及熟练度 不过 由于楚云现在的四维属性 已经达到黄级水准 所以 面对黄级的对手和凶兽 奖励已经没那么多了 哪怕是这几天 这么多大学切磋跑下来 楚云的提升 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还好系统 没按照等级定位 如果按照等级定位 现在我的等级是虚高的 那我可找不到 那么多黄级三级的凶兽 楚云暗自嘀咕了几句 觉得无聊 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睡梦中 楚云忽然觉得 耳边响起了一阵 颇有韵律的声音 楚云便发现 眼前出现了一个 类似精灵的东西 此时那精灵正挥舞着翅膀 飞舞在众人中心的位置 一道道光运自他身上散发 逐渐扩散到怪物学院众人周边 楚云又扫了一眼其余人 全都双眼紧闭 表情带着些许幸福 又是幻术 楚云忍不住嘀咕一声 没想到刚修炼 就遇到了精灵系的凶兽 而且还是幻术天赋 就在这时 那精灵似乎注意到了 楚云并没有被催眠 楚云的瞬间 阅读瞬间发动 下一瞬 那精灵直接面露痛苦 直挺挺从空中摔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洛九幽几人的幻术 瞬间解开 小心 有幻术系凶兽 刚睁开眼 洛九幽就喘着粗气说道 其余人额头也都带着冷汗 心中有着后怕 他们刚才其实意识到了幻术 但根本挣脱不出来 不过 下一刻 他们就发现 面前躺着一个精灵系的凶兽 再一看楚云没事人的样子 几人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我靠 楚哥 你没中幻术 江皮第一个凑了过来 陈大力也好奇道 楚哥 我能问下你精神属性 大概在多少吗 也太变态了吧 其余人文言 也都好奇地忘了过来 他们也发现 楚云的思维属性 似乎过于高了 楚云耸了耸肩 随口道 不高 也就一千多吧 你妈 众人嘴角齐齐一抽 又被他装到了 林雪忽然惊讶地张着小嘴问道 楚云 你升到黄吉了 他们现在黄吉八阶 根据实力换算 属性其实普遍在四百多左右 好一点的在五百 正常情况 黄吉九阶 也就是六百左右的属性 突破一千 少说 也是黄吉一阶了 就像红浩 目前三头狼完整形态 其实是可以短暂 发挥出来黄吉的力量的 但是单纯的力量 比起黄吉对应的技能 肯定还是差了点威力 至于具体衡量方式 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标准 毕竟每个人潜力不一样 我又没有灵气 其实我也不知道 现在实力在多少 不说这个了 先把这寿金取出来吸收了吧 楚云没在这话题上多说 毕竟他的实力 提升方式有些离谱 幻术系的寿金 落九幽和楚蒙最合适 大家都是自己人 倒是没什么好推脱的 最后 寿金是给了落九幽 既然是奔着全国狩猎大赛去的 落九幽的第三个天赋后变 或许会起到奇效 所以 吸收对应的寿金 总归有一些好处 只可惜 对于王极八阶的他来说 同阶的寿金起到的作用 很小 但聊胜于无 十几分钟后 落九幽吸收完了寿金 有了刚才的前车之剑 众人决定 让楚云给大家守夜 以防再遇到 被幻术系凶兽突袭的情况 对于此 楚云虽然想反抗 但不用吸收灵气的他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随便击杀了一头凶兽 扛回来上火烧烤 吃饱喝足 一众人继续修炼 楚云则是帮大家守夜 为了一个月之内能突破一阶 大家也算是真的开始完命修炼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一众人几乎都是 在这种枯燥的生活中度过的 山脉之中 不好找黄极凶兽 所以 楚云一行人 白天就瞄准八阶和九阶的凶兽猎杀 然后取出寿金 晚上的时候 则是吸收寿金 潜心修炼 眨眼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小凤凰 给我冲 哎走位走位 上钩了 学姐 看你了 兵精牢笼 开门 放大力 陈大力嘴角一歪 光头赠的一亮 看起来想得土匪似的 随后挥舞着拳头上去 不忘吼道 这一拳 二十年的功力 你顶得住吗 哄 一套流畅的配合结束 一头九阶的岩石蜥蜴 被众人合力击杀 这么多天的磨合下来 众人的配合 愈发的流畅了 现在遇到九阶凶兽 基本上一分钟之内 可以解决战斗 牛蛙大力 现在拳头越来越硬了 众人忍不住夸奖道 陈大力谦虚道 哪里哪里 还是灵学姐配合得好 不过 比着楚歌 我还差得远呢 楚云微微一笑 一副高人姿态道 嗯 你知道就好 众人 可恶 又被你装到了 不过 楚云是真有这个实力装卑卑 自从知道楚云属性破迁之后 这几天 大家细心观察了一下 比起上次去秘境 楚云是真的越来越像人形暴龙了 一拳下去的破坏力 简直不是正常人可以衡量的 期间 楚门还用自己的契约灵巨龙试了试 最后结果却是一句 抱歉 打扰了 走了 继续出发 这边凶兽好像越来越少了 不行 我们再往里走走吧 反正还得半个月再出去 就在众人商议接下来计划的时候 陈大力却忽然道 嘘 小点声 有人来了 第85章 偶遇野外秘境 天上真会掉馅饼啊 众人躲在陈大力的空间之中 几分钟后 一个识人小队缓缓走了过来 奇怪 明明就是在附近 怎么找不到了 人群中间一个红衣女子柳眉微醋 不解地说道 玄机 那女子环顾四周 难难道 而且 我怎么觉得附近 好像有人 楚云一行人文言心中 顿时大惊 他们竟然被人发现了 这怎么可能 一时间 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甚至还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小姐 我们还是先找到野外秘境入口吧 您的感知从来没有出过错 会不会是因为空间还不稳定 这时 其中一人恭敬说道 红衣女子文言点了点头 不再关注周边 而是面路思索道 也有可能 那我们就再找找吧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我能感觉到 是一个小型秘境 对我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机缘 说吧 一众人不再停留 匆匆忙忙便离开了 半晌后 确定一行人走远 楚云几人 也从陈大力的空间中出来 一出来 姜皮就震惊道 我靠 大力 什么情况 你的空间隐蔽性 不是连黄级的人都发现不了吗 是啊 刚才那人什么来头 怎么发现我们呢 众人文言 也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陈大力摇了摇头 一脸迷茫 我也不知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人发现呢 楚云回忆着刚才那群人的对话 忽然说道 或许 那人跟大力一样 众人看了过来 脸上带着疑惑 楚云解释道 我是说 他应该也有感知空间的天赋 你们还记不记得 他们刚才 好像说什么野外秘境 陈大力立马接话道 对 其实这几天 我也感觉到了 但是那种感知若有若无的 我就没怎么在意 现在看来 好像是有什么秘境 要出现了 众人一听 都是有些激动 如果真是秘境的话 那对于他们来说 可又是一个大机缘 要知道 秘境只有第一波 资源才是最丰富的 国内但凡有秘境的出现 都会被官方第一时间层层控制 如果是一些大型秘境还好 没有官方开荒 一般人进去 还真是送菜 但如果是小型秘境 那对于普通的觉醒者来说 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片刻 众人互视一眼 全都看向了大力 是时候发动好狗 引路人的作用了 嘿嘿 交给我 你们放心 如果真有秘境形成 我绝对比他先找到秘境入口 大力黑黑一笑 这种事儿 当然是他最在行 而且 当初怪物学院校长 就是看上了这一点 才让他进来的 至于突破王级之后 大力的新天赋技能 是产生大力水 完全是意外之喜 半天之后 一众人已经在山脉附近 转悠了好几圈 终于 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目的地 陈大力面带疑惑 奇怪 刚才还在这儿 怎么又没了 跟那红衣少女一样 他们也又一次错过了 看来就是因为 还没形成的原因了 估计还不稳定 众人叹气道 连续几趟跑空 已经让他们 有点没耐心了 而就在这时 陈大力忽然眼睛一亮 猛然转头看向某处 这次绝对没错 几分钟后 众人又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而这一次 陈大力没有 再让大家失望 与其之中 抑制不住的兴奋 就是这儿了 稳定住了 你确定 我们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众人满头问号 正常秘境入口 是可以看到空间波动的 起码会有个漩涡之类的 但眼前 却是一片空气 什么都看不出来 陈大力 笑着摇了摇头 露出了一副董哥的表情 说到空间方面的问题 他就比较有话语权了 只见陈大力 轻壳两声 一副指导的语气道 你们懂什么 虽然空间已经形成了 但是还没彻底暴露 现在想进去 只有直接通过空间进去 不然就只能继续等 没想到天上 还真能掉馅饼啊 看来我们就是 主角团没错了 估计 话巴大喊一声 陈大力就迫不接待 开辟了自己的空间 下一瞬 新开辟的空间 和秘境通道 缓缓连接 众人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漩涡波动 牛啊 大力 走走走 快进去看看 什么情况 说着 一众人直接走了进去 而就在一众人消失之后 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也找了过来 终于找到了 这次好像彻底稳定住了 接下来我们就等 逆境通道出现就好了 红衣女子语气之中 有着一抹 难以掩饰的激动 其余人也都松了口气 恭喜道 可以提前恭喜 小姐迈入黄级了 现在高兴 还为时过早 你们快去周边 守着 别让别人发现了这里 红衣女子平复了 一下激动的心情 谨慎提醒道 哈哈 小姐肯定是多虑了 除了您 还能有谁能发现 这种野外 刚形成的秘境啊 以防万一 还是要谨慎一些 小姐放心 我们一定守好周边 不让任何人你踏足 另一边 怪物学院众人 经过通道 已经来到了秘境之中 入眼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高高的太阳挂起 晒得整个空间 都有些虚无 我去 上次是寒冬 这次是沙漠 这秘境也太邪乎了 陈大力吐槽道 不过 大家也都知道 秘境之中的一切都是随机的 楚云扫视了周边一周 开口说道 这好像就是一个 简单的小型秘境 这种秘境 有点像副本类型的 应该是 需要我们闯关吧 落九幽说道 楚云点了点头 笑道 看起来像是 看来一个月内 完成校长的要求 有机会了啊 秘境的内容 其实有很多种 有类似游戏副本的 有类似大考那种 床塔类型的 也有上次训练营那种 自由探索的 总之 秘境的背后 一切都是随机 而眼下这秘境 似乎只是一个 简单的小型凶兽秘境 换句话说 就是单纯送经验的 只要不停地击杀凶兽 到最后 就可以转化为灵器 提升实力 嘿嘿 那我们还等什么 直接开干吧 就在众人话音落下 前方的沙漠底下 忽然开始钻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凶兽 哄 一个巨大阴影落下 不少刚落头的凶兽 直接被一个巨大的兔子 压了回去 只见楚蒙 嘿嘿一笑 直接又召唤出来了 巨龙契约灵 嘿嘿 白送的灵器 我可要抢先了 第八十六章 秒杀 秒杀 秒 这次秒不掉了 随着楚蒙率先动手 其余人 也都跃跃欲试了起来 这种副本秘境 一般都是看击杀的凶兽总数 来结算灵器 所以 能多击杀一些凶兽 最后就能多获得 一些灵器 转化为自己的实力 而且 这种秘境的奖励 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可以放心大胆地吸收 吼 虽然一大片凶兽 被巨大化兔子 压了回去 但另一边的凶兽 又从地底钻出来了 一群类似木乃伊的僵尸 成群出现 嘶吼着 朝众人包围过来 这玩意儿 看起来真恶心 姜皮撇嘴吐槽一声 直接让小王 扒一个水龙 喷了过去 哇 几乎是瞬间 一大片僵尸 就被消灭了 秒杀 姜皮说道 第一波好像不强 估计在王级五阶左右 林雪道 这种副本 也不知道有没有数量限制 一共有多少怪物 说着一个冰霜领域 扔过去 僵尸们的速度 立马下降了不少 不知道 不过这等级的凶兽 就是宋菜 先打了再说 楚云回了一句 随后也直接掏出王拳剑 冲了上去 这种副本 对楚云来说 也是会有一些奖励的 就算最终奖励的灵器 没有用 击杀怪物 也能获得不少属性点 片刻 一柄金黄色巨剑 轰然落下 沙漠表面 瞬间出现了一道 深不见底的裂缝 而冰霜领域中的凶兽 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还是秒杀 下一刻 众人不再说话 全都专心致志的 击杀不断出现的凶兽 这个时候 众人最近的配合 就显现出来了 虽然秘境不停地 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凶兽 但每一波 都能被识人 行云流水般地 配合轻松消灭 这种配合下 每个人消耗 都要比之前小伤许多 简直可以说是 持久战必备 很快 第七波凶兽出现 怪物的等级猛然提升 竟然是一群 亡极九阶的凶兽 小心了 这一群可秒不掉了 楚云提醒了众人一声 同时也开启了金门 浑身开始冒蓝光 陈大力看了一眼 有些羡慕到 哎 要是我也能 浑身冒光就好了 说着 陈大力蹲蹲蹲 又喝了一瓶大力水 浑身再次充满了力量 现在的他 只想大吼一声 就算老子不冒光 我也能打十个 这沙漠 防御极高 全都打过去 可能没什么用 还是我们先上吧 洛九幽说了一声 直接开启了 九幽雀兽化状态 下一瞬 无数九幽明火 自他身上暴射出去 同一时间 灵雪开始使用 自己的火系天赋 对付这种凶兽 火明显示最好的手段 嘿嘿 小凤凰 看你的了 江皮黑黑一笑 直接操控着 小火鸡开始战斗 下一瞬 小火鸡就跟变身了似的 浑身火焰生腾 像是要升天进化一般 到最后 小火鸡喷射的火焰 竟然形成了 一个凤凰的虚影 楚云瞥了一眼 陈大力 忍不住吐槽道 阿皮 鸡就是鸡 你搁这儿 凹造型不费劲吗 江皮翻了个白眼 这叫做气势汹汹 还别说 刚开始沙漠鹅 看到小火鸡 明显有些不羡 而现在 看着那火焰凤凰虚影 还真是变得谨慎了起来 吼 随着领头 那沙漠鹅大吼一声 下一刻 所有沙漠鹅疯了似的 朝着众人冲刺而来 密密麻麻的鳄鱼群 不由得让人一阵头皮发麻 咒虎 楚云低喝一声 早已经酝酿好的攻势 猛然发动 拳头上 被压缩成虎头的空气泡 轰然爆射出去 哄 哄 哄 一大片鳄鱼群 瞬间被掀飞 滚落在几十米开外 不知死活 我靠 楚哥 你是真变态啊 众人不禁再次感叹 楚云的战斗力 明明是王级九阶的凶兽 楚云依然能做到 秒杀一片 其余人 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虽然他们 也能爆发出九阶 甚至皇级的战斗力 但也仅仅是针对 一对一比较好用 一旦面对这么多凶兽群 伤害多少有些被分散下滑 不过 虽然无法像楚云那样 秒杀那么多 一个人解决三五只 还是不成问题的 毕竟这些凶兽 还是王级 智商高不到哪去 这一波战斗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众人才解决 所有凶兽 而此时 陈大力和姜皮 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 灵雪 落九幽 楚蒙三个女生额头上 也开始出现 斗力大小的汗珠 楚云开口道 按照目前的情况 估计还有三波 而且可能是皇级的凶兽 如果依然是这么多的凶兽群 那我们接下来 可能就悬了 以楚云现在的实力 开了死门 可以持续十五秒的时间 按照属性推算 皇级四阶以下的凶兽 楚云应该都可以解决 但如果是四阶以上 就很难做到秒杀了 除非可以借用 死门加成四围的情况下 使用别的技能 司徒正说道 这种秘境 要么战斗到最后 要么一无所获 直接离开 如果真是那样 我们可能要撤退了 众人文言心中都是一探 战斗了这么久 却要放弃 实在是有些可惜 但如果真像楚云说那样 遇到皇级的凶兽群 还真是麻烦了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第八波的凶兽出现了 跟大家预料的一样 是皇级一阶的凶兽 但数量却只有三只 这下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三只皇级一阶 众人还是可以解决的 先打了再说 说不定后边只剩两波 一个是两只 最后是一只呢 楚云推算了一下 安慰众人道 大家一听也是这个道理 毕竟是个小型副本秘境 如果太变态 确实有些离谱 左边的交给我 右边的你们解决 司徒震淡淡说了一声 直接就持剑冲了上去 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只皇级一阶的凶兽 还是有胜算的 那中间的交给我们吧 落九幽 灵雪 楚蒙三个女生健壮 直接看向了中间那只凶兽 江皮看了看最右边那只 说道 楚哥 右边这只交给我们几个吧 你就休息一下 如果后边 真是咱说的那样 就交给你了 楚云点了点头 没多说什么 只要后边两波 不是很变态 他一个人 确实可以解决 不过 交给你们可以 但最后击杀要交给我 众人文 也点了点头 这倒是无所谓 而楚云 则是有些期待地 看向了自己的面板 马上接近 一千二百的思维 不知道 这次会有什么新的加成啊 第八十七章 楚云 这个时候还泡妞 出去我就告诉爸妈 力量 一千一百九十七 敏捷 一千一百三十二 精神 一千一百五十 耐力 一千一百九十 楚云扫了一眼 自己最新的思维面板 心里愈发的期待了 三只黄极凶兽 不管是奖励力量属性 还是耐力属性 都可以获得新的加成 不过 楚云最渴望的 还是耐力属性 因为只有耐力属性加成的 是奇门盾甲相关的负面作用 很快 落九幽三人那边 率先结束 眼看那黄极一阶的凶兽不行了 楚云利用提前做好的标记 一个飞雷神过去 然后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瞬间 那凶兽便倒地消失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平平无奇熟练度提升 运气不好 这一次没触发暴击 还没获得属性加成 叹了口气 不过没关系 还有另外两只 几分钟后 姜皮 陈大力 胖子那边也解决了 同样是楚云给他最后一击 为了怕使用技能 会影响击杀奖励 楚云这一次 刻意只用了肉身的力量解决 碰 蕴含着一千多力量 属性的一拳下去 那凶兽瞬间就被击杀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剑法精通熟练度提升 你马 楚云瞬间黑脸 平常不期待的时候 属性奖励卡卡的 现在就差那一点属性奖励 偏偏值奖励技能熟练度 楚云欲哭无泪 他忽然觉得 自己身上技能多了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了 蒸蒸 一声剑鸣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抬头看去 原来是司徒镇那边 也要解决了 楚云 你来吗 司徒镇回头问道 楚云本想放弃 但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 我来吧 话罢 他也懒得过去了 直接拔出王拳剑 同时使用了无想的意见 咔 凶兽瞬间被秒杀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就在楚云已经放弃 获得属性加成的时候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属性加十 叮 恭喜宿主 获得耐力属性加十 我靠 楚云双眼猛地一瞪 旋即 内心狂喜 他妈的真不容易啊 两道提示声之后 又是两道声音响起 叮 恭喜宿主力量属性 到达1200 获得加成 震动之力加强 叮 恭喜宿主耐力属性 到达1200 获得加成 可以八门之躯 使用其余技能 限时 五秒 终于来了呀 听到最后一个奖励 饶式楚云 呼吸都不禁急促了起来 以八门之躯 使用别的技能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 已经可以在死门状态下 拉满五秒的战斗力了 别看只是短短五秒 足以改变整个局面了 楚云 你没事吧 看着楚云忽然间的变化 灵雪第一个上来关心道 楚云回了回神 白手道 没事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对了 楚哥 你为什么要击杀凶兽啊 有什么说法吗 姜皮和陈大力好奇道 其余人也都忘了过来 他们确实也发现 楚云挺热衷于最后一集的 楚云随口道 这还用问 当然是为了明目张胆 抢人头呗 这特么是什么癖好 楚蒙嘀咕道 楚老六可真不愧是楚老六啊 没在这个话题上过多解释 第九波的凶兽已经出现了 等级大概在黄极二阶 跟众人推测的一样 但数量却不是两只 而是少说几十只 我靠 这么已经疯了吧 几十只黄极二阶 这怎么打 众人眼睛一瞪 脸色都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 楚云嘴角一扯 也有点蛋疼 本以为最后两波 会是数量减少 等级增加的方式 却没想到 秘境不讲武德 凶兽等级增加了 数量也增加了 不过 这也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 最后的灵气奖励 会异常的庞大 前提是 他们能杀到最后 林雪一脸担忧地望着楚云 楚云 这么多黄极二阶凶兽 就算你开启小红人状态 也不行吧 实在不行 我们就撤退吧 落九幽咬了咬红唇 明显有些不甘心 但大家都不是傻子 相较于最后的奖励 小命才是最重要的 操 没想到到头来 给别人做了嫁衣 红浩忍不住怒骂一声 这种一次性的 野外小型秘境 只有一次通关的机会 前几波怪物被众人击杀 如果大家现在退出去 后边来的人 只会从这一波开始 当然 就算他们过去 奖励也会大打折扣 因为只有最后两波了 至于楚云他们前面的击杀 属于是无用功了 楚云想了想 说道 不到最后 还有机会 我们杀了这么多 不能就这么走了 可是 林雪还想说什么 楚云忽然抬手摸了摸林雪的头 笑着说道 放心吧妮子 我心里有底 被楚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忽然这么亲密 林雪瞬间小脸通红 哦呦 姜皮沉大力 几人大声起哄 林雪小脸顿时红得更厉害了 低着头不敢看人 气 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心思泡妞 等出去 我就告诉爸妈 楚门很不开心的撇着嘴嘀咕一声 落九幽见状凑过去道 萌萌 你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有吗 没有吧 楚门哼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 安慰好林雪 跟众人交代了一声 楚云便一个人朝着那群凶兽走了过去 刚才的战斗结束 其余人已经没多少战斗力了 接下来 只有靠楚云自己 能杀完 就能获得奖励 杀不完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 吼 见楚云朝着他们走来 各种各样造型的 凶兽齐齐大吼一声 也都朝着楚云冲了过去 而楚云面对这些凶兽 却是不慌不忙 从容开启了金门 瞬间 楚云浑身被蓝色的光覆盖 虽然气门状态下 对四维属性的加成比较小 但也足以让楚云的战斗力 提升不少了 哄 再次加强过的 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咔嚓 空中瞬间出现 蜘蛛网般的裂缝 朝着四周急速蔓延 这次的范围 比起之前 几乎是翻倍增加 转眼时间 眼前一片空间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裂缝 看起来就好像 秘境的空间 都要被捶烂一般 我去 楚歌这一拳 是要捶烂这秘境吗 身后众人眼睛瞪的滚圆 都被楚云这一拳震撼到了 然而 只可惜 金门的加成 还是太少了 面对这一群 黄疾二阶的凶兽 伤害还是有些不够看 第88章 剑术精通提升 第九波全部消灭 终于到最后了 如今 金门状态下的楚云四围 大概是翻了三倍 各项属性 大概都在三千多的样子 这个标准 差不多对应 黄疾二阶到三阶之间 尽管楚云身上的技能 都比较变态 但没有碾压般的等级压制 这一拳下去 对凶兽群造成的伤害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说到底 还是凶兽群太多了 呼 楚云深吸口气 目光凝视着眼前的凶兽群 黄疾以上的凶兽 防御果然提高了太多了 但现在还不能开死门 死门是用来解决最后一波的 好在 王拳剑的加成 对所有等级的凶兽都有效 片刻 楚云收起拳头 心里也是有了主意 刚才他也就是试试 加强之后的 平平无奇的一拳威力如何 拿出王拳剑 顿时一股 具有压迫感的气势 从楚云身上爆发出来 凶兽群感受到这股剑意 一个个都低声嘶吼了起来 王拳剑可以引动天地之气 使用天地一剑 这种是对凶兽伤害最大的 而且 有了剑神领域的加成 楚云使用剑术 造成的伤害会更高 此时的他算上所有加成 单独对这些凶兽而言 实力应该是在三阶左右了 超过一阶的实力碾压 能造成的伤害就很可观了 只可惜 这剑神领域的范围 目前只有一米 司徒镇对剑意感觉最敏感 发现了端倪 肘眉道 楚云一米范围内 剑意很强 一米 众人嘴角一扯 有些无语 一米的范围还没剑长吧 司徒镇 这也是他奇怪的地方 觉醒剑系天赋的人 黄极之后都会领悟剑气领域 但根据个人见到不同 领悟的领域也不同 当然 有些妖孽的天才 可以提前领悟领域的能力 比如 韩金 再比如司徒镇自己 韩金属于偏向杀戮死亡之类的 而司徒镇 就是单纯极致的剑气 虽然只有一米 但如果可以近身 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楚云暗自嘀咕一声 下一瞬 直接使用了武装色霸气包裹全身 这么一来 他身体的防御 可以提升到最高 看着冒蓝光的楚云 忽然变成了小黑人 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靠 楚歌又变身了 什么情况 楚歌到底有多少形态啊 小赖人 小红人 小黑人 我递个乖乖 楚蒙望向灵雪问道 灵雪姐姐 你知道她 这是什么情况吗 灵雪有些担心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见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楚云已经只身冲进了凶兽群 有着凌波微步的加成 楚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凶兽群之中 虽然凶兽张牙舞爪地扑向楚云 但并没有对她造成任何伤害 扑哧 扑哧 楚云手起剑落 剑神领域之内 击杀凶兽就像是割草一样简单 天地一剑 趁着空隙 楚云更是放了大招 那丙金黄色的巨剑再次从天而降 无数凶兽瞬间被砍成重伤 黄极二阶果然不一样啊 楚云见天地一剑没有秒杀凶兽 脸上也是有着惊讶 不过 不重要 灵波微不过去补刀 一剑 击杀 叮 恭喜宿主获得剑术精通熟练度提升 叮 恭喜宿主触发暴击 熟练度大幅度提升 扫了眼最新的属性面板 楚云微微有些惊讶 剑术精通竟然快38%了 剑术精通是系统解锁的技能板块 每突破10%也会获得新的加成 达到100%更会解锁新的能力 想到这儿 楚云咧嘴一笑 开启了乱杀模式 杀完这波凶兽群 说不定能提升到40%呢 天地一剑 无想的一剑 看见 去死 在楚云的各种技能配合下 黄极二阶凶兽群 虽然没有被秒杀一片 但数量却是逐渐减少 而这时 其中一个领主 似乎感觉到了危机 好 在领主凶兽的带领下 所有的凶兽眼睛开始泛红 体型忽然暴涨 显然是进入了暴走形态 暴走了吗 楚云后退几步躲开几只凶兽的攻击 随即表情也正中了起来 一只凶兽暴走 他可以轻易解决 一群凶兽暴走 就有点难搞了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声娇和响起 紧接着楚云 就见面前的凶兽周边 出现了一片寒霜 寒霜之下 凶兽们的行动明显减缓了不少 楚云 我帮你减缓他们的动作 凌雪咬着牙 加入了战斗 这个时候 凌雪兵系天赋的控制作用 要大于输出作用 与此同时 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天而降 楚云也跟了上来 老哥 我们还能再顶一顶 虽然我们打不过 但是能侧边骚扰 之后 司徒镇 洛九幽 红浩 江皮 陈大力等人 也都陆续冲了上来 楚云笑了笑道 扛过去这一波 下一波 我自己绝对可以解决 说吧 楚云直接拎着王拳剑 冲了上去 有了大家的加入 虽然对战局改变不大 但确实分担了一些 楚云的压力 扑哧 在又击杀一只凶兽之后 楚云脑海中 再度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叮 恭喜宿主剑术 精通达到百分之四十 剑神领域范围获得提升 当前范围五十米 听到这道声音 楚云眼睛猛地一亮 比起一米 这五十米 才是真正的领域能力啊 你们都退开 剩下的交给我 楚云忽然大喝一声 其余人闻言 也都陆续后退 对战黄极二届的凶兽 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太有压力了 片刻 众人就见楚云 忽然凌空而立 一股更加强势的剑意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而刚才 足有一米的领域 瞬间扩大到了五十米 这股剑意 怪物学院 众人感受到这股气势 浑身都是一阵 明明刚才还只是 周身的范围还这么强 现在竟然扩大了这么多 姜皮一阵震惊 喃喃道 楚哥不会又提升了吧 废话 这剑意感觉 都要超过司徒学长了 这次秘境 能过了 陈大力激动道 与此同时 那群凶兽 似乎也感知到了危险 开始疯狂向着四周逃窜 楚云嘴角一笑 想跑 可没那么容易 下一瞬 天地之力再度被牵引 在空中缓缓凝聚成一柄长剑 随着楚云操控之下 秀 常剑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急速下坠 然后掠过凶兽群 凡是被常剑接触的凶兽 全都如稻草一般 瞬间被切割成两半 眨眼间 第九波所有的凶兽群 全部解决 终于 要到最后了 现在 可以试试火力全开的感觉了 楚云收起攻势 喘了口气 这第十波 他反而不那么担心了 除非 第十波之后 还有第十一波 那就彻底没得完了 到时候 他可是会骂娘的 第八十九章 完全提楚云 无限阅读在线 黄极四阶凶兽 就这么被秒了 所有人注视下 第十波的凶兽 终于出现了 或许真的是最后一波 这次的凶兽出现的速度 比这之前慢了不少 多多少少 都有点主角 最后登场的那味了 我靠 这群凶兽还挺能装啊 这么久还不出来 江皮和陈大力 瞪着眼看了好大一会儿 只觉得眼睛都酸了 然而 楚蒙却是表情正重道 好像有点麻烦了 数量很大 他让幻蝶飞过去查看 隐隐约约看到了远处不停滚动的沙漠表面 像急了凶兽朝来临的前兆 落九幽皱眉道 我们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 楚云体力消耗也很大 如果数量又增加 还能过去吗 不好说 众人闻言心都是凉了一截 江皮吐槽道 这秘境什么情况 第八波只有三只凶兽 这最后两波也太变态了 都精神点 情况不对 就准备跑路吧 胖子提醒众人道 终于 远处的凶兽来到了跟前 思思 一个巨大的舌头 忽然从沙漠里突然窜出 思思吐着杏子 冰冷且不包含任何感情的树童 紧紧盯着楚云 仿佛在看待一个即将到手的猎物 而在他的身后 同样有无数只小蛇 从沙漠底下钻出 但这小蛇 也是仅仅针对于领头这只而言 如果是对于正常人来说 这已经算得上是巨蛇了 我靠 我们这是捅了蛇窝吗 后方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惊叫出声 林雪表情难看 当即就想站起来去拉回楚云 不行 这么多蛇群 楚云根本对付不了 林雪姐 别急 楚哥还没动呢 他心里有数 江皮拦住了林雪 现在大家的状态都不好 冲上去只是给楚云添乱 至于楚云能不能打得过这群蛇群 得看他的小红人形态了 从这蛇群的气势来看 得有黄极四阶了吧 红浩几人咽了咽口水 额头都是有着冷汗流下 黄极八阶的他们 在黄极四阶的凶兽群面前 简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可比上次 那黄极三阶的冰金石头人 有压迫感多了 问题他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 嘶嘶嘶 蛇群不停地吐着杏子 像是要撕碎眼前的猎物一般 楚云看到这架势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不过 很快 他就平复下了心情 黄极四阶 还在应付范围之内 如果是五阶或者更高 恐怕就没机会了 开启死门 楚云能在五秒内 获得五阶完全踢的力量 以及十秒纯粹八门体数的力量 所以 这一波能不能过去 关键就是 五秒内能不能秒杀这蛇群了 黄极四阶的蛇群啊 楚云舔了舔嘴唇 眼神逐渐变得火热 他也很想知道 完全踢的五阶是什么感觉 你们几个 全都闭上眼界 接下来交给我了 远处的怪物学院 几人听到这话 似乎想了什么 一个个脸色都是大变 卧槽 楚哥 难道又要用上次的幻术了 那幻术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还没看到过呢 看个屁 看完命都没了 可是楚云 现在撑死黄极一阶的实力 能控制这群四阶的吗 这不好说 他的精神力 应该比这正常人要高一些 行了 快别说了 赶紧闭上眼吧 想起上次那恐怖的幻术 一众人全都齐刷刷 闭上了眼睛 虽然对这幻术很好奇 但想想 那可以让人流失生命力的后果 大家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暗纳住了心中的好奇 下一瞬 楚云回头喊道 林雪 帮我在天上甩个冰球 林雪文言 抬手一挥 一个西瓜大的冰球 出现在半空 缓缓朝着地面落下 冰球的出现 瞬间吸引了下方蛇群的注意力 闭眼 楚云大喝一声 林雪文言 顿时紧闭双眼 而与此同时 楚云同样抬头看着那冰球 下一瞬 死门 开 感受这魂出现用不完的力量 楚云只想大吼一声 不过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五秒 他可不敢浪费 紧接着 无限阅毒发动 嗡 一阵奇异的波动出现 只见那冰球 瞬间变成了红色 红色的冰球之中 倒映着下方的蛇群 很快 下方的蛇群 就像是中邪了一样 一个个表情都陷入了呆滞 尽管黄极凶兽的 智商比这黄极凶兽高了许多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而看向冰球 也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 所以 眨眼间 无一例外 所有的巨蛇都陷入了幻术之中 死门十倍加成之下 高达一万一千多的精神属性发动的幻术 这群凶兽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甚至 几乎是呼吸之间 楚云就感觉到 这群凶兽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 不少巨蛇的躯体 已经开始变成白色了 这 楚云惊讶地看着眼前蛇群的反应 本来他还想在五秒内 甩出自己所有技能的 眼下来看 似乎是不需要了 不过 仔细一想 楚云也就明白了 虽然按照四维属性划分 黄极四阶对应的属性 大概在八千左右 但是 并不是说 所有属性都在八千 要知道 不同的天赋 会加强觉醒者不同的属性 攻击类天赋 对应的力量属性 就会很高 敏捷类天赋 对应的敏捷属性会很高 精神类天赋 对应的精神属性会很高 而眼下这蛇群 虽然等级在黄极别四阶 但精神属性 明显不会太高 所以 在楚云一万多精神属性的碾压下 对于楚云的幻术 他们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不过 随着五秒过去 楚云只感觉之前出现的那种 被掏空的虚弱感 涌上心头 卧槽 又来了 一个亮枪 楚云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但这次倒是没有晕过去 只是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这个时候 后方众人听到楚云的动静 也都是下意识睁开眼睛看了过去 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场景 所有人瞬间愣在原地 眼睛瞪得滚圆 嘴巴也逐渐长大 这 这探马什么情况 黄极四阶的兽群 被楚歌秒了 第九十章 怪物学院众人史诗集提升 楚云恐怖的四维面板 当众人睁开眼的时候 面前已经没有了黄极四阶的蛇群 有的只是一只只白色的巨蛇雕像 楚歌 到底做了什么 所有人身躯一阵 眼中都有着浓浓的震惊 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楚老六真的是个怪物 楚蒙小嘴张成了O型 这还是他那个六哥吗 相较于众人的震惊 凌雪则是更关心楚云的身体 楚云好像受伤了 我们先去看看吧 话罢 一众人小跑来到了楚云身边 凌雪搀扶起楚云 关心道 楚云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精神有点恍惚 楚云摸了摸有点发胀的脑壳 开口道 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 要是后边还有凶兽 我们就真得撤退了 就在楚云话音刚落 几道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刚才击杀了黄极四街的蛇群 系统的奖励到账了 几乎是瞬间 楚云就觉得自己身体的空虚感 恢复了不少 看来这次的属性奖励 可不算少 没来得及细看面板 另一道声音也传了出来 秘境顺利通关 现在开始发放奖励 听到这个声音 众人全都盘息而坐 静静地等待着灵气的灌输 刹那间 一道道浓郁到实质的灵气风暴 朝着众人袭来 所有人只感觉到身体内一阵清凉 旋即 刚才的疲劳感 全都一扫而光 然后 所有人便开始静静吸收灵气 但这些灵气 灌输到楚云身上的时候 却是一点作用都没 唉 还好击杀凶兽能得到奖励 我也算是提前收去了 楚云心中叹了口气 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心理 别人是通关秘境 才能得到奖励 自己是通关过程中 就把奖励拿到手了 所以 对于自己来说 怎么算都是不亏的 然而 就在楚云放弃奖励 准备查看自己面板的时候 一道声音 却宛如炸雷般 在心中响起 检测到体术修炼者通关秘境 灵气奖励替换为 四维属性奖励 四维属性 加500 声音落下后片刻 楚云忽然觉得自己浑身一暖 我靠 发达了 楚云浑身一震 呼吸在刹那间都急促了起来 击杀凶兽得到的属性点 再加上这500的奖励 现在 他的四维属性 已经来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级四阶 真实等级以四维定性 属性蓝等级 以击杀凶兽等级衡量 力量 1710 敏捷 1630 精神 1650 耐力 1700 道具 王拳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67%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45% 天帝一剑 熟练度35% 凌波微步 熟练度50% 无线阅读 阅读 熟练度43% 剑术精通 熟练度43% 飞雷神 熟练度15% 闪光梯 熟练度0%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 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顺移 可在20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大幅度 王拳建议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 50米 死门持续时间 20秒 死门完全体时间 15秒 顾多 看着最新的属性面板 楚云喉咙滚动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豪华 太豪华了 简直就是史诗级面板啊 虽然裸思维 距离黄级二阶 还有一大段距离 但楚云四围 每突破100 都是能获得加成的 这些加成算进去之后 才是提升最大的地方 相较于之前 技能蓝又多了一个闪光梯 这是敏捷属性 突破1500奖励的 另外加成的 就是瞬移距离了 不过 有着飞雷神这变态技能在 瞬移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而最让楚云在乎的 还是死门开启的时间 比起之前的15秒 死门开启之后 能维持的时间 又增加了5秒 而完全体 也就是死门状态下 可以使用别的技能的时间 变成了15秒 这才是史诗级别的大提升 至于力量 和精神的属性提升加成 一股脑全都叠加在振动之力 以及幻术伤害上了 呼 深吸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楚云就在一旁默默等着其余人了 总之 这一趟秘境 他已经是赚麻了 差不多十几分钟后 怪物学院其余人 也都陆续醒过来了 此刻 每个人脸上都有着惊喜 突破了 终于九阶了 江皮率先大叫一声 脸上竟显性兴奋 估计 陈大力双手高举 也是激动的不行 黄吉 指日可待 其余人反应虽然没这么大 但每个人显然都突破了九阶 而且直逼黄吉而去 我 我到黄吉了 司徒镇略显激动的声音响起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靠 真的假的 司徒学长黄吉了 众人齐齐转头看了过去 饶式以往淡定的司徒镇 现在也是难言脸上的激动 灵吉到了黄吉 算是真正迈入了门槛 而黄吉到了黄吉 那可是 发生了质变 要知道 不少大学毕业的水平 也就是黄吉了 不过 一般黄吉都会领悟领域的能力 但司徒镇已经有领域能力了 不知道他黄吉领悟的技能会是什么 咦 秘境入口好像开了 正当司徒镇要解释的时候 陈大力忽然敢知道了什么 楚云开口道 应该是之前那批人来了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直接出去吧 陈大力点头 交给我就行了 话落 陈大力直接来到进来的地方 重新开辟空间 一行人进入空间 直接消失在秘境之中 而就在众人离开之后 之前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也恰好出现在了秘境之中 太好了 我们终于进来了 这次肯定能突破黄吉 红衣女子话音之中有着激动 但片刻后 他却好奇道 咦 这应该是一个副本类型的小型秘境 怎么没动静啊 其中一个下属说道 小姐 这会不会是自由探索类的 不应该啊 第九十一章 凭本视节的湖 这叫做自己的机缘 十几分钟后 红衣女子眉头紧皱 双眼充斥着不解 她们已经在这秘境中绕一圈了 并没有什么危险和宝物存在 所以 可以排除 这是自由探索类秘境的可能 红衣女子口中不停喃喃道 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这就是副本类型的秘境才对 小姐 有没有可能 秘境还没形成 有人说道 红衣女子摇头道 秘境入口都开了 怎么可能没形成 有人道 这种小型秘境 都是一次性的 或许是不稳定呢 红衣女子沉思片刻 似乎认同了这个说法 随后 她看向众人说道 那咱就在这里等等吧 说吧 一众人原地坐下 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至于还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 秘境或许已经被人截足先登了 别闹了 这可是她第一个排除的可能 然而 她不知道的是 有时候 最不可能那个可能 或许就是最可能的 另一边 有着陈大力开路 怪物学院众人很轻松 就从秘境出来了 刺激 真他妈太刺激了 大力 你可以啊 竟然还有这能力 众人围着陈大力不停地吹捧 虽然这次最大的功劳是楚云 但如果没有陈大力 大家根本就进不去秘境 说不定还要跟红衣女子那队伍碰一碰 虽然从实力来看 胜利的会是楚云他们 但能偷偷地进去 谁还想正面硬刚呢不是 陈大力黑黑一笑 开口道 这就是我天赋的特殊性了 虽然攻击弱了点 但是偷击强啊 楚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 说吧 众人全都看向了楚云 现在的楚云 才是怪物学院的主心骨 楚云想了想说道 校长说 让我们一个月之内提升之后回去 现在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了 那就提前回去呗 那我们就先回去 不知道校长知道我们 提前这么久 会是什么表情 哈哈 以众人商议之后 当即就决定返城 两天后 怪物学院众人离开了山脉 重新回到了来时的地方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地点 众人很快就找到了校长王德发 不过 此时 校长身边比之前多了三个人 咦 熊大老师 熊二老师 你们怎么来了 只见校长旁边一胖一手 正是学校为二的教师 熊大 熊二 而在三人身后 还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 这人背负着一柄长剑 头戴一顶帽子 正坐在那里默默地喝茶 楚云看到这人的造型 几乎下意识脱口出 我靠 这不会是纸墙吧 嗯 王德发眉头一挑 望了过来 你怎么认识阿强的 楚云脸色一猛 还真是 王德发笑呵呵道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你们熊大熊二老师的好友 只强 你们喊他阿强老师就行 阿强老师好 众人齐齐打招呼道 只强端着茶杯回头 表情平静地冲众人 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 还好长相不一样 楚云内心松了口气 他真怕对方一回头 长相跟自己脑海中的模样一样 这时 王德发忽然意识到什么 等等 你们是不是回来得有点早了 不是说好了一个月吗 这才半个月吧 说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王德发立马释放气息 去探查众人 下一刻 他直接惊呼出声 什么情况 半个月 你们直接提升了一级 正常情况下 王级八阶到九阶 再到黄级 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就算楚云他们比较妖孽 按照王德发的计划 其实最少也需要两个月的 他之前指定一个月的时间 只是为了激发这群人的潜能 可这才短短半个月 众人就完成了目标 也太离谱了吧 更离谱的是 他隐约感觉到 司徒镇似乎已经黄级了 如果司徒镇都黄级了 那楚云肯定也弱不到哪去 冷静下来 王德发忽然皱眉道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嘿嘿 校长 你放心 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提升 没有后遗症的 江皮笑着说道 怪物学院众人哪能看不出来 校长是担心他们瞎搞呢 王德发望向司徒镇和楚云等人 见几人都点了点头 他这才松了口气 说说吧 你们到底走了什么狗屎院 竟然集体都提升了 别告诉我 你们遇到了什么野外的小型秘境 众人点了点头 就是遇到了副本秘境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半个小时后 众人把这半个月的遭遇 跟王德发四人讲了一下 你们这运气还真是 王德发四人表情古怪地看着众人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能说 他们是拥有大气韵的人 至于他们 把别人的秘境给截狐了 王德发是只字不提 他当初收了大力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有能力的截狐 不叫截狐 这叫做自己的机缘 凭本事节的狐 跟别人先发现 有什么关系吗 哈哈 不愧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干得漂亮 这次那群校长 估计人都要傻了 既然你们提前完成了任务 那我们就提前开始 下一阶段的训练吧 如果可以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你们全部都提升到黄级 到时候他们开出来的条件 肯定就更加优越了 而黄级之后的提升 就得借用那些大学的资源了 听着王德发的安排 众人也都没什么意义 只是 他们很好奇 接下来的训练是什么 走吧 在第二阶段的计划开始之前 先让我看看你们的提升 王德发心情大好 带着众人离开了酒店 十几分钟后 一众人来到山脉入口的位置 这里属于外围 地方比较空旷 动起手来 也方便许多 校长 你不会又想让熊大老师 跟我们打吧 刚升级还没开心 又要打击我们 真的好吗 姜皮几人脸色一苦 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王德发笑呵呵道 我这是为了锻炼你们 众人文言齐齐翻了个白眼 都是一阵鄙视 不过 片刻 他们全都看向了楚云 你们不会觉得有了楚云 你们就打得过了吧 王德发表情古怪道 众人回忆着楚云 最后两波的气势 竟然是情不自禁 黑黑笑了出来 给一只Gi 校长 我们突然觉得 这一次还真不好说啊 楚歌狠起来 可是连黄疾四阶凶兽群 都能秒杀的啊 结结结 估计 第九十二章 楚云变身小惊人 司徒镇人见合一 山脉外围 一处空旷的地方 熊大看着眼前的石人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只见熊大的身体 逐渐变大 缓缓成了一个巨熊的模样 煞时间 压迫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怪物学院 众人健壮嘴角一抽 齐齐退到了楚云身后 楚歌 交给你了 小红人一开 谁都不爱 他们觉得 现在楚云一个人 就可以解决熊大老师了 虽然他们 也可以上去帮忙 但不必要地挨揍 能省就省 万一熊大打不过几眼了 逮着他们好打地揍 他们找谁说理去 望着众人比自己 还自信的模样 楚云嘴角一扯 无语道 你们做什么梦呢 我不行 打不过 虽然耐力提升后 楚云开启死门的时间 增加了一些 但开启的限制 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增加 现在的他 开启死门 想要平安无事 还是得三天 才能开启一次 距离上次开启 才两天多的时间 现在还在冷却中呢 见众人的反应 王德发突然也有些好奇了 难道楚云现在的实力 真能跟黄极四街一战了 那就大家一起上吧 让校长看看我们的进步 随着话音落下 怪物学院众人互相配合着 朝熊大攻击了过去 煞时间 不同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袭来 这些小东西 一阵子不见 竟然都学会配合了 熊大咧嘴一笑 直接抬脚 重重踩了一下地面 轰隆 只见整个地面都晃动了一下 随后更是下坠了一尺的深度 大家小心 是重力领域 躲开点 楚云大喝一声 红浩 胖子 瘦子 陈大力几人 全都齐齐后退 呼 好险 差点被压死了 楚云指挥道 九幽学姐 萌萌 林雪 江皮骚扰 我跟司徒学长找机会 重力领域之内 他们会承受超越身体很多倍的压力 很影响战斗 这个时候 只能选择远攻 一时间 红浩几人靠着近战的手段 几乎都是废了 陈大力叹气道 要是能像楚哥那样 远距离发射空气炮就好了 别做梦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楚云那么变态 依靠身体里的力量 就能把空气压缩成攻击手段 红浩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是怎么知道 万一我们也能成功吗 我觉得以后我们得练练 几人互视一眼 都是点了点头 陈大力说的有道理 如果真的能掌握 那可是又多了一个攻击技巧 不过眼下 还是先看其余人发挥吧 随着几人把视线放在战场上 眼睛一下子就瞪得老大 我靠 楚哥什么情况 怎么又变成小金儿了 只见此时的楚云小腿 散发着金光 整个人仿佛要变成光一样 闪光踢 心中低贺一声 下一秒 楚云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这正是两天前 属性突破奖励的新技能闪光踢 虽然重力领域下 会影响自身的动作 但如果攻击速度够快 借着重力领域的力道 或许能使攻击更上一层楼 碰 下一瞬 楚云直接出现在熊大上方 单腿踢在熊大的面门上 不过 熊大反应自然也是很快的 在感受到危险的一瞬间 就用双手挡住了这一击 轰隆 在闪光踢本身威力 以及重力领域的惯性下 熊大整个身体 都下降了几公分的深度 整个人像是要埋进土里一样 我靠 楚哥也太猛了吧 领域外围几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身躯一阵 熊大黑黑笑道 你小子 这一招叫什么 竟然速度那么快 要不是我皮操弱后 还真翻车了 不过 你来都来了 还能走得掉吗 说吧 熊大再次增加了重力领域的力度 一瞬间 楚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仿佛跟陨石绑定了一样 五脏六腑都要下坠出去 但下一刻 楚云的身影再次消失 等他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重力领域的外围 熊大看着消失在眼前的楚云 瞳孔忍不住一缩 又消失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夸 他一个黄疾四阶的 愣是压根没看清楚云 是怎么消失和出现的 不光是他们 就连外边的王德发 熊二和芷强三人 也都瞪大了眼睛 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 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速度 就算敏捷天赋的黄疾 一阶都达不到吧 只强淡淡道 天才 呼 还好提前做好了标记 能用飞雷神出来 这重力领域真是太变态了 要是以后我也能掌握就好了 楚云大口喘着粗气 眼中不禁有着羡慕 他现在只有一个剑神领域 但楚云其实不太喜欢玩剑 他还是更喜欢这种 拳头硬碰硬的感觉 与此同时 趁着刚才熊大被打断的时间 落九幽 灵雪 以及楚蒙和姜皮四人的攻击 也袭来了 哄 化 吐 吃 火系 冰系 水系 那酸爽 虽然对熊大没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一轮下来 熊大的造型是挺别致的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能不能注意点我的形象 熊大没好气骂倒 但话音刚落 他浑身的汗毛就倒立了起来 一股凌厉的剑意从后背传来 几乎是下意识的 熊大朝着左边挪动了一个身位 下一刻 一柄巨剑几乎是贴着他的腰间刺了过去 但凡他反应慢一点 刚才那剑可能就直接把他串起来了 司徒镇 你小子 熊大话还没说完 眼睛忽然瞪得滚圆 你 你 人剑合一 我靠 真的是人剑合一 姜皮一众人也都浑身一震 忍不住大叫了出来 只抢眼中更是闪着金光 背后的剑都有些颤抖 他是谁 王德发倒是最先反应过来 笑着说道 他是我怪物学院第一个学生 也算是我的半个徒弟了 这小子 果然是个剑术天才 圣级才能掌握的人剑合一 竟然被他在黄级就掌握了 看来这次的野外秘境 让这群小子提升不少啊 见到这一幕 王德发哈哈大笑一声 直接让众人停手了 行了 差不多了 你们回来吧 今天允许你们休息一天 明天再开始新的训练 第九十三章 大家都是十八岁了 可以尝试一点大胆的事情了 虽然怪物学院众人的攻击 对雄大造成的伤害不大 但刚才的对战 已经让王德发几人 看到了众人的进步 特别是是司徒镇皇级 就领悟了人剑合一 这简直是 简直是找不到什么词语 来形容其妖孽程度了 当然 真论妖孽 她比起楚云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 当天晚上 校长王德发出钱 请大家胡吃海喝了一顿 吃饱喝足 一众人回到了酒店预定的房间 准备好好休息一晚 养足精神 开始接下来的训练 不过 还没等楚云睡着 林雪忽然敲响了楚云的房门 妮子 有事儿 林雪有些害羞地点了点头 小声说道 楚云 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楚云点头 别说走走 就算不回来 也不是不行 反正大家都是18岁成年人了 可以尝试一些大胆的事情了 离开酒店 楚云和林雪漫步在小路上 路灯照耀下 两人的影子逐渐拉长 画风似乎逐渐朝着浪漫言情转变 两人身后 急到影子鬼鬼祟祟出现 楚哥他们 这是要干嘛 不会是要玩也的吧 江皮露个头说道 陈大力道 废话 这大晚上 孤男寡女 还能干吗 你们给我闭嘴 我们还都是小孩子 他们不可以 楚蒙气呼呼说 众人文言表情古怪地 看了一眼楚蒙 在战的各位 好像只有他才是小孩子吧 其余的 应该都满18了 那个 萌萌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洛九幽试探性说道 他怕接下来有些画面 可能不太适合小孩子观看 楚蒙撇了撇嘴 不可能 我得替我爸妈看着初老六 不能让他霍霍别的女孩子 众人 这好像多少有点个人恩怨在里边了呀 你这不是拿着你哥的幸福开玩笑呢 因为酒店是在山脉附近 走着走着 两人就到了小树林 刚好旁边还有一个木制的长椅 估计是哪对小情侣搬过来用的 楚云开口道 坐着些画 林雪点了点头 嗯嗯 好 两人坐在椅子上休息 谁也没说话 一时间 气氛好像尴尬了下来 看得后边尾随的江皮几人 都有点急了 楚哥这也不行啊 这都不上手 别着急 得先找话题酝酿酝酿 真是没想到啊 楚云竟然是这样的人 众人议论间 楚蒙却是直接召唤出来了 他的小兔子眯着眼道 他敢上手 我就让小兔积一屁股坐过去 众人无语 这可真是亲妹妹啊 过了好大一会儿 林雪忽然开口道 楚云 你想家吗 听着林雪语气中带着的一丝小委屈 楚云转头看了一眼林雪 只见林雪眼眶有些湿润 睫毛微微有些颤抖 像是在压抑着什么感情一般 仔细一想 从两人出来上大学开始 好像是有好一阵子没回过家了 楚云还好 从小的时候就自己跑习惯了 不在家也无所谓 但据楚云了解 林雪这小妮子 从小就在家里的呵护下长大 这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出门这么久 要不是跟着楚云 估计她早就坚持不住了 我都忘了 你这好像 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 没事 等放假了 咱一块回家看看 楚云笑着安慰林雪道 但她这么一说 林雪仿佛更想家了 忽然就小声抽气了起来 楚云见状 一时间也有点梦了 她好像不怎么会哄女孩子 就在楚云惆怅的时候 忽然感觉一阵相风袭来 紧接着身前一软 再接着 怀里就传来了林雪的哭声 呜呜呜呜 楚云见状也没有在说话 只是伸手拍了拍林雪的后背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雪的哭声终于小了许多 楚云只感觉自己胸口都湿透了 不过她也不介意 只是开口道 林雪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林雪点了点头 老是在原地等着 话罢 楚云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让身后看戏的 江皮一众人精神一震 我靠 什么情况 楚歌人呢 不会是没带家伙事 去便利店买东西去了吧 陈大力拖着下巴思索道 众人一想 似乎也是这个道理 一般都是 女孩子先柔软哭一下 然后男孩子趁虚而入 最后坦诚相待 很明显 刚才前面的步骤都结束了 现在正是关键时候 很快 楚云回来了 手里还多了一个甜筒 诺 你最喜欢的口味 看着地道面前的甜筒 林雪忽然笑颜如花 嘻嘻 谢谢 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个口味的甜筒啊 应该不是记得 是习惯了 都吃多少次了 林雪伸出小舌头舔了一口甜筒 眼睛眯成了月牙道 一千三百六十二次 楚云眉头一挑 这你都记得 那是 跟你在一起的所有事情 我都记得 林雪得意道 说完 似乎意识到什么 立马红着脸 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看起来煞是可爱 楚云都忍不住上去捏捏了 过了一会儿 楚云问道 林雪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林雪歪着头想了想 嘿嘿笑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很早很早了 楚云一笑 也没在意 其实他也 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 但整个高中 这小妮子 似乎都一直在自己屁股后边跟着 楚云还记得 觉醒前一天 这妮子嚷嚷着 要保护自己呢 一边说着 两人美滋滋吃着甜筒 这倒是给后边的姜皮 一众人看傻了 他们期待了这么久 结果就这 然而 就在这时 林雪忽然惊叫了一声 呀 我的甜筒掉了 林雪一脸肉疼的看向掉在楚云脚边的甜筒 小嘴顿时嘟了起来 楚云看了一眼说道 没事 给你吃我的 或者再去买一个去 林雪摇了摇头 不行 这可是你给我买的 我要捡起来 带回去洗洗 楚云一时语色 这妮子什么脑回路 这玩意儿 洗洗还能吃吗 更重要的是 洗洗不都充没了吗 说话间 林雪已经在楚云面前蹲下 伸手去捡脚边的甜筒 看到这一幕 身后的姜皮众人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内心忍不住惊呼 卧槽 反转来得这么快 上一秒还在吃冰淇淋 下一秒竟然就要吃 我靠 萌萌姐 可不敢动手 第九十四章 脏了还知道洗洗 未来可期啊 有着怪物学院众人的阻止 楚云的偷袭计划并不是很顺利 这让楚云很生气 但现在没人在乎楚云 大家都瞪大眼睛 关注着楚云和林雪 可惜 他们是在两人背后的位置 看不到详细的画面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 嘻嘻嘟嘟的声音 有人来了 姜皮几人神色一阵 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楚云不远处 楚云和林雪 自然也察觉到了来人 同样下意识抬头看过去 片刻 一个十人小队出现 正是之前见过的 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他们在秘境等了很久 最后终于意识到 秘境可能被人截胡了 所以 这才回来了 至于为什么在这里出现 只能说是碰巧路过 无耻 红衣女子看了看蹲着的林雪 又看了看坐在堂椅上 吃着甜筒的楚云 顿时皱着眉骂了一句 特别是看着林雪 嘴角若隐若现的白色物体 更是忍不住说道 看你挺漂亮一女孩 怎么能当众做出来这种事 真是丢我们女生的脸 她可不知道 那只是冰淇淋上的奶油罢了 一看就知道没吃过冰淇淋 楚云眼睛一瞪 剑娘们有病吧 林雪表情一猛 她做什么了 她不就是想捡起来她的甜筒 她有错吗 这可是楚云跟她表白的甜筒啊 红衣女子很快就离开了 身后那些男人 有些羡慕地看了楚云一眼 也赶忙跟着离开了 这次秘境被截胡 他们家小姐的心情可是很不好 带所有人走后 林雪终于也捡起来了自己的甜筒 而后她有些委屈地抬头看向楚云 正巧不巧 楚云也刚好抬头 其实这不怪楚云 怪只怪林雪嘴角上的沾的甜筒 奶油太诱人 两人四目相对 久久无语 嗨嗨 那什么 要不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楚云老脸一红 开口说道 林雪也红着脸 轻轻点了点头 好 在楚云和林雪走后 姜皮一众人 也偷偷摸摸跟着回去了 一路上 只有楚蒙眼中杀气腾腾 非要追上去 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好姜皮尘大力够意思 一直拦着楚蒙 回到酒店 两人到了个晚安 就各自回屋了 十八岁该做的事情 并没有做成 林雪似乎着急 回去洗她的甜筒 脏了知道血 还不错 未来可期啊 楚云感慨了一句 也就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 王德发就催着众人起床集合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就不能让睡个懒觉啊 众人打着哈欠 兴趣 缺缺起床 唯独楚蒙双眼闪烁着好奇 总想问问 昨天到底怎么了 昨天回来之后 他们以为会发生什么 所以 全都跑去楚云房间门口 偷听去了 结果等到了后半夜 什么也没听到 反倒是看到 林雪从他自己的房间出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个 只剩下空壳的冰淇淋甜筒 合着他们偷听到半夜 听了个寂寞 王德发见众人精神不振 开口问道 你们昨晚干嘛了 昨天不是很早就回来 睡觉了吗 众人齐齐一个机灵 说道 没 没干嘛 我们就是没睡好 说着 所有人情不自禁 看向了楚云和林雪 楚云一脸猛逼 这群人都看着 我干什么 林雪则是低着头 有点害羞 昨天的事情 是他和楚云的小秘密 行了 不管你们睡没睡好 今天都得先跟着 我去参加比赛了 王德发对着众人说道 我已经帮你们报了一个地下格斗赛的名字 夺得冠军的团队拥有进入秘境的资格 嗯 又是秘境 众人文言齐齐望了过来 什么格斗赛 竟然敢用秘境当奖励 见众人脸上疑惑 王德发解释道 虽然国内大部分秘境都掌控在官方手里 但也有一些秘境是掌握在极少数的强者 或者一些势力手里的 举办这场比赛的 就是以这魔兽山脉为根基的势力 他们手里掌握着一处小型秘境 楚云好奇道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秘境共享出来 找自己的人进去不是更好吗 王德发说道 这里边牵涉的条条道道有点多 等你们拿了冠军再聊这个 总之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不过 这次的格斗赛冠军没那么容易 参加这比赛的 大部分都是黄级二阶三阶的人 什么 竟然都是黄级的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但同样对这格斗赛都有了些兴趣 片刻 楚云看着熊大他们问道 老师 你们不会也报名了吧 熊大摇了摇头 这秘境只能承受黄级三阶以下的人 高于这个实力的人 是不能参加比赛的 怪不得都是黄级二阶三阶的人 那估计会有不少 大三大四的学生过来吧 楚云说道 王德发摇了摇头道 那倒是没有 参加这比赛的 几乎没有学生 嗯 这又是为什么 众人一脸不解 从这秘境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最适合 刚升到黄级的学生参加的才对 我不说了 这可是地下格斗赛 严格来说 是国内不允许存在的 说句不夸张的话 来这里的人都是不要命的散人 官方的秘境 他们没有机会 就只能靠这种 见不得光的名额 争取秘境机会 秘境的提升 你们也都知道 运气好 可是会改变命运的 所有人都渴望进入秘境历练 听完王德发说的 众人情不自禁点了点头 但紧接着 江皮就一脸苦笑道 校长 这机会是挺不错的 但是你让我们一群王级九阶的 去跟一群黄级二阶三阶的碰一碰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 你这哪是训练我们 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啊 面对凶兽群 别说二阶三阶 就连四阶 他们也敢碰一碰 毕竟有着楚云 那变态的小红人形态呢 可面对活生生的人 就不一样了 人可是有脑子的 智商根本不是凶兽能比的 而且 经过昨天跟熊大的切磋 众人也知道了 楚云的小红人形态 这一下子团队的杀手减没了 他们也就勉强能跟 黄级一阶的队伍碰一碰了 现在参加这比赛 怎么看都像是去送菜的好吧 怪不得大学生都不敢来参赛 秘境虽好 小命才是最重要的呀 第九十五章 嘿嘿嘿 看他身段不错 要不去抢一波 对于众人的吐槽 王德发却是笑了笑说道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啊 只有在生死边缘打滚 才能彻底激发你们的潜力 众人文言浑身结实一抖 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校长为了我们的成长 还真是费尽心思啊 昨天说那么正式 本来还以为是什么很合理的训练 搞了半天就是让我们去送死 这么一对比 众人忽然觉得 还不如晚几天再回来呢 不对啊 校长 楚云开口说道 按照之前的时间 我们应该是半个月后才回来 为什么今天就有比赛 其余人文言也都看了过来 这好像是不太对劲 王德发说道 正式的比赛是半个月后 这半个月属于热身赛 什么人都可以参加 相当于普通的擂台赛一样 当然了 每场比赛都是有踩头的 而且可以自己挑选对手 这不是看你们成长很快 所以 我昨天连夜帮你们报了名 不过 你们不用担心 今天你们的对手 是王级九阶和黄级一阶的 决心者组成的队伍 问题不大 众人文言齐齐撇了撇嘴 心中不禁比了一个国际通用手势 这可真是我们的青校长啊 合着一大早 让我们起来打黑拳来了 怪不得昨天那么大方 请客吃饭 感情今天就捞回来了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不然要迟到了 王德发看了看时间催促道 说着 王德发就带着众人离开了酒店 一众人刚来到酒店大堂 就很不巧的 又碰上了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咦 竟然是军方的人 王德发惊疑一声 红衣女子那边也看到了楚云一行人 他看了看楚云 又看了看灵雪 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 怎么在哪都能看到你们 败坏社会风气的家伙 冷亨一声 红衣女子便带着人先一步离开了 楚云 林雪 什么情况 你们认识 王德发望向楚云问道 不认识 楚云嘴角一扯 摇了摇头 这女人真是有大病 王德发表情郑重道 不认识最好 军方的人暂时还是别扯上关系的好 太复杂 看着王德发有些忌惮的表情 陈大力忽然问道 对了 校长 军方的人很厉害吗 马马虎虎吧 也就是背景大了点 那要是我们截忽了军方的秘境会怎么样 陈大力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哼哼 这还用问 当然是早点投胎了 话落 王德发忽然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众人道 你们压的前几天的野外秘境 不会是截狐他的吧 截狐 什么截狐 我们是自己遇到的啊 众人顿时一脸无辜的表情说道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王德发沉默半晌 调整了一下心情 脸上再度露出笑容道 秘境 什么秘境 你们在瞎说什么 赶紧去打比赛了 众人齐齐无语 好家伙 狗还是校长狗啊 二十分钟后 一众人在王德发的带领下 来到了比赛场馆 因为是背靠着魔兽山脉 所以场馆的造型 就很接地气了 完全就是一片纯天然的空地 跟印象中的那种 乌七马黑的黑拳场所 一点都不一样 什么情况 不是说不被允许的吗 怎么还这么明目张胆呢 众人好奇道 王德发说道 别忘了 这可是山脉附近 一般没事 谁会来这里查这个 而且 这种事情 其实官方有时候 也会有人参加 比如你们说的那个女孩 熊大爷笑着说道 估计他们也是 奔着秘境名额来的 众人文言下意识 抬头望去 此刻 只见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正在台上比赛 虽然那女孩是王级九阶 但身后九人 可都是实打实的 黄级觉醒者 这阵容 确实是奔着夺冠来的呀 那她参加这比赛干嘛 不会也缺钱吧 王德发翻了个白眼解释道 缺个屁 人家是来历练的 这里的人出手 可都是招招致命 如果能活下来 那可是最好的魔刀石 王德发说话的同时 只见那红衣女子 忽然被对方抓到漏洞围攻了起来 但她却不慌不忙 凭借着身后几人的配合 轻松逃脱 并且凌厉反击 咦 她的气息好像提升了 楚云惊讶一声 刚才那一瞬间 她明显感觉到 那红衣女子 气势上升了许多 应该是使用了某种技能 或者秘法 类似自己的八门盾甲 只强淡淡道 应该是一种秘法 这姑娘 可能不是一般人 军方的背景 就算是十大名校联合起来 也不足其一啊 王德发有些羡慕道 有些人 生下来就要自己修炼 还要自己奋斗 而有些人 生下来就是王炸 只需要家里为灵气就行了 虽然楚云属于王炸类型的 但明显炸的 还是不如军方的后代 几人说话的功夫 只见台上情况骤变 本来有优势的一方 突然被红衣女子那队伍 打了个措手不及 最终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红衣队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一个裁判模样的人上去 说了一声 台下顿时响起了 不少欢呼的声音 哟呵 这小姑娘有点东西啊 什么小姑娘 看其余几人的打扮 估计是官方的人哟 真贪娘的晦气 好不容易有一个秘境机会 连官方的人也来抢 只不定是哪家的小姐来历练呢 就算是官方的又怎么样 在这里可是没人放水 嘿嘿 要不我们去抢一波 我看这小妮子 身段不错呀 你可拉倒吧 她队伍里那九个人可不简单 听着台下众人的议论 楚云一行人 眼中都闪过了一丝警惕 现在 他们或许知道 为什么王德发 要让熊大熊二 以及纸墙都来了 这地方 似乎是不存在任何规则的 就在这时 台上的裁判宣布到 下一场对战 小怪物队 对战 铁牛队 听到裁判的喊声 王德发笑眯眯道 去吧 该你们了 好好打 可别输了 众人文言都是忍不住撇了撇嘴 无力吐槽 神特么小怪物队 能不能起得再可爱点 第96章 小怪物vs铁牛队 楚云一拳轰飞 随着两边的队伍上台 现场的气氛 顿时热闹了起来 一边是懵懵懂懂的大学生 像急了即将挨虐小绵羊 另一边是五大三粗的壮汉 看起来就跟小山一样 光是看着两边的体型 视觉冲击感 一下子就拉满了 我靠 这群人吃三句情案长大的吧 怎么能这么壮 姜皮眼睛一瞪 有点被对方的身材吓到了 陈大力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有些羡慕地嘀咕道 要是老子有这身材 一拳下去 都能干碎这苍穹 楚云听着两人的碎碎念 嘴角也是一扯 对面这十个人 特么好像是有点离谱 就好像是一个 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这得是什么家庭这么能生 与此同时 台下的观众们 也都大笑着议论了起来 好家伙 还真是小怪物啊 这群孩子 怕不是毛都没长齐吧 里边这三个姑娘 好像很不错呀 嘖嘖嘖 打住 最小那个一看都不满十八 还是别碰得好 我说你们是真变态啊 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胆子 这里可不是正规的比赛啊 他们怎么敢参加的 估计是一些大家族的少爷 来历练的吧 就像上一场那小娘们一样 上一场那小娘们队伍里 其余人都很厉害 这一批可没什么高手啊 王级九街 放在别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算得上很强了 但在这里 却是刚刚到了参加比赛的门槛 不过 也就是因为这样 让不少人都忽略了 处云他们的年龄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 这个年纪就有这种实力 其实是有些妖孽的 哈哈 没想到对手竟然是一群小毛孩 兄弟们 速战速决 你们还要去喝酒呢 铁牛队领头那人大笑一声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而后 其余人也都陆续开启天赋 正如他们的队名一样 这群人全都是幻兽系的天赋 清一色的铁甲犀牛 随着天赋开启 这群人的样貌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而身上也出现了一层铁甲 看起来就坚硬无比 果然是跟对名一样 全都是幻兽系 大家小心了 感受着对方逐渐攀升的气势 楚云一行人 脸色也都凝重了起来 虽说大家等级都是在 王级九阶和黄级别 一阶差不多 但不同的天赋 会有不同的加成 比如这铁甲犀牛 主防御属性 黄级一阶 估计就能有 一千三以上的防御 远超同阶的其余天赋 不过 楚云这边当然也都没弱的 先不说他自身 红浩的变异三头狼 攻击力同样是远超同阶 随着楚云话音落下 众人也都陆续开启了天赋 剑系 火系 浩然正气 契约灵 以及同样是幻兽系的 变异三头狼 以及九幽雀 总之 煞时间 整个对战台上不同的气势 涌现而出 竟是让台下的观众 感觉到了一股压抑的感觉 这群大学生竟然是九阶的觉醒者 那间戏的 好像是黄极一阶吧 他们才多大 就有这种实力 有点妖孽啊 看来我们是 小乔这群小怪物了 原来真是有点怪物啊 不过 他们对领头那人什么情况 怎么没用天赋 不光是台下一轮 铁牛队的队员 感受到这股气势之后 眼神也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刚才只注意到了楚云他们的年纪 竟然忽略了对方的实力 还真是小乔了这群小家伙 竟然是深藏不露啊 其中一人不屑道 不过是一群毛豆梅长旗的家伙 都是家里为的灵气多罢了 跟我们这种实打实 完命上来的可不一样 就是 今天就让他们知道知道 这可不是他们秀优越的地方 听着不少队员语气之中 都有着嫉妒 领头那人的眼神 也变得凶狠了起来 他们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种 在温室里养着的少爷了 靠着家里的资源 轻松就能升到黄级 而他们则是要冒着无数的风险 才有今天 下一刻 铁牛队所有队员暴射而出 全都化成了一道黑影 每个人各自锁定了一个对手 准备出手攻击楚云等人 但还没等他们 越过对战台中间 只见空气之中 忽然一道蜘蛛网般裂缝炸开 接着瞬间朝着四周蔓延 咔嚓 咔嚓 伴随着清脆的碎裂声音响起 一股凶猛无比的冲击力 直接锁定了铁牛队所有队员 小心 铁牛队领头那人眼神一缩 立马就举起双手防御 但巨大的冲击波迎面来 瞬间把所有队员齐齐炸飞 扑 十道鲜血 从他们口中飙出 仅仅是一个照面 铁牛队的人 就全部受伤了 嘖嘖 可惜了 他们果然是有联动技能 楚云收起拳头 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刚才那平平无奇的一拳 可是他使用金门加成之后轰出的 开启金门之后 楚云的力量属性直逼黄极三阶的力道 但这一拳下去 竟然也仅仅是让对面吐了口血 足以证明 对面这铁甲犀牛的防御 是多么的变态 当然 除此之外 刚才那一瞬间 楚云还注意到 对方十个人之前 是有相互配合的 所以 导致他们的防御 又是上了一个台阶 一开始 他就有这种猜测 现在只是刚好印证了 而与此同时 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长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刚才他们还在议论 楚云为什么不用天赋 下一秒 他们就看到 楚云浑身冒出蓝光 然后一拳轰了出去 再之后 就是那一片的空气 像是被轰碎了一样 最后就是铁牛队 所有队员倒飞出去 同时吐了口鲜血 这小家伙 竟然以一己之力 轰飞了整个铁牛队 这特别太离谱了吧 之前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饶视他 也不由得美眸瞬间瞪大 口中喃喃道 这群人 好像每个人都不比我弱 但很快 脸上的震惊 就被厌恶取而代之 那也改变不了 他是败类的事实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哼 第97章 阅读再显微 秒杀铁牛队 下一场 对战红衣女子 一个照面下来 铁牛队所有队员 表情都变得凝重无比 妈的 差点阴沟里翻船了 刚才那是什么攻击 其中一个队员 擦干净嘴角的鲜血 怒骂道 铁牛队队长 紧紧盯着楚云 眼神之中有着一丝警惕道 小心点对面领头那小子 有点怪 真没想到 这群小毛孩 竟然实力这么强 还好我们铁甲犀牛 可是以防御为主 刚才是我们大义了 看来接下来需要认真了 放心吧老大 要是输给这群小毛孩 我们还打什么比赛啊 铁牛队队伍之中 低声交流了一阵之后 瞬间开始变换阵型 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而这个时候 楚云也是提醒众人道 大家小心了 他们的防御 有点离谱的 嘿嘿 没事 这种大块头最弱的 肯定是精神 楚蒙笑嘻嘻说了一句之后 直接趁着没人注意 操控幻碟释放了幻术 与此同时 落九幽眼眸之中 也闪过了一丝粉色的光芒 下一刻 铁牛队后方 其中一个队员 忽然抡起拳头 朝着自己队友身上砸了过去 碰 突变来得猝不及防 一时间 铁牛队和台下的观众 都看傻了 但还不等铁牛队反应 另一名队员 同样朝着同伴砸了过去 碰 又是一声巨响 其中一个队员 立马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我靠 你科目疯了吧 打我干什么 这时 铁牛队队长意识到了什么 忽然大喊道 小心 对面有精神系的控制天赋 他这一喊不当警 所有人都齐刷刷 朝着楚云他们望了过去 然后 就看到了楚云有些星红的双眼 下一瞬 阅读 发动 煞时间 所有铁牛队队员的表情 瞬间变得呆滞 全部陷入阅读的折磨之中 嘿嘿 接下来就是我出马的时候了 陈大力健壮活动了一下手腕 直接吞服了一瓶大力药水 其实他可以不吞服的 但他又担心自己一拳下去 受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毕竟 他可没有楚云那么变态的身体素质 碰 碰 碰 没有了自主防御的意识 铁牛队的队员 在陈大力的拳头下 简直跟宋菜没什么区别 几拳下去 铁牛队所有的队员 都从台上飞了出去 而就在他们摔在台下的时候 楚云也同时解除了 阅读对他们的控制 毕竟只是比赛 不是杀人 赢了 就可以收手了 长时间的阅读控制 会对他们的精神 造成不小的伤害 裁判 可以宣布 我们赢了吧 楚云见裁判一脸呆愣 迟迟不宣布结果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这时 裁判终于才回过神 连忙宣布道 这一场 小怪物队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裁判话音刚落 台下顿时就响起了欢呼的声音 好 牛啊 这群小家伙竟然这么厉害 刚才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没看出来 他们还有人会换术 应该是那个小女孩的契约灵 是换术戏吧 没错 那大兔子只是吸引注意力 兔子耳朵上有一只粉色的蝴蝶 操 真没想到这小女孩能这么厉害 呵呵 现在你还打人家主意吗 恐怕到时候不用官方的人来 他们就直接帮你收拾了 滚滚滚 我可没说要打她的主意 伴随着台下的欢呼声 楚云一行人也都笑眯眯下台了 下来之后 刚好遇到台下观赛的红衣女子队伍 红衣女子狠狠寡了楚云一眼 冷哼一声就转身走了 楚云满头问号 只觉得莫名其妙 这女人指定是有什么大病 不错不错 今天你们没有比赛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给你们安排了别的训练 王德发笑呵呵走了上来 怪物学院众人一听 顿时就是一脸苦笑 校长 你不会又给我们报了什么别的捞钱比赛吧 王德发立马说道 瞧你们说的 我是那种人吗 众人骑刷刷望来 都是点了点头 王德发转移话题道 行了 没有比赛了 这半个月内的比赛 也是为了磨练你们的配合才报名的 接下来 你们除了比赛 每天空余的时间就是跟熊大 熊二 还有之强对战 当然了 对战过程中 我会让他们适当控制下手的车程度 保证你们只会受点轻伤 不会影响你们的实力的 半个月后 争夺秘境的比赛开始 到时候可没今天那么容易 听着王德发的安排 楚云一众人都是浑身一抖 这是真的不把他们当人看啊 校长 要是我们拿不到秘境名额呢 楚云忽然问道 毕竟 王德发说了 真正的比赛参赛者 都是黄极二阶三阶的队伍 再加上这半个月内暴露的手段 到时候再想用换数 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种情况下 楚云不敢保证 每场比赛都能胜利 除非 队伍里其余九个人 都是他的分身 王德发无所谓道 拿不到就不拿呗 众人齐齐望了过来 满脸不解 校长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只见王德发忽然转头 看向陈大力道 这不是还有大力呢 如果你们拿不到名额 就想办法给我偷偷混进去 当然了 这么做的后果 多少有一点严重 你们以后可能会面临着 势力的追杀 不过 只要你们能成长起来 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众人文言齐齐 比了一个国际通用手势 相较于这个后果 还是想办法拿到名额比较好吧 走吧 小家伙们 我们开始接下来的训练 说吧 王德发带着一众人 再次回到了山脉外围 这里场地比较空旷 可以说是天然的对战场所 昨天对战的是熊大老师 今天是熊二老师上 黄极四街的实力 在楚云不开启八门的情况下 还是有些难以战胜 所以 结果不言而喻 又是一场纯虐杀的训练 不过 比起离开学校前的时候 他们可是成长了太多了 起码不会开始就结束 转眼十天过去 这十天内 一众人基本就是三点一线 酒店 比赛 山脉外围 而随着这几天的比赛过去 楚云一行人 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毕竟 十连胜的豪华战绩 已经不能让人忽视了 而同样获得十连胜的 还有那红衣女子的队伍 众人正修炼的时候 王德发拿着最新的报名表过来说道 最新的比赛安排出来了 这次不用我帮你们报名 主办方直接安排你们 跟红衣队比赛了 众人一听 都是抬头看了过来 第98章 小怪物队 VS红衣队 我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按照主办方规矩 达到十连胜的队伍 就不能再自主挑选对手了 需要主办方安排对手对战 当然 为了比赛的公平性 只有等出现另外一个 十连胜的队伍出来之后 才会给双方安排新的比赛 而就在刚才 红衣女子那队伍 也完成了十连胜的战绩 然后立马就选择挑战 怪物学院众人 姜皮拖着下巴开口说道 真是没想到 这军方的人有点东西啊 废话 校长不说了 那妹子的随从 都是黄极三阶的存在 陈大力翻了个白眼说道 这种队伍 想不识连胜都难 有着一群黄极三阶的队友 哪怕那姑娘 只是一个黄极九阶的存在 照样能轻松被带飞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姑娘好像跟楚云一样 都能发挥出来 远超同阶的战斗力 总之 军方的人 绝对没有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看着众人 逐渐郑重的表情 王德发并没有选择安慰众人 而是开口提醒道 不光是这样 这几天的比赛 你们也都看了 对方的阵容十分的合理 有防御天赋 有控制天赋 还有输出 以及治疗天赋 反过来看你们这边 大部分都是输出天赋 尽管九优和萌萌 可以稍微控制 但遇上高阶的人 控制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众人文言 都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反对 这一场比赛 或许是他们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不过 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 那接下来争夺秘境的名额 也不用想了 反正早晚都是要跟着队伍碰上的 现在就当互相摸摸底 就算输了正式比赛 也还有一次机会的 行了 老王 你也不用打击他们 别忘了 我们这一群 也都是小怪物 他们可是比那支队伍 更早拿到十连胜的 熊大笑着安慰一句 众人的情绪都好了不少 接下来的时间 众人没再继续修炼 而是想着 如何应对明天的比赛 当天晚上 楚云一众人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这场比赛的关键 其实依然在胖子身上 众人文言转头 齐齐望向了胖子 他可是众人之中 唯一的自由人 前几场比赛 根据不同的对手 他会提前复制不同的天赋 结果每一次都起到了奇效 所以 这一次 依然需要他来弥补 队伍缺少的那个角色 凌雪低声开口道 其实最麻烦的还是等级 对方等级太高 我们的技能都会大打折扣 楚云道 所以我们才需要胖子学长 复制一个增幅性的天赋 来弥补这个差距 但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于少了一个人 大力骤眉道 司徒正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对方也有辅助型的天赋 战斗力其实都大打折扣 对了 主哥 明天你能用你那小红人形态吗 江皮忽然问道 能用 楚云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说道 但校长说不让用 毕竟三天才能使用一次 如果过度依赖 我们后边的比赛也很麻烦 之前有一场比赛 怪物学院众人 遇到了一支比较强的队伍 最后快输的时候 是靠楚云的死门形态 获得的胜利 但那次之后 王德发就不让楚云用了 虽然死门形态下 楚云可以吊打这些人 但他并不是时刻都能开启死门的 后边的比赛 可都是一轮游 根本没有三天的冷却期 想要依靠三天一次的死门 取得比赛胜利 几乎是没可能的 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众人拿出来 眼下能保持的绝对战斗力了 所以 王德发这才禁止楚云 在比赛中使用死门 除非 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候 哎 那就没办法了 感觉要输啊 众人仰天长叹 都是有些惆怅 虽然这几天的比赛加修炼 众人的实力都有些提升 但也就勉强和黄级一阶 以及二阶的人碰一碰了 前提 这二阶 还不是那种天才类型的 像军方这种底蕴深厚的 说是三阶 但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可不一定是三阶 楚云看着大家的状态 也是不惊一笑 怕什么 大不了就输了呗 这又不是正式比赛 瞧你说的 就好像正式比赛 我们能打过一样 众人齐齐瞥了楚云一眼 开口说道 要是能拿到这秘境机会 我们就有可能全部都提升到黄级了 一说到这个 众人心头都有点火热 楚云却是耸了耸肩道 校长不是说了 到时候 还能让大力偷偷带我们进去呢 楚哥 你可拉倒吧 陈大力一个机灵起身 连忙说道 我可不想未来某一天 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其余人也都面色古怪道 就这军方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截胡过他们一次 不然 咱早就得跑路了 行了 想这么多也没用 剩下的明天再说吧 楚云对着众人摆了摆手 就直接回自己房间休息了 其余人见状 也都陆续散了 见人走得差不多 胖子似想到了什么 忽然目光一宁 喊出众人道 等等 你们光说 让我复制增幅性天赋 我上哪复制去啊 众人听到这话 一个个脚下溜得更快了 靠 胖子嘴角一扯 最终只能一个人 默默离开了酒店 想要复制天赋 他就要 见到对方使用天赋 可这大半夜的 想要找一个增幅性天赋的人 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 庆幸的是 寻找了一页 还真给他找到了 复制完天赋 胖子就赶紧回到了酒店 想趁着还有时间 先休息会儿 结果刚上楼 正巧就碰上了 起床准备出门的几人 呀 胖子学长 你这黑眼圈 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没休息好吗 姜皮伸了一个 大大的懒腰问道 胖子嘴角一扯 懒得跟众人说话 吃饱给我带点饭 我先密一会儿 顶不住了 众人健壮 忍着笑点了点头 也都没多说什么 吃过早饭 众人喊上胖子 便结伴去了比赛现场 今天的比赛 可是重头戏 小怪物队 VS红衣队 这两支队伍 可是这一阵子的 最引人注目的两支 不少人早就期待着 这场对战了 所以 一大早 现场就围满了人 气氛可以说是 相当的火热 第99章 小姐姐强行搭讪的套路 也太老套了吧 小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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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怪物学院 众人出现在现场 不少围观的人 都是高声欢呼了起来 这几天 楚云他们 可是积累了不少粉丝 特别是楚云 小红人的称号 是彻底坐实了 小红人 我爱你 小红人 今天要变身吗 小红人 今天也要加油呀 不少女粉丝 都是热情高涨 楚哥 你的人气可真高啊 姜皮和陈大力 有些羡慕地 望了楚云一眼 他们怎么就 没这么多女粉丝呢 楚云轻笑一声 说道 如果你们能秒杀一个队伍 也能有这么高的人气 两人文言耸了耸肩 瞬间就释怀了 让他们秒杀一个队伍 闹闹 至于女粉 呵呵 那都是废物玩意儿 才需要的东西 女人只会影响 我们出拳的速度好吗 两人心里 刚升起这个想法 忽然一道甜甜的声音 传了过来 小王八 小光头 你们也要加油呀 姜皮和陈大力文言 一个裂解 差点没直接摔倒 神特么小王八 小光头 看 你们这不也有女粉呢 楚云笑着说道 两人文言嘴角一扯 都是不再说话 刚才差点摔倒的时候 两人的余光 看到了那声音的主人 起码200斤起步的重量 他们可把握不住啊 就在这时 现场忽然想起了 另一波呐喊声 红衣队来了 呜呼 小美女加油啊 能不能终结那小红人 就看你们的了 加油加油 今天这比赛 是真刺激啊 楚云一众人 下意识回头看去 是红衣女子 带着她的队伍进场了 今天全场 只有她们这一场比赛 关注度 可以说是拉满了 很快 双方选手到位 裁判随之登台 或许是这场比赛 真的很具有含金量 连裁判 都从前几天的标形大汉 换成了一个 衣着暴露的小姐姐 小姐姐一上台 瞬间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台下更是口哨声 调侃声不断 好了 我们比赛双方的队伍 都已经到齐了 我想 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期待这场比赛很久了 小姐姐对下方的调戏 视若无睹 面带笑容说道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红衣队 和小怪物队的比赛 现在 我宣布 比赛开始 裁判话音落下 红衣队和小怪物队 双方队员全部上台 然后 没有多余的话语 直接就开干了 轰轰轰 砰砰砰 几乎是眨眼时间 双方的人 就已经打了一个照面 一股静气 自对战台上暴涌而出 惊得台下观众 全都瞬间陷入安静 虽然只是一个照面 但双方攻击所蕴含的威力 都是不容小觑 这乌龟可是真硬啊 楚云挥了挥手腕 忍不住吐槽一句 黄极三街的防御天赋 果然有些变态 刹那间 楚云直接秒开金门 化身苍蓝猛兽 看到楚云的变化 现场顿时再次欢呼起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 楚云变成小蓝人 实力就会大增 这么快 就开始使用秘术了吗 红衣女子眉头微皱 不过 倒是没有过度惊讶 这么多天的比赛下来 其实双方都有一些 大概率的了解了 她现在唯一忌惮的 是楚云死门的形态 那天她的人可是感觉到 楚云在一瞬间 爆发出了黄极八街左右的气势 一旦楚云开启那个状态 他们获胜的概率会很低 甚至等于零 虽然这次的比赛 无所谓秘境名额 但她还是想获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 不为别的 就为 暴打渣男 大家小心 不要使出全力 防止她的小红人状态 红衣女子低语交代了 其余人一声 随后 她也直接使用了秘术 刹那间 她自身的实力 直接从王级九街越过黄级 来到了黄级二街 看到这一幕 台下不禁再次想起 一阵喝彩的声音 不愧是强者对强者啊 一上来就直接动底牌了 这两边的年轻人 到底是哪里来的 怎么感觉 我们这些刀口上 舔血的人还厉害 左边一看就是军方的人 倒是不意外 但右边实在是看不出来 据说只是一个 很小的大学的学生 虽然我没读大学 但是现在大学的 含金量有这么高吗 小大学都能这么猛啊 谁知道啊 更离谱的是小红人 听说他根本没有 觉醒天赋 但是我不信 可拉倒吧 我也不信 这么猛的人 没觉醒天赋谁信呢 众人议论间 台上的双方 再度陷入了激战 有着胖子的增幅效果 众人的技能威力 都是大大提升 一时间 倒是跟对面 打了个不相上下 但楚云却是感觉到了 一丝不对 低声嘀咕道 这群人 好像没出全力啊 在忌惮什么吗 他们应该是 怕你变成小红人 司徒阵一个闪身 刚好退了回来说道 那如果是这样 说不定这把我们能炸火啊 楚云一笑 顿时有了主意 片刻 楚云看向陈大力道 大力 玩点鹰的 陈大力文言瞄懂 咧嘴一笑道 得嘞 下一秒 台上怪物学院众人 瞬间消失不见 消失了 红衣女子眉头紧皱 对方消失得太快 她根本没有看清路数 隐身 伪装 还是空间系天赋 观众们也都是一头雾水 不停地朝着四周扫视 小心后变 就在这时 红衣女子忽然惊呼出声 她有着感知空间的能力 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刷 一道拳风掠过 显而又显得 擦着红衣对最后方 那辅助天赋的队员 脸庞而过 强大的拳风 让对方的脸庞 出现了水波纹般的波动 紧接着 空间内传来了 楚云一行人的叹息声 泽泽 可惜了 竟然被发现了 红衣女子忽然转头 大声问道 那天在森林里 也是你们 众人文言都是一阵 要露线了吗 什么森林 我们见过吗 楚云淡定开口 直接点醒了众人 陈大力立马跟着道 就是 我们见过吗 你强行搭讪的套路 也太老了吧 红衣女子皱眉 她总觉得 这股波动很熟悉 不过 她倒是没往秘境的方面想 她觉得 秘境被人截胡 一定是有人用伪装空间 骗过了他们 否则 不可能有人在秘境 还没释放入口的时候 就能进去的 哼 你们躲在空间里没用的 我可以感知空间 是男人 就光明正大地好好打 红衣女子话音刚落 一个巨大的阴影 就从天而降 轰隆 第100章 薛红衣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就是渣男的惯用手段罢了 巨大阴影 自然是楚蒙的契约灵 不过 倒不是那只兔子 而是那条亚龙 怪物学院众人 这几天的配合 愈发地完美 当然 偷袭的手段 也越发熟练了 亚龙的突然出现 直接打乱了对方的阵型 毕竟龙的视觉冲击 还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 现场也再一次热闹起来 什么情况 这又是谁的契约灵 不会是小红人的吧 难道他是玉兽天赋 不能吧 他身上根本没有传来灵气波动好吧 那会是谁的 总不能还是那个小女孩的吧 别闹 他还没黄疾 怎么肯那会有三只契约灵 忽然多出来一只契约灵 还是亚龙重 一时间 红衣女子队伍的队员们 表情都是更加的凝重了 小姐 这龙 虽然从等级上来看 这龙的等级不高 但从气势上来看 已经可以抵得上 一名黄疾二阶 甚至三阶的觉醒者了 就这还不是真正的龙 如果是真正的龙 恐怕就更加棘手了 红衣女子 目光也是逐渐凝重 这群人到底什么情况 没有天赋的楚云 双天赋的灵雪 三天赋的落九幽 黄疾就能人间合一的司徒阵 奇怪的兽子 每次都能使用不同天赋的胖子 光头但全力惊人的陈大力 似乎 一群人里边 只有红浩和姜皮 以及楚蒙正常点 不对 姜皮的两只契约灵 也很离谱 总之 十个人 似乎每个人都有着奇怪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这多出来的一只契约灵 台下的观众感觉不到 台上的他们 却是能感觉到 这是楚蒙的契约灵 这也就是说 楚蒙在王级的时候 就有三个契约灵了 这群人 真的是一群普通的大学生吗 红衣女子眉头紧锁 满脑子都是对楚云一行人身份的怀疑 但楚云一行人 并没有留给她思考的时间 偷袭不成 楚云一众人 也就从空间内出来了 刚才是他们忘记了 这红衣女子 有感知空间的能力 现在知道了 也就没偷袭的必要了 出来之后 一众人丝毫不留守 直接冲着对方 发起了攻击 对方有所顾忌 他们却没有 所以攻击起来 自然更加的得心应手 甚至 红衣女子队伍那边 还落了下风 什么情况啊 卧槽 这打假赛吧 一群黄级三接的 被一群黄级九接的 打得未守未脚 这不合理吧 我也觉得 红衣队这边 没有尽全力 搞什么啊 我估计 他们是怕楚云的小红人状态吧 那也不能不打吧 而且 楚云也没开啊 这比赛看得 真没意思 台下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 不少都忍不住 抱怨了起来 又是几个照面之后 红衣女子队伍中的队员 苦着脸道 小姐 再这么打下去 我们可能要输了 对面 好像知道我们 故意留守 提防她的小红人 有点难受啊 红衣女子紧咬银牙 开口说道 她是故意的 从刚才开始 她就看出来了 楚云是故意 跟他们打消耗战 虽然这么一来 对双方都没好处 但只要楚云 不开小红人状态 对方心里 就会一直有阴影 相反 如果楚云真开了 对方万一能爆发出 不可估量的力量 那落入下风的 反而是楚云他们这边了 楚哥 说不定我们 真能炸糊啊 对面 是不是束手束脚 过头了 江皮操控着小火鸡 疯狂输出几道火焰之后 笑呵呵说道 楚云耸了耸肩 无所谓道 别掉以轻心 对方也不是傻子 他应该知道 我们的想法 不过 影响不大 这场比赛 本来也没什么实质性影响 其实输赢 真的没那么重要 无非就是压住的人 赢多赢少 就在这时 对面那红衣女子 忽然一个人 朝着楚云 他们走了过来 嗯 什么情况 要投降了 众人齐齐望了过去 都是有些不解 只见那红衣女子 走近一些 开口说道 换个方法定胜负吧 我们两个单独打 谁赢了 就算谁的队伍赢 条件是 你不开启 你的小红人形态 我不让我的人参加 楚云想了想 问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单独比 因为 这么打下去 没有意义 红衣女子美眸盯着楚云说道 虽然我不确定 但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那种小红人状态 后遗症很大吧 楚云文言愣了一下 倒是没有反驳 虽然开启死门 在时间范围内 她根本没有后遗症 但三天的冷却期 其实才是最大的后遗症 怎么样 考虑吗 红衣女子继续问道 楚云想了想 点头道 行 那就听你的 说吧 楚云转头看向其余人 你们先下去吧 剩下的交给我 得嘞 其余人应了一声 直接屁颠屁颠 就下台了 交给楚云 他们可太有信心了 红衣女子同样看向身后众人 你们也都下去吧 很快 台上就只剩下红衣女子 和楚云了 虽然我觉得 你这个人问题很大 但不得不承认 你很有实力 我叫薛红衣 你叫什么名字 楚云文言 嘴角一抽 猛逼道 什么叫做我这个人 问题很大 七 别想狡辩 那天我全都看见了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知道羞耻 楚云满头问号 大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个屁 薛红衣愤怒道 别看我年龄小 但是我懂得可多了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个女孩 嘴角是什么 楚云彻底无语 这女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懒得在这个话题上计较 楚云开口道 我叫楚云 你不信 我也不想解释了 七 渣男的惯用手段罢了 花音落下 薛红衣也不再多说 我知道你也有秘书 别藏着掖着了 一招定胜负吧 说完 薛红衣气势暴涨 再次来到了黄极二阶之上 秘书 算是吧 楚云轻笑一声 也再次开启了金门状态 瞬间 楚云的气势直逼黄极三阶 既然要一招定胜负 那你可能要受点罪了呀 哼 我劝你最好不要小看我 说吧 薛红衣的拳头 忽然被一抹红光包裹 而后直接朝着楚云面门袭来 但楚云却是站在原地 仿佛没看到这攻击一样 第101章 秘境名额争夺赛 还有战神般的队伍 哼 又想用幻术 薛红衣心中冷哼一声 似乎早已猜到了 楚云的应对方式 这几天的观察下来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他已经分析出来了 楚云是拥有幻术能力的 而且 还是这群人中 幻术最厉害的一个 所以 这一次的攻击 看似直冲楚云面门 他却是刻意地 躲避楚云的目光 只要不直视楚云的目光 就不会中了幻术 至于身体上的硬碰硬 他觉得自己 并不会输给楚云 毕竟 他觉醒的天赋 可是有着 一丝龙族血脉 这就是他敢一对一的底气 吃 薛红衣拳头位置 拳风就已经能发出了 痴痴作响的声音 现场观众 看到这一击 无不脸色骤变 但下一刻 楚云忽然鬼魅般地 消失在了原地 等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薛红衣的后方 早就知道你会这样 薛红衣嘴角一笑 仿佛猜到了楚云会 使用飞雷神技能 然后拳头 竟然鬼一般地朝着身后 攻击了过去 竟然猜到了 楚云健壮脸上 也是有着意外 不过 下一秒 瞬移发动 因为飞雷神 和闪光梯的效果 楚云几乎没再用过瞬移技能 而此时 短距离内 瞬移反而有了奇效 瞬息之间 薛红衣就发现自己眼前 突然出现了一张 充满阳光的笑脸 糟了 他竟然也是空间械 薛红衣瞳孔一缩 立马就要转移目光 只可惜 这一瞬间 楚云的眼底 已经出现了一抹红光 抱歉 你说了 楚云轻笑一声 直接使用了阅读 下一刻 薛红衣脸上 顿时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控制薛红衣之后 楚云倒是也没手软 抬手挥拳 没有丝毫犹豫 碰 薛红衣直接从台上 倒飞了出去 同一时间 楚云也解除了阅读的控制 这一系列的画面 只是发生在短短几秒之内 当大家看到薛红衣 被轰飞出去 先是安静了片刻 随后 直接就响起了呐喊声 小怪物无敌 小红人牛逼 高手过招 果然不同反响啊 老哥 问一句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看懂啊 废话 看不懂就对了 我们都看懂了 那还是高手过招吗 嘶 好像还真是这个道理啊 说的没错 小红人牛逼 伴随着欢呼声之中 楚云也缓缓下台 带着其余人离开了 本来这比赛 也就是磨练队伍 没什么实质性奖励 当然 校长肯定没少下主 这次怕是要赢不少 要不然楚云 根本不会答应 刚才的一对一 对于楚云一行人来说 接下来的秘境 名额比赛 才是最重要的 唉 这个男人 竟然下手这么狠 楚云一行人离开后 薛红衣也缓了过来 感受着隐隐作痛的小腹 他忍不住嘀咕道 真是一点都不知道 连香惜玉 渣男就是渣男 小姐 你没事吧 薛红衣的几个随从 围了上来关心道 薛红衣摆了摆手 点头道 没事 就是一点小伤 休息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几天 就不参加比赛了 准备秘境名额的事情 只要我们不是第一场 对上小怪物队 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今天输了 但并不代表 秘境就没机会了 今天的事 让薛红衣更加确定 楚云不会轻易动用 小红人形态 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有人提前逼出来 楚云的小红人状态 那他们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 只要不是第一场就遇上 后边机会 还是很大的 真是轻松的一场比赛啊 江皮一脸惬意 开口说道 要是后边的比赛 都是单人赛就好了 这样 只需要放出楚云 单挑一切 他们坐收秘境 名额就行了 这将是一件 多么爽的美式啊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后边才是麻烦的开始 楚云叹了口气 想想后边的比赛 就有点头大 如果不使用死门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 根本打不过薛红一的队伍 不光是他们 接下来还有很多 没有面对过的队伍呢 实力还是太弱了 楚云摇了摇头 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实力 有点不够看了 就在几人闲聊的时候 王德发神清气爽地过来了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 有两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众人文言都起身围了过来 校长 这次赢了不少吧 不给我们分点吗 陈大力露出一副 贪婪的目光说道 王德发美好气道 行了吧 这都是靠楚云才赢的 要是对面 没有顾及那么多 你们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众人耸了耸肩 倒是没人反驳 这确实是大实话 王德发忽然震惊到 所以 接下来的比赛 有多难 你们最好提前做好 心理准备 到时候 大家都奔着 秘境名额去的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众人点头 然后问道 校长 你不是说 有好消息 要告诉我们吗 被你们一打岔 差点忘了 王德发望着众人 缓缓说道 第一个好消息 是你们最近的表现 已经被十大名校得知了 比起之前 他们开出的条件 已经提高了不少 不过 距离我的目标 还是有些差距 所以不着急 现在距离全国狩猎大赛 还有一段时间 月底给他们答复 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众人继续问道 王德发道 这第二个 当然就是秘境名额的事情了 刚接到主办方的消息 正式的比赛 再过三天 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 会有32支队伍 参加比赛 取得冠军名额的队伍 将拥有 进入秘境的资格 楚云问道 那参赛的队伍信息 都有了吗 有 王德发点了点头 拿出来了一张名单说道 这是所有参赛队伍的信息 楚云接过名单看了一眼 顿时就发现了 一个熟悉的队伍 嗯 竟然还有战神般的人 这群人还缺秘境名额的吗 王德发翻了个白眼开口道 没有人会嫌弃秘境刷得多 我靠 这次来的都是皇级二阶的人 比之前训练营那一波猛多了 再猛有什么用 还不是楚歌一个小红人 就秒了 那倒也是 那就希望他们 不要跟我们对上了 第102章 在遇战神般 还没开始 先费三个 同样是战神般的人 但人员名单跟之前的人 却大不相同 楚云猜测 这应该是战神般上一届的学生 对了 校长 对战顺序出来了没 我们第一场打谁 王德发说道 目前还不知道 抽签定在比赛前一天 众人文言都是伸了个懒腰 那这几天 岂不是没什么事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 休息就别想了 王德发看了众人一眼 表情严肃道 说实话 我对你们接下来的比赛 很没有信心 校长 您说这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要是没楚歌 我们可能第一轮都过不去 但是有楚歌 我们还是能扛过去第一轮的 姜皮信誓旦旦道 王德发直接忽略姜皮 对着众人说道 所以 为了你们获胜的几率大一些 这最后三天 加强训练 说吧 王德发看向了熊大熊二 以及指强盗 这三天就辛苦你们了 三人点了点头 然后面带笑容地 走到了怪物学院众人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三人的笑容 众人都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他们总觉得 接下来这三天不好过了 而事实证明 他们的觉得是对的 第一天 为了磨练众人的耐力 熊大开启重力领域的情况下 让众人负重长跑了一整天 那一天 众人只觉得自己双腿都废了 第二天 为了控制众人的灵气运用 只强追杀了众人一整天 毫不留守那种 期间 姜皮 陈大力 瘦子 胖子都受伤了 但问题不大 当晚不知道被校长用了什么手段 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了 正所谓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两天的高强度训练下来 众人竟然感觉 修为隐隐有些突破 不由的 大家很期待第三天的训练了 而第三天 训练还没开始 战神班的人 却是找上门了 山脉外围 一处空旷的森林位置 三个战神班的人 来到了怪物学院众人面前 你们就是怪物学院的人 为首一人声音冷淡问道 一看就不太好惹 楚云站在众人的最前方 随口问道 你们是谁 呵呵 那人冷笑一声 开口道 我们是战神班的 哦原来是战神班的呀 怪物学院众人 琪琪露出恍然的表情 然而 下一秒去画风一转道 你们就是训练营食后 被我们虐成死狗的 那个战神班吗 对方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小子 战神班可没你想的那么弱 那也没看出来 有多强啊 楚云不屑道 话音刚落 楚云就感觉 前方一道拳风袭来 下意识的 楚云直接开启金门 同样一拳轰了上去 碰 两拳相撞 巨大的气势 朝着四周扩散 一股静气连衣 自两人为中心扩散出去 煞时间 不少树叶随着静气 漫天飘荡 哼哼 虽然有几分实力 但还是太弱了 那人冷笑一声 十分装逼地 抬头看向楚云 但下一刻 他的脸上 就露出了痛苦之色 很显然 刚才他抬头那一瞬间 楚云已经使用了阅读 战神班 就这 楚云收回拳头 直接看向了其余两人 如果你们是来找事的 那就直接上 如果你们只是路过 那就赶紧滚蛋 我们还要训练 没时间搭理你们 两人看到自己伙伴的样子 也知道是在刚才的交手之中 落了下风 但战神班的人 不管是哪一届 都是有着自己的傲骨 所以 下一刻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就要上去教训楚云 楚云见状也不意外 直接笑道 真是弱智 这个时候把你们废了 可不算违规 花音落下 不等怪物学院出手 熊二就已经鬼魅般地 来到了众人面前 随后一掌轰出 两名战神班的学生 直接到飞出去 直到撞在树上 才算是停了下来 黄疾四街的人 两人爬起身 脸色郑重地望着熊二 熊二开口说道 虽然你们是战神班的人 但是朱勇没交代过你们 在外边不要惹事吗 两人冷哼一声 也是知道 今天想找场子 是没戏了 不过 接下来的对战早晚能遇上 倒是也不急于一时 起身擦了擦嘴 两人来到刚才那人身边 准备带着人离开 等等 楚云忽然开口 叫住了两人 两人下意识回头 正巧对上了楚云变红的双眼 没有任何意外 两人脸上也露出了十分痛苦 甚至恐惧的神色 仿佛正在经受着什么折磨一般 看到这一幕 姜皮第一个冲上来调侃道 这群战神班的人 是不是脑子不好使 明天比赛就开始了 非得今天来找场子 陈大力幸灾乐祸道 智商确实是差了点 现在好了 比赛还没开始 先废了三个 走吧 我们继续训练 熊二仿佛没看到一样 直接带着众人继续训练了 而楚云也并没有考虑解除他们的换术 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比赛他们是别想十个人参加了 这三人没个几天是缓不过来了 至于杀死他们 楚云现在倒是没这个想法 虽然双方关系不好 但还不至于搞出人命 不过 事到如今 这也都是战神般的人活该 去哪装逼不好 非得来自己这装逼 搁这装你马呢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当天晚上 比赛抽签结果也出来了 但有些戏剧性的事 楚云他们第一场对战的 就是战神般 啊 这 一群人低着头 双肩忍不住颤抖不停 仿佛下一刻就要笑出来一样 终于 楚云第一个憋不住了 嘴角一撵 拍着大腿 就大笑了起来 战神般这群牛马 到底是什么运气啊 他们那个什么教练 这一次怕不是要气死了吧 看着楚云笑得这么大声 姜皮和陈大力 却是泪流满面 我靠 楚哥 你笑归笑 能不能别拍我们的腿啊 啊这 意外意外 我说 我腿怎么不疼 第103章 爆打战神般 直接投降了 第二天一大早 关于秘境名额的争夺赛 终于开始了 之前的比赛 顶多算是热身 今天才是实打实的强者如云 不少之前没露面的选手 今天也都出来了 来到现场之后 怪物学院众人的表情 瞬间就变得郑重了起来 果然都是黄级的人啊 大概扫了一眼 竟然没有找到一个黄级的选手 当然 除了薛红一 但他可是带着九个三阶的队友 实力少说 是能排上前五的 至于其余队伍 虽然长相不咋低 但气势都不弱 只能说 未来可期 不愧是社会人 长得果然 没一个好看的 姜皮弩了弩嘴 望着一个方向说道 那边就是战神般的人吧 怎么一副要吃了我们的样子 众人转头看去 果然看到七个人正瞪着双眼 狠狠看着他们这边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边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但知道的却是知道 两边是真的有深仇大恨 本来这比赛就是团队比赛 黄级以上 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 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现在战神般 直接少了三个人 别说冠军 现在第一轮 能不能过去都是个大问题了 更巧合的是 他们第一场还跟楚云碰上了 虽然楚云他们的队伍 在所有参赛者里面表面实力 是最弱的 但谁要是小看这支队伍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特别是楚云那小红人 简直就是秒天秒地的存在 很快 主办方宣布比赛开始 一共32个队伍 即将进行为期五天的比赛 分别筛选出16强 8强 4强 直到决出冠军 换句话说 这次的战斗是一场19战 越往后边 可能战况就越激烈 这个时候 谁的队伍有恢复灵气 或者疗伤的手段 那能走到最后的机会 自然也就越大 第一场比赛 刚好还是怪物学院众人 对决战神班 不得不感慨 造化是真的弄人 他们三个的事情 是你们干的 战神班领头那人沉着脸 质问怪物学院众人道 众人气息耸了耸肩 母鸡啊 反正昨天的事没证据 谁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哼 怪物学院是吧 战神班记住 你们了 全国狩猎赛 有你们好受的 队长 他们好像没有参加 全国狩猎赛的名额吧 啊这 倒是我高看一群野鸡了 哈哈哈哈 望着忽然自言自语起来的 战神班众人 楚云表情古怪道 这群人怎么了 脑子不正常了吗 估计是受刺激了吧 姜皮摇了摇头说道 毕竟这是他们第二次 被我们虐了 战神班名声都臭了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回去之后 估计又少不了一顿揍 陈大力默默补了一刀 战神班 剩下七人的脸色 瞬间一僵 没错 这次他们的任务 就是获得秘境名额 本来这任务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但现在任务还没开始 就先损失了三个人 任务难度 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 甚至 大概 或许 他们第一轮都过不去 下一秒 哄 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台上双方的大战 瞬间爆发 如今 楚云金门开启 几乎无限逼近 黄极三阶 再凭借他身上的 无数技能 以及剑纹色霸气 短时间内 对战两个黄极三阶 还是没问题的 司徒镇那边 人剑合一之后 也可以对战 一名三阶选手 至于怪物学院 剩下的七人 对付战神班 剩下的四人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虽然打不过 但拖住不是问题 很快 战神班的两名成员 率先被楚云解决掉 而几分钟后 司徒镇那边 也解决了一名队员 这下子 就是十个人 对四个人了 这特么怎么打 这群人的战斗力 怎么这么变态的 战神班 剩下几人欲哭无泪 都想要直接投降了 但想想一轮游回去之后 他们即将面对的怒火 所有人都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楚云开口说道 就剩你们四个了 还不投降 呵呵 我们战神班的人从不 剩余四人话还没说完 哄 楚云身上忽然爆发出一阵气势 下一瞬 他身上原本的蓝色 开始逐渐朝着红色转变 熟悉这一幕的人都知道 楚云这是 要变身小红人了 你妈 战神班四人浑身一抖 都是忍不住破口大骂 十个人打四个人 就够过分的了 楚云竟然还想开小红人状态 他是想弄死我们吗 等等 转头看了一眼已经昏迷不醒的另外三人 四人忽然意识到 或许楚云是真的想废了他们 下一秒 四人互失一眼 立马一口同声道 裁判 我们投降 裁判 围观群众 就这样 第一场比赛很快就落幕了 传说中的战神班不但一轮游 甚至还投降认输了 不是说战神班很牛逼吗 原来就这啊 我还以为战神班多厉害呢 竟然连小怪物都打不过 战神班这等级 碾压都碾压到狗身上去了吧 真不知道战神班的资源 都培养到谁身上了 怎么养了 一群废物出来 听着台下不少观众的议论 战神班几人 简直尴尬的 想扣个三十一厅钻进去 他们也想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怪物学院 这也太变态了吧 如果让他们用战神班的资源训练 怕不是成长得更快吧 不过 眼下他们最需要考虑的 还是回去之后怎么交代 随着怪物学院 和战神班的人离场 后边的比赛 也都一次开始了 黄极三阶的对战 而且是十人团战 还是有很多 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所以 楚云一行人 并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站在周围观看 这接下来的比赛 转眼一上午过去 三十二支队伍 已经结束了十六支 剩下的比赛会 放在下午继续举行 吃过饭 王德发对着众人说道 下午的比赛 你们就不用看了 接下来 没有比赛的时间 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好好休息 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丹药 都吃了吧 能让你们 最快地调整状态 众人看到丹药都是一惊 校长这时下老本了呀 第104章 小了 格局小了呀 丹药可是个好东西 作用也是多种多样 有些珍惜的丹药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来 因为 虽然天赋种类有很多种 但珍惜的却只有那几种 虽说炼药天赋 算不上隐藏天赋 但一个SSS级别的炼药天赋天才 可比三四个SSS的攻击天赋作用都要大 楚云的四个楚号 就是SSS级炼药天赋 毫不夸张地说 他现在能炼制的丹药 足以吸引圣级甚至地级的强者 楚云一众人接过丹药 直接吞下 煞时间 所有人只觉得浑身被一股暖流滋润着 很快 上一场对战消耗的灵气与体力都尽数恢复了 这丹药可真是好东西啊 校长 你还有吗 姜皮眼冒金光 一副药冲上去抢过来的样子 你当大白菜呢 王德发美好气白了姜皮眼 开口说道 就这还是我费尽心思才弄来的 后边的比赛 你们最好给我好好打 嘿嘿 校长 你就放心吧 不就是一个冠军吗 简简单单了 话是这么说 大家确实都没掉以轻心 今天之所以那么轻松取得胜利 完全是战神班缺了三个人 如果战神班十个人全到位 楚云不开死门的情况下 想要取得胜利 还是有些困难 但大家都知道 楚云开启死门需要三天冷却时间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这技能还是要留到最后 转眼一下午的时间过去 十六强剩下八个位置也都确定了 没有任何意外 其中就有薛红一的队伍 而且 经过这次的比赛 他们的队伍已经被誉为最有夺冠潜力的了 第二天一早 新的一轮比赛又开始了 今天的比赛将会决出八强的队伍 怪物学员运气不错 抽到了相对比较弱的一支队伍 对方没有辅助系的天赋 加上昨天消耗比较大 硬生生 直接被楚云几人拖输了 比赛结束 一众人来到台下休息 顺便观看后续的比赛 楚云开口说道 人数一旦对等 我们的压力果然就有些大 唉 都怪我们拖了后腿 要是我们都是黄吉 就没这么麻烦了 众人都是叹了口气说道 王吉九阶和黄吉 虽说就差了一击 但两者的差距 却是天差地别 先不说 黄吉能再度觉醒一个天赋专属技能 光灵气 都比这王吉 要多了一倍不止 这种情况下 如果打起消耗战 王吉明显是要吃大亏 还有三轮比赛 接下来只会更难了 王德发走了过来 再次拿出了几枚丹药 递给众人 嘿嘿 校长这丹药 是真好用啊 一众人毫不客气地吞下丹药 身上消失的力气和体力 立马就补充回来了 王德发有些肉疼地看了一眼 心中不停默念 都是投资 都是投资 以后这些小怪物 一定能挣回来的 校长 你怎么了吗 楚云注意到 校长不停抽搐的脸庞 开口问道 你没事吧 熊大大笑着说道 放心吧 老王没事 就是有点肉疼 你们这丹药可是花了他不少心血呢 有多少 别的不说 这几天挣的都吐出去 还得再补上三成私房钱 我靠 楚云几人听到这话 表情都是一正 没想到 校长为了他们竟然豁出去这么多 不过 这也不得不感慨 丹药是真的贵啊 片刻 楚云忽然拖着下巴嘀咕道 原来丹药这么赚钱 我记得小时候我四哥骗我的压岁钱还没还呢 你可拉倒吧 众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家里有这么个财神 你还惦记那点压岁钱 改天直接要点丹药 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小了 格局明显是小了呀 时间一换过 第二天的比赛 很快也结束了 八强的名单 如今已经出来 能从32支队伍 进入八强 足以见得 这八支队伍的实力 都很强硬 当然 小怪物队算是最大的黑马 之前能获得十连胜 是因为对手很少有黄极三阶的 但这次的正式比赛 基本都是黄极二阶和三阶的对手 虽然这两场 小怪物队的胜利 都有点胜之不武 但这依然无法掩盖 他们实力很强的事实 接下来就是比赛的关键了 能进八强 没一个是简单的 你们想好接下来的对策了吗 当天晚上 怪物学院一众人 聚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 商量着对策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虽然每天的高强度战斗下来 大家的体力都有所透支 但另外几个队伍 都有着治疗辅助型的觉醒者 所以 消耗还是维持在一个很可观的水平的 要不 明天我也复制一个幻术天赋 我们用幻术打败他们 胖子想了想 开口说道 楚云摇了摇头道 没用的 黄极三阶拉开我们的属性 还是太多了 这几天 哪怕是我的幻术 对他们的控制时间 也越来越少了 毕竟是黄极三阶 虽然主修都是力量 但精神属性也都不弱 楚云的阅读 已经无法控制他们太长时间了 除非能做到精神属性碾压 还差不多 但问题又来了 想要属性碾压 就要开启死门 开启死门 基本可以宣告他们 提前出局了 想到这儿 众人都是一阵惆怅 看来得找一些黄极的凶兽 搞一搞了呀 楚云忍不住叹气道 这几天 跟同等级的人切磋 虽然也获得了属性点和熟练度 但比起猎杀凶兽 来得实在是慢了点 而且 他还记得 之前黄极凶兽的心脏 似乎是对他有加成的 如果能多来几个心脏 属性还不就是刷刷提升上去了吗 你们都这副表情 看着我做善 楚云看着众人的表情 忍不住问道 楚哥 黄极凶兽 你当时杀着玩呢 上哪搞去 我们还是先想想 怎么搞赢比赛吧 楚云想了想 直接到 直接搞 怕什么 大不了输了 偷偷溜进去就是了 我靠 别借啊楚哥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陈大力一听 顿时就不淡定了 这种秘境偷偷溜进去 是肯定会被发现的 到时候 绝对是想跑都跑不掉 第105章 这一波呀 叫做炸壶 第二天一早 新一轮的淘汰赛 再次拉开序幕 可能是之前两场比赛 用光了所有运气 这一次 楚云一行人 直接对上了 实力排名第二的队伍 不过 一群人倒是没有慌望 到了这个地步 不管如何 都是要拼一拼的 所以 楚云已经做好了 开死门的准备 战斗一开始 双方队员直接开启天赋 能走到这一步 队伍组合都不弱 而且 对面这些队员 一个个都是战斗经验 老练的觉醒者 想要从这群人手里 取得优势 以怪物学院众人 现在的等级 实在是有些困难 很快 姜皮一个不注意 直接被对方偷袭 轰出了场外 靠 这群人不讲武德 竟然来偷袭我 我大意了 没有闪 跌落台下的姜皮 骂骂咧咧几句 随后也只好来到了观赛席 这场比赛 有点难了呀 王德发叹了口气 脸上不由得有些惆怅 虽然走到这一步 已经很出乎他的意料了 但头子那么多 没拿到秘境名额 还是让他有点心疼 姜皮却是一脸兴奋地说道 怕什么 楚歌 还能开小红人呢 没用的 王德发摇了摇头道 就算这场赢了 后边也还有两场比赛呢 嘿嘿 校长你看着就好 见姜皮神神秘秘的样子 一时间倒是给王德发 整得没自信了 难道楚云已经克服了 小红人状态的弊端 就在这时 台上的战况 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随着姜皮下台之后 对方也有两名队员 被楚云和司徒镇联手解决了 但同样的 楚云这边又淘汰了几人 眨眼时间 台上只剩下楚云 司徒镇 骆九幽 楚蒙 以及灵雪了 楚蒙开口问道 楚老六 接下来怎么办 对面可是还有七个人呢 你们都怎么样 还能继续打吗 骆九幽苦笑道 我们四个联手 估计只能拖住一个 主要对面都是黄极三阶的人 而且战斗意识都不弱 他们以王极九阶的实力 拖住一个黄极三阶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唉 等级压制 果然是大问题啊 楚云叹了口气说道 那你们直接下去吧 剩下的 交给我 楚云 他们可是 还有七个人呢 你行吗 灵雪一听 楚云要一个人战斗 立马就担心了起来 楚云递给众人一个 放心的眼神 放心吧 按照计划进行 成不成 就看这一场了 那你不要勉强 如果情况不对 就放弃 灵雪叮嘱道 楚云点了点头 妮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一番交流之后 怪物学院剩余四人 就主动走下了对战台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都是满头雾水 什么情况 打得正爽 怎么还下去了啊 估计是看没希望了 主动投降了吧 唉 可惜了 小怪物队 还是等级太低了 以王级九阶的实力 走到现在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是啊 但凡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冠军绝对是他们的 不光是台下满头雾水 就连对方的队伍 也都梦了 老大 他们这什么套路啊 其中一个队员 好奇问道 另一个队员说道 不会是要投降了吧 队长却是脸色 难看的摇了摇头 投降的可能是我们 啊 所有队员 琪琪望了过来 一脸都不解 队长叹了口气道 你们是不是傻呀 他这是 摆明了要一个人 跳我们七个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接下来就要 开启小红人状态了 只是 我想不明白 开了小红人后边的比赛 他也赢不了 他怎么敢的呀 就在对手搞不明白 楚云打算的时候 楚云身上的蓝色蒸汽 已经开始一点一点 朝着红色转变了 看到这一幕 台下的观众 瞬间欢呼出声 卧槽 来了来了 小红人来了 小红人一开 谁都不爱 这赢定了呀 草 真敢用啊 我还以为要留到决赛呢 拉倒吧 这一场都赢不了 哪来的决赛 那倒也是 此刻 看到楚云身上的红光 对面队伍的成员 心中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第一个 让楚云变身小红人的 虽然这代表着他们的实力 得到了认可 但他们一点都不想要这个认可呀 队员们瞬间一脸苦笑 老大 那我们怎么办 开了小红人这货 起码黄疾巴结的实力 根本打不过呀 是啊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狗看了都得摇头 感受着楚云逐渐攀升的气势 对面的队长 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 就在这时 楚云也淡淡地开口了 我知道 你们很不理解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虽然可能下一场还会输 但只要赢了 就还有机会 输了 就真的 没机会了 怪只怪你们倒霉吧 或者说 你们实在是太强了 听着楚云这话 对方队员都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一时间 他们竟然不知道 这话到底是夸他们的 还是可怜他们的 特喵的 他们真想大喊一声 这批开挂啊 要是楚云只是黄极五阶 他们或许还能打一打 但这黄极八阶 他们根本没有还手的勇气 很快 时间流逝 对方没有动手 楚云也没有着急 倒是观众们 都有点坐不住了 他们还等着看楚云秒天秒地呢 扮赏之后 对方队长一脸纠结 仿佛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只见他收起天赋 叹了口气道 不打了 我们认输 面对黄极八阶的气势 他们实在是提不起打下去的心思 打不过不说 说不定还得受点重伤 反正都进不去下一轮了 没必要折磨自己 其余队员一听队长这话 虽然心里有些遗憾 但想想 能少一顿黄极八阶的暴打 谁又想继续挨揍呢 反正结果又没有什么影响 脑子有炮 才会送上去挨揍 就这样 小怪物队 顺利晋级四强 而这时 楚云也终于松了口气 哈哈 赢了 楚歌牛辫 怪物学院众人 瞬间兴奋地大叫起来 没想到这一招 还真的有用啊 见众人 仿佛早就猜到这一幕一样 王德发不解道 到底什么情况 这小子 不是只能十五秒小红人吗 校长 好好学 就好好看 这一波啊 叫做炸狐 王德发眼睛一瞪 什么鬼 怎么还能炸狐了 难道刚才的变身 是假的 第106章 喂死门 成功拿下比赛 下一场 对战薛红一 随着裁判宣布结果 楚云也笑眯眯从台上跑了下来 小怪物牛逼 小红人太猛了 竟然吓得对方都投降了 小红人 你就是我的神 我要给小红人生猴子 台下观众不停欢呼 虽然没看到秒天秒地 但吓得对手直接投降 观众们依然是看得很爽的 楚歌 牛啊 跟计划的一模一样 楚云刚一下来 江皮陈大力几人 就围了上去有说有笑 王德发开口说道 楚云 你们到底是什么计划 连我这个校长都瞒着 楚云呵呵一笑 摆了摆手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现在控制死门的状态 更熟练了而已 什么死门 众人都是一脸猛 楚云黑着脸道 就是小红人 众人恍然大悟 哦 楚云 其实这也是他偶然发现的 或许是因为使用的次数多了 身体产生了抗体 也可能是属性提升 缓缓得到了一点加持 总之 现在的楚云 可以开启一种尾巴门的形态 但这种形态下 楚云没办法进行太多的攻击 只能保持这个形态 提高自己的体数力量 换句话说 是楚云用强大的精神体 在结合身体素质 强行维持了精门和死门的一种平衡 气势上 确实是开启死门的气势 但战斗力 远不如火力全开的死门 不管怎么样 起码开启之后 直接下到了对手 这还是很不错的 简直可以说是 炸狐必备 你们说 咱有没有可能一路炸狐到最后 众人心中 忽然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别做梦了 楚云无语道 下一场 但凡对手有点脑子 也会跟我们拼一拼 说话间 台上又一场比赛开始了 今天只有四场比赛 所以 半个上午的时间 就能进行完 最后一场 是薛红一的比赛 但他的对手最后 也是投降认输的 比赛结束 现场观众议论纷纷 32进16的时候 还没什么反应 这走到八强了 却有人开始认输了 这就很不合理 但不得不说 能让强队认输 只能说明 对方更强 可一看这两队队长的年龄和等级 不少强者 都破防了 说好的黄吉 都是大佬了 结果 还不如两个黄吉的小毛海 时间一转 第二天的比赛 又开始了 今天是四进二的比赛 也是半决赛 今天获得胜利的队伍 将在明天的时候 争取秘境的最终名额 本以为最后的决赛 会是小怪物 和薛红一的队伍 可没没想到 造化弄人 这两支队伍半决赛 就先遇上了 我靠 点得这么背的吗 当众人得知 今天的对手 是薛红一的队伍 一下子干净都没有了 面对这队伍 想要炸糊 有点难 楚歌 今天怎么说 众人都是看向楚云 小怪物队能走到现在 可以说是全靠楚云一个人了 楚云耸了耸肩 一副不在乎的表情道 还能怎么说 干就完了 能干得过吗 众人脸色一苦 都是有些担心 这可不是最后一场比赛 就算赢了 后边还有一场呢 那个时候的胜负 才是关键 你们不要太悲观了好吧 楚云淡定开口道 我的小红人是绝对可以秒杀薛红一他们的 至于明天的比赛 你们也不用担心 今天半决赛了 一路走到现在 大家的状态都好不到哪去 但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有伟大的校长 用丹药支持 可以说 我们是随时随地满战力的 楚云话音落下 众人眼睛都是一亮 随后琪琪 朝着校长望去 王德发嘴角一扯 肉疼说道 放心好了 只要你们能拿到冠军 丹药管够 得嘞 说吧 一众人就离开了酒店 前往了比赛现场 很快 半决赛比赛开始 第一场进行对决的 是另外两个队伍 能走到半决赛 自然证明队伍的实力不弱 但社会上的觉醒者资源 毕竟有限 他们可没有丰厚的单要支持 所以 走到今天 两边的战力 都有所下降 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认输 兄弟们 开天赋 我们距离冠军 就差一步了 只要拿到冠军 再进去一次秘境 我们绝对能突破 随着双方队长一声大吼 两边的队伍 直接就碰上了 前排 是防御性天赋 后边紧跟着 是攻击性天赋 而最后边 则是控制 和治疗的辅助天赋 轰隆 一道巨大无比的土墙 出现在比武台上 赫然是其中一方的防御天赋 觉醒者 已经出手了 看到这一幕 另一边自然也不会手软 同样是一道墙壁出现 只不过 这墙壁 是由木头组成的 呦 木系的防御 像天赋 真是可惜了呀 楚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一般来说 木系都是更偏向辅助 和控制的 防御项的倒是很少 当然 某些设定里 木系也可以是无敌攻击项 想想一尊大佛出现的场景 规规 那场面 那输出 思绪流转之间 台上双方的攻击天赋 觉醒者 也已经厮杀上了 有幻兽系的 也有火系的 还有风系的 但从输出的情况来看 天赋顶多是A级或者B级 比起SSS天赋的技能输出 还是差了点 天赋越强 同样的招式 输出自然也是越强的 这也是为什么 灵血其实在众人里边输出 不算很弱的原因了 因为他的SSS火 跟冰天赋 配合起来 实在是有些逆天 刷 一道巨大的锋刃袭来 其中一方的队员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脸庞上 瞬间出现一道血丝 草 先解决对面的风系 真是太恶心了 收到 几个人转身 直接朝着那风系的觉醒者 轰杀过去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藤曼 不知道从哪里袭击过来 瞬间纠缠上了 想要攻击的那几个人 呵呵 想围攻我们的输出 得看我同不同意 这人话音刚落 滑 一片火海骤然出现 刚才的藤曼瞬驾 被烧黑 同时 那几个人 也挣脱了藤曼的控制 望着台上各种华丽的技能飘过 楚云又是忍不住感叹道 能觉醒天赋 可真好啊 有一说一 他这会儿 忽然有点羡慕这些人了 一个个的技能 也太酷炫了吧 然而 面对楚云这话 怪物学院 众人都是投来了 古怪的神色 这话 到底是赞扬的 还是鄙视的 你压一拳下去 SSS天赋 都挡不住好吧 第107章 此子竟然恐怖如斯啊 几分钟后 台上对战双方的队员 基本都见红了 模样看起来 多少都有点凄惨 但是 毕竟一路走到了半决赛 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 放弃进入决赛的资格 眼下 在这几个人眼里 就只剩下赢下 今天的比赛 这一个目标 哄 伴随着台上一阵 耀眼的光芒 暴势而出 双方又是 进行了一波技能的碰撞 片刻后 其中一方队伍的队员 最先历劫 瞬间倒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这场比赛的胜者 也出来了 恭喜三土队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裁判上台 宣布了比赛结果 三土队的名字 来自他们队长的天赋 也就是一开始 召唤土墙防御的 那个觉醒者 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 红衣队和小怪物队的比赛 决赛名额 到底花落谁家 大家马上就可以知晓了 随着裁判的话音落下 现场观众顿时欢呼一片 伴随着欢呼声 红衣队和小怪物队 两边的队员 也都陆续上场了 来到队站台上 薛红衣面带笑 欲望着楚云道 上次输给了你 但这次 我一定会赢的 你确定 楚云眉头一挑 不知道 薛红衣哪来的信心 薛红衣笑了笑 也不解释 只是说道 我知道你昨天的小红人 对你没产生影响 今天你也肯定可以继续变小红人 但我还是不会输的 冠军一定是我的 嗯 听着薛红衣语气之中的自信 倒是给楚云看愣住了 他是怎么看出来 昨天的死门对我们影响的 不过 他这股自信 倒是有些奇怪 片刻后 楚云反应过来了 对方好歹是军方的人 自家校长 还能弄点单药出来 要说对面什么底牌都没有 楚云可是不信的 原来是还有底牌没出啊 楚云小声嘀咕一声 随后回头对着众人道 这场比赛 可能不好打了 啊 不会吧 江皮一脸震惊 楚哥你不会开不了小红人了吧 楚云摇了摇头 能开 但对面 好歹是军方的人 肯定也有点底牌的 那我们怎么办 被楚云这么一说 大家的表情 也都变得凝重了起来 本来以为 会是一场 碾压甚至炸壶的战斗 现在好像要拼命了 不管怎么办 尽力吧 楚云叹了口气 交代道 但有一点 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 别逞了 嗯 好 众人齐齐点头硬下 随后 双方没有再多说话 直接开启天赋 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 之前双方对战过 所以 这一次 没有试探 上来就是天赋技能 互相招呼 胖子复制的技能 依然是增幅类天赋 几道光芒 落在怪物学院 众人身上 众人的技能输出 顿时得到了不少加成 有着这个加成 再加上 SSS天赋的加成 他们勉强能跟对方的输出持平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十个人的 气势瞬间大增 薛红一双拳 更是包裹上了红光 配上他浑身的红色衣服 多少也有点小红人的状态了 不光是他 就连他身后九个人 此刻脸上都有些胀红 我靠 对面也能变身小红人 看着对面众人的变化 怪物学院 这边一时间都愣住了 楚云也是眼睛一瞪 随后皱着眉道 他们应该是用了秘法 或者担药 此刻 对方成员的气势逐渐攀升 已然有了突破 黄极四阶的意思 再这么下去 楚云他们 似乎就没得打了 而陈大力的空间躲藏 又刚好被薛红一克制 想要靠藏猫猫 也是不现实的 灵雪表情凝重 有些担心道 楚云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他们全都是黄极四阶 你就算变了小红人 也不好打吧 楚云沉吟了一下 现在的他开启死门之后 能保持15秒完全体形态 完全体之后 还能使用5秒的死门 专属技能 20秒的时间 想赢下 10个受过训练的黄极 四阶觉醒者 确实有些困难 除非 再次使用无限阅读 但那样的话 现场这么多人 可能都会遭殃 想要精准的 只控制对方十个人 根本做不到 一下子 楚云也觉得有些棘手了 就在这时 薛红一一行人的气势 逐渐稳定 十个人全都稳定在了 黄极四阶的样子 比起楚云开启金门之后的力量 还要高一些 根本感知不出来 对方的实力 太高了 落酒幽咒没说到 其余人闻言 都尝试了一下 眼神瞬间变得凝重 真的感觉不到 是我们怎么打 众人一下子就泄气了 就算他们能越急而战 但也越不了四级 更何况这中间 还隔着一个大等级 这个时候 薛红一的声音 淡淡传来 我说过 这次就算你变身 小红人都没有用的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的小红人状态 维持时间有限 但我们的状态 却是能维持很久 除非你冒着很严重 后遗症的影响 持续开启小红人 但我想 你们的团队 应该也不会舍得 一个天才云落的吧 听着薛红一最后一句话 楚云的神情 变得有些古怪 这口吻听起来 怎么那么的 充满暗示呢 咋的 从了你我就没事了 心里嘀咕几声 楚云开口道 比赛还没结束 一切可都不好说 话罢 楚云回头看向身后众人 还没开口 众人就瞄懂 抢先一步开口道 楚哥加油 我们在台下等你 说完 一众人就直接转身 朝着台下走去 步子之中 没有一丝的犹豫 算了 走了就走吧 楚云确实是 想让他们离开来着 不然 他怕误伤 见楚云 再次让队友下台 薛红一的神情 也是紧张了起来 别看他话里话 外信心那么足 其实心里虚着呢 楚云猜得没错 军方的人 肯定少不了辅助手段 但有一点 他们之前的战斗 都是实打实卖 力气的战斗 并没有楚云 那么好的运气 半决赛之前 几乎是无伤战斗 所以 就算他们可以恢复 也恢复不到全胜状态 这种情况下 如果楚云小红人状态 真的持续时间很长 那输的大概率 还是他们 毕竟 黄极八阶 比这四阶 可是翻了一倍的属性啊 跟何况 楚云加成的 还是全属性 而不是像他们 只加成了 对应天赋的属性 接下来 就让我看看 是你们的提升来得多 还是我的提升 来得多吧 花音落下 楚云瞬间开启死门 浑身再度冒起了红光 而他此时的思维属性 也直接以十倍的 夸张程度提升 眨眼就来到了 接近一万八的地步 感受着楚云身上 爆发出来的气势 薛红一一众人 以及台下的观众 全都惊呆了 尽管不是第一次见 但每次看见 还是忍不住惊叹 此字 净恐不如斯啊 第108章 小怪物队挺进决赛 薛红一想要合作 开启死门之后的楚云 并没有浪费时间 毕竟留给他的时间 最多是20秒 而完全体则是15秒 但20秒解决 对面10个人足够了 只是 楚云有些好奇 薛红一到底是哪来的信心 说能阻挡自己 不管了 先解决了他们再说 心中下定主意 楚云脚下 直接闪起一抹金光 闪光梯 发动 有着17000点的 敏捷属性加成 楚云此时的速度 简直快到恐怖 闪光梯的效果 自然也就加成许多 刷 一道金色闪光 在空中穿梭而下 目标直指对方 最后方站着的辅助 和控制队员 一个照面 两名黄疾四阶的觉醒者 直接失去战斗能力 而且 两人都被踹到了台下 就算想继续战斗 也没机会了 大家小心 快联合起来防御 薛红一反应是最快的 当即就下达了命令 但他还是小看了 楚云的死门加成 说话的时间 楚云 已经又一拳挥出去了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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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耳的军猎声传出 楚云对面 两个觉醒者 眼前突然出现了 蜘蛛网般的猎蚊 两人瞳孔 当即一缩 准备出招应对 但也就是一缩了 之后没等他们出手 就直接倒飞出了比武台 同时失去了战斗能力 眨眼间 秒杀四个 红一队瞬间就剩下六人了 而楚云只用了 短短三秒的时间 还有十二秒 楚云内心 时刻计算着时间 他不知道 薛红一有什么把握 能挡住他 所以 在薛红一回过神之前 他只好先一步 解决薛红一的队友 凌波微步调整身位 眨眼的时间 楚云已经钻进了六人中间 而后正对着其中一个人 使用了阅读 红一队又费一人 没理会中了幻术的这队友 楚云在一瞬间 开启了剑神领域 虽然王拳剑对凶兽 有伤害加成 但 这并不代表 对觉醒者就没用了 现在楚云可是等级碾压对方 剑神领域一出 众人只感觉浑身汗毛 都倒立了起来 特别是距离楚云最近 从左右两边 正围过来的红一队队员 他们只感觉浑身的皮肤 都像是要被刺透了一样 而这仅仅是一股剑意 下一刻 无响的一剑拔出 红一队顿时又费两人 而此时 楚云的八门完全体时间 还剩下七秒了 反观红一队 也只剩下三个人 剑楚云又要继续出手 薛红一忽然冲身旁的两人喝道 你们先下去 剩下的交给我 两人犹豫了片刻 直接离开了比武台 对于薛红一的命令 他们是无条件服从的 除非薛红一遇到了生死危机 剑薛红一让对方退出比武台 楚云也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他不确定薛红一 还有没有别的底牌 但自己的时间内 已经不多了 如果不能在时间内解决 麻烦的就是自己了 想到这儿 楚云并没有理会那么多 薛红一为什么让队友下去 跟他没关系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七秒之内解决薛红一 取得比赛胜利 而就在楚云一个瞬移 来到薛红一面前 准备抬手攻击的时候 薛红一却突然抬手淡淡道 认输 话音落下 楚云的拳头 正好停在了薛红一的小副位置 强劲的拳风 吹动了薛红一的衣服 但凡薛红一说话再慢一点 这一拳就实打实打在他身上了 见对方认输 楚云也是连忙解除了死门状态 虽然他有20秒不受死门伤害的时间 但越早解除死门 楚云身体的负担就越小 楚云望着薛红一说道 你应该不用认输的吧 是我低估你了 薛红一面露苦笑 开口道 军方虽然有底蕴 但也没你想得那么厉害 之前我见你小红人状态 以为只是单纯的力量增加 但现在看来 似乎速度也增加了许多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的提升应该是全属性增加的吧 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但这种情况下 就算拼个两败俱伤 我也是大概率打不过你的 楚云听到这话也是恍然 心里顿时平衡了不少 讲道理 如果军方的底蕴 能比他开挂还牛批 他心里还真会有点不平衡 但现在嘛 舒服多了 挂臂才是最无敌的 薛红一继续说道 当然 如果我真的动用全部底牌 你也不好受 明天的比赛就难了 所以 你想干什么 楚云眉头一挑 直接问道 他不傻 能听出来 薛红一应该是有别的目的 薛红一道 很简单 我想跟你合作 要一个秘境名额 但不白要 会给你们其中一个队员对应的补偿 你确定能给对应的补偿 秘境代表什么 你应该懂的 这个秘境有点特殊 待会儿找个空闲的地方再细说吧 行 见对方似乎知道不少东西 楚云倒是也没矫情 直接就点头答应了 而此时 裁判也宣布了比赛结束 现场听到这个结果 先是安静了两秒 之后 则是彻底陷入了欢呼 小怪物队牛逼啊 一群王级的人竟然进了决赛 这可不是黑马 能形容的了 这也太牛了 主要还是小红人厉害 没有他 小怪物队可走不到这一步 明天就是决赛了 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拿到冠军啊 必须的啊 三土队今天受伤很重 小怪物等于只伤了小红人一个 明天肯定是稳稳当当的 那倒也是 这个结果 还真是让人意外啊 比赛结束 众人议论之后 也都直接散去了 接下来就等着看明天的决赛就好了 而怪物学院众人 则是回到了酒店 至于楚云 则是半路 去见了薛红衣 楚云离开后 姜皮仪众人 不禁开始挠补了起来 你们说 那红衣小妞 是不是看上楚歌了 不能吧 就他那见谁 都跟欠几百万似的 能喜欢男人 要不 咱跟过去看看 众人眼睛一亮 都是来了兴趣 特别是林雪 更是迫不及待到 那咱赶紧走吧 再晚点就追不上了 啊 这 众人齐齐望向了林雪 嘴角有着莫名的笑意 林雪瞬间脸红 害羞道 我 不是你们说想去看看吗 啊 对对对 我们想看 赶紧走赶紧走 第109章 没事我就先走了 我怕人误会 不多时 众人一路尾随楚云 跟着来到了一处 安静的小树林内 咦 这地儿有点熟悉啊 废话 这就是那天晚上 我们偷窥学姐和楚歌的地方 嗯 偷窥 林雪眼睛一瞪 似乎想到了什么 啊 不是 学姐 你听我们解释 我们那天什么都没看到 谁都不知道 你吃了楚歌什么 林雪 她只是吃了口冰淇淋好吧 楚云 你还记得这里吗 就在这时 薛红一和楚云那边传来了声音 众人对视一眼 瞬间安静了下来 连忙竖起耳朵偷听 只见楚云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开口说道 当然记得 是我身败名裂的开始 薛红一尴尬一笑 不好意思道 之前的事情 应该是我误会你了 先跟你道个歉 不好意思啊 不用 楚云摆了摆手道 我可经不起你的道歉 说吧 到底想怎么合作 那我就不拐弯抹脚了 对于这次的秘境 你了解多少 薛红一问道 楚云愣了一下 回道 好像是一点都不了解 薛红一道 这次的秘境 属于自由探索类的秘境 而其中最难解决 也最珍贵的 是一头尾龙 虽然实力只有黄极六阶左右 但抱走起来 一点都不亚于黄极八阶的觉醒者 我知道 秘境对于一个人的机缘 是不可衡量的 但这次的秘境 对你们队伍里那个空间系的人 用处不大 我可以用五个空间系的 黄极寿巾作为弥补 让我代替他 跟你们一起进入秘境可好 秘境里所有的奖励都归你们 我只需要 那头尾龙的血液 如何 听完薛红一说的这些 楚云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乍一听 这条件似乎还挺不错的 五个空间系的黄极寿巾 对于陈大力来说 应该是比秘境走一遭更划算了 自由探索类的秘境 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就算秘境里有不少黄极凶兽 但黄极凶兽都有族群 击杀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的 所以 就算陈大力跟着进去 也不一定能得到五个黄极寿巾 特别还是空间系的 可有个问题 薛红一是怎么知道 这秘境具体情况的 似乎是看出了楚云的疑惑 薛红一笑着道 我毕竟是军方的人 这点消息还是有办法的 那就正常了 对于军方 楚云了解的不多 但要说觉醒者最终的归属 大多数也都是军方 因为毕业之后的大学生 基本上都会选择加入军方 消灭凶兽 守护国家 所以 军方的实力 基本上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 片刻后 楚云开口道 这事 我可以考虑考虑 等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而且 我们能不能取得冠军 还不一定吗 薛红一笑着说道 我相信你们 楚云耸了耸肩 也没多说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派人误会 楚云起身 转身就准备离开 薛红一美好气道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干 有什么好误会的 呵呵 楚云冷笑一声 阴阳怪气道 我跟林雪什么都没干 不还是被你误会了 我 薛红一脸色通红 一时语色 楚云跟林雪的事 确实是他脑补的有点多 也就是这几次交手下来 才让他觉得 楚云不像是那样的人 走了 楚云摆了摆手 直接就离开了 回到酒店之后 楚云去找校长说了这事 毕竟 团队不是他一个人的 需要大家一起商议 王德发听完楚云说的 脸上也露出了思索的表情 片刻后 他道 这对于大力来说 其实挺划算的 等他回来 看他怎么想吧 嗯 大力他们没回来 楚云眉头一皱 怪不得他回到酒店 没找到大家 王德发道 他们不是跟你一起出去了吗 跟我一起 楚云愣了一下 瞬间反应过来 就在这时 怪物学院其余人 也终于回来了 看着楚云 众人的目光都有些怪异 你们 脑子被驴踢了 楚云问道 为什么用这个眼神看着我 众人脸色一黑 没好气到 你脑子才被驴踢了 说完 陈大力站出来道 校长 不用考虑了 我完全同意 我特么就敢想到 你们是跟踪我去了 楚云嘴角一扯 瞬间就明白过来了 合着这群人 从一开始 就在自己身边跟着的 还好自己 跟那个薛红衣没什么 这要是搞点什么 可就说不清楚了 想着 楚云下意识转头 看了灵雪一眼 灵雪仿佛做贼心虚式的 连忙低下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跟薛红衣说了 行 你看着办吧 那我去跟主办方说一声 调换一个队员 还是轻轻松松的 话音落下 王德发和楚云分别出门 不久后 众人再次在酒店集合 王德发 已经跟主办方那边说过了 楚云也跟薛红衣传达了消息 对面为了表示成心 直接把五颗 空间系黄极寿金 给了楚云 我靠 这牛这么大方啊 陈大力看着眼前的五颗寿金 眼珠一转 见兮兮道 不知道这富婆 还缺不缺男人 众人 闻言齐齐地过去一个鄙视的眼神 嘿嘿 开个玩笑 你们说 咱要是拿了这寿金跑路 有多大机会 话音落下 陈大力见没人说话 不由得再次问道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 大力 你呀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拿着军方的东西跑路 你是真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啊 陈大力瞬间自闭 草率了 忘记对方是军方的人了 那明天的比赛 我就不参加了 大家好好加油 我要去冲刺黄极了 五颗寿金 就算突破不了 也差不多了 估计 兴奋着大喊一声 陈大力直接拿着寿金 就回屋闭关去了 如果顺利的话 等把这些寿金吸收完 他就可以突破黄极了 想想才大一 就能突破黄极 嘖嘖 爽 第110章 进入秘境 先定一个小目标 提升到黄极 四日一早 终于到了总决赛的日子 比赛现场 一大早就围满了人 不少人都期待着 今天的比赛结果 很快 裁判宣布比赛开始 但当双方队伍上场之后 三土队直接撂挑子走人了 因为今天的小怪物 队里的陈大力 换成了薛红一 本来昨天的半决赛 三土队都拼尽全力了 今天最多 也就能发挥出来 五成的实力 对付楚云 就够费劲的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薛红一 还打个屁啊 明知道打下去 拿不到冠军 还要挨一顿揍 还不如直接投降呢 眼看着三土队的队员 离开了比赛现场 裁判和观众们都猛了 就连楚云 也好一阵没反应过来 两久后 他叹息道 这哥们心态也不行啊 怎么就投降了呢 还不是因为我的加入 薛红一得意道 你可拉倒吧 谁都没想到 比赛能这么无厘头地结束 本来还以为 越往后越精彩呢 没想到一开始才是巅峰 最后这半决赛和决赛 简直就是比百烂 就连主办方 也没想到是这个结局 但总的来说 影响不大 他们的目的 只是找一拨人进去秘境 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罢了 至于为什么不找自己人去 很简单 太危险 再死下去 家里都没能用的人了 当天下午 小怪物队 以冠军的身份 成功见到了主办方的势力 对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至于实力 众人一眼看不透 但应该很厉害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没想到几位小友 竟然以不足黄级的实力 拿到了冠军 众人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接下来 对方也没磨叽 直接表明了目的 双方的谈话 很快就结束了 并且 约定好 三天之后 在同一个地方见面 离开对方家中 一众人重新回到了酒店 怪不得他们根本不再获得冠军的是什么实力的人呢 原来只要帮他们拿到东西就可以了啊 楚云望着薛红一开口道 看来跟你之前说的差不多 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 所以 你们只要放心跟着我就行了 薛红一说道 楚云忽然道 你只要伪龙的血 是因为你的天赋 薛红一倒是也没否认 坦然道 确实是因为天赋 之前的比赛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有一种秘法 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这种秘法 需要以龙血催动 所以 我吸收的龙血越多 实力也就越强 虽然没说出具体的天赋 但大家心里 也都大概有数了 总的来说 这次的合作 算是双赢 因为伪龙的血 对于众人来说 确实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贩卖 倒是也行 但还不至于 三天的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 在这期间 陈大力成功突破了黄级 再一次突破大等级 实力自然会有志地飞跃 但当大家询问 他的新天赋技能时 陈大力的表情 瞬间变得有些便秘 见他这样 大家也就没问下去的兴趣 估计比特末大力水还扯淡 这倒是让薛红一的好奇心 提高不少 这群人 似乎都不太正常 早上吃够饭 十个人再度集合 来到了约定好的地点 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 没问题 中年人开口道 接下来 我会带你们进入秘境入口 剩下来的 就靠你们自己了 只要不违反约定就行 当然 在此之前 你们还有一次反悔的机会 楚云一众人摇头 并不打算放弃 那就走吧 中年人轻笑一声 直接带着楚云一众人 离开了原地 嗯 也是空间隙天赋吗 见眼前的画面陡然变换 楚云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没想到 外边罕见的空间隙 他短短时间 就能遇到三个 薛红一表情严肃到 不是空间隙 是阵法 阵法 楚云微微一震 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就在这时 众人眼前的环境 再次发生改变 直到变了十几次之后 一众人终于停了下来 那中年人大笑一声 解释道 毕竟私人手里的幻境 惦记得人很多 多点防护 让你们见笑了 众人轻轻摇头 并不在意 不过 要是再继续变下去 他们倒是有点想吐了 好了 入口就在前面 准备好了 你们就进去吧 众人顺着中年人手指的方向 果然看到了一个空间入口 走吧 楚云神色兴奋 对着众人说道 这一波 肯定是大提升 嘿嘿 大力那一份 就交给我了 江皮大笑一声 第一个走了过去 楚云一行人见状 也都陆续跟了上去 很快 一众人消失在入口处 在众人消失之后 中年人顿了片刻 叹了口气喃喃道 估计这次 还是没什么希望了 再拖下去 那单要是孵化了 可就没用了呀 花霸 那人 看向旁边的护卫 你们几个 好好守着 有什么动静 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 画面一转 楚云一众人 已经通过空间通道 来到了秘境内 跟薛红一提前获得的消息一样 是自由探索的秘境 目光所及 是一片森林 空中还有一轮 即将落下的太阳 落日森林 众人心中都是忍不住 给这秘境起了个名字 楚云转头望着薛红一 开口说道 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吗 当然知道 跟我来就行了 薛红一嘴角一笑 直接朝着一个方向 快速前进 楚云一行人 也都是立马跟上 在秘境内 有着一个活地图 简直不要太幸福 十几分钟后 众人来到一处地方 好浓郁的灵气 灵雪惊讶出声 薛红一指着一个方向道 这里有着好几个灵果 你们去摘了吧 应该能有点用 有灵果的地方 自然还有凶兽 但对于楚云一众人来说 黄吉一下的凶兽 基本都是秒杀 至于黄吉的凶兽 还不至于守着一点灵果 那格局就太小了 很快 凶兽解决 灵果直接吃了 众人都感觉 体内的灵气有所浮动 这次秘境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全部提升到黄吉 至于楚云 则是惦记着 黄吉凶兽的心脏 那对于他来说 才是大提升 第111章 第一个目标 猎杀黄吉三街幽名报 有着薛红一的带领 本来是自由探索的秘境 在这一刻 却像是楚云一行人的后花园 这里应该有几个活属性的灵果 这里有冰属性的灵果 那边有丹药所需要的灵草 这边 薛红一不停地指着方向 众人按照方向进行 收获颇风 到了后来 就连楚云都有点震惊 这妞到底是怎么能记这么清楚的 这怕不是脑子里装了电子雷达吧 我去 这可比大力好用多了呀 姜皮一脸震惊地说道 我都有点怀疑 这秘境是不是你家的了 众人点了点头 都是朝着薛红一望了过去 薛红一得意一笑 说道 要是这点本事都没 我也不会跟你们合作了 说吧 他又补充道 不过 这次的任务没这么好完成 如果拿不到尾龙弹 这些东西都得吐出去 嘿嘿 不就是抢个龙弹 有楚歌在 简简单单好吗 众人完全没把这个要求放在心里 姜皮好奇道 话说 他们要一颗尾龙弹 有什么呀 难道还想当宠物不成 不排除没有这种可能 楚蒙说道 我记得有些家族会使用一些手段 可以把凶兽 又在契约给御寿天赋的觉醒者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惊 什么 竟然还能这么搞 姜皮也是御寿天赋 但他却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 但如果真的可以这样 那御寿天赋的觉醒者 岂不是要无敌了吗 要是我能契约一头尾龙的话 姜皮忽然拖着下巴 目光贪婪地思索了起来 似乎是猜透了姜皮的心思 楚蒙撇嘴道 你就别做梦了 这种秘法成功率非常非常低 而且需要耗费的资源也很大 不然御寿天赋的觉醒者 岂不是要无敌了 众人一想 确实也是这样 如果真的那么好成功 谁还觉醒别的天赋啊 全部都去觉醒 御寿天赋 他不香吗 到时候跟人打架 直接召唤出来无数小弟 这谁顶得住 行了 先别想这些了 我们先把零散的资源拿到手 然后去猎杀几个皇级凶兽群吧 薛红一开口说了一声 一众人便又开启了寻宝模式 转眼一天的时间过去 众人几乎搜刮了秘境内所有的邻国草药 当天晚上 一众人直接服用下 对自己有用的邻国 开始修炼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的修为都有所精进 唯独楚云一点反应都没 谁让他没办法吸收灵气呢 不过问题不大 击杀凶兽 他就能提升实力 简单粗暴 简单吃了点东西 垫了垫肚子 薛红一对着一众人说道 这秘境里 一共有五只皇级凶兽 每一只都占领了一个方向的领地 我们可以先选择其中一个猎杀 然后拿到兽精 把你们的实力先提上去 等最后一天 我们再尝试去狩猎那只尾龙 所以 我的建议是 话还没说完 楚云忽然打断道 等等 你不是说有五只吗 四个方向各一只 那另外一只呢 薛红一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最后一只跟那头尾龙待在一起 两只皇级在一起 众人闻言都是一证 竟然还有两个皇级凶兽在一起的凶兽群 怪不得这秘境开放那么久 却从来没人把尾龙弹带出来 由于秘境的特殊性 秘境内最高承受的觉醒者 是皇级三阶的觉醒者 但目标凶兽的等级 却是皇级六阶 暴走更是能发挥皇级八阶的实力 别说两只 就这一只 就够十个皇级三阶头疼得了 不过 如此一来 大家倒是也能理解 为什么这群人 有着秘境使用权 却要从外界吸引人来刷秘境了 同样也能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批人进来秘境 却没有一个成功的 按照约定 如果不成功 就要把秘境内的收获全交出去 这就代表着 不管成功与否 秘境的拥有者 是绝对不会亏本的 杀人的心果然都黑啊 楚云忍不住感慨一声 随后开口道 说说你的计划吧 比战力 楚云肯定不弱于薛红一 但比对这秘境的熟悉 还是得薛红一安排 薛红一也不矫情 直接拿出几个石子 在地上标了几个位置 然后说道 按照计划 其实我们只需要去狩猎尾龙就行 但我相信你们的实力 我们应该是 可以把所有凶兽都吃下的 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完全没问题 众人眼中都是放着金光 连连点头 薛红一继续道 所以 按照计划 我们最好的顺序 是先去东边猎杀黄极三阶的幽冥报 然后再去西边猎杀黄极四阶的猎火黄狮 接着是北边的黄极四阶大力乙群 最后嘛 自然就是这一次的目标 冰霜巨龙 以及暗黑魔珠 十几分钟后 众人商讨好计划 便朝着东边出发 差不多走了两个多小时的样子 楚云忽然抬手叫住了众人 我们已经到了幽冥报的领域了 外围都是一些王级凶兽 很好解决 大家速战速决 话音落下 一众食人 直接从草丛冲了出去 哄 碰 咔嚓 扑 力 呼呼 嗷呼 子不语 煞时间 不同的技能 朝着幽冥报 那些小弟招呼过去 请报 有敌人入 一个领头的凶兽 看到这一幕 瞪大了眼睛 还没来得及传递消息 下一秒 就被楚云一拳轰碎了 脑花都不剩那种 果然还是虐菜舒服 楚云笑了笑 直接又一次挥拳 瞬间又解决了不少凶兽 虽然对面没把消息传出去 但这边的动静 还是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凶兽 很快 幽冥报也有所感知 吼 一声怒吼从森林深处传来 楚云一众人下意识都愣了一下 是幽冥报要来了 大家赶紧解决掉这些凶兽群 没问题 江皮大鹤一声 顿时下令让小火鸡变身 顿时 一个宛如火凤凰的身影 落入了凶兽群 哥哥哥 哗 煞时间 一片火海自小火鸡身上 朝着周边扩散 几乎是瞬间 空气中就有着一丝肉香弥漫 明显是凶兽群被烧焦了不少 我靠 阿皮 你这小火鸡又猛了不少啊 就是叫声有点出戏 第112章 三颗黄极心脏 逆天级别的提升 上一次遇到黄极凶兽 众人可能还会感觉有些棘手 但如今 先不说大家的实力提升 而且又加上了薛红一的实力 黄极五阶以下的凶兽 能给大家造成的麻烦 已经很小了 哪怕黄极凶兽会有不少小弟 也没用 黄极之上 已经不是黄极的小弟 能影响战局的了 哄 哄 哄 又是一波技能洗礼 凶兽群死得死伤的伤 不少凶兽见情况不对 已经开始四处逃窜了 好 幽冥豹见到这一幕 再次愤怒咆哮 黄极凶兽的领地 容不得人类挑衅 但迎接他的 却是一道金光和一道红光 金光是楚云的闪光梯 红光则是薛红一的拳头 碰 哄 两人一拳一脚下去 幽冥豹的脸都被打歪了 哄 哄 一声惨叫传出 幽冥豹也不傻 知道局势对他不利 爬起来就想溜走 但这个时候 空中一柄金黄色大剑 轰然落下 哄 不偏不正 正中幽冥豹后背 下一刻 又是数十道技能 集中在幽冥豹身上 黄极三阶的凶兽 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 叮 发现黄极凶兽心脏 是否吸收 听到脑海海中的提示 楚云立马选择吸收 下一秒 他就再次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定 恭喜宿主 获得四维属性 加三百 楚云心中一震 果然又是四维属性提升 黄极凶兽的奖励 可比黄极舒服得多啊 不过 可惜的是 这一次并没有抱什么兽骨 解决掉幽冥豹之后 楚云上前取了兽精 而后稍作休息 众人就化作流光 朝着下一个凶兽而去 转眼已经到了下午 这四阶的凶兽 果然要比三阶的难缠一些啊 望着眼前 已经被彻底解决的凶兽群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大力乙群虽然体积小 但力气却是大得很 解决大力乙群 费了大家不少心思 但想到大力乙群掉落的兽骨 众人又是忍不住咧嘴一笑 三只抱了一个兽骨 运气还不错 楚云开口说道 今天解决了三只黄极凶兽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等状态调整好 我们再去找那尾龙和暗飞魔珠 众人没有异议 今天确实消耗了不少力气 但是收获还是很可观的 黄极九阶兽精上百科 黄极兽精三科 还有一个兽骨 看样子应该是万骨 大概率是增加力气的 这兽骨 楚云望向薛红一 薛红一笑着摇了摇头道 不用看我 你自己看着办 我说过 我只要那尾龙的血就足够了 兽骨和兽精 我不缺 听着薛红一话里话外的富二代气息 众人都是忍不住嘴角一抽 确实是他们想多了 不过这样也好 自己分分赃 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九幽学姐 这幽冥报的兽精给你 楚云拿出几天的战利品 依次分给众人 阿皮 这烈焰皇室的兽精给你 至于这大理的兽精和兽骨 就让红浩学长吸收吧 红浩文言先是愣了一下 不过倒是也没多说 直接上前接过兽精和兽骨 虽然大家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 但互相之间都比较信任 所以没什么矫情的 剩下的兽精 大家就各自分了吸收掉吧 拿到兽精 众人调整了一下状态 便开始做下吸收了 薛红一见楚云一个兽精都没留 不由得好奇道 你把东西都给他们了 你吸收什么 我用不着这些 楚云笑了笑 解释道 你忘了 我没有天赋 根本没法修炼 啊这 薛红一听完 直接愣住了 他之所以能在这个年纪 就有这种修为 完全是家里资源多 没有后遗症 直接堆上去的 再加上军队之中的历练 让他完全不弱于 十大高校的同龄人 就连战神般 能压他一头的也不多 但现在知道 楚云完全不需要灵气修炼 他还是有些震惊 全靠体术和毅力 同样的年龄 却有这种成绩 简直是闻所未闻 楚云 你考虑来军队吗 薛红一忽然望着楚云问道 楚云微微一震 而后摇了摇头 以后再说吧 暂时还不太想去 那好吧 诺 这些寿经是给你的 你也去吸收了吧 虽然薛红一目的是尾龙血 但今天的战斗 如果没有他 也不会这么轻松 楚云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 所以给薛红一 也留了一些寿经 谢谢 薛红一深深看了楚云一眼 结果寿经 也去一边吸收了 很快 一众人全都进去了修炼状态 而楚云也终于有时间 好好打量自己的属性面板了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级四阶 真实等级以四维定性 属性蓝等级 以击杀凶兽等级衡量 关于秘境等级限制 因为主角没有灵气 所以这个限制是无效的 力量 2885 敏捷 2780 精神 2800 耐力 2850 道具 王拳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80%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57% 天地一剑 熟练度50% 凌波微步 熟练度65% 无限阅读 阅读 熟练度57% 剑术精通 熟练度49% 飞雷神 熟练度30% 闪光梯 熟练度25%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30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大幅度 王拳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 50米 死门持续时间 40秒 死门完全踢时间 30秒 死门无伤冷却时间 48小时 我靠 饶氏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楚云在看到自己这面板之后 依然是忍不住浑身一阵 什么叫爽 这特么就是爽好吗 三阶凶兽 四维加300 四阶是四维加400 三颗黄疾心脏 直接逆天提升 可惜随着属性提升 以后同等级的心脏加成就没这么大了 本来还担心跟尾龙的战斗可能还要费点事 但现在 楚云觉得自己一个人都能搞定这事了 黄疾五阶 死门一开 那不还是简简单单 第113章 信不信一把火给你衣服烧了 面板属性大幅度提升 但楚云的提升却不仅仅是面板表现的那样 它实际上的提升其实是要高出许多的 因为有些加成属于叠加效果 面板上根本看不出来 比如力量加成 几乎都叠加在了震动之力上面 现在楚云平平无奇的一拳下去 破坏力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除此之外 敏捷和耐力的提升 一个是速度加成 一个是抵消死门对身体的负担 一般高手过招 几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 楚云现在能开启40秒死门 哪怕是完全踢也能持续30秒 半分钟 足以解决一般的战斗了 再就是精神的提升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楚云觉得自己现在似乎能调动自己的魂魄 总之 那种感觉很模糊 他也不确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 等精神属性再提升一些 应该会有其他变化的 最后 楚云把视线放在了剑术精通上 熟练度49% 还差1% 就又可以获得新的加成了 因为这是系统奖励的技能 每增加10%熟练度 就会有新的奖励 不过 这一次 楚云倒是没着急 去提升剑术精通熟练度 现在的他开启死门 已经有了超越皇级的力量 对付当下秘境内的凶兽 已经是够够的了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缓缓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灵果的堆积 外加这么多受精的吸收 没有任何意外 队伍里又有三人突破了王级 提升到了皇级一届 九优学姐 阿皮 红浩学长 你们都皇级了 三人兴奋着点了点头 没有否认 薛红一有些诧异地看了三人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但心里却是不太平静 他看得出来 这群人的天赋实在是有些妖孽 如果能跟他回去军队 恐怕又是一支可怕的队伍 楚云看向江皮问道 对了 阿皮 你新的契约灵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 其余人也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第一个变异小王八 第二个变异小伙计 这第三个不会 又是什么奇葩的契约灵吧 想到这儿 众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有些怪异 果不其然 楚云话音刚落 大家就看到了 江皮的脸色明显一致 浑身都充满了便秘的气息 得 看到这一幕 大家索性懒得问了 估计这次又是什么奇葩的东西 随后众人看向九优和红浩 这两人都是正常天赋 倒是没啥便秘的 都大大方方说了自己的变化 落九优是三种天赋 所以三种天赋都领悟了对应的新技能 一个是群体魅惑 一个是领域能力 另一个天赋依然是领域能力 黄极最大的改变 就是每种天赋都会拥有一种领域能力 当然 黄极之前也有可能领悟 但概率很低 至于红浩 除了领域能力 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攻击手段 他的天赋是变异三头狼 黄极激活了第二头狼 是魔法攻击手段 也就是说 现在的红浩不但力量爆表 甚至可以远攻使用魔法了 至于他的领域能力 似乎是提升他的进展的敏捷 和力量程度的 你们怪物学院 果然还都是怪物啊 薛红一听完两人的技能之后 也是忍不住感慨一声 但感慨之后 他又看向了姜皮 一脸的同情 可惜也有一些比较正常的 姜皮表示 有受到冒犯 信不信 老子一个小伙机 把你衣服烧了 好了 现在队伍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不少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概率 又大大增加了 说不定我们今天就可以猎杀成功 直接出去呢 走吧 一众人收拾了一下东西 直接就出发 朝着最终的目标走去 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众人来到了那冰霜巨龙的领地附近 薛红一表情凝重 开口说道 这冰霜巨龙 算是这秘境内最强大的存在 所以 这边的凶兽群等级 也比别的地方高上许多 大部分都是王级七阶左右 王级八阶九阶 也都比之前的凶兽群 要多上许多 虽然对我们威胁不大 但架不住量多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 众人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然而 就在大家 准备按照昨天的计划 分头计划的时候 楚云却咧嘴一笑 直接起身 大大方方 朝着对方的领地走了过去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冲就行了 现在他的面板 已经不需要任何计划了 楚云 你干什么 快回来 按计划进行 薛红一脸色大惊 连忙喊道 两个皇级同时出手的话 就算是我们两个一时半会儿 也挡不住 但他说话的同时 楚云不但没有回头 甚至还直接开启了死门 楚云 你疯了吗 薛红一目瞪口呆 再次大喝 昨天明明计划好好的 先解决那些 王级八阶 九阶的凶兽群 然后由他们两个 去对付皇级的凶兽 而司徒镇他们 对付其余的凶兽群 现在楚云如果贸然出去 对面一下子冲上来 一时间就不好解决了 不行 我们得去帮楚云 林雪见楚云有危险 第一时间就冲了上去 其余人见状 也都陆续回过神来 但同样义无反顾冲了上去 你们 这种行为去军队 早晚害死你们 薛红一气的原地 剁了剁脚 也无奈起声跟了上去 甚至 他也已经做好了 随时使用秘法的准备 与此同时 冰霜巨龙也感觉到了 有人进入他的领地 下一秒 吼 一声巨吼 他直接向小弟们 下达了攻击命令 顿时 无数种类的凶兽 从森林内部冲出 像急了一波小型兽巢 我靠 这么多凶兽 姜皮几人嘴角一抽 看着密密麻麻的凶兽群 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你们等着就行 我来解决就可以了 楚云对着众人说了一声 随后直接消失不见 他 怎么消失的 薛红一浑身一震 完全没感觉到任何波动 下一秒 还没等众人反应 只见眼前的空气 以及森林 都开始出现了裂纹 接着 轰隆 无数碎裂声响起 所有的一切都被破坏掉 简直就像是地震崩塌一般 眨眼时间 刚才冲过来的凶兽群 全被楚云解决掉了 不但如此 就连眼前的森林 也全被楚云破坏了 看着眼前光秃秃一片 所有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刚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114章 这很难吗 还不是有手就行 所有人突破黄疾 解决掉眼前凶兽的楚云 并没有停顿 因为他的完全体时间 只有30秒 所以 下一秒 楚云又一次消失不见了 超高属性加成下 他此时的四维属性 已经两万多了 甚至无限接近三万 这么高的四维属性 已经超越黄疾 甚至越过圣疾一阶了 于是 在剑文色霸气的加持下 楚云很轻松 就锁定了两个黄疾凶兽所在 冰霜巨龙还在后方没动 竟然先派暗黑魔珠出来了吗 楚云失声一笑 不由得有些佩服着冰霜巨龙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真是坐得住 不愧是伟龙 有个姓 刷 楚云化作一道流光 直逼那暗黑魔珠而去 待楚云彻底消失后 薛红衣一众人望着眼前的一切 依然在不停地吞着口水 我说 楚哥不会是磕药了吧 什么样能让人直接磕到圣级 这么强的破坏力 也只有圣级能达到了吧 不管怎么说 楚哥是真猛啊 听着身旁几人的声音 薛红衣也是好扮上才反应过来 还好当时我收手了 要不然 恐怕想合作 也没机会了吧 想起前几天自己认输的场景 薛红衣忽然觉得无比的庆幸 片刻后 林雪出声道 我觉得 咱们还是先跟上吧 众人点头 也都化作一道道流光跟了上去 但一路上跟过来 这些人愈发的震惊了 一路上凡是有凶兽的地方 几乎全被楚云解决了 而凡是发生战斗的地方 地形绝对没有一个完整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拆迁大队来了呢 很快 一众人终于看到了楚云的身影 此时的楚云 已经解除了死门状态 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 走近一看 所有人眼睛都忍不住瞪大 这不是冰霜巨龙吗 你把他杀了 薛红衣声音猛地提高了八度 足以证明 此时的他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 其余人虽然震惊 但都下意识地望向了楚云 楚云回头看了大家一眼 淡定道 很难吗 这还不是游手就行 众人沉默 这一波 好像又被楚云装到了 过了好大一会之后 众人还是有点没反应过来 不过 大家倒也不至于愣在原地不动 既然解决了凶兽 就可以去找龙蛋了 薛红衣没跟大家一起去 他则是在处理尾龙的尸体 他需要尾龙的血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没过多久 楚云一行人 终于在一个洞口里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蛋 这应该就是那个尾龙的蛋吧 楚云打量了一阵之后说道 怪不得他们说时间不多了 看这蛋的样子 应该是快孵化了 这蛋对咱来说没什么用 走吧 给他们带回去 片刻后 众人大眼瞪小眼 谁都站在原地没有动 楚云开口说道 忽然发现 没让大力来 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要是有大力在 这么大的蛋 直接塞他空间就行了 现在倒好 大家还得自己抱着 不过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好歹都是黄级的强者了 扛起来 一个龙蛋 还是跟玩一样 最终 龙蛋是红浩扛走的 这事儿 他最适合了 五大三粗的 半个小时后 一众人重新在冰霜巨龙的尸体旁边集合 此时 薛红一已经取完了伪龙的血液 但寿金他却是递给了楚云 我说了 寿金我不要 这个你们看怎么处理吧 楚云健壮 倒是也没有矫情 直接顺手接了过来 刚好我们这边还缺寿金 就不跟你客气了 接过寿金 楚云直接把这寿金给了灵血 冰属性 很适合灵血吸收 而那暗黑魔珠的寿金 则是给了楚蒙 倒不是适合他 而是相对适合 好歹是黄级的 还是有点用的 分配好寿金之后 楚云说道 距离之前约定好的时间 还有一天 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 大家就在这里修炼吧 秘境的灵气浓度少说 也比外边好一些 如果可以 刚好突破黄级最好 众人文言都是点了点头 当即坐下 就开始吸收寿金 因为楚蒙和灵血 都分到了黄级寿金 他们突破黄级 应该是稳稳得了 所以 楚云就把其余的 黄级九阶的寿金 都云给了胖子和寿子 这么一来 运气好的话 出去之前 他们俩也能突破黄级 就算不突破 也就差灵门一脚了 现场很快陷入一片安静 楚云闲来无事 只好随便找了个第二 研究自己的新技能 就在刚才击杀 两只黄级凶兽的时候 剑术精通的熟练度 终于突破了50% 按照系统设定 楚云又得到了一个 新的道具和新的技能 新的道具是诸仙剑 技能则是诸仙剑阵 很显然 这是配套出现的 不过 说这个是技能 倒不如说是一个阵法 这玩意儿 不是洪荒维度的东西吗 也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 威力怎么样 楚云小声嘀咕了几声 也就不思考了 想想自己身上的能力 确实有不少 都来自别的维度 但效果那可都是一等一的 这诸仙剑阵 在洪荒维度吹那么大 威力肯定不会小了才对 转头看了看 都在修炼的众人 楚云眼珠一动 选择离开了这里 他打算去试试 诸仙剑阵的威力去 不过 当楚云来到附近 一处地点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哼 这地方 果然没有什么规则啊 估计校长他们 早就准备好了 时间一晃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没有任何意外 近来的所有人 都突破了黄级 包括胖子跟兽子 也都靠着作用不大的 黄级兽精 突破到了黄级一间 不过 对于他俩来说 效果更大的 还是这几天的对战 以及狩猎凶兽 这个过程中的修炼进度 往往才是最快的 至于突破之后 都拥有了什么技能 楚云并没有选择 第一时间询问 看了众人一眼 楚云开口道 走吧 我们准备回去 出去之后 我们可能还有一场 硬仗要打啊 听到楚云这话 大家都是一阵疑惑 但楚云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说 让大家时刻做好准备 半个小时后 一众人来到 进入秘境时候的入口 眼前视线一变 一行人 直接就回到了 近来之前的地方 但刚一出来 他们就发现自己 好像被包围了 第115章 想黑吃黑 那也只有我们吃你的份 众人微微一愣 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迎接他们 但从对方脸上的表情来看 这可不像是迎接的 更像是盯上了什么猎物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薛红一皱眉说道 他好歹是有军方背景的人 他可不觉得 对方敢给他来一手 黑吃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波势力 也就可以灭了 就在这时 之前见过的那中年人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脸上带笑 但看起来 多少有些虚伪 薛小姐别紧张 我们只是 来迎接你们的 没想到 你们还真的可以 把龙蛋带出来 果然英雄出少年啊 说着 那人转头看向两个手下 你们两个 去把龙蛋接回来吧 别累着人家小兄弟了 两人点头领命 大步上前 准备接过龙蛋 但薛云却是先一步 挡在了两人面前 然后笑着看向那人道 不着急 等我们出去了 再给你们不迟 毕竟这还是在你们的阵法之内 有些事 大家还是留意不得好 听到薛云这话 那中年人也不生气 他笑着说道 那是自然 几位小兄弟既然不放心 那我也就不强求了 既然如此 那咱就先出去吧 说吧 那人带头转身 直接朝着阵法 出口走去 但走的时候 却是利用余光 朝着左右两边的手下 递了个眼神 手下不经意间点头 同时握了握手中的武器 这种小动作 骗骗别人还可以 但楚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从刚才出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警惕 大家小心 我们恐怕没那么容易走出去了 楚云小声对着身后众人说道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 左右的手下 忽然一拥而上 对着楚云一行人 凌厉出手 包括领头那中年人 也是转身毫不犹豫 一拳朝着楚云他们轰了过去 但楚云早有准备 秒开金门 同时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此时的他 开启金门 有着接近五阶的力量 再加上震动之力的累积加成 所以 一拳下去 直接把周围的攻击 尽数抵消 就连那中年人 也倒退了好几步 才稳住身形 毕竟 他不过也只有 皇级五阶的实力而已 站住身形之后 那中年人有些吃惊到 怪不得你们能把所有的凶兽 都解决 果然实力非凡啊 不过 事已至此 我也就不跟你们继续 装下去了 东西留下 你们就可以走了 否则 你们别想走出阵法 到时候 我们会对外说 你们压根没有回来 不会有人怀疑的 说吧 他又看向正准备开口的薛红一说道 薛小姐 你也不用想着拿军方来压我 我们既然敢这么做 就证明是有人兜底的 不然靠着魔兽山脉 还占有一个秘境资源 你真以为我们是孤家寡人 此话一出 薛红一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他实在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连军方的人都不怕 楚云看着薛红一的反应 有些无奈道 女人 果然脑子都不好使啊 你不会真的你军方的身份 在这里很好使吧 薛红一被楚云说得脸色一红 他确实觉得 军方的身份会让别人忌惮的 但楚云可没理会薛红一 此时的他 忽然觉得背后一阵发毛 转头一看 正好对上三双要刀人的眼神 啊 忘了还有三个女人了 那什么 我刚说着完呢 别生气 别生气 楚云抬起手打了的哈哈说道 落九幽 灵雪 楚蒙三人 见状翻了个白眼 也就不再搭理楚云了 现在的他们得想办法 怎么逃离这里 就在这时 楚云忽然神色一动 表情怪异道 刚才你说什么 这阵法 是不可能有人进来的事吗 嗯 没错 中年人脸上有着自信 但紧接着 他的上空就出现了一道生意 我靠 终于到了 这狗东西 到底用了多少层阵法 我头都晕了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众人都是下意识抬头看去 大力 你怎么来了 江皮第一个惊叫出声 紧接着 就见陈大力打开空间通道 直接从上空跳了下来 再接着 王德发 熊大 熊二 芷强 以及薛洪一周围那九个护卫 全部都依次跳了下来 看着突然出现的这些人 那中年人 以及周围的手下 全都猛了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这里我们用了十层阵法隔绝 你们怎么可能破解的了 中年人脸上有着慌乱 事情似乎有些超出他的控制了 陈大力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道 阵法 阵法能困得住我这空间系的强者吗 除非你们把空间禁锢了 还差不多 一个障眼法作用的阵法 你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听着陈大力这毫不掩饰的鄙视 那中年人气得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过 事已至此 他们必须要速战速决了 没理会众人 那人只是狠声道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走 给我全都杀了 是 一众小弟领命 顿时红了眼试地杀了过来 不过 有着雄大这些人的加入 对方的实力 就显得有点不够看了 甚至 只是支强一柄剑出鞘 对方瞬间就折损过半 支强不愧是支强 真牛啊 楚云忍不住感慨道 司徒镇也是微微一正 紧紧盯着支强的手段 同样是剑系天赋的他 看到支强的一招一式 都会有着不同的收获 眨眼时间 对方所有人 全都被解决了 就只剩下那中年人 那人见情况不对 转身就想逃跑 但楚云却是早就盯上他了 一个闪光梯 直接把人给踹了过来 既然想跑 给我回来吧 你 姜皮健壮二话不说 抡着拳头就冲了上去 红浩 胖子 瘦子 陈大力几人也先后跟上 忽然 哄 一股来自圣级才有的气势 自上空施压下来 所有人感受到 这股气势都是脸色骤变 大家小心 王德发大喝一声 连忙把楚云一众人护了起来 楚云见状 见纹色霸气瞬间扩散开来 想要寻找出手的人在哪 但让他惊讶的是 自己却根本锁定不到目标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把龙弹留下 你们就可以走了 下边的人不懂事 你们别介意 第116章 这一波呀 叫做活该 薛红一 这妞惹不得 那道声音之中 似乎不带一丝感情 但那股不断施压下来的气势 却是让司徒镇一众人 面色难看 就连楚云 都感觉浑身变得沉重了许多 真是不讲武德的老东西 想搞偷袭 那你也得能出得来才行 王德发吹胡子瞪眼骂了一句 下一刻 同样一股气势从他身上涌出 我靠 竟然是 圣极的压迫感 楚云一众人眼睛一瞪 全都被惊到了 自从加入怪物学院 其实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他们校长的实力 但私下里 大家可没少讨论 有人觉得 王德发是深藏不露 是个影视高人 有人觉得 王德发就是个混子 是个大骗子 但现在来看 他们的校长 好像有点厉害 同样的圣极威压 瞬间抵消了对方的气势 煞时间 楚云一行人 都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 有校长在 应该没事了 楚云松了口气 本来他都准备掏出来诸仙剑拼一拼了 对方似乎是认识王德发的 见到这气势 传来了一声叹息 没想到 你这老东西 竟然恢复修为了 罢了 这哑巴亏 我们吃了 话音落下 那股气势瞬间消失不见 周围紧接着恢复了平静 校长 牛逼啊 你竟然是圣极 我靠 校长 能给我签个名吗 牛啊牛啊 我的圣极校长 姜皮和陈大力回过神 顿时就是一通马屁 引得楚云一众人连连翻了个白眼 行了 别废话 我们走吧 这龙蛋 也带走 话音落下 陈大力直接开辟空间通道 于是 一众人就大大方方离开了 至于对方的人 死的死 伤的伤 楚云他们都懒得去看一眼 这一波呀 叫做活该 转眼 一众人重新回到了酒店 至于薛红一 他已经带着他们的人回去了 而且 回去之前 他说了 以后这个秘境 就是军方的了 随时欢迎楚云他们前来 只不过 这次秘境几乎被清空 下次恢复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但有一点 是楚云他们最关注了 薛红一阵妞 不能惹 一句话 一个势力 就这么结束了 不过 说来也怪这群人自己做死 黑吃黑 竟然连军方的人都惦记上了 乖乖 军方的背景就是厉害啊 这下 他们可玩脱了 没办法 谁让他们贪得无厌 说好了带了龙蛋其余东西归自己 结果还想黑吃黑全都要 还好薛红一不知道 我们截糊了之前的秘境 要不然 消失的可能就是我们了 众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不由的都闪过了一抹庆幸 不过 这一次的秘境之旅 大家收获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怪物学院 所有人都突破到了黄极 实力比这之前 可是大大提高 在这之后 大家又互相聊了聊 黄极的新技能 然后 陈大力又一梦了 他永远忘不了 这群人说 不会歧视自己 不管他契约了什么契约灵 大家都是好兄弟 但当一直充满着智慧眼神的二哈 在大家面前 嗷呜嗷呜蹦倒的时候 所有人 还是憋不住 抱着肚子大笑了起来 同样是玉兽系天赋 人家楚蒙黄极 又契约了两头契约灵不说 两头更全部都是龙系的契约灵 战斗力可以说是瞬间提高 别看他现在是黄极一剑 但契约了五个契约灵 这可是地级别才有的能力啊 而这也就是楚蒙的变态之处了 每一个大等级 都有可能随即契约两只契约灵 虽然王极的时候 他只契约了一只 但却是有着双重能力 而现在黄极 契约了两只 可以说是瞬间致变 同样是黄极一剑 他五个小弟 对面怎么打 盘点了一众人的收获之后 王德发别提多高兴了 校长 我们接下来去哪啊 晚上吃饭的时候 楚云开口问道 王德发说道 接下来 我已经帮你们计划好了 鉴于你们这几天的表现 接下来几天可以 让你们休息一下 你们全部提升到黄极的事 我已经告诉十大名校了 现在就是他们纠结的时候了 等结果出来 我就带你们去待一段时间 直到全博狩猎赛 结束再说 对于此 众人倒是没什么意见 其实 按照怪物学院的标准来说 现在他们都可以毕业了 说到这个 王德发还有点感慨 司徒镇他们这些老学员 好歹还教了一年 但是自从楚云来了之后 接二连三的秘境历练 直接就把他们的等级冲上去了 现在好了 开学还没多长时间 所有学生竟然都毕业了 不过 鉴于眼下的情况 王德发肯定不会让他们直接毕业的 不说别的 起码先拿下全国狩猎大赛的冠军再说 至于那所谓的战神般闹剧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接下来的几天 楚云一众人终于能好好休息几天了 早上睡到自然醒 然后吃个饭 随便逛 算了 山脉附近没什么好好逛的 倒是楚云和灵雪 这两天算是找到时间 有事没事出门溜溜 但成年人该做的事 却一直没找到机会 都怪这群人一天天跟踪 楚云也不好意思晚野的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天之后 楚云也觉得有点无聊了 于是 大家找到了新的乐趣 找熊大 熊二切磋 又是新的一天 山脉附近的空旷位置 传来了熊大气急败坏的骂声 停 停 不打了 不打了 一群小屁孩 你们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复 如今 熊大已经秒杀不了怪物学院十人了 单独打其中一个肯定没问题 但打十个实在是吃不消 如果仔细来算 其实不止十个 还有八只契约灵 这特么谁顶得住 当然 怪物学院众人 真想彻底打败熊大 也不可能 虽然数量变多了 但质量还是差点水平的 就在一众人停下切磋的时候 王德发朝着众人走了过来 来到众人跟前 王德发笑眯眯说道 我们去帝都大学 第117章 林凡悟了 原来体数真的能加快修炼 得知要去帝都大学 众人脸上没有丝毫波动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去哪里都一样 反正学校的修炼 肯定不比秘境历练 不过 帝都大学好歹是名校之首 资源肯定是不用担心的 据说秘境也有许多 有了帝都大学的资源 再加上怪物学院的 狠辣教学手段 全国狩猎大赛之前 处于一行人的提升 还是很有空间的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别的学校 很明显 肯定是帝都大学给的太多了 而这儿 也是王德发想要的结果 一路上 王德发跟众人 稍微交代了一些事宜 他们这次去帝都大学 算是寄宿 有点插班声的意思 总之 意思就是 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是帝都大学的学生了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帝都大学 那我们以后出门 就说自己是帝都大学的吗 众人望着王德发问道 王德发沉吟了片刻 回道 你们可以说是 帝都大学之怪物学院分院 众人沉默不语 全当刚才什么都没问 校长这是典型的 用了别人资源 还想宣传自己家学校啊 办赏后 楚云思想到什么 开口问道 对了 校长 你是不是认识之前 那个对我们出手的人 这几天 王德发一直跑学校的事 他一直没找到机会问 现在有时间了 刚好问问 算是吧 王德发叹了口气 随后像是陷入了回忆一般 片刻后 他跟众人讲了一些 关于以前的事情 而大家也都很好奇 王德发的过往 于是一个个都安静 坐在旁边聆听 但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大家就没怎么有心思听了 只见王德发吐沫横飞 语气激动无比地说道 你们是不知道当年那一战 那老东西不讲武德 对着我 就是一招黑虎掏心 但你们校长 我是什么人 我是一般人吗 我反手画旗为龙 直接打开局面 还把那老东西腿都打瘸了 后来 这老东西隐居消失不见 原来是在这魔兽山脉 组建了一个势力 也就是 这次我们着急离开 要不然 我早就把他老家给先了 不过 惹了军方的人 他们估计也待不下去了 王德发意犹未尽地说完 却发现 楚云一众人 都是表情怪异地看着他 你们看着我坐肾 是不是被校长的过往惊呆了 众人嘴角一扯 齐齐转过头 直接选择视而不见 我就不该问 楚云更是叹了口气 直接头一歪 靠在林雪身上就睡觉了 林雪嘴角情笑 时不时用手帮楚云按着眉心 跟个贤惠的小媳妇似的 楚蒙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撇了撇嘴 反手拍了一张照片 发回了家里告状 然后配文 爸 妈 哥 姐 你们看 楚老六又占别人便宜了 赶紧管管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帝都大学 自从楚云他们踢馆离开之后 林凡就像是着了魔一般 天天锻炼体数 但还别说 真给他练出来了点东西 凡哥 歇会儿吧 你都连续训练好几天了 一个小老弟眼间 拿着毛巾过来劝道 林凡随手接过毛巾擦了擦汗 脸上有着兴奋道 不行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突破了 没想到锻炼体数 真的可以 让实力提升得更快一点啊 那小弟眼中有着怀疑道 真的吗 可我们练习那么久 怎么就没用啊 甚至还觉得 身体都快坏掉了 林凡望着他 看了好大一会儿 直到后者菊花一紧 下意识后退半步之后 林凡才沉吟着开口道 或许是因为你们的天赋 偏向精神系吧 但我觉得 多练练还是有用的 到时候 你们直接肉身无敌 站在人堆里放法术 还不是嘎嘎乱杀 死 那小弟听完 眼睛顿时一亮 是啊 他们这些觉醒 偏向远程攻击天赋的 大部分的弱点 都是害怕近身 如果他们能练出来 像楚云那样的体数 还怕别人近身吗 简直一拳一个小朋友好吗 但很快 这小弟的信心 就又消失了 想想锻炼体数时候 付出的艰辛和疼痛 他觉得 还是好好练习 自己的火球术比较好 对了凡哥 听说泡菜国那边来人了 估计是要给韩真真 出气来的 韩真真 林凡愣了好大一会儿 说道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那疯女人还惦记着呢 听说是之前泡菜国 在忙碌别的事情 一直没时间处理 林凡耸肩道 随便他们 反正跟咱们没关系 看戏就成 而且楚云他们早就走了 又不是我们帝都大学的人 对方找事 也找不到我们头上 那倒也是 那小弟点了点头 又说道 对了 我听说咱学校大四 那正法天赋的天才 最近可能要回来一趟 真是可惜了 要是当时怪物学院 来踢馆的时候 他在就好了 绝对能狠狠教训对方 林凡文言摇了摇头道 这可不一定 你们根本不懂 那个楚云的含金量 说着 林凡仿佛受到什么刺激似的 一把扔掉毛巾 转身回到训练室 就又开始训练了 完了 凡哥是疯疯的了 那小弟叹了口气 也就转身离开了 他可不想继续去练体术了 身体遭不住啊 另一边 帝都大学办公室 帝都大学的校长张玄龄 正在接待泡菜国派来的人 对方来的目的 确实也是为了当初 寒真真挨揍的事 校长 我不管 反正这事 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一定要狠狠处罚那群人 不管他们是哪个学校的 都要把他们狠狠教训一顿 看着寒真真情绪激动的样子 张玄龄心中无奈叹气 想想楚云他们 马上就要来帝都大学待一阵子 他就更觉得一阵头大 寒理师 我觉得这件事吧 张玄龄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开口说道 张校长 当初我们跟贵校合作 可是双方上层达成的意见 如今我们的小公主 在你们学校受了虐待 这事不太好解决啊 我们那边高层给我的压力 也很大啊 张玄龄心中暗骂 但脸上却还是带着笑道 那你们的意思是 把那群人找来 我亲自教训他们 对方眼神一冷 开口说道 第118章 女孩子的比较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终于到了呀 我坐车都快坐吐了 怪物学院一众人 刚在帝都大学门口下了车 姜皮和陈大力就张开双手 狠狠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那副解脱的表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刚从所里出来呢 不过 别说他们俩 其余人也都没好到哪去 显然都是坐车坐的了 从魔兽山脉 到帝都这边 还是有些距离的 要不是有规定 城市内不能随意飞行 他们都想直接飞过来了 走吧 我们进去 张玄龄这家伙 也不接电话 不知道在干嘛 王德发摇头吐槽了一声 也就带着一众人 朝着大门走了过去 李老远 大门的保安就感觉 这群人不像是自己学校的 等对方最近一看 保安瞬间傻眼了 你 你 你们 是 是 看着对方结结巴巴的样子 众人都是表情怪异的 看了他一眼 帝都大学这么穷了吗 结巴都能招过来当保安了 摇了摇头 大家倒是没过多在意 直接转身进了校园 而就在一众人走远之后 那保安的口舌 也终于流畅了起来 说话的声音 都硬气了不少 我靠 怎么又是他们 难道又是来闹事的 不行 我得赶紧给校长打电话 泽泽 还是帝都大学好啊 是啊 真大 一进校园 姜皮和陈大力 就四处不停地打量了起来 落九幽瞥了两人眼 冷冷道 你们两个就不能注意点形象 九幽学姐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些人 她就跟没见过女人似的 一点出息 都没处云笑着说道 话音刚落 她就刚好看到了一抹雪白 从眼前一闪而过 接着 然后一个长相甜美的身影 蹦蹦跳跳 从众人身边跑了过去 不但大 还白啊 楚云几乎是脱口而出 但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 老脸一红 连忙转移话题道 这墙太白了 我还是觉得 咱们学校的小木屋比较好 众人齐齐转头 看向楚云 一脸鄙视 林雪则是低着头 一副思索的表情 她觉得 刚才那姐姐 好像也没多白 也没多大 明明还没有她的M 看来是时候得让楚云了解一下自己的资本了 林雪心中不由得如此想到 不得不说 女孩子攀比 有时候就是这么突然 一众人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王德发那边 还是没联系上张玄灵 不由得发起牢骚 这老东西 不能是嫌我要的东西太多 临时反悔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呀 王德发眉头一皱 不得不考虑对策 实在不行 就降低点要求吧 其余几个大学 已经得罪光了 现在过去 人家肯定不要了 就算要 条件绝对也是开到最低 那明显更不划算了 江皮一众人 没注意到王德发的变化 他们还在不停地欣赏 帝都大学的大 以及白 陈大力开口说道 阿皮 你发现了吗 我怎么感觉 都没人被我们的帅气吸引啊 江皮眉头一皱 也是胡一道 是啊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难道这群女生的眼光有问题 见两人马上自恋到上天的样子 楚云给了两人一棒锤 说道 你们想屁吃呢 能来这里上学的 都是冲着提高实力去的 别人只喜欢实力强的人 实力强的 江皮和陈大力摸着下巴想了片刻 随后都是看向了对方 嘿嘿 两人相视一笑 下一刻 不约而同直接释放了来自黄吉的气势 哄 两波狂暴的气势朝着四周扩散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煞时间 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面露惊恶 江皮健壮脸上一写 我去 这招还真是有效 你看那小姐姐朝着我看了过来 看那个粉色的 她的表情明显是被我吓傻了 快看对面 那姐姐好酷好撒啊 我爱了 她来了她来了 她朝着 我们走来了 片刻 一个留着短发 穿着皮衣的女生 停在两人面前 江皮和陈大力健壮 连忙整理了一下衣服 脸上也带上了笑容 就在他们准备展示自己魅力的时候 那女孩冷冷开口道 你们是哪个班的 知不知道 学校里不能随意使用天赋 想要使用天赋 要去学校的训练馆 把你们的学号报上来 扣舞学分 以后注意 那女孩见江皮和陈大力 无动于衷 不由地大喝了一句 还愣着干什么 把学生卡拿出来啊 这时 两人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一脸苦笑道 那个 小姐姐 我说 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短发女生皱了皱眉 那你们的意思就是 不想上教学分了 说完 一股黄疾三接的气势 轰然爆发 直接朝着江皮和陈大力 锁定了过去 煞时间 两人只觉得浑身一冷 下意识就要蹲下去抱头 他们心里苦 这次可算是装披 装到铁板上了 小姐姐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不是你们学校的人 两人苦着脸说道 同时回头看向楚云 和王德发一行人 想要寻求帮助 但其余人在刚才的时候 就嫌这两人的表现太弱智 直接装作不认识 保持了距离 现在两人一回头 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嗯 短发女生微微一震 收起了气势的同时 开口问道 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江皮和陈大力回道 从门口走进来的 短发女生又问 你们来我们学校干什么 踢馆吗 大姐 你觉得就我们这实力 踢得过您吗 短发女生道 我看你们的年纪 应该是大一的学生吧 我是大三的 你们肯定不能跟我比 一听这话 江皮和陈大力 顿时有了信心 原来对方比自己大两届啊 那就合理了 他们就记得 上次来帝都大学 学校是几乎没有黄级的人呢 就在双方正说话的同时 旁边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楚云 竟然又是你们 你们怎么又来了 不会还是来踢馆的吧 第119章 林凡 楚云 你千万别留守 我要看清跟你的差距 别看我 不是我 是那俩弱智 楚云无奈指着江皮和陈大力说道 刚才那道声音正是林凡的 他是感觉到了 一开始那黄级的气势 还以为是学长回来了 所以才匆匆忙忙从修炼室赶了回来 结果来到这儿一看 就见到了楚云他们 林凡听到楚云的话 转头看向了江皮和陈大力 呃 他俩怎么被学生会的人抓到了 学生会 一众人疑惑 看了过去 林凡解释道 那女生 是我们学校大三的学姐 也是学生会 现任副会长 不过也正常 光明正大的 在学校使用天赋 就算她不出现 我来了 也会管管他们 说完 林凡似乎想到什么 忽然身躯一阵 又转头看向了楚云 我 我靠 刚才那黄吉的气势 是他俩的 见林凡眼睛一瞪 大惊小怪的样子 楚云淡淡道 不然呢 你不都说了 你们学姐 是来抓他们的 那你现在什么实力了 林凡问楚云道 楚云震了一下 回道 不清楚 毕竟我的情况特殊 但按照片板属性 楚云 其实是差不多黄吉二阶了 不过他的能力比较变态 金门早就可以随便开 所以真实战力 应该是在五阶左右 至于开了死门 那就是跨到另一个等级了 听到楚云的回答 林凡一想也是 修炼体术 确实没法 跟灵气的修为标准对比 但他总觉得 楚云比上一次更强了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身边的人更强了 而他们 又都不如楚云 想到这儿 林凡眼神狂热道 楚云 跟我打一场吧 自从上次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在修炼体术 我觉得实力真的静静了不少 我想知道 我现在跟你差距有多大 楚云张了张嘴 想要拒绝 但王德发这个时候 却是走了上来 骂骂咧咧道 走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张璇林的老东西 一直不接电话 那就打到他接电话为止 啊 楚云和林 凡见状都是一愣 这帝都大学的校长 是干了什么事 能让自家校长这么生气 那什么 我只是想切磋 不是想挨打 林玄剑形势不对 小声嗶嗶道 楚云耸肩道 走吧 我会留守的 林凡松了口气 说道 那就好那就好 但说完表情 立马变得有些怪异 他明明是 战意盎然的切磋 怎么突然就有一种 注定要被虐 提前求饶的感觉了 这特么叫什么事 未战先败 这可是 会影响道心的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训练馆 之前那学姐 以及姜皮 陈大力也跟了过来 莫等楚云和林凡切磋 他先上去 把姜皮和陈大力 教训了一顿 几分钟后 姜皮和陈大力 鼻青脸肿地 从台上下来 情绪都变得低沉了不少 毕竟 装逼不成反癌一顿揍 哥谁谁都难受 之后 楚云和林凡上台 训练馆的学生 见到这一幕 不少都围了过来看热闹 有学生眼间 认出了楚云他们 立马大喊道 这不是怪物学院的人吗 靠 怪物学院 就是上次来我们学校踢馆的人 妈的 林凡加油 赶死这群嚣张的学生 干 嗯 加油的话还没说完 就有人拦住了这些学生 你们拦着我干什么 不应该给咱自己的人加油吗 那学生郁闷道 拦着他那人说道 你可拉倒吧 你是不知道 怪物学院的人有多猛 七 一个小学校 能有多猛 那学生满脸不屑 他可不觉得有人能比帝都大学的人猛 至于战神班和怪物学院 踢馆帝都大学 当时他没看见 所以完全不信 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多月前他们走的时候 才忘记八街 现在忘记了 你以为呢 我靠 真的假的 一个多月 连跳两集 当然是真的 合着你 完全没看出来 日 对不起 打扰了 刚才是我草率了 怪物学院加油 你可滚一边吧 刚才那点鼓气呢 这就给对面加油了 听着台下的欢呼声 在回忆着这段时间 挥洒的汗水 林凡似乎逐渐自信了起来 他望着楚云 战意盎然道 楚云 你千万不要留守 我是要看清自己和你的差距 你留守 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了 听到这话 楚云微微一正 他本来 只想试试自己的肉体力量 但既然林凡都这么说了 楚云索性 直接开了金门 上来就是苍蓝猛兽 比起之前那种爆炸性的冲击效果 楚云如今已经能把八门 盾甲控制的炉火纯青了 哪怕是开了金门 气势却丝毫没有外放 但那大三的副会长学姐 却是眉头一挑 惊讶到 好强的力量 这人也是大一的 怪物学院踢管的事 他是听说的 但没亲眼所见 所以可信度不高 而上次的时候 他也刚好在军队历练 所以没跟楚云他们碰上 这次 他倒是有机会 看看怪物学院 到底什么实力了 见楚云认真对待 林凡也是缓缓拿出了 自己的长枪 他觉醒的本就是 SSS级别枪法天赋 就算最近 他锻炼了肉体 但他还没脑残到用肉体 跟楚云硬碰硬 看枪 林凡大喝一声 煞时间 直接手握长枪 朝着楚云冲刺而来 在别人眼里 此时的林凡 就像是一头爆发的猛兽一样 速度快到肉眼不可见 甚至都出现了一丝幻影 就连楚云也有些惊讶 这林凡倒是比上次进步大了许多 只可惜 遇上了我 下一刻 楚云按照林凡说的 也一点不放水 见林凡的枪尖 在眼中逐渐放大 然后 平平无奇地一拳轰出 碰 一拳一枪碰撞 林凡的身形 却瞬间顿住 然后 他就感觉到 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 顺着长枪反弹回来 下一刻 林凡整个人 宛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从台上倒飞出去 接着划了一个 完美的抛物线 最后 扑通一声直挺挺落在地面 抽出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同一时间 整个训练馆 也变得鸦雀无声 如果凡哥一开始别说 让对方用全力 应该不至于这样的吧 两久后 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 嘀咕了一句 现场所有人的表情 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第120章 大四的顶尖战力都来了 逼格拉满 凡哥 应该还活着的吧 应该不能隔屁吧 难道我们不应该去看看 那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啊 片刻后 众人终于从震惊之中 回过神来 不少人一股脑 把林凡围了起来 连忙询问情况 林凡睁开眼 嘴角抽搐 但还是强撑着一口气说道 我没事 就是有点浑身无力 把我抬起来 我还能看后边的比赛 其实 刚才楚云那一拳 还是留守的了 看起来气势很凶 并没有对林凡 造成什么伤害 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就是觉得 林凡人挺不错的 当初再训练营 也是单纯的想切磋 不像别人那样 老想搞针对 林凡败了之后 一时间 也没人敢站出来了 主要楚云太猛了 他们也不傻 没人想上去挨打 过了许久 那大三的学生会副会长 走到了台上 他望着楚云问道 你们就是之前 来我们学校闹事的怪物学院 楚云无语道 纠正一下 不是闹事 是友好切磋 那女生笑了一下 无所谓道 行 友好切磋 我是大三的 听说之前大一大二 不少人都败给你们了 当时我不在 后来听说还不太相信 今天一看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不过 我很难相信 你真的没有觉醒天赋 话是这么说 但到了黄极之后 对灵气波动的反应 就更灵敏了 刚才 他确实没看到 楚云周边有一丝的灵气波动 你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楚云耸奸 也懒得解释 对方说道 没事 试试不就知道了 说吧 对方直接就化作一抹影子 朝楚云冲了上来 嗯 楚云神色一正 一时间竟然没看出来 对方是什么天赋 只见对方就像是被影子附体了一样 一拳一脚之间 身后都有着影子重叠 做出相同的动作 重点是 那影子跟随拳脚落在楚云身上之后 楚云竟然感觉到了叠加起来的攻击 真是奇怪的天赋 一拳逼退对方之后 楚云不由地感慨一句 此时 台下的学生见学姐这么猛 一时间都欢呼了起来 学姐加油 打败怪物学院 学姐冲鸭 干干干 学姐 我要给你生猴子 姜皮和陈大力 见对方欢呼声起来 顿时也大喊道 楚哥加油 一拳秒杀 冲啊楚哥 速战速决 让这娘们知道你的厉害 这两人刚被对方教训过一次 现在自然是站在楚云这边 听到姜皮和陈大力的声音 对方朝这边看了一眼 顿时吓得两人缩了缩脖子 躲在了其余人身后 我知道你还没用拳裂 来吧 让我看看你们怪物学院有多厉害 说着 那女人再度化作一道黑影 朝着楚云攻击而去 楚云见状不由地轻笑 刚才跟对方打的平分秋色 主要是她没想到对方的天赋 竟然这么特殊 能和身体先后进行叠加起来的攻击方式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 所以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现在竟然已经知道了 一拳 足以破支 有着剑纹色霸气 以及强大精神属性的加持 楚云很轻松 就能锁定对面的位置 找到了 目光一鸣 楚云直接挥拳 朝着台上某处位置轰了过去 轰出去的时候 拳头前方并没有任何人影 台下不少学生都以为是楚云锁定不到对方 有点急了 然而 当空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以及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 一道黑影忽然出现 接着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倒飞了出去 扑通 一道闷响传来 对方已经重重摔在了地上 两久后 众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的学姐已经被轰飞了 跟刚才的林凡一样 同样是一拳轰飞 靠 学姐这不是打假赛吧 怎么还能撞上去挨打的 有学生忍不住吐槽了一声 其余学生文言 也都是目光怪异的 朝着学姐看去 刚才那一幕 看起来确实像是他们的学姐去碰瓷的 不过 眼下最重要的是 黄极三阶的学姐都被打败了 而且是一拳就被打败了 还能有谁来限制限制这个楚云啊 就在训练馆众人大眼邓小眼 一筹莫展的时候 训练馆大门的方向 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踢馆踢到我们帝都大学 你们还真是心大啊 听到这声音 训练馆内的所有学生都转头看了过去 然后 所有人的眼神都开始变得炙热起来 就好像是看到了心中梦寐以求的偶像似的 是王爵回来了 这可是 我们学校的名人啊 前几天我就听说有大四的学长要回来 我还原要过几天呢 王爵学长这气势 怕不是已经黄极五阶了吧 不愧是我们大学的顶尖战列 据说他这次回来 是为了全国狩猎大赛来的 但是距离全国狩猎大赛不是还有四个月呢 回来这么早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学长肯定是突破太辛苦了 要回来调整一下 管他呢 反正有学长在 今天绝对能找回来场子 就是 这怪物学院欺人太甚 我们去通知校长去 这么高光的时刻 得让校长见证一下 对 没错 听着台下学生的议论 楚云抬手摸了摸鼻子 怎么忽然搞得他像是反派一样了 不就是稍微切磋一下 有必要弄得这么上纲上线吗 不过 他刚才确实听到了 有人说要去找校长 看来自家校长这一招 还是管用的 众人议论的同时 王爵已经漫步走了上来 或许是在军队历练的缘故 比起学生 他身上多了一股肃杀之气 这种气势 寻常的觉醒者身上可看不到 哪怕是前几天的秘境名额争夺赛 也只有少部分人身上的肃杀之气 才比较明显 大四上半期黄级五阶 这个实力确实也对得上军队的历练 你们就是之前来踢馆的怪物学院 见对方一上来就是同样的问题 楚云无奈耸奸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你也想来试试 呵呵 你很勇敢 但我的天赋比较特殊 或许 你们可以一起上 王爵但笑着看着怪物学院众人 这一刻 可以说 逼格完全拉满了 第121章 阵法天才 诸仙剑阵了解一下 碰 校长办公室的门被暴力推开 一名学生快速说道 校长 您快去训练馆看看吧 怪物学院的人又来踢馆了 不过这次 有王爵学长在 肯定是我们赢 说吧 那学生就愣在了原地 呃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他可不知道 校长正在办公室跟人谈话呢 然而 就在那学生准备关门退出去的时候 韩真真却是眼睛一亮站了起来 你确定是怪物学院的人 那学生顿住脚步回道 对啊 就是上次那几个 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 叔叔 就是他们打的我 你快 狠狠教训他们 一顿帮我出气 韩真真文言 立马转头 望向身边那中年人撒娇道 中年人眉头一皱 开口道 去训练馆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的小公主 张璇林见状 按道一声坏了 正准备跟上 忽然想到什么 拿出手机一看 备注 黑心老王 未接电话23 糟了 特么忘了正事了 张璇林嘴角一扯 今天光忙着应付韩真真的事 他都忘记 怪物学院的人 今天要来了 等张璇林回过神 对方已经带着韩真真 离开办公室 去训练馆了 张璇林狠狠瞪了一眼 站在门口那学生 气道 近来之前 都不知道先敲门的吗 九年义务教育 怎么教育出来了 你这么个废物 那学生眨了眨眼 一脸猛逼 不是您说 要是有急事 就不用敲门的吗 我让你把你的钱 都给我 你给吗 那学生摇了摇头 那不能 懒得跟你说 快跟我去训练馆 好嘞 校长我跟您说 这波 我们学校绝对稳稳拿下 你给我闭嘴吧 与此同时 帝都大学训练馆内 自从刚才王爵说完那话之后 现场就陷入了一片安静 帝都大学的学生 是被王爵的气势 和逼格震惊到了 不愧是我们帝都大学的 顶尖战列 这气势 拿捏了 至于怪物学院众人 则是表情怪异 虽然对方的实力 确实碾压了他们 但他们的战斗力 也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再说了 光楚云一个 都能轻松解决对面了 不过 为了满足对方装逼的心情 楚云还是回头 冲着灵雪几人招手 还愣着干嘛 人家都说了 要挑我们一群 都上来吧 几人文言先是一愣 之后便憋着笑上去了 很快 怪物学院十个人 全都站在了台上 齐刷刷盯着王爵 见对方真的一起上了 王爵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刚才就是他习惯性装逼而已 没想到对面 还真不讲武德 打算以多打少 不过 想想他的天赋 心里倒是也释然了 就算再来十个 他也不怕 哼哼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天才和普通人的差别 特别是经过军队历练的天才 话音落下 王爵目光一宁 抬手一挥 下一刻 空气中传来了阵阵波动 然后大家就发现自己 好像被什么包围起来了 阵法吗 道士跟魔兽山脉 那次见得差不多 上次进入秘境之前 大家见过阵法 所以 道士第一时间就认了出来 但从对方的释放速度来看 刚才说话的时候 怕不是就再布置了 楚云因为感受不到灵气 所以没发现 而司徒阵等人 是因为等级不如对方 也没发现 陈大力倒是能发现空间波动 但他还生起平白无故 挨一顿揍呢 根本没在意 说起阵法天赋 算是比较稀有的天赋类型了 这王爵 确实也能算是个人才 特别是大四上半七 就能达到皇级五阶的实力 不容小觑 虽然阵法天赋 没有御兽系天赋的小弟多 但一个阵法少说 能困住一个人 大成了能困住千军万马 也不为过 要说后期的成长 阵法显然是一个 很有潜力的天赋 不过 王爵这第一个阵法 像是偏辅助类型的 因为众人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危机 这才是第一重 只是用来困住你们的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杀阵 王爵似乎看透了楚云所想 笑着解释了一句 然后 大家就看到他开始凭空 比划着什么 虽然看不出来 但大家都知道 他这是在布置阵法 而这一次 除了楚云以外 其余几人都感觉到了 灵气的波动 落九幽开口提示道 大家小心 这次好像是杀阵 楚云笑着摇了摇头道 没事 让你们上来是加油的 对付他 我来就行了 这阵法跟别的可不一样 你有办法出去吗 落九幽问道 当然有 不过 没必要 不就是阵法吗 谁还不会了 听完楚云这话 身后众人都是浑身一阵 不会吧 楚云还会阵法 没等他们开口询问 楚云就直接使用了 上次得到的新技能 诸仙剑阵 争 一声剑鸣响起 四柄散发着杀气的长剑 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从这四柄长剑上 众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冰冷的杀意 就连正在布置阵法的王爵 都忍不住身躯紧绷了起来 接着 诸仙四剑就毫无阻碍地 冲破对方的阵法 然后立于比武台四周 这怎么可能 不破坏我的阵法囚禁 竟然直接出去了 王爵眼睛一瞪 心中无比的震惊 但他更震惊地还在后边 只见那四柄剑稳定之后 一个剑阵以四柄剑为阵眼 迅速成形 煞时间 剑阵直接锁定了王爵 哄 一股凌厉的剑意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直冲王爵而去 感受到这股气势的杀意 王爵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 只要自己再动一下 这剑阵 就可以把他完全吞噬 可这怎么可能啊 自己可是皇级五阶的觉醒者 能让自己完全生不起反抗的气势 怎么也得是圣级的攻击吧 诸仙剑阵 果然名不虚传啊 楚云感受到这剑阵的威力 心里顿时大喜 虽然这剑阵的威力 跟自己的实力 有一定的关系 但现在开启金门的情况下 剑阵就能有圣级的威力 这要是开启 死门完全踢 剑阵的威力 怕不是能直接一箭破天吗 就在这时 训练场馆门口 又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们就是怪物学院的人 众人纹身微微一正 脸上都是有着怪异 这一波一波还没完是吧 第122章 楚云 因为我不喜欢泡菜国的泡菜 不过 当大家回头看去的时候 却发现 出生的不是帝都大学的学生 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而此时 那中年男人正瞪大眼睛 望着比武台上的剑阵 这剑阵的威力 竟然有着圣级的压迫感 片刻后 楚云收起剑阵 那股微压瞬间消失不见 王爵松了口气 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 但此时他整个后背 已经被冷汗彻底打湿 你是谁 帝都大学的老师吗 楚云开口询问道 对方回道 我可不是这里的老师 我是真真的叔叔 听说你们之前打了我侄女 我是来找你们要一个说法的 你放心 我们泡菜国最讲道理 谁打的 现在出来 我打回去 这事就算结束 说吧 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楚云身上 韩珍珍之前说过 打他的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 当时听的时候 韩成良还觉得不可能 但刚才的见证明显是楚云搞出来的 而他并没有感觉到 楚云附近有任何灵气波动 所以 消息是真的 这小子真的是个普通人 但是却有着不亚于觉醒者的手段 是个人才 可以考虑为我泡菜国所用 韩成良心中暗自想到 半赏后 周围帝都大学的学生 也从刚才的压迫感中回过神来 刚才诸仙见证的威力 把他们也都惊得不行 不过 当大家看到韩珍珍为了出气 把自己家长辈都搬出来的时候 瞬间都觉得有点不迟 本来仗着转校生的合作关系 他就没少在帝都大学里搞事 现在搞不过 还摇人 典型的就是玩不起 韩珍珍看到 真是楚云他们 顿时咬牙切齿的 叔叔 别跟他说那么多 赶紧揍他帮我出气 他上次把我打的半个月都没下床 都耽误我修炼了 你先把他废了 然后我要再揍他一顿出出气 韩珍良点了点头道 侄女 不要着急 这小伙子是个人才 叔叔先跟他说几句话 说话间 韩珍良一个闪身 来到了楚云面前 看着骤然出现在眼前的韩珍良 怪物学院众人 瞳孔都是一缩 光是能这样无声无息移动过来 对方的实力 绝对都在黄疾巴结以上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韩珍良没理会众人的震惊 笑着问道 楚云上前一步 完全不虚 平静回到 怪物学院 姜皮 姜皮一脸猛逼 特喵的 你把我名字干什么 你呀可真是个妥妥的老六啊 怪物学院其余人 嘴角也是一抽 但倒是没人站出来说什么 姜皮 对方笑了笑 说道 这名字有意思 我看你前例不错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去我们泡菜国进修 当然 只要你答应了 那你打我侄女的事情 就可以大事化了 就当没发生过 韩珍珍一听这话 顿时不乐意了 叔叔 你说什么呢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过呀 珍珍 你先别说话 退回去 韩成良呵斥道 见对方似乎是认真的 韩珍珍顿时也不敢说话了 虽然他这个叔叔疼他 但也分场合 怎么样 考不考虑 楚云思索了片刻 摇头道 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去泡菜国 嗯 为什么 我们泡菜国资源 可不比你们华国差的 楚云摇头 资源无所谓 主要我吃不惯泡菜 你 韩成良听到这句 顿时暴怒 哄 瞬间 一股来自圣级的威压 朝着楚云肆虐而去 楚云心中一惊 没想到 对方真是圣级的强者 不过想想也是 韩珍真是泡菜国小公主 他叔叔怎么也是个理事 这种人 实力不可能太弱 但楚云却是一点都不惊慌 对方长辈出手 王德发自然也不会干看着 就在那股气势 即将落在楚云身上的时候 忽然被另一股气势抵消 从而消失不见 是谁 韩成良眼神一鸣 警惕朝着四周看去 泡菜国的理事 对一个学生出手 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王德发笑着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你是他们的校长 韩成良皱眉问道 对方也有圣级的人 今天这场子 恐怕有点不好找了 没错 王德发走到韩成良面前 开口道 带着你这侄女回去吧 今天有我在 你别想动他 那可不一定 韩成良冷声开口 阴沉着脸 说着 他就准备动手 但这时 张玄林终于赶了过来 行了 都别闹了 王德发见状 顿时笑呵呵道 老张啊老张 你可终于来了 再不来 你们学校这些人 又被我的学生打穿了 帝都大学众人 我们不要面子的吗 但看了一眼 还没回过神的王爵 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面子了 怪物学院这群人 实在是太变态了 张玄林没好气 瞪了王德发一眼 你给我闭嘴 一来就惹事 就不知道提前通知我一声 这不是看你忙吗 谁知道来了 连你电话都打不通 原来搁这儿陪歪果人 去去去 一边去 你少说两句 说完王德发 张玄林又来到了韩成良面前 韩理事 这件事 我觉得 我们还是单独聊吧 韩成良冷声道 没什么好聊的 他先打了我侄女 又侮辱我泡菜国 这个人 我教训定了 怎么 你们帝都大学 是想为了一个学生 跟我们泡菜国开战吗 说到最后 韩成良的声音 都提高了不少 吓得周围的学生 连话都不敢说了 见对方软硬不吃 张玄林的脸色 也逐渐冷了下来 韩理事 现在他们是我帝都大学的学生 你想要动他们 也没那么容易 既然是学生的矛盾 那就应该学生自己解决 不知你意下如何 韩成良脸色一板 你是在威胁我 张玄林 你知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吗 他可不傻 让学生自己解决 韩真真绝对能被打死 韩成良也看出来了 张玄林这是死了心 要保怪物学院啊 我只是在尽一个校长应有的义务 照顾每一个学生而已 张玄林直视对方 冷冷说道 第123章 从现在开始 他们是帝都大学的人了 见张玄林不像是开玩笑 韩成良眉头顿时紧锁了起来 这次泡菜国就他一个人来了 如果闹大 吃亏的是他自己 但就这么放过怪物学院的人 他也有点不甘心 韩成良质问道 张校长 他们明明是怪物学院的人 跟你们帝都大学有什么关系 张玄林淡淡回道 从现在开始 他们是我帝都大学的学生了 张玄林 韩成良文言顿时大怒 他算是看出来了 张玄林是打算跟他死磕到底了 现在为了保住怪物学院的人 竟然说对方是自己的学生 没等韩成良继续说什么 王德发笑呵呵站出来道 放心 我们是有协议的 今天我本来就是 带着这几个小家伙来办入学的 你确定 韩成良转头望着王德发 一脸不解 哼 当然确定 不然我来干嘛 还真以为我是来闹事的 也不是我看不起帝都大学 说着 王德发忽然回头看了一眼王爵 以及学生会那女生 随后但笑着道 我不是针对谁 我只是说帝都大学的学生都是 话还没说完 张玄林立马转头瞪着眼道 你给我闭嘴吧 真当我帝都大学不要面子的 王德发道 面子又不能当饭吃 老张啊 你还是有点放不开啊 算了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来的一路上 我们可没少折腾 他们就交给你了 我先去你办公室些会 说吧 王德发转身带着熊大 熊二 还有芷强就离开了 几人离开后 张玄林再度回头看向韩成良 韩理事 现在是我们帝都大学内部的事情了 学生的事情 如果你们真的要长辈插手 那我这个当校长的 也不得不管了 现在 你还确定要教训他们吗 而且 如果真让你教训他们 到底谁出丑 其实也不好说 刚才那见证的威力 想必你也感受到了吧 听到张玄林这话 韩成良顿时脸色涨红 刚才那见证的威力 他是感觉到了 就因为这样 他才有了想拉拢楚云的心思 但对方明显不给泡菜国一点面子 他这才生气了 哼 张玄林 你给我等着 我会去找你们上层沟通的 这次的事情 没完 韩成良冷哼一声 转身就带着韩真真离开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回头看着楚云道 你叫姜皮是吧 我记住你了 你很有种 这次说完 他是彻底离开了 张玄林一脸迷茫回头 姜皮 你不是叫楚云吗 楚云笑眯眯道 有时候我也可以叫姜皮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怎么被人做成了这样 张玄林又看向姜皮和陈大力 两人老脸一红 随便支支吾吾 找了个借口糊弄了过去 他们可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为了装批 结果踢到了铁板 行了 你们几个先跟我来吧 我先把入学手续 简单给你们办理一下 随着张玄林 带走怪物学院众人 训练馆的其余学生 也终于是慢半拍反应了过来 什么情况 怪物学院的人 来我们帝都大学了 校长是在搞什么废机啊 这几个人 我们帝都大学能要吗 有一说一 这几个人可以要 他们才多大 就已经黄疾了 好像是有点离谱 校长说过 实力不是决定一个人的标准 行了吧 就算不比实力 别的方面 人家也都比你强 据我所知 那楚云和楚蒙 全家都是SSS级天赋 司徒镇是魔都司徒家的 那个很高冷的女人 身份不知道 但她的天赋似乎也是一个大家族的 总之 这群人没一个简单的 比家境算什么本事 我们要比的是态度 是潜力 你可拉倒吧 人家的天赋潜力 上次没看到 至于那个楚云 更是个变态好吧 另一边 校长办公室 行了 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你们的学生证了 在帝都大学 好的资源 都是需要跟学费挂钩的 不过 你们不用担心学分 因为我 已经取消了学分对你们的限制 这事儿 你们校长可能没跟你们说 不过都不重要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好好修炼 至于我们学校的秘境开放资格 接下来也会优先对你们开放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张玄灵一脸淡定说完 抬头把学生证 递给了怪物学院众人 而在众人的旁边 王德发正跟熊大他们三个泡茶喝 行了 你们先去熟悉熟悉校园环境吧 有事儿再来找老张就行了 没等怪物学院众人说话 王德发倒是率先开口了 楚云几人点了点头 也就转身出去了 带几人出去后 张玄灵脸上的淡定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杀气 他瞪着王德发道 老王 你特么想把我珍藏的 茶叶霍霍完事吧 要不是看你的学生在 我特么早就跟你翻脸了 王德发又喝了一杯茶之后 笑着摆了摆手道 行了行了 瞧你小气的样子 这次是你赚了好吗 让他们加入帝都大学 你们学校就等着出名吧 张玄灵翻了个白眼道 出名有什么用 不还是你们怪物学院的人 除非 你真的把他们 永远留在帝都大学 王德发抬头 认真道 你确定想要这几个人 你舍得给 张玄灵眉头一挑 似乎听出了一丝 可以商量的余地 王德发咧嘴一笑 那得看你开什么价了 先不说这个 我前几天问你的事怎么样了 你是说 后天契约凶兽的事 张玄灵皱着眉头 顿了好大一会儿才到 倒是有这种秘书 但成功率很低 无所谓 本来那丫头也不差这一只 但如果能成功 等她到了圣级 几乎可以百分百契约双契约灵 王德发眼中有着期待到 你是无所谓 特么浪费的是 我们学校的资源 张玄灵嘀咕一声 不过 这事儿 我会跟着咨询的 行了 你压得喝茶就喝茶 你网多里装什么 第124章 豪华设施惊呆众人 有没有可能 我们不走了 离开校长办公室 楚云一众人 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逛着 楚哥 我们接下来干嘛 不能就在校园瞎逛吧 江皮快两步走上来问道 楚云想了想说道 先去宿舍看看吧 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都要在这待着了 也行 刚好我和大力需要休息 我俩现在浑身都疼 一行人随便找学生打听了一下 就知道了宿舍楼所在 帝都大学的宿舍楼 是按照学号划分好的 宿舍门的钥匙 也是直接刷学生卡就可以了 按照学号 一众人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宿舍 楚云一行七个男生 分成了两个宿舍 洛九幽 楚蒙 林雪三个女生 则是单独一个宿舍 我去 这宿舍也太大了吧 一进到宿舍 一众人就惊呆了 说是宿舍 其实跟外边的住宅楼差不多了 四十一厅的户型 差不多二百多平 设备齐全 跟买的房子几乎没什么区别 总之 比起他们在深山老林那小木屋 这里可好太多了 妈的 我真的想一直待在帝都大学了 姜皮和陈大力 看到这种豪华配置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本来 他们应该来帝都大学才对的 可偏偏就被人截了胡啊 由一说一 我也有点不想回去了 楚云也小声嘀咕道 住惯了金窝银窝 谁还想回去住狗窝啊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好吗 而在三人小声嘀咕的时候 司徒镇已经默默选了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看来司徒学长也不想回去了 姜皮和陈大力望着司徒镇的背影 异口同声说道 上午的时间没什么安排 一众人就直接在宿舍休息了 刚好早上坐车时间比较长 现在可以好好缓一缓 下午的时候 王德发才发消息 让众人去操场集合 见所有人到齐之后 王德发笑咪咪道 帝都大学的条件怎么样 是不是还凑合呀 张玄灵听完美好气道 你给我闭嘴吧 我们学校的条件 除了魔都 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 校长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接下来几年 都在帝都大学上课 姜皮试探着开口说道 林雪 落九幽 楚蒙三个女生 听完都是眼睛一亮 可以这样吗 不怪他们忘恩负义 实在是帝都大学宿舍的条件 太舒服了 根本没人能想象到 随时能洗澡 对女孩子的诱惑 到底有多大 王德发听着几人的对话 满头问号 这不对劲啊 才来一上午 就把自己家全忘了吗 这群小逼宰子 真是一群白眼狼啊 只要你们愿意 当然没问题 张玄灵抓住机会 循序诱导道 反正怪物学院那边 也没你们的学籍 来我们学校 我保证等你们毕业 让你们去你们 最想去的军队 当然 如果你们不想去军队 留在这里当个教师 也不是不可以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 至于你们的两位老师 只要你们想 我们也可以开条件 邀请他们来专门教导你们 听完张玄灵说的 熊大 熊二立马点头道 其实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缺导师的话 我其实也可以来教学 纸枪也淡淡补充了一句 我靠 你们这就把我架空了 也太白眼狼了吧 王德发文言顿时坐不住了 朝着几人疯狂翻白眼 见王德发吃扁 张玄灵顿时开心了不少 这老东西 为了这几个名额 可没少坑自己的资源 现在 如果能把对方的学生 挖过来 那这些资源的消耗 完全就是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行了行了 别扯这些了 接下来简单安排一下 你们的修炼 学校的秘境开启时间 是有时间限制的 距离全国狩猎大赛前 应该还有两个秘境 开启的机会 都是副本类型的 到时候 你们所有人都拥有 进入秘境的机会 但是 你们也知道 肯定会有学生不服气 这种事情 就要你们自己解决了 至于秘境之前的训练 你们可以自由安排 也可以跟着我们 大一的课程一起训练 不过 在战斗技巧上 其实你们已经远远 超过大一的学生了 我的建议是 你们可以直接去修炼室修炼 反而事半功倍 说了这么多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的安排了 张玄林一口气说完这些 随后只是抬头 等着众人的回答 王德发现众人脸上 都有些迷茫 开口说道 老张说的没错 现在普通的课程 对你们其实用处不大 不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 在咱怪物学院的时候 我是主张以实战为主 但帝都大学这边的教导 则是更全面一些 你们在课堂上 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知识 或许会对你们有点用 所以 我的建议是 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修炼室上 其余的时间 倒是也可以去听听课 对于王德发的安排 众人都没什么意见 于是 几人都是打算 先去修炼室修炼 能让校长念念不忘的修炼室 肯定是好东西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楚云忽然开口说道 校长 我就不去修炼室了 我的修炼比较特殊 王德发看了楚云一眼 说道 也行 你没有天赋 没办法吸收灵气 对你来说 确实没什么用 我跟老张后续会想办法 单独安排你的训练 嗯 那我现在随便找个班级去听课 楚云说道 去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说吧 楚云就跟众人分开了 其余人去修炼是修炼 楚云则是随便找了个班级溜达 正巧不巧 溜达的时候 见到了灵凡 于是 楚云就悄悄坐了过去 嗯 楚云 你怎么来了 灵凡一见是楚云 顿时就兴奋了 我听说 你们现在是帝都大学的学生了 真的还是假的呀 算是真的吧 楚云点了点头回道 什么叫算是 因为我们大概率 只会待到全国狩猎大赛结束 我就知道 校长同意你们来 肯定是为了全国狩猎大赛 楚云眉头一挑 惊讶到 你为什么会知道 嗨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你的实力我清楚 吊打战神班 连大四的王决都 不是你的对手 全国狩猎大赛 肯定有你的名额 嗯 那倒也是 话说 你身体没事了 都是小事 中午休息休息就好了 别忘了 这可是帝都大学 不但教学设备先进 医疗设备也是很先进的 我说 你脑子没病吧 我怎么看你还挺高兴的 第125章 这灵凡怕 不是个斗 跟灵凡有一搭没一搭的 聊着天的同时 楚云也分出来了一部分心思 听了一会儿 帝都大学实战课奖的内容 张玄林 应该是跟所有导师 都打过了招呼 所以 那讲课的导师看到楚云 并没有觉得很意外 也没有询问什么 倒是其他的学生 对楚云多 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敌意 毕竟 怪物学院的人来了 肯定要抢他们的资源 蛋糕就这么大 来的强者越多 分给他们的就越少 说是实战课 其实就是配合理论知识 进行的实战指导 大概就是讲了一些 关于天赋技能配合的问题 对于这群新生来说 这些知识用处很大 利用好了 足以让他们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毕竟 这些大一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王级 只有两个天赋技能 配合上其余的小技能 还是有很多种组合方案的 说的简单点 这导师就是在叫这群学生 释放连招 但这些知识 对楚云作用不大 怪物学院从一开始 就是以实战为主 或许他们没有专门地考虑过 如何搭配自己的技能 但每次的危机 都会让他们在最合适的时刻 放出来效果最大化的技能 见没收获什么有用的东西 楚云就善善离开了 不过 就在他离开不久 林凡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了过来 楚云 等等我 楚云微微一震 回头见识林凡 开口问道 你下课了 没有 林凡摆了摆手 说道 老师讲的哪些内容对我没用 还不如去实战来的提升大 那你们老师不管你 这可是帝都大学 只要能提高实力 考试不缺席 其余的 其实无所谓 林凡随口说 再说了 我好歹也是 这一届新生第一人 有些事情 还是有点特权的 楚云道 你倒是挺骄傲 拉倒吧 我的骄傲放纵 已经被你和战神班磨平了 林凡耸了耸肩说道 话说 你的那些同学们 亦应该去修炼是修炼了吧 你怎么没跟着一起去 我又感觉不到灵气 我只练提数 哦 也对 我把这个给忘了 林凡一拍脑门 继续说道 那我带你随便转转 也行 反正我这会儿也没事干 说着 林凡就当起了 楚云的向导 带着楚云 在帝都大学 好好逛了逛 一个多小时以后 两人边走边聊 把帝都大学 逛了一圈 林凡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去参加比赛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什么比赛 楚云文言来了兴趣 他现在提升实力的 最优选择 就是猎杀黄极凶兽 其次就是 跟同等级的人 不停切磋 如果有这种机会 倒也不是不能了解一下 虽然提升不多 但聊胜于无 见楚云好奇 林凡解释道 你可以理解为 是帝都专门开放的一个比赛 比赛由官方主持 随时都可以报名 每年年底的时候 会结算积分 如果积分排行在前一百名 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奖励 走 刚好今天有我的比赛 边走边说 楚云点了点头 直接跟着林凡出了校门 一路上 经过林凡的细致讲解 楚云对这比赛 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收拾比赛 更像是一个切磋的舞台 只不过 这里边加了一些彩头 而且是官方提供的彩头 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切磋 让觉醒者不断地提高实力 半个小时后 两人在一座豪华建筑门前下车 门头上挂着一个金色招牌 上边写着三个大字 斗技场 不愧是官方的手笔 这面积可不小啊 楚云看了一眼轮廓 感慨道 林凡笑道 必须的 这可是帝都标志性建筑之一 走吧 我们先进去 两人还没走到门口 一个中年男人 就主动朝着林凡打招呼道 林凡 你又来了呀 我记得 今天是不是有你的比赛来着 嗯 下一场就是我 对了 张叔 这我朋友 带进去看个比赛 不过分吧 张叔没好气白了林凡一眼 去吧去吧 你小子三天两头就带一个朋友 非得把当初的报名费 从门票赚回去不可 嘿嘿 那我们先进去了呀 比赛马上开始了 说着 林凡就拉着楚云走了进去 这玩意儿 还要报名费 还要门票 楚云开口问道 内心对帝都官方的印象 大打折扣 本来还以为对方是做慈善 为了全人类着想 合着是利用门票和报名费 搁这儿 薅羊毛 帝都那么大 光学生都不计其数 按照林凡说的 这里不但有学生参加 还有社会上的觉醒者参加 这也就是说 每一批的报名费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最终获得奖励的 就只有前一百名 不得不说 搞钱是真的被官方完明白了 你以为呢 不过帝都大学的学生 报名有优惠 可以打五折 林凡笑着说道 所以 你要是报名 只需要交五千块钱就可以了 五千 这也就是说 原价是一万 每天报名的人那么多 岂不是一天都有几百万金账 碰上那些实力不行的 注定了店底 只能花钱看比赛 门票又是一个问题 乖乖 想想这个资金流动 楚云忽然有点知道 自己躺平以后 应该干点啥了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比赛了 你在这看着就行 听到工作人员 叫自己的名字 林凡冲楚云交代了一声 也就直接走到了台上 与此同时 他的对手 也从后台经过比试通道上台 因为林凡是王级的实力 所以报名的是 王级的分组 但他的SSS枪法天赋 这也就证明 在这个分组内 林凡几乎是乱杀的存在 但比赛开始的时候 楚云却是瞪大了眼睛 林凡这祸放着自己的 SSS枪法天赋不用 竟然赤手空拳 跟对方肉搏 硬碰硬 真难忍 林凡好这口 不过 这次他的对手天赋 就是增加身体强度的 所以 几个照面下来 林凡脸旁都肿了一圈 但他却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很是享受 这让楚云不得不怀疑 这货是不是有点抖M 而最后 在林凡快输掉比赛的时候 他终于使用了自己的枪法天赋 一招秒杀 轻松取得胜利 第126章 你们练体术的 不都是这么训练自己的吗 林凡 你脑子不会真的出问题了吧 楚云目光怪异地看着鼻青脸肿 从台上下来的林凡 实在是不太理解 林凡却是不以为意 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是为了训练自己 你管这叫训练 你确定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这还是 从你身上找到的灵感呢 走 为了表示感谢 我请你吃饭 林凡说话间 拉着楚云 就离开了斗技场 但楚云却是一脸猛逼 怎么就从自己身上找灵感了 自己是那种看起来像抖M的人吗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家面馆 点了几个小菜 一人又要了一份面 林凡边吃边说 自从上次你从我们学校离开之后 我就在想 是不是体数真的能让人的实力提升很快 所以 后来我就疯狂地锻炼体数 还真给我找到了一些感悟 你别看我现在还是王级八剑 但在王级已经没有对手了 而且我感觉我马上就要突破九阶了 林凡的语气之中有着激动 能看出来他真的很兴奋 但楚云却是盯着他道 那你为什么还被人打这么惨 我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挨揍才能增强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我有着SSS枪法天赋 输出肯定是没问题的 现在身体防御也练起来了 你想想 以后不管跟谁打 我都不怕呀 我这不是被揍 只是变相的训练罢了 你专门练体数的 怎么能不懂呢 你们练体数的 不都是用自虐的方式 提高自己的吗 看着林凡一脸认真的表情 楚云忽然一时间 竟然说不出话来了 这话 好像还真是没毛病 自己当初在家的时候 跟老爹对打 确实也提高了不少实力来着 菜来了 先吃饭 吃饱我 还得回学校先治疗呢 林凡扯着嘴角说道 刚才说话太多 嘴角都有点疼了 楚云沉默不语 总感觉这货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但具体哪里有问题 一时间还真不好说 吃过饭 两人回到帝都大学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那就先这么说了 明天我带你去报名 训练馆不见不散 行 明天我去找你 在宿舍楼前分开 楚云就直接回宿舍了 林凡是在另一栋楼 还需要走两步 上楼找到宿舍 打开门一看 司徒镇 姜皮 陈大力三人并没有回来 再去看看隔壁 红浩 胖子 瘦子也没回来 看来这群人得闭关一阵子了呀 对于觉醒者来说 几天不吃饭 根本没什么影响 天地之间蕴含的灵气 可比食物有营养多了 洗洗澡 打开手机看了会儿小姐姐 楚云一倒头 也就睡觉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司徒镇一行人 已经沉迷修炼 不可自拔了 无他 只能说 帝都大学的修炼师太棒了 虽然是修炼师 却有着媲美秘境的灵气 浓郁程度 这种程度的灵气 对于他们这些 SS天赋的人来说 修炼瞬间 就变得喝水一样简单了 当然 也不能一直修炼 需要配合实战 才能稳定修为 不过 怪物学院众人之前 刚经历过实战 现在最缺的 就是吸收灵气了 此时的他们 就像是被挤干水分的海绵 扔进了水里 疯狂地吸收着 修炼室内的灵气 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 他们几个 已经彻底沉迷修炼 忘记了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楚云起来收拾了一下 先去食堂吃了个饭 然后就去找灵凡了 刚好这几天 怪物学院奇遇人 都要安心修炼 他也没什么朋友 就跟着灵凡一块就行了 吃过饭 楚云就去了训练馆 李老远 他就看到 灵凡正在跟 其余的学生切磋 灵凡 这么早就来训练 你是真的努力啊 楚云走上前 笑着打了个招呼 台上的学生 一看是楚云来了 顿时哭惨道 哥 我亲哥 你快跟凡哥练练吧 他总是拉着我们训练 我们吃不消了呀 楚云转头望着灵凡 表情怪异 看来你不光M 还SR 什么S 什么M 我穿XXXL的 灵凡一脸猛逼 楚云 走了 你不是说 要带我去斗技场报名 嗯对 走吧 灵凡从台上跳下来 笑着说道 我再去叫几个人 说吧 灵凡拿出手机 发了个消息 过了没多久 三男一女 从训练馆外走了进来 灵凡开口道 走吧 人到齐了 楚云抬头一看 这四人之中有 两人他也认识 一个是昨天的王爵 一个是那大三的副会长 我来介绍一下 灵凡站在几人中间开口道 这是大四的王爵学长 昨天你们碰过了 就不说了 这是大三的灵儿学姐 也是学生会副会长 不过平常基本上不在学校 至于这两位 也都是大四的学长 一个叫白琪 一个叫曹海波 他们这段时间回来没事 刚好也要去斗技场锻炼一下自己 我们就一块去吧 楚云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不过 等一众人出发之后 楚云才小声凑到林凡身边问道 我说林凡 你这业务能力挺不错 才开学多久 大三大四的学长学姐 你都熟悉了 林凡挥了挥手机笑道 不是我业务能力不错 是每一年比较有潜力的新生 都会被拉进一个群里 大家聊天多了 自然也就熟悉了 毕竟这个时代 网络上的大家 才更释放自我嘛 楚云一想也是 这年头 现实中唯唯诺诺 网络中重拳出击的人 可不算少数 半个多小时后 一众人来到斗技场门口 然后又各自去报了名 报名分为个人和小组 林二报的是黄吉个人 王爵 白旗 曹海波报的是三人小组 然后 所有人转头看向了楚云 工作人员问 姓名 楚云 年龄 十八 工作人员 报名什么等级 黄吉 工作人员有些惊讶地抬头 你确定是黄吉 不是才十八吗 有问题吗 楚云微微一正 工作人员一想 对方是帝都大学的 倒是也释然了 天赋呢 工作人员继续问 楚云回道 没有天赋 嗯 没 什么 没有天赋 工作人员猛地抬头 脸上写满了猛逼 第127章 有什么天赋 是我们观众不能听的 沉默的气氛持续了很久 见工作人员不说话 楚云忍不住开口道 还需要别的信息吗 你确定你没有天赋 工作人员表情怪异道 楚云回道 没有啊 有问题吗 工作人员嘴角一扯 没有天赋 你哪来的黄吉 嗨 爸 小子 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 他真没有天赋 但实力真的很强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反正你负责记录就行了 我们帝都大学的学生 还能骗人不成 这时 林凡站出来说了一句 工作人员一想也是 对方的学生证总不是假的 既然说没有天赋 就写没有天赋吧 或许是想隐藏自己而已 登记完信息之后 工作人员就放楚云一行人进去了 很快 几人就看到了王爵他们小组赛的对决 因为报名小组赛的人不多 所以 王爵他们刚报名 就有了对战的机会 听王爵学长说 他们过阵子 好像要执行一个任务 所以趁这段时间 磨练一下相互之间的配合 林凡充当起了解说员 跟楚云解释着情况 随着王爵三人登台 现场瞬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我去 竟然是王爵 他应该上大四了吧 没想到他竟然来了 这次的门票买值了呀 爷清回 阵法天才王爵回来了 斗技场的统治者 归位 有他在 几天的比赛 没有什么悬念了呀 必须的 来斗技场的 谁不知道王爵啊 楚云抬头扫视了一下周围的观众 热情都十分高涨 王爵学长 他们在这里很出名吗 楚云问道 林凡笑着说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在我们来之前 王爵学长 可是斗技场的名人 从大一的时候开始 他的队伍 在斗技场参加的小组赛 都没败过 而且 大多时候 都是王爵学长力挽狂澜 一个人完成 对对方的控制和输出 总之你看看就知道了 王爵学长真的很厉害的 林凡眉飞色舞地比划着 好像厉害的不是王爵 而是他自己是的 不过 楚云倒是没什么感觉 王爵真的很厉害 他昨天也没感觉到吗 小组团队赛对决 现在开始 随着台上裁判宣布开始 一场紧张又刺激的小组赛对决 终于拉开了序幕 几分钟后 王爵的队伍轻松秒杀对面 特别是王爵阵法布置起来之后 对方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而这个时候 楚云也意识到了对方天赋的特殊 但并不影响他在自己面前是个菜鸡 不知道用体术攻击能不能突破他的阵法 死门开启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楚云心中暗暗想到 因为楚云 林儿他们都是今天报名 所以没排到什么比赛 于是 等了差不多半小时后 大家看完林凡的比赛 就准备回去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台上裁判忽然宣布道 因为特殊情况 今天原定的比赛推迟 所以临时进行一场加赛 方震选手和楚云选手在吗 因为是加赛的关系 只能临时找选手 楚云文言微微一正 便答道 我在 我也在 观众席另一个角落 方震也举手示意 请两位抓紧时间来到比赛台上 接下来就是两位的对战 裁判看向两人说完 又介绍了一下双方的信息 当现场观众听到 是帝都大学的学生时 顿时就欢呼了起来 今天运气不错呀 竟然能看到三场 帝都大学的比赛 哈哈 今天的门票 真的是超值的 希望待会儿的比赛 能是硬碰硬的 还是硬碰硬看起来得劲 那必须的 我最喜欢看的 就是林凡的比赛了 观众议论间 楚云和方震 已经来到了台上 这时 裁判继续宣布道 我们的方震选手 是S级别的防御天赋 而我们的楚云选手 裁判看着信息卡上的信息 突然瞪大了眼睛 一度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什么情况 楚云到底是什么天赋啊 到底有什么天赋 是我们观众不能听的 不会是什么隐藏天赋吧 你们看裁判大惊小怪的样子 作为斗技场十年老观众 什么隐藏天赋 我没见过 快说啊 裁判没理会观众席的声音 而是转头望着楚云 楚云点了点头 示意登记的信息 没什么问题 于是裁判才继续宣布到 我们的楚云选手 没有天赋 此话一出 现场观众席瞬间沸腾了 卧槽 什么情况 没有天赋 这可是黄吉的对决 没有天赋 怎么变成黄吉的 这肯定是想隐藏天赋吧 也太无耻了 帝都大学的 是不是玩不起啊 方震听到裁判的话 也是微微一愣 但很快 脸上的表情 就变成了震惊 因为 他并没有从楚云身上探测到灵气波动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楚云实力已经达到了圣级 可这是黄吉组的比赛 不存在圣级选手 所以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那就只能是另一种情况 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没有天赋 好了 现在比赛 正式开始 这来两位都是今天报名的新人 所以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裁判说完自己的台词 就快速离开了 接下来 台上是交给楚云 以及方震的 S级天赋 在帝都已经算不错的了 但在帝都大学 还是不够看 只不过 现在所有的观众 都在关注楚云的天赋 至于没有天赋这个说法 他们是完全不相信的 要知道 这里的观众 除了抱着学习心态来的学生以外 很多都是没有天赋的普通人 正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所以才想来 这里看精彩的对决 结果你告诉我 选手也是普通人 是不是闹着玩呢 你真的没有天赋 台上 方震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但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楚云点了点头 平淡道 嗯 我修炼的是体术 击杀过黄极的凶兽 实力暂且就算是黄极吧 竟然凭借体术 就击杀了黄极的凶兽 方震目光一明 脸色瞬间变得正中了起来 片刻后 他又道 不过 对上我 你确实是有点吃亏 我的防御 可是专门针对体术的 说吧 方震直接是放了自己的天赋 他的身上 缓缓被一层淡黄色的光芒包裹起来 只要你能突破我的防御 就算我输 第128章 你俩确定这训练计划有用 还是我自己来吧 望着对方身体的变化 楚云的神色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之前魔兽山脉的对决 任何一个对手 都要比眼前这人要强 他们的天赋等级 或许不如这人 但等级却是趾高不低 仅仅凭借防御性天赋 就想抵消自己的攻击 年轻人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因为对方只是黄极一阶的实力 所以 楚云这一次 甚至连金门都没开 如今 他光凭着力量属性 都有着黄极二阶的水准了 再加上自己那些变态的技能 一拳下去的破坏力 根本不是同级能硬抗的 既然你准备好了 那我可就动手了 忽然 台上的楚云消失不见 方阵目光一凝 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 二话不说 他直接把自身防御天赋 拉到最满 甚至黄极的领域能力 也被他直接用了出来 他的领域能力 是减少对方攻击的 也就是反向加强自己防御 下一秒 楚云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台上 整个人已经是来到了方阵面前 紧接着 一拳挥出 哄 正中方阵身上淡黄色的防护罩上 两者相撞 根本没有任何停顿 方阵整个人 瞬间就到飞了出去 同时 嘴里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煞时间 整个斗技场 变得鸦雀无声 刚才嚷嚷着无耻的观众 全都瞪大了眼睛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比赛 就这么结束了 啥也没干 一拳就结束了 我靠 这人不会是一拳超人吧 两久后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现场顿时变得喧闹起来 牛逼啊我的哥 这人到底什么情况 刚才他出拳的时候 身边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 他不会真的没有天赋吧 没有天赋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拳头 别想骗我 总之 拳头哥牛逼就是了 神他妈拳头哥 拳头哥牛逼 牛逼牛逼 伴随着周围观众的欢呼 楚云淡笑着冲观众打了招呼 就走下了台 然后找到了林凡一行人 见楚云过来 林凡瞬间兴奋的不行 我靠 楚云你也太牛了 什么时候我的拳头 有你这么强就好了 你有着SSS级的枪法天赋 不好好练 练什么拳头啊 楚云哭笑不得道 林凡道 你不懂 拳头才是男人的浪漫 而且我感觉我要突破了 走咱先回去 说吧 一众人就一起回到了帝都大学 回去之后 林凡第一时间就跑去了修炼室 王爵他们也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一时间 楚云又成了光感司令 得 回去睡觉去 无奈耸了耸间 楚云直接回宿舍 睡大觉去了 他的升级之路注定是孤单的 没办法跟别人一样吸收灵气 下午的时候 一通电话 把楚云吵醒了 是王德法打来的 说是 他跟张玄灵制定好了楚云的训练计划 起床洗个脸清醒了一下 楚云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 推开门 两人已经在办公室 等着了 熊大 熊二 志强也在 挨个跟几人打了个招呼 楚云看向王德法道 校长 你们给我定了什么计划 王德法 转头看向张玄灵 后者笑咪咪 拿出了一张纸条 这是我根据学校仅存的资料搜集到的 当年体数盛行的时候 他们就是 靠着这个方法 锻炼自己 所以 接下来 你也按照这个方法锻炼吧 楚云文言 眼中有着诧异 不愧是帝都大学 当年的体数资料竟然存的都有 可当他接过纸条 看了一遍之后 脸上的表情 瞬间就变得不对劲了 校长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凌晨三点起来 围着帝都跑一圈 楚云声音都提高了不少 王德法和张玄灵齐齐点头 没错 这是为了锻炼你的耐力 七点吃完早饭 做一万个俘卧撑 这是为了锻炼你的臂力 楚云又继续往下看 中午进行三个小时负重训练 这同样是为了增加你的身体素质 两人齐声说道 楚云翻了个白眼 直接懒得接话 那晚上进行三个小时 冥想又是为了什么 这当然是为了锻炼你的精神力了 张玄灵解释道 虽然你不能修炼灵气 但精神力只要通过长久的锻炼 也是可以提升的 你走体数的路子 精神力肯定会成为你的弱点 所以很有必要进行相关的训练 看着两人一本正经的样子 楚云无奈翻了个白眼 实在是不想解释 他觉得这训练 根本就不是这俩人看遍古籍 给自己安排的 而是两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瞎写的 看来 体数在这个世界真的消失得太久了 根本没有人知道 到底该怎么修炼 校长 别闹了 这训练就是你们俩瞎写的吧 楚云果断拆穿两人道 怎么可能 王德发老脸一红 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可是 我跟老张研究了一晚上 才设计出来的标准训练 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张玄灵连忙附和 楚云撇了撇嘴 开口道 我觉得你们 还是让我看看 体数相关的资料 或许会更好 按照你们这个标准训练 我估计还没练出来什么 人就先没了 两人一听 也是这个道理 楚云在体数上的感悟 肯定比他们俩要深一些 毕竟他们看也只是理论 去分析 因为他们也是修炼的灵气 相关的图书 就在图书馆 我把编号给你写一下 你自己去看就行了 张玄灵拿出一张纸 把对应的编号 记录了下来 递给楚云 楚云点头道 行 我先去看看 我的训练你们也不用担心 体数跟别的不太一样 对于我来说可能 实战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已经报名了 斗技场的比赛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会经常去实战的 你们放心 我不会丢下自己的训练的 听到楚云这么说 王德发跟张玄灵 也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说 今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就压在楚云他们身上了 但为了万无一失 比赛开始前 必须要把所有人的修为 都提高一些 司徒正纪人都好说 张玄灵已经打算 亲自教导了 而最麻烦的 就是楚云 他们只能找一个 大概的方向 但仔细想想楚云 这一路的成长 让他自己来决定 自己的修炼 应该是没问题的 老王 你就放心吧 我觉得 楚云这小子很有想法的 我知道 王德发点了点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老张 你们这古籍 有之前留下来的 秘籍之类的吗 这玩意儿够呛能找到 我得托我几个朋友去问问 那还愣着干嘛 赶紧问 问完了拿回来 给楚云 他能练 你确定 这玩意儿没人教导 他自己能行 别废话 你去拿就行了 第129章 曾经的五道时代 楚云喜提升号一秒歌 楚云还没走到图书馆 林凡这货 就兴奋着 从修炼室出来了 此刻的他 已经成功突破到 王级九阶 距离黄级 就差最后一步 在大一上半学期 就能取得这个成绩 他的天赋强度 不容置疑 唯一可惜的是 这货沉迷体术 完全耽误了 自己的发展 楚云 你这是要干嘛去呢 李老远 林凡就冲着楚云打招呼 带林凡走近 楚云看了他一眼 有些无语道 你们学校 修炼室是有毒吗 没有啊 林凡一脸茫然 你为什么这么问 楚云道 没毒你就不能 在修炼室多待一会儿 刚突破就跑出来 嘿嘿 我这不是想着 赶紧出来训练体术吗 楚云算是 彻底被林凡整不会了 懒得继续搭理这货 楚云直接转身 进了图书馆 林凡好奇 也跟着走了进去 你来图书馆干嘛 不去训练馆吗 来查阅点资料 关于体术的 嗯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查查体术训练的资料呢 要不还是的说 在体术方面 你才是最专业的啊 按照张玄林给的编号 楚云很快 让图书管理员帮忙 找到了对应的资料 原来以前真的存在过 体术横行的时代啊 说是体术 其实更像是武道才对 楚云翻着这些资料 内心不由地大为震撼 之前 他也只是 从自己老爹嘴里 以及校长嘴里 听说过一些 如今看到完整的历史记录 对之前的情况 则是有了一个 更详细的补充了解 楚云正翻看着体术 修炼方面的资料 忽然感觉 周边温度都升高了许多 转头一看 只见林凡的身体 正在微微颤抖 紧紧握着的拳头 彰显着他的内心 极度的不平静 但从他的反应来看 楚云觉得他是有点亢奋 林凡 你没事吧 楚云瞪着眼 问了一句 他很担心林凡一会儿 会不会直接原地燃起来 林凡按捺住心中的兴奋 声音低沉道 没事 我就是太燃了 没想到以前还有过这样的时代 虽然现在天赋才是主流 但我总觉得体术才是根本 楚云 这几个月 你能带着我一起修炼吗 我想成为像你一样强的男人 听着对方的话 楚云无奈摇了摇头 体术很强这个观点 楚云并不排斥 但天赋其实同样不弱 准确来说 天赋觉醒是超脱自然的力量 要比体术还要强 而楚云现在这么强 主要还是八门顿甲占了优势 有句话说的没错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而体术的尽头 楚云更觉得是天赋 比如他现在的思维属性逆天 其实就是体术达到极致的结果 当体术达到极致 就超脱了凡人 类似觉醒天赋 如此看来 天赋应该是强于体术 但话又说回来 不管是体术还是天赋 都是人类对自己潜能的挖掘 从这个层面上讲 人是固定的 无非就是潜能的大小 决定了上限 那么 这个时候 如果一个人 把体术开发到极致 那就是体术比较厉害 反之 如果把天赋 开发到极致 那就是天赋比较厉害 其实 用游戏代入 更加好理解一些 体术就是物理攻击 天赋则是倾向魔法攻击 当然 对于那些特殊天赋 防御天赋 物理系天赋 就又零数了 属于是物理输出结果的技能攻击 一个下午的时间 楚云和林凡就一直待在图书馆 等两人看完所有资料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了解了那么多当年时代的事情 让两人都是感触颇深 哎 没想到 之前我们的前辈 竟然凭借普通身体 就能抵御凶兽了 林凡感慨说 楚云道 都是顺应时代的变化罢了 如果盛世太平 谁又想打打杀杀呢 凶兽入侵 想要保护家人 就只能让自己变强大 那倒也是 走吧 吃点东西去 林凡咧嘴一笑 开口说道 天大地大 填饱肚子才最大 楚云点了点头 倒是没有反驳 几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学校食堂 随便打了一些饭菜 其实也不随便了 帝都大学 作为一流大学 食堂的饭菜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不要钱 吃饱饭 林凡擦了擦嘴说道 晚上没什么事 要不去训练馆 锻炼锻炼 算了 我就先不去了 回去睡觉去了 这么早就睡 你养生来的吗 你懂个屁 今天下午看书太多了 死了不少脑细胞 我这是爱护身体 说完话 楚云就起身回宿舍了 林凡健壮 则是去了训练馆 此刻的训练馆 早已经空无一人 但林凡却 是迸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战役 体术 天赋 我全都要 话音刚落 负责训练馆的老大爷 就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行了 要做梦回宿舍做 训练馆馆晚上不对外开放 啊 林凡神色一将 他现在大概明白楚云 为什么要 直接回去睡觉了 马德 兴奋过头 他都忘了现在是晚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 楚云迷迷糊糊 起床洗了个树 昨天想了一晚上 楚云还是觉得 眼下就挺好的 凶兽虎视单单 不假 但如今 世界上天赋 卓越者层出不穷 保家卫国 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 楚云决定了 这段时间 就随缘修炼 末世去斗技场打打比赛 刷刷熟练度 其余时间 在校园溜达溜达 好好享受 享受校园生活 这是多么舒服的一件美事啊 至于辛苦锻炼 也能增加属性 和熟练度 这方案 直接被楚云pass了 无他 太累 就这样 一转眼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半个月以来 楚云又参加了八场斗技场的比赛 没有任何意外 八场全胜 而且都是一拳秒杀 所以 现在楚云在斗技场 多了多外号 叫做一秒哥 虽然他极力反抗过 但没用 观众们反而更兴奋了 至于司徒镇他们 半个月的时间 全都在闭关 这让楚云 不得不感慨 自己没天赋还挺好的 不然 这么枯燥的训练 他可坚持不下去 又是一天风和日丽 楚云正在训练馆 跟几个女学生吹牛 忽然 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素来 办公室 体术秘籍找到了 楚云目光一鸣 立马奔向了校长办公室 第130章 新的体术功法 恐怖的效果加成 前几天 王德发告诉了楚云 他和张玄龄 打算去搜集秘籍的事情 知道这事之后 楚云更加坚定了 不去训练的想法 只要能找到秘籍 他就能直接入门 然后利用对战切磋 或者击杀凶兽 来提升熟练度 这种提高实力的方式 才是楚云最喜欢的 能轻松变强 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变强呢 他可不想当林凡那种抖M狂 很快 楚云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嗯 林凡 你也在 一进门 楚云就看到了林凡 林凡黑黑一笑 当然了 作为帝都大学首个 兼顾天赋与体术的天才 这个时候 我肯定不能缺席啊 楚云一想也是 这玩意儿虽然是秘籍 但并不算什么保密的东西 只要想看 谁都能看 只不过 不会有人去练习罢了 说到底 还是那句话 假如体术 是从零杠一百 然后再突破的过程 那天赋觉醒 就是从八十开始到一百 然后再突破 甚至还有可能是从一百直接突破 总之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都不会有人舍弃天赋 从零开始练体术 当然 林凡这种脑子 不太正常的好战分子除外 张璇林开口说道 诺 找遍了以前的老家伙 也就找到了这两本秘籍 虽然我们大概能看懂上面的东西 但或许是因为天赋觉醒的原因 我们想练慧 几乎不可能 所以 知道你们是不可能了 能不能练慧 只能看你们自己的悟性 说话的同时 直接拿出来了两本 看起来很古老的秘籍 虽然封面因为老旧破损了不少 但依旧能看出来 上边的名字 一本是九转阴阳练体术 一本是九龙九象功法术 从名字来看 一个注重练体 一个注重功法 不愧是上古前辈留下来的秘籍 光听名字 就觉得牛逼轰轰的 林凡神色激动 仿佛发现了什么宝贝一般 张璇林看到他这样子 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一个SSS天赋的天才 怎么就迷恋上体数了呢 这让那些没觉醒天才的人 怎么想 你小子 脑子不会有问题吧 一说起林凡 张璇林就感觉脑壳疼 林凡好歹是今年的新生扛靶子 实力很强 潜力也很大 这一届的全国狩猎大赛 就不说了 不出意外 下一届的全国狩猎大赛 绝对有林凡一席之地 可结果呢 现在他整个人就跟入魔了一样 彻底放弃了林凡的修炼部说 整天都拉着同学在那练体数 要不是看林凡实力并没有落下 张璇林都想把林凡 关到小黑屋里 单独教导了 听着张璇林恨铁不成钢的话 林凡只是黑黑一笑 他自己的身体变化 他自己最清楚 他其实能感觉到 虽然他的修为提升慢了不少 但实力并没有落下 有了强大的体数配合 再加上一手好枪法 战斗力其实是大大增加的 懒得理念 张璇林翻了个白眼 虽然头疼 但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好事 所以张璇林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而且 有着楚云这另类的前车之剑 张璇林其实也很好奇 如果天赋和体数结合 到底能发挥出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有可能 或许这就是永远消灭凶兽的契机 就在这个时候 楚云脑海中也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定 发现功法 九转阴阳炼体术 是否学习 定 发现功法 九龙九象功法术 是否学习 学习 楚云心中默念 下一刻 两股庞大的信息 忽然出现在楚云的脑海之中 本来书本上看起来艰难晦涩的行文 此刻就像是楚云自己编载的一样 两本功法的训练方法 以及效果 楚云在一瞬间就明白了 明白之后 楚云浑身一震 忍不住惊呼道 这俩功法的效果 也太离谱了吧 几人见楚云震惊的表情 都是好奇地看了过来 什么效果离谱 楚云深吸口气 指着两本秘籍说道 这本九转阴阳炼体术 主要是用来防御自身 增强体魄 炼至九转 可硬抗雷伐 而这本九龙九象功法术 就更离谱了 它属于一种攻击型的功法 同样是有九转 每一转的力量 可以相互叠加 叠至九转 有开天辟地之事 不过 这并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而是它的效果 使用九龙九象功法术 并不局限方式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拳头 也可以用武器 甚至可以用精神力量 更有甚者 可以叠加原有的技能 死 听完楚云解释的这些 办公室众人 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呼吸都不由的 开始急促了起来 因为天赋觉醒的关系 张玄灵他们一开始 并没有觉得 这两本秘籍有多厉害 就算他们看懂了 秘籍上的意思 但普通人 别说给它叠九转 就算给它叠九十转 那能有一个 圣极的觉醒者 一巴掌力量大吗 说到底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啊 但觉醒者 可是吸取天地之灵气修炼 身体早就被改造到了 一个恐怖的地步 可现在听楚云这么一说 他们忽然觉得 之前或许是他们 太小看了这些 练体术的功法 如果他们能练会 这个功法 自身的技能叠加九转 那威力 简直不敢想象 半赏之后 林凡满脸激动地 望着楚云 体术的功法 也太牛了吧 如果我能练会 这两种功法 那黄极以下 就更没人 是我的对手了呀 格局小了 黄极的 估计也不在话下 楚云说道 林凡眼睛一亮 舔了舔嘴唇说道 那上边 说要怎么练习了吗 楚云 你带着我一起练吧 楚云耸了耸肩道 血倒是血了 但很麻烦 这九转阴阳 练体术需要找到 致阴致阳之物 然后长久浸泡身体 以达到改造的效果 致阴致阳 那是什么 在哪里可以找到 林凡一脸猛逼 张玄林几人文言 也都看了过来 他们现在算是发现了 楚云对秘籍的理解 要比他们深很多 楚云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顿了顿 目光怪一道 简单来说就是 你可以考虑 先在火山泡泡澡 然后再去北极木沐浴 众人齐齐一愣 火山加北极 你确定这是练功 不是宋命 第131章 林凡开始恶心人了 楚云顶不住了 听完楚云说的 众人脑海中 都情不自禁 脑补了一个场景 冰火 两重天 张玄林差一道 楚云 你确定是这样修炼的吗 这种温度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的吧 就没有什么 退而求其次的修炼方法 楚云点头回道 有是有 不过 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按照书上所说 至阴至阳 其实指的并不是 岩浆和寒冰 而是两种草药 但这种草药很难寻到 上面就说了替代的方法 就是用冰火来代替 当然 冰火的温度 取决于炼体的最终效果 至阴至阳的草药 众人闻言眉头都是一皱 按照记载 这种草药是以前的物种才对 自天赋觉醒以后 世界物种大变 名贵的草药早就变化了许多 片刻后 张玄林脑海中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了什么 你是想说阴阳两极草吧 郑玉开口 王德发抢先一步说道 对 没错 张玄林点头道 我记得 之前有次拍卖会见过这东西 不过 很久之前的事了 王德发叹了口气道 这东西确实比较罕见 想遇到第二次不容易 看来这功法短时间内修炼是没戏了 听着两个校长说的 林凡顿时泄了口气 难道我就真的没办法修炼 这妖牛逼的体术了吗 暂时应该是没办法了 张玄林也叹了口气 随后吹胡子瞪眼道 不过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随缘就行 好好修炼你自己的天赋去 体术才是无敌之姿 我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天赋 林凡双拳紧握 有些中二的说道 我看你是又想挨揍了 张玄林做事 就要教训林凡 结果林凡直接一溜烟跑路了 林凡走后 楚云也打算离开 对于别人来说 修炼一种功法或许很难 但对于他来说 很简单 他只需要学习功法 然后提高熟练度就行了 校长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打算出去一趟 可能不在学校了 两人文言都是一证 你要去哪 去接几个猎杀皇级凶兽的任务吧 楚云想了想说道 这几天来回跑斗技场 也让楚云了解到了 斗技场的另一个分支 斗技场除了日常的切磋比赛 还会分发任务 比如猎杀凶兽 采集草药 甚至调查某些隐秘事件等等 不得不说 官方的安排很合理 因为来参加斗技场比赛的 都是各大学校一等一的天才 要么就是社会上的高手 甚至有可能是某些大家族的后代 对于这些人来说 能帮官方解决很多棘手的任务 特别是一些官方不方便出面的任务 正好让这些人解决 而完成任务之后 这些人可以得到积分 刚好可以等价兑换自己需要的东西 说到底 这就有点类似一个很大的交易平台 只不过是官方背景下的 不得不说 因为这平台的存在 导致某些黑市的生意都差了不少 行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量力而行 单独击杀一个皇级凶兽 对于你来说可能不难 但要小心受潮 两人交代道 楚云点头 放心吧校长 我知道的 离开校长办公室 楚云直接就出了学校 直奔斗技场 至于怪物学院其余人那边 等他们从修炼室出来 完全可以手机联系 楚云倒是没什么担心的 出了校门 打了辆出租车 没等楚云坐进去 林凡就先一步钻了进去 我靠 你什么时候跟来的 怎么跟鬼一样 楚云吓了一跳 瞪着眼美好气骂道 林凡黑黑一笑 楚哥 你是不是要去接猎杀 皇级凶兽的任务 你想干嘛 楚云一脸警惕 我这不是还没见识过 皇级凶兽 要不你带我一起去看看呗 说完 林凡拍着胸脯保证道 你放心 我绝对不捣乱 就在旁边看着 任务奖励也都是你的 没兴趣 你还是在学校老实待着吧 楚哥林凡开始恶心人了 你就带人家去看看吗 楚云浑身一抖 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踏马能不能正常点 那你答应带我去了 滚 楚哥最好了 离我远点 楚哥 你赢了 半个小时后 两人来到斗技场 哟 一秒哥怎么来了 我记得 最近好像没你的比赛啊 门口的工作人员 见到楚云 就笑着打起了招呼 就是这称呼 楚云有点不太喜欢 今天不是来比赛的 来找个任务接接 工作人员恍然道 我就说呢 按照你的战绩 下一场比赛 估计在月底了 接任务进门 左转就行了 你们应该知道 嗯 中间楚云 在林凡的带领下去 任务大厅溜达过 所以 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来到任务大厅 正前方 是一块巨大的显示屏 显示屏上 不停跳动着 雇主发布的任务 有私人的 也有官方的 任务名称 狩猎王级凶兽肉 种类不限 任务难度 普通级 任务内容 需要狩猎百斤 新鲜凶兽肉 要求肉质新鲜 这种任务 一般都是餐馆发布的 凶兽肉 比起普通的肉质 营养价值更高 但餐馆老板 一般都是普通人 所以 只能通过发布任务 收集食材 楚云有 继续看向其余的任务 任务名称 采集酸酸果 任务难度 普通级 任务内容 需要采集 不下于时间的酸酸果 要求新鲜 十天之内 不是任务目标 暂时没兴趣 继续看别的 任务名称 狩猎雷毛虫 任务名称 调查老公出轨小三 任务名称 寻找丢失的内衣 任务名称 重金囚子 楚云一头雾水 这特么 到底是什么牛马任务 重点囚子那任务 还是官方人员发布的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呀 不过 继续往下翻看了十几分钟 楚云终于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任务 任务名称 狩猎黄极凶兽疾风鹰 任务难度 危险疾 任务内容 据最新消息 有黄极凶兽袭击了一个小镇 并且占领作为自己的据点 官方人员暂时脱不开身 需实力强大的觉醒者 前往击杀 第132章 什么情况 凶兽们搁这儿开大会呢 如今凶兽入侵 人类和凶兽 明面上是 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 但实际上 凶兽的繁衍速度 以及成长速度 要比人类快很多 甚至某些凶兽 从生下来就是黄极 黄极 所以 一些偏远地区 经常会遭遇凶兽袭击 大部分时候 官方的人很快就能解决 但也有个别时候 官方的人忙不过来 会寻找社会上的觉醒者解决 就这个任务了 刚好就在帝都郊区 不用跑那么远 楚云翻来覆去看了一些任务 最终锁定了 这疾风鹰的任务 主要猎杀黄极凶兽的任务并不多 当然 这也是好事 如果这种类型的任务太多 那国内的人 就要开始担心人身安全问题了 你好 我要揭取这猎杀疾风鹰的任务 楚云找到工作人员说道 工作人员一脸震惊道 你确定 主要楚云明显才是大学生的模样 旁边的林凡也是一副学生的样子 这俩人接这个任务 怕不是去给凶兽加餐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楚云问道 工作人员解释道 没问题 只需登记一下基本信息就行 楚云点头 随后在登记表上填写了一下基本信息 现在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 工作人员摇头 如果你们那边完成任务 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就行 说着 工作人员将任务的详细情报 递给了楚云 楚云拿着情报离开 工作人员则是转身回去 拿着登记表备份 而当他准备录入楚云信息的时候 眼睛却是忽然一瞪 什么情况 这个年轻人竟然是黄吉 而且还没有天赋 闹着玩呢 片刻后 工作人员无奈摇了摇头 还是照实录入了信息 虽然这任务大厅跟隔壁的斗技场只有一强之隔 但两边的人算是两个不同的分支 平日里信息来往很少 所以 工作人员自然不知道一秒哥的称号 就算知道 他们不去看比赛也见不到真人 所以 他只当楚云是哪家大公子出来历练的了 至于刚才旁边那个人 估计就是他的保镖 莫非 那个人是个年轻的高手 工作人员小声嘀咕 不得不感慨人跟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离开任务大厅 楚云和林凡找了一家餐厅吃了点东西 顺便研究着任务情报 这凶兽真是太可恶了 竟然杀了这么多人 林凡拳头紧握 义愤填膺道 更离谱的是 他们竟然霸占了整个镇子 这是要发展自己的根据地吗 楚云对于此倒是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不停地击杀凶兽变强 凶兽为了生存 自然也会攻击人类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很现实 不过 那些普通人确实可怜 只能说运气不好 像楚云的老家云成 其实也没少被凶兽入侵过 但有着他老爹老妈坐镇 云成在楚云的记忆中 并没有出现过大的伤亡 每一次受潮入侵 总能被他老爹老娘轻松搞定 甚至还能收割不少寿金 给各大学校当战利品 刚好地点是帝都附近的小镇子 吃过饭就出发 你确定你要跟着吗 楚云搜了一下路线 望着林凡说道 林凡点头道 嗯嗯 就算是为了这些守卫 我也要帮忙 哪怕只击杀几个小喽啰也行 楚云见状不再多说 跟着就跟着吧 只要疾风鹰不是黄疾酒街 他应该都能应付的了 吃过饭 两人就直接出发了 至于学校的课程 林凡这成绩 拒不去影响并不大 这就是天才所拥有的待遇 实力强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下午十分 两人按照导航 先是转了高铁 又转了汽车 最后坐了一个三蹦子 来到了任务地点附近 唉 再往前那师父不敢去了 看来只能 咱自己走过去了 林凡叹了口气说道 小镇被凶兽入侵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周边 所以 附近的人几乎能搬走的 都搬走了 没有普通人敢接近这里 这也导致 他们一路走来 总觉得这边很荒凉 楚云无所谓到 走就走吧 天黑之前 我们最好能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 两人按照导航继续前进 终于在夜色降临的时候 来到了小镇附近 不过 两人并没有进入小镇 小镇外围 基本上都被凶兽占领了 这群没脑子的玩意儿 不会真打算把这儿当做领地吧 楚云小声嘀咕了一声 也就不再关注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准备去小镇看看情况 按照情报所说 这附近的凶兽 估计全都集中在小镇了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去看看情况 楚云对着林凡说道 林凡却是大意凛然道 楚哥 你放心 我就跟着你就行 如果出了意外 不用管我 楚云嘴角一抽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别怪我真不管你 我靠 不是吧 你还真打算不管我啊 林凡脸色一僵 连忙干笑两声道 别啊 我说着玩了 等遇到危险 让我先跑就行 算了 跟着就跟着吧 万一被凶兽发现 更麻烦了 最终 楚云还是带着林凡 一起出发了 十几分钟后 两人来到小镇入口 咦 昨天那些凶兽都去哪了 楚云微微一震 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昨天晚上 他利用剑纹色霸气感知的时候 还发现很多凶兽都守在周边 今天却是一只凶兽都见不到了 会不会是他们都回去睡觉了 毕竟凶兽一般都是晚上活跃 林凡猜测道 应该不会 楚云摇了摇头说道 就算是晚上活跃 白天也会有蹲点的 估计是有什么事情 走去看看 两人一路前行 在快要接近小镇中心的时候 楚云终于感知到了凶兽的气息 什么情况 这凶兽是搁这儿开大会呢 他表情怪异的嘀咕了一句 第133章 林凡震惊 楚云怎么可能已经炼成了 九转阴阳炼体术啊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了吗 林凡并没有楚云那种变态的感知 所以 到现在为止 他依然没感知到一只凶兽 楚云道 这镇子里所有的凶兽 好像都在中心广场开会 嗯 林凡眉头一挑 猛逼道 开会 开什么会 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去看看再说 说吧 楚云便带着林凡继续前进 一路上 他时刻利用剑纹色霸气感知着 片刻后 他几乎可以再一次确定 所有的凶兽都聚集在广场 此时的小镇中 连一只巡逻的凶兽都没有 说实话 这很不应该 虽然凶兽的脑子不太好用 但领地意识还是很强的 而现在自己的领地 没有人巡视 这太反常了 但也同样说明 凶兽们可能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大到足以让凶兽放弃 对领地的巡逻 看来这次运气不错呀 省得一只一只的肘 刚好一锅端了 楚云嘀咕了一声 便继续朝着中心广场靠近 林凡听完 眼神之中也有了兴奋 拳头不自觉紧握 随时准备战斗 几分钟后 楚云和林凡来到了距离中心广场 不远的拐角处 林凡偷瞄了几眼后 眼睛一瞪 震惊道 我去 凶兽群还真是在开大会啊 只见此刻的中心广场上 一排排凶兽 仿佛训练有素的士兵 齐齐站在台下 而在广场的最上方 有一个木制的平台 在平台之上 正站着一只差不多三米之高的巨鹰 这应该就是任务情报上的疾风鹰了吧 楚云回忆着情报上的表述 大概确定了目标 他们这是干嘛呢 这群凶兽 不会是想要成精 化形成人吧 林凡小声嘀咕道 楚云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先看看再说 就这样 俩人换了个高处 能直视广场的位置 静静地等待着 转眼半个多小时过去 这群凶兽 还在机里呱啦说着什么 两人都不懂授语 所以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林凡叹了口气说道 要是找个训兽天赋来就好了 训兽天赋 楚云微微一正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天赋 这玩意儿 跟御兽天赋 有什么区别吗 林凡 撇了撇嘴道 区别可大了 别看就错了一个字 一个是强者 一个是弱姬 训兽天赋 没有任何施展能力 只能跟凶兽沟通 当然了 如果能忽悠凶兽 成为自己的手下 倒是也不比御兽天赋差 但这情况根本不会出现 凶兽可不会 甘愿成为人类的宠物 这也就是 御兽天赋强大的地方了 根本不用担心背叛 楚云闻言点了点头 看来以后 某些时候 这天赋还是很有用的吗 比如 去凶兽内部 来个挑拨离间 两人正说话的时间 开大会的凶兽群 终于也有动静了 只见那黄疾的疾风鹰 大叫一声 不一会儿 两只凶兽 扛着一个巨大的蛋 来到了广场上 咦 凶兽蛋 上次在秘境的时候 楚云见过伪龙的蛋 所以 看到这蛋的第一眼 就感觉到了一丝熟悉 不过 这应该不是伪龙蛋吧 难道是疾风鹰自己的后代 at警号 at at警号 台上那疾风鹰指着蛋 又是激励呱啦一通避避 虽然听不懂说的是什么 但看表情 还挺慷慨激昂的 然后 下台的凶兽嗷嗷一阵叫 应该是在银河 就这样 半个小时又过去了 随着那疾风鹰点了点头 台下的凶兽 似乎都准备离开 回到自己岗位了 而就在楚云以为 这群凶兽 终于开完大会 要解散的时候 忽然 一个冰球 从高空落下 目标直指防顶的楚云 和林凡两人 小心 我们被发现了 眼看来不及提醒林凡 楚云索性一脚踹了过去 我靠 林凡被楚云 一脚踹到了墙上 疼得怪叫一声 但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遇到了危险 连忙爬起来 跟楚云会合 什么情况 他们什么时候 发现我们呢 林凡大惊道 楚云摇头道 不知道 但既然发现了 就解决他们吧 楚云话音刚落 这房顶的四周 就忽然被几只大鸟 团团包围 呼呼呼 一圈大鸟 不停地扇着翅膀 看起来压迫感十足 林凡扫尸一圈 脸色一下就搭拉了下来 全都是亡极酒街 我们特么不会 交代这儿吧 怎么 这就怕了 楚云笑道 林凡道 怕倒是不怕 就是觉得有点连累你了 黄极凶兽 真是比黄极凶兽 难处理多了 楚云之前 不止一次见识过黄极凶兽 所以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但林凡这却是第一次 跟黄极凶兽交锋 同样是第一次意识到 黄极凶兽麻烦的不是老大 而是这些追随他的小弟 依稀记得 上次训练营逆境的时候 林凡听到黄极凶兽的动静 就直接跑了 哪像现在 竟然亲眼见识到了 黄极凶兽和他的小弟们 就是说不好 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了 妈的 跟这群崽子拼了 林凡忽然眼睛一瞪 攥紧了拳头说道 然而 楚云却是笑道 行了 事情没有那么悲观 不就是一个黄极凶兽吗 瞧你下的样子 说吧 楚云直接在心中低贺一声 下一刻 中兴广场的四周 就被诸仙剑阵彻底包围了 而在剑阵的威势之下 凶兽群们 都发自本能地鸣叫了一声 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遇到危险了 接下来 慢慢跟你们玩 楚云轻笑一声 随后直接朝着空中的凶兽冲了出去 虽然诸仙剑阵 可以直接解决这些凶兽 但楚云这次来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击杀凶兽 而是刷新得到的 两个功法的熟练度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不需要着急使用诸仙剑阵 来到高空之中 楚云俯视着这群凶兽 随即身体表面 开始涌现出了两股波动 一股充满死气 宛如至阴之地 而另一股 则是充满生气 宛如直阳之地 两股气形成的波动 缓缓扩散 逐渐在楚云的身体上 形成了一个阴阳太极图的形状 看到楚云身体的变化 房顶上站着的凌帆不自觉 长大了嘴巴 卧槽 九转阴阳练体术 他不是刚拿到秘籍吗 什么时候练会的啊 第134章 上古体术的威力 解决凶兽群 楚云可没理会凌帆的震惊 此时的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安全感爆棚 哪怕是站在这里不动 眼前的这几只大鸟 都很难伤自己分喉 这可比铁块加武装色好用多了呀 吃吃吃 几只大鸟 冲着楚云挥了挥翅膀 空中顿时形成一道道巨大的锋刃 朝着楚云席卷而来 而面对几只王级九阶大鸟的攻击 楚云却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几只大鸟见此 眼神之中都有了一丝放松 看来这个人类 是被他们的配合下傻了 毕竟 他们可是跟着他们的王占领了一个城镇 在凶兽界 这可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同时 这也是实力的象征 不由的 几只大鸟忽然昂了昂头颅 都是有些骄傲 然而 下一秒 这几只大鸟 直接就傻了 一个个瞪大了眼珠子 仿佛要爆出来一样 只见巨大的锋刃 在即将攻击到楚云身上的时候 却像是被什么力量中和了一样 那锋刃先是短暂的停顿了一瞬间 然后直接缓缓消融 直至消失不见 这九转阴阳 炼体术倒是神奇 可比防御天赋好用多了 楚云健壮 也是忍不住一阵感叹 就这目前的熟练度 还只是零 等后边熟练度提高上去 怕不是防御更加恐怖 不愧是可以对抗雷伐的存在 楚云舔了舔嘴唇 只觉得 这波转打发了 等回去 一定要让校长他们 再多找点上古时期体术的密集 到时候 自己光用技能 就能把对手砸死 之后 他望着周边的几只大鸟 咧嘴一笑 然后平平无奇的一拳 直接轰出去 咔嚓 空气碎裂的声音响起 几只大鸟 全部被阵飞出去 不知死活 我靠 这就是楚云的实力吗 一拳解决了这么多亡疾九阶 林凡站在原地 已经彻底看傻了 两久后 他嘴角抽搐到 我踏马 到底是哪来的勇气挑战他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楚云如此暴力的猎杀凶兽 亡疾九阶的凶兽 让他解决一只 问题倒是也不大 但一下子来好几只 那他就只有逃跑的份了 可楚云却是一拳 就解决了 一时间 林凡竟然找不到 什么合适的词语 来形容楚云的变态 而随着楚云 解决这几只大鸟 他的身影 也彻底暴露在了 其余凶兽视线里 林凡 你在这等着 保护好自己 要是遇到偷袭 就大声叫一声 交代了林凡一声 楚云直接开启金门状态 朝着地面 就是一发咒虎轰了出去 轰隆 地面上瞬间 被轰出来了一个大坑 同时 有不少凶兽 也在这一击之中 原地升天 林凡知道 这种乱战下自己 帮不了楚云什么忙 所以 他也就老老实实躲起来 观看楚云虐杀这群凶兽了 哎 我什么时候 才能像楚云这么猛啊 林凡一脸郁闷地 拿起了一个石子 在地面画起了小圈圈 烈 作为这群凶兽的老大 吉封鹰见自己 瞬间损射这么多手下 立马愤怒地怒吼了一声 直接朝着楚云冲刺而来 但楚云却是完全不慌 使用九龙九象术的同时 直接又是 连续几拳 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去 轰 轰轰 轰轰轰 每轰出去一拳 楚云拳头上的气势 就增加上一分 直到第三拳轰出去的时候 楚云感觉自己 身体里的力量猛然减少了许多 这种突然出现的变化 吓得楚云心头一紧 不免有了一丝慌乱 随后 他放弃继续叠加拳势 顺势把最后一拳打了出去 哄 这一拳 叠加了三层九龙九象术的威力 不光直接把凶兽轰成了渣 就连城镇之中的房子 都轰碎了好几栋 我靠 正画着圈的灵帆 看到这一幕 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这尼马还是人吗 这句话 疾风鹰其实也想问 特么的这人 有点不讲武德啊 不过 他的本能告诉他 如果再继续斗下去 出事的可能是他 于是 疾风鹰忽然冲向高空 仰天长笑一声 烈 听到这叫声 城镇内所有凶兽 宛如疯了一般 朝着楚云攻击而来 同时 疾风鹰却是找准机会 撒腿就跑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送死的事 交给小弟就行了 可楚云早就在周围布置下了诛仙剑阵 怎么可能会让对方逃跑 下一刻 诛仙剑阵发动 刷刷刷 无数剑气宛如收割机一般 在城镇内肆虐开来 凡是接触到剑气的凶兽 无疑不直接暴血而亡 哪怕是以速度 剑掌的疾风鹰 猝不及防之下 也挨了好几道剑气 趁着剑气 拖着疾风鹰的时间 楚云也一个顺一夹闪光梯 直接踹在了疾风鹰脸上 扑通 疾风鹰一个支撑不住 直接被楚云踢飞 撞在了周围的墙壁上 想跑 可没那么容易 楚云嘴角一笑 紧接着直接掏出了王拳剑 同时开启半径50米范围的剑神领域 接着 天地一箭发动 一柄巨大无比的金黄色巨剑 从天而降 直接把那黄疾的疾风鹰 劈成了两半 已然是死的不能再死 叮 发现黄疾一接凶兽心脏 是否吸收 楚云脸上一喜 心中说道 提取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四维属性加50 嗯 只有50了 楚云微微一正 有些郁闷 之前一颗心脏 不是增加300来着 就算按照等级 也得提高100才对吧 似乎是知道楚云的疑问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叮 因为宿主实力提升 一接心脏 提升效果衰弱 听到这个解释 楚云也就释然了 看来以后只能找更强的凶兽了 果然变强之路 还有很长啊 其余凶兽眼 看着自己的老大 被切割开来 一时间 全都愣在原地 没了动静 半晌后 这些凶兽终于反应过来 开始疯了一般地 朝着四周逃窜 但这群亡疾的凶兽 怎么可能逃得出 诸仙剑阵的包围 没有任何意外 整个凶兽群 全部被消灭 城镇里遍地 都是凶兽的尸体 看起来有些恐怖 而这时 楚云却是落在了 疾风阴尸体的旁边 运气好像不错 竟然抱了一块腿骨 第135章 带着疾风阴弹回帝都 从地上捡起兽骨 楚云直接收了起来 这算是他的战利品 可跟任务没关系 不过 他吸收不了兽骨 只能带回去 给灵雪他们用 同时 他也再一次 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查看自己的最新属性 以及熟练度提升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级四阶 力量 2930 敏捷 2850 精神 2877 耐力 2910 道具 王拳剑 诸仙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镀门 锦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85%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60% 天地一剑 熟练度52% 灵波微步 熟练度66% 无限阅读 阅读 熟练度60% 剑术精通 熟练度52% 飞雷神 熟练度35% 闪光梯 熟练度30% 九转阴阳链体术 熟练度5% 九龙九相术 熟练度3%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顺移 可在30米内自由移动 震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震动 大幅度 王拳建议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 50米 死门持续时间 40秒 死门完全踢时间 30秒 死门无伤冷却时间 48小时 相比之前 技能是越来越豪华了 不过 随着等级提升 很多低级的技能 其实排不上什么用场了 好在几个主力技能 熟练度都增加了不少 特别是新获得两本功法 这才是最主要的 但四维属性的增长 是彻底慢了下来 黄极以后 楚云增加四维属性 最快的渠道 就是猎杀黄极凶兽 然后吸收心脏了 之前就是靠着几只黄极凶兽 猛然提高一倍的 但现在 实力提高之后的弊端 也就显示出来了 黄极低阶的凶兽 能给他提供的四维属性 也少了许多 如果想要快速增长 恐怕要吸收黄极 四阶以上的心脏才行 唉 看来还得找副本类型的秘境刷啊 楚云不由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 凌凡确认安全之后 也小跑了过来 我靠 楚哥 你也太牛逼了吧 一个人直接把一群凶兽都解决了 凌凡双眼放光 此刻的他 已经完全成了楚云的小谜地 楚云摇了摇头 收起剑阵 然后带着凌凡来到了中兴广场 刚才这群凶兽 好像围着一个蛋 还挺重要的样子 楚云打算找找 楚云开口说道 刚才战斗爆发的突然 来不及收起来 我们仔细找一下 好嘞 打架我帮不上忙 找东西我可就太行了 凌凡屁颠屁颠 就去找巨蛋去了 没过多久 凌凡找到了被藏起来的巨蛋 楚云走上前 上下打量着这蛋 半晌后 他还是放弃了 算了 我们还是带回去再说吧 于是 楚云和凌凡 先把能用的凶兽兽精挖出来 然后就带着巨蛋返程了 兽精对楚云没什么作用 所以他一个没要 全给了凌凡 而作为交换 这巨蛋由林凡扛着回去 一路上 两人可没少 引来路人怪异的目光 甚至 还接受了官方人员盘查 因为对方怀疑 他们是偷小孩的 直到最后得知 对方是帝都大学的学生 是出来执行任务的 官方的人才表示 其实他们可以派车 送他们回去的 我靠 有这好事 你们不早说 主要你们也没说 你们是帝都大学 来执行任务的呀 对方哭笑不得道 谁能想到 两个帝都大学的学生 做任务 竟然扛着个蛋回去 算了算了 赶紧走吧 我怕我马上在网上 以偷小孩出名了 林凡催促道 坐上官方的车 返程就方便多了 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 成功回到帝都 两人先去斗技场 交了任务 然后才带着那巨蛋 回学校找校长 当王德发和张玄林得知 楚云又弄了个蛋回来 第一时间 就从实验室跑了出来 什么情况 听说你又弄了个蛋 楚云猛逼道 是啊 但是你们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不是激动 是这带来的太及时了 王德发说道 前两天做实验 那尾龙弹失败了 但我们又改进了方案 就是差个蛋测试 实验 什么实验 楚云眉头一皱 忽然想到什么 你们说的是后天契约 没错 现在最新方案有了 蛋也有了 可以再试一试了 张玄林眼中有着兴奋道 对了 这次你弄的是什么蛋 不确定 楚云摇了摇头说道 估计是疾风鹰吧 我是猎杀疾风鹰的时候 发现的 疾风鹰 王德发和张玄林 同时皱眉 但很快 两人就对视一眼道 什么蛋不重要 能成功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两人一拍即合 再次火速消失 同时消失的 还有那巨蛋 这俩人 到底在搞什么拐 楚云摇了摇头 懒得凑热闹 选择回去休息 距离全国狩猎大赛 还有一阵时间 在这中间 帝都大学承诺 给他们两次进入秘境的机会 所以 留给楚云的时间还很多 但这次做了任务之后 楚云有点对任务没什么兴趣了 或许对于同级别人来说 猎杀黄极凶兽很难 但对于他来说 现在就是有手就行 特别是有着诸仙剑阵的配合 就更是杀黄极如土狗了 看来过几天得找找 有没有黄极四阶以上的任务 或者其余的任务了 转眼一周过去 这一周之内 楚云除了去斗鸡场切磋一下 剩下的时间 就是在挑选新的任务 以及在校园里溜达了 至于林凡 他最近在忙着闭关 上次的兽精 够他吸收一阵子了 黄极四阶以上的凶兽 已经算是很危险的凶兽了 一般都是官方亲自上手 所以 倒是没给他 找到合适的任务 这天 楚云正在校园里 跟几个小姐姐吹着牛逼 忽然 校长那边就又发消息来 说 楚蒙他们从修炼室出来了 闭关这么久 终于舍得出来一趟了 小声嘀咕一声 楚云倒是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他可是有一阵子 没见到他的小伙伴们了 还别说 怪想得慌呢 第136章 契约凶兽但成功 六支契约灵的皇级 玉兽天赋 你见过吗 没多久 楚云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还真是全都出来了呀 你们也真是不行无聊 见楚云进来 其余人也都是脸上一洗 他们也有一阵子 没见过楚云了 江皮笑眯眯说道 没办法呀 楚哥 谁让这里的修炼是 这么有诱惑呢 灵气浓度实在是太充裕了 是啊 我感觉再这么下去 说不定全国狩猎大赛之前 我们能突破皇级二阶呢 楚云耸了耸肩 倒是没说什么 有适合他们快速修炼的方式 这自然是好事 楚云 你最近在学校 没什么事吧 林雪趁众人说话的时候 巧声来到了楚云身边说道 小妮子脸上有着红韵 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害羞的 我能有什么事 放心吧 你们好好修炼就成 林雪点了点头 倒是极为放心 她修炼的速度很快 就是有点想楚云而已 其余没啥 你们速度还挺快 全都到齐了呀 就在这时 王德发和张玄灵 推门走了进来 校长好 众人齐齐转身打了个招呼 王德发对着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道 先去实验室 这次让他们出来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楚蒙 上次伪龙契约失败 王德发和张玄灵 又改进了不少东西 这一次 是让楚蒙来契约这疾风鹰的 这蛋是疾风鹰的蛋 虽然算不上很厉害的凶兽 但它的速度却是不一般 刚好对于你来说 输出的契约灵不少 有个速度类型弥补一下 其实也不错 楚蒙文言点了点头 对于他来说 其实契约什么都可以 毕竟 他现在已经有五只契约灵了 本来就比普通的黄级 多出来两只 如果现在能再成功契约一只 到时候一出手 就是六只契约灵 先不说实力如何 光是契约 就已经把对手下猛了 至于为什么不让江皮契约 这只疾风鹰的蛋 其实是因为概率的问题 楚蒙天赋特殊 每一次契约 有概率契约两只契约灵 这也就代表 他是有这个潜力契约六只的 只是王级的时候运气不好 所以只契约了一只 反观江皮 虽然御寿天赋不正常 但它的变异 主要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这个时候让它契约 失败的概率 几乎是大于90%的 上次给你的腿骨 你已经吸收了吧 在契约程序开始之前 王德发看着楚蒙问道 楚蒙点头回道 嗯嗯 已经吸收了 说完 他又回头望着楚云 楚老六 算你有点良心 还知道 给我带个腿骨 得了吧 要不是校长 跟我要我才不给呢 这腿骨 我本来是要给灵雪的 楚云撇嘴道 楚蒙不满 哼即一声 哼哼 众色妄昧 真是没良心的东西 随你怎么说了 楚云耸肩 懒得解释 灵雪甜甜一笑 站在楚云身边 只感觉到心里一阵幸福 好了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 程序还是跟上次一样 你只需要用精神 跟着凶兽沟通 就可以 这次有着腿骨的加成 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说话间 王德发看向了张玄灵 张玄灵点头 同时开始操作起来了 实验室的设备 随着设备开启 楚蒙的脑电波成像 当即显示在了一块屏幕上 而旁边另一块屏幕 则是显示的疾风阴弹的波动 一开始 两股波动各有不一 特别是后者 波动十分大 看起来情绪很激动一样 但随着楚蒙 释放腿骨的气息出去 后者的波动 似乎正在缓缓平稳下来 有些 王德发和张玄灵眼神一震 不禁都有些激动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看起来这么高端 这东西 真的能后天契约契约灵 江皮好奇道 不清楚 但看情况 好像还挺乐观的 这要是真的成功了 以后楚蒙节 岂不是有六只契约灵了 死 不愧是我楚蒙节 就是牛屁 楚云见江皮和陈大力 一副舔狗的模样 表情古怪说道 你们俩搞什么 他年龄比你们还小好吧 这种要重要吗 两人齐齐望着楚云 理直气壮道 我楚蒙节 马上就有六个契约灵了 六个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我说 你俩是想挨揍了吧 楚云掏了掏耳朵 准备让他们知道 知道 什么叫做一秒隔 成功了 就在这时 楚蒙忽然睁开了眼睛 众人见状 都是赶紧围了上去 只见在楚蒙的指令下 那疾风阴弹的外壳 缓缓脱落 很快便露出了一个 可爱的小脑袋 小脑袋转头 打亮了几眼 最终目光落在了楚蒙身上 一阵欣喜 这玩意儿 还真能后天契约啊 这么神奇的吗 江皮拖着下巴 陷入沉思 明显是有些心动了 这时 张玄林出来说道 可以是可以 就是有点浪费资源 因为契约这个浪费的精力和资源 足够我们在培养一届的学生了 我靠 代价这么大的吗 江皮眼睛一瞪 直接被震惊到了 其余人也是一脸震惊地望着张玄林 这代价确实不小 别看我 要不是因为这姑娘天赋特殊 我才不会冒这个险 张玄林先是皱眉说了一句 然后笑道 不过 现在看来 这个险还是很值的 校长 能不能给我也契约几只后天的契约灵啊 我很有潜力的 真的 江皮忽然冲到张玄林面前祈求道 只要您给我契约几只厉害的契约灵 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 张玄林眉头一挑 你确定 当然确定 我江皮说话 从不反悔 那你先把你现在的契约灵杀了再说 张玄林轻描淡写说道 什么 江皮眼睛一瞪 很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时 王德发笑眯眯走出来道 臭小子 你就别做梦了 这后天契约凶兽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一要嘛 你本身能契约多余的凶兽 至于二嘛 就是你的御兽意外死亡了一只 需要新的契约灵弥补 当然这也只是前提条件 至于能不能契约成功 那还都是未知数 这一次 其实也只是储懵运气好 再来一次 可就不一定成功了 听完王德发说的这些 江皮顿时搭拉着脸 校长 别闹了 我才不舍得杀了我的契约灵呢 他们可是我的伙伴 那不得了 行了 今天开心 大家一块吃个饭去 刚好就当是奖励你们这阵子的努力了 校长威武 我们要吃大餐 最贵的 随便 反正老张付钱 我靠 老王你不讲武德呀 特么你请吃饭 凭什么我付钱 第137章 楚老六 我就不信 逮不到你 一众人吃过饭 说说笑笑 重新回到帝都大学 楚云本以为司徒镇他们还要去修炼室继续闭关 没想到他们竟然不打算去了 校长说再过两周就是学校秘境开启的日子了 最近肯定要准备名额的筛选事宜 让我们等秘境结束再去 楚云恍然 原来是这样 楚老六 我要挑战你 楚蒙忽然站出来说道 楚云一阵呆愣 不知道楚蒙又发什么神经 问道 你是喝多了 晚上也没见你喝酒啊 难道你还云奶的 楚蒙开口说道 我现在可是有六支契约灵 我只是想看看 我的实力到了什么地步 你确定 楚云眉头一挑 这好像是个不错的训媚机会 楚蒙连连点头 嗯嗯 就是这样 只要他不说 就没人知道 他是想报复楚云 楚老六既然说 疾风鹰的腿骨不是给我带的 哼哼 我生气了 其余人文言都是对视一眼 脸上有了感兴趣的神色 六支七月灵的恐怖 他们确实也有点好奇 走 那就去训练馆试试 楚云早已经跟训练馆的老大爷 混熟了 这个点借用一下训练馆 绝对没有问题 没多久 一众人来到帝都大学内的训练馆 大爷 别着急锁门 我们借训练馆用一下 几人过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大爷要关门 看是楚云当即就同意了 用完自己把门锁上 我得赶紧去跳广场舞了 不然我的书分会生气的 得嘞 您放心就成 一众人顺利进入训练馆 怪物学院其余人 表情怪异地看着楚云道 楚云 你这一个多月都干了什么 怎么跟帝都大学的人那么熟 是啊 楚哥 你这也太牛了吧 这么快就跟看门大爷混熟了 楚云看了姜皮和陈大力一眼 抬手道 打住 别叫我楚哥 我可没六支七月灵 两人嘴角一抽 没想到楚哥也会记仇啊 开始吧 楚蒙笑咪咪走到鄙视台上 直接召唤了自己的六支七月灵 这里没有外人 所以他也不需要隐藏实力 好 三支亚龙 一支兔子 一支蝴蝶 外加一支疾风鹰 出现在鄙视台上 六支七月灵琪琪 站在楚蒙身后 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 光是三头巨龙 就够我瘦的了 玉兽天赋还是太变态了 红浩 胖子 瘦子三人站在台下 脸上都感觉到了一阵凝重 陈大力倒是一脸淡定 变态的不是御兽天赋 是楚蒙节每一阶 都可以契约两支七月灵 你看阿皮 就只有三支若鸡 姜皮一听这话 顿时不乐意了 狗东西 你给我闭嘴 虽然我的三支七月灵数量少 可是我的质量高啊 哼哼 一条二哈能高到哪去 陈大力撇了撇嘴 姜皮眼珠一转 笑咪咪道 要不待会咱俩也打一场试试 陈大力眼睛一眯 闻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你想坑我 你就说敢不敢吧 打就打 谁怕谁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两人说话间 台上的楚蒙 已经操控七月灵 朝着楚云攻击了 好 率先攻击的是三头亚龙 七月灵 力 同一时间 楚蒙直接上到疾风阴背上 离开了地面 保证自己身的安全 至于那只巨大的兔子 以及换蝶 则是在外围随时寻找突破机会 输出 防御 控制全部齐全 蒙蒙这些七月灵配合起来 足以让黄极三阶 甚至四阶的对手头疼了 按照理论 等级越高 越阶战斗的可能性就越低 但到了楚蒙这里 却是有些反过来了 等级越高 他跨的等级才能越高 快看楚云 司徒镇眼神一震 忽然开口说道 众人闻言 齐齐朝着楚云望了过去 只见此时楚云身上出现了两股波动 缓缓形成了一个太极图的样式 什么情况 他不打算躲开的吗 见楚云站在原地 没有动手的意思 大家都是一阵猛逼 下一刻 三头巨龙的攻击迎面上 但当这些攻击来到楚云面前的时候 却忽然像是被什么融化了一般 完全没有对楚云造成一点伤害 反观三头巨龙 见自己的攻击 有点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眼神之中都是一阵呆愣 楚老六 你干了什么 为什么我的攻击对你没作用 空中 楚蒙站在疾风鹰身上大声问道 楚云呵呵一笑 我什么也没做呀 是你太弱了 你放屁 楚蒙哼哼一声 再次对着契约灵下达攻击命令 同一时间 那兔子也是原地一个跳跃 直接朝着楚云的身体坐了下去 眼看楚云即将被巨大的阴影覆盖 下一秒 令人震惊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兔子竟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弹了一下 陡然倒飞出去 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一阵头晕目眩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楚蒙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下方 他的攻击 似乎对楚云并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我就不信了 疾风鹰 用锋刃 吃吃吃 疾风鹰收到命令 直接翅膀一挥 一道巨大无比的锋刃 朝着楚云呼啸而去 但跟之前一样 这些攻击 到了楚云跟前的时候 通通消失不见 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楚蒙多多少少有点自闭 不打了不打了 没意思 都打不到你 楚蒙从空中下来 同时收起了自己的契约灵 楚老六 你到底什么情况啊 楚蒙一脸郁闷地走了过来 其余人见状 也都围了上来 他们也都很好奇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秘密 不能告诉你们的 楚云笑咪咪道 主要这玩意儿 告诉他们也没用 他们大概率是没办法练成 这九转阴阳练体术的 不过 这次的对战 倒是让楚云更期待 熟练度拉满之后的效果了 七 就好像谁愿意知道似的 说吧 楚蒙眼珠一转 直接朝着众人后方走去 然后 趁着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 楚蒙直接朝着楚云身后 扑了上去 一把勒住楚云的脖子 笑咪咪道 嘿嘿嘿 被我带到了吧 我就不信 这次还对你造不成伤害 第138章 你们说 他们俩今晚还会不会回来了 几分钟后 楚云弯着腰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灵雪在旁边贴心地照顾着楚云 楚蒙则是笑咪咪站在一旁 没心没肺道 嘻嘻 对付你 还不是简简单单 楚蒙吗 你是玩玩的了 你等着我收拾你的 楚云白了楚蒙一眼 没好气道 略略略 有本事你来啊 楚蒙朝着楚云 做了个鬼脸 看着这兄妹俩的日常斗嘴 众人都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 落九幽看向姜皮和陈大力道 你们来不是说要切磋吗 还不上去 上就上 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果断走到了鄙视台上 楚云见状 不由得抬头看了过去 这兄弟俩什么情况 没事 就是当在半嘴 然后说要切磋一下 估计是大力又吐槽阿皮的狗了吧 嗯嗯 没错 灵雪笑咪咪点了点头 楚云嘀咕道 不过 我也挺好奇 大力皇级之后的变化 这家伙保密工作 做得还挺好呢 几人说话间 台上的阿皮 已经召唤出来了 自己的三只契约灵 便一小王八 便一小火鸡 便一小二哈 仔细一看 三只契约灵 没一只正经的 事实上 确实是没一只正经的 但众人却是知道 随着姜皮实力提升 这三只契约灵的输出并不低 大力 先说好 你别躲空间里不出来 是男人 就堂堂正正打一场 你可拉倒吧 陈大力冲着姜皮 翻了的大大的白眼 开口道 有本事 你别召唤七约灵 咱堂堂正正打一场啊 那不行 姜皮果断拒绝道 我天赋就是御寿天赋 我不用契约灵 还怎么打 陈大力无语道 那我天赋就是空间戏 我不利用空间躲避伤害 我怎么打 一时间 台上两人忽然陷入了沉默 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服谁 半晌后 楚云开口道 你们俩还能不能行啊 到底打不打 不打回去睡觉了 打 必须打 两人齐声说道 说吧 姜皮直接给变异小王八 下达了攻击命令 扑扑扑 一道巨大无比的水龙 从小王八嘴里喷出 直接对着陈大力的脸冲去 靠 你是要给我洗脸啊 陈大力吐槽一声 随后直接躲进空间 消失不见 姜皮健壮 立马让小火鸡和二哈 忽在自己身前 他没有空间天赋 感知不到陈大力的位置 没办法再继续输出了 忽然 二哈冲着某处叫唤了两声 姜皮神色一动 直接对二哈下达了攻击命令 顿时 一个冰球从空中落下 直接砸向了鄙视台上某处 靠 姜皮 你根本想杀我啊 下一秒 陈大力狼狈出现 头上多了些许冰茶子 很明显 刚才那一击是打中了陈大力的 这二哈 有点东西啊 台下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意外 嘿嘿 大力 就凭你还想挑衅DGI 是DGI 给你的压迫感不够吗 姜皮得意大笑一声 而后直接让三只契约灵 发起攻击 扑扑扑 呼呼呼 刷刷刷 水龙 火球 冰球 一瞬间 全部朝着陈大力砸去 这要是砸脸上 陈大力 估计能躺着休息半个月 然而 就在大家替陈大力担心的时候 却发现 陈大力的身影 再一次消失不见了 但这一次 便一小二哈 并没有找到陈大力的位置 什么情况 没有躲进空间 姜皮微微一正 下一刻 一股危机感从心中袭来 下意识地 姜皮直接原地趴了下去 而就在姜皮趴下之后 一柄黑色的剑 忽然出现 在这一剑之下 空间仿佛都被切开了一道裂缝 紧接着 身后传来了陈大力的叹息声 嘖嘖 差点就把你这狗东西的脑袋割下来了 声音落下 陈大力的身影再一次出现 不打了 咱俩五五开 谁也别说谁 陈大力说了一声 直接就走下了鄙视台 下一刻 怪物学院众人 瞬间一脸震惊地围了上去 我靠 大力 你什么情况 刚才那件 是你的黄极觉醒技能 陈大力得意一笑 嘿嘿 怎么样 牛逼吧 我管它叫做虚空之剑 不过这玩意儿太费劲了 我只用一次 基本上就抽干了我的灵气 但输出还是没问题的 重点是出其不意 话罢 陈大力就准备下一步溜走 但下一秒 一道黑影就从后方扑了过来 大力 你特么的 竟然想砍死我 操 你刚才不也差点让七月灵杀了我吗 杀个屁 我知道你是可以躲过去的 我也知道你能躲过去 别忘了 我们是兄弟 是最懂对方的 几句话说完 两人都是停下手来 瞬间又变成了好兄弟 嘿嘿 大力 牛屁 阿皮 你也是 说着 两人又勾肩搭背地回来了 怪物学院其余人看得一脸无语 算是对这兄弟俩彻底没话说了 这俩人 指定是有什么大便 随后 其余人手痒 也都互相切磋了一番 然后一众人才结伴离开训练馆 不得不说经过一阵子的闭关 大家的实力都有所增强 只是 让其余人郁闷的是 楚云为什么没有闭关又变强了 这就很让人嫉妒 先把几个女生送回宿舍 楚云他们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灵雪忽然小声道 楚云 我还不太困 要不我们去转一圈吧 嗯 一群人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嘿嘿 那什么 现在确实还早 你们去溜溜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说着一众人瞬间离开了现场 然后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果断掉头回来 你们猜 今晚他们还会不会回来 我猜不会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需要克制了 不能吧 我觉得楚云不是那样的人 你可拉倒吧 不怪楚云不是人 都怪灵雪太迷人 走 他们走了 我们快跟上 搞快点搞快点 别被发现了 第139章 渣男发言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做 楚云和灵雪 在学校操场随意走着 路灯下 两人的影子缓缓拉长 气氛逐渐变得暧昧 两人后方 怪物学院其余人悄悄跟着 九优姐 楚蒙姐 你们怎么也来了呀 江皮惊讶回头 还早 睡不着 看看热闹 落九优言简一概 至于楚蒙 嘟着嘴嘀咕着什么 手里 却是随时准备好手机拍照了 看那样子 估计是又要告状 众人收回心思 重新把注意力 放在楚云两人身上 就在这时 前面的两人 忽然停了下来 楚云 你很喜欢大的吗 灵雪忽然翘脸通红 转头问道 啊 楚云一脸呆愣 有点猛逼 片刻后 他似看到了什么 顿时恍然大悟 直接点头回道 嗯 喜欢 灵雪脸色更红了 他本来以为 楚云还会狡辩一下的 其实我 你懂吗 灵雪小声问道 楚云又是一脸猛逼 懂什么 灵雪不再说话了 他实在是有点开不了口 哪有人当着男生的面 主动说 自己拿啥的 这个笨楚云 这个时候 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总不能我主动 邀请他看吧 两人各怀心思 开始绕着教学楼 继续行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灵雪说 回宿舍吧 嗯 楚云点头 没有说什么 其实他心里 已经疯狂哀嚎了 刚才他应该提出来 去街上走走的 然后再找个借口说 学校锁门了 后边的事 还不是水到渠成 没多久 两人来到了宿舍楼下 见楚云 一直憋着不吭声 灵雪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忽然转身 昂头看着楚云 炽热的目光 让楚云 差点把持不住自己 但下一刻 他就听到灵雪开口 楚云 要是你想看 其实我可以让你看一点点 说完这句话 灵雪似乎是鼓起了浑身的勇气 立马将头埋了下去 这个时候 楚云那还不懂灵雪的暗示 他抬头瞟了眼宿舍门 竟然还开着 真是太不懂事了 不过 这可难不到他 只见楚云 脸部红星不跳 直接开口道 妮子 这晚上宿舍也关门了 我们好像回不去了 要不咱出去 找个地方凑合一晚 说完 楚云似乎觉得 漏掉了什么 又补充道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做 灵雪听完这句 身体明显一致 很显然 他知道这是何等渣男的发言 不过 他却是没有拒绝 反而轻轻点头难的道 嗯 都听你的 嘿嘿 楚云咧嘴一笑 就准备揽着灵雪出门 但就在这个时候 楚蒙不知道 从哪里跑出来了 楚老六 你在瞎说什么 大学的宿舍 怎么可能会锁门 听到这声音 楚云嘴角 当即就是一扯 这妮子大晚上不睡觉 出现在这里 是脑子有泡疤 自己的十八岁体验之路 早晚被他砍碎碎的 我靠 楚蒙姐啥时候跑出去了 完了 又搅和黄了 江皮仪众人对视一眼 都是一脸的无奈 之后 他们也只好跟着出去了 嘿嘿 那什么 今天的月亮不错呀 咦 楚哥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楚云见到众人 陆续出现的身影 头上已经布满了黑线 是啊 真是巧啊 你们大晚上 不睡觉在女生宿舍门口 看月亮 楚云语气不善道 我说 你们不会是 看上了宿管阿姨吧 众人表情一致 一时间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什么 我们先走了 你们早点休息 眨眼时间 门口就剩下楚云 林雪 洛九幽以及楚蒙 楚云转头 望着洛九幽 示意她带走楚蒙 但楚蒙 却是抢先一步 带走了林雪 一边走一边说道 林雪姐姐 你别听出老六的 他坏着呢 他就是缠你的身子 男人的话都不能信 说是什么也不做 等你醒了什么都做了 你以后可得离我哥远点 我这就给我爸妈打电话 让他们说说我哥 不过 林雪姐姐 你别怕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有我在 我可绝对不能欺负你 看着楚蒙一副打包票的样子 林雪心里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麻木地点了点头 看来你的渣男言论萌萌 都看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 洛九幽南的幸灾乐祸道 楚云耸肩 算了 无所谓 不差这一会儿 随后 他目光灼灼 望向洛九幽道 雪姐 你看这宿舍门也关了 要不咱俩 滚 楚云话还没说完 洛九幽就清脆一声 转身回了宿舍 气 滚就滚 真是龌龊 不知道 现在有什么宿的吗 只休息又不干别的 是不是玩不起 撇了撇嘴嘟囔几句 楚云也就转身回男生宿舍了 结果 刚转头 姜皮几人就跳了出来 我靠 你们是鬼吧 走路不带声音的吗 楚云吓了一跳 伸手就准备揍人 楚哥楚哥 别动手 是我们 陈大力大喊一声 楚云这才收起了拳头 姜皮开口说道 楚哥 可以啊 连九幽雪姐的注意都敢打 你是这个 我打什么了 我警告你们 别造谣 楚云没好气道 懂 懂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嫂子的 姜皮和陈大力保证道 连红浩几人 也都点头大笑道 对对对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 你们可拉倒吧 我不是那种人 刚才就是开玩笑呢 楚云有些心虚的嘀咕一句 直接绕过众人离开了 其余人见状 黑黑一笑 也连忙转身跟上 哎呀 楚哥 我们都懂 男人吗 滚蛋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楚哥 你就别装了 话说 你到底是怎么让林雪姐那么主动的 主动 什么主动 还装是不是 我们都听到了 操 你们他妈变态吧 尾随还偷听 一路打骂 一众人回到了男生宿舍 然后就各自睡觉了 楚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只要一闭上眼 脑海里 就是楚蒙最后的那句话 哎 我怎么就有了楚蒙这么一个妹妹呢 我楚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娘 第140章 林雪发现了不对劲 这楚蒙该不会是 事业 楚云终于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一个美梦 嘿嘿 大白兔 白又白 两头大大 拿来吧你 就在这时 画面忽然一转 原本的大白兔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我靠 死兔子 又是你 楚云猛然惊醒 看了看四周 然后松了口气 原来是一场梦啊 妈的 做梦都做不踏实了 一脸后怕地吐槽了一句 楚云倒下身体 继续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 司徒镇 姜皮 陈大力都起床了 就圣楚云 还在屋里没出来 早啊 就在三人准备去看看的时候 楚云顶着俩大大的黑眼圈出来了 昨天一晚上 他只要闭上眼 就是楚蒙的那只兔子齐约灵 搞得他后半夜 一直都没睡好 我靠 楚哥 你没事吧 姜皮和陈大力关心道 楚云摆了摆手道 没事 走吧 先去吃个早饭去 洗了脸 刷了牙 一行四人 就结伴准备去吃饭了 刚出宿舍门 刚好遇上红号 胖子 瘦子三人 三人见楚云这状态 都是一脸好奇 你们仨昨晚 把楚云怎么了 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也不清楚 三人齐齐摇头 到了食堂 落酒有几人 也已经在等着了 大家约好了今天 在校园跟着随便上课 所以 自然要一起吃早饭 楚云 你没事吧 林雪见楚云一副黑眼圈 顿时凑上来关心道 楚蒙眼珠一转 紧跟着 上来拉回林雪 开口说道 林雪姐姐 别管他 他昨晚上 肯定是玩过头了 一点都不知道节制 楚云一脸猛逼 什么叫做我不知道节制 你一个小屁孩 搁这儿胡说什么呢 楚蒙蒙 我看你是想挨揍了吧 楚云黑着脸上手 对着楚蒙 就是一顿弱 楚蒙嘴上说着拒绝 还扬言要告状 但表情 却是有点享受 看到这一幕 林雪看了看楚云 又看了看楚蒙 他忽然觉得 有点不对劲 这楚蒙该不会是故意 拉着他疏远楚云的吧 难道说 死 林雪美眸忽然瞪大 内心浮现出了一个 很可怕的猜想 但很快就被他按了下去 他觉得这不太现实 不过不管现不现实 他心里已经开始有危机感了 万一被人劫足先登 他岂不是要哭死 一众人吃了早饭 然后结伴来到了训练馆 帝都大学的实战课 一般都在训练馆上 楚云有过经验 他开口说道 这些都是帝都大学的老师 你们随便找一个都能听 你们自己去听吧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说吧 楚云就准备转身离开 你去哪 众人好奇 楚云回到 斗技场有一场比赛安排到了今天 我需要去走个流程 为什么说走个流程呢 因为楚云对上谁都是秒杀 根本没什么挑战 他之所以还答应参加比赛 不过是为了熟练度罢了 斗技场 落九幽几人之前都在闭关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不过 听名字 大家大概也能明白 是什么地方 既然有你的比赛 我们去给你加油呗 楚云嘴角一抽 立马拒绝道 不用了 没什么难度 我乱杀的 等总决赛 你们再去吧 众人一想 确实是这样 也就不说 跟着去了 随后 一众人随便找个了班级 开始跟着听地都大学的课程 一个小时后 楚云来到斗技场门口 刚下车 正好遇上从斗技场出来的林凡 林凡 你不是闭关了 什么时候跑斗技场来了 楚云问道 楚哥 林凡看到 楚云也是愣了一下 我刚过来打完比赛 还得回去 接着闭关呢 那你倒是挺敬业的 楚云笑道 那你先回去吧 我打完这场再回去 嗯嗯 一秒哥加油 说吧 林凡就先一步回去了 放在之前 他或许还会跟着楚云家 加油再走 但现在家里 一堆受精等着他吸收 他更想快点 提升自己的实力 楚云嘴角一抽 有点无语 神特没一秒哥 这称号 是摆脱不掉了是吧 十几分钟后 楚云从斗技场出来 全场都在呼喊着 一秒哥的名字 罢了 摆脱不掉 就背着吧 长长叹了口气 楚云便打车 回到了帝都大学 转眼几天过去 今天一早 怪物学院众人收到通知 让去操场集合 当众人赶来之后 才发现 帝都大学所有学生 都已经站好队了 我去 这么大阵仗 这是要打仗吗 众人眼睛一瞪 都是有点猛逼 楚哥 这边这边 林凡忽然冲着几人 打起了招呼 楚云转头望了过去 对方已经帮他们 站好了位置 走到林凡跟前 楚云问道 林凡 这什么情况 要开全校大会了 你们不知道 这是学校的秘境要开启了 秘境 怪物学院众人微微一正 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怪不得突然弄这么大阵仗 原来是大义学生的 第一个福利来了 只可惜 这次的福利 要被楚云他们抢走了 差不多过了十几分钟后 操场上 已经占满了大一的学生 校长张玄林 见人到得差不多了 缓缓走上讲台 开始讲话 讲的内容 无非就是 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 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就是说学校给大家准备的秘境要开启了 但实力决定一切 所以 只有实力强的学生才可以进入秘境 移动二十个名额 但有了楚云他们的存在 留给帝都大学本土学生的也就只有十个名额了 这消息一出 不少学生都哀声在道 但自己实力不如人 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最后 校长又宣布说明天正式开始名额选拔 而一周后 准时开启秘境 希望所有学生 在这次选拔中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大会结束 楚云一众人聚集在了一起 这名额咱们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不过 还是少不掉一些麻烦 最近逼关了这么久 也该让帝都大学的学生 看看什么是怪物了 嘿嘿 这一波 我要装个大的 第141章 怪物学院的装批 时刻到了 第二天一早 所有学生全都来到了训练馆之中 往日里看起来诺大的训练馆 今天却是显得有些拥挤 不过 所有学生都没在乎这个 而是满脸激动地期待着今天的选拔 只要能拿到好名次 就可以拥有进入秘境的机会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 楚云一行人 也早早来到训练馆 不过 今天的比赛没他们的份 他们就是来观战的 一共20个名额 我们有了10个 就剩下10个 这么多人抢10个名额 也不嫌麻烦 直接让班级前几名选拔不就行了 楚云看了一阵子感觉有点无聊 不由地嘟囔道 你一个小屁还懂什么 这样做是为了公平 楚云开口说道 帝都大学这么多学生 放在别的地区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 但现在 如果连参与选拔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他们的内心可是不小的打击 七 楚云不服地撇了撇嘴 但还是没在说什么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训练馆的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很快 每个班级都决出来了前十名 好了 今天的选拔到此结束 明天将会开始新一轮的选拔 今天回去之后都好好休息 随着导师们宣布结果 获得名额的学生 第一时间回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 他们可是还有好几场比赛要打 而那些落选的学生 虽然难过 但想想 年底会有一次全体学生 进入秘境历练的机会 也就没那么难受了 这不就是当初考上帝都大学的目的吗 就算实力再差 也可以得到保底的资源 走吧 我们也回去 怪物学院众人转身 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 楚云 嗯 孙文艳 楚云眉头一挑 脸上有些意外 他们来帝都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孙文艳 这次的选拔 我一定会打败你们的 孙文艳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 说完这句就直接离开了 这孩子受什么刺激了吧 楚云嘀咕一声 也就不再关心了 放在云城 孙文艳的S剑系天赋 足以算得上是天才 但这里是帝都 S级天赋不说大白菜一样遍地都是 但也没有那么稀缺 四日一早 训练馆明显没有那么多学生了 虽然有落选的学生来观战 但更多的学生还在宿舍呼呼大睡 我宣布 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场 孙文艳对战楚云 昨天算是初选 所以怪物学院他们可以免除选拔 但今天就算是正式选拔了 楚云他们也要参加比赛 一方面是不让帝都大学的学生觉得有黑幕 另一方面也是让大家看看怪物学院的实力 这一次的比赛 怪物学院一点都没放水 所以 一拳 孙文艳败 看着比赛前大放厥词 一拳下去不知死活的孙文艳 整个训练馆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两久后 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句 一秒歌无敌 下一刻 现场瞬间想起了一阵欢呼 一秒歌就是一秒歌 这也太牛了 不管敌人有多强 一秒解决 一拳的事 这群人真的太变态了 有他们在 咱学校的资源都轮不到咱自己人了 没办法呀 学校也是为了今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希望楚云他们能成功取得冠军吧 一秒歌是谁 什么情况 江皮一众人一脸猛逼 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这时 旁边一个学生震惊道 我靠 不是吧 你们连一秒歌都不知道 楚云在斗技场九场比赛九场全胜 还都是一拳解决对手 所以就有了一秒歌的称号啊 听完这学生说的 江皮众人浑身都是一阵 怪不得上次他们说要去加油 楚云不让他们去呢 何着是他在斗技场有这么一个称号啊 不吃 哈哈哈哈 怪物学院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楚云看着台下的欢呼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妈的 别让我抓到是谁 十几分钟后 终于轮到了怪物学院第二个人的比赛 因为楚云的关系 大家现在都很关注怪物学院 下一场 江皮对战李苗苗 听到自己的名字 江皮冲着众人道 嘿嘿 看我大显神威 与此同时 李苗苗也走上了比试台 一看对手是个漂亮妹子 江皮顿时眼睛一亮 江皮哥哥 我实力不如你 你待会儿可要轻一点哦 李苗苗娇娇滴滴开口说道 放心吧放心吧 我从来都不打女人的 江皮嘴上满口答应 却是毫不犹豫地 直接召唤出来了三只契约灵 当看到一只变异小王八 一只变异小火鸡 以及一只变异小二哈 出现在台上的时候 台下的学生 都是愣了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 发出一阵爆笑 破 哈哈 这个人的契约灵 是来搞笑的吧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怪物学院的实力 但也有一部分人 看到这三只契约 身体一瞬间都紧绷了起来 比如炮菜国小公主 韩珍珍 当初 她就是被江皮的小王八 一个水龙 冲出了学校大门 哼 恥无的男人 我早晚会找到机会收拾你们 自从上次张玄灵死保 怪物学院 炮菜国那边的态度 立马也就放松了下来 这就让韩珍珍这个小公主 感觉很憋屈 但她又斗不过对方 最近只能低调一些 这就是你的契约灵 你是来搞笑的吧 李淼淼显然是不了解姜皮的 所以 看到这三只契约灵之后 一脸的呆愣 但她的话音刚落 就见小王八嘴里 喷出了一条巨大的水龙 而小火鸡 则是变成了 浴火凤凰一样飞了起来 至于那小二哈 虽然站在原地没动 但空中却是有着一颗巨大的冰球 急速坠落 甚至 为了技能效果更加酷炫 姜皮并没有直接攻击李淼淼 而是让技能在空中盘旋着一圈 再俯冲而下 这一波 可以说视觉效果 瞬间拉满了 而台下 也没有任何意外的 再一次陷入了一片寂静 第142章 楚蒙送给帝都大学学生的沉痛一击 哄 酷炫的技能从天而降 让不少学生都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李淼淼甚至都忘了使用自己的天赋 进行战斗和防御 眼看三种不同元素的技能结 就要落在李淼淼身上 负责比赛的导致贪了口气 不得不亲自出手打断两人的比赛 我宣布 比赛 他话还没说完 眼神就忽然一凝 只见那技能正加速朝着鄙视台冲刺 靠 你小子不讲武德呀 导师大骂一声 连忙释放自己的防御天赋 煞时间 一股特殊的能量罩包裹起鄙视台 下一秒 轰隆 巨大的碰撞响起 整个训练馆仿佛都颤抖了一下 吃吃吃 水龙 火凤凰 冰球 三种技能混合 一时间 姜皮所在的比赛台 飘起了浓浓的水蒸气 颇有一副大物四起的架势 片刻后 大物散去 露出了已经失身的导师 以及李淼淼 泽泽 资本倒是不错 姜皮嘀咕了一声 就直接下台了 李淼淼呆愣片刻 浑身颤抖着怒骂道 流氓 说吧 他就双手护胸回宿舍换衣服去了 阿皮 你是真贱哪 台下 陈大力见姜皮回来 露出贱兮兮的表情道 不过 刚才的福利不错 算你小子会来事 可惜你那火不到位 应该把对方衣服烧了的 陈大力有些惋惜道 姜皮说道 主要倒是出手了 不然我拿捏得刚刚好的 泽泽 可惜了 两人又是一阵摇头叹气 怪物学院其余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满头黑线 这俩人真是妥妥有大病 后边的比赛 怪物学院众人依然呈现出了碾压的局面 不管是灵雪的冰火双天赋 还是落九幽的三天赋 再或者红浩的变异三头狼换兽系天赋 总之 每场比赛都是碾压 帝都的学生们 只感觉到了浓浓的绝望 最后 当楚蒙上台的时候 更是给了帝都大学的学生沉痛一击 因为楚蒙的对手 也是为数不多的玉兽系 但对方才是王级 只有两个契约灵 反观楚蒙 上来就是六个契约灵 其中三个还是亚龙 还有一个是幻蝶 最离谱的是 楚蒙已经是碾压姿态了 他还踩着疾风鹰 第一时间躲在了高空的安全位置 看到这架势 对手想死的心都有了 裁判也是嘴角直抽 六个契约灵 拿头打啊 这女孩到底什么情况 所有人不游的都有点猛逼 也没听说突破黄级 能一下子契约四至契约灵啊 我 我认输 虽然同样是认输 但大家明显看到 那学生眼里没有光了 今天这一幕 他恐怕要用一生去治愈 至此 怪物学院十人的比赛 也全部结束了 看完他们的比赛 再看帝都大学剩下的比赛 大家只觉得索然无味 好了 今天比赛到此结束 明天还是训练馆集合 第二天一早 晋级的学生 又一次来到了训练馆中 但今天 怪物学院的人没有来 因为昨天怪物学院 给大家的打击太大了 为了不让学生们 失去斗志 张玄霖果断宣布 怪物学院默认晋级 直接让其余学生 争夺剩下的十个名额 第一天的时候 怪物学院直接晋级第一轮 大家还有点心理不平衡 但今天 得知这个消息 本来都打算放弃比赛的学生 立马从宿舍狂奔 来到了训练馆 没有怪物学院 他们觉得自己 又可以了 又是两天之后 最终的十个名额 终于筛选出来 接下来 就是准备秘境的事情了 为了让学生 用全胜的状态 去面对秘境 所以 学校让获得名额的同学 休整三天 三天之后 再进入秘境 不过 在这之前 张玄龄又召集这二十个人 给众人讲解了一下 秘境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秘境 既然是类似大考那种 床塔的形式 那奖励跟大考一样吗 听完张玄龄说的 楚云开口问道 如果奖励跟大考一样 那可又是一波大提升 不过 张玄龄听完 却是摇了摇头 奖励肯定不如大考 但也不会差到哪去 当然 如果你们能打破新纪录 肯定是可以获得 更丰盛的奖励的 新纪录 众人文言都是一脸疑惑 张玄龄解释道 我刚才也说了 虽然我们学校 有这秘境的使用权限 但这秘境 是十大高校共同支配的 既然是十大高校都有权限 自然也会有排名 排名越高 奖励自然也就越丰厚 楚云开口问道 那排名是按照什么计算的 当然是通关速度 通关越快 排名越高 奖励越好 张玄龄回道 众人点了点头 说到底 还是看应实力 行了 秘境的信息就是这些 你们再调整一天 明天我带你们出发 张玄龄说完 众人就离开了办公室 距离秘境开始 也就剩半天时间 所以 不少人都选择回去休息 也有选择短暂去修炼室 再修炼一下的 至于怪物学院众人 则是选择回宿舍睡大觉 修炼室需要时时刻刻抓紧 不进则退 但也需要松弛有度 前阵子 他们一直闭关 修炼速度明显下降不少 而最近频繁切磋 反而效果好上不少 明天就要去秘境闯关 一下午的时间 不修炼 其实也不影响 养足精神 同样重要 时间一会儿过 一日一早 拥有秘境名额的20人 在校长办公室集合 既然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说吧 张玄龄直接带着众人上了大巴 秘境入口并不在帝都大学内部 而是在官方设置的地点 比较特殊的是 这秘境有好几个入口 十大高校所在地 均各自设有一个 这也是为了各大学校的方便 车上 张玄龄对众人说道 今天的秘境 你们别有心理压力 尽力而为就行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听到了吗 嗯 知道了 众人文言都是点了点头 虽然是秘境 奖励丰厚 但如果人死了 那就真死了 这点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 中午时分 一众人来到了一处 看起来像基地的地方 下车吧 前面就是秘境入口了 所有人跟着张玄龄下车 不停地打量四周 感受着基地中肃穆的气氛 众人心中一惊 这些都是军方的人吗 第143章 开始秘境闯关 被震惊地魔督众人 十几分钟后 在张玄龄的带领下 一众人来到了一处空旷的房间内 房间内没什么摆设 只有几个凳子 以及一个巨大的显示屏 而在显示屏的左边 就是一空间的入口 咦 没想到魔督这次速度这么快 张玄龄微微惊讶一声 楚云一行人下意识抬头看去 才发现显示屏上显示着某某大学 XXX当前第几关 用十多少秒的字眼 校长 这是什么情况 楚云好奇问道 张玄龄解释道 这秘境是十大高校的私有权限 只有十大高校的人可以进去 所以 为了激发不同学校之间的拼进 官方统计了一个排行榜 只要登记完信息进入秘境 学生的闯关信息就会显示在这上面 看眼下的情况 应该是帝都大学先一步进入秘境了 他们速度倒是挺快的 听完张玄龄说的 众人均是抬头扫了一眼 果不其然 上边标准魔都大学前缀的 刚好有20个名额 而这些人之中排行最靠前的 就是私图测 这秘境是专门为大一的学生准备的 所以 私图测的实力拿到第一 倒也不是稀罕事 五分钟过了五关 这私图测速度倒是挺快呢 楚云耸耸耸肩说道 校长 这秘境通关最快的记录是多少 张玄龄回道 应该是三个小时左右吧 好久没人打破这记录了 说吧 张玄龄又补充道 这秘境跟你们大考时候差不多 总共是一百层 难度也是一次叠加 所以 私图测那样的学生 前机关花的时间少很正常 但是想要通关 其实是有些难度的 至于我说的三个小时记录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总之 你们不需要有心理压力 尽力闯关就行了 正说话间 众人看到显示屏上 私图测那一栏的时间 又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第七层 但时间却是变成了八分多钟 很明显 后边的难度开始上升了 好了 按照昨天跟你们说的 抓紧一切时间闯关就行 但同样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因为秘境的特殊性 会根据你们的闯关速度制定奖励 所以 到底能得到多少好处 就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 张玄林此话一出 二十名学生 纷纷攥紧了拳头 然后冲着他点了点头 在所有人都登记了信息之后 便朝着秘境入口走了进去 这次是属于单人闯关的秘境 所以 倒是不需要考虑配合什么的 人影一闪 二十人全部消失 秘境的闯关开始了 眼前场景一变 一众人只感觉自己 是来到了一个鄙视场之内 周围出了一个空荡荡的大平台 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 就在这时 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响起了一道声音 叮 闯关即将开始 倒计时时 九 八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众人的面前 各自出现了一个怪物 同时还出现了一个面板 上面描述着凶兽的情况 又是从王级开始的 楚云看到凶兽的等级 不由地耸了耸肩 怪不得司徒策 能够一分钟一关 原来前期的凶兽实力并不强 但如今怪物学院 都是王级的实力了 面对王级的怪物 呵呵 一拳 秒杀 碰 哄 哗 哗 不同的声音 在秘境之中响起 仅仅用了一秒的时间 第一关 就被怪物学院轻松过去了 秘境外 大厅里 张玄霖看着显示屏上的变化 倒是没有太大的惊讶 怪物学院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了 前几层根本没有什么压力 但另一边 魔都大学的人 看到这一幕 可就彻底愣住了 就在几秒钟前 他们的人也发现 显示屏上多了几个名额 而看到前缀之后 他们也知道 是帝都大学的人 开始闯关了 可这才一秒的时间 就过了第一关 不会是秘境出了什么错误吧 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们的人过第一关 只用了一秒钟 开玩笑的吧 按照往年学生叙述的情况 第一关的凶兽实力 少说也在王级五街啊 司徒策都花了一分钟 才过了第一关 他们怎么可能只用了一秒钟啊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魔都大学的负责人 一脸都不可置信 但秘境之中的事情 他们是看不到任何影像的 并不像大考的时候 完全是自己人设计的关卡 所以可以清楚看到影像 快看 他们已经到第十关了 竟然才用了十秒钟 开玩笑的吧 带队老师中有人大喊了一声 其余人文言回过神 抬头朝着显示屏看去 然后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秘境之中 楚云再次一拳轰杀一头凶兽之后 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第十一关 但从开始到现在 他还依然是赤手空拳作战 仅凭着肉体的力量 就秒杀了前面所有的关卡 终于开始是黄疾的凶兽了吗 不过 这实力好像削弱了不少 感知这新一关的凶兽实力 楚云咧嘴一笑 直接朝着对方冲了过去 碰 碰 碰 雨滴般的拳头 落在对方身上 那凶兽甚至都没来得及惨叫 就直接被秒杀了 而这个时候 楚云已经成功来到十二关 但先一步进入秘境的司徒镇 确实才结束第七关 他毕竟还是王级的实力 速度自然要慢上很多 不过 楚云很好奇 如果从第十一关 就开始是黄疾凶兽的话 他们能不能过去前二十关 多难说吧 可三个多小时的记录 又是怎么来的 当时的那个人 又是什么实力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既然校长说了 速度越快 奖励越好 那就先闯关吧 楚云甩了甩头 抛开心里的杂念 下一刻 他直接开启了金门 蓝色的血液蒸汽 围绕全身 楚云再度化身苍蓝猛兽 而在金门的加持下 他的四维属性 已经堪比黄疾五阶的实力 在目前 凶兽只有黄疾一阶 二阶的情况下 简直就是嘎嘎乱杀 轰 碰 轰隆 一道道沉重的打击声 不断传出 眨眼时间 楚云又连过了五关 而此时 他的时间才仅仅 花了二十秒 但层次却已经来到了十七层 看着巨大显示屏上 排行第一的楚云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陷入了沉思 就连张玄灵 也张大嘴巴 满脸都是震惊 这特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144章 这小子是嗑药了吧 全场寂静 魔读大学的带队老师们 妈了 张玄灵也妈了 尽管他知道 楚云闯关速度 会比别人更快 但他完全没想到 会快这么多 这已经不是快了 而是离谱 这小子是嗑药了吧 张玄灵忍不住嘀咕道 而就在他嘀咕的这时间 楚云已经又秒杀了一层的凶兽 进入了下一层 秘境内 楚云看着最新一层的凶兽信息 表情微微一正 凶兽的实力 又开始增加了吗 刚好试试九龙九象的威力 经过前面的刷怪 楚云此时的各项属性 以及技能熟练度 又有所上涨 咔嚓 蕴含九龙九象的 平平无奇 一拳下去 秘境内的空间 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或许是因为密境内空间太小的原因 密密麻麻的裂缝不断蔓延 直接挤碎了这一层的凶兽 那身躯巨大的凶兽 竟是连一滴血液都没流下 直接被轰成了炸 这九龙九象竹 可真是好东西啊 楚云咧嘴一笑 对自己现在的输出能力 十分满意 下一秒 他继续进入下一个关卡 接下来 一口气冲到顶层吧 深吸口气 楚云直接开启了阴阳练体术 这下子 可以说是楚云开启了如今的最强状态了 当然 死门除外 死门毕竟有时间限制 只能算是杀手锏 就在楚云飞速闯关的同时 怪物学院其余人也都没有落下 相较于普通的大义新生 如今 他们都是有着黄极的实力 特别是前段时间的闭关 虽然距离黄极二阶 还有一段距离 但也无限接近黄极一阶巅峰了 而除此之外 他们本身的天赋特殊 都有着越阶战斗的能力 所以 这前几层的凶兽 对他们来说 都是小菜一点 特别是楚云 还拥有着六支契约灵 前几层的闯关速度 简直就是碾压 哄 碰 哗 各式各样的技能 炫酷地在秘境内爆发 短短几分钟时间 怪物学院十人的排行 瞬间冲到了前列 而此时 他们所在的层数 更是让所有人惊爆眼球 楚云 五十层 司徒阵 三十五层 楚云 三十层 洛九幽 三十层 林雪 三十层 再往后 依次是红浩 姜皮 胖子几人 再反观其余人的成绩 司徒测 十层 林凡 九层 当年的大义新生第一 如今简直是没眼看 但其实他们的速度 已经很快了 只是怪物学院 有点变态而已 与此同时 就在帝都大学 摩都大学的学生 各自闯关的时候 中都 北梁一些学校 也都去到了对应的秘境入口 当他们看到 显示屏上的正在闯关成绩 所有人再一次惊爆了眼球 什么鬼东西啊 显示器出错了吧 这群人怎么可能闯关这么快 而当他们看到楚云的名字 一切 似乎都说得通了 两九后 这些学生的带队老师 从沉默中回过神 然后冲着身后的学生安慰道 你们也都赶紧进去吧 虽然这秘境记录越快 奖励越好 但你们本来 也走不到最后 所以就不用想破记录的事了 只要你们努力冲刺层数就可以了 记住 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听着自己带队老师安慰的话语 不少学生 都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您这是安慰吗 您这是压根都对我们没信心啊 不过 别说带队老师了 现在就连他们自己 都对自己没信心了 再说楚云 在别的学生愣神的时候 他已经又连续闯过好几关了 没办法 他现在是属性 实在是太离谱了 再加上阴阳练体术的防御 和九龙九象术的叠加攻击 如今的他不开启死门 输出已经可以堪比黄极七阶 八阶了 而这秘境 就是给大一的学生准备的 所以 里边的凶兽强度 还没离谱到 出现圣级的地步 不过 七阶 八阶的凶兽 倒是有出现的可能 因为就在第八十层的时候 楚云发现 凶兽的实力 再一次出现了质变 嗯 这才八十层 就已经黄极七阶了吗 按照这个实力 恐怕普通的学生 五十层都过不去吧 那校长说的三个多小时的记录 又是怎么来的 摇了摇头 楚云也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他抬头看向眼前的凶兽信息 暴雪魔猿 兵属性的凶兽 差不多两三米之高 身上披着一层雪白的毛发 但知道这凶兽的人都清楚 他的性格脾气 可跟雪白沾不上一点关系 魔猿 足以代表这种凶兽的暴虐程度了 好 暴雪魔猿挥舞着手臂大吼一声 血红的双瞳 紧紧盯着楚云 散发着残暴的杀意 下一瞬 暴雪魔猿 直接原地起跳起来 来到空中 然后急速下坠 直接朝着楚云的身躯践踏过去 就对方这个冲击力 哪怕有着阴阳炼体术的保护 如果被踩一脚 肯定不好受 而就在暴雪魔猿 即将踩到楚云身上的时候 楚云直接使用了瞬移 下一瞬 哄 暴雪魔猿落地 直接把地板踩出了一个大坑 无数碎石朝着四周飞散 撞击在墙壁上 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而这时 暴雪魔猿似乎只知道 自己没踩中楚云 连忙抬头寻找楚云的踪迹 闪光踢 空中一道金黄色的光线划过 碰 利用瞬移来到空中的楚云 直接一脚踢在了魔猿的头上 在巨大的踢力之下 魔猿直接倒飞数米 重重地撞在了秘境内的边缘 但楚云知道 虽然这一脚看起来破坏力很强 但并不能对魔猿造成多大的伤害 凶兽的防御力 可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果不其然 就在楚云落地的瞬间 那魔猿就已经爆射而出 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楚云攻击而来 楚云健壮 眼睛一眯 同样是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咔嚓咔嚓 空气中蔓延着裂缝 直逼暴雪魔猿面门 下一刻 魔猿忽然抬头 张开大嘴 一根足有手臂粗细的冰锥 朝着楚云直视而来 草 忘了你这东西 是冰属性的凶兽了 第145章 楚云通关 体术的尽头 是什么 魔猿给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肉体强横 但眼前的暴雪魔猿 最强的却不是肉体 而是冰属性的魔法攻击 冰锥在楚云眼中无限放大 眼看就要刺穿楚云的头颅 关键时刻 楚云咬了咬牙 直接准备硬抗这一击 他现在有着阴阳炼体束护体 应该没什么问题 同时 楚云从系统空间 取出王拳剑 抬手一挥 一柄耀眼的金黄色巨剑 从天而降 双方的攻击 几乎是同时到达 噗哧 天地之间本身对凶兽 就有压制力量 一击下去 暴雪魔猿的身体 直接一分为二 鲜血四剑 而暴雪魔猿 从口中吐出来的冰锥 却是在触碰到楚云的时候 被一层层化解 等真正伤害到楚云的时候 力量已经不足十之二三 但尽管如此 还是在楚云身上 留下了一道疤痕 呼 阴阳炼体束的熟练度 还是太低了 深吸口气 楚云稍微调整了一会儿状态 这才开始闯下一层 而与此同时 怪物学院其余人的闯关速度 也都慢了下来 至于凌凡一众人 就更慢了 但比这其余大学的普通人 他们还是依然可以吊打的 也就是楚云他们十个另类 把其余人衬托的 都太废物了 老王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些苗子 真是离谱 张玄灵忍不住嘀咕一声 满脸都写着忧怨 本来他觉得 凌凡就已经是不错的新生苗子了 可现在跟楚云他们一比 唉 说多了都是累 十分钟后 楚云已经来到了秘境的最后一层 此时的楚云浑身上下都是血迹 不过 大多数都是凶兽的 但他自己也不好受 多多少少也挂了财 很快 最后一层的凶兽出现 当楚云看到最后一层凶兽的信息 顿时就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卧槽 这秘境疯了吧 明明是大义新生的秘境 圣级的凶兽都出来了 楚云嘴角抽搐 额头青筋都抱了出来 他是开了挂 才走到这一步 张玄灵说 很久之前 也有人闯过一百关 那个人得有多恐怖的天赋 才能在大一 就击败圣级的凶兽 这根本不可能好吧 好 一道句后 从眼前的凶兽口中发出 楚云微回了回神 便再次把注意力 全放在眼前的凶兽身上 圣级的凶兽 他其实不虚 死门 开 楚云口中嘀喝一声 身上的蓝色血液蒸汽 瞬间变成了红色的血液蒸汽 八门盾甲的最后桎梏被打开 身体瞬间突破极限 而与此同时 楚云的四维属性 再一次开始了飙升 直到全部高达接近三万的时候 才停了下来 诸仙剑阵 同一时间 楚云直接从系统取出诸仙剑 双保险 应该能轻松解决了吧 楚云抬头望着眼前的凶兽 嘴角缓缓勾起 下一秒 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一道道残影 瞬间朝着凶兽逼近 而此时 对面的凶兽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 浑身开始散发着青色的能量保护层 到达圣级之后 觉醒者会出现质变 凶兽同样会出现质变 就好比黄级觉醒者 可以领悟领域的能力 而圣级的时候 同样会领悟专属的能力 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圣级之后 可以使天赋外显 在自己周边形成保护层 像司徒镇的人剑合一 就是外显的一种形式 如果面对是黄级的攻击 这种能量保护层 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但如今楚云的攻击 和诸仙剑阵的攻击 同样是圣级的 所以 几乎是一个照面 对方的青色保护层 就瞬间消散 哄 凶兽被重重 撞在秘境之内的墙壁上 不过片刻 凶兽就爬了起来 再次发出一声吼叫 楚云见状 直接又是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咔嚓咔嚓 空气中瞬间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并且瞬间朝着凶兽扩散 轰轰轰 凶兽身影连连后退 再一次撞在了墙壁之上 但让楚云惊讶的是 这凶兽竟然又一次爬了起来 不过 这一次 楚云发现了一些端倪 这最后一层的凶兽 似乎并不会主动攻击 只是在一直防御 难道说 这一层只有破了防御 才算是通过 楚云沉思片刻 又是连续几拳轰了出去 砰砰砰 拳锋如雨滴般砸在凶兽身上 对方再一次被轰在墙上 但依然没有发起任何反击 果然是这样 楚云沉思片刻 便恍然了 如果是这样 就能说得通有人能过关了 面对圣级的攻击 哪怕是最垃圾的圣级 也不可能有黄级能抵挡得住 黄级跟圣级差距太大了 远比黄级和黄级的差距大得多 至于大一 就直接黄级九阶的实力 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 除非是大帝转世 了解了机制 楚云也就不再担心对方的攻击了 至于突破这凶兽的防御 仅凭体数 还是太难了 八门就只剩五秒的时间了 心中计算了一下时间 楚云不再耽搁 下一秒 他抬头直视凶兽 眼中开始泛起红光 无限阅毒 发动 煞时间 对面的凶兽 开始露出痛苦的神情 凶兽强悍的是肉体 精神一般很弱 除非是精神系的凶兽 很显然 眼前这大块头一看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五秒之后 楚云从死门的状态下脱离出来 但那凶兽却还是一脸痛苦 甚至 头部开始逐渐出现白色 这是生命力被剥脱的迹象 同一时间 秘境内也终于响起了过关的提示声 听到这个声音 楚云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板上 连续一百层的闯关 他的体力早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觉醒者使用的是灵气 而他消耗的则是体力 虽说没有了灵气的限制 但没了力气 再强的攻击也使用不出来 不过 经过刚才的战斗 楚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当年的体术强者 后期到底是怎么跟凶兽抗衡的 按照实力的增长来算 凶兽的防御力 肯定要比人类的实力增长得快才对 难道体术修炼到后边 还会发生质变 第146章 秘境通关奖励 奇怪的血物 正当楚云在秘境内 等待奖励的时候 外界的人已经彻底疯了 就在刚刚 他们发现秘境的记录被打破了 先不说通关时间 上一次有大一的学生 通关这个秘境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这些年来 天赋卓越的学生很多 但妖孽却是很少 所以 最近几年都没出现过 能通关这秘境的大一新生 但楚云今天却是半岛了 再说通关时间 当初那学生通关的时间 是三个多小时 已经是算得上很变态了 但现在楚云的通关时间 却更加离谱 显示屏上3700几个数字 正狠狠冲击着所有人的神经 37分钟 楚云通关100层 只用了37分钟 卧槽 这楚云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十大名校的校长 都忍不住报了个粗口 当初 王德发跟他们联系过 说要借着他们的学校 参加全国狩猎大赛 但由于提出的条件 太过于苛刻 所以他们再三深思之后 都放弃了 最终只有帝都大学 接受了王德发的条件 但现在 这些人都后悔了 早知道楚云这么妖孽 当初的条件 就算再加一倍 他们也愿意啊 一时间 这些高校的校长 连忙拿起手机 准备再跟王德发 好好沟通一下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 这波 我们帝都大学 好像赚大了呀 张玄灵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生怕自己是在做梦 与此同时 秘境内 随着提示声音落下 一道金光 忽然从天而降 直接包裹了楚云 跟大考的时候差不多 楚云微微一震 随后便放松了心神 任由金光 包裹自己的身体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次 自己应该能再收获 很多四维属性 运气好的话 可能还有技能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楚云却发现自己脑海中 并没有听到什么提示 难道没有灵气不能识变 楚云眉头一挑 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 这要是只能奖励 觉醒天赋的人 那自己岂不是亏死了 秘境不应该这么不智能的吧 大考的时候 不就自动识别了吗 楚云有些犯嘀咕 但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过了十几分钟后 楚云心里开始有些急了 他依然没有听到 任何奖励的提示 甚至 自己的身体素质 都没有增强 也就是说 连最基本的思维属性 都没有奖励 我靠 这秘境不是玩我的吧 楚云瞪大了双眼 试图想从周边 看出来点什么 但最后 他还是放弃了 而就在楚云准备 离开秘境的时候 这有变发生了 只见秘境周围 忽然出现许多红色的烟雾 逐渐朝着楚云飘来 嗯 楚云眉头一挑 脸上瞬间警惕了起来 片刻后 他猛然道 不对 这不是烟雾 好像是血雾 闻到空气中传来的腥味 楚云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难道最后一关还没过 楚云皱眉到 也不对啊 刚才都提示通关了 不等楚云细想 血雾在接触到楚云的时候 忽然就加快了速度 所有血雾 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 瞬间把楚云包围 而后 在楚云惊恐的目光中 这些血雾 开始疯了似的 顺着楚云的皮肤 通过毛孔 进入楚云的身体 死 煞时间 全身传来的刺痛 让楚云忍不住放声大叫起来 此刻的他 感觉到 自己似乎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楚云顿时一脸惊慌 我靠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时间缓缓流逝 楚云的身体表面 出现了一层血痂 整个人仿佛穿上了一层血液一样 不过 此时的楚云 已经安静了下来 他发现 这些血雾 似乎正在改善着他的身体 虽然刚开始异常疼痛 但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眨眼 一个小时过去了 陆陆续续有学生 从秘境内出来 这部分 基本都是实力稍微靠后的同学 因为后边的关卡过不去了 所以直接领了奖励放弃了 而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各大学校名列前茅的学生 也都坚持不住出来了 虽然没能通关 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 很显然 这次秘境之旅 让他们得到了不少成长 就在这时 有人注意到 秘境闯关的排行 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楚云那一行信息的时候 这些人基本一口同声惊呼出声 我靠 什么情况 半个多小时通关一百层 这显示屏出问题了吗 而当他们转头看向自家校长 想得到一个解释的时候 却发现 校长脸上除了苦涩 就只剩下羡慕嫉妒了 这难道是真的 这个楚云 真有这么萌吗 眨眼又是半个小时过去 怪物学院其余人 也都陆续开始出来了 相较于其余学生 他们闯关的层数 都高了不少 但最高的 也就是司徒镇的89层 后边实在是过不去了 89层的凶兽实力 差不多在黄级四五阶左右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越了不少等级战斗了 虽然没能通关 但得到的奖励 还是很多的 此刻 怪物学院所有人都升到了黄级二阶 如果现在再让他们去闯一次 或许挑战一百层 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 咦 楚老六还没出来吗 楚蒙扫尸了一圈 却没见到楚云的身影 林雪也是一脸担心 校长说 楚云很早就通关了 但一直没出来 距离通关时间过去都两个小时了 不会有事吧 楚蒙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此刻也有点担心楚云了 至于其余人 他们还都沉浸在楚云变态的记录之中呢 楚哥这也太没有人性了 简直不给活络啊 一百层 三十七分钟 楚哥还是人吗 我一直都都觉得楚哥是怪物 陈大力 江皮 林凡三人蹲在一起 小声嘀咕道 就众人焦急等待了十几分钟后 秘境终于有了新的动静 楚云出来了 第一百四十七章 楚云的提升 提出新的层次 气血之力 相较于进入秘境之前的楚云 大家觉得 现在的楚云变得不一样了 但具体哪里不一样 又说不上来 之前的楚云 就像是一头人形暴龙 哪怕身体 没有暴龙那么大 但给人的气势 还是像一头暴龙一样暴力 特别是开起死门的时候 更是恐怖 而现在 大家却从楚云身上 感觉不到这种气势了 此时的楚云 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样 而且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那种 你们有没有觉得 楚歌 好像哪里不一样了 姜皮三人 第一时间望了过来 开口说道 说不上来 但肯定跟之前不一样了 落九幽微微皱眉 司徒震眼睛一亮 道 好像是内敛 他收起了自己的气势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他肯定又变强了 这小子 张玄龙也是目瞪口呆地望着楚云 作为这群人中 实力最强的存在 张玄龙自然是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了楚云的变化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就不清楚了 能肯定的是 楚云在秘境里 绝对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花吗 楚云见众人全都看着自己 表情古怪道 林雪第一时间小跑过来 关心道 楚云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不但没事 还更好了 楚云笑着说道 楚蒙一副审视的目光走了过来 楚老六 你什么情况 不会又变强了吧 楚云瞥了自己这妹妹一眼 美好气道 我好歹也是你哥 你给我注意点说话的态度 七 楚蒙撇了撇嘴 倒是老舍不少 这时 张玄龄也好奇走了过来 楚云 你通关速度这么快 应该有不少奖励吧 楚云点了点头 表示默认 不过 现在明显不是交流这个的时候 见所有学生 都从秘境出来了 张玄龄也就带着自己家的学生 回学校了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秘境的魔都大学 此时却还都在呆滞之中 没回过神来 帝都大学 校长办公室 一众人回来之后 张玄龄就把所有的人都喊了过来 当然 最重要的是王德发 怪物学院的成长 他肯定是最开心的 毕竟 怪物学院这几个人 可是他对抗战神般的底牌 现在人都到齐了 说说你们的奖励吧 张玄龄话音落下 进入秘境这些学生 瞬间开启了炫耀模式 虽然他们闯的层数不如楚云 但得到的奖励 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特别是林凡 现在的他距离黄极 已经很近了 要知道 他可是刚突破王极九阶没几天 现在一次秘境 马上都摸到黄极的门槛了 这种提升 简直就跟做了火箭差不多 听完帝都大学识人说的 接下来就轮到怪物学院了 如果说 刚才那些学生的提升 像是做了火箭 那怪物学院 他们可以说是 做了超级加倍的火箭 进入秘境之前 除了楚云 其余人清一色黄极 一阶不等 而现在 全部都升到了黄极二阶 甚至无限接近黄极三阶 卧槽 原来他们真的是怪物啊 林凡一群人 听到这些提升 简直羡慕的人都变形了 最后 轮到楚云 所有人都知道 楚云的提升才是最大的 然而 楚云却是开口说道 我好像没有提升 嗯 众人文言神色都是一阵 所有人都感觉到 楚云的变化了 他竟然说 自己没有提升 楚哥 别闹 大家都看出来了 你便厉害了 就是 都是自己人 这还藏着掖着 楚云摇了摇头 表情古怪道 我解释不清楚 还是直接给你们看吧 话罢 楚云身上瞬间爆发出一股气势 而随着这股气势的爆发 他的身上出现了一层红色的气血之力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一惊 我靠 什么情况 随便开启小红人了 楚云小红人状态两天才能开启一次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而今天楚云闯关秘境 最后肯定也是会开启小红人状态的 可现在还不到半天的时间 竟然再一次开启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 如果他能一直开启小红人状态 岂不是意味着 永远都能保持着变态的战斗力了 不对 这不是小红人状态 下一刻 熟悉楚云的人都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股气势 似乎没有小红人那么强 见众人都是一脸疑惑地 朝着自己看来 楚云开口说道 这就是我的提升 众人一脸呆愣 都有些猛逼 楚云继续说道 简单来说 就是我现在可以调动我的气血 形成气血之力 比起之前单纯地用身体关节攻击 气血之力可以发挥出更强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直接使用气血之力攻击 总之 这次秘境给我的提升 好像就是加强了我原本的攻击手段 至于直接的实力提升 倒是没有 甚至连四维属性都没提升 这一点 楚云倒是没有瞒着这群人 他确实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提升 就是加强了攻击强度 当然 这也算是变相的提升了 其实 还有一点是楚云没说的 自从这次之后 他应该是进入了体数的另外一个层次 但没有相关资料 他也不是很确定 与此同时 系统面板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级五阶 气血 一万 精神 八千 道具 王拳剑 诛仙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颈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90%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72% 天地一剑 熟练度66% 灵波微步 熟练度70% 无限阅读 阅读 熟练度67% 剑术精通 熟练度56% 飞雷神 熟练度45% 闪光梯 熟练度50% 九转阴阳链体术 熟练度15% 九龙九象术 熟练度13%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武感的敏锐程度 瞬移 可在30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大幅度 王拳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50米 死门持续时间40秒 死门完全踢时间30秒 死门无伤冷却时间48小时 相较于之前的系统面板 思维属性取消了三种 只剩下了精神 但却多了一个气血属性 具体代表的意义 楚云还不太确定 毕竟 提升之后 他还没来得及试验呢 第148章 气血之力的强大 一拳给训练士干碎了 觉醒者每突破大等级 都会觉醒新的能力或者天赋领域 像黄级和圣级就是两个最大的改变 楚云推测 体数或许也有类似的突破变化 如今他黄级五阶就提前激活了圣级 才能激活的气血之力 有点类似于司徒镇黄级觉醒 圣级人间合一的意思 当然 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气血之力 张玄灵等人都是皱着眉头 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倒是有人觉醒过气血类的天赋 或许是差不多的意思 楚云无奈说道 具体的我也都只是猜测 我现在其实都不太清楚自己的变化 之前图书馆那些古籍上也没有相关信息 所以 只能靠我自己慢慢摸索了 众人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纠结这个了 行 我回头也找那几个老家伙问问 看看他们有没有听过 说吧 张玄灵又补充道 距离全国狩猎大赛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比赛开始之前 你们还有一次进入秘境的机会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们先稳固这次的提升 然后继续努力修行 今年全国狩猎大赛上 京都能不能赢得荣耀 就看你们十个了 另外 能不能抢到战神班以后的资源 也就靠你们了 识人文言都是点了点头 当初 答应加入帝都大学 也就是为了这个比赛 随后 张玄灵又交代了几句 一众人就离开办公室各自活动了 楚云第一时间找了一间训练室 他要测试一下自己的新属性面板什么情况 来到密闭训练室 楚云直接爆发所有的气血之力 哄 瞬间 一股急剧压迫感的气势 笼罩了整个修炼室 我靠 这股气势 什么情况 门外守着的姜皮等人一脸震惊 隔着密室 他们都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压迫感 密室内 楚云尽兴地挥舞着拳头 每挥出一拳 楚云就发现自己的总气血之力 都会掉一些 有点类似施法之后掉魔法的感觉 而根据挥拳威力的不同 所掉的气血值也不同 难道说 现在的气血值 其实代表的就是之前的体力 楚云练的是体术 跟觉醒者不同 所以 楚云战斗的强度跟思维属性有关 消耗则是跟体力有关 而觉醒者不同 战斗强度跟天赋有关 消耗则是跟灵气有关 而现在 楚云似乎拥有了类似灵气的属性 只不过 这个气血之力并不能从空气中吸取 不知道我现在满状态的一拳 会消耗多少气血 楚云低着头嘀咕一句 随后忽然朝着空气出拳 咔嚓咔嚓 空气军裂的声音响起 同一时间 楚云的气血值也在狂掉 眨眼时间就比刚才少了五百左右 如果叠加九龙九香树呢 楚云拖着下巴 片刻后又挥出一拳 这一次 威力瞬间猛增 同样 气血值也是猛掉 最终掉了两千左右 竟然消耗这么多 楚云眼睛一瞪 只感觉身体都虚弱了不少 不过 刚才那一拳的威力 绝对比之前要大上许多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经过气血之力包裹之后的攻击 真的又变强了 但缺点就是 每次攻击都跟气血之力挂钩 如果消耗完了 就不能再用了 我现在最强的攻击 应该是开死门的情况下 叠加九龙九香树 用平平无奇的一拳吧 不过 今天死门刚开过 所以不能再开了 但金门可以随便开 所以 楚云毫不犹豫 直接又开启了金门 吃吃吃 蓝色的血液蒸汽 瞬间喷涌而出 跟鲜红的气血之力叠加在一起 显得楚云整个人都跟开挂了一样 深吸一口气 楚云挥手又是一拳 这一拳轰出 楚云只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要被掏空一样 气血值肉眼可见的 刷刷往下掉 眼看就要跌破五千了 然后跌破三千 甚至很快又跌破了一千 我靠 我不会死吧 楚云心底闪过一丝慌乱 但随后 还是咬着牙挥出去了这一拳 咔嚓咔嚓咔嚓 密密麻麻的军烈声再度响起 令人不禁头皮发麻 整个训练室内的空气 瞬间出现无数裂纹 快速朝着四周蔓延 但这还没完 只见裂纹蔓延到训练室墙壁的时候 轰隆 整个训练室简直像是一张保纸一样 轰然倒塌 煞时间 不管是路过的学生 还是别的训练室的学生 还是门口守着的怪物学院其余人 全部都惊呆了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 什么情况 楚云一拳把训练室都给干碎了 另外 他瞄得他是开挂了吗 为什么身上又是冒蓝光 又是冒红光的 这也太酷炫了吧 我靠 楚哥这是开挂了吧 两久之后 江皮热不住惊叹道 陈大力点头附和道 这哪里是开了呀 我看楚哥就是挂 这也太离谱了 训练室都干碎了 可还行 几分钟后 张玄霖和王德发来到了现场 看着已经化成废墟的训练室 张玄霖黑着脸道 什么情况 拆迁大队来了呢 这样一的一间训练室成本可不小 现在说碎就碎了 张玄霖有点心疼 校长 不是拆迁大队 是楚云打的 有学生小声开口说道 张玄霖眼睛一瞪 什么 楚云打的 这小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德发也是一脸震惊 正当两人准备进去查看情况的时候 楚云忽然从废墟中露头 然后走了出来 嗨嗨 楚云灰头土脸看着众人道 呃 发生什么事了 众人一脸无语 你自己干的好事 你还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楚云 这真是你干的 张玄霖一马当先冲上来问道 楚云心虚道 不能吧 我就在训练时练啊练的 忽然他就倒了 吓了我一跳 众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表示信了你个鬼 放心 不用你赔钱 到底怎么回事 听完张玄霖这话 楚云才咧嘴一笑 总之 我变强了 众人 说了 又好像没说 第149章 掌握气血之力 对战七阶石头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楚云几乎都在熟悉自己的气血之力 气血之力 可以加强他的攻击 代价就是 需要消耗气血 如果气血清零 楚云并不会死亡 只是比较虚弱 大致类似 觉醒者灵气 全部消耗的样子 至于气血的恢复方式 一共有两种 一种是等着自己慢慢恢复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不需要成本 缺点是 消耗时间很长 楚云测试过 自己现在的一万气血 竟然需要两天一夜 才能完全恢复 这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他气血之力消耗完 光恢复都是一个大问题 但后来 楚云找到了 加速恢复的方法 那就是嗑药 只要使用恢复类的丹药 他就能加速恢复气血 甚至 如果丹药管够 他可以无限气血战斗 想到这儿 楚云觉得自己是时候 找一趟他四哥了 毕竟 他四哥的天赋 就是炼药相关的 完全熟悉气血之力 也是有着一定代价的 期间 楚云先后又破坏了 两间修炼室 这让张玄霖肉疼得不行 再这么下去 他们帝都大学的学生 都没地儿修炼了 于是 为了防止楚云继续破坏下去 张玄霖直接自己 掏腰包吃重金 单独给楚云 打造了一间修炼室 这一次 再也没有出现过 坍塌的情况 甚至 就算楚云开起死门攻击 也没再破坏掉 也就是说 这修炼室 可以防御圣级的攻击 只可惜 用在大学有些浪费了 因为大学没有几个人 能制造出圣级的攻击 张玄霖心里苦 但为了后边的全国狩猎大赛 他不说 等拿到了冠军 一切也就都赚回来了 至于怪物学院 其余人 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为了稳固飙升的修为 选择去斗技场参加比赛 也有人选择 去做任务磨练 毕竟 他们还没有楚云那么变态 可以一个人解决黄极的凶兽群 他们做任务 必须几个人联手 才能解决凶兽群 但不管选择那种方式 只要不停的战斗 都是夯实基础 稳固灵气的最佳选择 眨眼一个月过去 楚云终于不再去修炼室了 连续一个月的训练下来 气血之力 已经被楚云应用的炉火纯青 现在的他可以随心所欲 控制气血之力的消耗 但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 气血和精神两个属性 并没有在增长 可自己的实力 似乎又跟这个挂钩 这让楚云有些苦恼 最近一段时间 除了各项技能的熟练度有所增加 并没有得到其余的奖励 所以 出于不确定自己击败 对应级别的对手 或者击杀凶兽 会不会继续续得到属性 但问题不大 今天就可以测试了 今天斗技场 刚好有楚云的一场比赛 对手同样是好取十连胜 按照斗技场的匹配模式 同样是黄级的斗技场 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 一个是一到五阶的 另一个是六到九阶的 毕竟相差过大 就没有打的必要了 除非都是十连胜的选手 恰巧 楚云属于第一层的十连胜 而对方则是第二层的十连胜 楚云已经有好一阵子 没去过斗技场了 但斗技场依然流传着他的传说 一秒哥的大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秒哥的最终决斗 而今天就是决斗的开始 斗技场为了这场决斗 甚至拉起横幅 还做了宣传页 来到斗技场 楚云离老远就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被放在门前 哟 一秒哥 你真的来了呀 门口的老张见到楚云 第一时间就认了出来 旁边几个正准备掉头离开的观众 听到这话 瞬间也都抬头看了过来 我靠 真是一秒哥 老板 给我来试张票 这比赛 我得让我朋友一起来看 老张 搞快点 二十张票 立马给我 靠靠靠 你们给我留张票啊 我可就等这一场比赛了 门口顿时热闹了起来 虽然知道今天有楚云的比赛 但楚云毕竟这么久都没出现了 没有人敢确定 今天楚云会不会出现 不过 现在看到真人 那就肯定没跑了 不少观众都兴奋了 大声呼喊着一秒哥 引得路人频频侧目 楚云干笑着冲着粉丝们 打了声招呼 就连忙灰溜溜走进了斗技场 很快 今天的重头戏开始 两个黄吉十连胜的黄城PK 好了 相信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大家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为了今天的比赛 我相信很多观众 已经等待了太久的时间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黄吉的两个十连胜选手登场 随着裁判的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 而伴随着欢呼声 楚云和另一个中年男人 缓缓走到了比试台上 一秒哥 一秒哥 楚云的粉丝 扯着嗓子欢呼着 石头哥 石头哥 对方的粉丝 也是镜头十足 还有部分粉丝两边都支持 更是两边都加油 走到台上 楚云仔细打量着对方 能够取得十连胜 都是有着一定的实力的 浑水摸鱼的人 可拿不到十连胜 楚云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好了 我宣布 一秒哥和石头哥的黄城PK 现在开始 裁判话音落下 对方开口说道 我看过你的比赛 你很强 但我也不弱 请多指教 楚云淡笑一声 也是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 从对方的称号来看 他绝对对方 应该是岩石一类的防御天赋 正好可以用来试试 气血之力的威力如果 然而 等对方做出反应的时候 楚云脸色忽然一正 虽然 对方是岩石天赋不假 但好像并没有打算防御 而是把所有的岩石之力都集中在了拳头上 似乎要施展暴力一击 嘿嘿 没想到吧 我擅长的可不是防御 而是攻击 话音落下 楚云就见对方整个人宛如小型货车一般 朝着他横冲直撞而来 同一时间 他拳头上包裹的岩石也越来越厚 眨眼就有一口大铁锅那么大 这要是被打上一拳 恐怕不会好受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头皮发麻 这一拳 他们根本都没有抵挡的欲望 然而 楚云看到这一拳 却是舔了舔嘴唇 有些兴奋 他最喜欢的 就是硬碰硬网 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实力 到底到了哪一步 按照刚才裁判介绍的 对方是黄极七阶 而他现在是黄极五阶 但有着金门和气血之力的加持 楚云觉得自己 就算遇上黄极八阶的人 也可以一战 区区黄极七阶 那还不是一拳的事 煞世间 楚云的拳头 被一股浓厚的气血之力包裹 然后 他同样挥拳 朝着对方迎了上去 碰 沉闷的碰撞声 自比试台上传出 现场观众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第150章 第二个秘境开启 全国狩猎大赛即将开始 比试台上 一红一百两个拳头 碰撞在一起 看起来像是友好打招呼一般 但只有现场的观众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一股暴虐的拳风 自比试台上 朝着周边扩散而去 不少前排的观众 只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在这一瞬间站立了 如果这一拳是砸在他们身上 恐怕请客就会化成肉泥吧 所有人控制着不住地打了个寒颤 只觉得头皮发麻 而更恐怖的是 就在观众们还没来得及欢呼 比赛精彩的时候 轻微的咔嚓声响起 下一秒 前排的观众瞬间瞪大了双眼 只见台上白色的岩石拳头 开始出现了一丝丝裂缝 很快 蜘蛛网般的裂缝急速蔓延 巨大的岩石 眨眼间化为碎屑 朝着四处溅荡 再接着 观众们就看到一道人影 从鄙视台上倒飞了出去 前后发生的骤变 不过呼吸之间 看着到飞出去的石头哥 所有观众都震惊了 黄极七阶竟然被黄极五阶一拳秒了 这特别也太离谱了吧 不过想想 楚云一秒哥的称号 大家忽然觉得 也没什么不对了 片刻后 现场直接响起了波浪般的欢呼声 卧槽 一秒哥牛蛙 这他妈月两阶战斗 还是一拳秒 是不是太离谱了 牛逼 简直无敌 一秒哥 永远低神 一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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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云所有的粉丝都兴奋了 不停地挥舞着双手呐喊 台上 楚云深吸口气 眼底也是掩饰不住的 有些兴奋 刚才那一拳 虽然直接消耗了他三分之一的气血 但 对于那一拳的战斗力 楚云非常满意 如果开启死门的话 再加上九龙九象术 就算遇上圣级 说不定也可以斗上几招 不过 这个气血属性 是个大问题 看似一万很多 其实还不够放几次大招的 要是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气血属性越多 他可以使用的气血才越多 攻击才能越强 第一 宿主战斗胜利 获得气血加十 就在这时 楚云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只不过 只加了十点气血 让楚云有些郁闷 但总的来说 可以确定一件事 气血的增长方式 跟之前的四维增长方式 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之前是四维属性增加 如今全部换成了气血增加 也就是说 后续不管是刷秘境 还是狩猎凶兽 倒是有机会 继续扩大气血的 而楚云本身的实力 应该也算是 跟气血挂钩了 确认了气血的增长方式 楚云也是彻底放下了心 离开斗技场之后 楚云就去找怪物学院 其余人庆祝去了 时间过得飞快 眨眼大半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 楚云偶尔会跟着怪物学院 这些人接接任务 偶尔也会利用自己的时间 搜索上古体树舞者的相关信息 既然觉醒者 是从体树演变进化过来的 那肯定就会有相关的蛛丝马迹 而在楚云的不断坚持下 还真给他查到了一些信息 不过 这信息不是在什么正规渠道查到的 而是其中一次做任务的时候 偶然得到了一些记录 碰巧的是 记录上的内容 刚好是跟气血之力有关系 楚云看完信息之后 也对自己身上的气血之力 大概明白了不少 总的来说 楚云走的算是体树流 类似于没有觉醒天赋之前的 武者走的道路 但与此不同的是 楚云有着系统的辅助 要比普通的武者强大数倍 至于这气血之力 根据上面的记载内容 其实跟楚云之前的猜测 八九不离十 圣极之前 练体 圣极之后 练气血 武者突破圣极的首要条件 就是从断体 转移到练气血 但这种练法 极度危险 一个控制不好 可能就会暴体而亡 相较之下 天赋觉醒 却是安全了许多 觉醒者是先突破圣极 然后领悟对应技能 不过 这都跟楚云没关系了 有着系统的加持 楚云根本不需要担心暴体的问题 只是他有些好奇的是 秘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 为什么当初的大考 可以精准区分出来 自己是练体 又为什么上次的秘境 会给自己进行气血洗礼 秘境真的是自己形成的吗 还是说 其实从武者 过渡到觉醒者 不仅仅是因为异变 楚云觉得 这些事情 或许其实是有着某种关联 不过 现在这些都不是 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现在只需要考虑两件事 一件事两天后的 又一次秘境历练 另一件 就是即将开始的 全国狩猎大赛 如今 距离全国狩猎大赛 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但全国上下都已经开始 为这次大赛 做着不同的选拔了 根据往年的规则 每一年全国狩猎大赛 各个国家将会上报100个名额进行比赛 但华国有些例外 算是110个名额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就不得不提战神班了 因为战神班的特殊性 每年算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对于此 别的一些国家 也都是默认同意的 因为战神班的十个人里边 也有他们的人 至于那些不同意的小国家 不同意也没用 他们也没什么反抗的资本 这个时代 实力为王 谁的实力强 谁就拥有话语权 两天的时间一换过 这两天 即将进入秘境的20名学生 都没再出去执行任务 而是在学校调养自己的状态 争取以最好的状态 进入秘境 这次的秘境 只是一个小型秘境 而且 还是20人一起的秘境 奖励肯定没有上一个秘境分后 但哪怕是最差的秘境 从里边可以得到的好处 也比自己修炼半个月要快 关于这次秘境需要注意的点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虽然这次秘境不如上一次 但对你们来说 还是有着很大好处的 好了 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你们20个人一起进去吧 随着张玄林话音落下 众人点了点头 都是朝着秘境入口走了进去 第151章 什么叫狼狈为奸 我们这叫做臭味相投 眼前场景一转 一众人已经是来到了秘境之中 来之前 这秘境的信息 张玄林都已经告知众人了 所以 进入秘境 众人都很淡定 根本不慌 来到秘境中间一个很大的机台上 众人就这么等着秘境开始了 楚歌 这次就全交给你了 我们就躺平等着收奖励了 江皮 陈大力 林凡三人勾肩搭背 冲着楚云说道 这种多人秘境 只要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 就算是通关 所以 这一次 另外几个学生 都是沾了楚云的光 因为这群人里 最猛的就是楚云了 你们仨是什么时候 开始狼狈为奸呢 楚云翻了个白眼道 三人黑黑一笑 什么叫狼狈为奸 我们这叫做臭味相投 其余人文言嘴角都是一扯 神特么臭味相投 就在这时 秘境内响起了一道声音 闯关开始了 祭坛上忽然出现 一波长相各异的凶兽 把众人团团围住 不过 第一波凶兽很简单 林凡他们 其实都可以解决 就在楚云正准备出手的时候 林凡望着帝都大学 其余九人道 兄弟们 前边的关卡比较简单 我们先上 等后边再让楚歌他们上 我们冲压 说话的同时 林凡手中 直接出现一柄长枪 下一秒 林凡大步上前 手中的长枪 直接横抡出去 扑吃 顿时 正前方的凶兽 就被他瞬间秒杀了 至于其余的凶兽 也分别被其余学生秒杀 第一波 很轻松就过去了 嘿嘿 楚歌 你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还是可以挡一会儿的 林凡走到楚云面前 嘿嘿笑道 楚云点了点头 倒是也没有拒绝 刚好让他们刷刷凶兽也好 这样对实力成长也有好处 毕竟 这种机会 可只有秘境里才会出现 至于楚云他们一行人 这种凶兽 对他们已经没什么历练的作用了 他们等后边 再出手 也是一样的 毕竟是团队型秘境 这么分配正好 所有人都能参与 转眼 五波凶兽被消灭 除了林凡以外 其余人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如果放着他们自己来闯着秘境 恐怕也就止步第六波了 很快 第六波的凶兽出现 我靠 这么快就黄极了 林凡眼睛一瞪 直接撤退到楚云面前 楚歌 该你们上了 我倒是还能挺一挺 他们估计够呛了 行 剩下的我们来吧 楚云抬头看了一眼怪物学院其余人 其余人活动了一下身体 也都准备出手了 你们退后休息吧 接下来交给我们 楚云的声音响起 其余九人纷纷后退 黄极的凶兽 目前给他们的压迫感 还是太强了 下一刻 楚云直接爆发了气血之力 浑身瞬间被一层红色包围 同时 一股凌厉的气势 朝着周围的凶兽席卷去 煞时间 凶兽们眼底都涌上了一抹惊恐 这是来自他们内心本能的恐惧 他们能感觉到 眼前这个男人 实力很强 但这毕竟是闯关型秘境 凶兽虽然怕 却依然是疯了似的冲了上来 楚云见状直接出拳 哄 包裹着气血之力的权力 砸在空中 空间立马出现了 令人头皮发麻的裂缝 然后朝着凶兽急速蔓延 虽然大家没少见识过 楚云这一招 但这一次 他们依然被狠狠地震惊到了 这 就是黄极五阶的实力吗 林凡仪众人 全都瞪大了眼睛 脸上充斥着不可置信 大家都是同龄人 为什么人家 就能这样牛呢 怪物学院众人 同样是一脸诧异 他们能感觉到 楚云跟他们拉开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楚老六真是个变态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啊 楚蒙撇着嘴 忍不住嘀咕道 本来他可以吊打楚云的 现在却是只能看到 对方的背影 司徒镇 洛九幽等人 也是一样 他们也感觉到了 深深的压力 大家仅仅都是怪物 而楚云 就是个变态 众人愣神的时间 楚云已经一拳解决了 第六波所有的凶兽 握着长枪 正准备冲上去帮忙的林凡 愣在原地 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我靠 这就解决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 说好的 让我们趁机训练实战能力呢 你一拳秒杀了 我们还练个盗啊 接着 第七波凶兽出现 依然是一拳秒杀 第八波 还是秒杀 一直到第十波 楚云不出拳了 改用剑了 天地一剑 一声低贺 从楚云喉咙发出 接着 大家就看到 一柄金黄色大剑 从天而降 然后 哄 又一波凶兽 再次被秒杀 至此 整个秘境 已经是过了一半了 楚老六 你过分了呀 我们都还没动手呢 这个时候 楚蒙忍不住跳了出来 虽然躺平 并不影响他们的奖励 但这么好的对战机会 完全被楚云浪费了 可还行 楚云听到楚蒙的声音尴尬一笑 不好意思 打爽了 把你们忘记了 众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都是有些无语 接下来 几波你们先上吧 等后边 有更厉害的凶兽 我再上 楚云说了一句 就去后方休息了 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他也能恢复一点气血 司徒镇他们 好歹也是黄极二阶 马上接近三阶了 所以 应对这些凶兽 还是没问题的 直到第十五波的时候 出现的凶兽已经是黄极五阶了 他们就算再能越阶战斗 也开始有点吃力了 但还好 众人在默契的配合下 还是顺利解决了第十五波的凶兽 这一波结束 缓冲了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 第十六波的凶兽出现了 黄极六阶 只能交给楚老六了 楚蒙叹了口气 同时收起来了自己的契约灵 虽然他 可以做到数量碾压 但质量上 还是有着差距的 超过黄极五阶 算是黄极有一个大的提升 这中间的差距 已经不是数量可以弥补了 而与此同时 楚云也调整好了状态 活动了一下身体起来了 第152章 最后一层 圣极实力的巨龙 气血之力瞬间爆发 楚云浑身再次被红色包裹 但熟悉的人都知道 这并不是之前的小红人形态 这一层的凶兽 是一只半人半马的怪物 人马手中握着一柄长刀 神情淡漠 下一瞬 似乎是看出楚云做好了准备 那人马前提一台 他踏踏朝着楚云快速冲击 在即将接近楚云的时候 手中长刀挥舞 静止朝着楚云劈了下来 刷 金里长的长刀 带着剧烈的破空声迎面袭来 看得帝都大学 其余人都是一阵头皮发麻 这要是挨上一刀 怕不是直接就被劈成两半了吧 然而 楚云却是不闪不闭 直接右手握拳 朝着那长刀挥了上去 有着气血之力包裹 楚云根本不担心受到伤害 哄 一刀一拳在空中对碰 一股急剧威压的气势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帝都大学的几个学生 感受到这股气势 一个个全都表情呆滞 嘴巴张大 就连司徒正极人也都瞪大了眼睛 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 半晌后 姜皮吞了吞口水 忍不住惊叹道 感觉自从有了气血之力 楚哥现在更变态了呀 这就是体术的极致吗 果然练体术是没有错的 林凡眼神炙热 心中有着向往 其余人文言都是表情古怪的 朝着他看了过去 这孩子 有着顶级的SSS天赋 不好好练 怎么一天天老想练体术呢 不过 想把体术练成楚云那样 他们几个其实私下分析过 根本就不可能 楚云的体术造诣 已经超过那些 身体强化天赋的觉醒者 不知道几条街了 几人分心的同时 楚云已经开始了主动进攻 蕴含着气血之力的拳头 不停地砸在凶兽身上 砰砰砰砰砰 拳拳到肉 仅仅是凭借着最基础的力量 楚云就击败了皇级六阶的凶兽 战斗胜利之后 楚云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 气血属性的总上限 又有了小幅度的上涨 而刚才的输出 差不多消耗了 它十分之一的气血左右 如果直接爆发一千气血的一拳 恐怕不一定能直接解决这凶兽 经过无数次测试 楚云得到了一个结论 同样是消耗等量的气血 如果它能控制分批 依次消耗累积攻击 总的效果 会比一拳消耗那么多气血 要稍微强那么一点 当然 这也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 消耗气血少的同时 能够造成伤害 如果一拳下去 根本没办法对敌方造成伤害 那就算打再多拳 效果也不是很大 深吸口气 调整了一下状态 秘境已经是来到了十七关 这一关 凶兽的实力是黄极七阶 按照这个增长趋势 最后一关的凶兽 应该是圣极了 楚云的底牌 是死门和诸仙剑阵 所以 在最后一关之前 能不用就不用 至于这一关 靠着单纯的气血之力 已经不够了 楚云需要开启金门 随着金门开启 楚云身上瞬间出现一抹蓝色 红色的气血之力 结合蓝色的血液蒸汽 让此刻的楚云 看起来莫名的就酷炫了不少 真帅啊 帝都大学的学生 都有点羡慕到 这一层的凶兽 是一只巨大的甲虫 甲虫身上 冒着蓝色的火焰 应该是偏向火属性的 但从火焰的颜色来看 恐怕还有一些特殊效果 速战速决吧 金门开启之后 楚云只觉得 体内充满了力量 右手再次握拳 一阵噼里啪啦的关节声响起 随后 楚云一个瞬移 直接来到了空中 同时在气血之力的 包裹下使用了咒虎 一个巨大的红蓝色虎头 在楚云拳头上成性 接着直接朝着那甲虫抱势而去 哄 蓝色火焰甲虫 还没来得及出手 直接就被楚云一招秒了 其实放在外界的凶兽 这一招是秒不掉的 但这里毕竟是秘境 凶兽的实力看似七阶 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的缩减 接下来 楚云又分别秒杀了 十八层和十九层的凶兽 而此时 他的气血值只剩下一半了 嗡 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传来 最后一层的凶兽 也终于出现在了祭坛之上 竟然是一头龙 楚云神情一正 抬头看向了空中的巨龙 巨龙是西方龙的长相 后背仗着两只巨大翅膀 翅膀每山动一次 刮过来的进风 都能让众人感觉到 脸上活辣辣的疼 这就是圣级的凶兽吗 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影响空气中的灵气 浩强 我感觉他一个手指头 都能碾压我 别说一个手指头 我感觉他一个屁 你就没了 妈的 真是长见识了 这次秘境 就算什么奖励都没有 也赚了 是啊 要是没有楚云 我们根本见不到最后一关 身后众人都是一脸震惊 楚云能打得过吗 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 林雪小脸之上有着担心 圣级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了 楚蒙摇了摇头道 我们上去没用的 等级差得太多了 就看我哥的小红人形态 有没有用了 应该 没问题的吧 虽然这种秘境 能不能闯到最后一关 都会正常发放奖励 但越到最后 奖励肯定越丰厚 其实这次的秘境 比这上次的 还算是简单的了 当然 有着楚云这种变态的选手 多多少少 也让大家对难度 有了不一样的衡量标准 面对圣级的凶兽 楚云不敢拖大 全身的状态 已经彻底拉满 阴阳炼体术保护自身 诸仙剑阵主 攻击凶兽 当然 他自己也不能闲着 死门开启 同时气血之力再度爆发 身上仅剩的五千气血 直接消耗了四千 下一刻 楚云率先出击 先是九龙九象术 叠加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 秘境中的空气 瞬间炸裂 密密麻麻的裂缝 看得下方的其余人 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 这就是楚哥的杀招吗 破坏力感觉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太可怕了 我感觉我现在 可能根本挡不住楚云的一拳 你做梦呢 楚云已经黄疾武接了好吧 大肆的学长 来了都没用 一众人不停地议论着 然而 面对楚云这种暴力的攻击 对面那巨龙 只是口中突出一道火柱 只是瞬间 就瓦解了所有攻击 甚至连诸仙剑阵 都有了些许动摇 楚云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在身后众人的帮助下 才站住身形 楚云 你没事吧 众人关心道 楚云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但脸上的表情 却是再度凝重了不少 这巨龙 好像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 看来只能试试新的杀招了呀 第153章 气血之剑 死门 秒杀圣洁 再度大提升 气血之力 可以看作是一层另类的保护层 所以 把气血之力覆盖在身体上 可以增加身体的防御 如果把气血之力覆盖在拳头上 那就可以增加拳头的攻击 同理 如果能单独凝聚气血之力 就能释放出来更恐怖的攻击 但这么做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必须能熟练操控气血之力 很显然 现在的楚云 可以做到这一步 连续几个月的练习 如今 她对自身气血之力的掌握 早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手臂轻轻下垂 浑身的气血之力 全部朝着右臂汇聚 很快 楚云的右臂被浓浓的气血之力包裹 气血之力顺着手臂缓缓蔓延 最终在楚云手掌之上 延伸出一柄常见的形状 楚云缓缓抬头 心中同时低喝一声 死门 开 哄 一股更加强烈的气势陡然爆发 下一刻 楚云直接脚下一踏 整个人宛如炮弹一般爆射出去 瞬息之间 楚云就来到了那巨龙面前 旋即 他右手猛的一挥 由气血之力形成的血红长剑 瞬间划过巨龙的头颅 普通的刀剑 对这个级别的巨龙 并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就算是被气血之力包裹 或许也只能对巨龙造成皮外伤 但楚云这一剑 不但开启了死门叠加力量 同样使用了九龙九象术叠加攻击 总之 他几乎使用了自己所有可以用的手段 一剑下去 巨龙的头颅与神身体直接分离 巨龙的生命力骤然消散 很快就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而使出这一剑的楚云 也耗尽了浑身的力气和气血 煞时间 楚云整个人直接从空中重重 跌落在祭台之上 司徒阵等人见状 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楚云 你没事吧 灵雪是最着急的 眼中情泪 冲在第一个 楚云抬头笑了笑 我没事 就是有点虚脱 休息一下就好了 哇靠 楚哥你也太牛逼了吧 感觉现在的你 圣级一下无敌了呀 姜皮和灵凡冲过来对着楚云 就是一个大大的雄豹 陈大力也神色兴奋到 就算是圣级也能一换一 牛逼 你们三个行了 赶紧让楚云休息一下 洛九幽见状呵斥了一声 三人顿时老实了下来 与此同时 秘境里 也终于响起了通关的声音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光芒 从天而降 把所有的人锁定 楚云最为特殊 是一道血红的红色光柱 整个祭台上 二十名学生 就他的最显眼 这种秘境 其实总体来说难度不高 不然楚云一个人 也解决不了最后的凶兽 所以 相对来说 奖励也会稍微低一点 一般都是灵气提升之类的 而楚云没有任何意外的 是气血提升 今天击杀的凶兽 仅仅给他带来了几百点气血提升 相较于一万点 还是太少了 顶多也就是 以后他能多轰出去几拳 遇到同级的对手 倒也算是有点提升 如果遇到高阶的 这几拳只能说是可有可无 WONG 一阵奇异的波动 自光芒之中传开 每个人体内的灵气 都开始缓缓进入提升状态 楚云的气血之力 同样在缓缓提升 加500 加1000 加1500 加2000 加3000 加4000 一直到EW65的时候 才算是缓缓定格下来 气血提升之后 精神属性也开始同步提升 从8000多开始提升 8100 8200 8300 8400 一直到8500点左右的时候 同样停了下来 相对于气血 精神的提升似乎少了许多 但楚云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精神提升的概念跟气血 完全是两码事 比如 楚云发动幻术 需要消耗精神力量 但发动一次 其实也就消耗300-500点 提升500点 楚云已经可以多发动一次幻术了 除此之外 楚云现在还可以使用精神攻击 直接攻击对方的大脑 如果对方不注意 一次冲击下去 或许就变成痴呆了 而发动这种攻击 楚云只需要消耗200点精神就可以 当然 消耗的精神越多 威力也就越大 总之 500点精神的提升 也不算少了 半个小时后 楚云第一个从祭坛上起身 他的奖励已经结束了 这次没有任何技能奖励 只有气血 以及精神提升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几个 应该只有灵气提升 就是不知道这次之后 他们能不能再提升 一个阶段了 打开属性面板 宿主 楚云 等级 黄级五阶 气血 一万五千 精神 八千五百 道具 王拳剑 诸仙剑 技能 八门盾甲 开门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颈门 金门 死门 熟练度100% 海军六世 熟练度100% 平平无奇的一拳 熟练度92% 无想的一剑 熟练度80% 天地一剑 熟练度69% 凌波微步 熟练度73% 无线阅读 阅读 熟练度70% 剑术精通 熟练度59% 飞雷神 熟练度55% 闪光梯 熟练度59% 九转阴阳链体术 熟练度20% 九龙九像术 熟练度18% 附加属性 武装色霸气 提高自身防御力和攻击力 剑纹色霸气 提高五感的敏锐程度 顺移可在30米内自由移动 振动之力 出拳时可引起天空 大地 海洋等周边的振动 大幅度 王拳剑翼 增加对凶兽的伤害 剑神领域 领域范围内 剑术伤害大幅度增加 当前范围50米 死门持续时间40秒 死门完全踢时间40秒 死门无伤冷却时间48小时 相较于之前的面板 气血和精神有了正常增长 技能熟练度也是跟之前一样 只要击杀凶兽 或者打败对手 再或者不停的训练 都会有相应的提升 而最让楚云惊讶的就是 死门的完全体时间 之前是根据耐力的不断提升 身体得到强化 死门的时间就会得到更新 自从上次思维变成气血之力之后 楚云还有点担心 这个属性不会再变化了 现在看来 这些限制同样跟气血挂钩 只要气血不断提升 限制就会逐渐被打开 与此同时 就在楚云起身没多久之后 司徒镇那边最先有了动静 只见一股浓郁到实质的灵气漩涡 在他的头顶缓形成 宛如灵力风暴一样 过了一会儿之后 所有的灵气一股脑 全部朝着司徒镇的身体钻了进去 看到这副场景 楚云忍不住眼睛一亮 司徒学长 这是要突破了 第154章 全国狩猎大赛开始 在楚云三人没去怪物学院之前 司徒镇的实力 其实一直是众人之中最领先的 虽然他的某些过往 导致他修为退后了不少 但如今 一众人前后刷了不少 秘境之后 实力其实都在疯狂飙升 要不然 仅凭他们一年的基础训练 想要连破几个级别 根本是不可能的 别忘了 当初怪物学院设定的毕业条件 就是达到王级八街 因为当时王德发 根本没有考虑秘境的情况 但也正是因为那样 让他们几个老学员 都打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所以 现在刷起来秘境 只能说是事半功倍 再加上每次秘境 都有着楚云这个变态在 奖励总能拉到最满 这才导致大家升级跟喝水一样 哄 灵气风暴 在司徒镇的头顶 形成了一柄灵气巨剑的模样 随后缓缓和司徒镇合二为一 最后全部涌入司徒镇的体内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气势 陡然从司徒镇身上爆发开来 不过 这股气势 并没有影响到旁边的众人 楚云猜测 这应该是秘境之内的做的限制 片刻后 司徒镇睁开双眼 脸上有着一抹星系 他竟然直接突破黄极四阶了 恭喜啊 司徒学长 又突破了 楚云笑名你说道 司徒镇道 多亏你了 不过咱们之中 还是你最怪物 虽然楚云这次 没有突破大的等级 但站在楚云身边 司徒镇能明显感觉到 楚云又变强了 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其余人也都终于有了反应 运气不错 怪物学院的几人青一色 全部都突破了 现在除了楚云 是黄极五阶到六阶中间之外 司徒镇是黄极四阶 其余人青一色 黄极三阶 虽然比着全国狩猎大赛的人均实力要低 但别忘了 这几个可都是怪物 能够越级战斗的存在 就算对上黄极五阶 也完全不虚对方 尽管能参加全国狩猎大赛的人 也都是各个学校的天才 但天才跟怪物 终究是有着差距的 要说能打的 或许还得是战神班吧 就是不知道 这一次战神班会是什么人参加 反正之前那些 是彻底在怪物学院面前 把战神班的人丢完了 不过 除了华国的人 这次还会有别的国家参加 老实说 楚云还没见过别的国家的觉醒者 难不成西方的都是牧师 骑士 龙之类的 小樱花都是忍树之类的 哦不对 准确来说 也见过一次 帝都大学的转校生 泡菜国小公主 想想对方的能力 楚云忽然也没什么期待了 看来天赋觉醒是全球性的 跟地狱并没有什么关系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 所有人都完成了灵气洗礼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表情 秘境的大提升 正是他们报考名校所求的 只有上了好的学校 才能拥有进入秘境的名额 要不然 全靠自己去野外碰秘境 恐怕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有人都集合之后 一众人就离开了秘境 张玄灵和王德发几人 都在秘境外等着 见几人出来 第一时间就打量起来了几人的实力 哈哈 好 都有提升 这次的全国狩猎大赛 更有把握了 张玄灵忍不住开怀大笑 脸上的褶子皱得跟朵菊花似的 王德发也是一脸欣喜 如今看到自己调教的孩子 能有这个水平 他这个当校长的 自然也是脸上有光 什么 你说提升都是秘境给的 要是没有王德发给他们打下的底子 没有王德发的人脉 他们上哪找这些秘境啊 再说了 这些人可都是王德发最先发现的 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证明他的眼光是多么的毒辣了 一众人离开秘境入口 重新回到了帝都大学 跟上次一样 了解了一下每个人的具体提升后 张玄灵作东又是请所有人大吃了一顿 之后就自由活动了 不过 眼下距离全国狩猎大赛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网络上也开始出现各种消息预告了 毕竟 每个学校的名单早在半个月前就递交上去了 这可是四年一次的盛世 在社会上都是有着不少关注度的 哪怕是普通人 也年年盼着这种盛会 所以 这半个月的时间 对于怪物学院众人来说 最好就是老实训练 稳步前进 巩固修为 毕竟刚提升一个等级 体内的灵力有所增加 还是需要适应一下的 半个月的时间一晃过 全国狩猎大赛的消息 已经铺天盖地地撒开了 现在但凡打开手机 第一眼看到的 绝对不是扭夸的小姐姐 而是关于全国狩猎大赛的选手名单 以及各种信息介绍 好家伙 今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实力有点强啊 实力最强的 竟然是黄极七阶 可惜不是我们华国的人 我们华国也不错了 有战神班在 其余人都是垃圾好吧 拉倒吧 我听说今年有一支黑马队伍 一点都不比战神班差 黑马队伍 我怎么没听说过 看到帝都大学的名单了没 其实这些人都是临时 转到帝都大学的 他们的前身是什么怪物学院 反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校 但可别看不起这个小学校 他们可是虐过好几次战神班的人呢 哦对对对 这个楚云我有印象 新生交流赛上 好像一个人暴打了整个战神班 我也听说了 有点猛啊 看着网络上的高度 类似水军的发言 楚云一众人 都觉得脑瓜子嗡嗡响 不用脑子都知道 这事儿 跟他们亲爱的校长王德发 脱不了关系 不过 这都不重要 反正这次比赛之后 怪物学院也会彻底出名 现在就算是提前造势了吧 转眼又是两天过去 今天就是全国狩猎大赛 开始的日子了 这次的大赛 会同步在网络上直播 所以 不少普通人也都准备好瓜果饮料 守在电脑面前了 至于直播用的手段 全城市觉醒者用能力控制 可比普通的直播设备好用多了 一大早 楚云一行人 在张玄林的带领下 来到了帝都大学的一个传送阵面前 走吧 利用这个传送阵 就可以直接到达地方了 第155章 新的规则 没有伤害限制 眼前画面一转 众人只感觉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本来的帝都 明明是寒冬腊圆 这里 却是阳光明媚 和风叙叙 让人忍不住一阵心旷身衣 我们这事 近了秘境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不由得转头 看向了张玄林 张玄林笑着解释道 你们可以理解为跟秘境一样 是单独的一空间 这里其实是各个国家的空间系强者 联手打造的一个独立空间 楚云一行人文言 脸上都是一惊 竟然是空间系的觉醒者 单独打造的 这得多强的实力 才能做到这一步 想想陈大力那种空白的小空间 跟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校长 我以后也能开辟这样的空间吗 陈大力心头一阵火热 眼中有着向往道 如果自己能开辟出来一方世界 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 到时候 整几个妹子 整一些阳光沙滩 嘖嘖 陈大力已经忍不住 赶紧快进到以后的幸福生活了 甚至 她还可以收费 让人来旅游 都是商机啊 张玄林看着她的样子 忍不住笑着说道 光是空间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其余各种 细的觉醒者配合 别看我们这边阳光明媚的 别的地域 指不定是什么环境呢 总之 全国狩猎大赛的区域很大 走吧 先带你们去会场集合 等正式开始了 你们才会进入 真正的狩猎之地 希望你们运气能好一点 别一开始就是很恶劣的环境 众人点了点头 心中不禁有了一些期待 全国狩猎大赛 不愧是被誉为 四年一次的矿石大赛 这排面 果然不是什么普通的训练营可以比的 网络上的观众们 看到这一幕 也都是惊叹个不停 虽然他们知道 这种巨大的空间 是觉醒者联合创造的 但每次见到 还是会忍不住震惊 半个小时后 张玄林带着楚云一行人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会场之上 这里的布局 楚云他们倒是熟悉 跟当初训练营的操场差不多 就是一个足以容纳上万人的空旷场地而已 一行人刚走进来 就有不少视线转头看了过来 有魔都大学的 也有中都大学的 还有北梁大学的等等 当然 同样还有战神班的 他们算是华国比较特殊的一个队伍 因为队伍之中 不但有华国人 还有其余国家的人 除此之外 还有别国的参赛者 也都看了过来 眼中有着好奇 这些人 光是看肤色和体貌特征 就知道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我去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 真热闹啊 江皮和陈大力 两人像 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忍不住感慨到 忽然 两人盯着一个方向 火热地议论了起来 大力 快看那黑色皮肤的妹子 真不戳啊 泽泽 那边那个白色皮肤的也不错 应该是大英国的人吧 不戳不戳真不戳 不知道后边能不能对上 到时候 我们可得落手催花了呀 听着两人的议论 洛九悠 楚蒙 林雪三人都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哼 男人 楚云则是直勾勾盯着战神班那些人 因为对方的目光 也一直锁定着他们 忽然 战神班领头那人 冲着楚云比了一个手势 楚云微微一笑 双手抬起 同样比了回去 除此之外 江皮和陈大力看到之后 也是立马加入其中 狠狠鄙视了对方一阵 哼 一群黄籍三接的废物 也赶来参加全国狩猎大赛 战神班为首那人冷笑出声 旁边的人也吃笑一声 道 帝都大学的校长 脑子真是被驴踢了 希望我们能第一波遇到他们 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残酷 嘿嘿 战神班的其余几人 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眼中都是露出了一丝嗜血的光芒 全都是不认识的 好像一个熟悉的面孔 都没有 当一众人站到指定位置之后 楚蒙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张玄灵笑道 能来参加比赛的 都是学校里最强的战力 甚至还有延迟毕业的学生 就为了这比赛 你们之前见过脸熟的 几乎都是大一的学生 当然不会有熟悉的 众人文言神色都是一正 竟然还有为了比赛延迟毕业的 按照理论来说 比赛四年一次 不管哪一年上大学 其实都有机会参加 当然 想要赶上自己大四的时候参加 那就需要一些运气了 毕竟 每个人的巅峰战力 都是会随着年龄增长的 行了 你们先在这等着吧 我去会会那些老朋友 说完 张玄灵就直接离开了会场 去了另外一个场地 那里站着的 都是各个学校的校长 楚云他们来的时间 算是刚好 不算早也不算晚 他们到了之后 陆陆续续又有不少队伍 从外边赶来 有国内的队伍 也有国外的队伍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所有的队伍终于都到齐了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 忽然传来了一道 红亮的声音 众人下意识抬头望向天空 却是什么都没看到 然而 下一秒 大家却发现 声音的来源 又变成了会场前方的 一个台子上 转头一看 会场上的所有学员 都忍不住眼神一宁 好快的速度 只见本来空无一人的台子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好几个老者 这些老者 同样有华国的 也有国外的 至于实力 完全不是他们这些 黄级的小家伙 能揣摩透的 台上中间那老者 开口说道 首先 恭喜你们通过重重选拔 可以来参加 这一届的全国狩猎大赛 接下来 我先宣布一下 比赛的规则 每一年的比赛规则 其实都一样 来之前 各个校长 几乎都跟学生交代过 不过 流程该走还是要走 十几分钟后 老者十分精简地 说完规则 然后补充道 除此之外 今年还多了一些新的规则 希望你们都认真记下来 第一 今年的比赛 没有伤害限制 也就是说 你们一个不留神 可能会丢掉信念 哗 这第一条消息一出 现场的学员 瞬间爆发出了 一阵阵议论声 同样 各所学校的校长 也都是一脸惊恶 表情呆滞 疯了吧 竟然允许杀人 办赏后 一众人才震惊开口 第156章 开局王炸 上来就是一本秘籍 会场上的所有参赛者 哗然一片 除了极少数人 嘴角露出嗜血的笑容之外 其余人脸上 更多的都是惊恶 全国狩猎大赛 举行了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 出现这种规则 疯了吧 没有伤害限制 岂不是说明 这些学生可能会死亡 往年哪怕遇到强力的凶兽 出现生命危机的时候 也可以离开 今年是没有后路了呀 凶兽倒是次要的 学员之间的竞争 才是最危险的吧 这什么情况啊 要是一个弄不好 可是会死人的 不就是一个比赛吗 有必要弄得这血腥吗 是啊 今年到底怎么回事啊 除了现场的学员们议论 整个网络也是一阵沸腾 这次的新规则 明显打破了人们的认知 好好一场比赛 竟然出现了生命危机 这让普通人都无法理解 楚云几人脸上 也都有些惊恶 他们是第一次参加 全国狩猎大赛 但以往的大赛 他们也都有印象 似乎并没有这么残酷 这是打算养骨了呀 楚云倾笑一声说道 真不知道 我们算运气好还是坏 说话间 楚云瞥了一眼战神般的人 正好 对方也正好看着他们 见楚云望过来 对方抬起手 在脖子的位置 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其中的威胁 已经不言而喻了 肃静 台上的老者 忽然大喝一声 现场的议论 顿时停止了下来 随后 只听他继续说道 如果有害怕的学生 现在可以退出比赛 老者这话一出 现场鸦雀无声 为了这四年一度的 全国狩猎大赛 这群人都花费了不少时间 和努力去准备 不光是为了荣誉 更是为了其中的机遇 全国狩猎大赛 可不仅仅是 一个普通的比赛 先不说能不能获得冠军 但凡能在比赛中 存活到后半段 那得到的好处 完全顶得上一年的苦修 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学生 都对全国狩猎大赛 趋之若鹜的原因 如果能获得冠军 那可以得到的好处 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既然没人退出 那我就继续宣布 剩下的规则 差不多又花了 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老者终于说完了 所有的规则 相较于之前宣布的规则 后半段这些新规则 明显才是重点 不过 虽然每一条新规则 都彰显着这次的大赛 可能会丢掉性命 但其中的好处 却让所有学员的眼睛 都红了起来 相较于之前的比赛 今年的比赛 既然一开局 就是王炸 根据最新规则 等比赛一开始 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到 一片地域 但比赛并不是立马开始 而是在十天之后正式开始 至于这十天之内的安排 则是需要选手 在这片地域内存活十天 当然 这十天内选手 也可以原地休息 不过 第二天的时候 地域内会被随机 投放一本秘籍 这种秘籍 并不是固定的秘籍 不同的人拿到之后 会根据自身天赋 演化出最适合 那种天赋的技能 对于每一个大等级 才能觉醒一个 本命天赋技能的 觉醒者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机遇 我靠 这东西这么神奇的吗 竟然能根据天赋 觉醒新的技能 怪物学院 众人都是满脸震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 望着广场上 窃窃私语的其余参赛者 楚云开口说道 其余人 好像也都不知道 今年的大赛 有点意思 半赏后 待广场上重新安静下来 台上的老者继续开口说道 我宣布 现在 比赛开始 老者话音落下 只见无数道流光从天而降 分别落在了所有参赛学员身上 而后 只见每个人手腕上 都出现了一枚印章 下一刻 广场上的所有学员 瞬间消失不见 已然是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区域之中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原本的会场上 开始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投影 而投影之中的画面 赫然就是每个学校对应的画面 张玄林很快锁定了 帝都大学对应的投影 只见处于一行人 正站在一处森林之中 张玄林松了口气 运气不错 起码不是什么环境恶劣的地方 说完 张玄林转头扫了一眼 其余投影 当他看到国外一些学校 所在的位置之后 顿时忍不住幸灾乐祸了起来 这群孩子难了 在沙漠和沼泽待十天 可没那么容易 很显然 国外的运气 似乎不太好 不过这一切都是随机的 倒是没什么黑幕在里边 外界 无数观众看到这一幕 也都第一时间 找到了自己支持的学校 所在的画面 阿西巴 凭什么我们炮菜国的环境 这么恶劣啊 巴打雅鲁 我们樱花国的学生 为什么一开始 就是地狱难度 黑幕 黑幕 这绝对是黑幕 黑你妹的黑幕 这玩意儿全是随机 黑个得 我们华国的选手 运气还不错 只有两个学校的环境 比较恶劣 也就十天的时间 十天之后 就可以随便走动了 不知道这十天之内 会不会有学生 直接被淘汰啊 无数观众 都在发着弹幕议论 全国狩猎大赛 也算是彻底 拉开了序幕 运气不错 看来我们这边的环境 很舒服啊 楚云望着四周 郁郁葱葱的树林 笑着开口说道 林雪开口说道 按照规则 这十天 我们自由活动 明天才会出现 那个什么秘籍 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啊 下意识的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楚云 楚云拖着下巴思考了片刻 开口说道 先随便逛逛了解一下环境吧 既然说是随机出现 我们必须 要了解周围的环境 不然明天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跑 效率可就太低了 目前还不清楚 这周围会不会有凶兽 所以 我们先抱团一起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便抱团四处探索了起来 其余学校 也都差不多一样 第一反应 就是先摸清周围的环境 当然 也有点背得选手 刚走没两步 就遇上了凶兽 而且还是黄极七阶的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 他们团队的实力 第157章 悲催的泡菜和小樱花 好像到边缘了 楚云望着眼前的屏障 有些呆愣地说道 其余人也是一脸惊愕地围了上来 不是吧 这么快就到区域边缘了 不过 这么一来也是好事 区域小 到时候寻找秘籍的时候 就好找了许多 这么好的机缘 如果因为位置太大 十天之内都没找到秘籍 那可就血亏了 真是奇怪 我们这一路上 好像都没遇到凶兽 未免也太顺了吧 骆九幽忽然开口说道 其余人闻言都是一阵 天湖开局 一切安全 这似乎确实有点反常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众人心里不由的 都多了一丝警惕 他们可不觉得 允许杀人的全国狩猎大赛 能如此安稳地度过 接下来的时间 众人一边熟悉地形 一边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们依然没有遇到什么凶兽 但众人却发现了一个离谱的事实 合着我们落地的地点 不是区域中心啊 怪不得那么快就到头了 楚云忍不住吐槽道 这么一来 明天秘籍到底会降落在哪个地方 就不好说了 没事 大不了让楚蒙姐的疾风鹰带着我们飞一圈呗 十天时间总能找到的 江皮和陈大力倒是觉得无所谓 就算除去开局第一天的时间 也有九天的时间让他们寻找秘籍呢 九天总不能连一个人造的区域都逛不过来吧 或许 我们有点小瞧这区域的大小了 楚云倒是觉得不太乐观 他皱眉到 不过现在还是随便熟悉熟悉吧 总之 明天就看运气 怎么样了 虽然只要九天之内找到秘籍 就能获得专属觉醒技能 但早一天遇到 就能多一天的时间熟悉技能 这十天的时间 将会是参赛的这么多学校 拉开差距的第一个时间点 听完楚云的分析 众人的心情也是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觉醒技能跟自己依据天赋开发的小技能不同 两者的作用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觉醒技能熟练之后 自身的实力可是会发生质变的 如果能早九天熟悉技能 确实能为团队提升不少战斗力 而如果每个技能之间 还能相互配合的话 那将会使整个团队发生质变 就在楚云一行人 探索着自己那片区域的时候 别的选手所在的区域 也都热闹非凡 不过 他们可没有楚云一行人 这么好的运气了 先说泡菜国这边 此时 他们的区域正下着瓢泼大雨 天空中时不时还电闪雷鸣 阿西吧 这什么鬼天气啊 不是说前十天自由活动吗 这鬼天气 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 我们总不能淋十天雨吧 天上还时不时打雷 还有完美娃啊 几人刚骂骂咧咧吐槽完 轰隆隆 空中又开始了电闪雷鸣 忽然 一道胳膊粗细的雷光 直接劈在了一众人面前 轰 顿时 众人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的边缘泛着一层焦黑 属实是有点外焦里嫩了 阿这 泡菜国一众人 眼神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 队伍里连一个敢说话的都没了 他们生怕自己再多说一句 下一秒雷就劈在自己身上了 小樱花国这边 相较于泡菜国的电闪雷鸣 他们这边就舒服多了 属于是阳光明媚类型的 但这个阳光 似乎有点过分的明媚了 只见樱花国一行人 正处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之中 四周望去 全是黄沙一片 太阳高高挂在空中 把空气都照射得有些灼热 此时的樱花国众人 只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一口下去跟争桑拿似的 辣嗓子 八个牙露 我们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这种情况下去 怕不是还没开始比赛 我们就渴死了 几人话音落下 齐齐转头看向了队伍里的一个女生 波多野水 快使用你的天赋 给我们来点水喝一下 被点名的女生苦着脸道 高乔军 这里的阳光太克制得我的天赋了 我觉得我应该省着点灵气 不然等十天之后 遇到对手 我们就麻烦了 而且我的水系天赋带有腐蚀效果 你们也没办法喝啊 八尬 听完女孩说的 高乔川只能气得无能狂目 可抬头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 她就瞬间没了精神 接下来的十天可怎么过吧 走 我们务必赶紧找到一片水源 这次比赛 我们大樱花帝国绝对不能输 诸如此类的画面出现在各个区域中 参赛选手看不到别的选手所在的区域 条件如何 但观众们却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通过不同的画面 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不同选手所处的地域环境 要说环境最好的 还算不上是处云他们的 而是中都大学参赛的选手们 不过也就是过于舒适的条件 让他们有点掉以轻心了 这可能会对后边的进程 埋下一些不好的伏笔 而运气最差的 其实也并不是櫻花国和泡菜国 而是冰火国的队员 他们国家一共参赛了三支队伍 三支队伍 全部都分配到了恶劣的环境不说 而且还都是一进去就遭遇到了凶兽 更离谱的是 他们所遭遇的凶兽 还都是比他们团队等级都要高的 所以 比赛刚过半天 冰火国的队员就折损了一半 这对于他们国家来说 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 但比赛规则如此 哪怕他们的负责人很生气 却也无可奈何 第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 第一天一共淘汰了上百人 其中有半数 都是永远死在了秘境之中 这让观看直播的普通人 一时间都有些感慨 看似简单的前十天 没想到第一天就淘汰了这么多 今年的全国狩猎大赛 明明没有往年节奏快 但淘汰率真是惊人啊 等着看吧 今天才是重头戏 根据昨天的情况来看 今天那个什么秘境 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 让选手们得到 话是这么说 但是这是不是有点太血腥了 血腥是血腥了点 但抢夺的可是国际资源 不争不抢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拿到手 哎 总之 还是希望今天不要死那么多人吧 从官方的直播看到死亡 心里一时间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嘿嘿 反正死的都是国外的 我们慌什么 只要我们的人没事不就行了 网络上众说云云 不过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相较于网络上的讨论 大家还是更期待 今天的比赛会如何进行 与此同时 所有的参赛选手 也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力 静静等待着密集的降落 忽然 一道声音响起 引起了所有选手的主意 所有选手请注意 每个区域的密集 已经成功发放 各位选手 可自行寻找密集 另外 九天后将会撤销区域限制 开始真正的比赛 请各位选手 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158张 密集刷脸 逆天运气 听到这道声音 所有参赛选手 全都睁开了双眸 眼中放着金光 下一刻 这些人瞬间化作无数道流光 朝着自己所在的区域内的不同方向 闪略而去 哪怕是昨天受尽折磨 或者有队友死亡的队伍 在这一刻 脸庞之上也都露出了笑容 哈哈 密集来了 大家打起精神来 就算我们这次比赛得不到名次 多觉醒一个技能 也是不错的机缘了 花音落下 这部分人也都迫不及待地 去寻找自己所在区域的密集 所有参赛选手之中 有的队伍选择结伴型 以防有什么危险出现 而有的队伍则是选择分开寻找 这样能扩大搜索面积 最快高效地找到密集 至于楚云一众人这边 则是大眼瞪小眼地 看着眼前的一道金光 我去 不是吧 直接刷脸 楚云眼睛瞪得滚圆 一脸不可置信道 啊 这 其余人也都是表情古怪 他们的运气 似乎有点好的过头了 所在的环境很好不说 密集竟然还直接刷脸了 这谁能想到就在几分钟前 他们还在考虑 到底是结伴型 还是分开去找呢 最终 一众人的计划是第一天结伴 如果找不到 再分开去找 主要是楚云觉得 周围的环境没那么简单 真要是这么简单地度过前十天 那这比赛也太轻松了点 可谁知道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就停在了几人的面前 也就有了刚才的一幕 网络上正观看直播的普通观众 看到这一幕也都纷纷发着弹幕 一轮了起来 我去 帝都大学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哈哈 直接刷脸 天佑我华国啊 无敌无敌 今年的比赛 天选之子出在我们华国吗 可惜了 要是战神班有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 帝都大学这几个人 实力可是所有参赛选手里面最低的 楼上的老哥一看就没做功课吧 这几个人可不简单忧 张玄霖同样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一幕 他也没想到处云他们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 不过 这是好事 越是早一点觉醒新技能 熟练度掌握的也就越高 看来 这一次 天平真的是向着我们帝都大学倾斜了 你们几个小鬼 可别让我失望啊 张玄霖喃喃自语一声 随后便把视线看向了别的屏幕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自己学生这边 不用操心了 自然要看看 对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张玄霖最先关注的 是战神班的情况 战神班运气不错 金光锁在位置 就距离他们不远 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找到 但一天之内 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其余华国的几所学校 位置也都还算可以 只有中都大学 似乎用完了昨天的好运 今天他们的密集位置 刷得不是很理想 而且 几人今天寻找的方向 还完全是相反的 恐怕是要多浪费一些时间了 糊涂 糊涂啊 这群孩子怎么能一起向一个方向 进行大距离移动吗 中都大学的校长 不停地哀声叹气道 张玄霖没顾地上去安慰对方 而是把目光 转移到别的几个学校身上 樱花国那边依然点背 环境本身就不好不说 密集刷的位置还很远 按照他们目前前进的速度 恐怕第七天 第八天的时候 才能遇到密集 炮菜国运气倒是好了不少 虽然距离也不近 但他们前进的方向是对的 估计两天之内 就能遇到密集 赛场密境内 楚云一行人并没有震惊太长时间 既然密集刷脸 那自然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了 回过神 楚云第一个朝着金光走了上去 抬手触摸了一下那金光 只见一缕金光从其中延伸出来 缓缓笼罩了楚云整个人 其余人见状 也都纷纷上前伸手触摸了一下 一缕又一缕的金光出现 同样把其余人也包裹了起来 就在金光包裹身体之后 一股晦涩难懂的信息 忽然出现在众人的脑海之中 但很快 这股信息又仿佛是与生俱来一样 很快就被楚云一众人消化掉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楚云一行人陆续睁开了双眼 每个人脸上都有着欣喜 因为 他们现在又掌握了一种 自己天赋对应的强大技能 以前想要掌握这种技能 可是要等突破大等级才可以呢 现在却突破了这种限制 直接就掌握了 怪不对所有学生 都想要参加全国狩猎大赛 这里边的机遇 实在是太逆天了 你们都掌握了什么技能 陈大力第一个开口问道 姜皮激动道 我的是可以继承七约零百分之二十的实力 我靠 这么变态的 众人都是一脸震惊地忘了过来 要知道 玉兽天赋本身后期就属于一个Bug天赋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觉醒者本身的实力可能比较弱 现在好了 姜皮直接弥补了这个缺点 我的也是 不过我是百分之五十 楚蒙接着姜皮之后说道 众人更加震惊地忘了过来 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过分变态了 不当然了是吧 继两人之后 其余人也都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能力 不过 相较于姜皮和楚蒙 其余人的能力反而都比较正常了 基本上都是对应天赋的更强力攻击手段 其实也不能说姜皮和楚蒙不正常 只能说 两人奖励的能力是最适合自己的 最后 所有人转头看向了楚云 按照以往的经验 楚云的能力应该跟他们不一样才对 见大家都看着自己 楚云表情古怪道 我的其实一般般 嗯 有多一般 众人眉头一挑 都是有些意外 以往每次都是楚云的奖励最变态 难道这次风水轮流转了 我的奖励的是一种声波攻击能力 声波攻击 众人听完都是一脸疑惑 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确实有点一般 不过 楚云又接着说道 不过这个声波攻击又带了点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众人再次忘了过来 楚云说道 这种声波攻击可以附带攻击灵魂的效果 什么 可以攻击灵魂的声波攻击 所有人听完瞬间瞪大眼睛 陷入了震惊之中 自带声波攻击掩饰的灵魂攻击 这简直是偷袭必备啊 第159章 这就是降维打击啊 等级弱可不等于实力弱 互相了解完新天赋技能之后 众人还没来得及欣喜 忽然 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 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好像有大批凶兽来了 楚云率先开口说道 有着剑纹色霸气的感知 他能很清晰地感觉到附近正有大批的凶兽包围过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群凶兽好像就是奔着我们来的 楚蒙问道 他的幻蝶不但可以制造幻境 同样可以用来侦查 同样 疾风鹰也早就被楚蒙早早放了出去 查看周围的环境 现在通过疾风鹰传递回来的信息 楚蒙也能感知到周围的凶兽 之前好几天都没凶兽影子 现在突然有了 他们不会是奔着这秘籍来的吧 林雪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其余人听完这话都是愣了一下 倒是还真有这种可能 毕竟 这全国狩猎大赛可不是平白无故发善心的机构 而是一场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历练 楚云摸着下巴思索片刻 开口道 大力先开辟空间 我们进去躲一躲 等摸清具体情况再说 行 陈大力没有墨迹 玄疾直接使用自己的天赋 开辟出了一片空间 当然 跟他们目前所在的区域空间肯定没法比 但容纳下他们几个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众识人闪身走进空间 周围顿时恢复了平静 很快 大批的凶兽从周边包围了过来 这些凶兽形态各异 种族不同 但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全在黄疾三阶以上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参加全国狩猎大赛的人 都是黄疾五阶的学生了 实力在低一点的进来之后 根本不够这里的凶兽塞牙缝的 更别说遇到强大的对手了 也只有被抢的份 此时 这些凶兽眼中都有着迷茫 不停地打量着四周 刚才他们明明赶 应到这里有人的 现在过来怎么又没有了呢 其中一头巨大的蜘蛛盘在空中 对着某个位置 看个不停 奇怪的是 这蜘蛛额头 竟然还有一个眼睛 我去 这蜘蛛 不会发现我们了吧 楚云一行人 神经紧绷 随时做好了 开溜的准备 倒不是他们 怕了这一群黄疾三阶的凶兽 主要是还不清楚 到底什么情况呢 盲目的战斗 可不是明智之选 毕竟 这次的全国狩猎大赛 可不是一两天就结束的 而是一场持久战 差不多过了十几分钟后 这群凶兽 似乎找不到什么踪迹 便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等凶兽彻底走后 楚云一行人 这才放心下来 不过 他们倒是没有第一时间 从空间出来 而是在空间内商议着什么 楚云分析道 看来这凶兽 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验了 不过 也算是一个提升实力的机会 拿到密集之后 熟悉技能 肯定要有凶兽磨练 最开始没有凶兽 可能真的是我们运气好 也可能是凶兽都没出来 总之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我们的方向 就是抓紧时间 掌握新技能 这可是提升实力的大好机会 说不定这些凶兽 就是外边那些人送过来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我们在这空间内 躲不了太久 就在楚云一行人 冷静分析的时候 外界 观看直播的观众 全都沸腾了 楚云一行人 作为密集刷脸的信任 自然是第一个 就被所有人关注到了 当大家看到 是一支最弱的队伍 拥有这么好的运气 国内的人自然是恶德 何不拢嘴 歪国人都破口大骂了起来 不过 很快 反转就出现了 主办方见楚云 他们吸收完密集 信息之后 第一时间 就控制传送阵 把一个空间的凶兽 宣布传送了过来 普通观众 看到这一幕之后 破口大骂的人 自然换成了国内的人 何不拢嘴的 则是那些歪国人 但说到底 这都是比赛的规则 其实没什么黑幕存在 一切 全都是随即控制的 至于密集之后 传送过去凶兽 也是给这些参赛选手的考验 所有人都是要经历的 不只是楚云他们 而观众们沸腾的 并不是这个反转 而是楚云 他们刚才的分析 他们就好像早就知道了 比赛规则一样 把主办方做的事情 完完全全分析了出来 别的队伍 还都在寻找密集的路上的时候 楚云他们 不但拿到了密集 还得到了技能 同时分析出来了主办方的目的 这种队伍 怎么可能会在比赛中 取得不好的成绩吧 就算他们的实力 不是所有队伍中最强的 但他们的能力 绝对不是最弱的 与此同时 不同国家 不同学校的校长 也都在聊这个事情 看看别人的选手 再看看自己家的选手 简直就不在一个起跑线啊 哈哈 低调低调 其实都是这几个孩子自己聪慧 跟我这个校长 没什么关系 张玄龄 一脸谦虚地应酬着 来打招呼的人 其实人都快飘上天了 这次帝都大学 可算出名了 就算拿不到冠军 名气也不会弱 当初选择大出血 跟怪物学院合作 真是太对了 再看看国内 其余几个学校的校长 现在 一个个都后悔的不行 当初他们因为 接受不了王德发提的条件 所以 最终还是没选择 跟怪物学院合作 另一边 总观站台上 几个老者 也都面带笑容交流着 你们华国这几个选手 还真是有点厉害啊 竟然都能开始分析 我们的意图了 一开始 我还觉得他们实力最低 会是第一个出局的 没想到他们 反而是最冷静的 一个白皮肤的老者 操着一口 不是很标准的华国语说道 另一个老者 听到这话之后笑道 我们华国 有一句古话 没有金刚钻 别懒刺气火 能来参加全国狩猎大赛的 全都是十大名校中的佼佼者 表面实力低 可不代表 真正的实力 就低呀 既然这几个小家伙 猜到了我们的做法 那就按他说的做吧 老者话音落下之后 只见他抬手一挥 楚云他们所在区域内的 那些凶兽 仿佛收到了什么指令一样 瞬间 本来都离开的凶兽 忽然全都快速折返了回来 第160章 解除区域限制 比赛才刚刚开始 哄 平静的战场中 一声巨响 传遍了整个森林 很显然 楚云一行人 又跟凶兽遭遇了 我靠 这群凶兽开锁定了吧 姜皮忍不住破口大骂 从他们刚才离开之后 这已经是遇到的第五波凶兽了 每次凶兽 都能精准无比地 找到他们的位置 陈大力也骂骂咧咧道 看来楚歌的分析 是对的 这绝对是主办方故意的 如果刚才我们不跑 可能这会儿 都被包围了 说话间 站在疾风鹰身上的楚蒙 又开口道 西北方向 又来了几只凶兽 楚云眉头一皱 同样转头望向了某个方向 看来这几天 不会过得那么轻松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边打边跑吧 就当是练习新技能了 说完 楚云直接抬头 嘴巴微张 深吸口气 其余人见状 立马堵上耳朵 而且是用灵力紧紧封闭 下一秒 吼 一声巨吼 从楚云的喉咙之中 扩散出来 这声音似虎啸 又似龙银 声波所过之处 所有的树叶 全都婴儿落 等落在地面的时候 全都化成了粉末 仿佛是被震碎了一般 而当这声波 达到凶兽群的时候 只见那群凶兽 忽然陷入了 一阵呆滞之中 等他们反应过来 楚云一行人 已经是早就不见了踪影 再次解决掉 一波凶兽之后 一众人终于能稍微 停下来休息片刻了 我去 楚哥 你这个声波 还真是变态啊 不过 你怎么这么快 就能掌握了呀 我们的技能 还都生疏着呢 面对几人的询问 楚云随口解释道 别问 问就是我天赋强 其实 楚云能这么快 掌握新技能 自然是系统的帮助 本身对于楚云来说 所有的技能 都会被系统记录 一旦自己使用技能 或者击杀凶兽 都能得到技能 熟练度反还 甚至 还会触发暴击 别看这几波凶兽 下来量不多 但频繁触发了几次暴击 如今 楚云新技能的熟练度 已经高达10%了 自然要比他们 几个熟练得多 楚云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林雪望着楚云问道 白天还好解决 如果晚上也有 这么多凶兽追踪 就麻烦了 楚云摸了摸下巴 思索片刻 道 这确实是个麻烦的问题 趁现在没凶兽追上来 大家好好计划一下吧 傍晚时分 楚云一行人 再次开始了 和凶兽的追逐战 而这个时候 有进度快的其余队伍 也终于找到了 自己区域所在的秘籍 跟楚云他们一样 当众人还沉浸在 取得秘籍的喜悦之中的时候 忽然 一群凶兽 直接包围了他们 然而 他们可没有楚云 那么强的警惕心 一波凶兽包围 直接让他们的团队 损失了两个队友 其余人 虽然奋力反抗 但也都受了伤 接下来的几天 肯定是不好过了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眨眼十天时间 已经过去一周了 还有最后三天 所有的区域就会打通 除了凶兽 所有的选手 也会陆续遭遇了 到时候 局势不妙的队伍 恐怕只会更危险 这一周的时间 又有不少队伍 都取得了密集 当然 同时也有不少队伍 也都遭受了重创 甚至死亡率 还在逐渐递增 以至于 不少国内的观众 都开始质问 到底有没有必要 这么残忍 主办方到底什么情况 只是一个比赛 没必要死绝吧 这些人 好歹都是天才 直接淘汰 不就行了吗 起码遇上凶兽 还有一战之力 直接死亡 太狠了 是啊 这几天 国内的损失 也有点重啊 目前为止 好像只有帝都大学 那个队伍 还完好无损吧 真是没想到 实力最弱的一支队伍 反而是最安全的 看来 他们有望成为 这一届全国狩猎大赛的黑马呀 直播间的弹幕上 涌现着各种各样的言论 除去那些质疑 比赛残忍的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 在讨论帝都大学 会不会成为黑马 虽然帝都大学 作为国内十大名校之首 但在这种全国性的赛事之中 其实一直算不上很显眼 每一届这种大赛上 最出名的 几乎都是战神班 当然 也有几届 是外国外的队伍拿到的冠军 所以 战神班后来 才开始吸纳 别的国家的天才 转眼又是三天过去 截至目前为止 所有的队伍 几乎都得到了秘笈里的技能 当然 也有点背的队伍 直到最后一天 也没能找到秘笈 因为最后三天的时候 所有的区域 都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凶兽 选手们忙着对抗凶兽 根本没时间和精力 去寻找秘笈了 甚至 有几个队伍 在抵抗凶兽的过程中 还直接退出了比赛 可以说 这些人 是连入围赛 都没闯进去就被淘汰了 而正在所有区域的选手 都各自遭遇不同情况的时候 忽然 区域的上方 再次传来了一道声音 现在开始 所有区域正式打通 这一届全国狩猎大赛 正式开始 请各位选手 抓紧时间取得积分 积分最高的队伍 将会获得这一届全国首雷大赛的冠军 听到这道声音 所有的参赛选手 都是精神一阵 下意识抬头望向了天空 而就在声音落下之后 所有选手若眼可见 自己所在的区域远方 一道波动 缓缓打开 仿佛跟什么 融合在了一起 狩猎 终于开始了 同一时间 不同方向 不同队伍 不同参赛选手 嘴角都是露出了微笑 楚歌 我们接下来去哪 楚云这边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楚云 谁让他现在是大家的主心骨呢 楚云思考了片刻 倒 还是老计划 先以解决凶兽为主 主办方会想办法 让参赛选手 慢慢遭遇的 我们现在就 一边收割积分 一边调整好状态 随时面对 可能会遇到的对手 接下来的战斗 可跟十天前的不一样了 与此同时 其余区域的选手 也都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其中 战神班是最肆无忌惮的 哈哈 乱杀开始了 不知道 哪个小岛煤蛋 会被我们先遇上啊 第161章 嚣张的小樱花 楚云一众人准备动手 全国狩猎大赛战场 一片区域之中 毛熊国的队伍 很不幸遭遇到了战神班的队伍 虽然对方人员组成不错 但在战神班面前 还是差了点水准 再加上战神班里 便没有毛熊国的人 所以 他们就更没有留守了 几乎是一个照面 毛熊国的参赛者就全都受伤了 你们这样是违反规则的 毛熊国领头的队长满脸怨恨 目光死死盯着战神班的人 他们本身运气就不好 密集没到手 就先遭遇了几波凶兽的攻击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密集 得到了新的天赋技能 结果还没来得及庆祝 立马又被凶兽包围了 那一战 他们可以说是拼死才冲了出去 还没等伤养好 这就遭遇了战神班的人 只能说这一届全国狩猎大赛 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悲了 呵呵 违反规则 就算我们现在杀了你们 都不算违反规则 别忘了 这一届的大赛 跟之前可不一样 战神班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不屑 所有参赛的选手里边 还没有值得他们正式的对手呢 一个小小的毛熊国 还想在这装杯杯 下一秒 这群人没有留守 直接对着毛熊国的人下了死手 眨眼间 参赛的十人全部被杀害 而对方的积分 自然而然也划到了他们的身上 走吧 争取让这一届的狩猎大赛 成为最早结束的一届 随着领头那人话音落下 战神班所有人全部消失不见 再次开始寻找别的猎物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顿时也都纷纷发起了弹幕 我去 这战神班的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虽然死的是毛熊国的人 但是这一波真的有必要吗 战神班本来实力就强 现在不但主动出击 寻找其余队伍 还下死手 这么下去 参赛选手怕不是都要死光吧 到现在 我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这一届会制定这样的规则 这么下去 全世界要毁掉多少天才 上头的命令 我们怎么可能理解得透啊 大概是杨谷吧 谁知道呢 反正没我们普通人什么事 另一边 比赛区域外的休息区域 一众校长也都在不停地议论着 说实话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届全国狩猎大赛 但这一次是最惨烈的一次 毛熊国的带队负责人 正不停地向主办方控诉 只可惜 他面对的只是主办方的驱逐 哎 希望这几个孩子能没事吧 张玄林盯着画面之中的情况 也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虽然战神班跟楚云他们 一时半会儿遇不到 但随着比赛进行 早晚所有人都会有遭遇的时候 前边好像有人 还是两波 楚云一行人正在前进 忽然 楚云感受到了十几股波动 从两个方向分别传了过来 听到楚云这话 陈大力二话不说 直接开辟空间 一众人立马钻了进去 虽然这空间躲避 暂时对凶手失去了作用 但面对其余参赛选手 还是可以做到完美规避的 倒不是楚云一行人 怕事不敢正面其余对手 而是在摸不清具体情况之前 他们不会轻易出动的 似乎是检测到楚云他们这边比较热闹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不少都挑选这边的画面看了过来 众人所在的区域 本来就是空间系的觉醒者开辟的空间 所以 尽管楚云一行人躲了起来 但还是能被外界的手段所感知到的 在直播间观众的视线里 是可以看到 楚云他们躲在了自己的空间里的 帝都大学他们的运气是真好啊 队伍里拥有一个空间系的觉醒者 真是太好用了 可不怎么的 遇到事就先躲起来 安全得很 我看这次的冠军 非帝都大学莫属了 勾起来 直接勾到决赛圈 拉倒吧 战神班的队伍里 好像有人对空间比较敏感 应该会克制帝都大学的 战神班和帝都大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遇上呢 说不定在那之前 帝都大学就被淘汰了 他们可是最弱的队伍 这话我可不赞同 他们只是表面实力弱 但真正的实力 我看不一般 特别是领头那个人 伴随着外界的议论 楚云一行人所在的区域内 三支队伍也终于会合了 当然 楚云他们是藏起来了 所以 现场只能看到两支队伍 一方是椰子国的队伍 一方是樱花国的队伍 区域放开之后 所有人都是对手 所以 两支队伍相遇 自然是第一时间 就爆发了战斗 只见樱花国这边一个女生 使用了自己的水系天赋 顿时 一道道蓝色的雨滴 从天空之中降落下来 哈哈 樱花国的人真有意思 这个时候 还有空下雨呢 怎么 怕我们战斗活动得太热了 先给我们洗个澡 椰子国的人 忍不住调侃出声 可下一秒 这群人就面色骤变 大喊道 大家快闪开 这雨水能腐蚀灵气 嘎嘎嘎 现在才发现 是不是晚了点 樱花国领头那人 怪笑一声 随后脚下的影子 顿时无限伸长 仿佛活了过来一样 直接缠绕住了椰子国的人 这是什么天赋 我们好像被控制住了 椰子国的人大惊失色 只可惜 下一秒 他们的震惊 就永远留在了脸上 因为樱花国的其余人 已经出手了 巴嘎 竟然敢正面对我们 大樱花帝国出手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众人获得对方的积分之后 就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楚歌 这群小樱花的人有点东西 别看人长得不高 刚才的配合挺好的 这群狗日的 真他娘的太嚣张了 楚歌 我们要不要出手弄他们 说话间 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楚云 从区域开放以来 他们还没跟别的国家的选手 正面切磋过 目前 他们所有的积分 也都是通过击杀凶兽得来的 所以 相对来说 他们的积分是最少的 现在见到这么好的机会在这 大家也都有点跃跃于世了 特别是看着刚才小樱花的嚣张模样 他们就更想动手了 第162章 不知道 但我觉得他骂得挺脏的 对于小樱花 不管是出于什么方面 楚云本身也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 既然遇上了 自然就没有B站的道理 更何况 楚云一行人的状态 可比对方好多了 尽管对方总体实力 看起来比这边强 但针对上 楚云有着绝对的把握 解决掉对方 现在对方在明 我们在岸 没必要直接上 待会儿大家一起出手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目标 他们现在的状态很差 解决掉应该问题不大 楚云说吧 就准备动手 这时 姜皮忽然道 楚哥 那我们是直接解决掉对方 还是拿到积分就算了 楚云文言愣了一下 这一点 他还真没想好 虽然这次的比赛比较残酷 但他们 其实还没想过 非得把竞争对手弄死 你们觉得呢 楚云望向了其余人 其余人一时间 也都没什么主意 林雪开口说道 我们和他们 毕竟没有深仇大恨 要不就让他们 退出比赛就行了吧 虽然让他们 活着回去 会有一些麻烦 但我们没有理由 主动杀人 司徒镇也说道 我也建议 让他们退出比赛就行 我觉得也是 见众人都这么说 楚云也就不纠结了 那就抢完积分 逼他们退出就行 不下死手 但如果遇到危险 就别留守了 都清楚吧 嘿嘿 楚哥 你就放心吧 我们又不是傻子 说完 一众人从陈大力 开辟的空间出来 开始朝着小樱花 那群人偷偷摸过去 而对方似乎察觉到了 有人接近 一时间 所有人的表情 也都凝重了起来 他们开局就不顺利 所以状态 一直保持得很差 刚才也就是 轻松解决了对方 老大 好像有人朝我们来了 樱花国的队伍中 其中一名 有感知天赋的人 开口说道 这种大型比赛 一个队伍的人很多 所以几乎都会 涵盖不同天赋的人 大家淡定 先装作不知道 在没摸清 对方底细之前 尽量躲着走 小樱花的人 虽然膨胀 但也都不是傻子 这个时候 也都谨慎了起来 不过 楚云他们 显然没给对方 这个机会 动手吧 对方已经发现 我们了 话音落下 楚云就第一个冲了出去 其余人见状 也都纷纷跟上 当樱花国的人 见到来人 是所有队伍中 实力最弱的队伍时 一众人的表情 顿时都古怪了起来 纳尼 竟然是你们 这支最弱的队伍 我还以为 遇到了什么强敌呢 原来是最弱的一支队伍 早知道是他们 我们就不刻意躲避了 直接动手解决 就是了 愚蠢的华国人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见对方 一脸放松的表情 楚云他们也没多说话 而是直接动手 煞时间 一股浓郁的气血之力 自楚云身上涌现 把楚云包括成了一个小红人 下一秒 楚云直接挥拳 朝着对方 就使用了平平无奇的一拳 咔嚓 空气再一瞬间碎裂 随后朝着对方急速蔓延 樱花国队伍中的十人 见到这一幕 都是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招式啊 竟然让空气都碎裂了 为首那人瞪大了眼睛 脸上有着震惊 其余人也都是神色一阵 不敢小觑楚云的攻击 但他们的平均实力 好歹也都是黄疾五阶 经过最开始的慌弯之后 很快便镇定了下来 开始着手反击 而在这时 一声巨大的吼声 从空中传了下来 樱花国所有人 全都抬头朝着天空望了过去 只见一红一蓝两只尾龙 正呼闪着翅膀 死死盯着他们 好 接收到主人下达的指令 两只巨龙再次发出巨声咆哮 顿时 一道火柱 以及一道冰柱 分别从两只尾龙口中吐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一道道粉色的光辉自空中洒落 樱花国的人 都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出神 嘿嘿 小凤凰 小王八 小二哈 给我冲了他们 随着话音落下 又是一片火海 一条水龙 以及无数石头 朝着对方砸了过去 同一时间 其余人也都没闲着 纷纷使用自己的天赋 对应的技能 朝着对方砸了过去 煞时间 这片区域 直接化作一片技能的海洋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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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呼呼呼 各种各样的技能 全都被丢在 樱花国的队伍成员身上 眼前一片烟雾缭绕 楚云甚至都看不到 对方人在哪了 感觉到对方似乎差不多了 楚云这才让大家停手 静静等着烟雾散去 过了几分钟后 烟雾缓缓散去 这才露出了 樱花国队伍成员的真容 只不过 这些人现在的模样 看起来都有些凄惨 但好歹还都有一口气 把你们的积分都交出来吧 然后你们退出比赛 不然 就死 楚云直接来到了 几人面前说道 樱花国这些人 艰难抬头看了楚云一眼 嘴里似乎在说些什么 啪 姜皮根本不惯着 上去就是一巴掌 阿皮 你干什么呢 你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吗 众人都是一脸疑惑地 望了过来 姜皮一副无所谓的表情道 不知道啊 但我觉得 他们骂得挺脏的 输都输了 嘴巴还不干净 难道不该打吗 姜皮这一句话 直接给在场 以及直播间的观众 全都整不会了 啪 帝都大学这队伍 有点意思啊 这小伙子叫什么啊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和我胃口 话说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有看到具体过程的吗 当然有 你们错过了精彩 可真是可惜了 帝都大学这群人可不简单啊 妈的 要不是见过参赛选手名单和信息 我都要怀疑 这群人是开小号来的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来个老哥说说 说什么时候 直播间有回放 自己去看去 简直不要太舒适 可惜了 这群人毕竟是小孩子 还是不舍得下杀手 小樱花可不是什么好人呢 我要说 就应该直接嘎了他们 就是 刚才他们才杀过别的队伍呢 第163章 取得冠军 开始平淡又悠闲的生活 不少观众看到弹幕 全都把视线放在了楚云 他们一行人所在的画面上 画面之中 樱花国的队伍 经过刚才一轮技能轰炸 现在一个个都摊在地上半死不活的 看起来就只剩下一口气了 就算楚云他们不出手 后边遇到别的队伍 他们也不会好过到哪去 行了 赶紧把积分交出来吧 见对方一直没有动静 陈大力来到了几人面前 准备自己动手 然而 就在这时 樱花国的几人忽然陷入了呆滞 准确来说 更像是定格了一样 不好 他们要跑 突然间 楚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大喊了一声 然而 已经晚了 就在楚云声音刚落下 下一秒 一道声音从远方传了过来 帝都大学的人 你们接下来给我们小心点 我们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这声音 显然是之前樱花国那队伍里的人 楚哥 你快看 这些人都变成木头了 江皮忽然大喊了一声 再次拉回了众人的注意力 替身之术吗 灵雪 落九幽 楚蒙等人都是 好奇地忘了过去 楚云也盯着眼前的十个木头小人 叹了口气 忘了小樱花的特色了 失策 不过问题不大 很显然 趁着刚才的时间 樱花国的队伍里 有人使用了秘书 带着他们的队伍逃跑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距离楚云一行人很远的一个山洞里 樱花国的识人 正大口喘着粗气 巴嘎 帝都大学的人 简直不讲武德 等我们伤养好了 第一件事 就是去杀掉他们 还好密集上面学到了这替身之术 要不然 这一次恐怕就完了 是啊 太险了 接下来 我们得小心行事了 不过 有了替身之术 我们就等于无敌 哈哈哈哈 帝都大学的人 早晚会死在我们手上 再说楚云这边 虽然他们没能解决掉樱花国的队伍 但整体来说 问题不大 毕竟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 只是 接下来的日子 必须得更加小心行事了 正面的对抗 他们倒是不怎么怕对方 怕就怕有人在暗处 忽然给你一刀 特别是 在樱花国的队伍里 还有着可以控制影子的人 如果一个不注意 可是很容易被对方偷袭成功的 离开跟樱花国队伍的对战区域之后 楚云一行人继续朝着不同的区域前进 其间 如果遇到凶兽 就正常狩猎 凶兽获取积分 如果遇到别的队伍 有把握的就直接上 没有把握的 就借着陈大力的空间躲起来 壁气锋芒 转眼一周时间过去 全国狩猎大赛也算是进入了高潮 这七天时间 看似不长 但已经淘汰了过半的队伍 其中 更是有一大半的人都死在了区域内 尽管很多观众看到这一幕都于心不忍 但人家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没说什么 他们这些普通人就更没什么说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中间 樱花国的队伍又找上了楚云一行人 但这一次 楚云根本没惯着对方 当场祭出了诸仙见证 于是乎 对方连使用替身之术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就全军覆没了 而这一幕 更是震惊了所有外界观战的人 经过这一战 帝都大学的热度 可以说是居高不下 马上就要盖过战神班了 楚哥 最近越来越多的队伍来找我们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一处山洞之中 楚云一行人正在休息 而就在上一秒 他们刚送走了一波国内的队伍 这个送走 倒不是直接把对方淘汰了 而是对方来找他们谈事情 谈完之后 把对方送走了 楚云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其余人也都静静地等待着 半赏后 楚云抬头说道 虽然这次的比赛 是为了各自的学校 但战神班现在 确实很棘手 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敌手 从最近收集的情况来看 目前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 应该是战神班 漂亮国的队伍 以及大英国的队伍 还有我们的队伍 但这些队伍之中 我们的实力 应该是最弱的 如果我们想 拿到这次的冠军 最好的办法 确实是跟其余人联手 而且 联手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接下来 战神班的目标 绝对是我们 你们觉得呢 听完楚云说的 其余人全都点了点头 这中间 他们其实也跟战神班 遭遇过一次 楚云还能跟对方过几招 但其余人 其实总体是有点被压制的 如果双方不留任何底牌 选择死战 最后输的 大概率是楚云他们这边 那咱就跟别的队伍联手 先搞掉战神班再说 行 那明天开始 我们就去集结别的队伍吧 一日一早 楚云一行人 分头行动 开始集结战场内 还没有被淘汰的国内队伍 因为之前早就有联系的关系 仅仅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楚云就集结了 其余几个学校的队伍 不过 算上楚云他们 现在整体也就只有五个队伍了 至于其余五个队伍 四个队伍全军覆灭 只有一个队伍的学院 是或者离开的 既然大家选择合作 那接下来 就听我的安排吧 楚云也没客气 一上来直接宣示了主导权 不然这么多人 如果各自为战 跟没合作没什么区别 其余学生文言 也都没有意义 虽然楚云他们年龄小 但这五个队伍中 实力最强的 就是楚云他们十个人 而对于他们 现在已经不考虑 什么冠军不冠军了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干掉战神班这支队伍 为其余的伙伴报仇 大家跟我走 我们去找战神班 随着楚云一行令下 五十人直接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第三天 一众人就找到了 战神班所在的队伍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兵对兵 将对将 双方当场就开启了大战 这一战 直接打了三天三夜 最终 楚云一行人取得了胜利 战神班全军覆没 不过 楚云这边也损失惨重 五十个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十五人了 为了这些伙伴 我们一定要拿到冠军 之后 一众人又先后打败了漂亮国的队伍和大英国的队伍 最终取得了这一届全国狩猎大赛的冠军 而战神班也因为这次比赛的表现 彻底被解除 国内的资源 则是重点朝着国内的十大名校倾斜 当然 作为冠军的帝都大学 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张玄霖现在做梦 嘴都能笑歪了 至于楚云他们一行人 则是开始了平淡又悠闲的修炼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